一觉醒来,羽龙重生在灵气盎然的高五地球,神秘系统傍身 同阶之下,我无敌,同辈之中我威风 系统在手,天下我有 从此横扫同阶,镇压万古岁月 第一章,新世界 悟成 202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 矿物局家属小区是一处修建了20年的老旧小区 中庭的绿化经过十多年的光阴,生长得郁郁葱葱 面朝中庭的六栋七楼,传来了老旧电视机的呲呲电流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早间新闻 新年一史,让我们一起回顾2019年发生的重大事件 老牌院士强者,魔道祖师,袁和平宝刀不老 培育初至尊魔道,可养活亿万生灵 引动天地气运翻滚,走出闭关地,成就镇国国事境界 天南以南,电磁学泰斗安慕为闭关三年后出关 引发漫天雷霆,电弧闪烁,天地变色 方圆百里,化作雷狱,宣布正式踏入院士,强者行列 32岁九品学者,曹元功课室戒籍难题,突破宗师 成为华国百年来最年轻宗师强者 院士强者图小幽,闭关十载,炼制出天阶药剂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日不落帝国,最强国是史蒂芬,何然离世 其本命法相锁化黑洞,悬浮在帝都上空,绵延百里 吞噬万物,无人可以驾驭 可听饭桌前,羽龙的眼神一直没有恢复焦距 他的思绪很乱,脑海中千头万绪的念头不断生灭 足足过了大半个小时,才降服了发狂的心源和一马 一件事情,他穿越了,或者说,他重生了 一觉醒来,时间回到了十年前的2020年 少年看着饭桌前的另外两人,母亲和妹妹 不论前世还是今生,都是他最亲的两人 这里,还是那个熟悉的家 但是听着电视里播报的新闻 少年又感觉到一股强烈的不真实感 什么鬼,少年的思绪很混乱 九品学者,宗师静谨 院士强者,国师静谨 天地变色 羽龙的眼神有些涣散 一股寒气直冲脑门,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这都是些啥 作为接受过优秀网络文学 熏陶的21世纪青年 羽龙已经开始意识到 自己不是简单地重生回到十年前 但是此刻,这些都不重要了 他的心神大半都放在了身旁的母亲身上 眼角像是进了砖头,无比通红 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妈妈了 至于父亲,从羽龙有记忆开始 父亲两个字就是家里的禁忌 绝不能提及 他只记得小时候被同学取笑 没有爸爸,回来质问母亲 一向温柔的母亲却大发雷霆 到了深夜,更是一个人躲在房中 低声哭泣,哭声撕心裂肺 从此以后,他和妹妹都绝口不提 羽龙,你怎么了? 饭桌上,周娟注意到了自己儿子的异样 赶紧吃完饭早点去学校报道 高三的寒假结束得格外早 嗯?没,没什么 羽龙急忙低下头,吃了一大口饭 此时,不过四十出头的周娟 头顶青丝却已经夹杂了过半的白发 十多年来,他一人把羽龙兄妹拉扯长大 受了太多的病痛和苦难 伤了身体根本,留下一身重病 按照羽龙前世的轨迹 再过五年,在他工作一年之后 周娟的身体终究还是彻底垮了 撒手人寰 那个时候,羽龙在外地出差 赶回来的时候,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这是羽龙前世最大的痛 既然老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一定不会让您再这样离开我身边 羽龙看着母亲,心底在无声呐喊 我哥肯定是因为明天学校的文选大典 心不在焉 饭桌上,闷头大吃的与小月抬起头 取笑自己老哥,眉眼弯弯向两轮月牙 毕竟不是本仙女这样的天之娇女 肯定心里没底了 相比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羽龙 妹妹与小月就是那种其他家长口中的别人家孩子 她比羽龙小两岁 但从小就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聪慧 还不服输 小学连跳两级 硬生生赶上了哥哥羽龙的脚步 文选大典 这个词引起了羽龙的注意 但是她脑海中却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 此时与小月一双大眼睛得意洋洋地看着羽龙 大包大懒地拍了拍胸口 哥,不用怕了 有你可爱的仙女妹妹 我一定可以成为理学强者 到时候,无数企业集团都会争着给你们送钱 你就在家里安心地做一个 为非作歹的顽固子弟就好了 放心,妹妹罩着你 你这丫头 羽龙轻声一笑 这一事她不知道 在前世 高中毕业之后 小月考上了华国顶尖的地北大学 却瞒着母亲 为了二十万奖学金 放弃了这个名额 读了本地的物城大学 更是用这二十万 买了更好的进口药 偷偷换掉母亲每日的药物 否则 也许周娟都坚持不到自己儿女毕业那天 对这个家 与小月做出的贡献 远远比自己这个哥哥大 伸出大手 用力揉了揉鱼 小月脑袋 美少女梳好的发型 顿时变成了一团乱 啊 哥 与小月顿时抓狂了 这是她早上 花了二十分钟 弄好的发型 瞬间被羽龙的魔爪摧毁 按以往的惯例 羽龙此时 会起身抓起 书包就跑 兄妹二人 一路吵吵闹闹地出门 各自去学校 但此刻的少年 却愣住了 他的脑海之中 传来一道清澈的嗡响 正 与此同时 一行清晰的小字 突兀出现在眼前 气血 石斗 死 羽龙倒吸一口凉气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分明就是传说中的 金手指 这一行字很简单 也很容易理解 作为资深小说读者 羽龙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系统 终于来了 我的金手指 少年很振奋 无敌金手指 这可是重生 穿越男主的标准配置 无数穿越前辈的经验表明 这也是他未来成功的倚仗 无敌的根基 但是这界面 也未免太简单了吧 面前的界面 只有羽龙一人能看到 但翻来覆去 就只有这一行字 没有其他任何内容 或者功能按钮 升级呢 兑换呢 抽奖呢 系统小精灵呢 羽龙发现自己的系统 有些山寨低配 要啥没啥 就这么一块显示屏 真的可以帮助自己 去装逼打脸吗 羽龙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哥 你咋了 羽龙的异常反应 让羽小月也觉得奇怪 嘟囔着嘴 不会这么小气吧 生气了 不要紧张 周娟也知道 今天的文选大典 对自己两个儿女来说 是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 华国每年 近千万的高考学生 能成为修行者的指示 极少数人罢了 哪怕普通人 只要考个好大学 出了社会 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知道了啦 羽小月大大咧咧 丝毫看不出什么紧张 从小到大 他都对自己 极度自信 羽龙也回过神来 刚刚与小月头 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成为理学强者 无数企业集团 都会争着 给他们这些家属送钱 他一直担心 自己母亲的病 重生在一个 和前世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那些未来十年的信息 差顿时一文不值 老天给了他 重来一次的机会 他必须在未来半年 赚到足够的钱 治好母亲的重病 不让自己的妹妹 因为奖学金 而放弃自己的前程 重来一次的人生 绝不能再有遗憾 现在 办法他找到了 成为理学强者 第二章 神秘梦境 作为羽家最聪明的小仙女 于小月读的是 物城顶尖的三中 而羽龙则是 第二梯队的杨中 二人都要在 今天去学校报到 分开之后 羽龙没有第一时间去学校 而是找了路边一家网吧 他想要上网找些资料 现在的他 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这个事件 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在网吧 整整耗费一上午之后 羽龙柔了柔干涩的双眼 双目微合 靠在椅背上 网络上的信息纷繁 庞杂 尽管不会有真正紧要的信息 但足以让出来乍到的羽龙 对这个世界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华国五千年文明远远流长 文明进程的前半段 和羽龙记忆之中 别无二致 直到两千年前 王莽篡汉 开始混进来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骤然画风大变 与羽龙记忆中的历史发展不同 这次王莽 并非只维持了15年的新潮统治 而是成功改革 实现了社会体制的转型 继续领跑在世界前沿 与此同时 世界上开始出现修行之法 习有所成的修行者 可以拥有一余常人的神秘伟力 其中的最强者 更是一人可敌百万兵 从那时起 各国就开始培养自己的强者 时代更迭 到今天 修行体系已经十分健全 这个世界 根本不是前世那个网红 明星文明侠尔的时代 所有的名人都有一个身份 强者 只有强者 才会受到所有人的追捧 修行者有二 理学 武科 所有人在高三 都会进行一次文学 筛选出每个人的天赋 理学的地位最为尊崇 研究人类最前沿道理 天人交感 欲使天地灵气 如神话人物 但有天赋者极少 百中无一 而武科则是修行武道 滋养气血 壮大自身 毕业之后 进入军队武警等战斗单元 有天赋者 十中有一 除到这两种有修行天赋之人 剩下的九成 都是普通的云云众生 如同前世的羽龙一般 毕业 工作 结婚 生子 成为构建这个社会 千千万万颗毫不起眼的 罗斯丁之一 哪怕是清北复旦那些 顶尖名校毕业 也只是普通人里面的顶尖 这个世界 尽管有律法的存在 修行者和普通人之间 依旧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根本不是一个生命层次 也就是说 想要出头 就必须成为修行者 不成为强者 羽龙一生 都只能在社会底层蹉跎 更不要想半年之内 赚到足够的钱 给母亲治病 哪怕她是穿越者 下午 道校做了简单的登记 羽龙就回到寝室 躺在床上假妹 研究系统 却始终不得要领 到了晚上 一向少梦的羽龙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在梦里 羽龙变成了一个七八岁的孩童 站在一座高耸路云端的山峰脚下 手中握着一把小剑 寻着山道弯颜上 山道荆棘丛生 周围野兽独虫不知反击 獠牙壁露 全部潜伏在山道两旁 墨绿色的瞳孔 悠然地注视着自己 而在山顶之上 有一座残破的宫殿在悬浮 里面有如玉如鸢的恐怖气息在震荡 宫殿之中 传来一阵癫狂的大笑 它终究没有成功 有恐怖变故 大恐怖 哈哈哈哈 这笑声如雷鸣 震得羽龙双耳嗡鸣 身形摇摇欲坠 与此同时 羽龙分明感觉到 周围潜伏的野兽独虫 胸光大放 全部蠢蠢欲动 想要扑上来 滴滴滴 一阵短暂急促的闹铃声 在羽龙耳边响起 黑暗中 羽龙的意识 骤然从睡梦中清醒 好端端的 怎么做起了噩梦 羽龙睁开双眼 此时刚过早上七点 天空还是蒙蒙亮 还有半个小时 就是早自习时间 今天因为是文选大点 早自习直接取消 但他的闹钟 依旧在这个点准时响起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今天羽龙醒来后 却没有第一时间下床 心神还沉浸在 刚才那个怪异的梦境中 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 羽龙的睡眠质量 向来都很好 极少做梦 只有青春最躁动的那段时间 曾经在梦里 有过一些青春的幻想 梦境都是人脑前意识中 现实经历的重现和演化 都有迹可寻 可是梦中那条蜿蜿的山道 和封顶沉浮的残破宫殿 实在是太诡秘 细节都太过清晰 一般的梦境醒来后 都会很快变得模糊 而这次每一个细节 羽龙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就像曾经亲眼见过一般 完全不像是梦境 嗯 羽龙默然发现 除了这个奇怪的梦境 自己脑海之中 突然多出了一股陌生的信息 霸道呼吸法 这是一段简短的呼吸法门 节奏古怪 时而粗重 时而轻微 快慢交叠 很复杂 却有莫名的规律 能这样自动出现在 在我脑海中的法门绝对不简单 羽龙心情有些激动 难道这才是我真正的金手指 不过这名字 羽龙扯了扯嘴角 霸道呼吸法 真是简单粗暴啊 下意识地调整体内的呼吸 去遵循法门的节奏 却发现没有那么容易 羽龙就像喝枪了水一般 时不时就会剧烈咳嗽 没办法 轻重快慢步一的呼吸节奏之间 练习的时候很容易插气 练习了十多分钟 羽龙才算初步适应了这种节奏 但是始终没有感受到其中的妙用 没道理啊 这个凭空出现在我脑海中 法门应该和昨晚的梦境有关 不可能毫无作用的 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进展 少年有些烦闷 猛地跃下床 简单洗漱之后就踏出了寝室 相比其他时候 今天操场上的人不多 好不容易的一个懒叫 大家都愿意多睡一回 此刻 天边朝阳出生 第一抹霞光撕开残叶 照耀大地 朝霞灿烂 带着蓬勃的生机精气 羽龙顿时愣在了当场 往日里司空见惯的日出 此刻却给了他截然不同的触动 站在操场上 少年有些出神 静静体会 眼中全是这一抹出生的骄羊 这抹霞光 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不光撕开了残叶 也在他脑海中引起了轰鸣 羽龙的双耳嗡嗡作响 整个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像是在共鸣 整个人像是从天地之间剥离 只剩下一种呼吸声 霸道呼吸法 少年不知不觉间 动用了这门神秘的法门 这次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悟 随着呼吸的脉动 他清晰地感觉到了 天地之间充斥着的浓郁生机精气 瞬息之间 羽龙明了 他现在才是真正入了门 领悟了呼吸法的精神 他之前 不过是在徒劳无功的模仿形状罢了 这个清晨 他前所未有的放松 浑身毛孔张开 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全身暖洋洋的 通体舒态 少年就助力在这里 一动不动 口鼻之间 有一股有一股的淡淡白气涌动 他在吸收精气壮大自身 漫天的霞灰被吸引过来 像是镀上了一层朦胧的金光 这种感觉让人沉醉 甚至会上瘾 当羽龙再次睁眼的时候 是浑身传来充沛的力量感 天边的朝阳 已经完全挣脱了地面 这就是道家说的 紫气东来嘛 羽龙握了握拳 感觉到身体充满着爆炸性的力量 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尽力涌动 甚至有种一拳 可以打死一头牛的错觉 这是力量短时间暴涨带来的错觉 这门呼吸法果然神妙 少年忍不住惊叹 看了一眼手腕的时间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 但他却感觉过得很快 实在是太舒服了 可惜随着太阳彻底升起之后 似乎那股生机精气都消失不见 羽龙还想继续 但是发现只是在做无用功 不 仔细感受 那股精气还在 只是相比于刚才 变得异常稀薄 吸收起来太过缓慢 羽龙现在 还没有意识到霸道呼吸法的珍贵 能够吸收日出紫气 可以极大提高修行效率 一旦被其他人知道 那些恐怖的大人物都会心动 羽龙心面一动 掉出了那个极简主义风格的系统面板 气血 11斗 提升了一斗 羽龙目光一亮 他已经知道 斗是气血的计量单位 普通成年人的气血 就在10斗上下 而修行者入门的最低标准 就是气血达到100斗 按照这个速度 一天提升一斗的话 只要三个月 羽龙就可以达到气血白斗 三个月 也就是说 高考之前 我就可以正式成为修行者 羽龙低声呢喃着 眼中的筋芒如电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盛 什么叫天才 这就叫天才 第三章 五颗天赋 上午8点半 阳中的体育场 文选大点9点准时开始 羽龙从第一次修行中回过神来 到操场的时候 已经人山人海 不同于羽龙压着时间到 其他人都早早来到这里 等待下午命运的宣判 不多时 主席台有四个人走了上去 嗨嗨 一声轻微的咳嗽声响起 却诡异地在操场众人耳边乍响 像是说话的人就在身边一般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百川 王百川 雾城教育局局长 七品学者 这也是一个惯例 历年的文选大点 都是由当地的教育局局长主持 七品学者 在雾城 已经是站在顶端的人物了 羽龙眼中神光战战 他想知道自己要多久 才能达到这种层次 学校每年都会进行文选 操作轻车熟录 从一班开始 很快就开始排队接受检测 检测过程很平静 隔着八九个班级方阵的人头 羽龙也看不清楚 到底怎么检测的 概率太低了 每年都是如此 检测的学生 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修行天赋的普通人 能够有资格踏上修行路的 那就是天子骄子 人中龙凤 羽龙 还有多久轮到我们啊 在羽龙旁边 一个起码有两个他粗壮的少年突然开口 神色之间很是紧张 怎么 紧张了 羽龙轻笑一声 这个胖子无尾是他高中的死党 开玩笑呢 胖哥会紧张 在操场一直站着 没一会无尾就出了一身汗 我爸说了 小时候有个游方道士 给我算过命 说我是天生的王者命格 王者是什么境界 羽龙笑道 哼 反正肯定超过了九品之休 胖子很嚣张 在自己最好的朋友面前 他丝毫不扭面 是是是 到时候 我就等着抱大腿就是 羽龙昨天在网吧 也查阅了很多资料 对修行的境界 有了很深的了解 数千年来 修行境界已经非常明晰 修士分九品 一品一重天 九为数之极 而理学更是可以打破九品壁垒 成就宗师 愿是 国士这三个超凡脱俗的境界 这也是理学地位 远远高于武道的原因 哇 突然 前方检测的人群中 传来了惊叹的声音 那是有修行天赋的学生 被检测出来 这是被绝大多数人 羡慕极度的机缘 从此一飞冲天 远超同辈 但这一切都没有引起 主席台上几人的动容 理学 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这都五个班了吧 怎么一个理学天赋的学生 都还没有 主席台上 贵平的脸色有些难看 身为羊中校长 检测出的理学天赋 学生数量多少 直接影响他的考评成绩 去年羊中一千多人 指出了三个理学天赋学生 要不是其中有一个 高考成绩全省第一的张明磊 他的校长位置 恐怕就做到头了 不过这也不是根治之法 只是为他续了一年的校长生涯 如何保住屁股下面的位置 成了他的心病 现在看起来 羊中今年的表现 似乎又要破马张飞了 这对他绝对不是个好现象 偷偷看了一眼 旁边的顶头上司王百川 脸上无悲无喜 这让贵平的心理更是没底 碰 就在贵平心中念头纷乱的时候 台下的检测仪器 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鸣响 有了 贵平喜出望外 这些检测器的准确度很高 是由华国教育部统一配发 专门用在文选大典使用 传言是院士亭中的院士强者 亲自打造 这个被检测出理学资质的 十六班的一个少年 这也似乎开了一个好头 在九班检测的时候 仪器再度发出了叮咚的声响 九班被检测出理学天赋的 正是一个两百斤的胖子 羽龙的死党无尾 这声音听在贵平耳中 简直就是世间最动听的鲜乐 连无尾在校长眼中 都变得寒蒙可爱起来 恨不得抱起来沁两口 再度偷瞄了一下王百川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感觉局长大人的表情 稍微柔和了些 没想到 这个整天只知道 睡大觉的死胖子 竟然有这等天赋机缘 操场上 羽龙很震惊 也很为胖子高兴 下一个就轮到了羽龙 嗯 他第一次看清楚了这个检测仪器 是一个类似安检门一样的扫描设备 上方有一个屏幕显示最终结果 学生站上去 接受检测 一般过程只要十秒钟左右 如果检测出了五科或者理学天赋 就会有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登记 羽龙缓缓站上了检测台 目光好奇四下打亮 这是什么激烈 刚刚站定 检测仪发出的淡蓝色光线 就开始扫描全身 顿时浑身都暖洋洋的 羽龙感觉到了和早上类似的体验 这些淡蓝色光线 也是天地灵气吗 羽龙下意识就运用了霸道呼吸法 呼吸之间 身体周围的蓝色光线 被他迅速吸收转化 这股灵气似乎有所不同 能量入体 那股毛孔张开 浑身舒态的感觉再度传来 奇怪的是 吸收这股能量 体内没有传来被强化的感觉 反而是大脑皮曾受到了剧烈刺激 头皮发炸 仿佛有少女的 柔衣在轻抚自己的太阳穴 舒服 呼吸 少年的身体 惊吞海吸着周围的淡蓝色能量 仪器微不可见地闪烁了几下 随即迸发出更加浓郁的蓝色光线 羽龙的举动 大大影响了仪器的工作效率 足足过去了半分钟 仪器依旧没有得出答案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是眉头紧皱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正准备上前 检测仪终于停止了工作 悠悠然给出了结果 五颗 羽龙默默走下了安检门 五颗这个结果并不算坏 毕竟大多数人都只能 得到一个普通人的结果 蹉跎一声 能考五颗 已经是站在华国最顶端时的人 加上他有系统在 修行路注定不会平凡 嗯 少年眉头微微一皱 他发现 自己视线又上方的界面 不知何时有了变化 界面上漠然出现了第二行文字 脑欲 四十五念 新出现的这行小字 应该是表示 自身大脑的开发强度 但对四十五念这个强度 羽龙没有概念 这个脑欲强度是有什么作用 提高自己的智力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倒是对四个月之后的高考 有巨大帮助 羽龙看了一眼检测仪器 他没猜错的话 就是仪器中散发的蓝光 激发了脑欲这个选项 吸收了这么多的蓝光 羽龙的气血依旧是十一斗 没有任何变化 足以说明 这是某种针对脑欲的特殊能量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再吸收一次这种能量 看着面前的安检门 少年舔了舔嘴唇 眼中露出一抹渴求 如果吸收足够多的蓝色能量 他一定会发生惊人的蜕变 主席台上 一名助理拿着统计好的数据 递给了王百川 局长大人目光扫过 冷峻的神情稍微松动了些 露出了一丝笑意 今年一共有六名理学天才 八十六名武科天赋 王百川手指轻轻敲打着座椅扶手 至少达到了他心目中的预期 如果杨忠还像去年那样狗屁倒灶 除非再有一个张明磊横空出世 否则贵平这个校长职务 肯定要被他掀掉 呵呵呵 今年同学们还算争气 贵平擦了一下 额角并不存在的冷汗 心中长松了一口气 嗯 半个月内 教育局会把这些学生的奖励发送来 理学天才黄洁上品保药 五颗天才黄洁中品保药 好 我知道 贵平心中有些羡慕 保药分天地玄黄四阶 黄洁三品是修行入门前所用 玄洁九品为九品修士所用 地阶三品为宗师和院士可用 至于国室存在都眼红的天洁保药 更是难以寻觅 每一次出现 都会吸引几个大国的目光 掀起一场浩劫 身为地球最强大的几个国家之一 玄洁无品以下 华国已经可以实现人工培育 尽管如此 哪怕是黄洁中品保药 在外面市场随便一株 都要数万块 上品更是动骤十万 修行 就是烧钱 叮铃铃 就在此时 王柏川身上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明磊 怎么了 你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比起何贵平的官腔 王柏川的声音温和了几分 只是随着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王柏川神色顿时变得严峻了起来 哦 消息确定了吗 好 你马上给安全部那边打电话 最好能抽掉安全小队协助 王柏川的声音变得严肃了些 随即挂断了电话 王局长 出神妖室了 接了这个电话之后 贵平感觉主席台上的空气 都顿时肃杀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什么大事 那个东躲西藏的周克华 被发现在附近逃窜 刚刚和张明磊打了照面 然后又逃了 周克华 贵平脸色变了变 就是那个再逃十多年的 A级通缉犯 好像是一品舞者 嗯 此人舞蹈天赋奇差 在舞学院读了三年 都没有摸到舞者门槛 没想到竟然走上邪路 杀害同学后 抢走其丹药 从此判出学院 历史经验残酷地表明了一个现象 并不是所有 考入舞学院的学子 都可以成功突破舞者 舞学院如此 理学院同样如此 修行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 华国的正统修行法门 都是掌握在各大修行院校之中 为了社会的安定 是禁止在社会上流传的 没办法 一旦成为修行者 自身实力发生巨大飞跃 会产生凌驾普通人之上的优越感 无人管束的话 很容易走上邪路 尽管一品舞者的实力 对于王百川这样的强者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在社会上流窜 很容易造成巨大的破坏 周克华就是如此 仗着自己一品舞者的修为 辗转多地 犯下了十多起抢劫杀人罪行 引起官方震怒 贵平也有些紧张 汉匪周克华这几年犯下的事例 其中就有两起是抢劫杀死学校校长 心里忍不住暗骂 这个凶徒怎么跑到雾城来了 我下午要去扇中主持文选 你们这边也提醒一下学生 这段时间注意安全 尽量不要走出校门 周克华这样的人 还不需要他亲自出手 王百川转身走下主席台 他这几天的行程都安排得很慢 今年雾城的文选 都要这几天全部处理好 身为领导 周百川一栋身 正在拆卸检测仪器的工程人员 全部加快了速度 咦 设备故障了吗 能量怎么消耗得这么快 拆卸过程中 工程师发现 设备的能量已经消耗了40 工程师有些疑惑 才检测了三个高中 怎么消耗了这么多 工程师脑海中 下意识浮现出了之前那个 检测了足足大半分钟的少年 这是唯一的异常 局长那边要动身了 旁边的同事在催促 哦 马上就好 驱散心中疑惑 工程师加快了速度 他记得那个少年 最终检测出五颗天赋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 没必要去招惹未来的修行者 反正剩下60 今年检测应该够用了 第四章 汉匪周华 回到教室 与龙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同 相比以前的散乱 如今众人都簇拥着 无尾这个新鲜出炉的理学天才 这也正常 毕竟谁不想和未来的理学强者 打好关系呢 今年九班 一共出了四名武科 和一名理学天才 算得上是人才积极 无尾更是满脸得意之色 今天之前 他只是班上的一个透明人 除了与龙 就没有什么朋友 现在却成为了绝对的焦点 看着平时趾高气扬的班尾干部 此刻都小心翼翼地陪笑 胖子只觉得浑身舒态 看着胖子嘚瑟的样子 与龙没有凑上去 而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随手拿起一本书翻阅 而后闭目回想片刻 书本上的内容 竟然像是刀劈腐凿的一样 牢牢刻在了脑海里 想忘都忘不掉 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就像大脑被突然开了光 哪怕是数理化 这些理解类学科 领悟能力和以前相比 也跃升了一大步 很多以往的难点瞬间 就能想通 学起来毫不费力 看来这个脑郁强度 对我真的有大用 少年脸上有一丝喜色 要是前世能这样 清北根本就不是梦啊 威和的双目睁开 羽龙低声呢喃着 按照现在的状态 羽龙有把握 在最后四个月 把自身成绩提到 一个极高的水准 要知道 不管是哪种天赋 都必须经过高考 这一道筛选 只是三种天赋的高考成绩 分开排名 高级成绩的排名 决定了 最终能去哪个学院入读 这个周末 咱们去中云山爬山怎么样 从众人公围中 缓过神来的吴伟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悄悄对羽龙说 胖子 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去 羽龙弩了弩嘴 戏谑道 切 以为我不知道 他们都不过是因为 我的理学天赋 想巴结我罢了 胖子很不屑 他的友谊 没有这么廉价 周末就咱们两个 去爬山庆祝一下 可是刚刚学校 不是通知了吗 汉匪周克华 已经流窜到附近了 为了安全 最好不要外出 羽龙皱了皱眉 这个世界个人武力 明显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如今又没有自保能力 他不太想去 以身涉险 那怕啥 吴伟拍了拍 自己肉嘟嘟的胸脯 有我在 在华国 恐怕还没有哪个汉匪 敢对理学天才出手 的确 这个世间的律法 和羽龙前世 总体相差不多 其中最大的一点 区别就是修行者 被赋予的尊崇地位 这种地位 受到法律保护 特别是理学天才 不论有何等过错 除了各省理学部 没有人可以制裁 当然 一旦有修行者 仗着这种特殊地位 为非作胆 理学部的断头台 早已沾满了鲜血 十年前 曾经有胆大包天的神秘组织 绑架了一名理学天才 想要拷问 处理学修行之秘 结果这件事 直接惊动了华国最高层 帝都理学部长 亲自出面协调 随即华国安全部 这个庞大的暴力机器 被全面调动 三天时间 就挖出了整个组织 传言这个组织背后 牵扯到了一个 传承数百年的显赫家族 也没有丝毫留情 连同组织 一起被连根拔起 直接碾碎 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侍重的古老刑罚手段 震慑人心 所以这么多年来 在华国 只要不是理学天才 自己作死被制裁 其人身安全 几乎不会有任何威胁 看着胖子一脸 兴奋无处发泄的样子 羽龙没办法拒绝 毕竟 胖子也是 他在学校最好的朋友 只是可惜了 教室里 那么多可爱的小姐姐 对着无尾送的秋波 都被胖子视而不见 不知道几年之后 他会不会后悔 少年嘴角掀起一抹糊度 随后的羽龙几天 过得很充实 每天早上起来 采集东来子气 壮大自身气血 不过短短五天 他的气血 已经达到了15度 随着气血的壮大 他明显感觉到了 自身力量的蜕变 看似瘦弱的躯体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这很让他振奋 可惜 这样平静的校园生活 在周六一大早 就被胖子无为打断 因为地形的原因 这座城市的清晨 常年多物 这也是他物城名字的由来 物城野多山 其中云山 更是横卧在物城中环 贯穿整个城区 作为东西城区的 天然分界线 中云山上 除了外围深度开发的 旅游区外 深处还有一大片的 无人区 山高林密 据山林深处 探险就是胖子和羽龙 经常做的事 所以羽龙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这么巨大的运动量 下胖子体型 还是减不下来 此时 在这片无人区深处 一处有黑的山洞外 一名中年男子 脸色难看的望向洞内 目光之中 有赤果果的贪婪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洞里面应该是血餐 玄介二品的宝药 男子低声呢喃着 脸上一道 从额头贯穿到下巴的刀伤 也随之如动 猙獰可步 血餐是补充气血的大药 这两年我东躲西藏 被这些安全小队通缉 几次交手下来 气血亏空的厉害 这颗血餐症可以恢复 我的伤势 还能修为精进 没想到 在无人区的边缘 还会有血餐这样的宝药 何该是我周华的机缘 天道代我周华不公 武道天赋奇差无比 得不到学院的重视 没有修行资源 想要有所成就 只能靠自己去争 去抢 尽管这样做违背了律法 遭到无止境的通缉追杀 周华依旧不后悔 也许做普通 人度过一生也挺好 只有深夜独自一人 躲在无人处时 周华心中会闪过这个念头 随即又被抹去 后悔是世间最无用的情绪 大三那年 因为一瓶气血丹 他对同学起了杀心 现在 一颗珍贵的宝药 就在自己面前 周华断然没有退缩的道理 洞里面那只灰熊 应该只是一只野兽 没有蜕变为妖兽 要是我全胜时期 还有把握阵杀他 如今体内伤势未愈 拼杀起来 胜负难料 周华念头转过 但是他不想放弃 这颗血餐他势在必得 嗯 周华耳朵动了动 他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声音 王素素同学 你们也是经常来中云山爬山吗 我们以前 怎么都没遇到呢 我们也是临时起义 毕竟高三了 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适度出来爬山放松一下 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后像是咱们可以多联姻吗 人多一起爬山也热闹 对了 几位小姐姐 再给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吴伟 这是雨龙 第五章 静动取药 山路之上 一个少年偏着头 看旁边的一名少女 神色变换不定 表明他现在的情绪波动很大 雨龙 你和王素素认识 在路上 吴伟偷偷捅了捅雨龙 雨龙没有回答 眼神陷在他身上 根本拔不出来 那青色的面容 像一道闪电 积在了雨龙心上 我们这个时候就相遇了吗 在山中偶遇他的时候 雨龙心神如遭雷击 前程往事快速在心头掠过 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 几乎不能自己 这一世 他想过千万种重逢的方式 却没想到会如此突然 在前世 他们是在大学毕业后的初次相遇 才知道 彼此原来是高中校友 喂喂喂 别看了 眼珠子都要掉人家身上去了 雨龙的意状 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出来 可以啊 你这是 对人家一见钟情 你可别瞎扯了 雨龙没心情和他开玩笑 心中的念头起伏 根本无法与其他人分享 惊喜 彷徨 胆怯 两世的记忆交缠 他的脑子现在很乱 他想主动开口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一世 对他来说 自己现在只是一个陌生人 可对自己来说 他早已经镌刻到灵魂 喂 没想到一旁的王素素先开了口 尽管是为雨龙知道 就是在叫自己 你叫雨龙 声音的开场白 王素素其实也很疑惑 雨龙时不时投射过来的目光 像是复古之躯 让他浑身酸酸妈妈 好不自在 每当自己转头看过去的时候 又发现那个少年目不斜视 好像一切都是幻觉 嗯 一堆话在雨龙嗓子眼打转 最后却只蹦出来一个字 雨龙的恩算得上是 无敌的话题终结者 让王素素根本无法接话 真是奇怪的人 我叫王素素 十四般的 看着少女的身影 少年目光有些失神 王素素吗 我知道的 她的心态有些患得患失 明明心里有很多话想要告诉她 却又怕唐突了她 想要尽量自然地和她重新认识一次 此生还很长 可以慢慢认识 雨龙突然希望 这条山路一直没有尽头 可惜 惊吓总是伴随着惊喜一起来临 小朋友 爸爸妈妈没告诉你们 不要随便进山嘛 就在几人登山之时 一道阴森的声音 突然在众人身边响起 一名脸上握着一条 长冲般刀疤的中年男子 漠然站在了他们面前 哄 没有多说话 中年男子身形瞬间一动 掀起一股进风 朝着几人扑面而来 啊 一声尖叫 王素素身形离地而起 直接被中年男子抓走 王素素 素素 少年少女们都惊呆了 双目圆瞪 这简直就是飞来横祸 太快了 雨龙脑欲强度远超常人 比其他人更快反应过来 但是身体跟不上意识 他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 这个中年男子的手掌 已经掐住了王素素的咽喉 你们还是学生吧 中年男子眼神淡漠 扫过在场几人 目光之中凶微害人 无人敢和他对视 现在 我需要你们帮一个小忙 中年男子语气森然 看着面前几个学生 宰在自己面前战战兢兢 男子很满意 你是周华 雨龙默然开口 嗯 你认识我 中年男子目光如刀 刮在少年身上 只有这个少年眼中 没有惊慌和恐惧 周华 几人忍不住惊呼 在昨天之前 周华这个名字 他们根本没听说过 只是昨天学校的通知里 提到了这个名字 汉匪 通缉 杀人 他们要疯了 这些词离他们这些高三学生太远了 没想到今天会真真切切地出现在面前 恐惧 战力 面对这种凶悍之徒 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心思 甚至连逃跑的念头都没有 不认识 猜的 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镇定下来 雨龙比其他人多了十年阅历 面对这个人人畏惧的汉匪 多了一份镇定 目光之中金光战战 刚刚说你 想要我们帮忙 嗯 这个少年让周华有些惊异 自从突破舞者 和普通人 就不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这几年 他杀了太多人 那些人看他的眼神 都是又惊又惧 像这个少年一般 镇定的 还是他第一次遇见 周华森然一笑 不错 你很聪明 我有个东西 需要你们去帮我取出来 什么东西 血身 看着面前几人一脸茫然的样子 周华轻笑一声 舞者的世界和普通人截然不同 你们不需要明白这是什么 只要按我说的做 你们这位同学就不会有事 话音刚落 周华手上一紧 王素素的脸瞬间被涨得通红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素素可 可是李学天才 你 你不要伤害他 王素素的一名室友颤抖着声音 想要警告周华 李学天才 这句话让周华眉头一皱 他没想到 自己随手抓的一个人 竟然如此烫手 这运气 简直可以去买彩票了 李学天才的特殊性众所周知 一旦引来李学部的权力追杀 他恐怕活不出三天 他前几天不过遇到一名异品学者 那股气息波动 就让他远远避开 同品之下 学者对舞者的实力是碾压的 哼 只要你们按我说的做 他自然不会有事 周华不可能因为这件事 就放过这些人 只要不杀了李学天才 哪里会这么容易 引来李学部的目光 说吧 具体要怎么做 羽绒陈生说到 他此时心急如焚 看着周华手中的王素素 恨不得马上冲上去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一世王素素竟然会有这样的天赋 心中很高兴 实力 必须提高实力 羽龙心底大吼 他此刻无比渴望提升实力 羽龙 不要冲动 胖子在身后轻轻扯了扯羽龙 他不想让自己的好兄弟去冒险 是啊 龙龙 小心点 吴伟也不希望自己的兄弟出头 你们不要管 众活一事 羽龙比一般人更加惜命 换一个人 羽龙绝对不会轻举妄动 但前世自己亏欠了他许多 此时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现在你们几个人 不要乱动 尤其是你 小子 不要去摸你的手机 周华手中一颗石子 搜然飞出 像一颗子弹 轰然打在了吴伟右腿口袋上 口袋里 刚刚被吴伟摸出半截的手机 直接四分五裂 啊 吴伟一声惨叫 肥瘦的身躯 直接倒在了地上 他口袋里的手机 直接被石子轰碎 其大腿腿骨 也在这股距离之下 传来咔嚓一声 骨折了 这是要干什么 鱼龙急声道 你今天的目的 不是为了虐杀我们这些普通人吧 看了一眼倒地哀嚎的吴伟 少年心中愤怒无比 他现在需要马上下山去接受治疗 那你们就快点 把我的事情办好 周华没有耐心 和这些学生奶娃多说 他不能在一个地方 逗留太长的时间 容易引来官方力量的抓捕 你们不要试图逃走 我手里的石子还有很多 这些石子 在他手里 就是一颗颗的子弹 那就快带我们去 鱼龙看着 他知道自己 不能当得太长的时间 否则一鸣军的右腿就废了 一行人跟着周华 不过片刻就到 有黑的山洞之中 阴风阵阵 让人望而生怯 不敢踏入 我要的血身就在洞里 里面有一只灰熊在冬眠 周华笑一森森 就像里面冬眠的 只是一只小猫小狗一般 灰熊 有女生今生叫道 这些野兽普通人遇到 只能避之不及 你们不要恐慌 现在这只灰熊还在冬眠 只要你们小心一点 就不会惊醒他 进去之后 把洞穴最里面的那朵 血红色的花斋出来就可以 周华语气森然 相比于普通人 他的气血过于旺盛 一旦靠近灰熊 定然会把那畜生惊醒 只有这些普通人 才有可能近身 你去吧 周华眼中露出一丝细血 他要看看这个 一脸镇定的少年 是不是真的敢为了同学朋友 走进这个洞穴 一旦失手 必然会被苏醒的灰熊吞噬 要知道 沉眠了一整个冬天 灰熊早已经是鸡肠碌碌 我去 羽龙回头看了一眼 本来就只有 他和吴伟两个男生 如今吴伟又受了伤 被王素素室友搀扶着 除了他 根本没有第二个 更合适的人选 他必须要进去 呼 羽龙深吸一口气 他又不是北方的 黑熊国战斗民族 要和灰熊硬钢 心中同样怕得要命 老天爷总不会让我 刚刚穿越 就死在这个洞里吧 默默给自己打个一个气 羽龙小心地踏入了洞穴 嘿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只是走进去 几步就看不到丝毫光亮 只有越来越剧烈的阴风 羽龙竭力压抑自己的呼吸心跳 不要引起里面的灰熊注意 洞穴没有多深 不过片刻眼前 就出现了一抹星红的光芒 这就是血身 羽龙双目如电 看到了红光之中 一株巴掌大小的植株 上面有一颗鲜红玉滴的果实 而在红光范围的边缘 一只趴在地上的巨大灰熊 在缓缓吐气 这 这尼玛还是灰熊 羽龙看着灰熊心脏 止不住地狂跳 这头灰熊站立起来 至少有两米多高 它前世纪里最大的 西伯利亚熊科动物 也就这个体型罢了 这阴风声音 是它在打呼噜 羽龙快要疯了 每一个细节都在显示 这只沉眠中的灰熊 要比它认知中的 更加恐怖 一定要稳住 羽龙运转霸道呼吸法 调整自己的呼吸 连紊乱的心绪都平稳下来 咔吱 缓缓地低下身子 羽龙一把抓住血身 轻轻掐断它的根筋 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 最艰难的部分 已经完成了 不知不觉 羽龙已经额头冒汗 它甚至都不敢去擦 它必须竭力避免 任何多余的动作 降低惊醒灰熊的可能性 羽龙缓缓直起身 想要原路返回 刚一抬头 整个人却如坠冰枯 一股寒气 从脚底窜到头顶 本应该沉眠的灰熊 此时却睁着两只大眼 饶有兴致地看着它 嘴角微微露出的獠牙 闪烁着刺骨的寒光 没错 少年分明能从灰熊的眼神中 看出那一抹细血 它早就醒了 第六章 凶途陌路 分明就是在猫戏老鼠 这畜生是有神志的 羽龙忍不住心中大骂 又惊又惧 肾上腺素疯狂分泌 十五斗的气血燃烧起来 整个人猛然朝外跑去 它不觉得这只刚刚从冬眠中苏醒的野兽 会大发慈悲放过自己 更大的可能是当做饭前甜点一口吞掉 好 事实也的确是如此 看到面前的点心居然要跑 灰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 身子猛然站起来掀起一股心疯 糟了 灰熊醒了 山洞外的几人也听到了这一声熊吼 吓得通体冰凉 忍不住直颤抖 混账 这小子还是不堪大用 周克华暗骂一声 惊醒了灰熊 事情顿时变得棘手起来 洞内 灰熊的速度远比羽龙快 不过两三秒就追了上来 羽龙甚至已经能闻到 身后灰熊嘴里的口臭味道 这是巨大的压迫感 不行 跑不掉 少年念头急转 想要找到一线生机 周克华 我把血餐扔出来 接住 羽龙念头一动 集中生智 把手中的血餐猛地朝着洞外抛出去 全力之下 血餐化作一道红色流光 顿时朝着洞外掠去 落在了洞口 相比起这颗血餐 我这身肉应该引不起他的兴趣吧 在扔出血餐的同时 羽龙竭力跳向了洞穴角落 避免挡在灰熊和血餐之间 这只灰熊把这里作为洞穴 想必就是为了这颗血餐 好 果然 灰熊的目光牢牢锁定这颗血餐 简单懵懂的智慧 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血餐 朝着洞口扑去 该死 站在洞外的周克华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掉落在洞口的血餐 根本没有时间犹豫 连念头都来不及升起 瞬息之间扔开了手中的人质 全身气血爆发 极快的速度冲向了洞口 一把抓起血餐 一步都不敢停留 转身朝着山下冲去 好 直到这时 灰熊才感应到洞外的周华 野兽的领地意识无比强烈 如羽龙这般的普通人踏入 他还有猫戏老鼠的念头 而周华这般的舞者 接近他身边 则会瞬间激发他的凶性 灰熊一声 愤怒地嘶吼 直立而起 速度猛然提升了一个档次 熊爪闪烁着寒光 扑向了周华 他刚刚都没有爆发全速 畜上 周华又惊又怒 这只灰熊 恐怕已经达到了野兽的顶峰 随时可能突破成一品妖兽 野兽的体质 天生比人族强悍 气血恐怖 尽管还没有突破妖兽 却已经有了 不逊色一品舞者的实力 此时 灰熊已经逼到了身后 如果继续转身逃跑 很可能直接被熊爪掏开胸腹 周可华心中发苦 这也是他最不想面对的局面 死 身为手上有十多条性命的凶人 周可华胆气仍在 这是生死厮杀 根本没有什么逐步试探 周华一上来 就是拿出自己最强的攻击之法 手中攥着的一把石子 灌住劲刀 轰然甩出 拇指粗气的石子 在他手中化作了凌厉的子弹 直奔灰熊的眼笔等薄弱之处 野兽对气机的感应极为敏锐 灰熊伸出硕大的熊掌 互助面门 却也被打得嗷嗷叫唤 上身被打出几个血洞 鲜血鼓鼓流出 好 这更加激发了灰熊的凶性 咆哮声震动这片山林 舒展身躯站立起来的灰熊 足足有两米多高 巨大的体型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灰熊横冲直撞 巨大的手臂像钢鞭一般 发出刺耳的尖笑 周华躲闪不及 直接被一熊掌 轰飞了数丈远 可嗨嗨 周华感觉自己的身躯像是 被墨盘碾过一样 浑身的骨骼都被撞得咯吱作响 若是武学院里那些 没有突破舞者的武士 恐怕直接会被撞死 砰砰 周华的体魄 根本不能和这只灰熊相提并论 加上本来就有伤势在身 只能借助灵间的地形来回闪躲 尽管如此 不时就要承受 一记是大力臣的雄壮 人血 雄血 在这片灵间挥洒 灵间 无尾等人早已经躲到了一旁 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今天经历的一切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爸 你要快点来啊 被周华扔到一边的王素素 也拨通了自己的电话手表 联系家里人来救他 王素素 你怎么不报警啊 无尾脸色有些苍白 他的右腿 必须尽快得到治疗 你放心 我爸会带人 尽快赶过来的 王素素的声音 还算镇定 似乎他爸爸 可以给他巨大的安全感 转头看了一眼 有黑的山洞 不知道他在洞里 还活着没有 羽龙一定还活着 胖子无尾 斩钉截铁地开口 神色坚毅 如果他死了 我一定会回来 给他报仇 杀尽天下挥凶 此时他的沾沾自喜 已经被全部抹平 理学天才又如何 天赋没有转化成实力 一切都是空谈 他不能容许自己 像现在这样 躲在草丛之中 不知道其他人躲开没有 躲在洞穴里面的羽龙 不敢出去 现在洞口的战斗余波 都可以取他性命 短时间来看 洞穴里 竟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羽龙的心稍微安定了些 周华此时 却不是那么愉悦 他已经应接了 灰熊十多次冲撞 体内的伤势 进一步恶化 连逃走都很难做到 聂畜 聂畜 周华双目星红 目光冰冷无情 这么久的僵持过程 他同样在灰熊身上 留下了数十个血洞 尽管都不是致命伤 但这些血洞 不断有鲜血流出 也让灰熊的胸焰 开始萎靡 行动之间 动作都有了一丝迟缓 就是现在 周华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他苦苦支撑 等待的时机 终于到了 浑身气血骨荡 精气神全部凝聚到指尖 那里有一抹寒光 死 陡然间 从他手中甩出一把 正亮的缩镖 寒光逼人 直奔灰熊面门 一直流血 带来的一丝迟钝 毫离之差 灰熊挡之不及 缩镖从其左眼插入 在其后脑冒出 贯穿了灰熊 整个头颅 这是周华最大的杀招 他能逃窜两年 不被抓到靠的 就是这一手灵力的暗器手法 依靠这一招 他曾经一击 杀死了一名异品巅峰舞者 呜 哪怕是妖兽 头颅被贯穿 都难有兴力 何况只是一只野兽 悲笑一声 灰熊硕大的身躯 重重倒在林间 压倒一片草木 周华已靠一棵大树 剧烈喘息 这一记夺命的缩镖 也是耗尽了他的气血 哼 聂畜 生死厮杀结束 他终于放下心来 看着手中的血餐 有这样的收获 受的伤也算值得 而且这只马上就要 进化到妖兽门槛的 灰熊尸体 同样也是一座宝藏 其血肉 熊皮 兽精对修行者 都有大用 将今天的收获 全部消化 他甚至感觉有希望 打破第二道枷锁 成为二聘武者 哈哈 哪怕天命不在我 我也要去杀出一片 广阔天地 周华熊自应发 对未来充满野望 动 动动 漠然间 地面传来沉闷的轰鸣 似乎这片山林树木 都在震动 怎么回事啊 周华眉头一皱 是地震了吗 咚咚咚 声音越来越近 周华心中 猛然响起一丝警照 必须马上离开 好 周华刚刚生起这个念头 一道恐怖的兽吼 从旁边山林中响起 是熊吼 周华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 这道兽吼声音 刚刚响起时还很远 但吼声落下时 却已经很近 下一个瞬间 一只巨大的黑影 从半空中猛然窜出 阴影遮天蔽日 阴影落在地上 砸断无数树木 烟尘散去后 周华才看清楚 这是一只三米多高的巨大灰熊 呜 灰熊看着地上的雄狮 眼中露出一抹悲怆的情绪 一声悲吼 响彻方圆树里 这是妖兽 是妖兽 面前这只灰熊 散发的气息几乎让人窒息 周克华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 双目圆睁 难以置信 一瞬间 他已经想到 洞穴之中的灰熊 恐怕只是幼年 洞中真正的主人 应该是眼前这只 终于山里怎么可能会有妖兽 周华面露绝望 哪怕是他巅峰时期 面对真正的妖兽 也只能仓皇奔逃 而如今 气血两亏 却连逃走都难以做到 逃 周华转身就逃 哪怕生机渺茫 他也绝不会引颈受禄 好 灰熊爆发出 和肥朔身躯 完全不相匹配的速度 一道灰影 直接跨过空间 来到周华背后 上面有幽暗色光芒萦绕 那是妖兽独有的妖气 轰隆崩 熊掌撕裂空气 带着刺耳的气爆声 呼啸而来 啊 我不甘心啊 死亡气息笼罩 弥漫的妖气 几乎将他禁锢在原地 周华知道自己逃不出这一掌 曾经有理学宗师研究过 人在生死前的一瞬 脑海中的时间维度 会被无限拉长 过往的一生 如同幻灯片 一般在脑海中 飞速重现 周华此时就是如此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 刚刚考入武学院 意气风发 想要大放光芒 武道修行有所成就 一锦还乡镇守一方 也想起修行路间 傲气被磨平 多年无法突破 武者的不甘 最终走上 杀人夺单的不归路 十几年来 东躲西藏 无法生活在阳光下 袁华 我记得从高中起 我们就是好友了吧 周华突然想起 在学院杀的那个同学 那是自己杀的第一个人 最好的朋友 自己都快忘记他 长什么样子了吧 这么多年 有后悔吗 宾死之际 周华脑海中 闪过一个念头 熊掌呼啸而来 距离之下 周华的脑袋 像熟透的西瓜 一般直接被 轰成四分五裂 脑浆混杂着头骨碎片 四处飞溅 也许吧 谁知道呢 第七章 学术之威 嗯 这洞中 似乎还有一股异香 黑暗洞穴之中 羽龙鼻子动了洞 尽管血身已经被扔出去 洞中始终有一箱环绕 如果是血身的残留香气 未免也太迟久了吧 而且少年很确定 他刚刚摘下血身时 并没有闻到这股香气 羽龙在洞穴中摸索 发现这股异香 正是从血身断裂的 根筋下面传出 嗯 羽龙一把将血身 残余在土壤中的根筋拔出 破 随着根筋被拔出 一股烟红的光芒 从地下破土而出 如同一道光柱 将羽龙的脸庞硬得通红 香气就是从这里传出的 没有了土壤的遮盖 这是什么 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了羽龙的理解范围 但是并不妨碍 他意识到此物的珍贵 恐怕这个血身 就是寄生在这上面生长的 羽龙的心脏 不争气地扑通扑通直跳起来 连血身都能让周克华垂涎 能供养出血身的 必然是更加珍贵的宝药 此刻 外面的轰隆声渐远 羽龙也不知道 最后会谁胜谁负 他必须抓紧时间 不管是灰熊还是周克华 回到洞穴 对他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此时洞穴无人 羽龙不用小心谨慎 奋力把周围土壤刨开 将这枚果实彻底取出 果实烟红如血 散发的红光照亮了整个洞穴 这股香气似乎有提神醒脑之效 把这枚果实捧在怀里 香气扑面来 但无论一箱还是红光 根本无法遮掩 我怎么把它带出去 羽龙眉头紧皱 如果外面只有五尾 他还敢直接带出去 如今人多眼杂 肯定无法保密 到时候惊动那些修行者 羽龙根本没有实力保住这枚果实 只会给自己引来祸端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陡然间 一直沉寂的系统界面突然弹出 发现玄阶四品灵药是否吸收 嗯 玄阶四品灵药 羽龙没想到这个时候 系统会突然弹出来 是只有我手里这个吗 他很震惊 要知道他们这次文选大典的奖励 不过就是黄阶灵药 而这枚玄阶四品的灵药 可是对四品舞者都有大用 这是巨大的机缘 羽龙念头白转 这枚果实就这样带出去 是不可能的 此时系统又出现一个新的功能 不如就实验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吸收 羽龙念头刚刚一起 手中的赤红色果实 顿时开始虚化 不过几秒钟功夫 这枚果实便消失不见 卧槽 这个系统不会光进不出吧 手中果实被吸收之后 一点残渣都不剩 但是羽龙没有感觉到其他变化 急忙掉出界面查看 气血 十五斗 脑欲 四十五念 灵能 一千 多出的灵能是什么 羽龙顿时发现了系统的变化 一千灵能 就是吸收这枚果实得到的能量吗 可是 我要怎么运用啊 没感觉到什么灵能啊 羽龙一个头两个大 遇到这种哑巴系统 他也是泪流满面 你看看别人家的系统 自带详细说明书 还有个小精灵做全方位讲解 你再看看你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服务意识懂不懂 少年心里在疯狂吐槽 也许是听到了羽龙的吐槽 界面中灵能二字下方陡然显示一排注视 灵能可强化气血 脑欲 解析之后 转瞬即逝 什么意思啊 羽龙心中砰砰直跳 他的语文一向学得可以 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一千灵能 我可以拿来全部转化为气血 那样的话 岂不是瞬间可以成为武者 这个念头一出 羽龙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关键 这不是一锤子买卖 系统为羽龙提供了一条路 只要有充足的天才地宝供应 他完全可以在修行路上一路狂飙 碾压各路天才 理学天才 那又怎样 这两天 因为理学落选的那一股欲结之气 顿时烟消云散 羽龙叹其耳朵听 外面的轰鸣声越来越小 这个洞穴不是久留之地 他必须马上要出去 刚刚摸出洞外 羽龙就看到了 胖子那硕大的身躯 撅在草丛里 无比鲜艳 现在什么情况 羽龙悄悄摸过去 拍了一下吴伟的肩膀 我靠 吓我一跳 羽龙 我就知道 你没这么容易死 吴伟摸了摸自己的小心脏 刚刚差点被惊吓地跳出来 我去 你居然没事 你是怎么躲过灰熊的 吴伟看向羽龙的眼神 都带了几分惊叹 很难以置信 就是把手里的血身扔出去 赶紧躲在一边装死呗 羽龙轻描淡写 他的确也就是这么做的 厉害 要是我被这只灰熊追 恐怕直接吓得动都动不了吧 是张明磊学长来了 外面那只大灰熊 被学长压着打呢 说到张明磊 吴伟顿时有些兴奋 张明磊 这么多天过去 羽龙也对这位 羊中的传奇学长早有耳闻 就是去年全省第一 传言已经突破学者的张明磊 好 原处突然传来一阵轰鸣的声音 附近原本繁茂的森林 像是被推土鸡撵过一样 远处一只三米多高的灰熊 在朝着一名青年男子咆哮 这只灰熊 怎么这么大 羽龙很惊讶 这只已经超过一丈高了 你遇到的那只 已经被周克华杀了 吴伟指了指 一处碎石堆 石堆里一直破败的灰熊残区 若隐若现 结果小的死了 引来了大的 一巴掌就把周克华打死了 吴伟声音有些激动 今天他们算是在生生死死里 来回烫了好几遍 这也为他揭开了修行路的残酷一面 后来大雄准备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 张明磊学长及时赶到 救了我们一命 学长太强了 吴伟眼中都是崇拜的小猩猩 你知道吗 这只可是妖兽 学长同样全程压制着打 的确 在这处战场 身高只有一米气的张明磊 却气势逼人 牢牢压制着丈高的灰熊 行指之间都带着风雷之声 灰熊只能不断地咆哮 却难以走脱 哈哈 不须此行 不须此行啊 张明磊放声大笑 肆意张扬 脚下踏着奇妙的步伐 灰熊根本难以捕捉到他的踪迹 一品巅峰妖兽 可浑身是宝 既然遇上了 就没有放过的道理 这一身皮糙肉厚 正好可以拿来试招 学术 阵龙发聩 这是六百年前 国式袁天刚所创学术 门下弟子听课不认真时 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阵龙发聩 张明磊双手掐绝 结出一个玄妙的手印 天地灵气凝聚在手心 化作拳头大小的一团 妖兽的直觉非常敏锐 灰熊从这团灵气之中 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 转身就逃 想逃 来得及吗 张明磊一声冷笑 轰然砸向灰熊 好 灵气光团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就融入了灰熊体内 轰隆隆 灵气刚刚融入灰熊体内 顿时传出了一声低沉的轰鸣 如春雷则响 碰 像是被施展了定身术一般 灰熊奔逃的身躯 在惯性的作用下 重重砸落地面 撞倒三棵大树之后 停了下来 硕大的头颅七窍之中 流出乌黑的浓血 还夹杂着白色的脑浆 死 死了 羽龙站在远处神色凝重 哪怕张明磊一拳打死了灰熊 他都不会这么意外 偏偏是以这样一种 近乎于神仙般的手段 这就是理学强者吗 和舞者完全不同的修行路 灰熊气血强盛 肉身坚韧 恐怕远胜人族一品舞者 能挡住刀匹斧凿 却对这一小团灵气 毫无反抗之力 学术 这就是学者之术吗 恐怖如斯 羽龙刚刚升起的一点 自得意满 瞬间被驱散 理学和舞者 到底差距有多大 第八章 斩断因果 好 密林之中 突然传出了一阵爽朗的大笑声 物城教育局长王柏川 轻笑着从林中走出 果然是英雄初少年 这么快就练成了学术 不愧是名震帝都的天才少年 爸 羽龙身后 传来了王素素惊喜的声音 女儿以为差点见不到你了 呜 王素素抱着来人喜极而泣 今天他本来只是和寝室室友们 出来爬山游玩 却没想到 遇到汉匪 妖兽 好像做梦一般 没事了 轻轻趴了拍王素素后背 王柏川露出了温和的笑意 教育局长是他爸 在场众人都惊呆了 哪怕是王素素的几个室友 都从来没听王素素提起过 羽龙努力回忆往事 有些失神 好像是 前世曾经听他说过 父亲曾经做过公务员 只是后来意外身亡 他一直不知道 所谓的公务员 竟然是教育局局长 这样的实权岗位 还好你及时赶到 不然我这宝贝女儿 恐怕就危险了 王柏川笑了 在张明磊面前 他丝毫没有百官威 王局过奖了 在您面前 我这点修为 不光是班门弄斧罢了 张明磊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看了一眼王素素 小事罢了 还好接到王局电话的时候 我离这里不远 不然的话 恐怕就赶不上了 看起来收获不错呀 击毙了周华 斩获了两只灰熊 其中一只还是妖兽 王柏川目光扫过 微微点头 有些感慨 我当年修成学术的时候 都是毕业两年之后了 那个时候 我刚刚突破二品学者 学术只有理学修者才能修行 可以驾驭天地之力 凝聚神通 对于天赋的要求极高 有的学者终其一生 都难以掌握 这个张明磊的天赋 确实惊人 恐怕前途难以估量 侥幸罢了 张明磊谦虚了两句 嗯 你信得过我的话 这些我来帮你处理 你留一个账号给我 等几天就把处理的钱 转给你 那是最好不过了 张明磊笑道 一品妖兽价值上百万 虽然他也有渠道可以出售 却是在帝都那边 如今在武城 有地头蛇帮忙 可以就地处理 自然是最好不过 嗯 王柏川点了点头 转而严厉地 看向自己的宝贝女儿 素素 你知不知道这个周华有多危险 我不是让你们校长 专门在学校发了通知吗 怎么还往外跑 我们也没想到 爬个山 就会遇到这种危险啊 王素素 把头埋在王柏川怀里 嘟囔着道 你呀 王柏川用力揉了揉 王素素的小脑袋 都怪你妈把你宠坏了 你和同学们都没事吧 女儿没事 王素素娇憨憨地道 对了 我们有一个同学腿受伤了 需要马上送去医院治疗 王素素猛然想起来 被周华打断了大腿的无尾 急忙对父亲说道 嗯 是吗 只是有一人受了伤 比他预料的好了很多 不用担心 安全小队马上就到 等他们到了 就带你的同学下山治疗 他是因为担心女儿安危 一人独自先赶了过来 七品学者的速度 在山林之中 远超那些交通工具 而且我们能获救 除了要感谢张学长 还有我们另一个同学哦 今天周克华突然出现 王素素急忙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给自己父亲讲了一遍 在他嘴里 羽龙变成了一个英勇无畏 舍生忘死的英雄式人物 小丫头的话 听得回过神来的羽龙 自己都有些汗眼 忍不住暗自怀疑 我真的有这么厉害 一旁的张明磊同样侧目 他没想到 这个平凡的少年 竟然有如此勇气 一地而出 他未必能做出如此选择 羽龙同学 我作为王素素的父亲 感谢你 王柏川郑重地和羽龙握了握手 听了王素素的讲述 他也是知道了其中的凶险 一想到自己女儿 曾经被周华这样的凶徒掐在手中 他就一阵后怕 不客气 羽龙两世为人 这还是第一次 和自己老丈人见面握手 沉稳 果决 见了第一面 这是王柏川心里对羽龙座的评价 可惜了 修行天赋只是五颗 王柏川暗自摇了摇头 武者意图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惊为天人 但在理学修者眼中 却难以被看作是同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留下了无数的教训和真理 其中有一条便是 同阶之修 学者镇压妖兽 妖兽碾压武者 就是如此残酷又无情 武者只能修炼自身 而学者驾驭天地之力 四两拨千斤 人力中有穷尽时 天地之力却无穷尽 这其中的差距 不比普通人和武者的差距 小到哪里 你救了我女儿 需要我怎么感谢你 一念即此 王柏川的语气之中 多了一分客套 加上羽龙看向王素素的眼神 尽管隐秘了很多 却依旧被王柏川捕捉到 这个少年眼中的某些东西 必须马上斩断 王柏川目光如电 加上王素素谈及羽龙时的神情 自己的女儿 未来必然是理学高手 绝不能让这种态势 有丝毫萌芽的可能 不用了 王叔说 我和素素本来就是朋友 就他义不容辞 不用什么感谢 羽龙笑了笑 他想给自己老丈人 留下一个好的低印象 上一世毕业之后 素素就这样走进他的生活 让他从丧母的悲痛中走出来 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在他心中 王素素的位置太重了 听到素素这种轻易的称呼 王柏川眉头竖起 天可怜见 不过是羽龙下意识罢了 毕竟素素这个词 他已经叫了五年了 年轻人 王柏川声音地打断了羽龙 你应该知道 我的女儿 未来注定是天之娇女 有我在背后帮衬 她只会走得比我更远 可是你呢 礼学和五道 本就是天渊之别 加上你家境一般 族中没有出过强者人物 即使是五道之路 你又能走到哪里 年轻人 你明白吗 你和我女儿 注定以后 只会是两个世界的人 王柏川觉得 为了自己的女儿 必须快刀斩乱麻 断了二人的念想 这话 不光是说给羽龙 同样是说给王素素听的 爸 你在说什么呀 王素素脸色瞬间涨红 他没想到 自己父亲会突然说出 这么伤人的话 素素你不要说话 王柏川神色一沉 尽管没有爆发 七品学者的气息威压 依然让一众学生感觉窒息 年轻人 说吧 需要什么谢礼 斩断今日的因果 你 旁边的五尾看不下去了 走上前想要开口 却被羽龙一把拉住 因果吗 羽龙恍惚了一瞬 这终究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世界 自己和王素素他们 不过就是刚刚见面的普通朋友罢了 王柏川也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没有看上自己的天赋 深吸一口气 羽龙低声嘻喃着 只有自己可以听到 尽管不愿意承认 但确实被羞辱了呀 变强 必须尽快变强 天赋不等于实力 羽龙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 想要变强的愿望 既然如此 我想要周华身上的五道法门 没有什么倔强的自尊心作祟 羽龙决定利用这一次机会 为自己多谋取几分好处 境界的提升有系统在 他毫不担心 但是他手中却没有修行法 无法把自身实力完全转化为战力 嗯 你是五颗天赋 平时成绩还可以吧 听到羽龙提出的要求 王百川沉默了片刻 今年你大概率是可以考上五学院的 现在给你倒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别外传就行 王百川作为教育局局长 这点权限还是有的 换做平时 他必然不会做出这种有些越举的事 只是为了能斩断几人之间的纠葛 他决定答应羽龙 多谢 羽龙大步走过去 提起周华的尸体 脖子以上的头颅早已经不翼而飞 血肉淋漓的尸身 看得羽龙有些反胃 翻开尸身 羽龙快速在周华身上摸索 几分钟后 周华身上的全部东西 都被羽龙摆在了面前 现今十多万 修行法一本 瓶瓶罐罐五瓶 里面的东西羽龙不认识 但是里面传来的阵阵香气 必然是对修行有用之物 尽管东西零零碎碎 羽龙却是第一时间 拿起了那本修行法 寸忙 羽龙翻开一看 正是周华修行的暗器功法 他能随身携带 想必是要实时翻阅 一直未曾完全掌握 这本应该就是周华最擅长的暗器手法 他能逃窜这么多年 很大程度就是依仗这门法 站在一旁的张明磊突然开口 这次他回到雾城 就是为了缉拿此人 对他的信息了解的多些 不过也就是提了这么一嘴 身为理学修者 对五道秘籍根本就是不屑一顾 不过羽龙遭受词辱 没有少年义气 直接离开 反而冷静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让张明磊倒是眼前一亮 王局长 我就要这本功法吧 羽龙知道自己目前的身份地位 没办法去要求更多 只要自己最急需的 从王叔叔变成了王局长 王百川很满意 毕竟是救了自己的女儿 就这样一本五道功法 难以表达自己的谢意 必须要礼物厚重到彻底 磨灭这个少年心底的那封妄想 嗯 既然羽龙同学对修行如此热忱 晚点我寄几本基本入门功法给你 反正你大学入学就会接受到 虽然他是学者修士 但身为物诚教育系统的一把手 要去找几本舞者的入门修行书籍 并没有难度 毕竟我们王家不喜欢欠人情 好 把秘籍小心放好 羽龙神色平静 那就多谢王局了 本来我今天也没能帮多大忙 如此厚礼已经够重了 羽龙没有傻乎乎的拒绝 再说出什么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的话来 无他 只是感觉太过傻缺 终有一日 整个华国都会知道 斩断我羽龙的因果 是怎样的损失 第九章 属性狂飙 早上七点 出生昭阳挣脱了地平线 房间之中 羽龙默然睁开双眼 眼中淡淡的紫气 一闪而过 距离高考还有四个月 必须利用这四个月 尽可能提高实力 少年站起身来 心中默默盘算 他已经了解到 要弥补母亲身体的亏空 最好的方案就是八真汤 这是八种黄契上品宝 要用特殊方法熬练而成 要利雄浑温和 深得很多没有修行资质的富豪青睐 而这八真汤 一付就要三百万 放在前世 这是难以想象的巨款 让人绝望 而在这一世 羽龙却有信心 在高考前赚到这一笔钱 现在先不告诉母亲 等买回八真汤 再给母亲一个惊喜 自己有神秘系统的帮助 未来能取得的成就 根本无法想象 在这个修行为尊的世界 只要实力够强 钱财这些身外之物 根本不值得耗费心力 羽龙迅速调整了心态 我的实力 从来不是去和那些五道新生比 甚至不是和五道修者比 而是要和理学天才争锋 我要打破千年来的定律 以五者之躯 碾压学修 理学天才啊 羽龙回忆起 忠云山上张明磊的神仙手段 心中压力很大 他对理学修士的了解太少了 这些关于修行者的详细信息 网上根本找不到 现在 还是先增强自身实力 等考入武学院之后 应该可以了解到更多 心念一动 羽龙调出系统 上面三百点灵能 像是一丝不挂的美人一般 躺在那里 聊拨着少年心弦 灵呢 羽龙把精神全部集中在界面上 抓取了一点灵能 注入气血一栏 顿时 眼前的数据发生了变化 气血 十七斗 脑欲 四十五面 灵能 九百九十九 在气血提升的一刹那 羽龙顿时感觉周身一热 像是争了一次顶品桑拿 浑身舒泰地 想要呻吟出来 羽龙明显感觉气血一撞 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许多 那我就看看 我能一次性增加多少气血 少年眼中狠立之色一闪而过 一次性加上了十点灵能 哄 羽龙体内传来一声沉重的轰鸣 体内像是火山喷发一般 炙热的岩浆 在体内经脉之中游走 不断拓展经脉 强壮骨骼 肉身之中 发出咔嚓不停的脆响 羽龙现在就感觉自己如同孙悟空 被扔进了炼丹炉一般 整个人都被不断锤炼 还可以再来 他能感觉到 自己还没有到极限 再加十点 羽龙这是发了狠 今天受到了前世老丈人的刺激 他决心尽可能提高自身实力 一步步试探肉身的极限 最终一共转移了三十六点 灵能到气血之中 气血 五十二斗 脑欲 四十五面 灵能 九百六十四 少年整个身体舒展成一个太字形 躺在床上 大口喘着气 直到体内燃烧的感觉彻底退散 回过神来的羽龙 才发现 体表排出了许多黑色的物质 连睡衣都被牢牢沾附在身上 这是什么意思 传说中的洗经法水 羽龙有些惊喜 虽然那股炙热的灼烧感已经消退 但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 他分明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 强壮 远超之前的强壮 抓起床边书桌上的一支钢笔 稍一用力 钢笔顿时被羽龙折完成九十度 可惜身体达到现在的极限了 只能提升三十六斗气血 必须等身体彻底消化再说 羽龙有些遗憾 灵能没有转化为站立之前 都是空谈 要是被其他舞者知道 羽龙一晚提升三十六斗气血 还一脸遗憾的样子 发泄心中怨气 可惜只有所谓的灵药 才能提炼出灵能 羽龙低声呢喃着 这种实力暴涨的感觉让人迷恋 但这些灵药羽龙根本无从寻找 说到底 他现在还是一个十八岁不到的高三学生 根本还没有进入修行者的圈子 肩步冲进了卫生间 羽龙快速给自己冲了一身走 是错觉吗 怎么感觉皮肤都变得光滑了许多 少年感觉自己现在的皮肤 都可以比你前世那些什么鹿 什么坤的小鲜肉 高考的气血测试没有问题了 但基础考也是 拿分的一大权重啊 羽龙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高考 不同的武学院 同样代表着不同层次的授课强者 修炼资源 能考入最顶尖的武学院 对他来说才是最有利的 毕竟华国之大 不同武学院同样有好有坏 灵能赋予脑欲十点 羽龙心中有预感 脑欲强度 不可能只是带来当记忆大师这点好处 只是他现在还没有触摸到那个领域 脑欲提升 陡然间羽龙的大脑一阵清凉 像是三浮天吞了一整只冰棍一般 透心凉 一双无形的小手 在轻柔地按摩少年头顶的穴位 让他只想闭起双眼 安心享受 提升脑欲到最大限度 羽龙心念一动 他爆出这样一个指令 想看看这个系统到底有没有智能 So 事实证明系统明白了羽龙的要求 灵能一栏再度缩减了13 全部补充到脑欲强度中 气血52斗 脑欲68念 灵能 941 因为之前文选之时 在检测仪上吸收了神秘的蓝色能量 羽龙的脑欲比起气血 更快地达到了现在的上限 咔嚓 随着脑欲提升完毕 脑海中传来一声轻微的碎裂声音 似乎有什么被打碎 与此同时 羽龙产生了某种蜕变 随着精神集中 他竟然可以看到体内的情况 经脉 血管 内脏 粒粒在目 像是多了一双眼睛 在体内游异 打破虚空 可以见神 羽龙心中生起一抹鸣雾 刚刚那破裂声 恐怕就是 所谓的打破虚空 打破胎中之谜 真正掌控自己的肉身 那是体内 羽龙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一览无余 那些毛细血管 身体薄弱之处 我可以用灵气去反复冲刷 这种能力很宝贵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刚开始修行时 不得要领 修行之中损伤了身体 留下暗伤 而羽龙却可以为他的修行路 打下无比扎实的根基 咚咚咚 少年的卧室门突然被敲响 母亲周娟的声音 在门外响起 羽龙 快出来 你舅舅来了 第十章 扬眉吐气 嗯 舅舅 房中的羽龙眉头一皱 他们过来干什么 羽龙的外公早王 周娟只有一个亲弟弟周平 年轻的时候 是个不着四五的混混 总是惹出各种麻烦 都是周娟去到处求人 赔钱了事 后来不知搭上了什么人 在乌城开酒店发了家 算是一个家产千万的小富豪 随着羽龙父亲失踪 羽家家境破落 自认成了上等人的邱平一家 根本看不起自己姐姐这一家 除了过年向征信的走动 平日从不会来 果然 走出房门 羽龙就看到客厅沙发上 坐着三个陌生人 表哥 我们都来这么久了 还不出来不礼貌啊 沙发上 周星头顶着七色发型 翘着二郎腿 用手轻轻捂着鼻子 他最受不了的 就是每一年来自己 这个穷亲戚家拜年 咦 你要多管教一下表哥呀 周星大大咧咧的道 毕竟咱们两家也是亲戚 在这乌城 我们周家也是有头有面的 不能出去抹黑呀 周星 你什么身份 让我妈来管教我 你比我妈还要大 那你把舅舅摆在哪里 在外面不要这样 别人会说是舅舅没家教的 羽龙神色冷漠 潜意识同样是如此 从小到大每一年 这个珠光宝气的小表弟 都会在他面前秀优越感 各种讽刺挖苦 可惜潜意识羽龙 没有敢和他们当面应对 只是默默忍受 这一世 他却不同了 你 周星顿时气的脸色通红 羽龙这番话 不露声色的 把他骂了得很 他哪里能吃这个亏 小龙 高三已经开学了 上个星期的文选结果怎么样 周平突然开口 打断了周星 目光有些惊讶 自家这个小外甥 从小到大性子 是怎么样他还算清楚 今天怎么突然转性了 这和你们有关系吗 羽龙还没说话 羽小月从外面回来 看到了沙发上几人 当即黑下了脸 羽小月 我们是长辈 你怎么说话的 一旁的舅妈顿时跳了起来 周娟家什么都比不上他们 唯有这个小女儿从小聪慧 让她羡慕极度恨 我就是这样 当我们家好欺负嘛 每年都来我们家耍威风 羽小月不认输的性格 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舅舅家的伤害 你 与小月像小辣椒一般疯狂输出 没办法 在往年周母和羽龙这方面 都有些包子 只会默默忍受 逼得小月挽着袖子自己上 妹 我来吧 羽龙把小月拦在了身后 自己这个哥哥 还是太不称职了呀 舅舅 这么多年了 我们两家都有数 勤奋也是越来越淡薄 羽龙淡漠开口 羽龙 周娟忍不住开口 她心里 还是有这份血脉亲情 难以割舍 妈 您让我处理吧 这么多年 您是怎么对她的 他们一家怎么对我们的 您心事没数吗 您就当是为了我和小月 不要再每年受着窝囊气 看了一眼旁边双目通红的余小月 周娟叹了一口气 没有再说话 反了反了 周平老婆再也忍不住了 她感觉自己 今天受了奇耻大辱 她可是物称有名的贵妇人 竟然这个穷亲戚 还敢这么和他们说话 你们这个贫民窟 我根本就不想来 知道我脚上的鞋子多少钱吗 五万 能踏进这里 是你们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中年妇女气得面目猙獰 周平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些穷亲戚早点断了联系 你非要说 万一他们家万一能出修行者 再等等 要我说 他们这种穷光蛋 家里能出修行者 我直接从这楼上跳下去 小心 我们走 好 非主流少年嗖的一声跳起来 表哥表姐 你们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能有我们这样的亲戚 是天大的福分 本来打算等你们毕业 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给你们留一个酒店保安和服务员的位置 现在看来是不用了 咱家小心太善良了 可惜他们不配 走 这整个过程 周平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切 保安和服务员的位置 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于小月吃笑一声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文选结果吗 告诉你们 是李学 什么 于小月此言一出 像是一道惊雷 全场顿时寂静无声 不可能 舅妈今生尖叫道 她要抓狂了 这怎么可能 李学天才那种大人物 怎么会出现在你们这种家庭里 哼 随便你怎么认为 看到这个女人 一副抓狂的样子 于小月 像是吃了人参果一样舒服 小月 你说实话 真的检测出李学天赋了吗 周平神色有些难看 她没想到 于小月真的检测出了秀心天赋 还是极度稀少的李学 这让人震惊 她之所以能发家 就是抱住了一个大人物的大腿 而这个她要跪舔的大人物 就是一名李学修士的刨腿小丝 所以她更能体会到 一个李学天才的恐怖 那是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他们加心 一个念头 可以让他们加王的存在 哼 于小月不想再回答 是真是假 你可以自己去查 这也不是什么保密的消息 雨龙站出来说道 她此刻同样很震惊 没想到自己妹妹有这样的天赋 小 小月 你舅妈只是脾气不太好 但是我们始终是亲戚 周平神色大转变 堆出了久违的笑意 你们和小星 可是亲人啊 我们没有你们这样的亲人 于小月笑了 那个女人刚刚不是说 要是我是修行者 她就从这里跳下去吗 周年妇女愣在一旁 静也不是 退也不是 脸色仗红 知道了于小月是修行者 她却是不敢说狠话了 修行者有什么了不起的 等我高三文学 肯定也是李学天才 周星懦懦地说道 满脸不服气 混账 周平神色顿时一怒 一巴掌扇在了周星脸上 我从小怎么教你的 面对长辈 兄姐没有一点礼貌 这一巴掌力道很大 直接把周星善的一个亮枪 人都蒙圈了 周平 你这个窝囊废 敢打我儿子 我和你拼了 看到自己宝贝儿子被打 中年妇女什么都顾不上了 直接扑上去 要抓周平的脸 动动 就在此时 门外有人敲门 一个快递小哥探了探头 请问谁是宇龙 这里有一份快递 请签收一下 哦 我是 宇龙心中一动 急忙起身 他没有在网上买什么东西 唯一的东西 就是王百川承诺的基本修炼法 昨天在中云山上的经历宇龙 没有告诉家里 没必要 徒增烦恼罢了 而且自己还等买回八珍汤之后 给母亲一个惊喜 但今天周平一家来要武扬威 他也不介意再补上一刀 让母亲彻底扬眉吐气 妈 嗯 这是教育局长王百川 寄给我的快递 嗯 我闻选结果是五颗 宇龙的话 如同另一道惊雷 把本来就失魂落魄的周平一家 再度打入深渊 一门两修行者 这是什么境遇 物承教育局长王百川 周娟不知道 但是周平却是知道的 那是物承最顶尖的几个大人物之一 跺一跺脚 物承都要地震 如今宇龙兄妹一人礼学 一人舞蹈 简直就是无限尊崇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本来这样的造化 自己一家 也是可以沾光的 可是一切都晚了 周平一辈子投资钻赢 却没想到 错过了最大的一笔投资 我恨啊 周平急火攻心 又气又悔 终于眼前一黑 直接晕死过去 倒地之前 闪过最后一个念头 自己姐姐家要发达了 而自己家 要完了 第十一章 五道真简 客厅之中 周平一家人 失魂落魄地离去 哎 本来都是一家人 怎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周娟还有些失神 毕竟是他唯一的亲弟弟 妈 那一家人这么多年的做派 你还没被伤够心吗 于小月嘟囔着嘴 眼睛还有些红彤彤 我也知道 哎 算了 不说了 周娟心里也清楚 只是一时没想开 你们兄妹 两个这么争气 妈心里 比什么都高兴 她没有想到 自己两个子女 都能有修行者天赋 这让她觉得 前半生的辛苦磨难 都算不了什么 哥 你可以啊 虽然比不上你的小仙女妹妹 也算勉强凑合了吧 于小月拍了拍羽龙的肩膀 一副我很欣慰的样子 是是是 以后还是要指望小月月来保护我 我可只想做一个顽固 羽龙心情也很轻松 取出包裹里的三本书放在桌上 五道真解 上卷 翠体十八式 兵器概论 这些都是华国武学院的 新生入学术级 羽龙没有看其他的 首先拿起了 五道真解 和想象中 神秘的修行秘籍 不一样 这本书 和普通的教科书 差不多大小 她没有立即尝试练习 而是决定 先把这门法 从头看到尾 打开封面 几个龙飞凤舞的 大字扑面而来 尽管是印刷版 羽龙依旧感觉 到一股丰瑞的气息 扑面而来 人体有神藏 正文的第一页 就是一张详尽的人体经络图 成年人体内 一共有十二条经脉 这十二条经脉 贯穿周身 连接了体内各处 并按十二时辰的变化 自然而然地周天运转 但是 人体先天有缺 从咕咕坠地开始 呼吸道的后天浊气 一步步将经脉阻塞 无法让灵气 在体内畅通 要想修行 就必须先打通体内经脉 这个通脉过程 就是无视境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五道修行不能走 必须等到身体发育完善之后 才能修行 以防破坏了正常的成长过程 当周身经脉 打通达到了临界点 就会看到 笼罩全身的九道枷锁 这些枷锁 无形无质 哪怕最尖端的科技 也无法检测到 枷锁封印了人体的 先天神藏 唯有经脉打通 搬运全身气血 撕裂第一道枷锁方 能实现肉身的蜕变 成为舞者 羽龙手里 这本五道真解上 卷讲述的 就是通脉 以及撕裂前三道枷锁的法 撕裂枷锁 暂时可以不去考虑 羽龙将整本书 全部看完 68年的脑郁强度 让他可以将整个过程 在心中详细推演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以气血通经脉 以经脉养气血 相辅相成 这本书讲得很详细 气血的剂量单位是豆 当自身气血温养到了100斗时 基本就可以尝试 突破舞者境界 撕裂体外的枷锁 舞者的修行路就是锤炼自身 100斗气血 只是一个下限 当你气血达到100斗时 体内经脉大概率直 开辟了6条 这个时候 就可以有两个选择 要么尝试去突破舞者 要么继续打通剩下的经脉 而通脉境界的积累 关系到未来的五道潜力 未达自身极限就选择突破 无疑是浪费天资 前期看上去静静神速 几年后却后继乏力 无法撕裂后面的枷锁 最终泯然众人 五道真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算是提醒着后来人 这样的吗 羽龙眼中有神光闪烁 按照五道真结的记载 数百年以来的大数据统计 打通六道经脉 就可以达到100斗气血 突破舞者 但大多只不在前三品 而打通八条经脉的天才 大多可以达到六品舞者 这已经可以在军方 成为一代战将 而那些八九品的超级高手 更是打通了十条经脉 网上的怪物 都是安全部的巨拨 至于打通十二脉的妖孽 只存在遥远的传说之中 至今无法考证 莫办法 通脉太难了 尤其是最后两条任督二脉 每一条花费的时间 都超过前十条经脉的总和 当你还在通脉 却发现 同时期的同学 已经突破到了三四品舞者 这种感觉 同样会让人绝望 卧室之中 少年双目微合 内饰体内的经脉 果然大多都干扁狭窄 像是年久失修的沟壑 无法畅通 气血气 羽龙心念一动 搬运体内52斗气血 朝着一条经脉 汹涌而去 气血如龙 催枯拉朽一般 就打通了第一条经脉 随后第二条 直到第三条经脉 堪堪打通 才耗尽了气血之力 转瞬之间 打通三条经脉 如今 我有内饰之法 对体内 每一条经脉 都可以了弱执掌 羽龙低声嘻喃着 加上还有灵能 气血的增长 远比普通人来得容易 如此一来 对别人来说 艰难无比的通脉 对我却并非难以完成 羽龙有巨大的野心 全部十二脉 注就完美无缺的五道根基 他想试一试 无缺的根基能 不能镇压那些理学天才 根据书中的记载 就算用无数的时间去堆砌 十二条经脉 同样也不是谁都可以 全部打通的 这和肉身的强度有关 就像木桶 和铁桶的区别 一旦体内气血强度 超过了肉身 可以承受的极限 暴体而亡 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而修行 脆体十八式 则可以提高肉身强度 提高承受极限 同时壮大的体魄 反补出更多气血 相辅相成 五道真简 和脆体十八式 是武学院四年时间的 最根本教材 拿起一旁的脆体十八式 这是专门用来锤炼 肉身强度的拳法 由无数代致强舞者 整理归纳而出 羽绒一目十行 将这十八式牢牢记在心里 闭目调戏了片刻 后退竖步 摆出了一个架势 正是脆体第一式 哄 少年按照密集上的内容施展 体内气血瞬间被牵引 随着招式的变换 走遍全身 滋养骨骼内脏 脆体十八式的目的 就是脆炼肉身 并不以灵力的攻击力渐掌 施展之时身形 都只会在方寸之间游走 像是一个神秘的怪圈 餐桌已经被抬到了角落 客厅中央 羽龙时而取臂交错 时而大开大合 整个房间之中 都有他的拳风在激荡 这一刻 少年的全部心神 都凝聚在了 这一套脆体拳法之上 体内气血不断沸腾 冲刷着全身 呼 呼 随着羽龙 把十八式的动作 不断施展出来 客厅中的风声 越发激荡 一个套路结束之后 少年并没有停下 而是从头再来 这一次动作 越发熟练 每一招与气血之间的 呼应开始进入一种 微妙的境界 相辅相成 尽力积聚之下 让他有种 想要长效的冲动 羽龙陷入了忘我的状态 脆体十八式 被他反复施展 招式之间 隐约有了氛围之声 要是有武学院老师 看到这一幕 恐怕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 眼泉如惊雷 这种气象 往往只有沉浸 这套拳法数十年的高手 才能做到 这很惊人 终于 不知道是第几次 打完十八式 羽龙意犹未尽地 将手中一拳 猛然轰出 碰 拳风凌厉森然 钢筋混凝土的墙壁 直接被打出了 蜘蛛网 一般细密的裂缝 这道沉闷的声响 也惊醒了少年 羽龙如梦初醒地 从那种玄妙的境界中 行转过来 看着面前墙壁的裂缝 不敢相信 是自己的杰作 我刚刚 拳头没有碰到墙吗 羽龙轻声呢喃着 他此时站的地方 距离墙壁 还有两米远 拳头根本碰不到墙壁 这是一道 拳风就有这么巨大的威力吗 少年心中暗惊 这是翠体十八式大成之后的威能 果然有些害人 嗯 一念及此 羽龙心中愣住 翠体十八式大成 这可是他刚刚开始学习的法呀 难道就在这么短短片刻 就将这门翠体十八式练到大成了吗 再度拿起一边的翠体十八式秘籍 羽龙担心自己练错 按照书中记载 这门翠体十八式是不分品阶 哪怕到了传说中的九品五者阶段 依旧可以修行的 通常来说 想要入门都要花费一年时间 至于大成 少则三年五载 多则十年八年 甚至触摸到那一道 看不见摸不着的屏障 终身难以领悟其真意 绝不是一日之功 可是 自己练起来 真的是水到渠成 毫不费力啊 羽龙有些牙疼 这能叫艰难万分吗 羽龙很确定他之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本秘籍 但施展的过程中 却不知为何 有一种万分熟悉的感觉 就像已经苦练了十数年一般 少年嘴角微微抽动 他此时的精神无比清醒 确定自己不是产生幻觉 而是真正已经理解到了 这门法的精髓 尽管只是一瞬间 但是这种感觉无比清晰 脆体十八式的真意 就像一丝不怪的玉体 横沉在面前 一览无遗 面色古怪地放下了秘籍 羽龙念头一动 掉出了系统面板 气血 五十四痘 脑郁 六十八念 灵能 九百四十一 这么短短片刻 气血再度增加了两痘 尽管对五道还没有深刻的领悟 羽龙同样知道 这绝对是恐怖的天赋 羽龙心中有些明悟 这种情况应该与自己的脑郁强度有关 无论是理解这些招式 还是在脑海中反复地具象推演 对他来说都毫不费力 这种天赋 可以说是妖孽 他前世从来不曾拥有 这一切的根源 肯定与脑海中的神秘系统有关 这是一件好事 拥有了穿越者必备金手指 但同样的也变成了少年心中 有些沉重的负担 自己身怀一宝 实力却太过弱小 如志同怀抱 蒲玉夜行 第十二章 英雄救美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 被困在教室一天的学生们 像是困兽一般挣脱牢笼 顿时蜂拥而出 阳中人声鼎沸 操场上 楼道里到处都是那些高一高二的少年们 在挥洒着无处发泄的旺盛经历 唯有高三所在的这一层楼 安静地落针可闻 偶尔走出来的学生也都是一路小跑 这就是高三 连上厕所都要争分夺秒 九班教室 羽龙坐在座位上 双目微合 他已经很少听课上的老师讲课了 他用这一个月上课的时间 从高一开始复习 远超常人的脑郁强度 让他过目不忘 悟性惊人 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迈入了阳中全校前五十名的第一梯队 而下课的时间 他要想其他更重要的是 零七四亿的高五地球 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月之后 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 以及和身边人的交流 羽龙总算弄明白了 自己所处的大环境 也是从一个月前开始 少年就默默点亮了自己的狗发育按钮 第一次修行脆体十八事 引发了异象之后 羽龙就叮嘱了母亲和妹妹 不要在外面泄露自己修行的进度 这可能关乎一家人的安危生死 随着了解到的信息越来越多 羽龙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越发具体 万般皆下品 唯有修行高 而修行之中 同样有着残酷的贵贱之别 不错 就是贵贱 其中五道修行 从大学中的武士到最强的九品武者 代表着这条路的尽头 而礼学修行却是得天独厚 除了对应的九品学者 更是有着宗师 愿是国士这样超凡的路 尤其到了国士这般境界 已经是人形核弹一般的存在 可以镇压异国国运 在华国传说就有三尊国士 只是除了袁和平 其他两位从不曾有人见过 羽龙如今的实力根本上不了台面 必须苟住 才能图长久 必须闷声发大财 最好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就是他的目标 苟中之胜 有了指导纲领 羽龙对接下来 几年的规划已经有了轮廓 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月 他必须在这三个月里 打通全身经脉 正式踏入一品舞者境界 这十二条经脉 真的不好通啊 羽龙眉头有些凝重 这一个月来 他每日日出时 修行霸道呼吸法 白天在无人处 演练脆体十八式 体内气血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 半个月前学校发下了 文选大典的奖励 黄街中品宝药 被羽龙化做了60点灵能 一共1060点灵能在手 他的实力蜕变很快 前面没有古人 后面也很难有来者 少年心念一动 调出系统界面 气血458斗 脑狱272年 灵能469 看似销瘦的身躯下 隐藏着澎湃的气血 要知道 普通的二品舞者 气血强度 也不过只有400多把了 难怪大多数人都是 打通六条经脉 就去突破舞者境界 羽龙苦笑了一声 以他现在媲美 二品舞者的气血强度 依旧只冲开了十条经脉 最后的认读二脉 像是由神铁助就 纹丝不动 啊 我的妈呀 一声凄惨的哀嚎声 在羽龙耳边响起 打断了他的思绪 胖子无尾 一脸的生无可恋 把硕大的脑袋 埋在了课桌上 为什么我都成为 理学天才了 还是逃不过高考的宿命啊 华国的高考体制 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 修行天才的高考成绩 和修行专项测试成绩 各占一半 最后得到的总分排名 将会决定 你就读的学校层次 华国的理学院和武学院 都是专门录取 修行天才的院校 但这些院校 同样是分层次的 越高层次的理学院 所能提供的修行资源 也越好 对未来的修行路 越有利 你还好意思啊 不过大腿腿骨 被周华打得鼓链 恢复十来天 就可以坐着轮椅来上课 你却偏偏在医院 赖了一个月才出院 羽龙无奈地睁开双眸 瞳孔中 一道神光一闪而逝 他每个星期 都会去医院看吴伟 这个胖子身体的 恢复能力的确很快 也许一身的肥肉 都是他摄入过量的营养 在病床上 躺了一个月 吴伟就彻底恢复 像是没事人一般 我宁愿恢复慢点 最好让我可以 在医院里躺到高考 胖子一脸苦意 对他来说读书 真的是最痛苦的事情 要不是他爸用钱杂 他根本进不了阳中读书 行了 羽龙站起身来 拍了拍吴伟 语气有些郑重 胖子 不要浪费了你的天赋 我不希望高考之后 你只能去最差的西北理学院 华国一共有无所理学院 帝都 摩都 华中 西南 西北 排名越靠后学校的教育 师资越落后 要是放在前世 以吴伟的家境 随便混个文凭 就可以回去 进入家族企业 过上优渥的生活 这种选择 没有丝毫问题 毕竟他的起点 已经是很多人的终点 事实上 吴伟这次前世 就是这么做的 但这一世不行 在这个修行未尊的世界 只有实力 才是一切的根基 如果因为高考成绩 不理想 而浪费了 宝贵的理学天赋 恐怕一生 都无法挽回 他希望吴伟 可以在修行路上 走得更远 先走了 留下还有些发愣的吴伟 羽龙静直 朝校门外走去 他要回家 这是修行天赋 学生的特权 除了雷打不动的 上课时间外 其余的自习 和周末时间 都可以自由安排 毕竟除了文化考试 他们还要锻炼 自己的修行天赋 迎接三个月后 属于自己的专项考 现在 羽龙每天都是回到家之后 关上门练习 他现在的舞蹈进展 连母亲和妹妹 都不完全清楚 嗯 这不是叶弥朵吗 在路上 羽龙看到了同班同学 让他奇怪的是 在叶弥朵身后 有两个张头鼠目的青年男子 行踪鬼祟地跟在身后 这是羽龙心发现的一个技能 当他脑郁强度 突破了一百年后 他顿时发现 可以模糊感觉到附近人的情绪 尤其是恶意 会格外明显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俗话说人心格度皮 他却可以直视人心 此时 这两个青年男子 看着前面的叶弥朵 眼中露出一抹残忍 这个小妞可以 看上去柔柔弱弱 一点怯懦的样子 抓住他 我们就有门票进房间了 羽龙的六角 远超普通人 站在树米开玩 完全能听清楚二人的低语 窝国人 羽龙很意外 这两个人说的 不是华国语言 而是东海三千里外的窝国语言 动作快点 我们是留学生 只要不被当场发现 后面很难 会怀疑到我们身上 仗着无比妖孽的领悟能力 羽龙这个月时间 抽空自学的几门主流外语 已经达到 可以考级的程度 听懂这些人的日常对话 没有任何难度 毕竟是同班同学 都遇见了 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也不太合适啊 少年低声嘻喃 尽管不知道 这二人说的是什么房间 但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羽龙目光一闪 悄然跟在几人身后 没有走多久 在一条人流较少的街道 两名窝国人开始行动了 窝 成年男子蓄谋之下的 突然出手 一个高中女生根本无力反抗 叶弥朵直接被捂住嘴 拖进了一条小巷深处 卧槽 这个女娃劲有点大 快来帮忙 两名青年齐齐上阵 压制住叶弥朵 没想到 这还是一朵小辣椒 排成视频之后 肯定能去等级最高的一号房间 二人很兴奋 这是一个极品的猎物 可嗨嗨 小巷巷口 羽龙倾咳一声 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需要帮忙吗 第十三章 又是大人物独生女 需要帮忙吗 突然从巷口传来的声音 让二人亡魂大冒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 巴嘎 和你没关系 赶紧滚 其中一个窝国青年 猛地朝羽龙走来 昏暗的灯光映照下 脸上的表情格外猙獰 羽龙目光如电 在黑夜之中熠熠生辉 身形移动 整个人像出汤的子弹一般 直接冲向了迎面来的窝国人 碰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起 窝国青年眼珠暴突 这一拳很重 他只感觉肚子里的肠子 都被这一拳轰得绞成一团 整个人像是被掐住了脖子 连惨叫都发不出来 剧痛 太痛了 池田居 你怎么了 另一个窝国人 显然看到了这一幕 这个突然出现的 神秘少年 一拳就让他的同伴倒地不起 这是巨大的震慑 你们这些异族人 还敢在我华国土地上作恶 羽龙脸色很不好看 上一世 他的民族 曾在百年前遭受了一场 巨大的苦难 始作俑者 就是这些窝国人 尽管这一世 华国一直屹立在世界之巅 羽龙心中的异样情绪 却始终存在 巴尬 窝国青年 也没想到形势 会如此之快地发生逆转 大骂一声 紧紧抓住手里的叶米朵 从怀中掏出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架在了叶米朵脖子上 不要过来 刀锋有寒光闪烁 之前还在挣扎的 叶米朵瞬间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一动不敢动 你走不了的 羽龙目光如电 这个窝国人 最多算是经常锻炼的普通人 一举一动 根本逃不过他的目光 巴尬 巴尬 窝国青年脸色暴怒 他们最近迷上了一个 境外直播室 那些特殊的房间里 有着各种恶心的重口味视频 却能让一些 心里扭曲变态的男子 产生极大的愉悦 X房间 想要加入这个X房间 你必须化身施暴者 上传特色鲜明的视频作品 作为进入房间的门票 而叶米朵 就是他们物色的目标 只是没想到 刚刚下手 就遇到了羽龙 直接粉碎了 他们的美梦 窝国青年脑海中的念头 再不断翻滚 他现在只想远离面前 这个神秘的身影 秀 一道尖锐的破空声 陡然响起 一颗拇指粗细的石子 像子弹一般 划过黑夜 打在了窝国人持刀的手腕 咔嚓 一声轻微的鼓劣声音 啊 窝国人捂着手腕一声惨叫 架在叶米朵脖子上的水果刀 瞬间滑落 从周华身上 收到的寸芒之法 羽龙同样练到了大成 混蛋 摆脱束缚的叶米朵 猛然爆发了 让羽龙惊讶的力量 直接一脚踩在窝国人的脚踝 而后一个侧身飞踢 纤细的小脚 狠狠踢在了窝国人脸上 几颗牙齿掺杂着血水蹦出 两眼一翻 直接昏死了过去 差点忘了 这个叶米朵也是舞者天赋啊 羽龙嘴角抽了抽 叶米朵的外表 太具有欺骗性 看上去柔柔弱弱的淑女模样 没想到一爆发起来 却是一个暴力罗力 看着倒在地上的二人 羽龙还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他们既然都是窝国人 自然要整整齐齐 蹲下身看了看脚边 被他打倒的第一个窝国人 他刚刚那一拳尽力 控制了手中的力道 他还真怕一不注意 把这两个人打死 骨子里 他还是前世那个 遵纪守法的良好市民 羽 羽龙 叶米朵此时也回过神来 脸上还残留着金句的神色 还有一种死而逃生的庆幸 他不敢想象自己 如果被这两个窝国人带走 会遭遇什么样的噩梦 之前羽龙背对着巷口 根本看不清肠 什么样子 直到现在走近 叶米朵才发现 竟然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叶米朵很惊讶 同样是五颗天赋 他在面对这二人的时候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而羽龙 却可以轻松镇压二人 啊 不过是趁他们不注意偷袭罢了 羽龙摆了摆手 他心里有数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 惊世骇俗的力量 叶米朵 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还想继续追问什么的时候 突然从巷口 传来了一声焦急的呼喊 米朵 一个身穿 练功夫的中年男子 大步走进了小巷 这是高手 在中年男子出现的瞬间 衣服之下 羽龙浑身的汗毛 都猛然榨起 在他的感知里 中年男子身上的气血 熊熊燃烧 气息狂暴炙烈 让他忍不住 后退了三步 暗自运转霸道呼吸法 稳定气息 同时将自身的气血波动平息 这是他摸索出来的逆袭之法 整个人的气质 顿时如同蒙尘一般 再加上普普通通的外貌 存在感无限降低 和路边擦身而过的路人甲 没有丝毫去别 爸 叶米朵看到来人 心中的惊恐 愤怒 委屈一股脑的全部喷发出来 猛地钻镜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 乖 不哭 爸爸一看到 你的紧急呼叫 就赶过来了 还好没有出事 中年男子也是一脸的后怕 无论他平时掌握多大的权柄 在女儿面前 也只是一个父亲 扑在父亲怀里 放肆哭了一阵之后 叶米朵抬起头来 爸 今天多亏了我同学羽龙 要不然你可能就 再见不到你的宝贝女儿了 看到宝贝女儿的情绪 恢复了过来 中年男子也是松了一口气 到达现场的第一时间 他就已经洞察了一切 这两个人 只是普通人 要真是修行界的人 也绝不敢对他的女儿不利 羽龙同学 多谢你了 中年男子目光真诚 他的爱人 在深夜迷朵的时候早亡 这个女儿 就是他的全部 今晚幸亏羽龙出手 否则他不敢想象 失去女儿的一幕 不客气 既然您亲自来了 那就劳烦再报个警 把这两个人 带回去调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动静 嗯 这个是自然的 不过就不麻烦警察了 中年男子 拨出一个电话 声音冰冷 直接对着电话那头命令道 是我 你现在马上过来处理点事 挂掉电话之后 中年男子声音 又变得客气温和 我还没自我介绍 我叫叶峰 叶峰 羽龙眉头一挑 误成叫叶峰的人也许很多 但是能够有如此高的武道修为 做派之间 如今已止气势的上位者气派 恐怕只有一个人 昆蓬武道馆的副馆长 哪怕沉稳如羽龙 此刻心中也忍不住疯狂吐槽 这是什么隐藏属性 百分百就大人物独生女 第十四章 改良最强者的法 当今世界 武道修行者数以一人计 武者九品 一品一重天 在最高处的九品武者 全球有数百人 光是华国就有数十 这些九品武者的排名 先后更是众说纷纭 很多人一生都未曾碰面 无法得到人人幸福的答案 但是最强的两人 却是是所公认 华国军部总教头 严小小 昆蓬武馆创始人武王 都是华国武者 虽然同样是九品武者 他们的实力 却早已超越其他九品武者 他们都曾有一人 独挡十数名九品武者的战绩 实力惊世骇俗 被世间武者所共尊 昆蓬武道馆遍布华国 武城之中的武道馆长 则是八品武者张仓 但这些实力派馆长人物 轻易不会露面 他们都是武城的最上流人物 武馆通常是由副馆长负责管理 叶峰就是武城昆蓬武道馆副馆长 七品武者实力 掌管昆蓬武道馆的日常运营 手握庞大的资源 地位显赫无比 这是自己的一个机遇 羽龙272年的脑狱 开始飞快转动 他一直是自己一个人独自修行 闭门造车不可取 他本来准备是 考入武学院之后 再去了解修行界 现在 他提前有了一个机会 小兄弟 这次很感谢你 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可以随时找我 叶峰笑得有些含蓄 在武城这片土地上 我还是可以帮你解决些小问题 您是昆蓬武道馆的夜馆长吧 为了以防万一 羽龙直接开口确认道 哦 叶峰有些诧异 你认识我 不认识 羽龙坦然道 只是我知道的 在武城叫叶峰的 就只有您了 有意思 叶峰开始对羽龙有些好奇了 听米朵说 你也是五颗天赋 不错 这两个人都是你制服的 其中一人是一击倒地 另一人还运用了暗器手法 不愧是老牌的武道强者 寥寥两眼 就到推出了羽龙出手的全过程 你这些手法 都是在哪里学的 你的气血 也不止石斗了吧 这些手法 尽管在叶峰眼中 还有些稚嫩 但也绝不是普通的 高三五颗天赋学子 能够掌握的 这是因为教育局周局长的缘故 羽龙严谨一概地 把一个月前中云山上的事情 简单地复述了一遍 这些都是有证可查的 这也是他显露出 部分实力的底气所在 受到教育局长的特殊关照 修为上一点起色都没有 那也太不正常了 原来如此 叶峰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在舞者圈子里 也传得很广 只是羽龙的名字 几乎不被人提起 反而是理学天才张明磊 声明更胜几分 叶管长 我想再刻余时间 来昆蓬舞道馆做助教 羽龙郑重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昆蓬舞道馆中 聚集了物成最多最优秀的一批舞者 羽龙想要走进这个圈子 可以 叶峰沉淫了片刻 你明天放学来舞馆报到吧 我按全职助教给你发工资 一个月一万 月薪一万 对于物成的普通人来说 已经是高薪 但对于舞者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这里你不用管了 我会找人来收拾 早点回去吧 叶峰摆了摆手 女儿没出事 后续示意她自然会处理妥当 看着面前少年的背影 不知道为什么 尽管在她身上 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的气血波动 但她依旧觉得这个少年 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这种感觉很玄妙 就是一种冥冥中的直觉 这个少年很不反 弥朵 你和这个羽龙高中三年的同学情谊 还是很珍贵的 更何况 人家还救了你 此言一出 叶弥朵都忍不住抬头 看了自己父亲一眼 忍不住犯嘀咕 自己老爸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这可不太符合她平常的风格呀 作为华国最大的连锁舞馆 昆蓬舞道馆 位置很好找 就在物成的市中心 距离阳中也不算远 下午五点 学校刚刚放学 羽龙就直奔舞馆 她迫不及待 想要去看看物成其他舞者的修行水平了 只是和她想象中有点不同的是 身边跟着一个少女 同班同学叶弥朵 叶弥朵明显轻车熟路 七转八绕就来到了昆蓬舞馆 舞馆站地很大 二人刚刚走进大厅 就有人迎了上来 弥朵 难得啊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平常不是很少来锻炼吗 迎上来的人 显然认识叶弥朵 轻声调笑 叶弥朵一听这话 顿时红了脸 她平时的确对舞道不怎么上心 每次都是被自己父亲强行带过来锻炼 尤其是上个月文选大典检测出五颗天赋后 自己老爹更是丧心病狂地开始监督她的修行 而她就像逃课一样 尽可能躲着老爹 张姐 我今天是带同学过来办事的 我爸在办公室嘛 我上去找她 小姑娘急忙带着雨龙落荒而逃 舞馆二楼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两边有很多房间 不时有呼喝声在里面乍响 还伴随着密集的击打声 一路上 不时有一些披着毛巾不断擦汗的人 从房间里走出来 有的穿着练功服 有的赤着上半身 浑身肌肉囚结 其中有几个人的实力 让雨龙都感觉到危机感 今天 我爸应该再叫示范课 走廊尽头是一个大厅 房门紧闭 门外还有两个标形大汉守卫 身上气血蒸腾 至少是二品舞者 不过叶米朵没有被阻拦 带着雨龙打开房门 就看到十来个少年围坐成一圈 中间就是副馆长叶峰 人体有大药 叶峰站在中央 身形挺拔如老松 微微散发自身的气血波动 一股凶悍的气质 顿时扑面而来 舞蹈修行 就是对自身潜能的开发 要想打破枷锁成为舞者 前期的通脉至关重要 在座的这些少年 都是高三学子 刚刚踏入舞蹈 对修行充满好奇和憧憬 昆蓬舞蹈馆的课程很贵 副馆长叶峰每年一次的示范课 更是一票难求 能坐在这里听课的少年 家中非富即贵 早已经从各种渠道 对舞蹈修行有了基础的了解 身上的气血 也远比普通人来得强盛 华国规定了 不允许外传修行法 哪怕如昆蓬舞馆 这样的庞然大物 同样不敢违背这个基本方针 但是面对这些未来 注定成为舞者的少年 不妨碍他讲些 修行路上的小法门 通脉没有捷径可走 必须依靠 强盛的气血冲关 我们舞馆创始人 舞王大人 曾经在通脉时 开创了一门法 可以凝聚气血 提高通脉效率 他堂堂七品舞者的示范课 必然是有干货的 什么 舞王的法 在座一众少年都惊了 哪怕最叛逆期的孩子 对舞王这样传说中的人物 都是无比崇拜和敬仰的 机缘 这是巨大的机缘 只要领悟了这门法 就可以把一大半同龄人 落在身后 我爸花几十万 弄到这个名额 我还抱怨是在烧钱 现在看来实在太值了 必须认真听 这可是舞王大人的法 一旦学成是不是代表 我也可以成为 舞王大人那种的大人物 舞王 代表的 就是当今舞道的最巅峰 而此时站在场中的叶峰 突然转过身 看着门口的二人 羽龙 今天你就是我这堂课的助教 找个地方先坐着吧 羽龙很振奋 他没想到 自己来当助教的第一天 就遇到这种情况 舞道至强者舞王所创的法 必然非同凡响 他也明白 这是叶峰对他的特殊待遇 让他可以免费听这堂课 这样的示范课 根本不需要什么助教 这门法是针对气血的凝练 考验你们对自身气血的掌控 你们看我演示一遍 大 叶峰一个响指 指间突然出现一小团红韵 在指间游走 这是气血外放的特征 气血如长河 经脉就是蓝河大堤 当水势越来越盛 自然可以冲开堤坝 叶峰比喻得很通俗 但是当你可以把气血凝聚得更加紧致时 原本冲开这块堤坝 要气血50斗 凝聚之后的气血 只需要30斗就可以 话音刚落 指间的红色光韵顿时一变 凝结成一团 化作锥形的螺旋 猛然刺破空气 发出一声轻微的气爆声 而要做到 将气血凝聚成旋 要注意几个地方 叶峰明显不是第一次讲这个 这门法他已经领悟得很透彻 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将练习过程中的难点 全部讲了一遍 现在 你们开始练习 羽龙脑海中的念头疯狂转动 在叶峰讲解的过程中 他已经在脑海中反复推演 恐怖的理解和领悟能力 让他很快就掌握到 这门法的精髓 加上打破虚空的掌控肉身能力 羽龙很快就将体内的气血 凝聚成旋 他很谨慎 只凝聚了50斗气血 在体内凝聚成一个 小小的气血漩涡 轰然撞向韧脉 哄 羽龙肉身微不可查地一晃 眼中露出了惊喜之色 刚刚这50斗气血 比得上之前100斗气血轰击的效果 一旦400多斗气血 全部凝聚成旋 恐怕可以破开 体内那肩如神铁的韧度二脉 竟然能在通脉境界 就创造出这样一门法 天马行空 惊艳绝伦 不愧是当今的五道最强者 要实现气血成旋 绝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 要不是羽龙有系统制的大杀器 让他气血旺盛 远超在场同龄人 恐怕也难以成功 扫了一眼其他十个少年 他们身上的气血波动 时而剧烈 时而虚浮 这是凝联气血失败的显现 叶峰的这门示范课 只有一个小时 他解答了几个学生的疑问 而后就离开了 他没有想过 会有人今晚就练成 哪怕他在四品五者境界 加入昆蓬舞道馆时 联系这门法 同样花了三天时间 下个之后 众人散去 走出舞道馆这些少年家里 早就安排有豪车在等候 羽龙同学 要不要一起走 走出舞道馆的叶峰妇女 看到了羽龙 不用 我家离这里不远 走回去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羽龙挥手告别 独自走进了夜色 从他身上有秘密开始 他就爱上了自己一人独处 有时念头涌动之间 会想起前世那个身影 只可惜 终云山一别之后 二人再也没有交集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变强 然后赚钱买八真汤 羽龙拉回了跑偏的思绪 今天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门通卖的法门 而且我感觉 似乎这门法 还可以再改进一下 这并不是多么玄妙的法 如叶峰这样的七品舞者 可以轻易练成 只是对于这些舞者 都还不适的少年来说 依旧属于高深的法门 而羽龙272年的脑裕强度 带给了他恐怖的计算推演能力 在舞王所创法的基础上 他想往前再走一步 改良舞道至强者的法 光是想想就有些刺激 第十五章 光明正大的偷学 全球九成都是 没有修行天赋的普通人 剩下的一成修行者中 九成都是舞道修行者 少之又少的学者 如同高贵的哲仙 无论战力还是地位 都隐隐超然 得益于舞者的庞大数量 每个城市里的昆蓬舞道馆 都是生硬火爆 无论是学生还是舞者 都喜欢在这里切磋练习 嘿 哈 一处私人练习室 一个肌肉球节的壮汉 赤着上身 手中拳风交错 在施展一门凌厉的拳法 旁边一名少年眼中神光异矣 牢牢地观察着场中的身影 记下每一招每一事 身体也在跟着微微摆动 陡然间 大汉猛然收拳 对着旁边的少年喊道 长棍 浩哥 你这套七星拳越来越纯熟了 掀起的刚风我都不敢靠近 羽龙笑道 一把扔出旁边依靠在墙上的长棍 稳稳落在壮汉的掌心 哈哈 你这小子 这可是我练了十年的拳 能不纯熟吗 张浩是物城本地的四品舞者 常年在昆蓬舞道馆修行舞道 练习法门 一个月前 昆蓬舞道馆里多了一个助教 有眼力见 总能在他想要什么的时候 第一时间递过来 用起来很顺手 只有羽龙一个人 可以在张浩修行的时候 进入练习室 实际上 作为助教 大多数房间羽龙都可以进去 在这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就观摩了包括张浩在内的五名高手修行 他们擅长的各不相同 拳 掌 腿 兵刃 在这一个月羽龙都有涉猎 他在脑海中 构建了一个有一个的人物影响 每一套法门对应一个虚影 此时 他的脑海中 已经有十多个虚影 这代表了十多种法 脆体十八式 寸芒 通脉之法 七星拳 行义棍 基础剑法 这些法门 很多舞者穷尽一生 都难以炼制大成 却已经被羽龙在反复的观摩中成功领悟 这很惊人 这算不算偷学呢 夜深人静时 少年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 随即又理直气壮地说服自己 我光明正大的看 怎么能算是偷学呢 张浩 你这家伙终于又被我逮到了 陡然间 练习室外传来一名男子的大笑声音 而后练习室的门被轰然撞开 李南 这门你得赔 张浩手拿长棍 双目圆瞪 气势勃发 你这家伙 总是想上门来找打 嘿 这次可不一定 我刚刚有了重要的突破 专门就是来镇压你的 李南默然一笑 眼中同样信心十足 羽龙 长棍 看着两个斗鸡眼一样的壮汉 羽龙心中有些兴奋 再度扔出了一把长棍给李南 这二人是几十年的老乡时 似乎所学习的武技 都有相通之处 经常在这里切磋一二 两名四品舞者的交手 对现在的羽龙 会有很大的出动 他现在就是一个干涸的海绵 即可地吸收着一切 对武道修行有意的东西 轰隆隆 二人施展的棍法 都是同一个路数 两根长棍在天空飞舞 化作漫天棍影 交手的二人 被淹没在其中 若隐若现 羽龙急忙退到一边 二人都是四品舞者中的高手 不是现在的羽龙可以匹敌的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角落 目光如电 死死地盯着二人 尽管实力不如二人 但是以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可以看清楚二人的棍影 藏在袖子里面的手画只为棍 悄悄地练习 脑海中练习这道棍法的虚影 在快速凝食 甚至理解 还在这二人之上 看来李南的确在这套棍法上 有大的突破 羽龙目光一闪 相比于两人十天前的切磋 这一次 李南的棍法明显更加凌厉 招式之间的转换圆润自然 不着痕迹 这样的话 恐怕不出实招 张浩就要败了 张浩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的棍影正在被压制 猛然长笑一声 四品舞者的气血全力爆发 整个练习室顿时一片狼藉 无形的气量汹涌 将角落的兵器架震散了一地 要糟 电光火石之间 羽龙目光一宁 因为张浩的爆发 李南手中的长棍 出现了瞬间的停顿 这是一个破绽 而这个破绽 果然也被张浩瞬间抓住 棍影如同毒蛇一般扑了上来 直接崩飞了李南手中的长棍 哈哈 看来你还是说了 张浩收棍力 嚣张大笑 记住 今天这里的损失 记在你账上 等会还要请我吃火锅 没道理啊 李南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局势逆转得太快 要知道 他刚刚还是牢牢占据上风的 羽龙同样愣了一愣 他刚刚也一度以为 这次棍法上 有了长足突破的李南会赢 除了5G的纯熟程度 能不能稳定发挥 熟练运用更加关键啊 羽龙轻声呢喃着 实战能力 可不是一个人埋头苦练就能成的 看来实战也要提上日程了呀 少年心中有野心 虽然平日里要低调 但自己的真正实力 必须要足够强 扮猪吃虎的前提 你必须是一头虎 不是一只猪 没一会 张浩二人结伴离开了练习室 至于羽龙 自然要留下来 独自收拾现场的一片狼藉 张浩对羽龙的看好 也不过仅限于这个助教用的挺顺手的程度罢了 一起去吃饭 不好意思 一个舞者都不适得助教还不配 关上练习室大门 羽龙拿起一根长棍 在手里颠了颠 为了照顾各舞者的隐私 昆蓬舞道馆所有练习室里 都是没有摄像头的 此时 羽龙的气质骤然一变 整个人像是从沉睡中苏醒的猛兽 啊 口中喷出一口白气 三寸不散 少年身形变幻 手中长棍陡然一动 漫天棍影闪烁 这根长棍在他手中像是身体的延伸 他对这套棍法的领悟 比起张浩二人也毫不逊色 片刻之后 羽龙扔掉长棍 身形一抖 骤然切换另一套拳法 七星拳 练习室中 羽龙身形如龙 又开始演练脆体十八式 一举一动都有风围之声 体内还不时有蛙鸣虎啸 这时肉身筋骨正在被锤炼 难以想象 这是一个连一品舞者都还没有突破的少年 威势惊人 视线上方的系统界面揭示了羽龙现在的实力 气血八百九十三斗 脑欲四百六十七念 灵能 灵 气血九百斗还不是舞者 这简直就是骇人听闻 在这间小小的练习时 羽龙爆发了全部实力 练之憨畅处 忍不住想要仰天长笑 嗯 就在此时 羽龙身体突然一僵 立刻停下演舞 这种感觉 是要突破了吗 羽龙心中突然涌现一股悸动 不行 还不到时候 自从一个月前 学会了舞王的通脉之法 加上日渐强盛的气血 开辟最后两条经脉的进展很大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 羽龙体内的第一道枷锁 越来越清晰 发展到现在 只要羽龙一个念头 随时都有可能崩碎 根本不需要鼓荡气血去冲击 虽然任脉已通 但都脉只通了三分之一 现在还不是晋升舞者的时候 凭借强悍的脑欲强度 羽龙把这股突破的悸动压制了下去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感觉到突破的奇迹了 但是他的野心很大 在突破舞者之前 必须要打通全部经脉 住就无缺的根基 第十六章 真正的男人 晚上八点 孙杨下班了 他是三品舞者 从学院毕业之后 不想离家乡太远 所以拒绝了进入军部的机会 回到悟城 在昆蓬舞道馆应聘 成为了一名三品教练 他这个三品舞者 并不会教授真正的舞者 只是作为一种简历 更容易吸纳到那些不差钱的土豪 来报他的课罢了 他的工作就是带领这些 没有修行天赋的普通人 进行一些日常的锻炼 时不时展示一番自己的舞技 让他们不断续飞就可以 孙杨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轻松 安逸 尽管一辈子就此看得到镜头 少了几分精彩 却也可以远离很多恐怖的危险 今天回去给家里的浑小子 带点什么礼物呢 孙杨想起家中那个粉嘟嘟的可爱儿子 嘴角忍不住地上翘 哄 就在此时 一旁突然出现了一道 带着熊猫面具的神秘人影 一拳朝着孙杨猛然轰出 什么人 来人似乎并不想掩饰什么 动作十分暴烈 孙杨已经很久不曾遇到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法治社会 尤其是都市之中 法律的效力可以约束绝大部分人 砰砰砰 夜色之中 两人连对数拳 孙杨目光惊讶 通过交手 他感觉来人的实力和他不相上下 应该也是一名三品舞者 自己这段时间没得罪什么人啊 孙杨神色凝重 不知道这个神秘身影的目的 他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他甚至能听到 这人体内的气血 如浪潮般鼓荡的声音 哼 我还怕你不成 孙杨一声冷哼 尽管在雾城享受了几年安逸 他的舞蹈修为 却也没有放下 他能感觉到 面前的神秘人实力 应该和自己在伯仲之间 一些招式的转换上 还有明显的破绽 果然 不过片刻 孙杨抓住神秘人的一个破绽 猛然爆发 霸道的全境 直接落在了神秘人身上 神秘人连连后退 都直接崩碎 好高明的谢立法门 孙杨眼角挑了挑 摸清了神秘人的虚实 他心中有了不少的底气 再来 神秘人的声音很沙哑 但出乎孙杨的意料 生生受了他这几拳 似乎没有什么大碍 身形稍微一顿就扑了上来 月色斑驳 映照在二人身上 熊猫面具身上的气息 不降反增 施展出另一套炙烈的拳法 拳法刺骨 笼罩了孙杨 这是什么路说 孙杨神色微变 这股权益霸道灵力 让他浑身汗毛直立 砰砰砰 转眼之间 两人交手了数十个回合 舞者之间的近身搏杀 完美地诠释着暴力美学 拳拳倒落的力量碰撞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要是把这段交手 录给学员们看 恐怕明年的学费 我可以再涨一大捡 此时激战正憨 孙杨脑海中 却冒出了这个无厘头的想法 而随着二人交手的时间越久 孙杨眼中的惊骇就越浓 他切身感觉到了 面前这个神秘人的进步 每一招每一世 都肉眼可见的变得老辣 原本他可以轻锋压制的局面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这就是真正的舞者之战吗 一直沉默的神秘人 默然开口 原来是这样 神秘人气势在长 几门法交替施展 不再拘泥于套路 而是融会贯通 无缝切换 孙杨根本防不胜防 哄 神秘人的拳风 直接落在了孙杨胸口上 孙杨脸色大变 神秘人的每一拳都势大力尘 可以比得上他的权力一击 他又没有什么高明的泄力法门 只能生生承受 这股距离 直接将孙杨先飞 撞到一棵大树 但让孙杨意外的是 这股距离并没有让他重伤 只是搅乱了他的气血 半小时内 恐怕都难以平复 无法发挥实力 与此同时 神秘人马上转身就走 没有丝毫闲花拉家长的意思 转身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喂 你是谁 孙杨明白 这个熊猫面具 但自己走在半路上 莫名其妙被揍一顿 造成的心理阴影很大 你就这样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孙杨眼中竟然生起了一丝怨念 似乎这个神秘人 是个提起裤子就不认账的渣男一般 哪怕已经走出数百米远的神秘人 也感觉到了这种怨念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孙教练 对不住了 此时的神秘人声音不再沙哑 反而是带着几分稚嫩 分明是一个少年的神仙 取下熊猫面具 赫然就是羽龙 他花了一个月在昆蓬舞馆做助教 学到了很多门灵力的法 现在他要用实战来将这些法绒会贯通 形成真正的战力 今晚就是牛刀小事 孙杨是他物色已久的对象 一个三品舞者 气血实力和他相差不多 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对手 太强或者太弱 对他都起不到作用 第二天 孙杨神色如常的去舞道馆上班 对昨晚的遭遇丝毫不提 作为教练 面子是很重要的好吗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几天 悟成的昆蓬舞馆三品教练们 在下班路上 纷纷开始遭遇到自己的噩梦 丢脸 实在是太丢脸了 一群三品舞者 脸色铁青地聚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开诉苦间 实施大会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咱们昆蓬舞道馆的脸面 都要被抹黑 可恶啊 要是让我知道 那个人是谁 我一定要把他的眼眶 吹得乌黑发亮 一个脸上挂着两只熊猫眼的舞者 咬牙切齿地开口 要我说 咱们就给馆长汇报一下 让馆里派高手去会会那个熊猫 不行 这样的话 咱们在整个八省的舞蹈馆内部 都要出名 有人立刻反对 我们这么多人和他交手过 可以知道 那个人的气血波动 也是三品舞者 这次咱们一起下班去会会他 咱们这些人里 不是孙杨 还没有被那个人找上门吗 今天 咱们就跟在孙杨后面埋伏 一旁一直没开口的孙杨文言一愣 心中忍不住付费 谁说我没有被那人揍过 明明我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人好吗 但是 作为三品教练中 最后一个没被熊猫面具找上门来的人 众人会觉得 在那人眼里 我是最强的吧 在这种莫名的虚荣感中 孙杨始终没有提起 自己那一碗的遭遇 大不了再被揍一次 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 天大地大 脸面最大 第十七章 花钱逃打 这个星期 羽龙的生活很简单 每天放学之后 去昆蓬舞馆当助教 下班之后去赌人 羽龙已经把整个舞馆的三品教练 挨个赌了一遍 自身实力在一次次交手之中 被打磨得越发凌厉 以前都是一个对手 被三品高手围攻 感觉很刺激啊 还是这个熟悉的地方 羽龙半躺在一棵老树的树棺上 低声呢喃着 今天白天上班的时候 他听到了那群三品教练的密谋 现在 他面对一个三品舞者 已经游刃有余 他想知道 面对一群三品舞者 他是否能赢 复仇的怨念驱使下 他们并没有让羽龙等多久 片刻后 他就看到了孙杨 以及后面那若隐若现的人影 羽龙身影直接飘落下 直接笼罩了孙杨 没想到你还有勇气 哼 少废话 孙杨直接粗暴地 打断了羽龙的开场白 他不能让羽龙暴露出 自己是第一个挨打的这件事实 这段时间 你一直针对咱们昆鹏 舞蹈馆的教练 就让我 三品教练中的最强者 孙杨 来给他们报仇吧 什么鬼 羽龙有些无语 这个孙杨是得失心疯了吗 还是说在这个星期 实力大尽 再度挣脱枷锁 突破到四品舞者了 明显没有啊 羽龙467年的脑郁强度 可以轻易感知到孙杨的境界 依旧是三品舞者 气血在三品舞者中 都算不上强势 第四道枷锁 坚如牢笼 叫他们都出来吧 羽龙声音沙哑 气机延伸过去 将远处几人牢牢锁定 嗯 孙杨闻言一惊 他没想到这个神秘人 已经洞悉了一切 哼 羽龙延伸过来的气机 顿时让埋伏在后面的几人 大为恼怒 气机同时锁定 这是对他们的蔑视 简直就是第二次打脸 做人不能太熊猫 众人脑海中 闪现着被熊猫人惨虐的痛苦回忆 眼中的煞气 不由得浓郁起来 这才是他们今天的目的 埋伏这个 让他们咬牙切齿的熊猫人 痛揍一顿 以发泄心中怒气 我知道 你们是来找我报仇 面具之下 羽龙目光微微闪烁 默然开口 但是你们这么多人来 我也很怕 一旦打起来 只能赶紧跑了 羽龙此言一出 急了起来 他们之所以 远远掉在孙杨后面 就是担心 一旦提前被这个神秘人发现 会直接惊跑他 那样的话 众人吹这么久的冷风 不是就白费了吗 不过 似乎感觉到了众人的心急如焚 羽龙话音一转 我也不是 一定要跑 你们既然想来 找我报仇 我也不能白和你们打 这样吧 十颗气血单位堵住 赢了的话 气血单归我 否则的话 我数不奉陪 成为舞者之后 生命层次 已经发生了跃迁 普通的金钱对他们来说 很难再有吸引力 很多宝药神兵的价格 也在难用金钱衡量 所以舞者之间 更多的会采取 以物易物的交易手段 气血单 每一颗都蕴含30斗气血 原则上哪怕是 九品舞者阶段 此物都可以产生作用 所以这也是舞者之间 永不贬值的硬通货 放到市场上 一颗气血单 可以卖到20万 还常常有价无市 几人也是沉默了 孙杨他们一共5人 相当于每人要出40万 这是他们小半年的工资 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但也不会伤筋动骨 我答应了 五人之中 一个镖形大汉怒哼一声 他环顾四周 看着另外几人 你们不会觉得 他真的可以把我们五个人干翻吧 身为舞者 这点胆气都没有了吗 王哥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这么多钱啊 有人很为难 他们的工资很高 但是花销同样惊人 我这里有一百万的积蓄 你们每人再转我25万 剩下的后面 发了工资再还我就可以 嗨嗨 我只要气些单 羽龙站在远处突然开口吗 他可不敢让几人转账给他 那无异于告诉他们 自己就是那个每天 和他们一层楼上班的小助教 哼 今天过后你会知道这种盲目的 自信有多可笑 标形大汉是几人之中 实力最强的存在 饶势羽龙也费了一番手脚 才胜过他 我已经在天下第一楼下订单 加击快递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 天下第一楼 是舞者的网上购物平台 全球联通 是堪比前世马爸爸的存在 现在 这个小时里 我要打得你轻爹都认不出来 来吧 这个星期以来 因为灵能已经全部用光 体内气血的增长速度 顿时从方程式赛车 变成了破牛车 这让羽龙很不适应 不过 通过打磨自身的5技 将十多门法完全掌握 羽龙的战力 同样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蜕变 哄 羽龙一声长笑 身形横冲直撞 主动冲进了5人的中心 我说到做到 拳头下面见真杖 孙杨5人眼中 也爆发出浓浓战役 一个人不是对手 难不成5人连手 都还不敌吗 5个三品舞者 甚至可以逆罚4品 砰砰砰 5个三品舞者的 围攻给羽龙造成的压力很大 他必须集中全部精神 羽龙身形如龙 在5人之中辗转腾挪 强大的脑欲时刻 掌控着每一个人的动态 总能在千军一发之际 避开几人的攻击 这也是羽龙在连续的实战中 发掘出脑欲的妙用 深周一丈 他可以明察秋毫 有破绽 5人并不是常年合作的舞者 实力强弱不一 第一次配合 并不能做到天衣无缝 羽龙神目如电 发现了其中的疏漏 左手高举 化作遮天大手 带着千军俱立 轰向了露出破绽的孙杨 孙杨神色大变 相比5天之前 这个神秘人的威势更强 这一掌他不敢应接 但他不能退 5人此时的气势合一 如日中天 只要稳住 完全可以镇压这个神秘人 孙杨眼中有火焰沸腾 他不会退一步 碰 可惜 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 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全掌相交的瞬间 一股霸道的净力轰入孙杨体内 气血暴动 身形 直接被这股距离先飞 这是羽龙根据五王的通败法 得到的灵感 将净力 如同气血一般凝聚成玄 一百斗气血 可以发挥出二百斗的爆发力 这是惊人的增幅 这意味着羽龙八百多斗的气血 可以爆发出一千七百斗的战力 一举跨过三品五者 到四品五者的天谦 只是这种 法极度考验 对净力的掌控 只有羽龙这样 脑欲强度数百的妖孽 才可以在实战中慢慢掌握 这是可以越阶而战的杀招 一旦攻之于众 可以震惊世人的法 来到这个世界 两个多月时间 羽龙也曾经在网上查询过 脑欲强度 到底是什么 却没有找到 哪怕直言片语 似乎这是修行路上的未知领域 从不曾被记载于史 这一推 五人的围攻出现缺口 合一的气势顿时被破 羽龙如同蛟龙声渊 气势大涨 口中连连发出长笑 手中法门无缝切换 双臂如龙像 携带着无匹的距离 这是气血层面的绝对压制 将其余四人一一击破 哄 随着羽龙一个贴身靠 标形大汉 直接被掀翻丈远 撞在了一棵大树上 挂了数秒之后才掉落下来 打人如挂画 羽龙对境的理解运用越发深刻 而等到这一切尘埃落定 时间才刚刚过去十五分钟 呼 面具之下 羽龙长出一口气 体内躁动的气血 缓缓平复 在最后关头 他收了力 如果全力而出 一拳打出 一千七百多气血之力 恐怕几人会鼓断经折 半条命都要丢在这里 你真的是三品吗 标形大汉 脸色发白 他无法接受自己五人 围攻都败了 羽龙最后一拳 将他震的双耳发萌 全身筋骨肌肉 像是散了架一般 好一阵才缓过来 三品 羽龙沉默了片刻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实力该怎么界定 算是吧 这次几人受的伤 都要比之前更重 坐在地上调吸体内气血 说到底这只是一场 切磋交手 而非生死厮杀 胜负一分 大家还能坐下聊聊天 虽然羽龙 只是沉默地坐在这里 不发一眼 天下第一楼 一个小时过去 果然一辆快递小车 驶了过来 一个穿着黄色马甲的小哥 跳下车 请问哪位是黄杰 快递需要签收一下 我是 靠着树干调息的大汉 无奈开口 尽管有些诧异 深夜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快递小哥却没有多话 只是按程序 验明了身份之后 交接快递 多谢了 一直沉默的羽龙 默然起身 从黄杰手中 拿走快递 不发一眼 走进了夜色之中 现在很晚了 他得早点回家 不然老妈和妹妹又要唠叨他了 几人对视了一眼 孙杨脸色有些苍白 迟疑着开口 今天 我们是 花钱讨了一顿打骂 第十八章 我还是从前 那个少年 中云山脉 横卧整个雾城 绵延数百里 除了山脉外围 已经被开发成旅游区 定期有官方安全小队 负责清理 再往里面走 则是妖兽的栖息地 普通人的禁区 这个世界 除了人族觉醒了修行文明 其他生灵同样得到了上天眷顾 可以修行通灵的法 1500年前 为了争夺这个星球的主导权 爆发了一场恐怖的战争 那是一场决定地球上人族的存亡之战 所有国家抛弃了偏见和诉仇 集合人族之力和数量 肉身天赋 都远超人族的妖兽绝力 这一场战争旷日持久 演化成了一场浩劫 无数人族天才崛起又陨落 直到千年前 三尊人族圣人横空出世 以决定的修为横推当世 联手走到妖兽皇者的宝座前 镇杀兽皇 将妖兽赶进 无尽海洋深处 还留在陆地之上的妖兽 也被人族压制 充当魔力后代的魔刀石 中云山是八省境内最大的一条山脉 深处有无数妖兽在潜伏 这也是羽龙选择 魔力自身的下一站 进入中云山 一边打磨自身修为 一边狩猎妖兽 去卖个好价格 至于那十颗气血丹 已经被羽龙全部转化为灵能 这是系统的逆天之处 再次得到体现 武者服用气血丹的过程 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吸收 三十斗气血能吸收 炼化二十斗 就算天赋惊人 而系统却可以百分百炼化 调出系统界面 气血 910斗 脑狱 467念 灵能 300 这是羽龙现在的全部实力 今天是周六 羽龙这两天进山打算尝试 将独卖最后一小节彻底打通 在山脉中找一无人处 悄然突破 毫无顾忌地进阶一品武者 因为历史上曾有记载 有些天赋惊人修行者 在突破十天地有感 会有惊人的意向 彰显自身的不凡 尽管所有记载于史的 都是理学天才 最后都是那个时代的最强者 镇压一个时代 让无数同时代的天才黯然失色 但羽龙对自己同样有强烈的自信 他必然可以打破武者的天欠 逆法理学天骄 未来必将无敌 所以现在 他不希望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寻找隐秘之地 悄然突破 时隔两个月 羽龙再次踏进中云山 走进这片原始森林 仿佛瞬间从繁华都市 踏进了另一个世界 这里弱肉强食 强者生 弱者死 是赤果果的丛林法则 戴着标志性的熊猫面具 羽龙身形在林间穿梭很快 目光如电 防止突然有什么东西 从旁边冲出来 深入无人区十里之后 羽龙目光一闪 他感知到前方有一团 熊熊燃烧的气血火焰 前方的树下 有一只灰熊在小气 身上妖气蓬勃 是一只二品妖兽 自己这是和熊有什么仇什么怨 羽龙忍不住笑了 可以先拿你练练手 同阶之休 得天独厚的妖躯 让妖兽对舞者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尽管羽龙对自己很有信心 却不介意循序渐进 毕竟这不是玩笑 哪怕你天资傲视万古 一旦生死盗销 一切成空 死去的天才 一文不值 羽龙身形 从阴影中走出 站在这只灰熊面前 上下打量 也不知道 你和两个月前那两只灰熊 是不是亲戚关系 随着羽龙的靠近 本来趴在地上 惬意小气的灰熊 像是触电一般被惊醒 吼 突然走出的这个直立生物 让灰熊有种 遇到天敌的危机感 羽龙的气血波动太炙烈了 灰熊发出不安的嘶吼 想要警告这个 生物马上离去 羽龙却丝毫没有这个意思 眼中战役生疼 跃跃欲逝 和物城之中 与孙杨等人的交手不同 和这些妖兽厮杀 一旦开始 必然是不死不休 没有点到极致的说法 哼 羽龙率先出手了 一出手就是全力一击 瞬息之间 就调动了全身气血 气血成弦 尽力翻倍 无匹的距离 朝着灰熊轰杀而去 这一拳 可以比你四品五者 好 野兽对危机的感应 比人更加灵敏 灰熊猛然站起身 胀高的熊躯妖气弥漫 朝着羽龙扑来 带着一股浓郁的血腥气息 他刚刚是进食 完毕在休息 这只灰熊 在二品妖兽中 都是站在食物 炼顶风的存在 妖气弥漫而来 羽龙感觉身体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沉重了起来 这是妖兽特有的能力 以妖气 形成自己的场域 压制修为不如自己的生灵 可惜 他遇到的是羽龙 拳风如龙 直接破开 笼罩全身的妖气 相比灰熊人头般大小的熊掌 羽龙的双臂 显得迷你精致 却携带巨大的力道 落在灰熊身上 碰 羽龙眉头一皱 接触的瞬间 他感知到自己的尽力 被灰熊厚实的皮囊 直接抵消了过半 但他一拳有千军力 哪怕剩下一半 也不是二品妖兽 可以轻易截下的 灰熊硕大的妖躯倒飞 把一个环抱大树 拦腰撞断 好家伙 妖兽的身体素质 真是让人羡慕啊 羽龙甩了甩手腕 哪怕孙杨 那些三品五者 接我这样一拳 恐怕五脏都要碎脸 结结实实 受了这一拳 灰熊竟然没有直接倒下 只是嘴角有鲜血的流淌 好 少年的强势一拳 让灰熊 似乎遇见到自己的结局 忍不住发出凶利的嘶吼 腥风扑鼻 带来的杀气 让羽龙都动容 他终究还是一个少年 两个月之前 更是另一个世界机 都没杀过的好青年 可惜 在这样的世界 踏上了修航路 注定不能 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 羽龙对此早有觉悟 他从不认为 那些高高在上的强者 就是性子甜淡 每天坐而论道 哼 大道要争 踏上修行路 就是要与天争 与地争 与人争 羽龙低声呢喃着 只有自己可以听见 你不争 也会有人来和你争 不争 就是死 也许等他实力强悍到 灌绝世间的那一天 才能真正做到 与世无争吧 要想与世无争 只有让世间 无人可与我争 少年一字一句念叨 隐隐有大道之声轰鸣 他要做当事无敌 杀 羽龙眼中神光暴闪 他没有选择退避 而是直接硬钢 灰熊的熊掌 发出刺耳的破空声 力道之大 同样可以给他造成巨大的威胁 这种厮杀每一秒 都必须紧绷心弦 集中全部精神 他感觉自己的心神 在发生某种蜕变 生死之间 有大恐怖 也有大机缘 当羽龙站在灰熊尸手旁边 俯看着被打烂的灰熊头颅 心中不仅感慨万千 两个月之前 他在中云山上面 被一头妖兽都不适的灰熊 只能狼狈奔逃 如今 一头二品妖兽 却倒在自己脚下 他的实力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蜕变 此时 羽龙身上杀气肆意 之前的他 如同是住在层层保护的象牙塔中 尽管安全 却不自由 而如今 他从繁笼中走出 没有任何条条框框 必须独自面对 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却也拥有无限的自由 这种感觉 很舒服 他发现自己有些 喜欢上这样的生活 这种厮杀 非但没有让他紧张 反而热血奔赏 少年站在林间 突然陷入了自我怀疑 难道自己骨子里 不是一个 五讲四美的好青年吗 第十九章 史上最强一品 在进山之前 羽龙已经在昆蓬舞道馆 领到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他把这一万块钱 全部花了出去 在天下第一楼 买了一把金刚匕首 和上百颗钢珠 天下第一楼 是触角遍布全球的组织 从事修行者 能想到的一切经营活动 同所无期 就是玄幻版的马巴巴 妖兽的身体强度 真是让人羡慕 哪怕灰熊已死 羽龙用匕首破防 都有些艰难 羽龙眼神发亮 吸收天地灵气多年的妖兽 可以说全身都是宝 可以卖出很高的售价 但羽龙孤身一人 只能选择把灰熊身上 最值钱的取下带走 大半的熊躯体 只能让其扑施荒野 沦为其他 路过妖兽的口中餐 羽龙手上的动作 更快了几分 把最珍贵的熊胆 熊皮和两只熊掌 切下后 小心包好 可惜了 我没有张明磊那样的渠道 只能卖给天下第一楼 羽龙有些遗憾 直接被天下第一楼收购的价值 要打三成的折扣 这些东西 本来价值两百多万 只能买一百五十万 他其实还有一个选择 少年脑海之中 闪过一个倩影 两个月前就在这座山脉里 他第一次承受的屈辱 到底还是可怜的自尊心在作祟啊 抹去脑海中的念头 少年转身升起一堆篝火 他今天就吃了早饭 进山这么久 还有一场激战 现在也已经鸡肠碌碌 切下熊躯上一大块肉 架在火上烧烤 不过一刻钟 一股清香 就从飘进了羽龙的鼻子 灰熊作为二品妖兽 一身妖躯被日月精华冲刷 早已没有了任何杂质 烤出来没有一点血腥之气 飘香四溢 比羽龙吃过的任何大餐 都要美味 少年伸手抓起这块熊肉 直接开吃 熊肉入口即化 化作浓郁的气血精脆 被羽龙的肉身瞬间吸收 好 羽龙现在正式处在突破的关键时期 急需摄入能量 吞进肚子的熊肉 很快被消化分解 转化为气血 补充它的消耗 感受到体内升起的热流 羽龙畅快大笑 这些血肉进化 滋养体内每一处骨骼经脉 化作它的五道根基 这块肉至少有二十多斤 不过片刻 就被羽龙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中间的大骨 羽龙没有停顿 化作饕餐 又从熊躯上切了一块 大块朵骨 没有多久 羽龙面前已经有五根熊骨 一小半的灰熊肉 已经进了无节肚皮 这可是二品妖兽一半的血肉精华 短时间摄取这么多 一般的二品舞者都承受不起 爽 羽龙也感觉体内现在热得厉害 浓郁的气血精华在体内乱窜 浑身大汗淋漓 这是外泄的精气 如同他将灵能转化为气血时 一次也不会超过四十斗 就算如此 暴涨的气血 还需要好几天才能彻底掌控 现在短时间摄入的气血精华太多 已经超出了羽龙现在的肉身极限 锁不住的过剩精气 不断外泄 不过羽龙也不心疼 反正他也带不走 不吃就是浪费了 能留住一分是一分 外泄的精气 正好用来冲刷肉身 将根基彻底打磨圆满 临终 羽龙开始演练脆体18式 激发身体潜力 尽可能多吸收一分 体内的气血在躁动 羽龙心无旁骛再次演武 锤炼肉身 思绪又回到了 刚刚和灰熊的那一场激烈搏杀 随着羽龙越练越投入 手中的拳风也是越发射人 风雷激荡 和以往不同 他还将这一战中感受到的惨烈与暴力 全部融入了权益之中 这套脆体18式气象顿时不同 经过这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厮杀 羽龙的气质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蜕变 羽龙沉浸在练拳之中 一边进食灰熊肉 一边练拳消化 直到正午时分 阳光正烈 洒进了灵间 温暖的阳光照在他脸上 让他从练拳状态中 缓缓清醒了过来 念头感知己身 羽龙忍不住仰天长笑 他用了三个小时 吃掉了大半的灰熊肉 尽管其中蕴含的气血精华 大多流失 但依靠让他的身体强度 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羽龙体内的多脉最后一截 也已经被炎舞过程中 激荡的气血冲开 现在羽龙体内 十二脉全通 这就是传说中的 通脉大圆满吗 平复体内沸腾的气血 羽龙双目微合 此刻那第一道夹锁上 已经满是细密的裂纹 他甚至有种错觉 自己只要呼吸稍重一些 这道夹锁都会直接破碎 不行 必须找一个隐秘的地方 羽龙眉头皱起 他竭力压制着 这股突破的悸动 但他这次根基已经圆满 突破无法阻止 他心有所感 自己铸就了无敌的根基 突破之时 必然不会平反 羽龙身形如垫 在中云山中急奔 没一会 就找到一个洞穴 随手甩出一把钢珠 将洞内的一品妖兽 连惨叫都发出一声 直接被打成了筛子 寸芒之法 以羽龙如今的实力 以寸芒之法甩出的暗器 可以瞬间秒杀一品妖兽 从洞口旁边 搬来数块巨石 堵住洞口 刚刚做完这一切 羽龙体内就传来一声 轻微的碎裂声 枷锁 破了 人族 世间万灵之长 中天地之灵袖 运万物之精华 得天独厚 也因此受天地所度 生而有九道枷锁 禁锢己身 面对这九道枷锁 无者走的路 就是壮大己身 将禁锢撕裂 这些禁锢的枷锁 肉眼无法看到 最先进的科学仪器 也无法检测 唯有修行者自身 可以感知 清晰可见 每撕裂一道枷锁 自身就会发生一次蜕变 五者九品 一品一重天 随着枷锁开始碎裂 羽龙体内 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此时 羽龙周身都在绽放荧光 那神秘的枷锁 带着璀璨的光辉 不断地裂开 慢慢地瓦解 不能再禁锢人体原本的力量 轰隆 最后 像是山红爆发 又如怒海倒卷 第一道枷锁 在一瞬间全面崩开 化成炙热的能量光束 弥漫全身各处 盘膝在地的羽龙周身 猛然金光大放 虚空中演化 其内是无垠的荒凉大地 赤地千里 有十日悬空 天际有恐怖黑色的雷霆划过 撕裂虚空 有从时空镜头走出的神秘生物在长啸 天外陨石群坠入大地 引发无尽浩劫 放眼望去 竟是末日景象 那色彩璀璨的枷锁 是先天神秘能量化成 虽然被称为枷锁 但也是突破的根源所在 正是撕裂了它 使之反补全身 这才引起人体的蜕变 破 难怪五道真解中提到 在通脉境界的积累越深刻 突破第一道枷锁时 获得的好处就越大 羽龙眼中神光暴闪 第一道枷锁迸发的能量极强 在体内化作浩瀚的能量体炼 少年的肉身 沐浴在爆发的精纯能量之中 不断蜕变 它整个人开始弥漫出 玄妙的能量波动 向着山林中扩散 这个过程只有一瞬间 一羽龙为中心 方圆石里 都被笼罩在这股波动之中 所有生灵的神魂 都微微一颤 哪怕是远处路过的 一只武品妖兽 这是一股玄秘的能量 虽然只出现了一瞬 其本质极为不凡 可以影响到所有生物 让它们灵魂战力 忍不住跪拜沉浮 这个过程很长 等羽龙的突破完全结束 已经是傍晚时分 虚空中显化的意向 也缓缓消散 睁开双目的羽龙 下意识掉出系统界面 气血 2500斗 脑欲 1000念 灵能 300 暴涨 绝对的暴涨 这次突破 带给羽龙的势质的改变 气血直接暴涨到2500斗 很多四品舞者 停留这个境界 很多年 也只有这个气血强度 气血比肩四品的一品舞者 一旦传出去 无数舞蹈大人物 会被惊动 哪怕少年时的舞王 也不曾有如此恐怖的过往 更重要的是 从来只能依靠灵能 才能增加的脑欲强度 都翻了翻 脑欲1000念 似乎达到了某个神秘的欲值 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羽龙双目死死盯着面前的 一颗小小石子 随着精神的集中 这颗石子 竟然缓缓得到颤抖起来 片刻后 更是直接悬浮了起来 尽管只是极小的一颗石子 却依旧代表着一种恐怖的能力 欲物 以精神力量影响物质世界 一旦以后被无限强化 是不是代表 可以如同传说中的 剑仙一般遇见而行 肉身凌空 那代表着宗师境界的恐怖存在 底牌 这绝对是最大的底牌 羽龙此刻兴奋的身躯都微微颤抖 哪怕五王都不曾可以踏空而行 这种能力是禁忌 在实力可以自保之前 只有生死之际才可以使出 不能留下任何活口 而随着羽龙心绪澎湃 精神无法集中 玄空的石子顿时掉落 一切都像是从未发生 第二十章 山脉一变 啊 快跑 学长 救我 畜生 和你们拼了 洞穴之中 羽龙狂喜的心神刚刚平复下来 就听到洞外传来隐隐约约的嘶吼声音 有人的 也有兽的 什么情况 羽龙眉头紧皱 他刚刚突破 此时的战力 可以比肩四品五折 这在悟成 已经是中流砥柱 也让他底气大增 碰 手掌 按在面前的巨石上 气血微微鼓荡 堵住洞口的几块巨石 直接被崩飞 巨大的声响 也惊动了洞外的几人 目光不由自主地望了过去 恐怕是惊醒了 洞中沉眠的妖兽 几人对视一眼 有些绝望 戴着熊猫面具的羽龙 从洞中走出 目光如电 带着巨大的压迫 洞外的狼群妖兽 浑身毛发都炸裂了起来 低声嘶吼 尽管有他们在羽龙身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一旦对这个人露出敌意 他们一定会死 远处的狼王 也是背脊崩成一个弓形 冰冷的眼神死死地看着羽龙 原本疯狂围攻自己的狼群 突然停手 几人都是大呼侥幸 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他们欣喜若狂 羽龙目光扫过 眼前站着的三人 浑身伤痕累累 气血干枯 已经是强弩之末 若不是强烈的求生欲望之称 恐怕早已经倒下 而躺在地上的两人 已经没有气息 这五人都身穿 物成五大的校服 这里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惊动妖狼群 羽龙心中疑惑 以他们这些一二品 舞者组队 在中云山外围 不说横行无际 自保应该问题不大 在这片地界 要遇上这种种群意识强烈的 妖狼群 概率不比彩票大多少 这些妖兽 本应该在山脉更深处才对 你们是物成五大的学生 羽龙沉申开口 作为物成乃至整个八省 最大的山脉 中云山经常会有舞者进山 为了猎杀妖兽 换取修行资源 也可以磨练自身 只是 羽龙微微摇了摇头 这几人太弱了 其中最强的 也不过是二品舞者 还带着文质彬彬的学生气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杀气 要知道 二品舞者 在物成五大 已经算得上是优秀学生了 恐怕他们平日里 就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觉得自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天地的主角 想要趁着周末 来中云山 斩杀几头龙套妖兽 说起来 这些人可都是自己未来的学长啊 羽龙队接下来几年的规划 就是进入物成五大 不同于全国只有 五所的理学院 华国人口十数亿 庞大的基数下 每年的五科天赋考生 有数十万人 每个省都有十多所五科大学 在八省 坐落在省会物成的物成五大 在本省排名第一 在全国也算得上排名前二十 他想要留在物成照顾母亲 自己的妹妹余晓月 理学天赋惊人 华国最好的帝都理学院 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 而自己因为有系统傍身 学校对自己的影响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这也符合他狗发育的理念 至于考不上物成五大这种可能性 不好意思 羽龙这丝 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念头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前一世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 这一世 就让哥哥来吧 前辈 物成五大的三个学生 颤微微地开口 这个带着熊猫面具出场的神秘人 气势太强横了 原本疯狂索命的妖狼 竟然都如临大敌 吓得他们也一动不敢动 谁知道这位高手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这里又是荒山野岭 马上就要夜黑风高 几人简直不敢继续往下想 还好听到羽龙开口提到了物成五大 这让他们心中一喜 也许是多年前从学校走出去的学长 如今舞蹈修为高深 可以拯救他们 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个面具下面的少年 比他们年纪还小 今年正要报考物成五大 他们怕是三观都要崩碎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山脉深处传来了一声恐怖的售吼 随后山里的妖狮就像疯了一样 变得狂暴嗜血 一些更深处的妖狮也开始往山外移动 几人心有余悸 他们没想到 自己不过一次正常的进山历练 竟然会遭遇这样异常的大恐怖 他们刚刚都以为自己必死 两个好友转眼就死在了这里 更是让他们心中悲苦 但这就是修行路 追求自我蜕变的路上 总是铺满无数人的尸骨 我对这一片不算熟悉 你们认识路吗 羽龙再度打破了沉默 勿伤其累 他也不忍看着几个花样年华的少年 陨落在此地 认识 认识 往这边走 几人急忙开口 指出一条下山的路 跟着这位看上去无比强横的高手 生存几率顿时大涨 好 就在此时 山脉深处再度传来一声恐怖的兽吼 像是帝王的号令一般 原本被羽龙所射的妖狼群眼中凶光暴涨 发出嗜血的低吼声 冲着几人靠过来 这声兽吼很惊人 恐怕是中云山中的王者 羽龙神色凝重 能在绵延数百里的中云山脉中 成为妖兽共尊的王 其实力恐怕难以想象 走 沉声低吼 羽龙带着三人朝山下走去 而随着几人移动 顿时打破了场中微妙的平衡 远处的狼王长嗷一声 十几匹一品妖狼朝着羽龙几人扑来 啊 物成五大的几人大惊 他们没想到 这十几头妖狼会一同扑过来 哪怕之前他们五人 也不过引动一半的妖狼 哼 面具下的羽龙冷哼一声 身形一动 2500斗的气血轰然爆发 一拳轰在了最前面的一只妖狼头顶 铜头铁背豆腐腰 一头狼嚎身上最硬的地方就是头颅 但在羽龙的拳风下 这只一品妖狼的头颅 直接被全径炸得四分五裂 森白的脑浆夹杂着头盖骨碎片 四处飞溅 羽龙动作不停 腰身扭动 双拳再次蓄力 砸中了第二头逼近的妖狼 砰砰砰 转身间就有四头妖狼 变成了地上的无头狼狮 同类的死亡更加激发了这些妖狼群的凶性 他们毫不畏惧地朝着羽龙扑来 嘴中獠牙散发着射人的寒光 群狼可是虎 然而 群狼的凶性 在羽龙砸碎第十头妖狼头颅的时候 便轰然粉碎 一品妖兽没有神智 却能感受到羽龙的恐怖 这种恐怖 甚至超过了他们身后狼王的威慑 嗷乌 随着低头狼 乌叶着匍匐在地上 仅剩的四头一品妖狼全部趴下 头颅深深埋在两条前腿之间 身躯瑟瑟发抖 哪怕远处的狼王 也不敢再出声 物成五大的几人都看呆了 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这些险些要了他们性命的妖狼 在熊猫面具人手中 像是泥捏的一般 一砸就碎 凶残适血的妖狼 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像是最温顺的土狗 视觉冲击太强烈了 快走 尽管镇压了狼群 羽龙心中的危机感 却越来越强烈 似乎这片森林会降临大恐怖 羽龙一行人走得很快 身边的丛林中异响声越来越密集 仔细一看 有数量众多野兽在朝着山外奔突 其中还夹杂了数量不少的妖兽 碰 羽龙偶尔出手 将靠近身边的妖兽震杀 神色越发凝重 看着周围的一场景象 平日里 这些妖兽都有自己的领地意识 一旦遭遇都会引发一场血战 而此时 这些妖兽却没有丝毫争斗的迹象 只是面色惊惧 狂奔着朝山外跑去 天空之中 也有无数飞禽惊恐思鸣 成群飞过 景象遮天蔽日 兽云压成 百兽急奔 一名物成五大的二品舞者 看着眼前的情景 低声呢喃着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大变 血色瞬间退进 我想起来了 历史课上曾经讲过 这是兽朝 传说中的兽朝 第21章 兽朝 人朝 兽朝 羽龙瞳孔咒然一缩 他没有想到 自己头一次进山 竟然会遇到这样的大变故 千年前人族三圣登顶至尊位 斩杀妖族绝世皇者 从此人族彻底奠定了 自己天地主角的身份 所有宗师级别以上的妖兽 要么被人族斩杀 要么带着族群 顿入了大洋深处 人族不可见 留在陆地上的妖兽 早已不复往日先祖荣光 轨缩在各大山脉的原始丛林之中 但是当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 一整座山脉的妖兽 全部被惊动时 依然会是一场浩劫 引发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 中云山脉 连绵数百里 是八省境内最大的一座山脉 最深处的妖兽王者 实力难以估量 恐怕整个雾城都会难以承受 上一次寿潮爆发在二十年前的西南昆城 那一战过后 整个昆城都险些被移为了平地 这会是一场浩劫 一念即此 羽龙速度又快了些 快速冲出山脉 顿时感觉海阔天空 抬眼一看 远处已经有三架武装直升机 在半空中游异 果然 这里的异象 第一时间已经被发现 羽龙松了一口气 面对这样的妖兽暴动 他的力量根本无济于事 哒哒哒 看到地面越来越多的妖兽 在朝着都市前进 半空中的武装直升机 顿时发威 开始喷吐强大的火力 一道子弹弹幕组成的金属风暴 直接将那些狂奔的野兽 撕成碎片 哪怕一二品妖兽 在这样的火力围剿下 同样只能不甘地死亡 这是科技的力量 可以让毫无修为的凡人 斩杀成片的妖兽 趁着几架武装直升机的阻挡 羽龙等人 快速朝着城内撤离 此时那些 在山脉中的修行者 都陆陆续续逃了出来 有的人浑身浴血 有的人甚至身体都残缺 哒 就在此时 传来一声大吼 一只丈高的巨猿 站在山脉边缘长啸 双手抱起一块万金巨石 举过头顶 朝着半空中的 一架武装直升机扔过去 碰 万金中的巨石 在这头巨猿手上 如同小孩的弹珠 巨石携带着恐怖的弑能 撞上了悬浮半空的直升机 整个机身化作巨大的烟花 在半空中直接被轰爆 与此同时 半空中冲出两只巨猿妖兽 直升机火力急忙宣泄而去 却发出金铁交机的声音 只打落几片英语 巨猿冲到直升机面前 鹰爪尖如神铁 直接将剩下的两架直升机 机翼撕裂 失去了悬空的动力支撑 两架直升机旋转着坠落地面 划成两团巨大的火球 羽龙回头看到这幅景象 心中震撼 这是修行之力 对科技术的无情碾压 不过他没有时间多做感慨 现在他们还在野外 没有得到有效的庇护 整个人都是暴露在 身后的寿潮之中的 前辈 快上车 几名五成五大的学子大声喊道 他们的家境很优越 家里早早给他们配备了代步车 这个时候体现了用场 羽龙现在的速度全力爆发之下 短距离可以比轿车更快 但是却不能长时间保持 现在传说中的寿潮突然爆发 他必须随时保留 尽可能多的气血实力 有了车辆代步 羽龙几人快速朝着城区进发 不过现代化的都市 根本没有了城墙这样的概念 他不知道要怎样防住这些寿潮 不过他的疑惑很快解开 他看到了 在浩浩荡荡的撤离队伍中 有人在无谓逆行 数十辆特种车辆拨开人群 停在城外一字排开 形成一道钢铁洪流 上百名精干的竞装舞者 从车中走出 是安全部 他们负责保卫一城的安宁的主要力量 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修行者作乱 如同之前的周克华 只是处理一些普通的突发事件 多是一二品舞者 三品舞者就是小队队长实力 此时 逆行着人流 他们站在了此处 中云山脉的移动已经通知了军部 他们一个小时之后就会赶来 安全小队中为首的 一名中年男子 神色凝重的开口 我们安全部一千人 已经分派到各个路口住手 现在我们需要人 在我们身后实力 就是毫不设防的物城城区 一旦我们不在这里守住 身后的无数同胞亲人 都会成为妖兽的口中餐 中年男子至少是四品舞者 气血勃发之下 声音响彻方圆数百米 路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 在这一个小时里 我们需要更多的修行者 和我们一起 铸就这道钢铁长城 有没有血性的汉子 带把的爷们 给我站出来 中年男子脸上青筋争鸣 每一个字像是一把把大锤 敲在众人心头 停车 车内 面具下的羽龙神色平静 眼中却有一股火焰在生腾 他的目光 跳往雾城方向 母亲 妹妹 这两个他最重要的亲人 此刻都在城内 他 不应该后退 也不能后退 妈的 雾城还轮不到你这个四品舞者 挡在前面 一名大汉声音如红中 身背一把大腹 脸上一道刀疤 从额头贯穿到下颚 只是站在那里不动 就有一身的凶悍之气 喷泊出 他是一名五品舞者 千年之前 我们人族仙人 可以把这些畜生的先祖赶进大海 今天 我们同样可以 把他们斩杀在此地 站出来的刀疤大汉 引爆了一众舞者 雾城作为八省的省会 几乎全省一半的强者都在这里 不错 怕个球 我手中的大刀 早已饥渴难难 老子修行几十年 可不是为了像那娘们一样 躲进被窝里发抖的 也有女性舞者站出来 狠狠瞪着这些男人 哼 凭什么看不起女人 老娘的实力 足可以吊打你们这群小奶狗 舞者天赋 不因性别而有所分别 女性舞者 同样能顶半边天 不多时 以安全小队百人为忠心 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修行者 其中甚至还有几个理学强者 尽管实力不算极强 却也可以发挥不凡的作用 而此刻 前方传来了沉重的轰鸣声 地面都在微微颤动 一道粗长的黑线 缓缓在远处浮现 这是已经凝聚成形的兽巢 整个中云山脉中的妖兽 倾巢而出 从天际看去 黑压压一片 还没到面前 一股几乎凝聚成实质的煞气 和血腥之气已经直扑过来 巨大的压力堵在众人心中 快要喘不过气 相比前方无边无际的兽巢 迁于修行者组成的人潮 像是怒海中的一夜偏周 随时可能淹没在浪潮之中 安全小队为首的中年男子 取下背上的一把冰刃 双目星红 青筋爆起 嘶吼一声 现在 沐城 就在身后 我们 以无路可退 第二十二章 惨烈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厮杀 数十辆特种车辆 组成了一个简单的防御阵地 然后此时 有上千妖兽 驱使着过万的野兽 冲击羽龙所在的这一处防线 打打打 安全小队随身携带的火力瞬间发动 上百条火蛇 喷出数百米远 冲在最前面的野兽 在这片枪林弹雨中 直接全身被打成筛子 但安全小队携带的火力有限 在五分钟的时间里 就全部消耗一空 取得的战果 便是在阵地前两百米范围内 已经铺满了各种野兽支离破碎的血肉残躯 但现在 却淡尽两绝 躲在后方的妖兽一直不少 不过是用两三千普通野兽 消耗了安全小队的子弹罢了 各位 站吧 中年男子大声嘶吼 此时第一头野兽 已经冲到了阵前 一个纵身越过车顶 中年男子一把扔掉手中的枪械 取下背后的大砍刀 直接将其斩首 借助着特种车辆的 微弱阻绝作用 所有越过来的野兽 都被第一时间斩杀 直到有魂在野兽群中的妖兽猛然一动 直接将这些特种车辆全部先飞 众人顿时完全暴露在了妖兽 视野之下 记住 中年男人大声嘶吼 声音如雷霆 振奋人心 我等 誓死不退 无数妖兽形成的洪流冲击而来 误成舞者开始出现伤亡 同阶之下 舞者难敌妖兽 杀 那名彪悍的无品舞者此时 直接冲进了妖兽群 手中一把大斧轮圆如满月 深舟一仗成为禁地 肆意收割着妖兽性命 好 这种简单粗暴的行径 顿时激发了众人的无穷战役 战力百分百爆发 又有十多名四瓶以上的舞者 冲了出去 各自清理一片妖兽区域 啊 但妖兽 却不是任人宰割 有妖兽散发惊人妖气 身形如残影 蓄域之间夺取舞者性命 也有舞者 被蜂拥而上的野兽撕咬粉碎 尸骨都不能保全 不光如此 天空中同样有飞禽妖兽铺天盖地而来 好在此的有几名理学强者 可以施展恐怖的学术 不时就有一阵阵宝光闪烁 将有威胁的飞禽阵杀 但是 普通飞禽数量实在太多了 妖兽掩馀其中 很难一击必杀 救 半空中 一道嘹亮的英明 骤然响起 一头三品妖兽巨鹰突破了封锁 直直朝着 距离最近的一名 三品学者 俯冲而下 不好 这名学者神色大变 双手虚握 匆匆抓取一团天地灵气 轰向巨鹰 太快了 巨鹰从半空中俯冲而下 短短数秒 就到了这名学者面前 此刻他的学术 根本没有办法酝酿完全 理学修行有很多方向 有的远攻无敌 却忌惮被禁身 就如同现在 咔嚓 巨鹰双爪尖如神铁 直接嵌入了三品学者的天灵盖 猛然用力 脑浆四箭 畜上 与龙离这名学者不远 眼中神光暴闪 气血疯狂爆发 趁着巨鹰距离地面 最近的刹那 轰然出手 手中一把钢珠甩出 发出刺耳的尖笑 未能堪比大口 竟破假弹 从巨鹰眼眶轰进去 尽力在其颅内爆发 碰 这只三品巨鹰颅内脑浆 被绞成一滩豆腐脑 双眼顿时失去神采 一盏数米的妖躯 直接跌落在地上 啊 羽龙一把抓起这只巨鹰 数千斤重的妖躯 被他直接当作武器 在妖兽群中横扫 先飞无数野兽 硬生生 开辟出一片真空地带 让身后的众人 有一丝喘息之机 安全小队首领 看到自己队伍之中 竟然轮辅大汉 和羽龙这样的强大舞者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到坚持到军部到来 不会有问题了 好 前方受潮的移动 被阻止一刻钟后 终于引起了后方 更强大妖兽的注意 一只浑身森白的白毛 巨猿开始朝着这里 快速移动 羽龙目光一凝 他认识这只巨猿 刚刚走出山林时 武装直升机 就是被他扔出的巨石 直接轰成一团火球 还没有来到近前 就有一股恐怖的妖气 汹涌袭来 凶念滔天 六品妖兽 众人神色大变 在场最强的 就是有伦府大汉这个五品舞者 根本挡不住一只六品妖兽 哪怕凶狂如伦府大汉 此时也是神色凝重 还有十五分钟 我们必须拦下这只畜生 小队首领双目顿时赤红 一旦让这只凶兽破开 他们的防御圈 必然会给身后的物城 造成巨大的破坏 必须将这些畜生拦在野外 一旦进城 重火力武器根本无法施展 但面对六品妖兽 他们的实力 无异于以卵击石 几乎不存在胜算 完全就是在找死 有的武者心神 已经被巨猿凶威所设服 神色惊具 想要离开此地 只要能拖住 十五分钟就算成功 小队首领 只有这一个念头 他绝不允许自己 活着看到这些妖兽在往前一步 安全小队 随我上 此时 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 他无法说服身边这些 陌生的武者 和他一同去绞杀这只巨猿 至少他们安全 小队绝不后退 经过十五分钟的厮杀 安全小队成员 死伤了数十人 剩下的也都是人人欲血 眼中的铁蟹杀器 让人见之胆寒 小队成员实力不强 但常年一起作战 彼此之间合作无间 组成了奇妙的战争 绞杀前进路上的妖兽 竟然也不比羽龙他们慢 在这个群体里 他们每一个人 都发挥出了 远超个人巅峰的战力 羽龙只感觉浑身气血沸腾 这一幕让他动容 这是某种精神 引起的巨变吗 羽龙的脑欲破迁 可以感知到 某些神秘的领域 此刻 在这些安全小队头顶 有肉眼不可见的 白色丝线在蔓延 将数十人的意志 契机连成一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他小心地伸出自己的感知 想要去体悟 哄 这股意志坚然而纯粹 羽龙瞬间 就体悟到了其中的真意 心中 升起无穷感悟 人生在世 除了自己 还有家国天下 至有亲朋 这些都是井井交缠 清朝之下焉有完卵 家是小的国 国是千万家 当这种思想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生巨变 形成巨大的爆发力 这是精神层次的共鸣 羽龙扔掉了手中的巨鹰残尸 手中无意识地 演练着掌握的各种法 一朝一世之间 都开始有磅礴的意境 这是家国天下的胸怀 他的权意 发生了蜕变 每一拳都浩浩荡荡 有万夫不可挡之勇 一只四品妖兽 靠近羽龙旁边 直接被这一拳定住心神 毫不反抗地 承受羽龙的拳风 被轻松震杀 最见不得有人 在老子面前逞英雄 轮腹大汉吐了一口唾沫 大步赶上了安全小队 朝着巨猿杀去 羽龙自然也不例外 经过刚刚的顿悟 他感觉自己的实力 又有了飞跃 这一刻 没有人会做逃兵 但真正有资格 冲到巨猿面前的 没有几个 其他人 只能尽可能 为他们挡住周围 其他妖兽可能的袭击 好 巨猿看到数十个蝼蚁 朝着自己冲来 面露一丝不屑 此刻他手中握着一根 巨大的铜棒 挥舞起来 如同天柱轻塌 当场就有数名舞者 被轰飞 倒在远处 被兽群淹没 畜上 小队首领双目赤红 鼓荡全身气血 围绕着巨猿附近 想要找到机会 但巨猿身高仗于 动作 却依旧有圆族的敏捷 一根铜棒 被挥得密不透风 众人根本难以惊身 啊 惨叫声音不断 巨猿 在兽巢中行走 铜棒挥舞 在他附近的舞者 连带着妖兽 一起被他砸得血肉模糊 牛爷在此会议会你 作为在场境界最高的存在 轮腐大汗长啸一声 浑身瞬间变得赤红 这是气血爆发到极限 牛爷轮出巅峰一腐 和巨猿的同胀硬碰硬 结果却毫无悬念地被先飞 半空之中有鲜血洒落 只是硬汗这一记 也让巨猿手中的棍子 停顿了一瞬 就是现在 羽龙眼中神光暴闪 马上就要出手 但有人比他更快 安全小队首领 猛然一跃而起 四品舞者修为猛然爆发 手中拿着一颗黑色物体 直接冲向巨猿怀里 那是热压弹 队长怎么会有热压弹 不远处的一众小队成员 认出了他手里的东西 忍不住目刺欲裂 那几乎是 威能最强的 手持变斜式炸弹 爆炸范围小 威能集中 一旦近距离爆炸 有可能夺取 六品妖兽性命 在这一世 在军部之中 科技术所造的 最强火力武器 甚至可以抹除 九品妖兽 只有突破这个桎骨 达到传说中的境界 任何热武器材 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这时 巨猿也终于显露出一丝 人性化的恐惧 他在面前 这个蝼蚁身上 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 同棒翻转 他要一棒 把小队首领轰飞 终究晚了一步 面对这么好的机会 首领没有丝毫的犹豫 在巨猿同棒加身的刹那 直接将手中的热压弹引爆 哄 第23章 终究还是赢了 一座微型的火焰蘑菇云 笼罩巨猿所在之地 作为单兵火力的最巅峰 热压弹不是靠弹药爆炸后 产生的碎片和冲击波摧毁目标 而是依靠弹药爆炸时产生的 巨大热量和气压震杀妖兽 哪怕羽龙已经第一时间后退 依旧有一股灼热的热浪扑面来 连护近敌枪的空气温度 都升高了十多度 死了吗 不止羽龙 所有人双目都死死盯着 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球 他们希望发生奇迹 但是结果和众人的希望截然相反 一道有些虚弱的兽吼声 默然在火球中响起 是那只巨猿 他还活着 下一瞬 一尊浑身漆黑的妖兽 从爆炸中蹒跚走出 原本凶艳滔天的巨猿 此刻浑身毛发 都被爆炸的恐怖高温焚烧殆尽 尽管强悍的妖躯 让他在如此剧烈的爆炸中存活下来 浑身上下依旧被炸得血肉模糊 因为握棍的手掌距离爆炸中心最近 巨猿的右手手腕直接旗杆断 原本握着的手臂粗细铜棒 也被炸成竖节 听过这场爆炸 让他身受重伤 气息大跌 但不管怎样 他活下来了 好 巨猿用完好的左手猛锤胸膛 发出劫后余生的嘶吼 现在 面前这些蝼蚁就要准备承受他的怒火 一名发狂的六品妖兽怒火 他本想一命换一命 却未能进全宫 不远处 羽龙眼中闪过一抹悲戚 直到现在 他都还不知道这个安全小队队长的姓名 但是 熊猫面具之下 少年看向巨猿的目光 森然刺骨 还没完 他舍去姓名未完成的事情 我来替他完成 羽龙精神激愤 体内2500斗 气血疯狂燃烧 气血成旋翻倍 直接比肩5000斗气血站立 他在突破一品舞者之后 第一次展露出巅峰状态 这已经是五品舞者的实力层次 这也瞬间吸引了巨猿的注意力 在场之休 羽龙的气血波动 最为强烈 已经可以对重伤状态下的他 造成威胁 好 巨猿眼中凶光大放 站高的腰躯猛然一跃 朝着羽龙扑来 碰 一人一兽硬轰了一拳 一道沉闷的声响 羽龙直接被这一拳震的飞退 双脚在地上不断泄力 最后撞在一辆翻倒的 特种车身上 才停了下来 哪怕是重伤状态 六品妖兽的实力 依然可怕 不是普通的无凭武者 可以轻易冒犯 哈哈 嘴里狂喷一口鲜血的羽龙 却是疯狂大笑起来 你果然 已经伤重到如此地步 这一拳 虽然打得他大口吐血 却没有造成想象中的严重伤势 这让他不禁反省 好 巨猿也在狂笑 他很愤怒 若飞身体受创太重 羽龙哪怕小宇宙 爆发依旧 不可能在他手下存活 依旧还在浴血奋战的众人 更是心中大震 只要这头巨猿被斩杀 剩下的根本不足为惧 哈哈 我牛爷还没死呢 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远处跑来 正是刚刚硬汉 巅峰时期 巨猿的抡腹大汉 羽龙一度以为 他已经被巨猿 那一棍抡死 牛爷踩在地上的脚步声 轰隆隆作响 像是丝毫没事一般 抡着大腹 再度扑了上去 门板一般的腹刃上 寒光闪闪 巨猿此时 手中没有了神兵 也不敢 以伤痕累累的腰躯 去应接牛爷的大腹 但巨猿的灵活 仍在 身形一个变幻 躲开巨斧 直接窜到了牛爷身后 左手高举五指张开 像是遮天大手一般 朝着牛爷镇压而下 这一击躲不开的话 牛爷恐怕会直接化成 地上的一滩肉泥 陡然间 一道寒光 在虚空中漠然一闪 像是翘无声息的幽灵 想要收割血肉和灵魂 妖狩的灵爵很敏锐 巨猿瞬间洞察到了这一道 威胁他性命的寒光 急忙回头 用完好的左手 护住头颅 下一刻 寒光闪过 直接洞穿了右掌 插入了巨猿的头颅 寒光在巨猿头颅中顿住 众人这才看清其真面目 是羽龙专门打造的 那把百炼金刚匕首 被羽龙以最巅峰状态甩出 化作夺命的寸芒 好 这把匕首插在巨猿头颅之上 半截锋刃都没入了头颅 被他坚硬的头骨卡住 但剧烈的疼痛 让巨猿发狂 可惜了 羽龙有些遗憾 这是他的必杀一击 若不是被巨猿手掌挡住 肯定可以洞穿其头骨 直接将其斩杀 朋友 我们何力跺了这处上 牛爷看到这一幕 也是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面前 这个一直戴着熊猫面具的人 竟然还有这样 一手惊人的暗器手法 好 羽龙沉声喝道 他今天必须斩杀此兽 否则心中欲竭 念头不能通达 牛爷和他一个彪悍 一个灵力 相辅相成 何力围杀此兽 竟然让这只巨猿不能镇定 发出不安的咆哮 莫办法 他此刻伤势沉重 羽龙二人 联手已经可以和他一战 轰轰轰 静气交错 妖气纵横 两人一兽在这片原野之中厮杀 这是生死相搏 几人都已经浑身浴血 任何一方有丝毫分神 都会生死当场 羽龙的脑狱 感知全开 笼罩巨猿周身 全部空间 任何破绽都会被他第一时间洞察 数十把锋利的刀剑 被羽龙当作暗器扔出 还有些是妖兽的獠牙 风锐无品 这些东西在往日可能难以得到 现在在这处战场上 却到处都是 好 巨猿此刻身上 全部都是血洞 又在和羽龙二人激烈厮杀 气血沸腾之下 浑身血流不止 哪怕六品妖兽生命力强悍 也经不住这样消耗 随着巨猿气血的 进一步衰弱 羽龙开始 再度和他拼拳 他将心领悟的家国天下 精神融入到权益之中 每一拳都堂堂正正 浩然无匹 竟然和巨猿拼得难分伯仲 没错 就是这样 羽龙眼中的金光越来越亮 和六品妖兽生死厮杀 他的权益在突飞猛进 脑海中不断浮现全新的感悟 杀 另一边 牛爷声音如雷霆 找到一个空荡猛然前冲 硬生生承受了巨猿的一爪 腰腹一大块血肉被直接撕下 血肉模糊 与此同时 他终于找到机会 将手中的大斧直接扔出 门板大的斧刃 直接嵌进巨猿的腹部 巨猿发出一身痛苦的嘶嚎 这是致命的创伤 根本难以承受了 结束吧 羽龙再度轰出一拳 五千斗气血力量汹涌而出 震得巨猿 量抢倒退两步 死 身形如大鹏斩翅 羽龙身形 直接跨过空间 一跃到了巨猿头顶 一人一兽四目相对 都是快要溢出来的疯狂杀意 碰 大手曲张 少年爆发出全身巨猿 在巨猿反应过来前 直接按在了 他头顶的匕首上 千军巨猿 轰然爆发 原本还有一半 露在空气中的匕首 顿时被棋根按了进去 匕首刀刃 直接棋根没入了巨猿的颅内 吼 巨猿绝望地嘶吼 他的颅内脑浆已经被冻穿 再强盛的气血强度 也无法治疗这种伤势 他知道自己死气已到 任谁都无法挽救 他鼓足最后一口气 想要拉面前的两人陪葬 啊 牛爷脸色胀红 气血已经摧发到了极限 一把抓住 嵌在巨猿腹中的大腹手柄 用力一抽 死了 巨猿的腰腹 直接被这把门板大小的腹面 拦腰切断大半 只有少量血肉相连 失去了脊椎的支撑 巨猿胀高的腰躯 顿时轰然倒地 只能在地上扭动挣扎 腰腹的断裂面 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 很快 巨猿赤红疯狂的双眸 漠然变得呆滞灰白 没有一丝生机 确认了巨猿彻底死亡 羽龙和牛爷二人对视一眼 心中一直提着的 静顿式泄掉 仰头倒地 他们太累了 二人倒在地上 大口喘气 疯狂大笑 终究还是他们赢了 第24章 这是一笔巨款 二人四仰八叉的 躺在地上 连一根脚趾头都不想动 有巨猿的尸体在这里 六品妖兽气息仍在 短时间 其他妖兽也不敢靠近 轰隆隆 陡然间 地面传来了低沉的闷响 是军部的装甲车来了 有幸存的安全小队成员 听出了这声音 神色大喜 原来 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军部整齐华裔的装甲车 出现在这里 各色火力拉开 顿时编织成了 一道火力狂潮 将这里残存的妖兽 全部剿灭 虚余之间 尘埃落定 装甲车上 跳下来一名国字脸的士官 眼神如鹰般锐利 沉声喝道 黄国荣呢 有幸存的安全小队成员 眼角含泪 队长为了斩杀巨猿 已经战死了 原来那个手持热压谈想要 和同归于尽的安全小队队长 名字叫黄国荣 士官和黄国荣是旧时 毕业之后 一个进了军部 一个去了安全部 两人依然保持着联系 没想到这次的寿潮 让二人从此不能相见 士官眼眶有些发红 看了一眼众人 你们的伤亡很大 的确 一共迁于修行者 到现在 只剩下不到300 七成修行者都丧命于此 这些死去的人里 有很多是他们的好友 也有很多素不相识 但这七百英魂 又是多少人的父亲 多少人的丈夫 多少人的儿子呢 我代表八省军部 代表物城市民 感谢各位 士官神色肃穆 他在来的路上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却没想到局面 远比他相信中的好 就算他们不来 这股妖兽 也无法闯过这里 就是这只巨猿吗 士官来到巨猿 哪怕已死 六品妖兽的妖气四溢 依旧在散发沉重的威压 之前一个小时的战况 已经有人整理出来 向他亲生汇报 他知道了 自己那位好友的 慷慨赴死 也知道了 现在躺在巨猿旁边的二人 如何一力斩杀此兽 六品妖兽啊 士官眼中有些感慨 军部之中高手如云 他如今的军衔 就是靠一身 刚猛的实力得来 就算以他的实力 要斩杀六品妖兽 也必须借助 军部的现代化武器 两位朋友 士官默然开口 你们有没有兴趣 加入军部 他希望把这两位 实力强悍的高手招入军部 以二人的实力 很快就可以达到 他这样的位置 不好意思 没有 牛爷缓缓地站起身来 腰腹间被撕裂的 恐怖伤口 已经开始结痂 走到巨猿面前 一把捞起一旁 沾满鲜血的战斧 我这个人也惯了 不喜欢手束缚 士官的目光 又转向了另一个 戴着残破面具的男子 之前的厮杀太剧烈 羽龙的熊猫面具 直接被纵横的妖气撕裂 只剩下一小半 还附着在脸上 不过他也不担心 自己的样貌都认出 他现在浑身浴血 满脸都是血污 根本看不出具体的样子 我现在暂时也没有 加入军部的打算 等几年再说吧 羽龙今天才高考 等到四年后 武学院毕业 才能决定自己的就业方向 那可惜了 士官摇了摇头 以你们的实力 加入军部 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 对你们 对华国 都是一件好事 羽龙心中暗自点了点头 毕业之后 加入军部 是他的候选项之一 在他的规划里 四年后 他的实力 应该已经可以自保 那时候 无论选择走哪条路 都可以获得不凡的成就 轰隆隆 士官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远处的中云山脉之中 突然传来了 一阵低沉的奸笑 山脉深处 形成了一道 肉身可见的灵气漩涡 还夹杂着狂怒的售吼 此时 士官的耳脉之中 传来一道命令 他顿时神色一变 大声咆哮 上车 紧急任务 看着庄甲车队 快速离去 羽龙有些疑惑 紧急任务 是其他地方 被妖兽攻破了吗 不用看了 军部这些人 装备精良 实力彪悍 既然我们这里危机 已经解除 自然是要去清剿 其他地方的妖兽 牛爷身为 闯荡几十年的老江湖 见过很多大场面 不在意地撇了撇嘴 物城内军顶尖高手 肯定闯进中云山脉 找妖兽王者去了 据说那头畜生 已经是八品妖兽了 实力很惊人 八品 羽龙低声呢喃着 眼中有神光在闪烁 无论是人族还是妖兽 七品就算是高阶存在 六品和七品之间 是一个巨大的门槛 这一步的天谦 比六品和一品之间的差距 还要大 轰隆隆 山脉深处 轰鸣声不断 恐怖的能量轰击之下 那一片天地都在变色 成天的粗壮古树 像杂草一般倒服 这就是八品级别的战斗吗 少年心中神网 他在想自己需要多久 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还好那些高阶妖兽 都被堵在了山脉深处 否则随便出来一个 哪里还有我们的活路 牛爷此刻不知道 羽龙心中所想 一把将大斧扛在肩上 脚步还有些虚幅 看向了脚下 这只巨人尸体 他是六品妖兽 虽然妖区被爆炸损毁严重 依然有珍贵的灵性 至少价值五千万 还有遍地的六品以下 低阶妖兽尸体 尽管很多都是残区 被密集火力轰炸的四分五裂 很多最有价值的部分已经不在 但加起来依旧价值连城 如此多的妖兽尸体 数十年难得一见 他们平日里 都分散在广袤中云山脉 原始丛林之中 哪怕有高手 要专门去猎杀 依旧需要花大力气 林林总总 价值五个亿 军部稍后 会有人专门前来拉走 同时给众人相匹配的价钱 这是恐怖的财富 这也是兽朝之后的惯例 斩杀的妖兽 由出手的修行者共分支 现在面对这一批财富 我们要想出一个分配之法 牛爷扫了一眼 在场众人 以实力来说 他和羽龙可以镇压全场 但如果分配之法 不合理的话 依然会难以服众 牛爷 您说吧 我们听您的 有武者大声说到 牛爷在雾城 私混了一生 实力强悍 是成名多年的人物 整个八省 都有他的名声在流传 这种时候 也只有他 才能做这个带头人 哪怕羽龙 和他实力相差无几 这个时候 却无法相比 好 牛爷哈哈大笑 既然大家看得起我 我就把心里的想法说一说 这里价值 差不多五个亿 我和这位朋友 牛爷转头 看了羽龙一眼 他还不知道 羽龙的姓名 龙羽 我 龙兄和战死的 黄国荣黄队长 合力斩杀了巨猿 在局势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各位没有意见吧 众人没有说话 的确 要不是他们三人 斩杀了巨猿 恐怕横扫之下 根本无一人可以幸存 我们二人和战死的黄队长 要这头巨猿 牛爷声音 斩钉截铁 绝对的公平代表的 是绝对的不公平 修行界就是这样 实力强自然可以拥有更多 这头巨猿的价值 占据了场中的十分之一 牛爷的威望很重 经验老到 很快就将这些分割完毕 随着军部自重车的到来 将这些全部运走 换成了一落落的现金 这一战 羽龙拿到了足足 一千五百万 足足三百多斤的现钞 百成一大落 这是一笔巨款 有巨大的视觉冲击 这种感觉 和面对发狂的巨猿 完全不同 吞了口唾沫 羽龙的心脏 都忍不住狂跳了几下 牛爷拿到了 属于自己的这一份 这是他们今天 殊死搏杀的来的 他目光明锐 看到了一些人脸上有不甘 不过他不在意 任何分配方案 都不可能人人满意 哪怕他修为无敌 人心依旧难测 各位 请大家记住 相比于这些战死的人 我们已经得到的够多 第二十五章 爸爸去哪儿了 站在熟悉的大街上 羽龙恍若隔世 哪怕现在已经晚上十点 这里依旧是灯红酒绿 人来人往 逛街购物 人们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意 似乎和城外泄于火的厮杀 完全不是一个事件 寿潮的爆发 本就是周六的傍晚时分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 天色早已漆黑 城外的纷争 并没有在城内大肆宣扬 很多普通市民 都不知道城外的巨大变故 此时 羽龙已经换回了 普通的学生装扮 回到市区 当他手托三百多斤的线钞 扔在银行柜台的时候 柜台人员 几乎都傻了眼 办了一张不记名银行卡 这是修行者的特权 修行路上有大恐怖 也有大机缘 很多修行者 都有自己 不想被人所知的秘密 这样的不记名卡 转账消费记录 不会被银行后台记录 有极高的隐蔽性 和安全性 羽龙拦了一辆出租车 他想家了 矿物局家属小区 六栋七楼 一家三口大眼邓小眼 在回来的路上 羽龙就给自己的母亲 和妹妹打了电话 让他们在家等自己 同时自己 也在天下第一楼 订购了一副八真汤 加急快递 羽龙回到家的时候 正好就碰到了 上楼的快递员 竟然就是 前几天送那 十颗汽血丹的 同一个人 羽龙直接从他手里 接过了这个八真汤 三百万一副 对于如今身家 一千五百万的少年来说 完全没有问题 这才两个月啊 羽龙心中无比感慨 获得神秘系统之后 踏上修行路 一切都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哥 这么火急火燎的 把我们叫回来干嘛 与小月不满的嘟囔 他本来在和小姐妹 逛街正嗨呢 偏偏自己这个臭老哥 语气很严肃 非要让自己回来 今天下午 城外爆发了恐怖的兽潮 羽龙没有隐瞒他们 面对自己的家人 能告诉他们的他 都会说 什么 兽潮 果然 羽龙此言一出 周娟母女 神色大变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终于山脉的兽潮吗 作为理学天才 这段时间与小月 对这些修行界的常识 也有了一些了解 正是如此 他更知道兽潮的恐怖 哥 那你没受伤吧 与小月脸色都白了 那些都是妖气滔天 吃人不吐骨头的暴力妖兽啊 没事 羽龙安抚到 自己的母亲 因为不知道兽潮的恐怖 反而没有这么强烈的刺激 因为我当时从山里出来 就躲在一边 等兽潮结束之后 在一个山洞里 发现两只伤重 而死的一品妖兽 应该是在自相残杀吧 羽龙终于引出了 自己要说的话 这两只妖兽 我一共卖了三百多万 三百万 这个数字像是一个惊雷一般 扔在了周娟母女心上 双耳一阵轰鸣 根本难以置信 羽龙停顿了片刻 母亲和妹妹需要时间 消化这样的消息 哥 你睡醒了吗 片刻之后 与小月最先回过神来 窃窃地说了一句 他严重怀疑自己的老哥 脑子出了点问题 或者说 违法乱纪的事情 咱可不能干啊 羽小月脸上一副 痛心疾首的表情 小妮子的话 让羽龙忍不住 翻了几个白眼 这都是傻 一个巴掌 朝着羽小月的脑袋瓜子 上呼过去 把她精心打扮出去 逛街的发型 揉得稀碎 啊 羽 龙 羽小月抓狂的尖叫声 在夜空中响彻 妈 这些钱 我用来买了一副八真汤 羽龙打断了妹妹的尖叫声音 她说 这一切就是为了点名 八真汤的出处 八真汤 羽小月又惊讶了 她知道这个 这是对母亲最有用的一副汤药 可以弥补她这么多年来 亏空的身体 强壮本源 那得三百万呢 要知道 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市场价格 也不过一百多万 这么贵 周娟感到不安 这钱拿来做什么不好 何必浪费在她身上 她这一辈子 就是为了两个子女而活 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 不 妈 你值得 羽龙还没开口 作为小妙的羽小月说道 这么多年 为了我何哥 你的身体落下了太多的病根 这次正好哥 意外获得了一笔横财 用来调理您的身体 我也觉得最好 可是 你们两个以后 都是修行者 肯定会有很多用钱的地方的 周娟没办法给自己子女 更多的物质条件 却也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 妈 您这是什么话 没有您 哪来的我们 羽龙大手一挥 而且这里要买了 就不能退款 您不喝也浪费了 面对自己儿女真挚的眼神 周娟双目含泪 哎 好好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 能在那么凶险的兽巢中 得到两具妖兽尸体 绝对不像他说的那样轻松 恐怕也是九死一生 八真汤被羽龙取出 是一副玻璃瓶装的口服液 这是通过八味极品的黄街巅峰药材 通过秘法熬炼成一道浓缩的药力精华 还可以被普通人吸收 延年益寿 咕咙 周娟仰头将八真汤喝下 只觉得浑身有一股温和的暖流 在流淌 原本手脚冰凉 腰酸背痛的毛病 随着药力的游走 顿时消失一空 通体舒态 羽龙一直在感知母亲的气血状况 更是可以直观地 发现其体内的蜕变 这还只是开始 常年亏空的身体 有一个接受过程 在未来一个月 母亲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最后回到二十几岁的人生巅峰状态 这三百万 不亏 羽龙的眼中 全是自信和笃定 妈 您放心 既然现在能挣到第一个三百万 以后 自然可以挣第二个 第三个 无数个 是啊 羽小月 看到母亲此刻 身材飞扬 连半钩的身躯 都从心挺拔起来 心中也很高兴 以后我们都长大了 您就等着享清福 就可以了 不用像以前因为爸 妹 羽龙低声喝道 打断了羽小月的话 羽小月也是脸色一白 顿时想起了家中的禁忌 定神一看 母亲果然 神色变得暗淡 妈 我不是故意的 小妮子很愧疚 急忙摆了摆手 她知道自己 又戳中了 母亲内心最敏感的一块 没事 周娟笑了笑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妈早就看开了 话里藏着男眼的悲凉和心碎 那与小月眼见母亲 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顿时想知道 谷更多 爸 她是谁 还活着吗 这也是她 从小就一直想知道的 周娟沉默了 片刻后才缓缓开口 那个人 等你们成为真正的修行者 我会告诉你们的 修行者 羽龙眉头一皱 听母亲的意思 难道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修行者 妈 我和妹妹都已经长大了 羽龙低声道 我们可以 自己承受风雨的 话音一落 羽龙身上 释放出一股气息 一品无者 正是踏上修行路 人的灵魂会发生神秘的锐变 对普通人形成神魂的压制 这是无法伪装的 羽龙第一次将自己的气息暴露 哥 你怎么会 与小月美眸圆瞪 满眼的难以置信 这才两个月 自己的哥哥 竟然就突破 成为了一品无者 这次进山 有了些奇遇 羽龙将原因 推给这次山脉的大暴动 再度伸手揉了 柔鱼小月的头发 彻底把她薅成一个狗窝 你哥的天赋很强的 你可得努力了 要是不考到帝都理学院 恐怕以后就超不过我了 羽龙青笑道 这一世 母亲的身体已经好转 以与小月的天赋 考上一定可以 考上最好的学校 不用因为其他原因而放弃 哼 你少得意 我一定可以超过你 我可是理学天才 与小月皱了皱小穷鼻 满脸的不服气 妈 这下 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吧 与小月的念头 跳转很快 拉着母亲的手 想要知道 那个生命中 从未出现的 最重要的男人 也罢 周娟长叹一声 也许自己的子女 以后真的可以走到那一步呢 你们的父亲 叫宇湛 是一个实力极强的理学强者 周娟双眼 一片迷离 回忆往西 那个时候 我只是一个 矿物局的普通女工 在矿区工作的时候 在矿洞角落 发现了你们父亲 那个时候 她全身都是鲜血 就像要死了一样 看上去很可怕 我送她去了医院 因为看她孤身一人 没有家人朋友 所以就经常去医院看她 周娟的嘴角 浮现一抹笑意 这是她生命里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我知道 结果就是你们 日久生情对吧 于小月笑嘻嘻地说道 这也太俗套了吧 就和我以前看的 言情小说一样 是啊 生活 有时候就是这么俗套 周娟爱怜的摸了摸女儿的头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再后来 就有了你们 后来 她说要去吴靖海 给你们 找最强的宝药洗经伐髓 奠定修行的根基 吴靖海 羽绒神色一变 千年前的人族三圣 斩断妖族玉 妖族中 残余的宗师境界之上的妖兽 带着自己的族群 都顿入了吴靖海洋深处 吴靖海的面积 占据了整个地球的70% 大洋深处 有无尽的质保和机缘 只是千年岁月过去 那里的妖兽 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恐怕无人可知 你们父亲的实力很强 具体多强 她也没有详细跟我说 周娟眼中也有光芒 那是崇拜和自豪 她只是曾经说过 华国之大 年轻一代 难有她义和之敌 好大的口气 羽龙双眼发亮 她没想到 自己的父亲 竟然有惊人的跟角 自己兄妹二人 都能被检测出修行天赋 恐怕也和父亲有关 只是 这一去 就再也没有回来 周娟双眼通红 这也是她这十多年来 心中最痛的伤 她甚至都不知道 那个男人是活着还是死了 应该是死了吧 周娟低声嘻喃着 不由得泪流满面 若是还活着 怎么会这么多年 都不来看我们一眼呢 这是周娟的心定 要是无一 多少副八真汤都无效 这个困扰羽龙兄妹 十多年的难题 今天得到了解答 可惜他们 却对父亲 没有丝毫印象 妈 您放心 等我大学毕业之后 一定会去走她 曾经走过的路 寻找她的踪迹 还有我 哥 到时候我们一起 兄妹两眼神坚定 给了周娟莫大的精神勇气 好好 你们只要好好的就好 你们是妈的命根子 妈不能再失去你们了 第26章 高考来临 家属楼已经是十多年的老小区 绿化好的惊人 放眼望去 小区中庭 郁郁葱葱一大片 羽龙最喜欢的就是 搬个摇椅放在阳台上 整个身子缩在摇椅之中 享受温暖的阳光 让人只想打瞌睡 日光玉 完美 哥 哥 可惜一道清脆的呼喊声 打破了羽龙的下午茶生活 少年不得不睁开微合的双眼 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 哥 你怎么还在这里躺着呀 今天下午就要全国连策了 于小月看到自己哥哥像个老头子一样 缩在摇椅里 不由地气不打一出来 狠狠地跺了跺脚 哥 你不能因为之前取得一些小的成就 就骄傲自满 你看看你现在 整天躺着 你们舞者的竞争可是很大的 时间过得很快 高考的基础考 已经在两天前结束 以羽龙的恐怖恼狱 这些题对她没有丝毫难度 唯一比较麻烦的是 不露痕迹的 错几到应该错的题 把总分压下来 太扎眼的事情 而今天就是修行者们的专项考 对于舞者来说 就是气血测试 安啦 安啦 羽龙站起身来 摆了摆手 一句话就把小丫头顶了回去 等你这个丫头 实力比我强的时候 再来教训我吧 哼 气死我了 小丫头气得牙根痒痒 心中不断话小圈圈 恶狠狠地道 等我成为学者 一定把你按在地上暴打一顿 打得咱妈都认不出你 嘿 那感情好 羽龙笑了 哥就等着这一天了 从出家门到小区外分道扬镳 于小月都一直在试图感化 自己这个哥哥 在他看来 羽龙就是天资惊人 却逐渐懈怠 慢慢就会成为 伤众勇一般的人物 任你何等天才 都将泯然众人 所以 于小月很着急 他希望自己的哥哥 可以幡然醒悟 可惜羽龙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让小妮子气得肝疼 更加坚定了自己变强的信念 棍棒底下出孝子 妹妹的铁拳之下 才能出勤奋的哥哥 他不知道 这也正是羽龙的真正用意 当用心良苦的哥哥羽龙 来到学校的时候 操场上已经有 熙熙攘攘的百余人 这些都是杨忠的武科天赋 和理学天才 以及测试的老师 龙龙 刚到操场 胖子吴伟就看到了他 兴冲冲的挥手 羽龙左右看了看 似乎还没开始 啥情况了 听说今年的修行天才很多 吴伟似乎知道一些 不为大众所知的消息 八中那边昨天出了一个 天生一品的理学天才 玉才有五颗考生 一拳打出了二百斗气血 八中那边更是有人测试之时 天生异象 有无敌之子 吴伟如鼠家珍 对这些了解得很清楚 哦 只是羽龙没有给出 吴伟预料之中的反应 不嫌不淡地应了声 喂 吴伟拍了拍羽龙 这可是哥们儿 花了大力气打听到的 再听到这个消息 不应该很紧张吗 恨自己和这样的天娇生 在同一个时代 不 多年之后你会发现 为何会与我生在同一个时代 羽龙酷酷地开口 屁腻同代 牛皮 这个笔装的必须给你满分 吴伟盯着羽龙看了看 不愧是我吴伟的好兄弟 这不要脸的程度 比我丝毫不差 得 这个年代 说实话都没人信 羽龙骚包地摸了摸自己的刘海 他在这个死党面前 还是保持着少年的义气 主席台上 依旧是文选大典那些人 王百川端坐在中间 这是中云山之后 二人第一次相见 专项测试很快开始 最先测试的就是理学天才 他们的数量只有六个 可以很快结束 羽龙也对理学天才的修行很感兴趣 悄悄站在了 距离测试台最近的地方 理学天才是测试的灵气清和程度 考生站在一个玄妙的阵法之中 静心冥想片刻之后 阵法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芒 代表不同的成绩 羽龙悄然把感知蔓延过去 想要理解这个阵法的运行机理 但他只能感知到 一条条神秘的丝线 在阵法之中缠绕 他的修行知识太浅薄了 这又明显是理学手段 他无法理解 哄 当第一个少年站进去时 阵法发出低沉的闷响 顿时运转起来 发出萌萌的微光 微微闪烁 羽龙敏锐地感知到了周围的天地灵气 朝着阵法中的少年汇聚而去 是因为阵法吗 在他的感知里 阵法之中这些丝线 开始以玄妙的轨迹运转起来 似乎暗合了 某种天地之间的道理 引起巨大的威能 虽然不能理解 但是这种阵法的构造 我却可以强化迹象 少年眼中金光一闪而逝 不说其他 光是这种阵法神秘的 凝聚天地灵气的功效 就值得他去揣摩 一旦可以复刻出这个阵法 就相当于获得一个修行加速器 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 远比其他人更快 他想造出这个阵法 可以让羽小月的修行进度 大大加快 这小半年 羽龙曾经试过 将自己的霸道呼吸法 传给羽小月 可是他根本不能掌控 羽龙的系统 又无法把灵能赋予其他人 这样逆天的机缘 根本对于小月无效 羽龙一直想找到 提高妹妹修行天赋的办法 这个阵法 无疑就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几分钟后 阵法给出了答案 黄色光 理学天赋等级 一共有七色 赤橙黄绿青篮子 颜色越往后 代表其天赋越惊人 理学天才百中有依 而绿色天赋以上的 同样在理学天才之中 百中有依 随着检测的进行 羽龙一直在心无旁骛的 复刻阵法 他变态的脑郁强度 可以支撑他 记下这种莫测的理学手段 胖子无尾 第三个上台接受了检测 青色光芒 这已经是惊人的天赋 当下一个人接受检测时 羽龙的眼神 陡然波动了一瞬 是他 第四个接受检测的 正是王素素 王素素也看到了 台下发呆的羽龙 眼中闪过一抹异色 他朦胧的情愫 在中云山上 被自己的父亲亲手斩断 他现在对羽龙的情感 恐怕自己都说不清楚 羽龙心中 同样有念头在生灭 感情是由无数共同的回忆 经历而生 如今两人都踏上了 和上一世有截然不同的路 不知道还能否接出相同的 哄 阵法抖动了一瞬 而后猛然爆发了 惊人的蓝色光 光芒之中 有一只盛光莲花 虚影缓缓盛开 异象 这是天生异象 加上蓝色天赋 这注定是人族天骄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百川 更是哈哈大笑 他自己的天赋 不过是绿色 这一生 恐怕七八品学者 就已经是终点 而自己的女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蓝色天赋 这代表 只要不中途陨落 都是必然可以突破到宗师 如果有机缘 甚至可以突破到 院士境界的恐怖存在 一旦到了那一天 王家将成为 华国又一个崭新的世家 屹立在当时顶峰 每一个院士强者 都可以直接带领 一个家族的崛起 看了一眼下方的羽龙 不由地点了点头 自己当初的决定 显而易见 是明智而果决的 必须给自己点个赞 第27章 哎 还是冲动了 和理学天才的检测手段不同 五颗天赋 就是对最根本的 气血强度进行检测 主席台下 一个带着数值显示器的 固定把树立起来 每个人可以全力轰出三拳 取最高职为最终成绩 这同样 是按照之前文选大典的 前后顺序而来 大部分舞者 都只是十多斗的气血 依靠自己在家锻炼 天赋普通 又没有足够的财力购买宝药 气血的提升很慢 这也是大多数舞者的现状 所以 每年各大舞学院 都有无法突破一品舞者 而导致拿不到毕业证的情况发生 修行录 就是如此残酷 一品到三品的低阶舞者毕业之后 可以凭借自身修为在社会上 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 而四到六品的中阶舞者 已经是一方强者 每一个人背后 都有资本的力量在资助 不用为黄白之物操心 而高阶舞者 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大人物 可以横行大路架 在深山之中震杀凶兽 掠夺修行资源 不过这些 都不是宇龙现在所担心的 他的路 注定要超越往昔所有强者 走出一条新的路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可以聘你一些五大授课老师 能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更多的是一些秘文 还有系统的修行体系 前人总结的思想 那是外界得不到的 真正实力的增长 还是要靠自己 这也是 他对华国排名第一的五大 没有执念的原因 五大院校的差距 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 碰 不知不觉 宇龙前面已经有 三十多个学生接受了检测 最强的 不过就是三十斗气血 没想到 下一个貌不惊人的女生 一拳轰在固定靶上 直接轰出了八十九斗的力道 这距离突破一品五折 已经不远了 很快就轮到了宇龙 他的心情很平静 这是远超同代的实力 所带给他的自信 缓缓地站了上去 鼓当面部气血 让自己看起来满脸通红 使出了全力 哄 一拳打出 三十六斗 在大多数高考五科学子中 也算得上优良了 宇龙心中有数 他的文科高考成绩 在全省应该能排到前一千 五科测试不需要多么优秀 就可以考入五成五大 这也是他的规划 不受注意 普普通通地考入五成五大 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义心生 知道拥有可以自保的武力 目光微微一瞥 他目光如电 看到了王素素眼中流露的一抹失望 也看到了主席台上王百川的痴笑 很显然 他再次被前世的老丈人小看了 的确 一个三十六斗气血的五科考生 怎么能配得上 拥有蓝色惊人天赋的理学天才呢 宇龙轻声呢喃喃着 眼中有一丝情绪的波动 默然挥出了第二拳 八十斗 再度挥拳 一百二十三斗 这两拳太快了 几乎就是连续轰出 这样直接造就了目前五科检测的最高成绩 哪怕是主席台上的王百川也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今天的测试 这个少年的成绩让他很意外 自己不过随手送出的几本基础修行功法 竟然可以让宇龙有这样的成就 看来他的天赋也很不凡 王百川点了点头 能在高考前就突破百斗 这是可以傲视绝大部分五科考生的成绩 可惜 你只是五科 王百川心中的念头 依旧未曾改变 五科的天花板太明显了 九品 九品就是舞者的最巅峰 哪怕强如军部总教头 舞王这样的大人物 依旧不能打破这个天欠 舞者路一断 无法再续 而礼学强者 却是可以走到更高层次的宗师境界 甚至后面的院士 国士 这无疑是天渊之别 而我的女儿 注定是要站在修行最高峰的人物 你这样的人 终究会跟不上他的步伐 王百川知道 这是宇龙对自己的挑战 但是他也不惧和这个少年对视 身为一个父亲 他没有做错 唉 还是冲动了呀 宇龙摇了摇头 果然还是心性的历练不够 有些事情始终无法释怀 容易爆发少年意气 打乱自己韬光养晦的计划 卧槽 牛皮啊 吴伟一把将回来的宇龙摟在怀里 看到自己私当有这样的实力 他很高兴 看来 你吹的牛皮 还是有一点点基础的呀 宇龙没有说话 他还有些懊恼 自己的狗发育计划 似乎稍微朝前了一些 尽管影响不大 但是这种突如其来 不在他掌控中的冲动情绪 他并不喜欢 检测很快结束 整个洋中理学第一的是王素素 武科第一的则是宇龙 值得一提的是 昆鹏副馆长叶峰之女 叶弥朵实力同样有82斗 家里有矿 是真的好啊 宇龙砸吧砸吧嘴 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只是 早知如此 前两天我的高考成绩 就在考低点了 少年很困扰 这样一来 他的总分上去了 还怎么继续苟 喂 你的成绩怎么比我还好 叶弥朵蹦蹦跳跳地过来 目光之中很是好奇 要知道他可是 昆鹏武馆的全二代 家里那个老父亲 把气血丹像糖豆一样 给他当零食 少女同样是心高气傲 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自己在那个小巷里 最糗的一面 被宇龙看到 那种无力 绝望挣扎的场景 让他一想就会脸红 所以 这几个月他也很刻苦 在父亲的指导下锻炼自身 想着要在高考测试的时候 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 可是没想到 今天宇龙还是压了他一头 少女很生气 尽管连他自己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生气 哈哈 可能是运气好吧 宇龙打了的哈哈 自从中云山寿潮结束后 宇龙就从昆鹏武馆辞职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很难在武馆中学到新的东西 一个月一万的工资 也对他不再有任何吸引力 他的目标是 物城武大 不会有丝毫问题 而以叶米朵的成绩 加上父亲的关系 应该可以去往更好的武大 高考之后 二人就再无交集 以他现在的最终高考成绩 恐怕可以排名全省前500 除了帝都和魔都 排名全国前二的武大 其他武大 几乎可以任他挑选 第28章 少女情思 6月15日 是填报志愿的日子 这个时候 大家的所有成绩都已经出来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开始填报想要报考的大学 宇龙的同桌 死胖子无为有些嘚瑟 他的文科成绩本来很烂 不知道是不是理学天赋 被激发的原因 还是之前被宇龙刺激 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成绩 也是做火箭式的突飞猛进 最终高考文化成绩 拿到了583分 成绩过了八省的 重点大学分数线565 这也是最好的理学院校分数线 理学天才不易 只要有天赋 就会被录取培养 这也是西北理学院 被其他四大理学院 常年鄙视的原因 因为所有被四大抛弃的落榜生 最后都会被西北理学院 照单全收 而最好的帝都 和魔都理学院的文化课成绩 都必须达到当地的 重点大学分数线 而今年 帝都理学院的录取标准 就是绿色天赋 胖子更是远远达标 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最后这几个月 怎么突然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爆发 连体重都轻了十多斤 羽龙也为自己的死党高兴 羽龙 成绩都出来了 你的文化怎么样 他希望羽龙也能考上 最好的帝都五大 日后双双登顶理学 舞蹈的巅峰 和他成为江湖中的传说 嗯 文化课671 羽龙淡淡地开口 眉头还有一丝说不出的惆怅 671 和羽龙的淡定不同 五尾的声音都拔高了几度 要知道 今天悟成的高考难得变态 全省第一名 也不过是考了692分 你的气血是123斗 五尾心中默默地在计算 今年帝都五大公布的录取分数线 就是文化课程级650 气血100斗以上 这么说的话 你可以考上帝都五大 五尾兴奋了起来 这样的话 咱们大学四年 还能一起浪啊 谢谢您嘞 不远 羽龙白了五尾一眼 我的志愿抱的是悟成五大 什么 五尾觉得自己今天的声音高了又高 都要破八度了 看了一眼羽龙 忍不住忍受摸了摸他的额头 你没发烧吧 帝都五大和悟成五大之间做选择 这难道会有任何可比性吗 五尾很生气 他觉得自己这个死党 是在浪费自己的天赋 整个华国30%的高阶舞者 都是帝都五大毕业生 另外20%来自魔都五大 这两所最高的五大院校 几乎占据了华国高阶舞者的半壁江山 你在悟成五大和帝都五大 五道的成长上限是天差地扁 我心里有数的 羽龙没办法和自己的死党说太多 我感觉在悟成修行心中更加平静 进步也会更神速 这都是些傻啊 五尾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唤声 羽龙 是王素素 他怎么来了 羽龙心底一颤 立刻起身朝着门外走去 得 劝他的人来了 五尾的眼睛虽小 却格外看得通透 尽管上次在中云山 王柏川当着众人的面 羞辱了羽龙 棒打鸳鸯 他依然觉得这两个人之间不对劲 还有巨大的可发展空间 在教室门外的走廊上 羽龙和王素素四目相对 沉默了片刻都没有说话 你志愿填得哪里 话音刚落 两人就是一愣 他们竟然一口同声地问了这句话 这点小小的默契 倒是让王素素 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抱的是帝都里学院 以他的天赋 这是必然的 我知道你的成绩 在帝都和魔都两个五大里 你选哪个 我抱的是物城五大 羽龙的答案 显然大大出乎少女的意料 怎么会 我已经填报完了 不能再修改 羽龙的语气很坚定 这是他早已打算好的规划 不容更改 王素素被齿轻咬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想知道羽龙的高考志愿 哪怕被父亲反复训斥之后 依旧无法压抑 你有这种感觉吗 少女突然开口 眼神直直地看着羽龙 第一次见到你 我的内心就有一股莫名的悸动 就好像我们上辈子就认识 你看我的眼神 让我生不出丝毫厌恶 反而心中如同有小鹿在乱撞 这是王素素第一次倾吐自己的心绪 从小到大 他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每一次 他都是站在十四班教室门外的走廊上 默默注视着经过的羽龙 他不知道 自己这是怎么了 问了几个最好的闺蜜 他们都说自己这是思春了 在暗恋羽龙 他不相信 但是想到 今天填完志愿之后 可能再也见不到他 王素素心中就莫名地慌乱起来 这才过来鼓足勇气 说出自己的心声 我一直在关注你的成绩 你也没有让我失望 文化课和气血强度 都足够考上帝都五大 这是五道最好的学校 或者说 就算是你想去魔独五大 我也可以放弃这边的志愿 改天魔独理学院 但是绝对不可以是物城五大 我能感觉到 你很不凡 眼中不时显露的神光 让我都很心惊 这几个月来 这个情思暗藏的少女 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羽龙 竟然真的被他 察觉到一丝端倪 我现在的心很乱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希望你能去帝都 成为下一个武王那样的存在 我相信 到了那个时候 我爸是不会阻拦我们的 就算他阻拦 我也可以大声地告诉全世界 你已经走到了五道的绝颠 足以保护我 和我携手度过余生 王素素一股脑 把自己想说的说完之后 脸色通红 眼睛也不敢再直视羽龙 而是直直地盯着自己的脚尖 像是地上有钱一样 要是他抬头 就可以发现 羽龙此刻的状态 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羽龙现在脑海中翻江倒海 不能平静 他本以为这一世 和王素素的交集在中云山 就会画上句点 随着毕业 两人只会渐行渐远 没想到 今天王素素会来找他说这些 这一刻 前世的那个身影 和这一世的他渐渐重合 是啊 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我考武城武大 有自己的考量 羽龙声音有些嘶哑 我的武道之路 不在武城 也不在帝都 之所以不去帝都 一是为了照顾一人在家的母亲 二也是帝都的高手太多 很多都超出了羽龙的理解范围 他不敢确定自己的秘密 在帝都会不会被人看穿 你如果愿意的话 我希望你等我 大学四年 毕业那天 我会以无上的姿态 降临帝都理学院 羽龙的声音如雷霆 每一个字 都在王素素的心底乍响 要是换一个人对他说这些话 他只会觉得这个人得了失心疯 说些惊世骇俗的狂奈之言 但是面前这个少年说出口 却有一股神奇的魔力 让他下意识地无比相信 好 那我等你 少女娜娜的低声呢喃了一句 就转身跑开 刚刚那些话 已经耗费了他全部的勇气 还好羽龙的气血强盛 五十惊人 才能听清楚 呼 少年看着跑远的身影 眼中神光几乎要凝坐实质 看来要更加努力了呀 第29章 暗中的窥视 哥 你的心情怎么这么好 羽龙兄妹在回家路上碰了面 于小月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了自己哥哥的变化 满面春光 一脸猥琐 于小月单手扶着下巴 目光像刀一样 在几人身上来回刮过 哦 我知道了 几秒之后 于小月恍然大悟 哥 你谈恋爱了 我回去要告诉妈 于小月的话 让羽龙的神色 都变得不自然了几分 要说谈了恋爱吧 自己明明就没有 要说没谈的话 王素素和自己 又分明立下了一个四年之约 羽龙现在的心情 就好像回到了上一世 和王素素刚刚确定关系的时候 却月中带着不安 昂阳中又有些彷徨 是真的 于小月只是想炸一下哥 却没想到 自己哥哥直接就默认了 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发现 可以震动他们老羽家 是谁是谁 我倒是想知道 到底是哪个眼神不好的 竟然看上了我哥 你真的测试是蓝色天赋 于龙突然开口 问得于小月一愣 是啊 我厉害吧 要知道 这可是院士强者的入场券 两个月之后 我就去帝都里学院了 到时候 你就跟着妹妹混 于小月今天测试出的结果 和王素素一样 都是仅次于紫色天赋的蓝色 未来的成就会很惊人 哦 我还以为你觉醒的是 八卦天赋呢 羽龙面无表情地开口 左手默然挥出 看似缓慢实则极快 将于小月头顶上的发型 再度绞成一团狗窝 于 龙 小妮子的抓狂声音 响彻几条肩 羽龙却是哈哈大笑 脚下飞快 朝着家属楼小区而去 无论于小月怎么追 就是要插着一个身位 实力差距太大了 只是以小妮子现在的眼界 还无法发现这一点 少年有些感慨 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自己身边的几个 最重要的人于小月 王素素 吴伟都去了帝都里学院 帝都 人杰帝灵 整个华国最顶尖的天才 都汇聚在此 碰撞出无数火花 羽龙低声呢喃着 最多四年 四年之后 我会亲自北上帝都 嗯 在走进小区的时候 羽龙眉头一皱 他在小区里 发现了几股强大的气 这是他的脑域 超过一千之后 发现的新技能 只要在他感知范围呢 哪怕强如罗锋 都可以被他感知 三个四品武者 这几股气很陌生 从来不曾在小区中出现 这些是什么人 羽龙所在的 矿区局家属楼小区 都是一些矿物局的 普通职工 没有修行者 只有几个有修行天赋的少年 在家勤奋熬练身体 但这些少年 连一品的门槛 都遥遥无期 最关键的是 羽龙神色如常 目不斜视地 朝着家里走去 这三个人 尽管竭力伪装 其实注意力 都放在了我们身上 尤其是在观察我妹 羽龙心情有些凝重 突然出现的三个武者 明显对他和家人满怀恶意 他怀疑 难道是自己的秘密 被人发现了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羽家从此往后 将再无安宁的日子 我绝不会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世 守护这个家 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他绝不会允许 任何人和事来破坏他 哥 还是被我抓住了吧 后面追来的 于小月很开心 像枝树懒一般 挂在羽龙身上 快说 我未来嫂子是谁 未来嫂子 你未来就知道了 羽龙一边和妹妹斗嘴 一边走进了电梯 那几道目光终于消失 踏进家门口 羽龙如无其事地 站在阳台上 瞥了一眼留下 果然 小区中庭的老树下 这三个人依旧还在 四品五者 不论你们是谁 如果要来惹我 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 少年手扶着栏杆 目光中有森然的杀气闪过 坐在客厅看电视的于小月 目光偶然撇到了羽龙身上 猛然经了浑身的冷汗 羽龙的侧脸 映照在夕阳的余晖中 却依旧冰冷 浑身散发出一股 生人物尽的气息 当于小月眨眼之后再看 自己哥哥又变回了那个普普通通的样子 难道是我眼花了 小妮子有些迷惑 刚刚那个哥哥和平日里判若两人 晚间吃饭的时候 羽龙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趁着暑假两个月 我准备进中云山磨练一下自身 此言一出 周娟和于小月都是双目圆瞪 吓了一跳 自家哥哥不过安分了两个月 怎么又要进山了 山里才闹了寿潮 现在进山很危险啊 于小月很担心 虽然这个哥哥 经常把他精心梳理的发型 搅得一团乱 但这么多年 也还算是一个好哥哥 正是因为闹了寿潮 山中的老一代寿王被斩杀 妖兽群实力大损 正是进山历练的好机会 羽龙有自己的考量 主要是 他的实力足够强悍 只要不是自己作死 或者又遇到一次那样的寿潮 小心谨慎些 不会有生命危险 那我也去 我也要宰杀两头一品 妖兽给妈买八真汤 听到哥哥这么说 于小月也是跃跃欲试 她可是天赋惊人的理学天才 哥哥这个舞者都敢进山 自己堂堂天之娇女 没道理不敢进去 你可别 羽龙忍不住伏额 自己这个妹妹什么都好 就是太争强好胜 一点不愿意弱于人 妈的身体虚 这副八真汤的药力 已经够吸收两年了 暂时不需要八真汤 我的实力自己进去都战战兢兢 更别说带上你了 那些妖兽可不会 因为你是一个娇滴滴的小仙女 就放过你 你也不希望 妈在家一天担心咱俩的安危吧 关键时刻 还是要把老佛爷搬出来镇厂子 是啊 你哥现在舞蹈修为根基有了 也进过山 有经验了 你还是等去了理学院 学会了神通学术 再去历练也来得及 周娟也是急忙劝道 看来子女太优秀了 也不全是好事 动不动就要进深山镇杀妖兽 那些妖兽 又不是站着不动的木头 那些可都是满嘴獠牙的凶兽 一不小心 就会丢了性命 哪怕强如雨战 周娟又想起了那个男人 眼神顿时黯淡了下来 好了好了 妈 我不出去就是了 哥这个家伙没有良心 一放假就往外面跑 这两个月 我陪着你 还是小棉袄最贴心 看着娇憨的小女儿 周娟心头的一切阴霾都被驱散 那可不一定 现在这个小棉袄暖和 以后说不定就要漏风 雨龙习惯性地损了一波雨小月 趁着老妹还没发飙 赶紧躲进了房里 第三十章 逐渐中介锁 夜已深 雨龙双耳微微一动 能清楚听见 旁边房间妹妹和母亲的呼吸声 他们都睡着了 双目微和假妹的雨龙 骤然睁开双眼 她要去挥挥楼下那三个四品舞者 几步就从床边来到窗前 随着每一步落下 雨龙的面部肌肉都在微微震战 当雨龙来到窗边时 整个人看上去大变样 这是雨龙最近一个月才 研究出来的办法 像以前的熊猫面具 实在太过脆弱 一旦遇到剧烈的大战 很容易被波及震碎受潮结束之后 雨龙就一直在实验新的办法 她对气血和肉身的操作洞察 都远超常人 这让她可以通过控制面部细微的气血流动 来改变局部的肌肉形态 通过反复的练习 雨龙已经可以通过对五官细节的调整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她现在已经熟练掌握了三个长期马甲 一号少年 二号中年 三号老者 现在 雨龙呈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阴霾 老年人形象 鹤发鸡皮 气血薄发之下 一双毛子 如阴久一般风锐 雨龙身形矫健 翻出窗外两个 起纵就跃入夜色之中 绕了一圈回到小区 雨龙在小区大门外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之中 感受到了那熟悉的气 果然还在 只不过数量从三股变成了一股 这样也好 三个人 我也很难同时镇压 夜色之中 雨龙将全身气血 收在十二脉中 气息不露分毫 这个历史上曾有记载 十二脉全通的舞者 可以锁住全身气血 只要不想显露 外表看上去和普通人无异 哪怕在高深的 修为和仪器都无法感知 咚咚咚 雨龙站在车窗边 像是一个半夜游荡的老流氓 站在这辆黑色轿车前 借着车窗玻璃的反光 整理发型 车内的四品舞者 是一个中年男子 看了一眼窗外的雨龙 随即没有理会 长夜漫漫 他必须等到早上七点 才有人来和他交班 还是睡一觉吧 舞者把驾驶座的座椅放平 用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躺上去 那一家人 恐怕早就睡觉了 哄 就在舞者刚刚躺平的时候 一道爆裂的波动 突然在他旁边响起 车窗玻璃瞬间化 成粉碎 一只苍镜的手掌 一把从车窗外探进来 直接抓住了舞者的脖子 太快了 这只手舞指如苍龙 车内舞者 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牢牢扼住了 命运的咽喉 气静薄发之下 将他身上的一切 电子产品 通通震地粉碎 恐怖的气血 从这只手上 堵入他体内 锁住了全身经脉 关键节点 让他直接失去了 反抗的实力 这几个月来 羽龙进中云山脉穴 到了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妖兽 再危险也抵不过人心 他曾经付出了重伤的代价 才学会这一点 那一次他的舞脏 都被震得险些碎裂 花费了数百灵能点 才稳住伤势 咔嚓 做完这一切 这只手的主人 将他直接拖出了车外 碎裂的车窗玻璃 将他全身割出细密的血口 呜 车内舞者倒也硬气 只是闷哼了一声 眼睛怒火万丈高 死死地看着这只手的主人 就是刚刚在车窗外甲 装束里发型的老者 碰 来到一处无人的暗像 确认车内舞者 体内的经脉节点 都被羽龙封住之后 一把将他扔到地上 你不用心怀怨愤 羽龙微微一笑 满脸褶子的老脸夜色之下 看上去有些可怖 我只是不想费什么手脚 引起动静 从你被我发现那一刻起 生死就掌握在 我手上了 中年男子的实力 在四品之中很普通 气血不超过两千斗 哪怕不御用 气血成旋之法 也可以稳稳镇压他 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老先生 中年男子咬牙问道 他平日行事 低调谨慎 很少有仇敌 何况自己刚刚到这里一天 怎么会就被人找上门来 这不重要 羽龙把他抓出来 不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在这里干什么 嗯 中年男子顿时一愣 反应过来 原来不是他的仇敌 而是他出现在这里 惹怒了某些敏感人士的神经 这也不是不可能 尽管社会上律法三言 哪怕修行者 如果违背法律 依然会受到制裁 不过还是有一些实力强悍 或者本领特殊的人 犯事之后 逃脱了追捕 而后隐藏身份 在陌生的城市 重新开始 一旦有可疑的修行者 误入其警戒范围 就可能会遭到雷霆杀机 我可真踏马的冤啊 一念即此 中年男子 不要哭了 他已经相信了老者的话 能常年躲避追捕的狠人 哪里是自己能惹得起的 老 老先生 我在这里 没有其他目点 中年男子 只想赶紧解释清楚 我在这里 只是接了任务 奉命监视一户 普通人家 绝对和你没关系啊 奉命 奉谁的命 监视哪户人家 老者目光 硬痕锐利 几乎要洞穿他的心底 一 一户普通人家 一个寡母 还有两个孩子 这家人信誉 中年男子 结结巴巴地说道 至于是谁的命令 我只是 隶属一家 舞者中介 客户的资料 我是没有权限了解的呀 舞者中介 羽龙皱起了眉 随着社会的越发完善 越来越多 整合各方资源的组织出现 其中之一 就是舞者中介 他们大多被靠财阀集团 整合一些灰色的任务链条 依靠手下招募的 众多中低阶舞者 来完成任务 他们从中抽成 很多时候 这类组织都是 作为明面上大家族的夜狐 专门去做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需要的时候 拿出来用一下 用完就扔到床底最角落 你们是哪家中介 竹 竹剑 竹剑 是舞城本地的一家小中介 其创始人混名 就叫竹剑 这个组织 才刚刚兴起 实力不算是很强劲 就这么一个 监视普通人的任务 怎么就派 你们四品舞者出来 难不成 是在骗我 羽龙目光阴森 手指上的力道 缓缓加大 不不不 没有啊 老先生 感觉到脖子上 传来的死亡气息 中年男子 害得亡魂接冒 急忙大叫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是发布这个任务的客户要求 至少是中介舞者 而且用金 又给得极其丰厚 我们逐渐 又想先实现盈利 就接了这个任务 哼 少年的感知 一直笼罩着中年男子 他没有说谎 看来自己家 一直在被有心人关注 只是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原因 羽龙因为自己身上有大秘密 所以现在格外敏感 不把这件事情 弄清楚他寝食难安 自己一家人的平静安宁 他堵不起 左手高举 五指曲张 化作遮天大手 重重拍在了中年男子脸上 巨大的力道 直接将男子震晕过去 单手提着 把他放回了黑色轿车的座位上 羽龙身形一纵 消失在黑夜之中 只有两句淡淡的低语 在夜空回荡 逐渐是吗 我会来找你 第三十一章 怎么又来了 清晨的低履 阳光撕开了天幕 充满蓬勃生机的紫气 荡漾开来 卧室里 盘膝坐在床上的羽龙 默然睁开了双眼 呼 霸道呼吸法 似乎随着修为的递增 炼化紫气的速度 也在加快啊 感受着体内 澎湃的气血波动 羽龙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随着对修行录了解的深入 他也对自己的妖孽程度 有了更深的认识 自己这样一天 光是修炼呼吸法 演练脆体十八世 就可以增加十斗气血 消息一旦传出去 恐怕整个华国 都要震动吧 心念一动 羽龙面前出现了自己的属性界面 气血四千斗 脑欲一千七百年 灵能七百 经过两个月的猥琐发育 羽龙的实力有了天差地别 还好有中云山这座天然宝库 不然自己的静静 根本不可能这样快速 光是靠修炼提升 实在太慢 这就像软妹币 不管是自己赚的 还是路上捡的 一百块钱就是一百块钱 不会因为来源不一样 而影响其购买力 只要宝药不断 我就灵能不绝 修为提升 只在一念之间 羽龙眼中的神光骇人 他的心中有自己的野心 在每一个境界 把气血提升到极限 在突破 这样累积之下 等到九品舞者时 他可以和舞王争锋 等我踏出前五谷人的那一步 重新开拓出舞者路的时候 我就可以躺 而皇之显化 在世间 现在 第二道枷锁色彩霓虹 有神秘的幽光 在表面流转 锁住我的生命本源 羽龙对自身的掌握 无比透彻 只要撕开这道枷锁 海量本源冲刷之下 必然会再次发生惊人的蜕变 人有九条枷锁 束缚先天本我 羽龙只要想 现在就可以一念之间 崩碎后面三条锁链 但是他不愿意 在每一个境界 停留越久 积累越雄后 突破之时枷锁 崩碎释放的大道之力 就会越恐怖 这是不可逆的机缘 一旦错过 就不再有 这可真是幸福的烦恼啊 咚咚咚 陡然间 卧室门外传来 敲门的声音 羽龙 你舅舅他们马上就要过来了 门外传来了母亲周娟的声音 嗯 少年文言 眉头顿时皱起 他们怎么又来了 等羽龙走出房门的时候 就发现羽小月 脸色黑黑的坐在沙发上 一脸谁都欠她五百万的样子 哟 谁把我的小仙女 妹妹惹到了 羽龙一脸惊讶的样子 脸上挂着熟悉的笑意 又想把魔爪伸向自己妹妹 啊 羽小月尖叫一声 猛然一跳 避开了羽龙的手掌 你又想搅乱我的发型是不是 哼 休想 她的反应 都已经被羽龙锻炼出来了 还不是那个家伙 才清静了几个月 今天突然又说要过来 羽小月小嘴多得老高 她很不高兴 没事 走吧 哥带你去逛街 羽龙笑着看向母亲周娟 妈 咱们一起去 好啊好啊 羽小月顿时高兴地拍起了手 暗自懊恼自己怎么没有想到 这个办法 简直就是完美 啊 这样不好吧 毕竟她都说快到楼下了 周娟也没想到 上次几乎就已经是撕破脸了 自己那个弟弟竟然还能拉下脸来找自己 她还说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一起来 让我们一定要等着 妾 大人物 多大 难不成把咱们悟成一把手请来了 羽小月不屑地冷笑了一声 才不管她那么多呢 那个家伙 专门跑过来 绝对是憋着坏主意的 我看咱们 还是赶紧出门吧 说不定还能避开他们 羽龙也点了点头 她一点也不想和那一家人碰面 那 好吧 周娟为难地说道 她也不喜欢自己那个过于势力的弟弟 只是她的性格一向如此 无法拒绝别人罢了 我给你们舅舅说一声 咱们就走 嗯 羽龙双耳微微一动 停下了脚步 不用了 她已经听到了自己舅舅周平走出地铁的声音 和她一起的是一名无品舞者 相必 这就是周平所说的大人物 无品舞者相比于普通人 的确已经是大人物 姐 开门 刚刚走出电梯 周平就大喊道 咚 打开房门 周平脸上挂着谦卑的笑诣 半攻着身子走在一名中年男子身后 中年男子神态巨傲 目光扫过羽龙几人 五哥您看 这就是我的侄子和侄女 都有修行天赋 我这个宝贝侄女 更是报了帝都里学院 嗯 中年男子的眼神极具侵略性 目光从羽龙身上一扫而过 却反复在于小月身上巡视 片刻之后露出满意的笑诣 傲然开口 算你有福气了 走吧 赐给你一个天大的机缘 你脑子有病吧 于小月只感觉莫名其妙 这个男人的眼神让他很不舒服 进门一句话就让自己跟着走 大胆 周平低声呵斥道 小月 你知道吴哥是谁吗 他可是无品舞者 背后更是站着一位物诚的顶尖大人物 他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给你们求来的好处 只要你们能败入那位大人物门下 肯定能得到天大的好处 你哥哥不是理学天才 没有希望 但是你希望很大 不要自悟 你 果然 这个吴哥的名头 吓到了于小月 小妮子不敢再肆意开喷 生怕给自家惹来祸患 羽龙沉默地看着二人 他知道 这个什么吴哥 恐怕就是周平这么多年来 发家的根源所在 有这样的人物 站在背后 周平这样千万级的小生意 自然无往而不利 不过这个中年男子的 修为有些奇怪 羽龙感知笼罩之下 男子的虚实 全部被他洞察 虽然是无品舞者 但体内的根基 却很虚浮 像是拔苗助长 被外力 强行提升而来 一身气血 只是堪堪达到了三千斗 可以说是 羽龙见过最弱的无品舞者了 一些四品舞者中的高手气血 都要强过他 对如今的羽龙来说 可以轻松镇压 不知这位吴先生背后的大人物是谁 少年沉深问道 以中年男子 虚浮无力的无品修为 不足以支撑他脸上的巨傲 周平看了一眼吴哥 似乎是在征求他的同意 看到男子 微微点头之后 周平脸上露出 与有容颜的神情 似乎能送出他的名 就是一件巨大的荣耀 杨姐背后的大人物 就是龙虎集团的 供奉大长老 吴珀君 第32章 事情没完 吴珀君 九品学者 在华中理学院指教多年 退休之后 回到家乡吴城 创立了龙虎集团 十年不到的时间 龙虎集团就发展成为了 吴城本土最大的 房地产开发公司 这几年 更是已经把业务在全国 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每年都收入数百亿 这背后 九品学者吴珀君的影子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做大做强的龙虎集团 同样在反补吴珀君 每年都花天价 购置海量的天才地宝 希望吴珀君 可以再度迈出 那至关重要的一步 成为宗师级强者 这是这几年 吴珀君几乎不再露面 传言在必死观 可能再度走出的时候 就会突破宗师境界 这样的背景的确恐怖 九品学者 已经可以傲施误成 无人可以匹敌 其在华中理学院指教 多年积累的数部亲人脉 更是骇人 与此同时 除了吴珀君 其后代族人知凡夜貌 也涌现了很多修行的人才 加上有龙虎集团的名头 在外无人敢惹 现在小月能被吴哥看中 以后一生得到荣华富贵 破手可得 甚至被大供奉亲自受为门徒 也不是不可能啊 周平神色激动 这个吴哥是吴家的一名旁之 不是很受重视 也因为如此 才给了他八戒的机会 指甲凤露出一点 就足够他吃得脑满肠肥 的确 于小月的天赋惊人 一旦被龙虎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 倾助资源培养 在修行路上会容易很多 难不成周平真的这么好心 面对突然转性的周平 羽龙心中一律依旧存在 更重要的是 他的感知在二人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极其隐晦的恶意 绝对有鬼 尤其是这个吴哥 他看自己妹妹的眼神之中 透出一股贪婪 这是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 不知道要得到吴先生青睐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或者说 是什么样的代价 羽龙沉声开口 目光直视中年男子 嘿嘿 你这个小鬼很机灵啊 羽龙的问题 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中年男子嘴角 掀起一抹兴奋的弧度 想要得到我的青睐 自然要让我满意 别看我四世纪了 心态还是很年轻的 最喜欢的 就是和小月 这样的小姑娘一起玩 此言一出 羽小月直接神色大变 一脸的厌恶之色 直接呸了一声 大骂道 你 臭流氓 龙虎集团的影子 让羽小月 哪怕心中羞愤难当 却不敢骂出太难听的话 心里委屈交加 只能躲在羽龙背后 嘴唇都咬得发白 你们走吧 羽龙神色阴冷 强忍着一巴掌 拍死二人的冲动 羽龙直接下了逐客令 相比之下 其实羽龙更恨的是 周平这个舅舅 果然 这个周平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 为他们着想的可笑想法 我们羽家不欢迎你们 周平 我不希望下一次 你还出现在面前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是你舅舅 羽龙直呼其名 让周平感觉受到了 巨大的羞辱 还是在自己的大腿面前 但是他不能这样放弃 反正自己 和羽龙一家的关系 已经注定破裂 不如把羽小月 献给自己的粗大腿 这样的话 今年自己 又可以从龙虎 接几个大单子了 这样的事情 他也不是第一次干 神色稍微缓和了些 周平语重心长地说道 舅舅也是为了你们好 一旦能进入龙虎集团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 周平 你够了 周娟气得浑身发抖 将两个孩子 护在自己身后 手指颤抖地指着周平 满脸的不可置信 你还是人吗 你还是人吗 姐 你相信我 真的是 为了你们好 吴哥虽然年纪大了点 却是一表人才 舞蹈修为高深 气血澎湃 也不逊色年轻人 完全不用担心 有什么力不从心之类的事情发生啊 混账 雷霆一般的声音 突然在周平耳边乍响 震得他头脑发懵 将他剩下的话 全部堵回了肚子里 羽龙面色猙獰 周平说的什么混账话 一字一句都像钢针一样 身后妹妹的哭泣声音 都能清楚听见 他们都没想到 就算两家关系破裂 老死不相往来也就是了 他从没有过什么 报复回去的想法 而周平却能做出这种 畜生不如的事情 让羽龙心中的怒火 直欲焚烧九中天 这是当他这个哥哥不存在啊 碰 身形一静 羽龙左手握拳 如蛟龙一般探出 直接轰在了周平小腹之上 羽龙动了真火 气静寒而不发 透体而入 撕裂了周平小腹内的经脉组织 啊 周平只感觉小腹 传来刀脚一般的剧痛 忍不住后退 直接瘫坐在地上 但这股疼痛一闪而逝 随后一股尿一袭来 他竟然直接尿裤子了 给我滚 羽龙竭力压制 自己轰出第二拳的冲动 体内的气血在翻江倒海 迫切地想要释放 你 你 周平也被羽龙凶狠的眼神吓到 那是怎样的眼神 双目赤红 像是有滔天血海在翻涌 这几个月 羽龙在山中斩杀的妖兽 不下摆头 早已从尸山血海中 锤炼而出一股浓郁的杀气 这种气息对周平这样的普通人 稍一展露 都可以压垮其心房 废物 周平身上的尿骚味 熏得中年男子退了几步 一脸的厌恶 先滚出去 是是是 周平神色无比难看 只能灰溜溜地下楼 自己今天的脸面都丢尽了 都怪这个小畜生 但是看到羽龙杀气滔天的眼神 周平吓了一个哆嗦 如果自己再说 这个侄子真的可能会出手杀了他 周平突然有些后悔今天来这里 少年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一旁的中年男子 神色阴沉 他没想到 竟然有人敢在自己面前动手 其实他心底也有些疑惑 羽龙刚刚的 出手他竟然没来得及阻拦 一定是自己的心思 都被小月这个小可人吸引了 目光再度聚焦 在于小月身上 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游莲 顿时让他心中的色星暴涨 一发不可收拾 不如就在这里 就地正法吧 中年男子路子很野 他现在迎虫上头 只想彻底征服这个于小月 你这是在找死啊 羽龙发现了中年男子的异样 心中嘶吼 如果他赶上前一步 羽龙哪怕暴露修为 也要将他斩杀 你想干什么 于小月今生道 我是理学天才 还报考了帝都理学院 你敢乱来 理学天才 这是一张强悍的护身符 中年男子神色游宜 终究还是没有出手 他今天是光明正大 走进小区的 有太多人看到他 一旦强迫于小月 哪怕背后有无破军 这样的九品学者 也保不住他的性命 一念及此 中年男子转身朝着屋外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身形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几人 不过 中年男子阴沉地笑了笑 小可爱 要想达到我的目的 办法很多 要不了几天 你就会跪在我面前求我的 龙虎集团 几乎就是物诚的无冕之王 他想要的 就一定可以得到 你叫羽龙是吧 我记住你了 抛下这句话 中年男子头 也不会地下楼 但是 众人都知道 这件事 没完 第三十三章 陪礼道歉 中年男子走了 但龙虎集团 这几个大字 却像一座大山 压在众人身上 碰 今天的事情 对周娟冲击太大 他脸色一白 直接晕了过去 妈 妈 与小月见状大惊 急忙擦干脸上的泪痕 浮着倒地的母亲 羽龙一个剑步冲上来查看 发现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一时急火攻心 晕了过去 还好 没什么大碍 陈音片刻 羽龙突然开口 妹 你打120 陪妈去一趟医院 多住几天 嗯 于小月有些奇怪 不是没有大碍吗 怎么还去医院 你就听歌的 羽龙声音低沉 不容许拒绝 递给了于小月 一张不计名卡 钱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搁在中云山 晃荡那么多次 身上还有几十万 住院费没问题 你把这张卡带上 放心 最多就住两个月 羽龙担心吴家 可能的后续手段 只有住在医院最安全 除了医闹 还没有谁敢 公然去医院行凶 哥 你呢 于小月有些担心 我自然是去中云山脉 我还不信 吴家的人 还跑到山脉里来找我 羽龙习惯性地 揉了揉妹妹的头发 放心 你哥可是天才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当然知道 于小月眼中 还挂着泪珠 目光炯炯地看着羽龙 我一直都知道 哥哥是最厉害的 羽龙有些意外 难道今天这点波折 让小妮子转心吗 结果于小月下 一句话就打破了羽龙的幻想 不过 还是没有本姑娘厉害 呵呵 这才是熟悉的味道 十分钟之后 是医院的救护车 到了楼下 羽龙陪着与小月一起 将母亲送上救护车 然后静静看着救护车 远去 当救护车 在路口转弯消失不见 羽龙身上的气息 骤然一变 浓郁到极致的杀气 算上前世 两世为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 让羽龙有这么强烈的杀意 等到两个月之后 帝都里学院开学 小月的安全就得到了保障 少年双目威和 低声呢喃着 只有自己能听见 至于母亲 两个月的时间 足够事情余波 彻底过去吧 双目猛然睁开 羽龙眼中的杀意 全部被压制到最深处 杜 喂 你好 舅舅吗 我是羽龙 刚刚是我太冲动了 你们在哪里呢 我想亲自给吴哥赔礼道歉 地豪KTV 一号包箱 吴海大马横刀 坐在沙发正中间 左右都是一群打扮的 花枝招展的阴阴艳艳 吴哥这么久没来 莉莉还以为你忘了人家了呢 来啊 吴哥和人家喝一杯嘛 讨厌 就光盯着人家那里看 一种女郎 都簇拥着中间的吴海 不断用身体的敏感部位 去摩擦吴海的身体 逗得吴海哈哈大笑 极善挑逗之能是 吴哥 酒来了 包箱门打开 周平抱着一大香白酒 气喘吁吁地走了进去 废物 拿个酒都这么磨磨蹭蹭的 怒骂一声 吴海一把抓出一瓶 五百毫升的五十五度白酒 对着瓶子一饮而尽 不管吴者还是理学强者 大多数修行者 都会自觉远离烟酒色 沉迷这些东西 只会掏空身体 不利于修行路 但吴海不一样 他出生在吴家 虽然检测出修行天赋 却奇差无比 常年靠着嗑药 走到了吴者吴品 再难以寸进 吴道没有了指望 他的目的就是潇洒快活 快活一生了 仗着龙虎集团的势力 还有手下这个狗腿周平 这些年他的日子 也过得很舒心 要什么有什么 再无成 只要不去招惹 极少部分的存在 他就算是横着走 也没关系 他的其中一个人生目标 就是万人斩 不是生死厮杀斩敌万人 而是蹂躏 娇嫩可人的少女万人 他的气血虚浮 是无品无者的最低端 但三千斗的气血 要业育女 却也不难 目前他的战绩 已经到了三千六百五十二人 但是却没想到 自己的战绩 会在今天遭遇滑铁炉 一把将手中的空瓶 扔在地上砸得粉碎 吴海面目阴沉 现在 你马上给我想办法 三天之内 我要看到你侄女 主动跪在我面前 任我玩弄 是是是 周平急忙攻身说道 他眼力见及好 马上再递了一瓶白酒给吴海 嗯 吴哥 人家不一吗 我们这么多姐妹 在这里 还想着其他小妖精 坐在吴海右手边的妖艳女子 娇撑地摇着吴海的手臂 把胸前二两肉 全部压在了吴海身上 啪 吴海神色猛然变得阴沉 一巴掌 直接扇在了妖艳女子脸上 巨大的力道之下 身形陡然腾空飞起 越过茶几 落在了对面 女子一脸惊骇地看着吴海 满眼的不可置信 用手捂着脸颊 脸上顿时 肉眼可见地肿了一大圈 你算什么动线 也可以和他比 吴海怒骂 直接将手上的酒瓶 砸在了妖艳女子身上 破碎的玻璃砸滑破她的肌肤 滚 妖艳女子一句话都不敢说 一瘸一拐地离开包房 都滚 吴海的心情顿时变得烦躁 把所有女子都赶出了包厢 肮脏东西 脏了大爷的眼 吴海现在脑海中 一想到与小月那小猫般的可怜模样 浑身就激动地站立 这是他每次猎取新猎物前 都会有的激动和期待 但与小月给他的感觉 比以往那些猎物更加强烈 吴哥放心 我太了解他们了 现在已经有几百种办法 可以让他们主动在吴哥面前求饶 凑到耳边 周平挑了几种办法 给吴海描述 顿时逗得吴海哈哈大笑 好 好 好 而且我已经让我那个侄子 现在过来 给吴哥赔礼道歉 让吴哥先出出心里的恶解 周平甜不知耻地说道 不愧是我的好狗子 好好干 有的是骨头等着你 我记得下个月集团 在南城有一个地块 要开发 到时候你去承包吧 周平顿时大喜 他抛弃道德底线 做的这一切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谢谢吴哥 我一定好好干 咚咚咚 包厢门外 默然传来敲门声 谁 不是叫你滚了吗 吴海一把酒瓶砸在门上 他以为 又是刚刚那个妖艳女子 回来讨好他来了 吴哥 是我 雨龙 来陪你道歉的 第34章 直接废掉 吴哥 我是雨龙 来陪你道歉的 包厢门外 传来雨龙的声音 真的来了 吴海嘴角掀起 一抹讥讽的笑意 这也很正常不是吗 毕竟自己 可是无家的人 包厢门打开 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嗯 站在门边的周平 惊疑了一声 你不是雨龙 你是谁 声音抬起头 一个中年男子的面孔 映入眼帘 舅舅 你看清楚一些 我不是雨龙吗 中年男子骤然伸手 掐住周平的咽喉 手臂向神铁 将周平举起 与此同时 男子的五官 开始诡异地蠕动 在周平不可置信的目光之中 变成了自己那个 侄子雨龙的样子 我刚刚在门外 听说你有无数种 恶毒的办法 可以制服我们一家 雨龙神色阴沉地可怕 哪怕今天你带着 吴海来我家里 我也依然还在克制 我们毕竟有血脉之亲 但是我没想到 你的心肠会如此恶毒 他的武士很强 周平在包厢内 小声说的话 都被雨龙洞察 也让他气得浑身发抖 如果不是被自己听到 一旦自己去了中云山脉 哪怕周娟母女 躲在医院之中 都不是绝对安全 周平这丝太过恶毒 哄 狂暴的气血 冲进周平体内 催枯拉朽一般 将周平全身的经脉搅得粉碎 整个人都 直接松软了下来 啊 一声淒厉的嘶吼 雨龙这一招 和活活打断了他的四肢无翼 太痛了 这股剧痛 像是浪潮一般 一波一波袭击他的脑海 周平的眼泪和鼻涕 一起往下流 你既然想对我施展千般恶毒计谋 自然就要准备好 承受我的万般狠辣手段 一把将浑身软绵绵的周平 扔在一边 雨龙转头看向吴海 眼中杀气爆裂 啪啪啪 吴海端坐在沙发上 淡然鼓掌 像是在看一场好戏 有意思 有意思 不愧是高考 就有一百多斗气血的小天才 你似乎对周平一点都不在意啊 雨龙看了一眼 扔在角落的周平 他很确信 吴海没有看那里 哪怕一眼 哈哈 好笑 一条狗罢了 被人打死了 坏一条就是了 想当我狗的人 多的是 漠然站起身 吴海一脸冷酷 不过 打死了我的狗 你怕是 也得留下这条性命 吴海气血激荡 五品五者 镇压一个百斗气血的学生 就像吃饭喝水一般容易 天才 我最喜欢的 就是镇杀天才 吴海眼中 也有刻骨的杀鸡弥漫 他的武道天赋很差 最见不得其他天资比他高的人 感受到吴海的杀鸡 羽龙嘴角一脸 那就来试试吧 哄 四千斗气血 全面沸腾 少年身形如电 瞬息之间 就跨过数米距离 从门口 直接出现在吴海面前 哄 羽龙没有打算在这里多做纠缠 一出手就是雷霆之势 直接爆发自己的权力一击 带着不可匹敌的气势 席卷而来 伴随着滑破空气的气爆声音 什么 怎么可能 吴海眼中的淡定 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骇 这是白斗气血的小崽子 他才刚刚高考结束 怎么可能这么强 这一拳带给他巨大的危机感 浑身汗毛都炸起 如果稍有差池 自己就有可能死在这一拳下 他哪里是来赔礼道歉 分明是来杀我的 这一拳太快了 吴海心中狂吼 只能堪堪将手臂挡在身前 护住要害 碰 气血成旋 八千斗气血 战力爆发 这是媲美六品五者层次的一拳 像是被重型卡车撵过 吴海被这股距离瞬间先飞 重重地撞在了包厢门上 狂暴地气静肆虐 瞬间撕裂了 他挡在身前的右臂 啊 吴海发出痛苦的惨叫 他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创伤 从小到大 他都是高高在上的吴哥 吴绍 身边的人都在围着他转 哪怕真的有修为比他高的修行者 对他同样是刻刻气气 一拳建功 羽绒的身形却没有停下 身上的杀气更烈 瞬息之间 身形欺净了吴海胸前 七星拳 破 像是针尖扎破气球的声音 羽绒暴裂的全境汹涌 瞬息之间撕裂了吴海的小腹 这里是普遍意义上的丹田 是气血全身流转关键节点 吴海全身的气血 从这里一泻千里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 吴海脸色煞白 瞬间失去血色 一身的力量都在快速消散 他的眼中全是怨毒 知道 他自己废了 他空有三千斗气血 却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死厮杀 站立低的可怕 直接被羽龙捶爆了丹田 哪怕羽龙自己都没想到 这么顺利 就彻底废了吴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从来不曾体验 少年声音冷酷 站在高处太久 你需要重新感受一下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作为物城最豪华的KTV 为了保护包厢里客人们的隐私 地豪装修的时候 专门从米国空运了 最顶尖的隔音材料 每一个包厢的隔音效果 都非常好 吴海嗓子都要喊哑了 外面都听不见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吴海看着满脸杀气的羽龙 一步步逼近 惊骇欲绝 顾不上怨恨 只想先保住性命 我二爷爷是九品学者吴破君 马上就要突破成宗师强者了 你不能杀我不能杀我 哼 这种时候 除了搬出吴破君的名字 你还有什么其他本事吗 羽龙站在吴海身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眼神之中杀意森然 你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吴海内心惊惧 浑身都在颤抖 羽龙的杀气 就像化作实质一般 把他全身上下笼罩 我不该对你妹妹 起那种龌龊的心思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啊 吴海左臂 抱着羽龙的大腿 痛哭流涕 您放心 为了弥补我的过错 我马上就打一百万到您的账户 不 一千万 哪怕一个亿 一个亿也行 只求您不要杀我 我已经知错了 吴海抱着羽龙的大腿 声嘶力竭地 哭诉着自己的罪念 你知道 你的取死知道是什么 羽龙身形如钢筋一般 丝毫不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吴海的表演 把手伸向我唯一的妹妹 死取死知道一 直到现在 心中还有杀我的念头 死取死知道二 啊 羽龙最后一句话 让他通体冰凉 整个人如坠冰枯 急忙辩解 没有啊 我没有啊 话音未落 眼泪鼻涕忽了一脸的吴海 神色骤然变得猙獰 完好的左手 猛然从口袋中 掏出一把黑色的手枪 死吧 通体有黑的手枪 散发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黑漆漆的枪口 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华国禁枪令极为严格 社会之中 不允许有枪支的存在 吴海几年前 也是花了大价钱 才从国外黑市上 买了一把 秘密放在身上 任何人都不知道 这么近距离下 现代枪械射出的子弹 哪怕六品武者 也躲避不开 武者再强 也依旧是血肉之躯 肉身无法应接子弹 那是宗师强者 才能做到的壮举 哈哈 给我死给我死 吴海张狂大笑 眼中的怨毒 要化作实质 尽管修为被废 但这把手枪在手 他依然可以杀了羽龙 你放心 等你死后 我会好好款待你妹妹的 啪 吴海直接扣动扳机 他已经能想象到 羽龙的头颅 被轰成一片血浆的样子 眼神快意疯狂 第35章 系统新功能上线 地豪KTV 预料之中的枪响 并没有响起 空气尴尬地 安静了数秒钟 不可能 吴海神色大变 眼中一片灰败 预料之中 他可以借此反杀羽龙 却没想到 自己保命的手枪 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 天要亡我 吴海心中悲愤 从使道中 羽龙的眼神 都只有越来越来的杀气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对气血的掌控极强 秒到豪天的掌控力 让他每一次全静轰出 都会先将对手身上 携带的全部东西震碎 无论是手机 照相机 还是这次的手枪 都会在第一时间 被羽龙震散 失去作用 你的取死之道 还有第三条 羽龙默然开口 身上气血再度沸腾起来 修为和你的张狂毫不匹配 注定活不长久 不不不 别杀我 被杀我 吴海惊骇欲绝 他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大线就在眼前 你一旦杀了我 我二爷也一定会亲自出手 会杀了你 杀了你的 砰 一脚踢在了吴海的头颅上 千军力道轰击 吴海的头颅 就像一个熟透的西瓜一般 直接爆裂开 脑浆和颅骨四散飞溅 吴海疯狂的声音戛然而止 整个包厢骤然变得安静起来 呼 一拳将吴海轰杀 羽龙长长出了一口气 脑海中的念头再度变得清明 爹 陡然间 羽龙体内的系统 弹出一条提示信息 感应到周围空间有气血能量一散 请确认是否吸收 嗯 羽龙眉头一皱 这是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气血能量一散 少年目光落在吴海的无头师身上 他刚刚捶爆了吴海的丹田 他的三千斗气血 全部从体内一出 难不成这还能阴差阳错 激发出系统的全新功能 羽龙很意外 这个系统就像是一个未知的宝库 自己现在用到的 可能只是奇妙用的万分之一 吸收 念头刚刚落下 羽龙瞬间感知到 吴海体内一散的气血 本来在快速消散 却突然被虚空中某种神秘的伟粒射回 哪怕之前已经消散的气血 都全部被扯回 已吸收完毕 不过数秒时间 吴海体内气血就被掠夺一空 整个尸身都变成了一具干尸 心面一动 羽龙掉出了系统界面 气血 四千斗 脑狱 一千七百念 灵能 一千 增加了三百点灵能 我去 吴海身上整整三千斗 你就给我十分之一 你这抽成也太厉害了 少年不满地嘀咕道 这个系统新上线的功能 似乎很财迷啊 系统可以转化一个人 全身气血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以后自己与敌厮杀的时候 垂抱其丹田 就可以掠夺其苦修多年的气血 这不就是吸星大法吗 羽龙脸色有些难看 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有了想法 杀人的想法 只要一直杀人 吸收他们的气血 就可以快速壮大自己的修为 这可比进中云山脉 满大山的找宝要好多了 哼 少年低哼了一声 丸是想来接载我 而不在这系统里 更不在这一门法里 如果依靠四处杀人来增强修为 这与我本心不服 羽龙心智坚定 将这个念头 彻底从脑海中抹去 我是要利用系统来提升修为 而不是沦为系统的奴隶 少年降服了 差点跑偏的星园一马 整个人的意志都得到升华 心中的武道之心更加坚定 咚咚咚 包厢外 再度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吴哥 您还在生气吗 莉莉错了 原谅人家吧 这个女子 就是之前被吴海赶出包厢的人之一 想要回到包厢讨好吴海 她的身份太惊人了 只要能被吴海一人包养 做她的情人 那就是飞上之头 变凤凰的天大好事 莉莉用力推了推门 发现门已经被卡死 根本推不开 那是羽龙在进门的时候 顺手将大门反锁 此地不宜久留 恐怕还是该走了 羽龙没有应声 房间里三个人 吴海已死 周平也是浑身松软 像一摊烂泥一样 摊在地上 她已经全身瘫痪了 羽龙缓步走到周平面前 看着这张惊恐的面部 五官都扭曲的脸 少年想起自己小时候 每次过年 还会快乐地扑上去 叫这个男人舅舅 岁月是最强大的神通 可以让一切都变质 你和吴海 有没有在找其他人 去骚扰我妹妹 羽龙声音阴冷 声音像是从九幽地狱传出 如果不是自己 有远超同龄人的修为 自己一家 不是就要被周平彻底毁掉 周平全身的筋骨都被折断 口腔的上下盒 同样不例外 根本没办法开口说话 只能用眼神示意 自己真的还没有来得及 找人去收拾羽龙一家 她本来就是打算 今天下午和吴海 在地豪KTV放松之后 就开始去安排相关的事 把余小月送到吴海面前把玩 只是 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余小月的哥哥羽龙 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高三毕业生 而是一只世人的凶兽 转眼之间 就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万劫不复 周平全身都动弹不得 只能用眼神示意求饶 你做出了这些事情 还想活 你觉得可能吗 羽龙眼中杀气在气 某种意义上 周平比吴海更可恨 但是 这也是自己母亲唯一的弟弟 如果自己真的在这里杀了他 周娟真的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自己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弟弟 羽龙不愿意母亲 在未来的某一天 承受这样的痛苦 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可是一想到要放过你 真的很不甘心啊 羽龙低声呢喃着 眼中的神色变换不定 他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吴哥 你没事吧 门外的莉莉 看里面久久没有回应 又隐隐闻到了血腥味道 心中开始有些不妙的预感 喂 保安 来一趟一号包厢 这里门打不开 可能出事了 快点过来 莉莉急忙联系了地豪的安保 想要强行破门而入 没有时间了啊 羽龙轻轻摇了摇头 周平就算活着 也无法再离开床塔 你的余生 就好好想想 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吧 少年终究还是没办法杀了周平 心底那丝血脉牵挂 始终在牵绊着他 不过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羽龙缓缓蹲下身子 右手摸到周平后脑 破 一丝气静透体而入 搅乱了周平的神经中枢 让其神志彻底陷入混乱 变成了一个疯子 疯子 是不可能向别人描述 今晚发生了什么的 羽龙走进来地豪KTV用的是 自己意想出来的 二号马甲中年男子样貌 别人万万查不到自己身上 如今周平神志混沌 算是消除了最后一丝后患 现在的羽龙 输不起 吴先生 吴先生 门外 地豪的安保人员 大声拍着门 想要里面回应 嗯 好重的血腥味 直接砸门 保安队长神色一变 直接命令手下几人一起砸门 碰 大门被暴力破开 一股更加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众人赫然看到 大门对面的沙发上 一具无头尸体 静静地歪倒在那里 墙上 还有红白相间的脑浆颅骨混合物 这样的场景视觉冲击太强烈 打扮花枝招展的莉莉 也同样看到这一幕 发出了刺破耳膜的尖叫声 啊 第36章 这是好东西 市医院是物城最大的医院之一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来这里看病就医 寻医问药 病床床位 一床难求 周娟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检查发现 不过是情绪一时激动 气血逆行导致的昏迷 这在市医院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 随手开了两副对症的药 周娟就被安排到一个病床上休息 没多久就醒了过来 月月 你哥呢 精神头稍微好些之后 周娟发现没有看到自己儿子的身影 哥说他要去中云山脉磨练自己 把您送上救护车之后就走了 于小月也很担心 毕竟那是龙虎集团的吴家 这孩子 哎 周娟叹了口气 摸了摸自己女儿的小脑袋 毒怪妈没办事 让你们受委屈了 特别是你 哎 要是那个死鬼男人还在 女儿又怎么会遭遇这样的羞辱 周娟又想起了雨战 这么多年她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实在是太辛苦了 妈 我没事 于小月露出一个笑脸 趴在了母亲怀里 小姑娘心里也第一次种下了 必须快速变强的执念 等到去了帝都 她要抓紧一切机会变强 妈 妹 病房外 雨龙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门口 哥 于小月高兴地直接跳了起来 直接扑向雨龙 你不是说去中云山了吗 改变主意了吗 于小月好奇地问 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色又有些紧张 不会是在半路上 就遇到吴家的人 躲到这里来的吧 你这丫头 想什么呢 雨龙又好气又好笑 我还是想在走之前 再来看看妈 她此时已经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身上气血内敛 看上去和普通的高中生无异 啪 就在雨龙和母亲妹妹说话的时候 同一个病房靠窗的床位 突然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说了不慢 你们这群不孝子 竟然想把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卖掉 真是气死我了 可嗨嗨 躺在床上的一位老人大声怒骂 窗边的两个中年男人一脸的无奈 爸 您这脑一血都发作多少次了 医生说了 再不做手术介入的话 您随时都可能会死的 二人满脸苦笑 他们的家庭条件也不富裕 自己父亲生了重病 必须要治 两兄弟都把家中的全部积蓄 拿出来花光了 再花 就只有把房子卖掉了 可是他们都是家中有老婆 孩子 卖掉房子 实在太不现实 所以他们才打起了自己老父手里传家宝的主意 我会不会脑一血死不知道 你们要是再这样 我就会马上被你们活活气死 老者下巴上的胡子都被气得一颤一颤 他的情绪很激动 他们祖上是中医世家 往前推千年 也是曾经给华国帝王 枕脉的一道圣手 是院士强者 只是千年来 家中后继 没有修为出色的子孙 逐渐中落 到老者爷爷这一辈 彻底沦落为普通人 加上这几十年中医被越来越多人质疑 是骗子 整个社会大环境都对中医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这也让他们家雪上加霜 爸 这几年家里都没什么生意 大家生病都去看西医 谁看中医啊 您现在生病了 不也是要来看西医 两个儿子苦口婆心地劝说 想要父亲同意卖这份传家宝 你们两个不孝子 根本不懂此物的珍贵 这传言是我们先祖曾经用过的宝器 有毁天灭地的威能 老者双手虔诚的从怀中 逃出一个墓盒 里面罗列了大大小小数 十根金针 和普通的中医针灸所用金针无益 爸 您醒醒吧 这么多年 我们找了那么多专家来检测 还专门送去物城理学部 找大人物 亲自掌眼 都是说 除材料兼任之外 根本就是普通的中医金针 本来病房中 其他人听到这些的密文心中 都提起了几分精神 结果听到 已经被众多机构检验过是废品 顿时失去了兴趣 两个儿子也不是傻子 家中祖上有 流传下来的物品自然会经过反复的检验 而一旁的羽龙 神色也是 悄然凝重了几分 他在这套金针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 隐晦至极的波动 这股波动一闪而逝 要不是脑欲强度达到了1700点 他极有可能错过 这是好东西 羽龙金光一闪 身形悄悄往那边靠了靠 爸 两个儿子看着床上的老父 依旧如此固执 声音都沉重了几分 医生已经反复给我们交代了 您的脑溢血必须马上做手术 50万 我们两兄弟杂锅卖铁 借便亲戚朋友 也就凑出来20万 另外30万在哪里去找 难道您真的是要逼我们 卖掉家里的房子吗 带着您的儿媳 孙子睡大街吗 还是让我们不管您的死活 从此一辈子 活在愧疚之中 真正成为不孝子 中年男人的生活 上有老下有小 每天睁开眼睛周围 都是要依靠自己的人 这种感觉让人绝望 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老者终于沉默了 他浑身都在微微直颤 他也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 为自己付出了太多 再闹下去 真的就是要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了 家族的信仰 祖宗的传承 在这一刻 也比不上眼前的生活 和苟且呀 好 老者凯然一叹 刚刚霸道的气势顿势不见 你们拿去卖吧 卖了也好 卖了也好 眼不见 心不烦啊 两个中年男子对视一眼 神色大喜 自己的父亲同意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在他们眼里 这套金针本身值不了多少钱 但是传承千年的文物价值 还是有人愿意买单 这样一来 五十万的医药费 就差不多能凑齐了 你好 就在二人脑海中 疯狂转动着 有谁愿意收购古董器件的时候 一名少年的声音 打断了二人的念头 我刚刚听到 你们要卖这套金针吗 难道这么快就有买家了 二人神色一喜 转头看去 却发现 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学生 去去去 一边去 我们是要卖这个 你买得起吗 一个中年男子 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这又不是学校门口的球鞋玩具 几十万的东西 哪里是一个学生能买的 我是真的想买 羽龙对这二人的印象很好 所以耐心也更足几分 如果你们愿意卖的话 我可以直接出五十万 五十万 哇 看不出来啊 这个年轻人这么有钱 难道是物诚的哪个富二代 骗人的吧 整个病房都沸腾起来 众人双目圆瞪 骑刷刷地看着羽龙 他们不相信这样一个学生打扮的人 竟然可以随手拿出五十万 这就是舞者和普通人世界的不同啊 羽龙心中微微感慨 五十万对于面前 这两个中年男人 这样的普通人来说 是一笔巨款 可能需要花十多年才能存在 但是对于羽龙这样的舞者来说 随手击杀 一头妖兽 就可以有几百万入账 小兄弟 你真的有这么多钱 愿意出五十万 你家人 不会有意见吧 两名中年男子大喜 还是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周娟 我哥的钱 他可以自己做主 于小月直接站起来说道 他知道自己哥哥绝不会 无缘无故要买这个金针 肯定有什么 他还不知道的缘由 不管怎样 他都无条件支持哥哥 看到病床上的周娟 也点了点头 两名中年人终于放心 在医院也方便 直接叫来医院的财务人员 羽龙将五十万刷到了医院账上 作为老者的手术费用 不记名卡 众人认出了这个卡 原来这是一位舞者 这么年轻的舞者 众人心中震撼 对病床上的周娟 投去了无比羡慕的眼神 对于羽龙毫不犹豫 就刷出五十万的行为 也没有了任何疑问 舞者和普通人 本来就是两个事件 第三十七章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中云山脉之中 景象格外萧瑟 两个月前的寿巢 冲击了山外的城市 人族强者的反杀 也让妖兽元气大伤 一处有黑的山洞之中 羽龙在这里默默眼全 他此刻没有动用 丝毫气血之力 整个人精神 都沉浸在 翠体十八世的权益中 他对拳法的领悟很快 如果有其他人站在这里 就会发现少年 此时施展的 根本不是正统的翠体十八世 而是变得四象飞象 更多了玄妙意境 这几个月时间 他把自身掌握的所有法 都一一演练 想要融练出一门 无敌的武道技法 融合所有的拳 掌 腿 棍 刀 枪 剑等等各种法 以无上的真意 融为一如 一朝一世 都包含无尽变化 羽龙现在的脑海中 就只有这一个念头 他想要 创造出一门 独属于自己的法 横压万古 永垂不朽的法 真的走到这一步很难 远不是现在的羽龙 可以做到的 但依靠恐怖的脑域强度 羽龙已经将这些法 在脑海中无尽推演 找到其中的关联和道理 令他惊讶的是 看似最普通 最基础的翠体十八式 竟然能够承载其他全部的法 正是因为它太过基础 是所有五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每一招 每一世 都是无数年来 提炼出的最基础招式 也正是因此 羽龙发现翠体十八式 对所有功法 都有很高的包容程度 到现在 羽龙已经将手中的功法 完成了初步的熔炼 找到那冥冥之中的契机 自然而然地完成融合 哄 羽龙全身心地沉浸在其中 没有调动丝毫的气血之力 纯粹依靠这股权意 搅动天地灵气 轰得整个山洞都轰隆作响 咔嚓 陡然间 羽龙体内 传来一声清澈的脆响 他的第二道枷锁 悄无声息的碎裂 璀璨的红光 在山洞之中爆发 浩瀚精纯的生命精气 从身体深处宣泄而出 滋养羽龙的肉身气血 不过 羽龙此刻丝毫未决 这太正常了 突破二屏舞者 对他来说 没有丝毫的意外和惊喜 不过浩瀚的气血波动 直接将堵在洞口的大石震碎 洞内的气息波动 和绚烂红光迸射而出 照耀了山洞附近 嗯 此时 就在山洞不远处 一队人马正好路过 感受到了这股波动 难道是 有什么一宝出师啊 不好说 也有可能是 某种大药果实成熟 散发的意向 这个队伍有十多个人 每个人身上的气息波动 都很强烈 一起拱位着队伍中间的一名少年 不管是什么 我们过去 看看就知道了 身穿静装的少年 神色冷峻 不苟言笑 但是说出的话 却一锤定音 直接定下来行动基调 无少都说了 我们过去看看 队伍前段 一名落腮狐大汉 气势昂扬 一双眸子目光如电 注视着周围 小心点 也许会有不可知的危机 当队伍走到山洞门口的时候 正好撞到了眼圈完毕 走出洞穴的羽龙 一个年级和我差不多的少年 队伍之中 冷漠少年眉头一线 能深入到中云山脉这一段 除非有逆天的运气 否则必然是斩杀了 一个又一个的妖兽 才能做到 他不相信 面前这个 和他年轻差不多的少年 竟然能有这样的实力 我叫吴南 冷漠少年默然开口 你是一个人走进来的 羽龙本就不是一个 难说话的人 加上刚刚突破了境界 拳法的熔练 又有了新的进展 心情不由大好 面对少年的责问 也不生气 懒洋洋地伸了一个懒腰 不是走进来的 难道还是飞进来的 你刚刚从这么山洞出来 有没有看到什么宝物 最好交出来 不然有你的苦头吃 冷漠少年身边队伍的一名男子 陡然间开口 眼睛死死地看着羽龙背后 背着的骨囊囊背包 我说 我在山洞里没有捡到 任何好东西 你们信吗 听到男子的责问 羽龙双眼瞇了瞇 他虽然脾气好 却不代表没脾气 信你 可以 把你背上的背包放下 我怀疑 我们龙虎集团 之前遗落的一批物资 在你里面 洛塞湖大汉突然开口 他们人多势众 面对势单力薄 背上却有丰厚收获的羽龙 他们自然动心了 刚刚看到的绚烂红光 同样让他们心动 这必然是有非凡的宝物出事 谁让你这小子 快我们一步 队伍中除了少年依旧神色冷漠 其他人眼中都泛起一丝宁笑 缓缓朝着羽龙逼近 怎么 想硬抢 你们想好了吗 羽龙双目瞇了瞇 掩盖眸光之中的刺骨杀意 这些人最强的 也就是洛塞湖子是五品强者 其他都是三四品强者 根本不是他义和之敌 他没想到 自己刚刚进山没几天 竟然又遇到了龙虎集团的人 这是什么奇妙的缘分啊 嘿嘿 硬抢又如何 你小子莫不是还能翻起什么了 洛塞湖子眼中露出一抹嘲讽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配合起来也是熟练无比 等等 一直沉默的吴南突然开口 他自然知道身边这些人的本性 贪财 这在他看来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有这样朴实无华的弱点 才方便他掌控 真的是那种一心五道的武疯子 他还不敢招在身边 偶尔看这些人像猫捉老鼠一样 玩弄那些落单的修士 对吴南来说也是修行之鱼的一种娱乐消遣 但这次他有新的想法 这个少年看上去年纪和他相仿 他想试试这个少年 能一个人出现这里的底气是什么 就算天赋如他也是在这十多个中阶舞者的护送下 才敢如此深入这片山脉 你和我打一场 赢了 我就放你走 他要试试这个少年的虚实 嗯 羽龙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少年 年纪和他差不多 修为竟然有五百度气血 一品舞者 羽龙还是第一次遇到五百度气血的一品舞者 这是恐怖的天赋 要是羽龙没有脑海中的神秘系统相助 现在恐怕还在两三十斗气血徘徊 你叫什么名字 羽龙第一次主动想知道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吴南 第三十八章 打劫 脱衣服 吴南 羽龙轻轻呢喃着这个名字 脑海中有无数念头在生起幻灭 龙虎集团 你和吴海是什么关系 少年默然开口 想起了前几天被自己击杀的吴海 吴海 吴南没想到 羽龙会突然问出这种奇怪的问题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似乎 是我一个旁支的树出兄弟 吴海那样的人 和吴南在家族中受重视程度根本不一样 平日里的交集也是少之又少 怎么 你认识我这个叫吴海的族殿 不认识 听说过他的名声 羽龙神色淡然 看来自己真的是和吴家有特别的缘分啊 你想和我打 羽龙站在洞口 目光屁靡 看着眼中有火焰在生腾的吴南 面露不屑 可惜 你还不配和我打 羽龙的语气平淡而有力 像是在说一个众所皆知的真理一般 大胆 狂妄 无法无天 这是要做死吗 吴南的脸色瞬间被弃得铁青 从来是他蔑视别人 没想到 自己也有别人蔑视的这一刻 这种感觉 让他无比难受 队伍中其他人也是一份填膺 纷纷为吴南打抱不平 吴南吴少 是龙虎集团吴家武道 天赋最惊人的弟子 九品学者吴共奉的亲孙 小小年纪刚刚高考完就达到了200气血 这是吴城有史以来 武科高考的最高气血成绩 连吴城武大的校长都被惊动 亲自来见了吴南一面 你就是育才中学那个 考出200斗气血的学生 羽龙声音有些惊讶 原来不是只有自己会藏桌 这个无难体内的气血 明明已经500斗 却只对外表现了200斗战力 现在跪下 道歉 祈求无少的宽恕 一名壮汉大步走出队伍 脸上挂着争鸣的宁孝 一巴掌拍向羽龙 啪 一道耳光扇在脸上的声音 令人意外的是 随着打脸声飞起的不是羽龙 而是一脸宁孝 还没有完全收敛下去的壮汉 他直接被羽龙一巴掌 扇飞到树米外的古树上 身形足足在树干上挂了三四秒才 轰然掉在了地上 打人如挂画 什么 队伍中其余人都忍不住一阵惊恶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猜到了开头 没猜到结尾 虽然这个大汉 只有三品舞者实力 却也不应该像一只小猫一样 毫无反抗能力才对 找死 另一人冲出了队伍 脚下踩着奇异的步伐 身形闪烁着朝羽龙扑去 好 土老三 杀了他 这个土老三修行了一门步伐 施展起来在咫尺之地 灵活无比 一般人根本无法抓住他的身形 太慢了 羽龙摇了摇头 在他恼郁的感知之下 任何步伐都能被轻易看穿 土老三身形如电 来到了羽龙的背后 想要直接把他的背包扯下来 可惜 这一切都已经被这个少年看穿 身形陡然一动 转过180度 右脚如蛟龙出渊 瞬间抬起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轰向了身后的土老三 什么 竟然被他看穿了 土老三满脸惊骇 他没想到自己的看家手段 就这样被羽龙破掉 这一脚快若雷霆 像是一只天柱 直接轰在了土老三身上 破 土老三已比来时 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出 半空中就有鲜血大口洒落 你们 不行 羽龙身形一动 主动出击 冲进了队伍之中 他还没有大度地毫不计仇 这些人本来就是 想出手抢夺他身上的东西 甚至为了以防万一 还很可能会杀他灭口 孔子曾经说过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得 羽龙此时的心性 早已不是刚刚新来的 那个高三学生 这段时间 他早已经脱胎换骨 碰 羽龙的身形 如远古凶兽一般 在队伍中横冲直撞 任何人都不是他的义和之敌 哪怕那个落腮胡大汉 在硬拼了两拳之后 依旧被轰飞 整个队伍直接四分五裂 一旁的吴南 早已退到队伍一边 羽龙也没有对他出手 秀为太低了 完全没有出手的欲望 吴南的脸色难看无比 他没想到 这个少年的年纪和他相仿 竟然会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难怪他刚刚说自己不配和他打 自己是真的不配和他打 不过十分钟不到 十多个中阶舞者 彻底被羽龙镇压 就你们这点实力 也敢在中云山脉打劫 羽龙神色屁腻 他刚刚突破二品舞者 实力再度发生天翻地覆的暴涨 镇压这些人 不过是手到擒来罢了 现在 遵循古老质谱的丛林法则 现在 我要打劫 把你们身上全部的东西都拿出来 他从来不白白出手 要么取人性命 要么留下财物 没有落空的道理 你 嗨嗨 为首的落腮狐大汉 竭力支撑起上半身 听到羽龙这句话 差点又被过气去 从来都是他们打劫别人 哪里有别人打劫他们的道理 就算偶尔遇到修为比他们高的存在 只要抬出龙虎集团的名字 那些人同样只能灰溜溜地退去 我们是龙虎集团的人 你敢 这一次他同样抬出了龙虎集团四个大字 尽管此刻落腮狐男子的胸腹 都一阵阵剧痛 眼中却依旧有高高在上的凹气 因为 他们是龙虎集团的人 羽龙气笑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个个都跟自己提这个龙虎集团 看来自己将来真的要去龙虎集团走上一趟了 看看那个吴珀君到底有多大的实力 可以兜住下面这群不孝子孙四处惹事 一脚踢在落腮狐身上 将他踢出数米远 看着还站在一边发呆的吴男 羽龙的心情顿时恶劣起来 龙虎集团就没个像样的后人吗 用手一指吴男 你 也给我蹲在地上 废话都说完了吗 现在 打劫 都举起手 脱衣服 第39章 大杀招 深夜的中云山 山风很冷 此时 一棵老树下 有十多个光着膀子的男子 铁青着脸围坐在一起 铁树 你为什么不出手 老树下 吴男蹲在角落 和其他人远远隔开 他今天受到了巨大的屈辱 简直想要发狂 你要记住 我虽然 是你的护道人 但你不要总是指望我 我说过 只会在你有生命之威的时候 才会出手 保下你的性命 其他的都不会干涉 老树树冠上 一道苍镜的声音 默然响起 不知何时 一个身穿布衫的中年男子 坐在了树冠上 脸上挂着慵懒的笑意 是铁先生 看到树冠上的中年男子 树下的一群大汉 都是神色大变 急忙站起身来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铁先生却没有理会这些人 只是躺在树冠上半眯着眼 享受着中云山午后的阳光 师父曾经有命令 你们兄弟二人 各自都有绝顶的天赋 是吴家的绝带双胶 只要稳步修行 就可以成为年轻一代的王者 铁先生的师父 就是九品学者吴珀君 也是吴南的爷爷 搬出自己爷爷这尊大神 吴南也不再抱怨 在他心中 爷爷吴珀君 就是最大的偶像 虽然他不是理学天才 但也是要成为武王那样的男人 铁说 刚刚那个少年 实力到底有多强 他没有想通 为什么刚刚那个少年 会有那样可怕的实力 面对十几个四五品的中阶舞者 崔库拉朽般就被镇压 明明看上去 年龄和他差不多啊 嗯 术冠之上 双目威合的铁先生 也猛然睁开了双眼 他被自己师父 指派为吴南的护道人 整个中云山之行 他都默默在暗中关注 羽龙突破时迸发的红光 同样也被他注意到 更奇怪的是 他竟然隐隐约约 看不清这个少年的虚实 理学强者对武者 有着天生的压制 铁先生六品学者修为 在悟城除了少数几个人 已经是站在了悟城的最上层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真的有这样的少年存在吗 铁先生双目威合 因为做护道人的缘故 出于职业素养 他对悟城 乃至整个八省年轻一代中的 杰出人物都有了解 但是这个年纪实力 就能镇压五品学者的少年 他闻所未闻 难道是外省过来的强龙 能培养出这样的天才 恐怕五王都会心动吗 事实上 铁先生正式怀疑 这个少年是五王的弟子 铁龙刚刚镇压众人时 使用的气血成玄 就是五王年少时所创 虽然现在流传甚广 但能够将其运用到 这妖巧妙的地步 恐怕是得到了五王的亲自指点 这也是铁先生 没有对铁龙出手的原因 五王那等存在 哪怕他的师父乌破君 都不敢轻视 这种天才少年在外历练 背后的人不可能不安排守护之羞 而我没有发现 这就代表暗中的人 实力远远比我强横 铁先生心思很多 想得很远 已经在脑海中 自动挠补了百万字的剧情 给羽龙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 而此时 被羽龙想象为修行界 超级二代的羽龙 正在朝着中云山脉之中 更深处进发 正面撞到一只五品妖兽 这是一只巨型森然 莽驱足足有树干般粗壮 通过身体缠绕绞绞杀猎物 哪怕强悍如羽龙 一旦被其缠住 都难以挣脱 会有生命危险 死 森然莽驱盘绕 微微吐着蛇性 他依旧保留着蛇类的生理特征 视力极差 是靠着对温度和声音的敏感 来感知猎物 此刻 羽龙在他眼中 就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 气血熊魂 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和危险 哄 莽尾重重拍在地面 整个腰躯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羽龙冲来 大口张开 想要一口将羽龙吐下 呵呵 少年站在原地没有动 目光冰冷 正好试试新得到的手段 羽龙心念一动 陡然间 几根细长的金针 从袖子里钻出 化作一道微不可见的幽光 直接冲向了面前的森然 金针细长的形状 在高速前行时 阻力极小 不会发出任何刺耳的声响 不注意 看根本看不到 加上羽龙强横的念力欲误 组合在一起 可以爆发恐怖的杀伤力 足以一击定乾坤 这是羽龙准备拿来 保命的大杀器 So 金针化作几道金光 直接捅爆森然的眼球 毫不停顿 继续朝着其头颅中的脑髓而去 好 突然遭受到剧烈的痛楚 妖蟒发出了痛苦的咆哮 浑身妖气爆发 想要磨灭体内的异物 但是金针自身不凡 是千年前的院士强者所用之宝 区区妖气 无法损伤他丝毫 在羽龙的念头之下 几根金针彼此成螺旋状 直接钻到了森然的脑髓所在之地 瞬息之间 金针爆发出锐精之气 将森然脑髓搅成了一团豆腐脑 碰 任何生灵 头颅都是绝对的要害 森然脑髓被毁 直接倒在了地上 瞬间泯灭生机 刷 念头在动 几根沾染着红白相间组织体液的金针 从森然眼眶中冲出 金针微微一震 高频抖动之下 将金针上的残留物全部甩掉 刚刚突破二品五折 羽龙现在的脑欲 再度发生了恐怖的暴涨 最强可以驱动输公经重的物体 只是不能灵活移动 羽龙把这种能力称作念力 太快了 自从发现自己可以以精神欲误 羽龙就想到这样的杀招 但是普通的物品 根本无法承受住妖气的冲刷 成为碎片 根本得不到羽龙设想的杀伤力 直到他在医院 看到了这套不凡的金针 气定神闲站在一旁 弹指挥手间就将敌手斩杀 简直比理学强者的学术更加有范 是必备的装笔大招 可惜不能暴露于人前 将清理干净的金针放好 羽龙看了一眼森然 神情有些遗憾 这手段不光可以在为难关头保命 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妖区卖相 卖出更高的价格 和之前中云山寿潮结束后 满地的蚕食断骨不同 这条森然妖区 简直可以说是丝毫未损 可以得到完整无缺的蟒皮和蟒筋 王座更迭 中云山的兽潮冲击过后 强横的王者被斩杀 高阶妖兽死去过半 整个山脉远比之前更加安全 一路走来 大多妖兽的密集程度 都比不上兽潮之前 一路走来 羽龙明显能感觉到 山脉之中历练的修饰更多了 大多人都是三五成群 彼此协作 真正赶一个人在山脉中游荡的 都是对自身实力极为自信的强者 在这样的世界 修行就是对个人武力的极致开发 共同协作不是正途 羽龙并不认可这样的方式 当你的个人实力达到高峰 足够以亿敌万 修饰 必须要有举世皆敌 而不色变的勇气 哪怕孤身一人 身外皆是敌手 亦可以一力镇压 这是羽龙的武道之心 感觉这些山脉中的妖兽 就是被人族圈养起来的牢笼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强者来收割 将长得茁壮的韭菜连根拔起 留下幼苗继续发育 中云山的萧条 让羽龙心中感慨 地面山脉之中的妖兽 本来就是千年前的 人妖大战失落的遗族 命运早已被人族所掌控 真正的妖族 在吴靖海中修养生息千年 只有最强横的人族修士 才敢涉险境 如他没见过面对父亲 羽战那般有底气进入吴靖海的 都称得上是人族修士中的精英 所以无数年来 中途陨落的 都是人族修行者中的精英 天才 庸碌者反而可以平安一生 平凡的修士 只会追求富贵一生 享受荣华 真正天资惊人 想要在修行路上走到绝顶的人 才会去直面各种恐怖 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 稍有不慎就会直接陨落 而羽龙心中的野望 更是冠绝古今 他要以武道之躯 走出前无古人的那一步 成为可以和国事一较高下的存在 接下来这两个月 对他尤为重要 不同于以往 只是趁着周末的碎片时间过来 现在 他要在山中历练整整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 他要用整个中云山脉中的大药来滋养起身 他一直没有忘了 那个逐渐中介所发布的奇怪人物 在不知道的地方 一直有人在暗暗注视着他们一家人 这是一种隐秘的危机感 羽龙必须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随时准备应对 哄 陡然间 一道山石爆裂的声音突然乍响 羽龙的脑域很强大 尽管脑海中闪过这么多的念头 依旧不影响他对外界的警惕 这声音如九天雷霆一般 顿时让羽龙的身形一惊 下意识找了一块山石作为掩体 护住自身周全 才敢朝着爆炸方向看去 好 几道惊天动地的兽吼声 在他前方响起 阵的群山古树都在摇动 山石滚落 万籁俱寂 无论野兽还是妖兽 进阶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猛虎不敢长笑 飞禽不敢振持 这是恐怖的威势 羽龙宁神看去 他现在已经在山脉深处 距离他不过两里之地 有三只散发恐怖威势的妖兽 在争斗厮杀 都是七品妖兽 我看到了 一只紫色一蛇 一只黑猿王 一只巨嘴硬 都是强大的一种 羽龙目光如电 相比两个月前 他的实力 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蜕变 虽然还不能和七品妖兽争锋 却已经有了摸过去观察的底气 当羽龙靠近到五百米时 终究不敢再前进 这个距离可以将战场一切都尽收眼底 也不怕妖兽突然对他发难 旧的王者陨落 必然会有新的王崛起 这是中云山脉现存最强大的三只妖兽 只有他们可以争夺空旋的王座 巨兽争霸 强横的妖躯彼此冲撞 妖气弥漫方圆数公里 这是剧烈的搏杀 他们都想让自己成为 这片山脉中的霸主 呼 靖风呼啸 像刀子一样 刮在羽龙脸上 半空中的巨鹰 突然发动了袭击 急速冲下来 鹰爪似乎神铁铸救救 闪烁着射人的寒光 有神秘的符文 在鹰爪尖流转 爪尖神光大放 抓向地面的紫色异蛇 鹰蛇之间 本就是深入血脉的天敌 紫色异蛇身形很快 周身弥漫着绚丽的紫色妖气 妖气化作无数条 微缩版的小蛇虚影 冲向半空中的巨嘴鹰 但都纷纷被鹰爪粉碎 破 七寸竭力躲过巨鹰的这一爪 但避过要害 紫色的蛇尾 依旧被鹰爪洞穿 鲜血淋漓 死死 一蛇传来一声嘶吼 尾部的剧痛让它发狂 疯狂摆动蛇区 从丛林石队中窜出 人力而起 巨大的蛇口张开 想要咬在巨鹰身上 紫蛇口中有惊人的毒性 哪怕七品巨鹰 也不敢生生成兽 双翅击天 腰躯瞬间冲天起 窜入云层之中 而它爪子上的紫蛇一蛇 依旧被它抓在沼中 想要一同飞上万丈高空 这是鹰族的常用手段 将找下的猎物 待到晚上高空后 一把扔下 直接摔成一滩肉泥 死死 紫色一蛇意识到了 这个巨大的危机 但身处半空之中 身体根本无法介力 难以反抗 一旦被巨嘴鹰 从万丈高空扔下 它也无法幸免 碰 身上的紫色妖气猛然震荡 紫蛇整个蛇区 从鹰爪洞穿处 一分为二 断尾求生 面对生死危机 紫色一蛇表现得很果决 紫蛇猛然坠向地面 磅礴的兽血 从断织处流出 在半空中 形成一道浩瀚的血核 有浩荡的妖气弥漫 紫蛇的元气 顿时大伤 救 半空之中 巨嘴鹰发出一声 痛苦的丝鸣 双爪开始肉眼可见地发黑 紫蛇是难得一见的一种 口中的毒液 可以毒翻同街妖兽 哪怕其鲜血 都有惊人的毒性 此刻的巨嘴鹰体内 已经开始 有了毒性反应 扑闪的双翅 都变得沉重了起来 哄 一道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一棵双臂环抱的粗壮古树 化作一根巨大的长矛 直接捅向了半空中的巨嘴鹰 是一旁冷眼旁观的黑猿王 直接将身旁的一棵古树 连根拔起 恐怖的妖躯之力蜂拥而出 化作绚烂的血脉神力 笼罩在树干上 平凡的古树 顿时化作了太古长矛 有无匹的伟力 想要直接将巨嘴鹰洞穿 同为七品妖兽 巨嘴鹰的感觉无比敏锐 眼中闪过一丝人性化的金木 这一毛的威力 让她感觉到了危机 到了高阶妖兽这个层次 灵智已经开始初步地开启 破 太快了 也太突然了 体内刚刚被紫蛇毒性入侵 巨嘴鹰的头脑昏昏沉沉 尽管全力闪避 依旧被这个长矛洞穿了妖腹 这一击力道沉重 巨嘴鹰直接被带走了大片血肉 鲜血源源不断地涌出 巨嘴鹰发出愤怒的思鸣 没办法 三兽之中能够飞行的巨嘴鹰 对另外两者的威胁最大 直接使得二兽联手 短时间巨嘴鹰就遭到了重创 身形跌落长空 黑猿王一声咆哮 双脚猛然踏地 地面直接被踩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黑猿王身形化作一道长虹 窜上百米高空 一把抓住巨嘴鹰的双翅 好 猿吼声彻底狂暴 黑猿王全力一撕 巨嘴鹰的右翅直接被撕下来 受血冲起 形成数十尺高的血阻 巨嘴鹰哀鸣震动天际 被活生生撕下一条翅膀 剧痛让他发狂 狂暴的妖气化作风暴 横扫了这片山林 巨大的鹰会 猛然戳向黑猿王的胸膛 巨嘴鹰浑身上下最坚硬的 不是那双如神铁般的利爪 而是巨大的会 这是他一身的妖元精华所汇聚 碰 这一击太可怕 是巨嘴鹰生命光芒的极致绽放 捅在黑猿王身上 黑猿王极力抵抗 身后浮现出一尊远古祖元虚影 散发出来自洪荒的恐怖气息 抵消了巨灰大半威力 右肩依旧直接炸开一个 前后通透的血洞 啊吼 黑猿王大吼 浑身颤抖 雪花当即飞溅一丈有余 这样的一击 强如黑猿王 也不能毫发无损地承受 但是对于巨嘴鹰来说 已经无力回天 黑猿王忍着右肩的剧痛 抓住巨嘴鹰的双爪 直接当作武器抡了起来 碰 巨嘴鹰的妖躯 笼罩了方圆石杖 失去右翅的巨嘴鹰 根本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 在黑猿王的剧力甩动之下 根本无法控制妖躯 成为他手中的巨型武器 黑猿王眼中金光暴闪 他轮动手中妖鹰 砸向一旁的山壁 古树 无数山石炸裂 古树倒幅 尽管妖躯毛雨坚硬 可以媲美最坚硬的金属 几个来回下来 巨嘴鹰直接奄奄一息 整个妖躯都要碎裂 黑猿王的力道太强了 哄 看到手中妖躯失去反抗之力 黑猿王再度长笑一声 抡起手中巨嘴鹰 直接砸向了一旁的紫色异蛇 直到现在他手里的武器 才算是顺手了 第41章 惊变 几个中云山脉准亡者的厮杀 战斗的余波波及很广 可以绞杀普通的四五品妖兽 羽龙几次转换隐藏的身形 以免遭受无妄之灾 太精彩了 隐藏在一边的少年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高阶妖兽的战斗智慧很强 善于把握一切机会 羽龙在脑海中快速推演 他想要掌握这几种妖兽施展的本命之术 这些战斗之法 都是其远古流传下来的血脉之中遗留的秘术 可以爆发可怕的威力 黑猿王体内的远古血脉更加浓郁 幻化出的组元虚影 可以镇压一切敌 哄 用七品妖兽剧嘴鹰的妖躯做神兵 黑猿王妖气漫天 反复砸向一旁的紫色一蛇 紫蛇只能一再闪躲 他的最强之处 就是蛇区的绞杀之力 和浑身携带的巨大毒性 黑猿王太强了 此刻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 紫蛇根本难以匹敌 死死死 紫蛇蛇区扭动 趁着一个间隙 将自身缠绕到了巨嘴鹰的妖躯上 猛然一口咬在鹰颈上 恐怖的毒素 瞬间注入半死的巨嘴鹰体内 纵横中云山脉 称霸一方的巨嘴鹰 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 整个妖躯都缓缓化作 黑色的血肉溶液低落 连神魂都被这种毒性溶解 与此同时 紫蛇断尾处 本来已经止血的伤口 被强行崩开 紫色的兽血 化作无数小蛇 喷涌而出 直扑向黑猿王 好 背后的祖猿 虚影光芒大放 震散了大半兽血 但是令人惊害的是 这种兽血 连七品妖兽的妖气 都可以溶解 一半的紫色气血 磨灭了黑猿王 背后的祖猿虚影 剩下的一半兽血 全部喷在了 黑猿王右肩的血洞之上 紫紫 这些兽血 像是无比强悍的 酸性腐蚀液体 和黑猿王肉身 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 黑猿王右肩的血洞 瞬间扩大了一圈 无数骨骼筋骨都在发黑 片刻之后 右肩扩大的血洞 再也无力支撑猿王的右臂 数米长的猿王右臂 直接掉落 这是难以相信的严重创伤 黑猿王发出痛苦的嘶吼 彻底狂暴 一把将手中的巨嘴阴腰躯 连同紫蛇一起 砸在一堆丈高的山石上 这是紫蛇最强悍的毒 不光是右臂被断 更多的毒素 顺着血洞的伤口 渗透到了体内的脏腑 骨骼 像是肤骨之躯 根本无法解除 幸好这不是紫蛇口中 毒性最强的毒液 否则黑猿王 恐怕已经当场陨落 此时 紫色异蛇和黑猿王都 伤势沉重 各自躺在地上喘息 想要率先恢复过来 这样就可以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吞噬对方的全身气血精华 实现蜕变 成为中云山脉新的王 整个战场此时都陷入了 诡异的安静之中 嗯 羽龙恼欲时刻笼罩方圆数百米 陡然间 他感觉到了那个铁先生的气息 之前在山洞外遭遇无难等人的时候 羽龙就感知到了 在众人身后 有这个人的存在 这也是 六品学者 他现在还不想正面与其敌对 这里的异动 终于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吗 羽龙双目微合 他此时将全身气血 都藏在了十二脉中 只要不是亲眼看到 任何人都无法感应到他的存在 羽龙暗中潜伏 静静等待着时机 哄 铁先生不知道 已经在这里观察了多久 手指微微取张 引动天地灵气 施展神秘的学术 两道璀璨的红光 突然冲向紫蛇和黑猿王 六品学者的权力一击 对于现在处于重伤状态下的 二只妖兽而言 称得上 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两道红光 散发着璀璨的神力 直接轰在两个妖兽身上 将两只妖兽身上 震出一道道可怕的裂痕 伤势更加严重 无法站起 好 黑猿王发出愤怒的咆哮 这些人族强者 两个月前斩杀了他们的王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 又想来收割他们 铁先生躲在暗处 眼中的目光冰冷如铁 他的经验很丰富 一股脑将体内的灵力 全部化作汹涌的学术风暴 轰向二手 半空之中 弥漫着各色神光 直接以紫蛇和黑猿王为中心 周围十丈地面 都被无差别轰炸了一遍 阎尘 碎石漫天飞舞 当烟雾散去 一切尘埃落定 他们都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 肉身枯败地躺在这里 紫蛇的肉身都断成了三结 死得透透的 呵呵 确认了二兽彻底死亡 隐藏在一旁的铁先生才放下心来 脸上挂着淡然的笑意 从黑暗中走出 畜生终究是畜生 哪怕修为强横 却依旧没有脑子 连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这样浅显的道理 都不能领会 站在成为一片废墟的战场之中 铁先生身上爆发出六品学者的雄魂气息 不同于武者 理学强者的气息 有股高洁超然的意境 让人一眼就可以认出 铁先生沉声开口 我铁心术 龙虎真人无破军门徒 死二兽对我师尊的突破有大用 诸位就不要争抢了 日后来龙虎集团必有重险 三只七品妖兽 这是可怕的机缘 平常很难遇到 所以铁先生也必须借用自己师尊的名字 来镇压那些潜伏在暗中蠢蠢欲动的人 有些人他已经发现了 有些人他也不知道藏在何处 但能够感觉到 有击鼓不弱于他的气息 在四周潜伏 随时想要爆起 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自己的师尊正在筹划突破 九品学者如何突破 自然是成为传说中的宗师强者 一旦成功 那是在整个八省 都凤毛麟角的恐怖存在 为了几只七品妖兽 现在要面对一个六品学者铁心术 还有日后可能存在的无破军敌意 这绝对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黑暗中 有几道让铁心术 都微微忌惮的气息 悄然离去 其他想要浑水摸鱼的人 也看清了局势 只能不甘退走 一切尘埃落定 低头看了一眼三只妖兽 哪怕淡然如铁先生 都露出了一丝兴奋的喜色 有了这三只七品妖兽身躯 去兑换他需要的各种资源 他就有把握 正式突破到七品学者境界 一个中阶 一个高阶 中间隔着的 就是天地之别 就在铁先生畅想未来时 突然间 紫光大盛 光辉扩散 整个山林都一片紫芒 站在中心的铁先生 更是沐浴在紫光之中 神圣伟岸 如同圣人出世 但铁先生心中 却没有丝毫喜色 而是冰冷的寒意 笼罩了全身 如坠冰窟 任谁都想不到 身躯断成三节 原本应该彻底死亡的紫色一蛇 连着头颅的这节残躯 竟然猛然爆起 嘶嘶 紫蛇化作一道紫色闪电 爆裂的妖气波动震动群山 直接冲向了铁心术 但是紫蛇的毒牙 已经在刚刚的学术风暴中被摧毁 无法注射口中的毒液 他张嘴吐出一大口鲜血 这是毒性惊人的心头血 化作紫色血鱼 笼罩铁心术四周 躲在暗处的羽龙 忍不住双目圆凳 他惊呆了 根本没想到 还会有这样惊人的变化 紫色一蛇的恐怖毒性 他也见识过 以肉身强横著称的七品妖兽 都难以承受 这个铁心术 恐怕要陨落在这里 第四十二章 好东西全部拿走 哄 这是紫蛇燃烧生命的最后一击 如同九天雷霆降临 山林震荡 漫天紫光灰映方圆树里 紫色兽血 如同无尽血海 有恐怖杀技弥漫 好一个畜生啊 铁心术已经足够谨慎 却没想到 自己会遭遇这样突然的变故 紫蛇血液中的毒性太重 一旦被当头灵下 绝对食死无声 呜呜呜 似乎感受到了此刻的生死危机 铁先生腰间一块古朴的玉佩 猛然爆发出荧光 引动天地灵气 形成一道灵气屏障 护住铁先生全身 这是吴珀君给自己门徒的护身符 其中蕴含有他九品学者的气息 可以抵挡八品学者的普通一击 对铁先生而言 这就是第二条性命 数十年来都不曾被激发 但令人惊悚的是 紫蛇是不凡的一种 已经进化到七品巅峰 如今又是燃烧全部生命的最后一击 有无数璀璨神秘的符文 从虚空中浮现 吴珀君留下的护身符屏障 竟然发出了滋滋的被腐蚀生意 树袭之间就被腐蚀出一个大洞 什么 这远远出乎了铁心术的意料 他刚刚的心神都已经缓缓放松了下来 他对自己师尊的恐怖实力无比敬畏 但是现实给了他一顿毒打 紫色受血惊人的毒性消耗大半之后 终究还是破开了这个防护罩 灵气组成的防护罩遍布细密的裂痕 终于超过了承受的极限 直接碎裂 化作了原始的天地灵气 消散在天地间 咔嚓 腰间的玉佩荧光彻底爆发之后 变成一片灰白 而后碎裂成粉末 混账 铁先生的淡然惬意早已消失不见 眼中满是惊骇恐惧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铁心术不计后果地爆发了全部修为 全身爆发无尽神光 猛地朝紫蛇血液笼罩范围外冲去 扑扑扑 神光冲笑而起 铁先生狂笑着冲出无尽血海 但是双腿依旧沾染上了紫色受血 腿部的血肉肉眼可见地开始溶解 哪怕铁心术疯狂用灵气去镇压 依旧无法阻止毒性扩散 啊 铁心术神色无比狂暴 狂暴的灵气皮练 轰碎了半壁石山 他直接将双腿上 被受血轻染的大块血肉踢除 这是深可见骨的巨大伤口 哄 浩荡灵气席卷 他一脚登列大地 身形如电 带着有些腥臭味道的颈风 冲向山脉外围 铁先生虽然当机立断 将双腿被毒性侵染的大片血肉斩落 依旧有毒素顺着经脉在全身开始流转 体内五脏都开始隐隐发黑 需要立刻回到龙虎集团 寻找自己师兄的帮助 否则时间一旦拖延过长 他必然会殒命 好 现场只剩下了这只紫蛇一蛇 浑身腰躯紫气璀璨 人历而起 昂天长啸 发出了四蛇四娇的怒吼 腰气席卷 这片山林都在震动 古树折断 山势崩裂 一片大乱 紫蛇的气势在肆意爆发 一双冰冷的瞳孔在山林中巡视 这一刻 他就是中云山脉新的王 山林寂静下来 大战之后 只留下了一地血腥 紫蛇一蛇 依旧高昂着舌头 树杖长的腰躯 笼罩在一片紫芒之中 如同神之一般 他有些落寞 在他幼年灵志未开时 也只是中云山脉中 一条普通的小蛇 误食了一株紫色的异果 灵志大开 踏上了生命进化路 不过短短数十年 就进化成了七品妖兽 甚至已经有了化骄的征兆 一旦真正化作蛟龙 将会成为恐怖的妖兽皇者 连国事都难以镇压 可惜一切都今天都彻底成空 紫蛇目光渐渐暗淡 嘴角溢出一缕紫色的血迹 他的本命真血 已经在刚刚那最后一击中 全部汹涌而出 他的腰躯里 已经没有一滴血液了 最后 他浑身神光爆发 最后自己燃烧了自己的腰气 通体军裂 轰隆一声 倒在了这片废墟之中 嗯 这次是真的死了吗 隐秘处 羽龙一直没有离去 他瞪大了双眼 想要看清虚实 一旦紫蛇没有彻底死去 自己却想要去算计他的妖躯 这无异于找死 他终究是伤势太重了 生命已经走到了重点 哪怕最后燃烧生命的一击 都没能将铁心术击杀 羽龙趴在远处 低声嘻喃着 他的脑欲缓缓延伸过去 战场的正中心 山石都已经被飞溅的兽血 染成了紫红二色 鱼波波及了很多妖兽 血与肉 在这里都融为了一团一团的肉泥 白骨残肢也到处都是 血腥味无比刺鼻 胆汁笼罩了紫色一舌 他的身体已经慢慢冷了下去 头颅中的灵性也彻底济灭 生机一断 羽龙终于小心地摸了上去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身形如电 他不知道其他远走的人 什么时候会反应过来 回来查看 这是中云山脉最强横的几只妖兽尸体 一旦被众人发现 他也难以保住 羽龙第一时间冲到了紫舌面前 伸手在其七寸附近摸索 掏出一颗紫气盎然的宝珠 这是七品以上高阶妖兽 才会形成的兽丹 凝聚了其大半精华 此时这颗宝珠上密布着裂痕 他的最后一击 透支了宝丹的能量 几乎要彻底碎裂 但即便如此 七品妖兽的宝丹 对羽龙来说同样意义重大 可以极高地提升他的实力 甚至还有一定几率 从中领悟出 妖兽生前的宝树 这几个都是不凡的一种 七宝树远比羽龙之前 掌握的五道法门 更加高深 羽龙的时间不多 他必须尽可能带走 这三只妖兽准王者身上 最珍贵精华 半个小时后 一道浑身红裙的妖翼女子 来到了战场 看到场中的三只妖兽 还在脸上神色大喜 哈哈哈哈 果然还是老娘的脑筋转得快 这些都是我的了 可是走近一看 红衣女子顿时变了颜色 哪个天杀的把妖丹全部挖走了 不光是妖丹 连紫蛇的毒牙和蛇胆 巨嘴鹰会和神肘 还有黑猿王的胸口熊皮 全部都被偷走了 天杀的贼子啊 红衣女子气得头发 都根根倒立起来 交好的面容都扭曲起来 他没想到 自己看到的是这样一副景象 三瘦最精华的部分 全部都不在了 哼 红衣 你竟然抢先一步 把东西交出来 否则你走不出这中云山脉 陡然间 两道黑衣身影 也垫射到战场之中 是两名中年男子 他们身上的气息 比起红衣也不逊色 他们自然不会 让先到一步的红衣离开这里 你们两个蠢货 好东西 都被不知道哪里的贼子偷走了 蠢货 蠢货 红衣大声咆哮 他受不了自己好处没拿到 还要背这么大的一个锅 哼 你以为你这样我们就会相信吗 两名中年男子神色冷漠 他们和红衣本来就有仇怨 遇到这样的机会 更是不可能放过 要想证明你没拿东西 可以 一名中年男子 脸上闪过似笑非笑的神情 脱掉全身衣服 证明给我们看 你们给我滚 一时间 这片山林再度气血激荡 大战在起 第43章 讲道理 此时 已经及早离开的羽龙 根本不知道 后面三个人已经打起来 他闷声发大财 躲在了一个山洞中 细细盘点自己的收获 这三颗宝丹 凝聚了海量的妖兽精华 羽龙将黑猿王的宝丹 一把切开一个小口 澎湃如海的气血精华 夹杂着恐怖的妖气 肆虐而出 爹 感应到周围空间 有气血能量一散 请确认是否吸收 是 七品妖兽的气血 浩瀚如海 黑猿王是不凡的一种 足足有九万斗气血 远超一般的七品武者 其本命宝丹之中 凝聚出气血 有足足三万 瞬间被转化成了三千灵能 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 再度划开聚嘴音的宝丹 只有不到一万气血流出 转化出了一千灵能 拿出紫舌的宝丹 羽龙沉吟了片刻 他没有使用这颗宝丹 紫舌在最后关头燃烧生命 爆发了最强一击 几乎透支了宝丹 气血之力所剩无几 但羽龙在这颗密布裂缝的宝丹上 感知到了一种若隐若现的神秘能量 似乎是紫舌在最后关头领悟到了什么 激发了其血脉中 远古祖先的某种特质 这颗宝丹很不凡 少年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颗宝丹 此颗裂纹密布 但是不知是不是天意 这些列文的分布 竟然暗合了他之前想要复刻的阵法 就是理学考生高考测试时的 那个聚灵法阵 我只需要再几处稍微修改 就可以在这颗宝丹上 复刻出那个阵法 少年在脑海中 反复推演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加上宝丹中蕴含的神秘能量 肯定会让汇聚而来的灵气 发生某种蜕变 羽龙决定将这颗宝丹 送给自己的妹妹 他两个月之后 就要去帝都理学院 哪里天才云集 羽龙想要让自己的妹妹 可以如同在雾城一般 继续傲视同见 满足他的小骄傲和满足感 收好了这颗宝丹 他要在脑海中 继续完善复刻方案 确定万无一失才动手 这样的宝丹一旦被损坏 很难找到第二颗 至于紫蛇的毒牙和蛇胆 聚嘴鹰慧和神爪 还有黑猿王的胸口熊皮 羽龙已经全部收好 等待出山之后去售卖 换成自己需要的资源 羽龙心念一动 调出系统界面 气血 一万一千斗 脑狱 四千六百念 灵能 四千三百 这是羽龙现在突破到 二品舞者的实力 已经摸到了普通七品舞者的门槛 这很逆天 哪怕五王少年时 都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 四千六百念的恐怖脑力 让他有了复刻阵法 创造熔炉功法 提供了基本条件 哄 权意如火 少年在洞中继续推演功法 在演练中寻找新的体悟 短时间内 羽龙不打算出去 用屁股想都知道 这三只妖兽的尸体 必然会引起 中云山脉的巨大争端 哪怕精华之处 已经被羽龙收割 对其他修饰 依然有难以想象的 巨大诱惑力 一个不甚可能引发 第二场浩劫 为了重宝 修行者们彼此厮杀 实在太常见了 洞中演武 看不到日出日落 羽龙对时间的概念 都变得模糊了 只是不断地演练着手中的法 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让他大受启发 不断调整新的思路 熔炉功法 是他给自己定的一条路 荣敬天下法 成就世间第一人 哄 就在羽龙 没日没夜苦练之时 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猛然在洞口响起 少年封住的洞口 直接被巨力轰开 巨石飞溅 什么人 羽龙从修行的状态中 清醒过来 神色无比愤怒 这种专心于某件事 一直都有所得 却在关键时刻被打断 这种感觉让人抓狂 找了你一天多 原来躲在这里 一名中年壮汉大步走进洞中 毛子如同两只大灯泡 有惊人的亮度 你是谁 羽龙浑身下意识崩起 他在这个人身上 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不是浩瀚如海的气血波动 而是空灵超然的灵气在荡漾 这是一名理学强者 很强 比那个铁心术还要强 羽龙在心中大吼 这是他目前遇到的 最强人族修士 关键是 这人看样子 可不是进门打声招呼 交朋友的 我叫吴清阳 是铁心术的师兄 中年壮汉笑了笑 本来上次兽巢 我和几位道友一起出手 斩杀了山脉中 那个突然发疯的兽王 结果这次下面的几只小兽针位置 竟然波及到了我的同门 铁心竹身受其毒 我也无法解开 只能帮他压制毒素 希望能撑到师父出关 现在 山里这几只畜生 本来就算是铁心术的猎物 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 我们赶过去 三兽早已被瓜分一空 好在师父 曾经传了我们一门法 可以追踪自己 留下印记的东西 可是你藏的岩石啊 我在山里游荡 足足找了一天多才找到你 只是没想到 最后被你这样一个小武者 捡了便宜 中年男子步步逼近 手掌在半空虚握 聚拢天地灵气 化作一道神光 朝着羽龙轰来 一个二品小武者 能够让我亲自出手 你也不算白亡此生了 男子一脸巨傲 似乎能被他亲手击杀 就是无上的荣耀 的确 他已经是七品学者 在武城 除了他师尊 他几乎算是无上的大人物 哪怕坤鹏武道馆的副馆长 叶峰他都不会正眼相看 碰 羽龙身形如电 避开了这一击 神光轰在洞穴石壁之上 整个山洞都被动摇 你们吴家人 都是这么不讲道理吗 少年脸色很难看 如果铁心术能够镇压全场 最后带走了三只妖兽失身 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不过铁心术被紫色一蛇的 临死反击所示 身中剧毒 仓皇逃窜 自然剩下的一切都和他无关 羽龙心中无愧 嗯 中年男子意外地看了羽龙一眼 哪怕刚刚只是他随手一击 寻常五品舞者都难以躲过 你不是二品舞者 有意思 中年男子开始意识到 羽龙能到得到三寿尸体的最精华部分 绝对不是靠的所谓运气 至于羽龙愤怒的质问 他并没有回答的兴趣 开玩笑呢 修行者之间 讲的道理 只在一身修为里 谁瞧 谁说了算 第四十四章 理学出体验 你的天子很惊艳 中年男子目光中有探寻 不过也就仅仅是有意思的程度了 羽龙实在是太年轻了 哪怕从娘胎里就开始修炼 又能到什么地步 中年男子手掌轻轻挥动 虚空骤然声波澜 洞穴之中的天地灵气 都化作了他掌中的精灵 翩翩起舞 唯美的画面下 暗藏恐怖的杀鸡 哄 神光匹炼汹涌而来 羽龙的头皮发炸 七品学者的每一击 生死危机 脑域全部打开 少年的思维出手 蔓延在整个洞穴 他看到了这些灵气的运动轨迹 这是羽龙第一次和理学修者遭遇 在华国 绝大多数的学者修士 都在几座理学院所在城市 误称这些地方 更多的是舞者横行 原本游离的天地灵气 被压缩到了极大的密度 内部结构变得很不稳定 随时都会爆发 产生惊人的破坏力 少年眼中金光暴闪 他不能坐以待毙 被学术当作靶子打 神形暴起 羽龙右脚重重踩在地上 地面被炸开猙獰的裂缝 一拳重重挥出 轰在了他感知之中学术的关键点 熔炉 羽龙一直在这洞中演练熔炉法 还沉浸在内股 已经终没有完全脱离出来 一拳挥出 他掌握的是多种法门真意 都在其中显现 甚至还有昨天刚刚从三寿寿 单上领悟到的部分原始宝树 这一拳 气象惊人 碰 全境直接轰在了虚空之中 迎面而来的神光之上 和气血之力截然不同 天地灵气更加精粹 能量本质上高于舞者的气血之力 这也是学者战力 远超同阶舞者的原因 羽龙气血疯狂涌出 但灵气浩荡 气血如同烈日下的积雪 瞬间就被灵气消融 羽龙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 澎湃的气血之力 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很让人震惊 这就是灵气对气血的绝对压制吗 少年心中无比震撼 他的心情无法形容 羽龙现在不过二品舞者修为 体内气血澎湃 已经堪比七品舞者 这是他心中无比得意的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 今天根本没有丝毫作用 根本难以抵挡 要知道 这不过是七品学者的随手一击罢了 学者真的这么强悍吗 羽龙神色晦暗不定 这种差距 可以让绝大多数舞者绝望 不可能 少年狂吼 深吸一口气 胸腔发出沉闷的轰鸣 霸道呼吸法 让他稳住了心中的焦躁 令人惊讶的是 羽龙施展的熔炉拳法 拳翼浩荡 竟然荡开了汹涌而来的神光 霸道的拳翼和神光 在半空中碰撞 最后竟然同时被磨灭 什么 洞口的中年男子 脸色漠然变了 像是看到了什么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眼中有浓郁的惊骇和茫然 刚刚那是 拳翼 吴清阳神色变了 同阶之下 学者碾压武者 这是修行界数千年来不变的铁律 但铁律永远是拿来打破的 有天资逆天的武者 修炼出权益 以浩荡的肉身气血为影 通过权益凝聚天地灵气 爆发出恐怖的威能 甚至可以逆图理学之修 如武王 燕晓晓就是这样的恐怖人物 传言曾经有九品学者 死在他们手中 难道又要出一个 这样的妖念人物了吗 吴清阳脸色铁青 呢喃着自语 这个世界 有理学强者镇压时间就够了 你们武者 就安安心心当炮灰不好吗 哼 下一刻 恐怖的杀鸡在洞穴中猛然爆发 吴清阳真正动了杀戒 修行界 从来都是理学强者 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但就在理学修士之中 针对数量十倍于理学之修的武者 一直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或者说是不同的流派 一是认为 理学和武道 都是修行界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必须彼此合作 才能国运昌龙 当今的世界 五大国病例 群雄逐鹿 战争一触即发 二是认为 理学天生高贵 武者不过是做些力气活的下等修士 只能接受理学的领导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而吴清阳的师尊 九品学者吴破君 就是第二种流派 必须扼杀 吴清阳眼中的杀气 几乎化作实质 还好群龙手中的权益 还只是雏形 威力不鲜 否则恐怕 他也要退避 这一次出手 吴清阳不再是随手而为 而是直接全力出手 群龙同样也意识到了 自己权益对灵七的效果 深吸一口气 刚刚成型的熔炉权益 再度汹涌而出 轰轰轰 浩荡权益和神光在纵横 翠体十八世的最基础招式 加上羽龙之前领悟的 家国天下情怀 包容万物 他的熔炉权法 已经凝聚出了真意 如今在吴清阳的压迫之下 这股权益变得越发凝粹 生死之间 有大恐怖 也有大机缘 依靠着强大的脑欲 羽龙能感知到 这些灵气神光之中的薄弱点 以权益轰击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羽龙的实力 和吴清阳差距太大了 不过短短几个来回 羽龙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 一道寒光 骤然从羽龙手中飞出 带着刺耳的尖笑 直扑向吴清阳面门 是寸芒 这一刀很快 在肩部龙发之际 被羽龙甩出 是可以威胁到吴清阳性命的一击 但吴清阳不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 他几十年的修行岁月里 经历的战斗也不在少数 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第一时间闪避 寒光擦着他的脸颊飞过 齐根没入了身后的碎石之中 是一把通体荧光的飞刀 被打磨得无比锋锐 可惜 这是羽龙精心谋划的一击 但是未能见功 砰砰砰 羽龙疯狂压榨自己的潜力 全身心都聚集在熔炉权益之中 以权益凝聚灵气 对抗吴清阳的璀璨学术 吴清阳心中同样难以平静 这个少年才多大 绝对不超过二十岁 竟然可以在他手下坚持这么久 这份实力 在七品舞者中都是顶尖 此子绝不能留 吴清阳面色阴狠 也有种扼杀天才的快感 在吴清阳眼里 羽龙绝对有成长为武王那样豪雄的潜力 只可惜 他的修行路到今天就要戛然而止 无论多么逆天的天赋 都转头成空 二人的差距实在太大 随着羽龙的气血枯竭 肉身创伤越来越重 脏腑震动 浑身筋骨都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嚓声响 但是羽龙的双目呆滞 根本没意识到身体的状态 此刻的心神已经全部沉浸在了权益之中 终于 片刻后战斗经验老辣的吴清阳目光如电 直接抓住了羽龙施展寸忙手法之后的一个破绽 手中学术疯狂涌出 淹没少年全身 哄 难以避开 羽龙直接被吴清阳璀璨的学术浪潮击中 身形如炮弹般砸向了煽动石壁 整个人都陷进了石壁之中 啊 羽龙大声惨叫 这一击很重 轰得他大口可血 体内的骨骼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他还从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 浑身浴血 惨烈无比 不错 能让我受伤 你已经可以自豪了 吴清阳胸膛起伏微微喘气 伸手摸了摸脸颊上的伤口 将燃血的手指放在嘴上填了填 神色很阴沉 领悟了权益的吴哲果然恐怖 他刚刚虽然闪避及时 但刀锋掠过 他的气浪依旧割开了他的脸颊 让他平添一份猙獰 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马上 这个少年就要被他震杀 他也必须震杀 事已至此 如果羽龙成功逃脱 吴清阳日后将寝食难安 无法入眠 结束吧 灵气神光绚烂 凝聚在吴清阳之间 他要使出必杀的一击 终结羽龙性命 第45章 反杀 羽龙的身形嵌在石壁里 久久没有动弹 只是双眼骤然恢复了神采 似乎有了关键的领悟 神色大喜 没错 就是这样 羽龙抬头 看向吴清阳 还没有落下的致命一击 心念一动 系统之中 4300灵能瞬间清零 灵能除了增强气血和脑欲修为 同样可以用来做疗伤之用 浩荡的气血冲击下 羽龙全身劈啪作响 身上的伤势 以惊人的速度恢复 瞬息之间 回到巅峰状态 吴清阳看到这一幕 眼中闪过难以置信的目光 这股权益浩荡 威势惊人 让吴清阳的神色一僵 这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范围 哄 羽龙身形一动 恐怖的权益轰然爆发 再度扑向吴清阳 他刚刚在被吴清阳的学术神光 淹没的一刹那 大脑出现了瞬间的空白 思维都发生了停顿 电光火石之间 时间感官被无限放大 羽龙的脑海中 再度出现了那座神秘的青铜古殿 这是羽龙脑海中 第二次出现这个形象 这一次 羽龙不再是那个站在山脚下的孩童 而是成为了一名守门人 站在青铜古殿外 整个青铜古殿 被一尘迷蒙的雾气所笼罩 雾气流转之间 外墙上露出了一小节 庐山针面目 墙体上 刻有无数深奥无比的浮雕符文 羽龙确信 自己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却能诡异地体会到 其中的意境 这些符文 是某种深奥的文字 地球上数千年的历史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文字 学识最渊博的学者 也无法认出 但这些字符中蕴含的大道 却能够被羽龙领悟 这种大道很玄傲 哪怕羽龙的脑欲击打发达 只是看了青铜古殿的直言片语 就感觉头皮发胀 当清醒过来时 脑海中多了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体悟 一直感觉差了那么一丝的熔炉法 更是彻底成形 没错 七品学者的权力轰击 哪怕八品武者 都难以保全自身 在这沉重的生死压迫之下 羽龙的权益 终于取得了关键的突破 吴清阳的森然杀机 刺激羽龙锤炼出了熔炉法的真意 骨架已成 只要日后学习到足够多的法门 一步步充实熔炉法 这门羽龙自创的法 可以成就不可想象的威能 死 死 死 相比于羽龙的大有收获 吴清阳此刻却无比烦躁 他无法接受自己这么久 竟然没有拿下羽龙 学术 秩序 吴清阳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法 这是他刚刚才掌握上的高阶学术 现在强行施展 对他自己同样有损伤 但是 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如果今天不能斩杀这个少年 恐怕他不会再有机会 哄 吴清阳双手掐绝 结出一枚神秘的法印 方圆数百米的灵气顿时暴动 在虚空中凝聚出一根晶莹的长毛 这是完全由天地灵气凝结而成 有恐怖的威能 一切动乱都将终结 秩序神毛上有神秘的符文在流转 在长毛凝聚的瞬间 羽龙就感觉到眉心刺痛 一股强烈无比的危机感 让他全身汗毛炸起 他已经被这股秩序之力锁定 So 长毛破空而来 要将羽龙震杀 那只是你的秩序 羽龙怒吼 全身修为爆发 精气神全部融于一个点 而后通过熔炉全意璀璨爆发 连脸部的五官伪装都无法再维持 碰 天雷勾动地火 针尖对上麦芒 羽龙的熔炉全意和秩序神毛 在虚空中碰撞 爆发出耀眼的光 这是武道和理学的碰撞 无数年来 一直有武道天骄不服 想要挑战理学的地位 这一击下 整个山洞都在剧烈震动 石壁军裂 洞穴摇摇欲坠 死 吴清阳在怒吼 这也是他的权力一击 灌注了他的精神 哪怕同为七品学者 都没有几人可以存活 羽龙的实力基本盘 终究要远远弱于 七品学者吴清阳 这么久都 只是在吴清阳手下勉力支撑 他的权力磨灭了过半长矛之后 终究彻底消散 剩下的半截长矛 直接穿过少年的胸膛 重重钉在山洞石壁上 整个石壁都蔓延出 小儿手臂粗细的猙獰凤 啊 这一毛洞穿了羽龙的胸膛 秩序神力在羽龙体内肆虐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羽龙一脸的痛苦神色 刚刚治好的脏腹骨骼 再度崩碎 整个肉身被这一毛肆虐得不成样子 呵呵 吴清阳大口喘气 少年你的天资很强 可以说前无古人 后面也很难有来者 但是修行路就是如此 也许昨天我们还互不相识 今天却要成为生死厮杀的仇敌 羽龙被钉在神毛之上动弹不得 浑身浴血 头发全部被血迹凝结成一团 只是双眼依旧死死看着吴清阳 修行路上的争夺 动不动就是你死我活 中年男子嘴角带着胜利者的笑意 这个少年的生死就掌握在他一念之间 现在 你救 嗯 吴清阳眉心一跳 整个人如坠冰枯 巨大的危机感 无比突兀的出现 怎么回事 吴清阳念头急转 羽龙此刻被钉住 根本动弹不得 难道还有第三人在后面 咔嚓 一声清脆的碎裂声音 中年男子腰间玉佩 猛然爆发豪光 一道坚韧的灵气保护罩 出现在他身后 什么 直到此时 吴清阳才发现 竟然有两根金针 陡然出现在脑后三寸之地 顿时惊出了一声冷汗 如果不是师尊吴破君 刺下的护身御剑 恐怕此刻金针 已经取了他的性命 哪知吴清阳刚刚露出一丝喜色 金针身上幽光一闪 竟然直接刺穿了灵气罩 化作一道幽光 直直捅入了他的头颅 不 吴清阳惊骇欲绝 他甚至都还没想通 这两根金针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根本来不及动作 这两根金针太快了 竟直刺入了他的头颅之中 不 一声低沉的闷响 两根金针齐根没入气头颅 锐金之气爆发 吴清阳的颅内瞬间被绞碎 哪怕强如七品学者 头颅内和普通人也毫无二致 一旦被绞碎 瞬间失去生机 逆风翻盘 极限反杀 面前的吴清阳 双眼瞬间失去神采 生机灭绝 洞穿羽龙胸膛的秩序 身毛失去控制 顿时化作满天光雨消散 碰 身形跌落 羽龙重重倒在地上 尽管长矛消散 体内依旧有秩序之力在肆虐 全身各处传来的剧痛 像潮汐一般 一波又一波 让他无法安心恢复伤势 不行 不能睡 羽龙现在双眼沉重 他只想闭上眼睛 好好睡一觉 但是这里的激战 必然已经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自己现在又伤势严重 几乎没有自保的实力 强忍着全身的剧痛 羽龙爆发体内残存的最后一点 气血之力 在洞内再度轰出一个小洞 可以容纳二人容身大小 一把抓起无情羊的尸体 扔进洞内 羽龙自己跟着躺了进去 念力爆发 驾驭洞中到处都是的碎石 铺满整个小洞洞口 看上去和洞中其他地方的石壁 绝无二指 心中吊着的这口气终于放下 封闭全身气血波动 确保不会被人感应后 羽龙心神一松 就此沉沉睡去 第46章 学术 秩序 痛 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不痛 当羽龙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只感觉浑身骨骼经脉都剧痛难忍 每一次呼吸 体内都伴随着火辣辣的痛感 意念内饰 脏腑受损 骨骼折断 大部分经脉都干枯开裂 曾经雄浑的气血波动都已经枯竭 他这次伤势太严重了 差一点就是生死盗消的结局 吴清阳最后 使出的学术秩序神矛 是高阶学者才能掌握的恐怖的法 让羽龙根本无法反抗 要不是趁着吴清阳意识松懈到极点的这一刻 羽龙暴起发难 动用了自己最大的底牌 意念驾驭金针 终于杀死了七品学者吴清阳 二品武者斩杀七品学者 这消息一旦被世人知晓 足可以引发十级大地震 武道天赋强如武王 总教头那般大人物 也没有这样恐怖的战绩 呼 羽龙深吸一口气 他在这个洞中洞里 沉睡了足足十多个小时 胸前被秩序神毛穿过的透明血洞 此时依旧还在微微蠕动 他的肉身很强大 这样的创伤可以自动愈合 只是伤口周围浓郁的秩序神力肆虐 阻止羽龙肉身的复原 现在伤势依旧严重 不能贸然走出 羽龙此刻的狗发育按钮无比明亮 藏身在洞中洞 完全没有走出的想法 他现在系统上的灵能一览 是空空荡荡的灵 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 不过 现在身边就有一个巨大的灵能罐头 羽龙心中微微振奋 这样的伤势 要自行痊愈 的话恐怕半年时间都不一定够 但只要系统拥有足够的灵能 就可以瞬间复原 这个洞中洞空间很狭窄 羽龙和吴青阳的尸身几乎是面对面 一把扯过吴青阳的尸体 他的双目圆瞪 死前最后一瞬的惊恶 恐惧 悔恨所有情绪 都凝固在了这个眼神之中 死在羽龙手里 他不能瞑目 同龄般的怨毒眼神 看上去无比阴森 距离羽龙不过咫尺之遥 哼 你活着的时候都被我斩杀 死了更是要彻底沦为 我修行路上的养分 羽龙一声冷哼 这次对他而言 的确就是突如其来的无望之灾 自己不过 安心在洞穴中修行 杀身之祸就找上了门 少年手掌印在吴青阳丹田之上 沉睡的十几个小时里 身体孕育出了少量的气血 全力爆发 堪堪锤爆气丹田 对于理学修饰而言 丹田就是气海 是全身修为的根基 体内的全部灵气都聚集在此 此时 吴青阳气海被破开 七品修饰存储的海量灵气 疯狂溢出 爹 感应到周围空间有灵气能量一散 请确认是否吸收 吸收 羽龙神色一喜 这验证了他的猜测 体内系统对无者溢出的气血能量 都会吸收 那么能量 层次更高的理学之修 其溢出的能量系统 同样会吸收才对 果不其然 吴青阳体内的灵气 刚刚泄露出来 系统就有了反应 七品学者体内的灵气如海 这些无主的灵气 很快就会溢散在虚空之中 但是现在 在系统的神秘伟力之下 直接被吞噬一空 气血 一万一千痘 脑欲 四千六百年 灵能 九千 这代表吴青阳体内气海存储的灵气 竟然有九万 纯粹从量上论 已经是摸到了 九品舞者的最低门槛 更何况其本质 也远远高于气血力量 难怪理学强者 可以镇压 同皆舞者 羽龙低声嘻喃着 心面一动 瞬间划播灵能 来治疗身体沉重的伤势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少年闭着眼睛 感受残破的肉身 被灵能冲刷过后 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他的肉身 再一步步复苏 体内的秩序之力 在磅礴灵能的冲击下 很快就被磨灭 胸口的血洞 缓缓愈合 新鲜的肉牙 疯狂长出 很快将胸腔恐怖的血洞覆盖 理学虽强 我却有熔炉权益 可以匹敌 再加上一亿欲物之法 足可以镇压这些 高傲千年的理学之修 羽龙曾经试验过 现在他的意念 最强可以搬动 十公斤重的物品 但只能勉强搬动 无法灵活移动 而轻便不易察觉的金针 在他的念头之下 就可以爆发惊人的 这一战 让羽龙的心境 大幅度地蜕变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无敌的强者之心 已经形成 不过短短片刻 羽龙全身的伤势 就被修复 看了一眼系统见面 灵能竟然耗费了 足足八千点 没办法 羽龙这次的伤势太重了 普通舞者 甚至可能 直接就会陨落 天啊 这也太贵了 羽龙都忍不住暗暗咫舍 心中疼得要死 这八千灵能 如果用来提升修为 可以直接 让实力再翻一翻 结果现在为了疗伤 一次性的消耗掉 简直就是 最大的浪费 这八千点花得也值得 羽龙顿时恢复到了 巅峰的状态 经过这一次的重伤 被修复之后的 经脉骨骼更加宽阔强韧 将五道根基牢牢荒实 更重要的是 他的熔炉法 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这将是他的根本法 其中凝聚着他感悟的道 伴随终身 碰 山洞之中 羽龙浑身浸到一阵 气息波动席卷 洞口的碎石 全部轰飞 他现在实力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自然不用再隐藏身形 嗯 羽龙目光扫过洞穴 羽龙和吴青阳的 厮杀痕迹还在 整个洞穴都险些被二人战斗的 余波轰塌 有人来过 羽龙目光如电 发现洞中已经有人来搜查过 应该就是之前 他和吴青阳厮杀一出的气息波动 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还好羽龙多长了一个心眼 把自己藏在了来人的眼皮子底下 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 一旦重伤状态下的羽龙被发现 后果难以预料 生死不由人 转身看向吴青阳的尸体 此时 其全身的灵气都被系统吸收 整个尸体都缩小了一圈 变得行销鼓励 如同深埋地底多年的干尸 礼学强者啊 羽龙看着面前的干尸 陷入了沉吟 他未来必然还会再遇到礼学强者 这次的厮杀 将是一场宝贵的财富 感知笼罩吴青阳尸体全身 羽龙想要 找到一些和礼学修行相关的信息 身上一本书都没有 羽龙的念头 一寸一寸扫过吴青阳全身 却没有找到任何修行书籍 他太想了节理学修行了 但是在网上根本搜索不到 任何紧要的信息 嗯 羽龙不死心地重新感知了一遍 就在他要放弃时 他的神念在吴青阳腰间的一块玉佩吊饰内 发现了一丝晦色的波动 我记得 用金针偷袭的时候 就是他腰间的玉佩闪烁之后 才出现的保护灵气罩 羽龙在快速回忆 还要前几天那个铁心术 被紫色一蛇 临死一击笼罩 同样是靠着腰间玉佩 发出的豪光逃出生天 可惜这块玉佩已经失效 羽龙摇了摇头 吴青阳腰间一共挂着两块玉佩 其中一块已经全是裂纹 彻底失去了效力 应该就是个一次性的护身符 而羽龙感知到的 晦色波动 就是来自另一块玉佩之中 这样的 异常让羽龙心中一提 莫名有些期待 他感觉自己 找到了真正的好东西 意识渗入玉佩之中 果然一股繁杂的信息流 扑面袭来 顺着意识的牵引 一股脑灌进了他的脑海之中 这是一门法 高阶学术 秩序 第47章 直接入门 这股信息量 比羽龙之前 接触的任何五道法门 都要繁杂 涉及到很多领域的知识 哪怕以羽龙脑域之强 都足足消化了一刻钟 才把法门记下 一门完整的高阶学术 这很珍贵 事实上 哪怕在高阶学术之中 秩序之法 同样是顶尖 以吴青阳七品学者的修为 根本接触不到 但他的身份是吴破军的私生子 吴破军闭关前 担心他有失 就将这门强横的法 提前传给了他 正是因为吴青阳 修行这门学术的时间也不长 不能完全记下这门法 需要时不时拿出来参物 才会将其随身携带 现在成为了羽龙手中的战利品 只是 修炼此法 必须是七品学者以上修为 自己只是一个武者 不能修行了 羽龙现在 就像一个手里 拿着金矿 却用不出去的爆发户 急得团团转 少年已经阅读了这门法 秩序之法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凝聚天地灵气 形成秩序神矛 风锐无匹 修行到高深处 可以一念 凝聚无尽神矛 召唤出上古神矛虚影 唯能无法想象 第二个层次 是直接抓取空间法则 化作秩序神恋 将秩序化作己用 可以付诸一切笛 第三个层次 更是直接可以演化出秩序之门 天地之间一切秩序 都是从这道门中出 当演化出这道秩序之门 所有秩序都可以一念之间 重新塑造 还好 吴清阳只是刚刚炼成 第一个层次 羽龙心中很庆幸 还好吴清阳 只能勉励凝聚出一把秩序神矛 否则一旦可以凝聚两把 羽龙根本不会有幸存的可能性 多 就在此时 视线右上角的系统界面 默然弹出一个弹窗 发现有修行价值法门 是否消耗灵能点推演 嗯 羽龙精神一震 系统又有新功能上线了 但是 这是一本理学之修 修行的学术啊 推演对自己也没有作用 弹窗的内容陡然变幻 鉴于宿主 终于获得了一本有价值法门 第一次激活此功能 系统特赠送免费推演一次 是否现在使用 看到这条消息 羽龙岩脚抽了抽 这是什么意思啊 之前自己修行的法门 连修行价值都没有吗 少年感觉自己 突然遭到了系统的毒打 现 在 时 用 系统免费赠送 不用白不用 羽龙咬着牙说道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个系统觉得 有价值的修行法门 他要如何推演 攻法 秩序 状态 未入门 可推演 入门 三千零能点 一层圆满 三万零能点 二层圆满 三十万零能点 三层圆满 三百万零能点 我的乖乖 看到后面羽龙忍不住双目圆凳 仅仅是入门 就需要三千零能点 他现在系统内的存货 就只有一千零能点了 连入门推演都不够 三百万零能点 简直难以想象 恐怕把整个中云山脉翻过来 也不一定能凑足这么多零能点 攻法推演 现在开始 随即系统界面 出现了一个进度条 推演开始 从一缓缓朝前推进 很快就到了九十九 却在这里卡了足足一刻钟 终于进度变成了一百 卧槽 这系统和企鹅一个尿性啊 羽龙有些无语 前世他更新游戏的时候 同样被这最后的一折磨得痛不欲生 进度条结束后 系统的弹窗内容再次发生改变 功法推演完成 是否修炼 什么意思啊 羽龙目光一鸣 难道理学修行法经过系统推演 也可以让舞者修炼吗 已经体验了这个系统太多的玄妙 羽龙没有犹豫 直接用意念去选择要修炼 天地之间 有无数大道 神秘的规则 在虚空纵横交织 构成了这片天地宇宙 这些法则很神秘 一般的修者终生 都无法感受到 只要真正领悟了一缕天地规则 才能突破到理学宗师境界 所以才会有那句招文道 稀死可以 而随着羽龙的意念落下 瞬息之间 少年的身上猛然沸腾了一道道神光 仿佛九色霓虹一样绚丽 散发出神秘的契机 他眼前的世界骤然大变 那些原本看不见 摸不着的大道法 则开始在他眼中显化 而后快速消逝 只留下了一条绚烂的规则 秩序 秩序规则 此刻在他眼中丝毫必先 就像是无上的强者 将天地间最神秘的道河里剖析给他看 这是巨大的机缘 紧接着 羽龙肉身中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仿佛筋骨重塑 系统伪力之下 羽龙体内一些细小的经脉 在发生微弱的移动 最后在体内形成了一个个巧妙的循环 以此同时 身体外的天地灵气被吸引而来 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操纵 疯狂席卷 进入了羽龙的体内 哄 猛然间 羽龙体内传来一声沉重的闷响 像是发生了某种蜕变 当他从规则领悟中回过神的时候 陡然发现自己竟然掌握了 这秩序学术的入门 凝聚一感秩序神谋 不 不应该再叫学术 经过系统的改造 羽龙明误了一丝秩序规则 可以运用武者的气血之法 凝聚神谋 威能竟然丝毫不弱 这推演太直了 羽龙神色很震撼 他就在一瞬之间 节约了多年苦功 直接掌握了这门高深的法 大 一个响指 羽龙意念一动 一把通体星红的长矛 凝聚在虚空之中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波动 这一矛 不比吴清阳施展的弱上几分 这很惊人 凭借着这门法 就算吴清阳再活过来 羽龙也有信心和他正面一战 第一层圆满 要三万灵能点啊 一感神茅就已经威力惊人 如果自己可以将一层圆满 心念一动 画出无尽神茅的话 恐怕九品学者 他也可以斩杀 灵能 必须尽可能赚取灵能 羽龙眼中金光战战 心中的念头无比强烈 如果有朝一日 能召唤出秩序之门 整个地球 谁可以和他匹敌 一念即此 少年心怀激荡 轰然站起身 全身的能量波动 猛然爆发 而后骤然收敛 羽龙外在壁路的锋芒 顿时消散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要继续去中云山 其他地方寻找机遇 救命 就在此时 洞外 有一名女子的呼救声 陡然传来 而后一名衣衫蓝绿 神色慌张的女子 冲进了洞穴 前辈救我 第48章 落难千金 前辈 冲进洞里的女子 惊魂未定 不时地回头张望 似乎有大恐怖 在其身后尾随 哦 等看清洞中的身影 他却是大吃一惊 怎么这么年轻啊 他一直在林中仓皇逃命 突然感应到 山洞中有恐怖的气息 一闪而逝 这等于是给 身陷绝境的他 一丝生存的希望 谁知冲进洞中 却发现 只有一个少年 这 这洞里 只有你一个人吗 女子迟疑片刻 试探地问 嗯 羽龙此时的面容 正是他的第一个马甲 一个异想出来的 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 进入中云山脉 这么多天 只有和吴清阳 生死搏杀的时候 全身气血枯竭 无法继续维系五官 才暴露出了真容 真的是他吗 得到羽龙肯定的答复 女子眼中 闪过难以置信 尽管他没有修行天赋 但是家中 天天耳濡目染 却也知道 像羽龙这样年纪的少年 无论天赋如何妖孽 修为也高不到哪里去 可是 现在已经天色渐晚 夜间的中云山 更加危险 他现在孤身一人 根本不可能活到 第二天日出 羽龙是他现在 唯一的选择 女子心中的念头 此起彼伏 理智告诉他羽龙的 修为高不到哪里去 根本无力保护他的安全 但是现实 却没有给他更多的选择 呼 羽龙猛然站起身 他本来就要 动身离开了 现在山洞中 近来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 孤男寡女 于情 于理他更应该离开 毕竟自己也是 有准老婆的人了 自从王素素和他表了白 羽龙心中 一直牵挂的一件大事 就这样落下了 心情舒畅念头通达 你去哪里 女子没想到 羽龙要离开 顾不上许多 直接拉住羽龙手臂 神色楚楚可怜 我和家里人走散了 能不能陪我一晚上 明天一早 他们就会找过来 羽龙顿住了脚步 这里可是中云山脉深处 如之前 他和吴伟那般误入的 只可能是外围 一个普通人 想要走到这里来 几乎不可能 羽龙不想参合 进什么豪门恩怨的 烂书情节里 拔腿就要离开 我是银科集团董事长的孙女 黄佳琪 眼看羽龙没有回应 还要继续往外走 女子急了 抛出了自己的砝码 只要你保护我 按最高规格 保镖收费 价格随你开 她的家世 让她有如此豪横的底气 银科集团 同样是物城 本地的财团 龙湖集团可以说是 第一梯队 一起绝尘 傲视整个八省 无人可以比肩 而银科集团 就是紧随其后的第二梯队 业务涉及众多领域 每年的营收数百亿 规模无比惊人 而金钱的酸臭味 成功吸引了羽龙 少年默然回头 眼中的神采 似乎都带着金光 保护你 可以 价格一晚上一个亿 羽龙现在的实力 已经足够比肩七品学者 是物城最顶尖的那一小部分存在 这样的强者 根本不光是金钱可以打动 如果一个亿就能请动 恐怕无数财团 都会蜂拥而来 哪怕黄佳琪 一个亿的报价 依旧是吓了他一跳 但是现实 也没有给他更多的犹豫时间 他进山本来就有四五品舞者 随行保护 没想到行踪泄漏 遭遇了银科集团 竞争对手的黑手 保护他的舞者 为他阻挡后路 多半已经全部死去 一路逃跑 要不是妖间爷爷 送给他的护身符 他根本坚持不到这里 中云山中妖气纵横 隔绝了手机讯号 根本无法联系外界 但是他已经发了信号枪 明天家里人肯定会找过来 好 我答应 如果自己可以活着回去 这一个亿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 羽龙也不再说话 继续往洞外走去 喂 你怎么还要走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 黄佳琪都要哭了 这什么人啊 既然收了你的钱 我自然会护你周全 羽龙淡淡地道 继续走了几步 盘膝坐在洞口 你自己在洞中休息吧 哦 黄佳琪愣了愣 尽管不知道 这个少年实力怎么样 但至少 不再是自己孤身一人 心中不再那么惊慌 他往洞里走了走 想要找到一个 舒适的地方修行 结果进去就赫然发现了 吴青阳干受的尸体 啊 黄佳琪一声尖叫 被系统系干的吴青阳 死相绝对称不上多么好看 昏暗的洞穴中 乍眼一看更是惊悚 不用担心 我来这里的时候 就有这个死人在这里了 他又变不了僵尸 不用怕 羽绒坐在洞口假妹 头也不抬地解释了两句 不嫌不淡 哼 黄佳琪干笑了两声 没有说话 只感觉这个洞穴中的空气 都阴冷了几分 洞口那个少年的眼神 也会莫如生起来 自己可以一个 娇滴滴的花季少女 不会 黄佳琪开始 脑补百万字的小说情节 尽是些不堪的遭遇 不敢再继续想 黄佳琪在远离 吴青阳尸体的洞穴 另一端蹲坐下来 紧了紧身上的衣服 似乎这样可以 让自己更有安全感 在山里逃跑了很久 黄佳琪终究是累了 很快就睡了过去 羽龙却丝毫没有睡意 随着修行日渐高深 羽龙已经可以做到 用修行来代替睡眠 他此时拿出了 从吴青阳身上 扯下来的两块玉佩 一块记载着学术秩序 此时已经被系统学会 只要有足够的灵能 羽龙就可以直接掌握 不过也可以留着 这样的高阶学术 很珍贵 恐怕价值连城 完全可以找机会出售 或者和别人已无异物 只是不知道 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 有没有人敢要 羽龙把这枚玉佩 仔细收好 拿起了另一枚 密布列文的玉佩 这是挡住了金针 偷袭的护身玉佩 我刚刚看到这个 黄佳琪身上也有一枚 只是波动 远远不及 吴青阳这一枚 看来这种护身服 也是权贵豪门 外出旅行的必备佳品啊 少年很感慨 像吴青阳 黄佳琪这样的人 从一出生就站在了 大多数人一辈子 都难以企及的终点 就连黄佳琪这样 没有丝毫修行天赋的普通人 依旧可以有众多舞者保护 以凡人之身 可以踏足危机 密布的中云山脉深处 这些就是家世的积淀 带来的好处 羽龙的感知全方位 笼罩了这枚护身玉佩 他想要了解其中的原理 自己复刻出来 在大学开学之前 给妹妹与小月 制作一大堆 让他带着玩 加上之前 留下的紫蛇一蛇宝丹 在上面复刻 聚灵阵法 这就是羽龙 准备送给妹妹的两样 开学礼物 月光洒落在林间 模糊地映照出羽龙的脸颊 少年嘴角 掀起一个锋利的弧度 我羽龙的妹妹 别人有的 他要有 别人没有的 他也要有 第49章 右键逐键 夜深 这里的夜晚 丝毫不平和 经常能听见远处 响起的售吼声 整个中云山脉 就是一处 巨大的斗兽场 在这里 人族和妖兽 在彼此猎杀 争夺山脉中的宝材 少年盘坐在洞口 双目微合 大半星神 都在手中的 护身玉佩 和完善紫蛇宝丹的 聚灵阵法上 只留下少数星神 警戒外界 嗯 果然 过了深夜十二点 这片山林之中 开始传来 稀稀索索的声响 羽龙的意念 蔓延过去 五百米外 是有五个黑衣舞者 在缓缓朝这边靠近 大哥 我们之前 在那个女人身上 留下的标记显示 她应该就在前面 这个山洞里 要不是她身边 那几个无品舞者 汉不畏死的拦路 我们又哪里会跟丢 还好又找到了她的踪迹 现在怎么办 哼 那还用说 不过是没有 丝毫修为的普通人 自然是冲进去 取走她的性命 我们好 顺利交任务 可是刚刚看过去 好像在山洞口 有人守着啊 我们要不要先查探一下情况 这有什么好查探的 银科集团派的那些 五品舞者 都已经全部 被我们兄弟杀了 短时间内 还有什么人能护住她 黑衣人的交流 很小声 但全部被羽龙的感知 截取到 三个六品 两个五品 洞口处 假妹的羽龙嘴角 露出一抹笑意 银科集团的千金 需要这么大阵仗吗 咦 洞口的人怎么不见了 一名黑衣人 揉了揉眼睛 怀疑自己 是不是眼睛花了 嗯 真的不见了 哪里去了 难道是害怕逃跑了 黑暗中 几名黑衣舞者 目光来回扫尸 都没有发现 刚刚洞口的那个身影 你们 是在找我吗 陡然间 一道冷漠的声音 从几人身后响起 什么人 这道声音太突然了 几人像是突然触电了一般 猛然就想要跳起来 但紧接着一道恐怖的气息 笼罩了他们全身 让他们突坠冰枯 整个身体都瞬间僵住 不能动弹 我要是你们 就会乖乖地坐下 不要制造出任何噪音 毕竟 大半夜吵闹 是很没有功德心的行为 羽龙头顶虚空 一把血红色的长毛悬浮 牢牢锁定了 五人的契机 只要稍微一有一动 长毛散发出的冰冷杀机会 瞬间洞穿他们 这绝不是错觉 几人在心中大吼 浑身鸡皮疙瘩 都冒了起来 这 这位前辈 我们只是路过 只是路过 五人中为首的大哥 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口 不知道 哪里冒犯到前辈 我们道歉 马上就离开 还请前辈放我们一条生路 此时的羽龙 再度显化出了 那副阴霾老者的面容 目光阴冷如阴旧 直视几人 心念一动 虚空中血红色长毛 轻轻一颤 一道神光落下 直接击穿了 开口之人的大腿 啊 这是高阶 学术推演而来 微能恐怖无边 黑衣男子的大腿 直接被炸开了 碗口大的血洞 露出森森白骨 想要大声惨叫 却又被羽龙捂住了嘴 只能发出沉闷的呜声 答一句不要想着欺瞒我 羽龙的雷霆手段 直接射服了几人 黑衣舞者都不敢再说话 大腿被冻穿的舞者 更是死死咬着牙关 不让自己惨叫出声音 在中云山脉 善良和温和是最无用的东西 第一个问题 羽龙神色如铁 目光依旧冰冷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 接受雇主委托 取银科集团 千金皇家旗性命 黑衣舞者不敢再有隐瞒 头顶那根血红色长毛 随时都会饮血 雇主 羽龙眉毛一挑 继续开口 第二个问题 你们的跟脚 我们是竹 竹剑中介所舞者 竹剑 羽龙没想到这几人 竟然是竹剑中介所的人 这是怎样的缘分 之前在小区外 监视他们的也是竹剑中介所 按照少年的计划 在大学开学前 他实力再上一个台阶 必然是要去竹剑中介所走一趟的 那双在暗中盯着瑜伽的影子 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只是少年没有想到 他会在中云山脉 再度和竹剑中介所遭遇 黑衣舞者同样嘴角发酷 他是竹剑中介所的重要人物 除了几位所长 是七品修为 他已经是执行任务的最高战力 六品巅峰舞者 在雾城这片地界 已经算是站在武力的高峰了 足以解决大部分任务 他们竹剑中介所成立时间不长 却命途多舛 之前接了一个大单 是在雾城监视一家普通人 结果误入了恐怖强者的禁区 直接被警告驱离 现在又来一个大单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这次直接亲自带队 就是要一举攻城 打向竹剑中介所的名头 可是没想到 又遇到了雨龙 这个恐怖的存在 这是什么运气 黑衣舞者想要破口大骂 却又不敢发出声音 雨龙心中念头变幻 脸上神色依旧冰冷如铁 此时默然开口 你们中介所所长竹剑 在什么地方 所长 黑衣舞者不知道 他怎么突然问到这个问题 但是也不敢隐瞒 急忙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 所长的行踪我无权打探 但他会不时去城北的总部办公 竹剑中介所的总部位置 普通人不知道 但在修行界不是什么秘密 既然如此 等我出山 就亲自去竹剑总部一趟 雨龙低声呢喃着 眼中金光暴闪 虚空中的血色长矛 感觉到雨龙心中的杀鸡 忍不住发出一丝轻铲 长矛的异动 却是吓坏了黑衣舞者几人 几人冷汗狂勇 一名无品舞者 直接不争气地尿了裤子 行了 雨龙意念一动 收回了秩序神矛 黑衣舞者几人 顿时如释重负 身上的沉重压力猛然消散 巨大的反差下 几人纷纷跌坐在地上 洞中的女子 今晚你们不能动她 雨龙也不是试杀之人 挥了挥手 示意几人离去 明日之后 你们可以随意 雨龙说的是真话 她和黄佳琪本就非清非苦 今晚二人之间 只是纯粹的金钱雇佣关系 时间一到 各自两宽 黄佳琪再被这几人追杀 也和她无关了 如果再拿出一个亿 她还是可以继续保护一晚上的 可惜的是 在这个时代 老实话是最不被人相信的 黑衣舞者几人急忙起身 搀扶着大腿 被冻穿的舞者 公公静静行了一礼后 转身离去 至于继续扑杀黄佳琪 开玩笑呢 这钱 有命去赚 没命去花 第五十章 想要外账 紧绷的神经骤然放松之后 黄佳琪这一觉睡得很甜 等她心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天亮 你醒了 一时刚刚清醒 洞口羽龙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嗯 休整了一夜 黄佳琪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 昨晚似乎没发生什么事情啊 因为心里的顾忌 黄佳琪并没有告诉羽龙 身后有人追杀的事情 难道是他们把我跟丢了 高手之间的厮杀 动不动就会崩碎山石古树 动静很大 如果那些神秘人真的追过来 她必然会被惊醒 一念及此 黄佳琪松了一口气 你叫什么名字 直到现在她才真正有闲心 打量面前这个少年 这样一看 她默然发现 羽龙比她之前认为的年纪还要小 心中也不再有那种 面对前辈高人的压抑感觉 这不重要 坐在洞口的羽龙都没有回头 声音低沉 我们不是朋友 你出钱雇佣我 我在此保你一夜平安 就这么简单 羽龙开始体会到那种感觉 当自己的修为达到某个境界 那些和自己不在一个层次 甚至连修行者都不是的普通人 已经和她不是一个世界 这不是什么傲慢和看不起 只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罢了 少女的神色微微一宁 身为银科集团的千金 她从小到大 从没有体验过这种待遇 走到哪里 自己都是人群的中心 绝对的焦点 就 就在此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响起 不远处的密林中 一道焰火冲天起 冲到最高处轰然炸开 方圆石树里都可以看见 啊 皇家骑喜出望外 从口袋中 掏出一支巴掌大小的信号枪 直接对着天空轰出 同样的绚烂焰火 在半空中响起 这是银科集团皇家的特殊标记 一旦走散 可以通过这个标记位置 好 随着皇家骑的位置被标定 密林中传出一阵阵恐怖的售吼声音 不过片刻 一大队人马就冲出了林中 来到山洞前 领头的两人有些奇特 胯下竟然驾驭着两只猛虎妖兽 一只五品 一只四品 冲出之时掀起一阵妖风 爷爷 爸 看清了领头的中年人和老者 皇家骑惊喜地大喊 这个时候再见到家人 实在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 琪琪 你可真的是吓死爷爷了 五品妖兽背上的老者双腿一夹 胯下妖兽如通灵一般 骤然停住了腰躯 老者飞扑而出 一把将皇家骑抓住 让爷爷好好看看 我的乖孙女没事吧 尽管没有修行资质 皇家骑却很讨老者的欢心 在得知有人突然对皇家骑出手 导致自己的乖孙女 在中云山脉中失去联系 老者心急如焚 直接带着银科集团董事长 皇家骑的父亲一起冲进了中云山 好在现在找到了人 毫发无伤 好了爸 一看这臭丫头就啥事都没有 等我们回去再好好教训他 一旁的中年男子 眼中闪过一缕如释重负 而后默然开口 爸 我给你说 皇家骑把昨天的事情 从头到尾 给自己父亲和爷爷都说了一遍 也包括许诺给羽龙的天价报仇 中年男子的目光 看向始终盘坐在洞口的羽龙 脸上挂着和熙的笑意 这位朋友 这次我女儿能够安全 也是多亏了你保护 我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对你表示感谢 不用谢 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羽龙大半心神 依旧放在给自己妹妹准备的礼物身上 剩余的小半念头 淡然地回复中年男子 现在 既然你们已经成功会合 我的酬劳准备怎么付 中年男子脸上的笑意一僵 听我女儿说 昨夜风平浪静 根本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 不过毕竟还是辛苦了一夜 我付你一百万一座感谢怎么样 一百万在乌城已经可以全款买下一套小些的户型 嗯 羽龙默然睁开了双眼 目光如电 直视皇家其父亲 你是想赖账 这话一出 中年男子的神色都不免难看起来 他觉得自己已经苟委婉了 这个少年 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 一个亿 亏他说的出口 他见过一个亿的现金堆起来有多高吗 这样的巨款 已经可以请动一些欺品舞者出手了 就凭这个毛小子 够资格吗 小女年幼无知 不知道金钱贵重 说的玩笑话 就不必当真了 中年男子僵硬地笑了笑 本来昨日就平静 这一百万 就当你在洞口 为我女儿守夜的辛苦钱吧 中年男子大手一挥 语气不容置疑 呵呵 少年轻笑了一声 将手中的玉佩和紫舌宝丹放好 陡然站起身来 身上的气势 骤然开始苏醒 风平浪静 哪有什么风平浪静 不过是有人替你挡了风雨 昨晚那几个逐渐中介所的黑衣舞者 如果不是羽龙在这里 黄佳琪根本见不到 今天造山带个太阳 一句话的时间 羽龙的气势节节攀升 恐怖的气血波动 从体内透发 两只妖兽都不安地后退 他们在羽龙身上 感觉到了极度的危险 是什么给了你们赖账的底气 就凭你们骑着的两头畜生吗 还是你们一个七品 一个六品的舞者实力 羽龙声音冰冷如铁 心中暗自叹了一声 下次出门在外 还是把五官显化成那个阴霾老者吧 至少一眼看过去 就不会觉得是可欺之人 至于这一次 只有让他们看看 自己这一亿的保护费 到底值不值 哄 羽龙身形如电 瞬间跨过空间 出现在中年男子 身前三尺之地 猛然一拳挥出 容如权意咆哮 气势惊人 什么 中年男子神色一变 他没想到 这个少年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这一拳 恐怕比起自己也弱不了多少 难怪如此嚣张 不过中年男子也是不惧 他在六品舞者境界 沉浸了多年 体会很深刻 体内已经有两万斗气血的沉淀 使得同街舞者 少有能与他媲美的敌手 中年男子五指成爪 只见有苍劲的血光在闪烁 这是皇家家传的阴爪功夫 可以开杯烈石 他要一爪 镇压这个妖孽少年 羽儿 快退 中年男子心中不惧 战意澎湃 一旁的老者却是神色大变 厉声吼道 老者七品舞者的眼力 看出了羽龙这一拳的恐怖 他认出了这种传说中的权益 只有武王和燕小小二人掌握的 逆天权益 羽龙这一拳太快了 气血 一万一千斗 气血成血 容如权益 两种逆天技能加持 羽龙这一拳发挥出了 四万斗气血的战力 碰 全境激荡 中年男子根本承受不住这一拳 体内气血轰然暴走 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直接被这一拳轰飞 一颗三人环抱的古术都被震断 一拳之后 羽龙没有继续出手 身躯如神铁一般助力 目光淡淡地瞥了中年男子一眼 连我一拳都接不住 就这实力 也想学别人赖账 第五十一章 老祖宗在天有灵 羽龙这个眼神太丰富了 不屑 失望 鄙夷 冷漠 不翼而足 每一种意味都让他想要发狂 扑 挣扎着坐起身的中年男子 一口老血喷出 羽龙的全境太霸裂 让他大口咳血 这位朋友 刚刚是我儿言语放浪 既然佳琪答应了一个亿的酬劳 如今佳琪无恙 我们自然会奉上 老者神色郑重地开口 他没想到 这个少年实力如此恐怖 就算是他 也没有把握镇压这个少年 这个年纪 就有如此恐怖的修为 难道是在娘胎里 就开始修炼了吗 身为银科集团创始人 这么多年 也见过听过无数修行天才 但没有一个人能像羽龙这般妖念 黄佳琪更是脸色煞白 此时他被自己爷爷护在身后 否则刚刚那股激荡的全境 他都承受不住 原来那股恐怖的气息 波动就是这个少年 他想起了自己在逃跑的过程中 感受到洞中 一闪而逝的恐怖气息 我们银科集团 在物城博有声明 随时恭候朋友大驾 中云山脉之中 隔绝电子信号 无法转账 只有出去之后才能操作 老者递出来一张名片 在场中人 只有自己勉强有资格 和这位少年平等相交 也只有自己 有资格递出名片 羽龙不置可否地 结过这张名片 他不担心黄佳人敢赖账 一个亿对于银科集团 算不上什么 之前不过是觉得 羽龙不止这个价钱罢了 如今爆发争容 黄佳也不敢 为了这一个亿和羽龙 这样年轻的强者交恶 甚至可以借助 这次的机会和这个神秘天才 搭上关系 便坏事为好事 老者眼光独辣 自然知道羽龙的未来不可限量 我已经老了 远而资质尚可 却也难有大的突破 佳琪更是毫无修行资质 数十年后 银科集团难以避免走向没落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多少财阀集团 可以一夜而新 也可以骤然消亡 这一切 都是看背后站着的修行者 但是如果可以 把这个少年请上我们的战车 不要说保住银科集团的辉煌 再上几个台阶 走向全国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老者目光一闪 自己的孙女和这个少年 似乎年纪很配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让他们结缘 老者没有说出自己的这个想法 因为希望太小了 羽龙以后 注定是要走到难以企及的高度 他的女人至少要能跟上他的脚步 陪他毅力在修行绝颠 好 后面有空 我会去的 一个亿可以买到五百颗气血单 就是一万五千灵能 羽龙在心中暗自盘算 灵能实在太珍贵了 无论是气血 脑狱还是推演功法 都需要大量消耗灵能 那老朽这段时间 就在悟成功赢朋友的大价了 老者抱了抱拳 他也要回去 想一想怎么借着这次的机会 和羽龙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 对了 你们驾驭身下的妖兽 有什么特别的法门吗 羽龙突然发问 这段时间 他镇杀了很多妖兽 也曾经尝试 要收服一两只 却难以成功 嗯 皇家父子都是文言一愣 这玉兽之法 是他们皇家 曾经得到的一副残片 从中找到的残缺法门 依靠这些玉兽之法 皇家圈养了不少的中低阶妖兽 实力比一般的七品武者所在家族 更加强盛 如果此法有大干系 也不用说 我只是好奇问问罢了 羽龙摆了摆手 他虽然强横 却不暴虐 世间真奇之法很多 哪里学得完 曾经绝顶强者 站在修行之巅 傲视整个世间 却也不敢言无敌 不敢撑不败 世间没有最厉害的法 只有更厉害的人 羽龙的强者之心越发坚定 也不是什么不可以说的大秘密 老者愣了几夕便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正在想怎么和这个少年 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吗 磕睡送来枕头 现在羽龙对他们的玉兽之法感兴趣 他自然不会吝啬 至于羽龙炼成之后 会不会被皇家产生威胁 摆脱 没有这门法 羽龙同样可以威胁到皇家 老者伸手 从怀中递出一枚玉剪 这里面 就是我们皇家玉兽的法 不过并不完整 这不是因为老朽藏丝 而是因为 我们得到的 本来就是残缺的法 哦 羽龙接过预检 意念扫过 顿时就得到了 预检之中的所有信息 的确不是成系统的完整的法 关于驾驭妖兽的 详细步骤很简略 有的明显是 后期其他人增补上去的 除此之外 我们皇家 这么多年来 也摸索出了一些其他的技巧 和窍门 虽然不是什么精妙的法 却也可以在训养过程中 少点麻烦 嗯 羽龙点了点头 这门法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他想的是 强行收服 而皇家的法 确实从小开始圈养 如同培养宠物一般 难怪这两头妖兽 看上去气势 和中云山脉里的妖兽 大不相同 缺少了那股凶兽的暴力 这不是他想要的法 你们这副残法 是在哪里得到的呢 羽龙继续开口 这门法 残缺的太多了 从这只言片语之中 他有感觉 如果有完整的法 必然不凡 是在一处隐秘之地的山洞里 我们皇家祖先误入其中 得到了一些修行的机缘 成功走上修航路 如今那里 已经是我们皇家的祖地 皇家不是正统的修行院校出身 而是极少数 从隐秘古地中得到机缘 自信踏上修行路的 嗯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羽龙成音片刻后开口 等我出山之后 想要进你们的祖地一关 哪怕心胸宽阔 如皇家老者 依旧有些色变 这却是有些突然了 像皇家这样 有家族传承的古老世家 已经在乌城一带流传了数百年 对于家族祖地 这样的重地都格外重视 除了重大节日 家族祭祀 平日里都不会有人踏足 老者下意识 就想拒绝这个要求 只是涉于羽龙的实力 在思考怎么开口 哄 羽龙漠然挥出一拳 全境激荡 崩碎一旁的丈高山石 老者的脸色更加难看 不同于刚刚是自己儿子里亏 现在这一拳 是在赤露露的威胁吗 想要闯皇家祖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虽然已经年老 身上的血性还未冷 手中的刀依旧渴望饮血 羽龙同样感受到了老者身上 生疼的气势 却神色不变 只是淡淡开口说道 黄老先生 你可知道权益 权益 这两个字具有恐怖的魔力 瞬间吸引了老者的注意 哄 哄 哄 羽龙当即演练了一遍脆体十八诗 看上去和大一入学必修的脆体十八诗 没有任何不同 但是每一招 每一世 却都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气息 这是熔炉拳意 羽龙每一拳都打得很慢 每一种拳法都分为三种状态 打法 练法 掩法 羽龙如今就是掩法 将精髓暴露出来给老者观摩 短短十八诗演练了足足半个小时 这 此时 老者身上的气势早已消失无踪 整个人面色泛起浓郁的红光 眼中充斥着惊喜若狂和难以置信 连胡子都激动得一窍一窍 这就是传说中的权益吗 不光是老者 连不远处被羽龙一拳轰飞的黄远 同样愣在了当场 他们的实力尽管无法理解羽龙的熔炉权益 但心神被权益洗涤 对于自身的武道理解更加深刻 老者身形忍不住微微晃动 心中激荡 他心中有感 自己长期以来的一个修行难题 已经有了突破的灵光 哼 羽龙拳法打完 老者依旧还沉浸其中 神色不断变换 片刻之后 终于悟通了其中的关键 身上的气势陡然暴涨 老者红光满面 畅快大笑 他没想到 自己步入晚年 竟然还可以有突破 在七品舞者这个阶段 又前进了一大步 先生 这就是传说中的权益吗 老者对羽龙的称呼变了 更多了几分尊敬 羽龙刚刚演练的权益 让他大有启发 甚至于韵悠长 自己在脑海中多回想几遍 每次都会有全新的体悟 这很惊人 所以 我不是白要你们的法 羽龙沉声说道 本质上来说 这是一种等价交换 只是看你们觉得值不值得 值得 太值得了 老者面色红润 修为有了突破 衰老的肉身再度迸发活力 造出了鲜活的气血 到了他这个岁数 每一步的突破都格外珍贵 先生 等出山之后 我亲自带路去家族祖地 羽龙的潜力 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巨大 根据半公开的资料 武王和燕小小 两位如今武道之中的巅峰人物 也是在三十多岁 踏入九品境界 多时才领悟权益 也就是说 羽龙如今表现的潜力 远比武王二人还要妖念 至于家族祖地 外人不可进入 不好意思 就让老朽来当这个不孝子孙吧 老者此时 如同打破世俗的大无畏勇士 神色坚毅 如果老祖宗在天有灵 看到子孙有这样的大纪元 恐怕也会高兴地从棺材里跳出来 好 到时候 如果在你们祖地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自然也会给你们留下一份 羽龙心中有自己的道 不能亏欠本心 否则修行难以圆满 老朽在悟成功后献上大驾 老者很恭敬 他认为羽龙绝不会是悟成人 银科集团身为悟成本地的豪强 有什么妖孽的天才 都会有所记录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远处 不时还要大口咳血的黄远 也被扶着离开 已经大半个月了 羽龙抬头看了看天际 随着银科集团 众人离去 这里再度恢复了静谧 空无一人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这么强悍了吗 他已经进山大半个月时间了 每天都是修行 厮杀 锤炼自己的战斗技巧 饿了就吃妖兽肉 补充体能 这片山脉他 基本已经走遍 一身浓郁的杀伐之气 灵觉敏锐的妖兽 都要退避 重生在这个世间 已经有近半年时间 在这半年 羽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蜕变 从一个普通高三学生 蜕变成为了实力堪比 七品学者的高中毕业生 距离大一开学 还有一个多月 羽龙必须抓紧时间 努力磨练自己的实力 争取在上一层楼 他的目标 从来不是九品舞者 而是在续舞者路 冲击更高的境界 第52章 出山了 中云山脉中 寿吼永远是绝对的主旋律 吼 林间 一道赤红身影席卷狂风 发出一声兽吼 直接移纵跃上来山崖之巅 红影亭下 露出本体 是一只三丈高通体赤红的 神骏异兽 异兽实力非凡 是六品妖兽 在中云山脉中 也是难得一见的一种 快闪开 这是提风兽 生性很凶利 有路过的修士 远远认出了此兽 咦 异兽背上似乎有人 异兽提风速度极快 颈上的棕毛 在刚刚奔跑时张开 如护盾一般牢牢护住身后 直到现在异兽停下 才有人看到了异兽背上的身影 怎么可能 提风兽在山巅咆哮 引起了附近很多修行者的注意 这些人都神色骇然 六品妖兽都被射服 那需要什么实力 好 提风兽再度仰天咆哮 似乎再奋力挣扎 哼 背上一个年轻的声音 发出一声冷哼 虚空之中 一把血红色长毛浮现 悬于提风兽头顶 冰冷的杀鸡牢牢锁定 只要一个念头 长毛就会直接 洞穿提风兽的头颅 好 提风兽同样知道 头顶这杆长毛的可怕 但是它的血统 不允许它臣服 哪怕代价是死亡 哼 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 从提风兽背上一跃而下 正是羽龙 因为长时间在山中修行 嘴角的胡子 都长了融融一圈 整个人散发着 一股彪悍的气质 皇家的法缺陷太大 如果不是从小训养 根本无法驾驭 羽龙神色有些难看 这一个月的时间 羽龙一边修行 一边实验皇家的御兽法 低阶妖兽 都可以毫无悬念地振服 但是面对中阶妖兽 羽龙尽管可以从实力上绝对压制 却无法让他们沉服 如提风兽这样的一种 更是反抗的意识无比强烈 羽龙压制着它 一路狂奔百里 却无法彻底射服 妖兽也不愿为奴吗 羽龙沉阴片刻 终究还是没有斩杀此兽 挥了挥手 虚空中的血色长矛 悄然散去 你也算是做了我的一节脚力 就放你离开吧 提风兽听不懂羽龙在说什么 但是也能感觉到 头顶的威胁悄然散去 急忙朝着山中跑去 面前这个人类实力太恐怖 他不敢久留 呼 羽龙急目远眺 云雾之下 一座座大厦高楼拔地而起 前面又是城市了吗 在深山老林之中 待了接近两个月 此时看到钢铁森林一般的城市建筑群 心中竟然泛起了奇妙的亲切感 哈哈 我现在这一生都要变成野人了 羽龙放肆大笑 整个人直接从山巅一跃而下 身形掉落百丈高 什么 这个人是神经病吗 远处众人都忍不住亥然 百丈高落下 哪怕以肉身强横著称的武者 也根本不可能幸存 除非你是武王或烟小小 碰 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 羽龙的身形带着可怕的重力势能砸下 众人几乎已经可以遇见 羽龙落地之后 被砸成一滩肉泥的惨状 但是令众人意外的是 羽龙跳落之后 竟然没有发生巨大的声响 而是如落叶一般飘落 然后身形一个起落之后 快速离去 什么 那是什么高明的身法吗 狗屁 什么身法能有这么高明 那分明已经是肉身凌空了 十有八九是某个宗师以上的强者 在戏弄我们 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会闲着没事来戏弄我们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肉身凌空 这是打破九品 跨上宗师境界的标志 这样的人物 已经是真正的大人物了 可以镇压一方主导一个超级财阀的兴衰成败 很多修士不要说突破这样的境界 终其一生 连剑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超级存在 而羽龙之所以能从百丈高空毫发无伤的落下 只是因为 其脑欲在这一个月发生了质量的蜕变 已经可以勉力拖起他的肉身 尽管无法踏空而行 却已经可以从百丈高空落下 而毫发无伤 羽龙只不过从山巅一跃而下 丝毫不知道连目击的人造成了多么震撼的冲击 此时 他已经走出山脉 来到了城市范围 手机信号再度恢复了正常 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 手机信号刚刚接通 羽龙的手机就不停地震站起来 五寸的手机界面上未接来电 未读短信都在疯狂刷新 有吴伟 王素素 余小月 还有一些陌生来电 羽龙直接将陌生来电全部掠过 第一个电话拨给了余小月 哥 你出来了 电话刚刚接通 余小月那边就接起了电话 这话说的 虽然余小月看不到 余龙还是翻了翻白眼 你哥又不是坐牢 就没进去过 出来啥 嘿嘿 余小月傻笑了两声 从济世以来 还从来没有和羽龙分开过这么久 余小月发现自己 对这个哥哥 还是蛮想念的 你和妈还是在医院吗 没什么事吧 羽龙担心龙虎集团那边 会因为吴海的死查到他身上 如今他的实力强悍 只要不是吴破军亲自出手 他都不拒 但是余小月和周娟 现在却无法反抗 这也是余龙的软肋 我们没事 余小月之前也曾经紧张了几天 结果根本没有发现 有什么危险 也就放松了下来 哥 那你现在出山了 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几天吧 开学的票买了吗 余小月去帝都 必然要提前几天买票的 买好了 就是30号的火车票 1号到帝都里学院报道 这个世界也有飞机票 但不同于地面铁路 可以定期维护 因为飞行妖兽的存在 飞行航线的不确定性很大 每架飞机都必须配备重火力 飞行的成本很高 飞机票贵得难以想象 从物城区帝都 一张机票50万 关键是 还不保证绝对的安全 所以 羽龙也不反对妹妹坐火车 安全第一 我在27号之前回来吧 既然他们没事 羽龙就放下了心中的疑虑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8月21号 距离开学还有10天 他决定在回去之前 去解决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 就是竹剑 第53章 上门了 这几年 物城的发展中心 都是在一路向北 北区大片的荒地被开发 一座座高楼 商业体拔地而起 显示出了几分新城气象 就在北区爱琴海 一座55层高的大厦 是这片商业体中最高的建筑 在修行界中 这座高楼赫赫有名 是竹剑中介所的总部 此时 在大厦第55楼 整个55楼 就是一间巨大的办公室 竹剑正坐在办公桌后面 静静地听着 几名负责人汇报 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废物 都是废物 竹剑终于没有忍住爆发了 我们中介所的脸 都要丢光了 竹剑中介所 是物城本地 唯一一家舞者中介所 他这几年 才突破到七品舞者 因为没有什么背景 和经商天赋 他决定创办这个中介所 给各大财团服务 毕竟 阳光底下 没有新鲜事 不管哪个财团 都会有些龌龊的事情 不方便亲自出面的 刚开始两年 也算是磕磕绊绊前进 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很成熟 几个全国性的大鳄 已经霸占了大部分市场 转机就在两个月前 他突然接到了一个 职业前客推过来的单子 兼是一家普通人 其酬劳却不低 更重要的是 前客透露背后的委托人 来头很大 一旦做好这一单 可以迅速打开局面 但是没想到 却在过程中 遭遇了一个疑似 再逃通缉犯的神秘强者警告 不得不退避三社 之后又接到一个 绑架银科集团 千金皇家旗的任务 银科集团现在的顶梁柱 是七品武者势力的老董市长 但是毕竟垂垂老矣 气血衰败 实力大不如前 逐渐也并不怎么顾忌 直接接下了这个任务 却没想到 执行过程中 再度遭遇神秘强者 他手下最得力的战将 都直接被冻穿大腿 险些废掉 这是两次关键性的任务 可以打开市场 有致的突破 但是可惜都没有完成 有时候 逐渐都忍不住怀疑 难道是有人 在针对我逐渐 任何一个武者 在争夺机缘的过程中 都免不了沾染因果 树立仇敌 逐渐同样也不例外 他一度怀疑 是有仇敌在故意干涉 所以这一个多月 逐渐直接将 整个中介所的任务停下来 全力去 找出这个隐藏在背后的人 否则有这么一个人 在背后搞事 他的中介所 不要想安稳坐下去了 但是很显然 一个多月以来 不管是小区那个老者 还是中云山脉中的少年 根本找不到人影 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没有丝毫痕迹 这也是逐渐大发雷霆的原因 对方都几次三番出手了 自己却连人家的毛都摸不到 而此时 逐渐没想到的是 自己一直在找的人 已经来到了自己总部楼下 你好 老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吗 刚刚走到门口 雨龙就被拦住 此时的雨龙五官模样 是那个阴霾老者 尽管不漏任何气血波动 依旧看上去气势不凡 哦 我是来谈合作的 少年此时 已经换了一身鼻挺的西装 笑着说道 那请问 有人出来接吗 保安一丝不苟 神色严肃 像他这样的普通人 在这个年代 工作一点都不好找 好不容易有口饭吃 丝毫不敢怠慢 嗯 雨龙沉饮片刻 他的感知飞速蔓延 顿时感应到55楼的几股气息 其中一股如炙热的火炉一般 压制的另外几人都喘不过气 看来 我的运气不错 雨龙低声呢喃 能出现在竹剑总部 最顶层的七品舞者 十有八九 就是竹剑本人 你不是问谁来接我吗 雨龙看着保安笑了 对于恪守岗位的人 雨龙都很尊敬 那个人马上就下来了 哄 雨龙的气息轰然爆发 将自身的气机凝聚成一束 牵引到55楼 刹那间 这层楼逐渐暴怒的大骂声音 骤然消失 几人感觉自己 像是被一头远古凶兽 盯上了一般 刹那间冷汗直冒 哪怕七品实力的竹剑 也骤然站起身来 这股气息 让他也感觉到了极大的压力 神色凝重 悟成什么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这样恐怖的强者 试过江强龙吗 竹剑立刻对着几人说道 这人的气息 明显是专门卸给我们看的 马上下去看看 大门口是不是有人 这招很好用 语龙在楼下并没有等多久 一个人就朝着大门口跑了过来 语龙一看 有些乐 哟 还是熟人 这个人正是在中云山脉中 大腿被他冻穿的黑衣舞者 聂总 门口的保安看到了来人 神色一惊 急忙站起来问候 聂总是公司的大人物 平时很少看到他亲自出来迎接客人 自己刚刚没有得罪这个老者吧 保安心中有些坠坠不安 实在是语龙现在这副尊容 看上去就不是一个正面人物 黑衣舞者此时走路也还有些不自然 被一丝秩序之力动穿大腿 回来之后 还是逐渐亲自出手 才将大腿中的秩序之力驱除 此时 黑衣舞者却不知道 面前这个人 就是山中那个妖孽的少年 这种场面 还是要长得阴狠一些更合适 身为六品舞者 黑衣舞者看到门外羽龙的第一眼 就确认了 这个阴霾老者 就是刚刚那股恐怖气势的主人 结果这样恐怖的强者 竟然还被自家保安拦在了门外 一念及此 他都不由地滴下了一滴冷汗 什么的 你怎么回事 黑衣舞者 希望能够抚平羽龙心中 可能存在的怒气 平日公司怎么培训的 你们就是公司对外的形象 要随意注意 不要盛气凌人 结果呢 结果 你竟然把这位老先生拦在了门外 接受烈日的曝晒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顺带着在55楼上的领导器 全部一股脑宣泄了出来 门口保安直接一脸猛逼 自己不是在镜中指手吗 说个爱港经验不过分吧 而且烈日曝晒 大哥 今天是阴天啊 答应我 不要做甜狗好不好 保安心中吐槽万千 面上却不得不低下头 唯唯诺诺地保证 下次一定改正 下次 你还想有下次 黑衣舞者很愤怒 一脸的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保安却是脸色瞬间洒煞白 如坠冰枯 我告诉你 没有下次了 我现在就要代表公司 好了 这个保安很敬业 没做错什么 羽龙淡淡开口 打断了黑衣舞者的话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带我上去吧 啊 羽龙直接定下了基调 逼得黑衣舞者的话风 不得不转变 我现在就要代表公司 给你调岗 你去找安保部的部长 他一直缺个副职 你顶上去吧 啊 本来已经脸色煞白 面露绝望的保安 像是吃了仙丹一般 立刻起死回生 浑身都充满了朝气 在这里 黑衣舞者就是他的天 一句话 甚至一念之差 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 谢谢 谢谢聂总 谢谢老先生 保安心中如明镜 黑衣舞者刚刚明明是 想要解雇了 他以平息这位的怒火 结果却被这个老者的一句话 打消了念头 甚至还倒过来 给他甚至加薪 老前辈您请 和以往在公司横行不同 此刻的黑衣舞者 半弯着腰 落后羽龙半个身位 无比的谦卑 要是我也能成为这样的强者 该有多好 看着这位霸道的聂总 也有这副模样 保安眼中露出了无限的渴望 但是他知道 至少这辈子 是不可能了 舞者和凡人 注定不是一个世界 第五十四章 逼问 前辈 不知您大驾光临 我们逐渐中介所 是有何事呢 电梯里 黑衣舞者小心地 试探着羽龙的目的 没办法 羽龙的气势太强横了 这样素不相识的强者 突然找上门来 却让人弄不清来意 捉摸不透 没什么 就是有点事情 想问一下逐渐 羽龙淡淡地开口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黑衣舞者 想要摸清楚 老者是敌室友 叮 电梯一声 清脆的提示音 打断了二人 这是总裁专用电梯 直打55楼 速度很快 电梯门打开 羽龙悠然地走出电梯 又拐了两个弯 羽龙终于来到了 竹剑总裁的办公室 嘖嘖嘖 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啊 羽龙嘖嘖称奇 竹剑的办公室 至少有数百平方米 这简直是奢侈 这位朋友 不知道有何贵干 相比于黑衣舞者 坐在办公桌后的逐渐 更加强势一些 这里是他的主场 七品舞者的实力 在悟城已经不算差 哼 羽龙目光一鸣 猛然爆起 身形如电穿梭 直接将房中的 三个六品舞者 全部拍晕过去 差距太大了 在羽龙手下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与此同时 羽龙挥手 打出一道气血皮链 将房中的摄像头 全部震碎 一系列动作 一气呵成 只要了十秒钟不到 混账 你要做什么 羽龙的突然出手 让逐渐神色大变 他突然意识到 面前这个阴霾老者的实力 远比自己预估的 还要高超 刚刚将他几个得力手下 镇压的招式 他根本就来不及阻止 全神贯注注视着 羽龙的一举一动 逐渐调动了全身气血 尽管不愿意承认 但是他的确没有把握 不用紧张 他们只是 晕过去了而已 羽龙淡淡地开口 目光中 神光闪烁 威严如神明 我有一些私人的事情 要问一下你 不太适合有第三者 听到羽龙的话 逐渐身体稍微放松了些 如果没必要 他也不想 和看不透深浅的羽龙交手 你想问什么 两个月前 你们接到一个任务 去监视家属小区 羽家一家三口 不错 因为刚刚还在说起 这件事情大发雷霆 所以逐渐记得很深刻 那么 我想请问一下 到底是谁 委托了这个任务给你 这就是羽龙上门的目的 那双不知名的眼睛 一直躲在暗处 观察着羽家 这种情况 是羽龙绝不允许的 这个问题不太方便 逐渐摇了摇头 身为舞者中介所 这一行是有规矩的 绝不会透露 和客户相关的半点信息 你可能还没有弄清楚一件事情 羽龙的目光有些阴霾 身上的气息波动闪烁不定 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我今天来这里 不是和你商量 而是通知你 强势 霸道 不容置疑 这是羽龙这两个月 在中云山脉魔练出的气质 那个原始丛林里 所有生灵之间 都只是醉赤果果的丛林法则 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 你 逐渐也没有想到羽龙如此强硬 脸色瞬间涨红 那我就来看看你 到底有什么资格来通知我 身为七品舞者 逐渐也是有脾气的 哄 浑身气血猛然爆发 一声巨大的轰响 在55楼响起 逐渐之所以这一层 全部划作自己的办公室 亦是为了总裁的威严 而也是方便自己随时修行 这一层楼的地面和墙壁 他专门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加固 哪怕七品舞者的战斗 也不会让地面崩裂 终究避免不了做一场骂 羽龙丝毫不拒 身形移动 体内恐怖的气势 骤然觉醒 爆发出可怕气血脾炼 熔如全意 碰 两拳相交 纵横替逆的全径 直接将办公室的陈设 全部击倒 羽龙身形退后一步 而逐渐身形暴退 直接撞在了办公室墙上 巨大的冲击力 让逐渐大口咳血 你怎么这么强 你肯定不是八品舞者 逐渐眼中闪过一抹难以置信 仅仅一招 他就受伤了 他见过八品舞者 那等高手的气血 动皱十万痘以上 一旦发力浑身气血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身体周围的空气 都会被加热到极高的温度 等闲人 根本连靠近都做不到 羽龙的气血强度 明显没有达到这一步 你觉得你在七品里面 已经是最强了 羽龙摇了摇头 竹剑的实力气血 有五万斗 比起银科集团的黄远 还要强上几分 但这绝不是 他自信无敌的理由 你现在还是不准备说吗 羽龙大手一张 手指苍净如蛟龙 猛然朝着竹剑 再次扑来 我的时间有限 没空陪你玩 哄 除了秩序神矛 和一年欲武没有使出 羽龙爆发了自己的全胜实力 气血 三万七千斗 脑狱 一万四千年 灵能 六百 他已经突破到了三品武者 就在出山前几天 挣脱了第三道枷锁 生命本源再次蜕变 气血成学 荣如全意 七万斗气血战力 配合全意 对竹剑是全方位的压制 每一拳都要胜过竹剑 啊 竹剑大声狂笑 他的确在羽龙手下 节节后退 根本不能匹敌 趁着一个空档 竹剑拔出了挂在一旁的宝刀 这是他的成名武器 一刀在手 竹剑的气势暴涨 战力攀升新台阶 他的成名武器 就是一套惊雷刀法 刀光纵横闪烁 每一道批出 都有雷霆炸响 羽龙如今赤手空拳 根本无法去应接刀锋 真是麻烦 羽龙目光如电 感知笼罩竹剑全身 这套惊雷刀法很不凡 他很难去空手夺白刃 身形后退 羽龙抽出了一把金刚长棍 竹剑的办公室 几乎就是一个大的练功房 各种武器都有准备 碰 漫天棍舞破开了刀光 这是他几个月前 在昆蓬舞道馆偷学会的行翼棍 后来全部化 做了熔炉拳法 但此时 手握长棍 行翼棍的金钥 全部都回忆起来 还更有精进 熔炉拳意同样可以 加持其中 碰碰碰 本来不过四平武者 修行的棍法 在羽龙手中 爆发了全新的生命力 稳稳压制了 逐渐的惊雷刀法 不过片刻 一道棍影破开刀光 捅在了竹剑心口 这一棍力道很重 他的心脉 直接遭受了重创 对体内的气血 失去控制 竹剑连退数十步 长刀脱手 脸色红得想要滴血 体内的气血 猛然暴走 破 竹剑的脸色 如同精致 倒在墙边 挣扎了几下 都难以站起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要骤停 碰 羽龙收棍力 长棍重重 砸在地面 特殊加固过的地面 都献出了丝丝裂纹 何苦如此 我只要一个答 不愿杀你 第55章 天大的干系 羽龙没有下杀手 哪怕他是欺品武者修为 也不愿意 贸然在市区杀人 一旦影响扩大 这是对整个律法体系的挑衅 会惹出恐怖的大人物 更何况这个竹剑 不过是一把刀把 他想知道的是 背后握刀的人 真的不愿意说吗 棍影微颤 虚空之中杀气弥漫 羽龙声音冷烈 如果竹剑执意 不愿意说出来 羽龙也必须折断这把刀 55楼 杀鸡几乎要凝成实质 羽龙心智坚定 缓缓踏前一步 他不可能 任由一个影子 站在背后盯着他的家人 哪怕以后会惹出巨大的麻烦 住手 就在羽龙杀鸡 沸腾到顶点之时 一道利和声音响起 滚烫的气血 凝聚成旋 从办公室外扑来 打破了羽龙的事 嗯 这是 羽龙双目微合 这是气血成旋的法门 透露着熟悉的感觉 门外 紧闭的大门 轰然被推开 一名身穿 练功服的中年男子 大步闯入了二人的厮杀场域 这位老先生 不知道您大驾光临勿城 叶某人好歹 也算是本地的地头蛇 必须要敬一敬地主之意 好好招待一顿才是 是昆蓬武馆副馆主 叶峰 似乎他的体内深处 有一股能量在折服 羽龙目光如炬 看到了叶峰的虚实 不愧是昆蓬武道馆的副馆主 体内有一股霸裂的能量 在折服 四肢百骸都在酝酿惊人的蜕变 羽龙轻声嘀喃 这是要突破八品舞者了吗 的确 此刻走进来的 叶峰浑身气血沸腾 又遮掩不住的锐利锋芒 他上个月 刚刚有了关键性的突破 找到了突破八品的契机 最多不超过一年 他就会彻底迈入这个境界 有了八品修为 就可以去争夺物城馆主的位置 身为八省的省会 物城 昆蓬武馆馆主 同样也总览八省全省事务 手中掌握的资源将会更多 八品强者 已经算是整个八省的绝颠人物 需要忌惮的人不超过一掌之数 此时 他爆发出自己的气势 霸道地切入了二人中间 哄 无形的契机在虚空中撕扯 本来是羽龙对竹剑的契机全方位碾压 如今叶峰霸道穿插进来 瞬间站下半壁江山 而竹剑的契机也得以喘息 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好 尽管叶峰很强 羽龙却也不惧 他的实力日新月异 进度快到不敢公诸于众 尽管只是踏入了修行界半年 却胜过了很多人一生苦修 但是 羽龙没有出手的想法 叶峰算得上 是他修行路上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如果不是他将自己 带入了昆蓬武道馆 自己也难以偷学到这么多舞者的舞技 进入中云山磨练的日子 必然也要延后 修行意图 一步慢 步步慢 到了后期就会是巨大的差距 在修行的初期 自己能走得这么顺遂 有叶峰的一份提携 所以羽龙心中 被叶峰一直都充满敬意 叶峰却不知道 自己面前这个人 就是几个月前 曾经救了自己女儿的那个少年 这个老先生 给他的压力很大 尽管自己实力大增 也必须浑身气息凝滞 随时准备爆发权力 不知道 逐渐有哪里得罪了老先生 在这里我待他赔个不是 脸色苍白的逐渐 看到叶峰的出现 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在羽龙气息出现的那一刻 来意不明 逐渐谨慎起见 就邀请了 昆鹏舞道馆的副馆主叶峰 想要让他来给自己震场子 果然 此时出现的叶峰 简直就是救命 叶馆长 羽龙没想到叶峰会 来拦住自己 只能沉申开口 我不愿与你为敌 但是这个逐渐 承接的一个任务 和我有天大的干系 于情于理 我都无法做事 嗯 叶峰回头看了逐渐一眼 他和逐渐的关系并不深厚 只不过因为 几次商业兴致的合作 有了些交情 这次接到他的电话 也是说 邀请自己来做客 自己正好就在附近不远处 就想着上来做作 却没想到 55楼 这里是这样的场面 如果真的是这位老者所言 是因为 逐渐接的任务 冒犯到了这个神秘强者 现在被清算 也不算难以理解 尽管社会律法三严 但更多的是 禁止修行者 依照自己的修为为非作歹 对普通人造成影响 至于修士之间的搏杀 一般还处于 名不举官不咎的状态 江湖是 江湖了 谁强谁就和 不知道 老先生能不能看在 我叶峰的面子上 放逐渐一马 叶峰现在 也很难办 毕竟自己撞破了此事 若是不发一言的离去 不光是丢了自己的面子 同样是丢了 昆蓬武馆的颜面 羽龙眉头紧皱 如果是其他事 也就算了 但涉及了 自己最重要的几个家人安危 叶管主 我并不是要取他性命 羽龙耐心解释 在中云山卖几个月 他已经很少说 这么多话了 我只是想知道 一个任务的雇主 只要他告诉我 我自然不会为难他半分 羽龙又说了一遍 自己的目的 一字一顿 这件事 和我有天大的干系 天大的干系吗 叶峰沉默了 他当然知道 羽龙愿意解释这么多 就说明 对自己抱有善意 片刻后 才缓缓开口 这样吧 我出全力一拳 如果你可以接下来 这件事 就代表我也无能为力 转身离去 就不再管 他也不愿意 为了逐渐彻底得罪羽龙 这样的老牌强者 好 众所周知 同街舞者 昆鹏舞馆 和军部总教头门下 实力最强 这是舞王 和燕小小两位 舞蹈最强者的抵御 叶峰是他目前 遇到的最强舞者 羽龙也想试试 自己的肉身气血 能不能和他一战 哄 平地骤起劲惊雷 叶峰整个人 如同苏醒的暴龙 浑身气血狂暴 一股暴裂的气息 升腾而起 半步八品的实力 几乎几乎有十万多气血 很多突破八品多年的 老牌舞者 都没有十万多气血 背靠着昆鹏舞馆 加上自身的天资 叶峰的舞蹈积累很厚重 来得好 羽龙丝毫不倔 戏血成血 容如全意 碰 二人全境碰撞 这是最原始的暴力美学 在这片办公室 掀起了看不见的气浪 方圆树杖 像是被离过一遍 所有摆设的画作粉碎 躺在一旁的几名六品舞者 同样被这股飓风 在身上 割出大大小小的伤口 接近八品层次的 战斗余波 六品舞者 也没办法 原地不动承受 全境倒卷 二人 都被对方传来的全境击中 身形连连后退 撞在了背后的墙壁上 传来沉重的闷响 你这是 全意 叶峰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 交手的瞬间 他知道 面前这个老者的气血强度 远远比不上自己 也就比逐渐强上些许罢了 但是全境之中 弥漫的玄妙权益 却瞬间弥补了这个差距 这种感觉 他只在武馆 创始人武王身上 感受到过 不错 羽龙用了半分钟 平息自己体内 汹涌的气血 哪怕有熔炉权益加持 他依旧 差点没接下叶峰的这一拳 权益啊 叶峰又羡慕又嫉妒 天才如他 这么多年 都还没有领悟到权益的玄妙 叶馆主 还请你遵守承诺 自然 叶峰长出了一口气 刚刚这一拳他 同样不好受 就算真的打下去 二人谁胜谁负也不可知 他有自己的底牌 没有用出来 但对面的老者 何尝使出了权力 此刻最明智的 就是抽身离去 叶馆主 你不能啊 看到自己的救星 就要离去 逐渐神色大变 连叶峰都拦不住他 自己如何活命 生路还是死路 选择权 其实就在你自己身上 叶峰沉声说道 而后转身 朝着门外走去 这个逐渐心中 对自己创立的 这个中介所执念太深 连面对杀身之祸 都还不能做出抉择 走到门口 叶峰默然回头 老先生 你是我们五管的人吗 嗯 不是 羽龙心中暗惊 难道是 认出自己身份了吗 没有道理啊 哦 我刚刚观老先生的 气血成玄之法 与我们五王大人少年时的 法有颇多相似之处 羽龙的气血 成玄法 经过了自己的改良 和坤鹏武道馆的成玄法 有了明显的区别 这门法 的确是我以前 在坤鹏武馆学到的 羽龙坦言 但我现在 也的确不是 坤鹏武道馆的人 两个月之前 就不是了 羽龙心中暗存 的确 这门气血 成玄法流传的很广 交了高价学费的学员 都可以学到 深深地看了羽龙一眼 叶峰像 是要把羽龙刻在心里 转头离开 今日实际不太合适 如果来日得闲 欢迎先生 来坤鹏武道馆做客 一定 第五十六章 小月月 城北一处郊外别墅所在 猛然传出一声爆响 别墅门口 一座假山直接崩塌 烟沉漫天 一道人影 从烟沉中走出 正是羽龙 此时的她 一脸阴沉 当叶峰离开后 逐渐就脸色灰暗地说出来 监视羽家任务背后的人 张叶 武道界一个著名的 前客修为不高 只有六品 单人卖很广 能走进很多世家大族的院中 给很多组织牵线搭桥 在中间抽取过桥费 监视羽家这个任务 同样是张念给逐渐介绍的人物 另一边的雇主 一直都不曾出现 都是由张念代为出面 逐渐根本不知晓 这就是羽龙来到这里的原因 这座占地极广的郊外别墅 就是张念的住处 但此时却空无一人 哪怕羽龙有通天的本领 也无法凭空找到一个人 无奈之下 羽龙只能回城 随意坐上了一辆城市轻轨 羽龙闭目养神 这两个月以来 一直沉浸在修行的状态之中 她太累了 重新回到人类的世界 一种难得的安宁席卷而来 妈妈你看 这个大哥哥是睡着了吗 旁边 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 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是啊 大哥哥肯定是太累了 月月不能去打扰大哥哥 女孩旁边 她的母亲声音轻柔 眼中是浓浓的宠溺 嗯嗯 小女孩萌萌地点了点头 压着嗓子道 月月知道 不会去打扰大哥哥的 羽龙的嘴角轻轻翘起 这样的对话 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她已经好久没有 见到自己那个小月月了 不知道那个丫头 到底有没有想我 这个哥哥 就在此时 原本躺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女孩 猛然开始激烈抽搐起来 脸色肉眼可见的 变得亲子交加 嗯嗯 小女孩嘴唇紧闭 死死咬住舌头 似乎连呼吸都不能顺畅 月月 你怎么了 月月 一旁的母亲神色大变 怀中的女儿 刚刚还是好好的 突然没有一丝丝的征兆 就出现这样的异常 让她慌了手脚 救命 救命 有没有医生 母亲神色煞白 下意识地想要寻求帮助 她女儿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健健康康 却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突然抽搐了起来 我是乌成一大的学生 让我来看看吧 车厢里的骚动 顿时引来了旁边车厢的 几名年轻学生 其中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 神色凝重 看着不停抽搐的小女孩 张阳 你不要冲动 你还没有行医资格 一旦出了事 你会有大麻烦的 男子身边的朋友 轻轻扯了扯张阳衣服 示意她不要冲动 毕竟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明明是好心出手帮助 结果却反而被讹诈 这趟轻轨的终点站 就是医学院 车上肯定还有其他医学生 你看看 除了你 还有什么人冒头了 你们不用劝我 我没办法看着一个生命 在面前消失 却什么都不做 眼睛男子神色却很坚毅 这样的话 我们读医学的初衷 还能剩下几分呢 这位医生 求求你们 救救我的孩子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都不会怪你们的 母亲此时泪流满面 她根本做不了什么 这个站很长 距离下一次停靠 还有十多分钟 这几个站出来的年轻人 是她唯一的依靠 不用慌 我先看一下 打定主意之后 张阳不再犹疑 开始给小女孩查体 患者意识中度丧失 伴随有强制性静攣 面色轻子 有蛇咬伤 口吐白沫 瞳孔放大 随着一个个医学词汇 从她口中吐出 女子更加意识到了 自己女儿病情的严重性 已经泣不成声 牢牢捂住自己的嘴 生怕打扰到张阳的诊断 张阳 你仔细看 患者的体表毛发 也在发现病变 头发和身上的汗毛 都开始隐隐发红 张阳身后的同学 此刻也蹲下身来 目光明锐 都是年轻的医学狗 没办法坐视女孩 在自己面前无力挣扎 我老王也算是 博览医学群书 柳叶刀 新英格兰的每一刊 都倒背如流 竟然找不到对症的病因 不是过敏引发的症状 呼吸道疾病 一般也不会伴随有症状反应 至于体表的毛发异变 也和皮肤科疾病 无法对上号 四岁小女孩的症状 竟然让几人都束手无策 距离下一站还有五分钟 就算下车 立刻坐上救护车 到最近的医院 恐怕也要接近20分钟 而此时 小女孩的嘴唇 已经开始变得乌黑 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要再坚持20分钟 恐怕没人会相信 我来吧 坐在一旁的羽龙 猛然睁开双目 眼中神盲一闪而过 你也是物成医学院的吗 张扬神色凝重 她一直以医学院高材生自诩 却没想到 在小女孩这里 直接遭遇了滑铁炉 不是你们医学院的 同样可以救人 从小女孩突然发病开始 羽龙就第一时间 将感知笼罩了小女孩全身 这个名字 和自己妹妹重名的小女孩 羽龙不会让她死掉 之所以这么多分钟没有出手 就是因为她的感知 发现了某些奇怪的东西 小女孩体内深处 有一团神秘的能量在折服 这股能量波动极度隐晦 连羽龙都差点没有注意到 刚刚小女孩突然发病 就是因为这团能量 猛然震战了一丝 这丝能量 直接搅乱了 小女孩全身的身体机能 瞬息之间 如同百病缠身体现出的抽搐 口吐白沫 都是身体机能的自我保护机制 本质上来说 这不是病 自然超出了这些医学生的理解范畴 除非是一道的理学强者 否则 哪怕是来得医学太陡 也无法洞察 这团能量潜伏得很深 羽龙似乎在这团能量中 嘎虐到了一丝意识 她一度怀疑是 自己的错觉 能量是由天地灵气凝聚而出 怎么可能有自我意识 所以她足足花了五分钟 将这团能量反复感知 但惊人的是 以羽龙如今的恐怖恼欲 竟然都还无法彻底洞察这团能量 很邪意 少年轻声呢喃 只有自己才可以听见 这股能量 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胚胎 扎根在小女孩体内 等待破土而出的机会 至于到时候小月月的结局 恐怕绝不会好到哪里去 第57章 不祥 小月月 你真是幸运啊 看着这个和自己妹妹重名的小女孩 羽龙笑着摇了摇头 因为这股能量 除了搅乱了小女孩的全身机能 同时也在改造小月月的四肢百骸 这是难以想象的好处 如果常年接受这样的改造 小月月18岁之后 体内的经脉将会宽广到 令人难以置信 这可以造就出金氏的天才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 哪怕只是一丝丝波动 也不是小月月这个四岁小姑娘 可以承受的 一旦这样改造下去 小女孩马上就要殒命 体内器官衰竭 重度窒息而死 所以 小女孩的幸运 就在于 今天羽龙在她旁边 可以性命无忧 刷 她要出手了 少年身上气息一动 一道红光飞出 直接钻进小女孩体内 那是一道纯粹的气血之力 可以滋养她的气息 这 是修行者 车厢之中其他人顿时大惊 他们没想到 坐在这里的羽龙 竟然是一个修行者 看着举手投足之间的威势 恐怕实力还不弱 修行者怎么会做城市轻轨 车厢之中的众人 都在心中忍不住惊呼 羽龙心念蔓延 将体内的气血在虚空结成一个神秘的浮印 缓缓融入小女孩体内 不 在小女孩体内 这股浮印 直接落到了神秘浮印的所在 化作一个玄妙的阵法思照 笼罩了整个一种能量团 顿时切开了和小女孩身体的练习 切断了源头 接下来只是一个念头 羽龙强大的脑欲 就将小女孩体内的躁动抹平 立竿见影 小女孩身上的种种异状 快速消失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女子紧紧抱着女儿 不住地对羽龙感谢 也不忘回头感谢张扬几人 尽管没有取得效果 但这几个年轻人的心中 依旧有着自己的善良 女子看着自己的女儿 神色瞬间变得红润 丧失的意识也在慢慢回转 整个人喜极而泣 就在刚刚 她差点以为自己就要 失去这个女儿了 而此时的羽龙神色 依旧有些凝重 此刻她的眼前 沉寂了一个多月的系统 再度跳出了一条提示框 发现不详 是否吸收 不详 羽龙眉头一皱 这个名字倒是配得上 小女孩体内的这股血液能量 吸收 一方面 她是为了彻底把小女孩体内 这个定式炸弹抹去 否则下一次爆发 不知道什么时候 除非遇到另外一个脑狱 强大到如羽龙这般的强者 可以洞悉根源 否则性命随时会终结 另一方面 从以往的经验 能被系统看上的东西 对自己都是大有好处的 很快 一股神秘的伟力 将小女孩体内的血液能量 直接吸出 哄 一股星红的神光 猛然充斥了整个车厢 车厢之中 众人只感觉眼前一股 一股强烈的恶心肝呕 感觉汹涌澎湃 几乎难以克制 但只是千分之一的瞬间 在不详还没来得及 真的影响众人之前 就被扯进羽龙体内 被系统彻底吸收 嗯 不详入体的瞬间 羽龙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 刹那间 他体内的气血 开始疯狂流逝 这股不详 似乎也感觉到了危机 气息爆发 正在全面复苏 想要吞噬羽龙全身 卧槽 系统这是在坑爹吗 这股不详太协议了 以羽龙堪比 欺品学者的实力 都难以抵挡 竭力反抗 浑身气血依旧在流逝 竭 终于 系统陡然发威 羽龙脑海之中 传来一声尖利的嘶吼声 是这股不详被系统吸收之后 潜伏的意识被磨灭 临死前发出的惨叫 这股诡异的不详 很快就被系统分解吸收 而后 系统界面漠然一遍 气血 37000斗 脑欲 14000年 灵能 600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容如全意 入门 秩序 入门 不详之眼 未入门 新增加的功法一栏 将羽龙现在的功法 全部罗列而出 当然 前提是 系统看得上的功法 不详之眼 就是从被吸收的不详中 推而出的法 想要入门 都需要5000灵能点 看了一眼600点的灵能余额 羽龙心中的紧迫感 越发强烈 妈妈 你怎么哭了 此时 意识丧失的小女孩 终于恢复了清醒 双眼缓缓睁开 汗水将长长的睫毛凝成一团 刚刚恢复过来的大眼睛 还有些无神 不可以哭哦 哭鼻子的妈妈 比月月还要不乖哦 看着泪流满面的母亲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劝道 还伸手 帮妈妈擦去了脸上的泪水 这个小丫头丝毫不知道自己 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妈妈乖 妈妈乖 女子边哭边笑 大起大落之间 简直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咦 大哥哥你怎么醒了 是不是我妈妈把你吵醒了呀 小女孩看到了一旁的羽龙 吓了一跳 你叫小月月 听到小女孩软糯软糯的声音 羽龙嘴角露出了和谐的笑意 伸手摸了摸小月月的头 这是她最喜欢对妹妹做的动作 她让羽龙想起了自己妹妹小时候 那个时候的羽小月还没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和不服输 整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咯咯咯咯地喊着 自己那个时候好像还嫌她烦呢 回忆了一下 羽龙发现 还是小时候的羽小月更加可爱一些 果然 什么小仙女 长大之后就会变得不可爱了呀 而听到羽龙叫自己的名字 小月月表现得很是骄傲 小脑袋养得很高 是啊 妈妈娶的 好听吧 嗯 很好听 羽龙爱怜地摸了摸小月月的脑袋 虽然这股不祥对于小月月来说 是可以取她性命的灾祸 但是对羽龙却是有大用处 从一个小姑娘身上得到了天大好处 羽龙必须有所回馈 小月月很乖 哥哥决定送你一个礼物 伸手从怀中摸出了一枚玉佩 放在了小月月的怀里 这是她这一个多月里 用玉佩练手制作的护身符 可以挡住无品无者的权力一击 这个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放在市场上可以卖出千万级别的价格 这样的玉佩 她有三枚 她没有给小月月母女说出这枚玉佩的真正价值 这只会给她们带来灾祸 这是哥哥送你的礼物 你要保管好 最好是随身携带哦 嗯嗯 真好看 小月月会很爱惜的 小月月纯粹是被玉佩晶莹剔透的外表所吸引 放在手上来回把玩 因为其中刻有阵法 整个玉佩无时无刻都在吸收天地灵气 长期佩戴 对小姑娘也有很大的好处 这也是羽龙对小姑娘的一点补偿 第58章 约会出体验 嗡嗡 陡然间 羽龙怀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目光一扫 是王素素的电话 喂 羽龙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连声音都变得温柔 好 那我们就在银科广场见吧 大哥哥 你笑起来好帅啊 小月月萌萌地看着羽龙 眼中都忍不住露出小星星 从五官上 羽龙算不上帅气 哪怕现在羽龙五官为了不引人注意 依旧是最为普通的长相 但是羽龙的强者气质 不经意间流出一丝 都远远胜过那些前世的流量鲜肉 主要看气质 小月月 大哥哥要先走了 记住大哥哥的话 把这份礼物要贴身保存哦 挂掉电话之后 羽龙揉了揉小月月的脑袋 嗯嗯 小月月一定会的 小女孩重重地点了点头 把手里的玉剪握得更紧了 这是我的电话 羽龙把电话号给了月月的母亲 以后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打电话 这个不祥实在太神秘 她担心小月月身上 还存有其他隐患 此时 轻轨靠站停车 羽龙走出了车厢 刚刚王素素是想找她去逛街 就在附近的银科广场 逛街啊 羽龙神色有些恍惚 哪怕是前世 他们结婚多年 真正逛街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那个时候的自己 整天忙于工作 一年都陪她逛不了两次街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王素素都会说 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丧偶妇女 一天天都看不到老公陪 嘴上这样说 但每次羽龙要出差 她总是第一时间将行李准备妥当 默默做她背后的支柱 这一世 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事实上 到现在 羽龙都没弄清楚 这个王素素 和前世 那个王素素 到底还算不算是同一个人 但是她知道 自己的感情 都是同样的炙烈 这个女人 已经被岁月 欠进了她的心底最深处 根本不能磨灭 大步走出轻轨站 银科广场就在不远处 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 少年步伐轻快 穿过附近的人流 每一步踏出 脸上都会有 微不可见的气血在涌动 走过百多米的距离 羽龙的五官 翘无声息的 便回了本来的模样 没有一个路人察觉到异常 在雾城 银科的商业做得很好 这个银科广场 身为老牌的购物街 人气更是居高不下 在这里 刚刚到广场 王素素雀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她一直在注视着人流 第一时间发现了羽龙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一世 这是羽龙和王素素第一次约会 而且还是王素素主动打电话 她现在 只感觉自己的翘脸通红 像是要着火了一样 因为马上就要去帝都读书了 羽龙之前也曾经给她说过 要去山里历练 所以王素素忍到最后几天 才给她打电话 想在走之前 见羽龙一面 结果现在见了面 却只觉得舌头打结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几个字在嘴里来回打转 最后憋出了几个字 你 你热不饿 破 话音刚落 羽龙和王素素 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到底是要问我热不热 还是问我饿不饿 羽龙笑得前仰后合 有前世的经验阅历 羽龙此刻的心态 比起王素素要自若很多 哼 亏我还给你买了水 下次再也不给你买了 笑过之后 王素素明显没有那么紧张了 一把将手里的矿泉水 扔在了羽龙怀里 转头哼哼地朝前走 诶 素素 你等等我呀 羽龙急忙小跑两步 追上来扬怒的王素素 两人并排而走 哼 王素素娇哼了一声 也就没有再继续生气 走在王素素身边 羽龙的内心出奇的平静 其他的种种因果 此刻都离他而去 心中没有了任何其他念头 空灵平静 啊 我要吃这个 看到一家小吃店 王素素神色惊喜 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目光看向羽龙 有着一丝丝可求 买 王素素的目光 让他很受用 大手一挥 没有丝毫犹豫的刷卡 付了五块钱 二人就像普通的热恋学生情侣 在小吃街流连忘返 王素素毫不在意形象 左手烤串 右手奶茶 大快朵仪 羽龙就是充当 毫无感情的付钱机器 整整过了半个多小时 羽龙二人才走出了小吃街 王素素吃得肚皮浑圆 看到一旁羽龙醋暇的眼神 忍不住红了脸 有什么好笑的 我可是吃不胖体质 等会就消化了 王素素嘟嘟囔囔 都怪我爸 平时都不让我吃这些东西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自然不能错过 王柏川在家里是绝对的铁腕 垃圾食品这些东西 从来都是和王素素绝缘的 素素 你本来就不胖 羽龙眼神之中全是宠溺 他甚至一度想将王素素拥入怀中 却又怕吓到他 哼 我室友说了 男生的嘴 骗人的鬼 你们这些男生啊 最喜欢说这种话 完全不能相信 王素素皱了皱穷鼻 这个年纪少女的心事 是不可能和家里人分享的 反而是学校的闺蜜 彼此之间能分享这些甜蜜的秘密 你是有没有说错 羽龙笑着说 男人的嘴的确是骗人的鬼 但是在这世上 有两个男人 你是可以无条件相信的 一个是你爸 一个就是我 羽龙的话铿锵有力 让人忍不住的幸福 我不听我不听 羽龙这样的土味情话 对于这个年纪的王素素来说 简直就是罪裂的毒药 翘脸顿时红得 想要滴出血一般 羽龙却很喜欢看王素素娇羞的模样 这在上一世都是很少见的 走 我们进这里逛逛 王素素看到了一家店 急忙走了进去 他必须要转移一下话题 否则他感觉自己的脸 都要烫得冒出火了 欢迎光临 这是一家手表店 里面的装潢简约大气 一看就不是寻常的消费层次 你好 我要看一下这款表 王素素静止走到柜台 指了指一款表 羽龙站在背后 目光锐利 这是一块男尸表 售价标的是一万块 这是大多数学生 都无法承受的价格 喂 赶紧把手伸出来啊 看看这块表合不合适 王素素一把将羽龙拉过来 把手表戴在他手腕上 这块海王心腕表 以身蓝为主调 独特而高贵 结合渐变色彩艺术 形成抽象的空间 仿佛置身于蓝星当中 深蓝色的太阳纹 从中心辐射到表盘四周 阳光照射下表盘显得分外耀眼 不同角度下呈现的色彩各异 这块表戴上去 羽龙整个人的气质 都发生了变化 看上去高贵尊荣 真好 王素素显然也很满意自己的眼光 满脸笑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你刚刚请我吃了那么多东西 我自然要送你一件礼物了 这是他这两个月走了很多家店才找到的 手表 对于热恋的情侣来说 代表的就是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念 想到这里 王素素脸更红了 就在此时 门口再度进来了一男一女 打扮艳丽的女子 瞥了一眼羽龙和王素素 切 现在的朗格真是越来越低端了 什么人都能进来 第59章 当众打脸 老公啊 人家一天的好心情都要被破坏了 娇艳女子不一地对身边的男人撒娇 好好好 宝贝不要生气 相比于娇艳女子 男人是个典型的武短身材 最高也就一米六出头 但此刻的她 却满脸的傲气 算你们运气不好 不要在这里爱我老婆的眼了 你们是什么人啊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逛 王素素不满地开口 尽管她家里很有钱 但是家教很严 她自己的零用钱并不多 这一万块钱 也是她存了几个月才存起来的 结果在自己的高光时刻 竟然被这两个人打断 她简直要气到爆炸 我们是谁 娇艳女子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笑话 捂着嘴笑的花枝乱颤 我老公可是银科集团的总经理 现在你们脚踩的这座银科广场 就是她的 在这座银科广场 她老公掌握了所有商家的生死存亡 银科集团 羽龙双目微微一动 她想起来了 银科那个老头子还欠自己一个亿 这样的地方 哪里是 你们这样的穷鬼可以来的 羽龙二人的打扮 就是普通的学生样子 看不出丝毫有钱人的意思 娇艳女子捂住了鼻子 隔着老远 就能闻到你们身上的穷人味道 你们只适合去外面的小吃街逛 娇艳女子眼光同样狠毒 她看到了王素素买的海王星万表 是朗格最便宜的几块表之一 更加笃定了心中的猜测 而她 作为上流社会的贵妇人 怎么能和这种穷表思 共同呼吸一个房间的空气呢 打扮娇艳的脸上笑容嘲讽 她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每次看着这些人脸色难看 却不能发作狼狈离开的样子 她就觉得心情舒畅 你 王素素被气得脸色通红 她的家教很好 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羞辱 她竟然不知道怎么还嘴 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 啪 一道清脆的耳光声音突然响起 娇艳女子身形亮腔地后退了两三步 还是没能稳住身形 一个屁股蹲就坐在了地上 是羽龙出手了 尽管没有动用丝毫气血之力 但寒怒而发 这一耳光 直接让娇艳女子的脸庞 肉眼可见地肿了起来 你 你敢打我 娇艳女子捂着脸 疯狂地尖叫 眼中闪过难以置信的神色 她没想到 面前这个学生敢打她 你的嘴太臭了 羽龙收回了手掌 在衣服上擦了擦 衣服脏了手的模样 老公 你是不是男人 就看着我被这个小畜生打吗 娇艳女子都要疯了 这简直是巨大的耻辱 年轻人 你脾气太暴躁了 男人神色阴沉 自己的老婆在面前被扇了耳光 是个男人都无法接受 你应该感谢我 羽龙声音冷漠 我今天心情很好 否则的话 就不是这一巴掌的事情了 付钱了吗 羽龙轻轻靠近王素素 低声问道 嗯 羽龙的气吹到了脖子上 王素素只感觉浑身痒酥酥的 力气都像瞬间被抽走 只想倒在羽龙怀里 此刻的羽龙 在她眼里 就是盖世英雄 那我们走 一把拉起王素素的手 她不愿意在这里多待片刻 连带着对那个老头子的观感 都差了几分 这手下都招的什么人啊 年轻人 你恐怕暂时不能走 矮胖男人默然拦住了羽龙 打了我潇洒的女人 想要就这么走 恐怕不太可能 她刚刚已经通知了 银科广场的保卫处 马上就有大队保安会赶过来 你是银科集团的总经理 潇洒啊 看着面前拦住自己的男子 羽龙嘴角流露出莫名的笑意 不错 男子脸上闪过一丝傲瑟 银科集团 身为物成数一数二的大财阀 总经理身份 已经是很多人高山扬指的存在 可以下退很多人 可惜 她不知道 这些人里面 绝对不包括羽龙 潇洒 这个名字 真是寄托了父母 对她的美好悉迹啊 只是 后天发育 长歪了 你确认不让我们走 羽龙身形逼近 目光俯视而下 再过一会 你恐怕想让我们走 我们也不会走了 尽管没有泄露丝毫气血波动 但此刻的羽龙 浑身都散发着强烈的威势 矮胖男子 都忍不住后退几步 萧总 就在此时 不远处一对保安急匆匆地赶来 这是接到潇洒通知赶过来的保安 这些人 也给了矮胖男子底气 停住了后退的身形 大手一挥 这个人袭击了我 马上围住他 十多个保安闻讯而动 直接将羽龙二人团团围住 不让他们脱逃 一看这熟练度 就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羽龙也没有继续出手 而是看着众人行动 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 他不准备动用修行者的力量 把王素素护在了身后 羽龙细血地说道 这些保安力量 是用来维护整个银科广场秩序的 你现在去拿来当的人保镖吗 那又怎么样 整个银科广场 都是我老公的 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娇艳女子 猛然站起身来 脸上得意张狂 现在你们怕了 告诉你们 晚了 现在你们想要走 可以 跪下来 从这里爬出去 娇艳女子无比嚣张 今天不把羽龙二人收拾服帖 难消他心头之恨 而且 在此之前 他还要抱刚刚那一巴掌之仇 让开 一巴掌扒开围成一圈的保安 娇艳女子猛然冲到王素素面前 一巴掌就要扇过去 尽管王素素没有浓妆艳抹 但空灵的气质 却很是惹眼 让他极度无比 长得这么漂亮 是想勾引野男人吗 老娘偏偏不给你机会 扇过来的手掌 只见微微弯曲 专门做的人工指甲 无比锋利 一旦划过王素素的脸 必然会留下难以缝合的疤痕 这个女人的心思很恶毒 啪 只是她的如意算盘 根本没有实现 羽龙的巴掌更快 直接扇在娇艳女子的另一边脸上 人直接倒飞而出 碰 撞到了后面的一名保安 女子撑起身子 张嘴吐出一口血 里面还有几颗牙齿 这一掌 很重 直接打掉了她半嘴牙 老 公 娇艳女子的眼中 全是怨毒之色 她没想到 这么多保安在场的情况下 竟然还被打了这么重的一耳光 她现在简直就想要杀人 小畜生 你简直无法无天 矮胖男子的风度 再也不能维持 她要让这个少年 尝尝社会有多险恶 神色猙獰的大吼 给我绑起来 带回保安室 你刚刚说 银科广场是你的 羽龙打断了男子的话 可是 我怎么记得 银科集团是姓黄的 姓黄 矮胖男子一声冷笑 在这里 我就是天 就算黄董事长在这里 也就不了你 是吗 羽龙嘴角露出一抹细虐的笑意 她很好奇 待会儿这个人 还能不能有 这样的狂傲底气 第六十章 混账 混账 我要打个电话 看着蠢蠢欲动 想要扑上来的保安 羽龙眼中立芒一闪 一股威严的气势显露 尽管没有丝毫的气血波动 却也震慑住了他们 不敢有所行动 在中云山脉 湿山血海中 杀出来的羽龙 丝毫气势绽放 都可以震慑这些 没见过血的普通人 让他打 潇洒神色阴沉地开口 目光之中全是煞气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能救你 他目录嘲讽 像是猫捉老鼠一般的吸血 羽龙淡然一笑 左手握了卧王素素的柔仪 示意安心 右手摸出了手机 拨出记忆中的 那个电话 之前银科老者 给他的名片早就 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了 只是那串电话和名字 早已经被他记在了脑海之中 杜 电话只响了一声 就被接起 喂 是龙先生吗 电话那头 老者很快就接起了电话 羽龙有些惊讶 你怎么知道是我 老朽这个号码 都是几个多年的好友在联系 其他人都不会知道的 老者哈哈一笑 无论世俗的财力 还是武道修为 他都算是整个物城的那一小促 如今他已经退休 还有他私人号码的 不超过十个人 全部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 跺一跺脚 整个物城都要震动 先生是出山了吗 老者激动地询问 上次羽龙通过眼泉 展示了自己的权益 那短短半个小时的体悟 就让他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而回来这么久 他每天不断回味 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让他回味无穷 受益匪浅 嗯 刚刚回物城 羽龙淡淡地开口 对了 问你一个事情 你们银科集团 是不是有一个叫潇洒呢 看到羽龙煞有介事地打电话 潇洒心中念头 快速转动 难道面前 这个少年 真的认识银科集团的高层 不可能 瞬间潇洒至 急救抹出了这个想法 他这几年因为 受到现有董事长 黄远的器重 一步登天 成为了这个银科广场的总负责人 每年经手的资金 就达到上十亿 稍微上下其手 就能吃得脑满肠肥 潇洒心中 失笑了一声 这个小子 多半是不知道 怎么地认识了一个 银科的小领导 就以为是不得了的大人物 在整个集团 除了黄远董事长 其他人都完全不惧怕 至于这个少年 认识黄远董事长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潇洒 羽龙的话 让电话那头的老者一愣 他早已经退休多年 除了银科集团的几个元老 其他人 他大多都不认识 不知道先生 怎么提起了这个人 老者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心中有了些不太好的预感 是这样 我和女朋友在这里逛街 结果你们这个 叫潇洒的总经理 觉得我们弄脏了 他们呼吸的空气 想要让我们爬着出去呢 还说在这银科广场 他就是天 连黄董事长都就不了我 羽龙的声音 没有一丝丝烟火气 但是却让电话那头的老者 大喊淋漓 连呼吸都差点停滞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家的员工 惹怒了这位实力恐怖的少年 一旦真的引起他的怒火 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老者之前 从来不知道潇洒这个人 但现在 他成功记住了 甚至忍不住 想要把这个人千刀万剐 这是混账 混账 老者心中大骂 一旦羽龙的怒火蔓延开 连他也难以承受 急忙陪着笑 先生 不要生气 请把电话 给那个叫潇洒的 我跟他说两句 喂 羽龙冲着潇洒挪了挪嘴 找你的 找我 潇洒嘴角 露出一丝冷笑 这次羽龙得罪他太过严重 不管是银科集团的谁来说情 他都不会答应 他要让这个少年知道 得罪自己的下场 是什么 喂 我是潇洒 你哪位 舔着肚子 潇洒语气高傲地开口 混账混账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在乎 潇洒本来已经准备好听 电话那头卑微地讨好 求情声音 结果传来的是一声 愤怒的狮子狂笑 你是谁招进来的 脑子里全是狗屎吗 电话那头的老者 歇斯底里的怒吼 哪怕隔着手机都全场可闻 他只希望事态还可以控制 这位先生是我们集团最尊负的客户 不容许丝毫的怠慢 老者握着手机在房间中急躁地来回转圈 现在你就站在那里 哪里也不准去 我马上就会过来 潇洒自己都被这一顿喷整蒙了 他都不记得是有多久没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了 顿时怒气上冲 你谁啊 哪个部门的 老子黄思海 退休的 老者在电话 那头气得直跳脚 恨不得穿过电话屏幕 直接出来把潇洒的掐死 现在 把电话给那位先生 哦 哦 潇洒下意识地 就将电话还给了羽龙 嘴上还在呢喃着 黄思海 一个退休的 竟然敢这么教育老子 神经病吧 瞬息之间 黄思海这几个字像 是一道雷霆 一般直接劈在他的意识海 潇洒整个人像 是触电一般打了一个机灵 他突然想起 自己集团的董事长黄远 继位董事长 已经有差不多十年 但是在十年之前 银科集团的老董事长 名字就是叫黄思海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念即此 潇洒瞬间脸色煞白 整个人如坠冰枯 如果真的是那位老爷子 自己今天 恐怕会有天大的麻烦 嗯 就这样吧 你最好快点 我的时间很紧 羽龙淡然地挂掉了电话 撇了脸色煞白 将在原地的潇洒一眼 这个人 你刚刚不是 还不放在眼里吗 现在看起来 似乎不是这样 潇洒快要哭了 露出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我怎么知道 您还真的认识 黄老董事长啊 他此刻 恨不得抽自己 几个大嘴巴子 终日走夜路 终究遇见了鬼 黄思海说的最后一句话 要他在原地等 所以他现在 根本不敢走 连逃都不敢逃 只是双目圆瞪 一脸的难以置信 悔恨交加 这个少年 哪里是什么穷学生 分明是一个 可以通天的大人物啊 第61章 皇家父子的怒火 身为物城顶尖的大财团 银科集团的总部 是一栋双子塔高楼 每天都有众多决策 从这里发出 像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器 驱使其运转 此刻 在最高层的会议室 董事长黄远 正在和十多名 银科集团董事开会 上一下一个季度的经营方针 就在此时 黄远口袋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嗯 黄远眉头一皱 能在他开会的时间段 把电话打进来的人 只有寥寥数人 挥了挥手 示意会议暂停 黄远逃出手机一看 是自己父亲的电话 难道出什么事了 看到来电显示 黄远心中一紧 难道又是 佳琪出什么事了吗 上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一个多月前 黄佳琪在中云山脉中 发出求救信号 怎么了 爸 黄远不敢怠慢 急忙接起电话 都是你管理的好集团 电话那头 黄思海的语气 无比暴躁 现在 马上放下你手上所有的事 以最快的速度 赶往银科广场 记住 是最快的速度 出什么事了 黄远有些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自己父亲几十年沉浮 心性沉稳至极 已经很少像现在这样急躁 肯定是出大事了 黄远默然站起身来 会议室座椅 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会议暂时终止 顾不得尹科董事 一众高层诧异的目光 禁止走出会议室 此时 黄思海父子的通话 并没有截止 黄远把耳机挂在左耳 朝着楼下 快速走去 刚刚跨出大门 已经有一对豪华的黑色轿车 在门外等候 这是黄思海 刚刚就安排好了的 开车 快 黄远一脸阴沉地坐上了车 下楼这短短两分钟 黄思海 已经和他说清楚了事情的缘由 潇洒 这个人他太熟悉了 工作上的能力可以 每一年的工作报表都很好看 银科集团 在他手里这几年 也是节节高涨 虽然他也偶尔听闻了一些 潇洒的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但是也不以为意 只要工作上的能力足够 可以给银科集团 带来源源不断的效益 这也就够了 一般的麻烦 凭借银科集团的背景 都足够化解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次这个潇洒 竟然惹到了 这位恐怖的少年身上 混账 混账 以黄远多年总裁的涵养 都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个潇洒 是要坏我皇家的百年大忌啊 脑潇洒惹到了龙虎集团的高管 他都不会这么愤怒 羽龙身上代表的潜力 实在是太强了 回来之后 他和父亲黄思海讨论过 以羽龙现在的妖孽 不出十年 只要不半路妖折 必然成为继武王 燕小小之后的第三位 武道至强者 武道至强 这是武者 对武王和燕小小这样远超九品武者的九品武者 另一个称谓 每年都有不怕死的狗仔 用各种办法 混到两位武道至强者面前 问出同一个问题 是否突破了九品武者 而每一次都注定是失望归 两位至强者 依旧是挣脱了九道枷锁的九品武者境界 只不过远超其他九品罢了 这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 到了他们那样的境界 哪怕理学宗师强者都会客气相待 这是其他九品武者绝对没有的待遇 所以 羽龙的地位在他们这里举足轻重 这关系到黄思海陨落 黄远腐朽之后 黄家的家族延续 此刻 在黄思海父子眼里 潇洒已经被判了死刑 银客广场 潇洒的眼神越来越惶恐 刚刚电话里 黄思海的那一声 周围保安同样听到了 此刻本来 将羽龙二人团团围住的保安 已经悄然散开 老董事长黄思海的大名 每一个银客员工都知道 此刻都是内心惶惶然 这些年 他们帮着潇洒 做了不少事 担心到时候被侵犯 内心煎熬之下 时间都过得格外缓慢 羽龙 这个黄思海是谁啊 王素素好奇地问 虽然是物诚 教育局长之女 但毕竟 还是一个学生 被王百川保护得很好 没有过早接触到外面 复杂的世界和人 对于银客集团总裁 这些根本一无所知 就是一个老头子 羽龙回头轻声说道 只是在中云山里 见过一面 这个老头一天 就让我去找他 哦 王素素 只是甜甜地应了一声 这个时候 他不需要出面 有这个男人就够了 这种被保护的感觉 挺好 他对羽龙的描述 没什么感觉 潇洒几人 却是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本来以为羽龙 最多也就是黄思海 欣赏踢鞋的一个后辈 大不了是一个 尊贵的客人 可是 听羽龙的言下之意 恐怕在二人的关系之中 羽龙才是占据 主要地位的强势一方 一念及此 他的心中更加惶恐 老公 你 你怎么了 此时 原本跌倒在一旁的 娇艳女子 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他能感觉到 刚刚电话里 那个声音的威严 电话挂断之后 自己老公 就变得脸色煞白 魂不守舍 身体颤抖的幅度 也越来越大 像是在打摆子 潇洒太恐惧了 目光看向一旁的 娇艳女子 他此刻的目光通红 像是要吃人 原本妩媚的面容 在他眼里 都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都是你这个贱人 潇洒突然抱起 像是陷入绝境的野兽 重重一脚踢在了女子身上 都怪你这个贱人 我完了 我完了 啊 女子发出一声 凄厉的惨叫 他没有想到 这个一直待他 如珍宝的男人会 这样对他 砰砰砰 一脚又一脚 潇洒疯狂地 在这个女人身上发现 他恨 他恐惧 老娘和你拼了 女人也是一声嘶吼 整个人 风叫着扑了过去 在潇洒脸上 抓出一刀又一刀的抓痕 两人不断在地上 来回撕打 一旁的保安 也不敢干涉 只是退开到一边 很快 这里的异状 也引起了周围行人的注意 有人掏出了手机 想要拍摄 却被一旁的保安 出手挡下 体型彪悍的保安 黑着脸开口 不好意思 这里谢绝参观 请尽快离开 刚刚要聚集的路人 很快散去 只是可怜了这个 朗格专卖店 门口围了这么多人 根本做不了生意 羽龙也只是冷冷地看着 潇洒夫妻二人的丑陋行径 这样的行为 根本对事态的解决 没有丝毫意义 徒增笑料罢了 咔嚓 就在此时 门外一道刺耳的 急杀声音响起 有人来了 第62章 一辈子很长 门外十多辆豪华黑色轿车 开到了朗格专卖店门外 顿时吸引了一大票行人的注意 这些人都很珍贵 能够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 简直就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已经有车迷 想要靠近观察 可惜已经第一时间 有安保力量围住了四周 不让任何人靠近 潇洒 你这个混账 急杀车声音响起的瞬间 车门打开 黄远直接从车内走出 身形急闪 瞬息之间就跨进了门店 一脚把还在和 娇艳女子撕打的潇洒 踢出丈远 扑 潇洒只是普通人 哪里能承受黄远的 寒怒一击 直接被踢得大口吐血 刚刚还凶悍如野猫的 娇艳女子 在黄远雷霆一般的威压面前 也是害得一动不敢动 看到黄远出现 原本还抱着一丝侥幸 希望羽龙 是诶骗她的念头 彻底破灭 潇洒绝望了 黄总 黄总 饶了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潇洒顾不得 浑身传来的剧痛 在地上爬着 过去抓住了黄远的裤脚 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不知道 这位先生 是黄总的贵客啊 潇洒声泪俱下 抱着黄远的裤脚 就是痛哭流涕 银科广场总经理的面子 此刻 他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混账 黄远一脚踢开了潇洒 两步小跑到羽龙面前 神色之中 略显出恭敬 先生 我们银科集团 出现这样的害群之马 使我们的管理失职 是我黄远的失职 黄远都不知道 自己已经多少年 没有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人了 但是毕竟 是在总裁这个位置上 锻炼了多年 他第一时间 就摆正了自己的心态 在这位面前低头 不丢人 我马上就会把潇洒 开除出银科集团 这是我和我父亲的态度 黄远轻声说道 接下来要怎么做 还请先生示意 黄远的话 直接让潇洒如坠地狱 他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已经彻底将他打入了死牢 永远不能翻身 这个少年 到底是谁 竟然可以让黄远 用这种巴结的语气说话 潇洒心中 悔恨万分 如果自己今天没有得罪 这个少年 而是和他攀谈成为朋友 自己的命运 是不是也会完全不同 可惜 在场的人 没有任何人关心 此刻潇洒的内心念头 就在此时 门外再度传来了一声 刺耳的刹车声 一道苍劲的声音 第一时间就在门外响起 黄远 你这个猪脑子 是远在郊区别墅 休养身心的黄思海赶来了 他们负责二人 一直通过耳边的脉在互通 所以他知道 黄远的处理办法 这也是 他大骂黄远的原因 这是事情 怎么能让先生来操心 你自己还解决不好吗 黄思海黑着脸大吼 此刻 他眼中根本没有那个 一脸死灰之色的潇洒 换回羽龙的好感 这才是最重要的 父 父亲 黄远当众被骂 却没有丝毫脾气 这个男人 已经骂了他几十年了 根本无力反抗 龙先生 老朽来迟了 黄思海郑重地 对羽龙微微一躬 表示自己的歉意 长者为尊 您这个礼 我可不感受 羽龙带着身后的王素素 侧身一步 让开了这个礼 黄思海也没有勉强 回头冷冷一眼 看着潇洒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 知道 潇洒面如死灰 难难地道 银科集团老董事长 黄思海 看来老头子的名字 还没有被你们彻底忘掉 那老头子 之前制定的规则 你们就忘得这么快吗 还敢趁着自己的银科背景 在外胡作非为 败坏集团形象 黄思海的愤怒 不光是因为潇洒惹到了羽龙 还有透过潇洒露出了这几年集团的怪象一角 就算今天不是惹到羽龙 而是其他修行者 哪怕实力不高 自己可以凭借修为 强行压下去 但尝此意外 银科集团必将危机重重 一旦招惹到了 如羽龙这样恐怖的敌人 或者自己和黄元陨落之后 银科集团必然抢倒众人推 崩塌只是请客之间 潇洒立刻开除 不止如此 马上报警启动 对他的全面调查 一旦在他任职的几年里 有任何贪污受贿的违法情况 一律按照法律严惩 绝不姑息 黄思海这一招太狠了 直接让潇洒 神色大变 之前在他的预计里 自己最多不过就是丢掉银科集团 这个金饭碗 从此在行业内浑不下去 从此失去自己的地位 但是他没想到黄思海 竟然要斩尽杀绝 一旦要调查他之前几年的行径 他的牢狱之灾就是注定 甚至手里的人命案件暴露 很有可能要把牢底坐穿 黄思海眼中金光闪烁 黄远 你回去之后 马上开启整个集团内的整风行动 要把这几年的歪风邪气打下去 好的 父亲 黄远不由地肃然起敬 将还是老的辣 他不过是想到的 抚平羽龙心中的怒火 而父亲却已经想到了 更深的一层 梳理自身问题的同时 也能让羽龙感觉到更加的尊重 牛皮 黄远在心中 暗暗在自己的老父亲 竖起了大拇指 罢了 羽龙摇了摇手 回头低声问道 素素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今天 他才是主角 嗯 你说可以就可以了 众目睽睽之下 羽龙这样 轻易地举动 让他万分羞怯 俏脸通红 都不敢抬头 那就按这样处理吧 看了一眼皇家父子 他们两个 这么急匆匆地跑来 门外还停了这么多豪车 恐怕不光是赔礼道歉 果然 下一秒 黄思海继续开口 龙先生 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时间 去我皇家一游 现在 羽龙眉头一皱 我今天恐怕 羽龙 你去忙吧 王素素突然开口 我自己回去 就可以 正是要紧 我们以后的时间 还长 鼓起勇气 说出这番话 王素素 甚至都不敢相信 这些话 是自己的说的 对他而言 这无异于袒露真心 和他毕业时的 表白勇气 值得一比 羽龙也没想到 王素素这样的性子 会突然和他 说出这样的情话 随即微微一笑 那也是 我们以后 可是有一辈子的 修行者的一辈子 一旦突破到宗师境界 寿命也不再被一百年所限制 只要实力够强 这一辈子 真的可以很长 第六十三章 皇家祖地 悟成龙兴 皇家兴圣之地 两百年前 这里只是一个小村落 皇家祖先从这里走出 在八省闯荡出一片天地 最后回到悟成 创立了银科集团 直到数十年前 皇家出了 黄思海这个天才 成就七品天才 银科集团达到了新的高度 而这个小村落 直接被皇家整个买下 围成了家祖祖地 从此世代祭拜 一年一度的皇家年纪 更是难得一见的盛世 身微隆重 此时 距离年关 还有大半年 皇家祖地一片冷清 除了守门的门位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人 轰隆隆 此时 午后的阳光正好 守在祖地门口的守卫 昏昏欲睡 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音 在远处咆哮 快速接近 滴滴滴 守卫腰间的对讲机 也传来了领导的声音 马上开门 马上开门 守卫刚刚把祖地大门打开 十多辆顶级豪车组成的车队 就呼啸而过 驶入了祖地之中 车内 羽龙双目 威合在车上闭目养神 他此时 是以真面目视人 并没有任何伪装 这不是一时不察 在黄死海父子面前 展露真身 他也是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 在众人面前的虚空 一道虚拟的光目 在浮现 那是羽龙体内的系统界面 气血 三万七千痘 脑欲 一万四千年 灵能 三万七千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熔炉权益 入门 秩序 入门 不祥之眼 未入门 羽龙的灵能暴涨 这还得益于 黄死海的提前考量 他知道 羽龙是天资惊人的妖孽 他们之前 欠了一个亿欠债 与其给钱不如 给适合修行者的灵药 这段时间 黄死海他们调动了 整个银科集团的力量 四处搜罗灵药 终于花大价钱 买下了一株玄接七品的灵药 其价值早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他们希望可以 和羽龙有更亲密的关系 羽龙当然知道他们的心思 也泰然接受 这也是 他露出真面目的一个目的 他的真实身份 必须和修行界慢慢接轨 而银科集团 就是一个不错的跳板 实力在悟成 算得上是雄厚 实力他又足可以压制 少年的心中 很不平静 三万七千点灵能 这简直太多了 他现在全身的气血 也就三万七千痘把了 先将不祥之眼 拖一眼之入门 刷 五千点灵能上的瞬间清空 羽龙只感觉虚空中 有神秘伟力出现 在拨动自己的意识 只不过片刻之间 大脑一片清凉 随后一股恐怖的 不祥之力涌现 如同温顺的小猫 一般在体内经脉游走 羽龙瞬间 就掌握了不祥之眼 不凶恶 大灾结 为不祥 这是不祥的真意 不可说 不可查 只有无限的恐怖 坐在车内的黄丝海父子 只感觉心中 突然萌生了巨大的警照 浑身汗毛 瞬间炸力 像是有巨大的灾难 马上就要降临 心中大惊 四处查看 却没有发现 什么异样 那种感觉 也是稍纵即逝 瞬间就消失不见 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只能按下心中的疑惑 和惊慌 此时 羽龙还有三万两千点灵能 不祥之眼的小成 需要十万灵能点 秩序神术 需要三万灵能点 而熔炉 权益羽龙不打算 用系统推演 他要一步一个根基地 创出这门法 三万灵能点时 再太不禁用了 羽龙砸吧砸吧嘴 不如先提升一下 霸道呼吸法吧 这是他最早掌握的法 前期对他的影响很大 现在随着灵能点的妙用凸显 其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推演 羽龙做出了决定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 霸道呼吸法 看似最基础 小成竟然要整整 二十万灵能点 二十万 这个数字 直接惊掉了羽龙的下巴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这个霸道呼吸法 还有什么未知的神秘吗 竟然比起恐怖的 羽龙感觉自己 之前对霸道呼吸法 根本不够重视 同样是小成 不祥之眼只要十万 而霸道呼吸法 却是要二十万 果然是霸道 羽龙眼中金光闪烁 系统从来不会无敌放食 这个霸道呼吸法 必然是比不祥之眼 还要珍贵的存在 推演秩序神术 眼下 羽龙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三万两千点灵能 必须尽快转变为实力 灵能不转化为实力 终究只是虚妄 很快 秩序神术 推演到第一层圆满 可以凝聚无尽神矛 召唤出上股神矛虚意 只是以羽龙 如今的气血修为 恐怕施展一次 就已经是极限 这只能作为 压箱底的大杀器 何以欲经真一般 不能轻易试人 咔嚓 这次的车队 因为不是急着赶路 停车停得很平稳 此时羽龙 也默然睁开了双眼 此时他剩下的灵能 只有区区两千点 龙先生 黄思海父子下车引路 引着羽龙往祖地深处走去 到了这一步 除了他们三人 根本没有其他任何人 不用叫我龙先生了 羽龙抬头 看了看我后的天空 万里无云 阳光明媚 少年双臂伸展 像是要狠狠地拥抱这个世界 我的名字不叫龙语 我 叫羽龙 这是少年 第一次在修行界 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黄思海父子 微微一愣 转念也是一喜 羽龙愿意告知真名 这就代表自己 和羽龙的关系 更进了一步 只是黄元眼中 闪过一丝疑惑 他对羽龙这个名字 有着一丝熟悉的感觉 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但现在 一时之间 却想不起来 此时 二人的喜色 还没有浮现出来 陡然间 羽龙转过身 目光看向了黄思海父子 我展露真名 是为了表示 我的诚意 希望可以和你们皇家合作 羽龙直接开门见山 没有虚言虚语 你们为我舞者 道徒助力 而我修为大成 反馈给你们的 必然是千百倍不止 这句话 黄家父子丝毫不怀疑 羽龙现在展露的天资 已经恐怖到极点 但是 羽龙画风一变 我的身份 暂时还不能对外知晓 羽龙的眼神 缓缓变红 瞳孔深处 有神秘的新红色 符纹涌现 不祥之眼 你们心中 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但是不可以通过任何方式 告诉任何圣灵知晓 否则必将会遭受恶运 一字一顿 像是最神秘的诅咒 诡异的不祥之力 渗入了黄思海父子的体内 只要他们想把羽龙的真实身份泄露 就会遭遇不祥 直接陨落 此时 黄远脑海中 突然划过一道闪电 他终于想起了羽龙这个名字 这是他在今年高考完毕之后 手下的高管 专门收集的修行天才汇总 其中 今年的五道天骄 就有羽龙一席之地 那份资料上 附送了照片 方便对照 所以他很确定 自己没认错 可是这样的实力 怎么可能 黄远眼睛圆瞪 根本不能相信 这实力 分明比一些 武学院的授课老师 还是强悍 第六十四章 奴经 好 我同意 此时 黄思海根本没有丝毫犹豫 他不知道羽龙之前的本来身份 但是能够和羽龙达成 更加深层次的合作 不就是他 这次的目的了吗 至于不要泄露他的身份 开玩笑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隐瞒 但是像羽龙这样天资的修行者 一旦被更多大势力发现 必然会开出一个天价 来招揽羽龙 他们银科集团 在羽龙这里的竞争力 恐怕所胜无几 那就走吧 这种合作 根本不需要签什么合同之类的文书 武者说出的承诺 从来不会反悔 羽龙三人 很快来到了之前黄思海所说的 先祖找到机缘的山洞之中 这所谓的祖地 其实更多就是给这个机缘之地做掩护 能进这个山洞的 只有黄家的直系男丁 所以 哪怕黄家旗 都没有来到过这个地方 羽龙是第一个踏足这里的外星人 几人走进去 在这片山洞最深处 有一处丈高的石壁 石壁不是普通的山石 而是白灰色的玉石状 其质地非石非玉 摸上去还有淡淡的鱼温 非常奇特 但是上面大半块 都已经被划得稀碎 很惨破 根本辨别不出字迹 尽管有黄家历代族人修缮 其本源的石壁文字 却无法还原 羽先生 这里就是先祖得到 玉寿之法的半壁残篇 黄思海轻声讲解 只是这篇法很残破 而且这块石壁不能九丁 必须放松 否则就会开始恶心呕吐 强行硬撑的话 还会直接昏死过去 这事 皇家父子没有感觉 但羽龙刚刚走到 这块石壁面前 就感觉到 一股风锐狂霸的一扑面来 是刀翼 只有百兵之王 才有这样的气象 整个石壁 都是被一名刀客持刀斩碎 尽管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 但石壁上残留的刀翼 依旧致烈 羽龙因为领悟了 自己的容颅权益 所以可以感觉到 那怪皇家之人看久了 石壁就会受不了 就是因为这股霸裂的刀翼 除非自身领悟了某种意境 否则哪怕九品五者 除了凭借修为硬撑久一点 没有任何作用 但羽龙可以 他以刀翼护身 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这块石壁 你们退后一线 可以看我阎武 自行感悟 羽龙对着旁边 你的皇家父子 快速交代了一句 而后整个心神就沉入了这股刀翼之中 他要以荣如全意 炼化这股狂霸至极的刀翼 哄哄哄 羽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意境的修行之中 整个人身上 开始散发玄妙的气息 随着一遍又一遍的眼泉 羽龙不断将感悟到的刀翼融入其中 少年的融如全意海纳百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手中的拳法也越来越霸裂 这和系统的加持无关 羽龙对意境的领悟无比妖念 不知道演练了多久 因为童原相惜 石壁上不知名的恐怖存在 残存了数百年月的无根刀翼 如同百川归流 全部容于羽龙一身 这是巨大的机缘 这股霸裂的刀翼在羽龙体内游走 气血都化作无数小刀 在体内劈砍 拓宽经脉 哄 这种强烈的冲击下 羽龙体内第四道枷锁轰然破碎 海量的生命本源喷波而出 羽龙的体内开始发生巨变 三品到四品 这是低阶舞者到中阶舞者的跃迁 实力更是蜕变了一大步 羽龙通体爆发霓虹光芒 体内的异象再度压制不住地 在虚空显化 无垠的荒凉大地 赤地千里 有十日悬空 天际有恐怖黑色的雷霆划过 撕裂虚空 有从时空尽头走出的神秘生物在长啸 天外陨石群坠入大地 引发无尽浩劫 放眼望去 竟是末日景象 这和打破第一道枷锁时的异象一模一样 但却更为具体 整个异象的清晰度 如同从460P提高到了720P 声势更加不凡 这异象太惊人了 原本站在羽龙身后不远处的 黄思海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眼中全是惊骇和狂喜 但在这股异象的威压面前 都不得不连连后退 这 羽先生竟然还只是突破四品五者 突破四品五者 就有如此声势吗 显直超出了理解的范围 黄思海摸了摸胡须 双目惊骇 只能喃喃自语 突破时带有天威异象 这是真正的武道天骄 修行妖念 这些人不存在于古史 可以镇压一个时代 和这样的人同在一个时代 是最大的幸运 也是最大的不幸 难道老朽可以看到这一天吗 黄思海父子二人的心神 都为之所夺 尽管羽龙现在暴露了真实修为 只是四品五者 但二人却更加不敢有其他心思 这样的四品 比九品五者更加害人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把皇家打上羽龙的印记 黄思海心中莫名冒出一个念头 这个少年 未来可以创造历史 走出无数五者想走 却无法走出的那一步 这个念头突然就冒出来了 却无比强烈 老者很笃定 他的大县只有几年了 眼前的羽龙就是皇家未来的根基 可是自己的孙女黄家琪 似乎配不上羽先生 黄思海在苦恼 银科集团的千金 在物城绝对是最尊贵的女子之一 但是在羽龙面前 却顿时显得黯然无光 而且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们刚刚从银科广场过来 自然知道 那个潇洒之所以惹得羽龙震怒 就是因为 她身边那个叫王素素的女子 她查了那个王素素的资料 家世不弱于银科集团 自身天资 更是难得一见的蓝光理学修行天赋 百年难得一见 想到这些 黄思海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没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咦 爸 你看 黄远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 脸上神色一变 指着山洞深处的石壁 打断了黄思海的思绪 石壁上再发生一变 此时 随着石壁上残留数百年的恐怖刀器消散 整个石壁像是挣脱了束缚 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 整个石壁像是活过来一般 竟然开始诡异地蠕动起来 原本那些猙獰的刀口 在缓缓愈合 这块石壁在疗伤 这一幕太神奇 哪怕羽龙都惊得目瞪口呆 短短一刻钟 整块石壁恢复了完整 变成了完整的一整块 石壁之上 文字也重新变得完整 在这篇法的开头 赫然刻着两个大字 奴经 第六十五章 新鲜出炉的太上长老 石壁之上 已经有了完整的法 整个石壁都在散发淡淡的荧光 有神秘的大道符文在滋生 奴经 羽龙低声呢喃着 感知笼罩在石壁之上 瞬间将这片功法 烙印在自己的意识海中 这个奴经很非凡 就是根据强大的神魂压制 通过神秘的法门 将自己的神魂烙印 刻在对方神魂身上 彻底奴役 控制对手 而且不是胁迫威逼 而是从潜意识的服从 整个身心都无条件的服从 这考验的是对神魂的掌控能力 而这也恰恰是羽龙最擅长的 羽龙双目微合 纯粹将感知沉浸在这部奇妙的功法之中 时间流逝而不自觉 羽先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 羽龙耳边传来了黄思海苍老的声音 嗯 羽龙默然睁开双眼 眼中有无数的神秘符文在纠缠 似乎蕴含有可怕的波动 身后 黄思海父子神色一喜 羽龙终于回应他们了 此刻他们 站在石壁面前已经过去了整个一天 在昨天石壁刚刚复原的时候 他们也第一时间看向石壁 想要记录下完整的法 却发现自己 根本看不清石壁上的字 用手机拍照 发现也是一片朦胧 只有羽龙不言不语地 站在这个石壁面前一天 要不是身上的波动 一直在诡秘变化 他们差点以为羽龙睡着了 羽先生 您能看清石碑上的文字吗 黄思青轻声问道 他们想知道这部石壁上 到底刻了什么惊天洞地的法门 只可惜 奴巾上的大道痕迹笼罩 只有神魂强度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才能堪破这层虚妄 而神魂强度 就是羽龙的脑欲 不错 羽龙没有回头 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但是这门法 无法用文字传下 必须等你们皇家 有人突破这层瓶颈 才能看到石壁上的东西 嗯 黄远 你受伤了 羽龙眉头一挑 这个黄远的脑欲算不上墙 但是之前曾经不死心 想要强行观看石壁 结果却神魂受窗 脸色煞白 瞬间吐出大口鲜血 羽先生 不知是否有手段帮我恢复 黄思海神色期待 神魂上的创伤 很容易伤及修行根基 那是一辈子的暗伤 难以痊愈 可以影响一生的修行路 让我看看 羽龙身形一动 来到黄远旁边 手指默然点在黄远眉心倪丸弓 哄 浩瀚如海的神魂之力涌入 黄远只感觉自己 被一股雄魂温暖的能量包围 受窗的神魂被这股能量滋养 瞬间就好了一大半 这 这 黄远睁开眼 目光无比震惊 神魂的运用 已经超出了他现在的理解范围 是更为高层次的能量 而羽龙挥手之间 就将自己的神魂创伤致雨 这在黄远看来 无疑就是神仙手段 太超烦了 这片祖地封存起来吧 羽龙目光之中有神秘的符文 在若隐若现 他有种感觉 这部奴经太超烦了 可以奴役生灵 在此之前从未曾听闻 他觉得不是属于这里的古经 好 见识了羽龙的超烦手段 黄思海已经决定 将皇家的未来 彻底压在羽龙身上 羽先生 我先道个歉 就在来这里的路上 老朽将您的背景 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 这也好 我们之间沟通会更顺畅 这也是人之常情 羽龙倒是没有怪罪的意思 接下来 我会报考五城五大 这几年很多外界的消息 都要靠你们 帮我去搜集整理 我不时进中云山的收获 也会交给你们处理 我的家人暂时 还不知道我的真正实力 所以 我的很多东西 都会借口说是 你们赠给我 让来源合理 这个祖地 对我的修行大有必义 我会经常来此闭关 你们也可以和我一起 我们一起交流修行中的问题 与此同时 为了和需求配套 银科集团必须进行二次的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 我会亲自出手解决 你们对外宣称 我的身份就是龙先生 羽龙一口气 说出了自己的全部要求 说到底 这其实就是一个集团的 太上长老角色 倾注整个集团之力 供养出一名顶级强者 而集团也靠着 这名强者的实力 朝外扩张 回没做大做强 彼此互相成就 当然 主导的必然是羽龙 他这也是在为 自己以后的势力做准备 就算修为再强 自己一个人 也是分身乏术 有很多事情 必须要有人去处理 银科集团 就是他准备 收入麾下的第一个财阀 这是一个地址 羽龙宁静成笔 在地上画了一个详细的地图 顺着这条路径山 在这里我埋藏了一批 五六七品妖兽的尸骸 和天地精粹 你们派人去取出来 这两个月 除了能被系统吸收的 还有很多价值连城 系统 却无感的宝藏 被羽龙集中掩埋在这里 都是羽龙锤炼5G的过程中 顺手击杀的 价值至少数个亿 然后 你们帮我在五城五大附近 买一个大点的房子 安静一点 到各处又比较方便的 安全也要有保障 羽龙想起 自己和吴家的仇怨 一旦被发现了 自己的家人 也可能面对威胁 妹妹那边倒是不担心 吴家的手再长 也伸不到帝都里学院 那样的地方去 但是母亲周娟 却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 一旦羽龙不在 最有可能受到威胁 好 尽管 不知羽龙和吴家的仇怨 但是黄思海也知道 羽龙的基本资料 从现在起 龙先生就是我们 银客集团的太上长老 我会安排几个 最放心的手下 守在您的家人身边 嗯 注意不要被发现 羽龙点了点头 黄思海毕竟老成持重 他的安排 羽龙比较放心 如果发现有其他人 也在监视我们家 记住不要去打草惊蛇 第一时间通知我 他没有忘记 暗中还有一个 不知道身份的人 在盯着羽家 好了 我们走吧 羽龙坐到 停在远处的车中 闭目养神 羽先生 把这种麦巴赫 拿去做逮捕车吧 黄远小跑着靠上来 他已经对面前 这个少年心悦诚服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傲气 有些妖孽 注定是来打击你的自信心的 不用了 这个车对我没有意义 可以准备一台车 我需要的时候 可以随时调用就可以 没有问题 黄思海点头 针对羽龙提出的这些需求 他已经在脑海中 有了初步的布局 从此刻起 黄家就彻底站在了羽龙的身后 全力奉扬羽龙成道 而有了羽龙的威慑 他们必然可以让银科集团走出巴上 羽先生 那接下来您的目的地是 强硬压制住自己沸腾的念头 黄思海转头问道 现在距离开学 已经没有两天了 羽龙现在 只想马上回到家人身边 市医院 第66章 羽小月的人生理想 身为物城最大的公立医院 市医院几乎每天都是 络绎不绝的人群 当羽龙的车队 浩浩荡荡驶过市医院门前时 直接就惊呆了众人 人群之中纷纷掏出了手机 都想要知道 这样的大人物到底是谁 但是很遗憾 车队过大门而不入 直接就进了医院的地下车库 此时 周焱与小月母女 已经在地下车库里等待 他们也看到了面前呼啸而来的一群豪车 都自觉让道 万一刮到这种豪车 可是赔不起 只是让他们意外的是 豪车之中 打头的麦巴赫 直接稳稳地停在了二人面前 车窗摇下 羽龙探出了头 妈 妹 上车 哦 二人上车之后 都愣了个神 近千万的豪车内饰 无一步彰显着奢华尊贵 这是家常版车厢 车内除了羽龙 还有黄思海父子 黄思海父子身上 久居高位的气势 让于小月也是不敢大声说话 水灵灵的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着 目光在羽龙身上来回飘 自己这个哥哥 只是去中云山脉历练一个多月 怎么回来 就有如此大派头了 哪怕是突破了一击五折 也不会有这么厉害吧 于小月嘀嘀咕咕 她对修行 也算是 有了些基础的了解 虽然成为舞者之后 就会有资本找上门来 但是要有这样的阵仗 恐怕不是一二品的低阶舞者 可以享受的殊荣 对于那些盘踞一方的大财阀 只有高阶修行者 才能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 来去匆匆 羽龙简单地把原因归咎在 自己在中云山中 救了黄思海孙女黄家祺的性命 周娟自然信了 而于小月鬼灵精怪 尽管也想不到更加合适的理由 但始终觉得自己哥哥在隐瞒着什么 咦 于小月目光看向窗外 有些惊讶 这好像不是回咱们家的路啊 没事 羽龙笑了笑 习惯性地揉了揉老妹的头发 搁在山里打了些猎物卖了点钱 已经买了一个新的房子 到那里 像吴海和周平那样的人 就不能轻易地进来了 银科集团本身的业务 就涉及到了房产销售 一些高端楼盘的珍稀资源 都有一些没有出售 所以当羽龙提出这个需求 黄远直接就划布了一个 顶级别墅区的豪宅 松驴泉 这是悟城别墅的钢顶之作 经过了三四层的安保 在最里层的保卫 一些固定的点位上 竟然有低阶舞者在助手 这很惊人 要想请动修行者来做保卫工作 除了海量的金钱 还需要巨大的人脉和威势 这才是悟城顶尖豪宅的霸道气象 羽龙也是暗自点了点头 这样的话 在这个小区里 几乎可以确定自己母亲是安全的 有心了 羽龙轻声开口 从现在看来 皇家的却是值得扶持的家族 棕驴泉别墅区最深处 是三幢一字排开的欧式别墅 占地面积数千平方米 里面设计的吃喝玩乐设施 一英俱全 院内还建有一座大型的室内游泳池 哪怕是羽龙如今的修为惊人 这别墅里的陈设 依旧可以说是穷极了他的想象 少年砸吧砸吧嘴 忍不住感慨道 果然是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和修为无关啊 黄丝海父子很有眼色 将羽龙几人送到之后 他们就没有留下来 而是禁止离开 现在是羽龙一家人的时间 哥 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车队刚刚开走 于小月瞬间像是恢复了活力 一个飞身蹦到了羽龙的背上 用力摇 按照小说的一般桥段 你在荒郊野岭之中 救了一个千金大小姐 展现个人魅力 顺便俘获了她的芳心 从此嫁入豪门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但是也不对啊 更广泛的桥段 是你在见白富美家长的时候 收到刁难 羞辱 你会愤怒地抛下一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再潇洒离去吗 小姑娘开始套路 自己曾经看过的那些网络小说 寻找相似的桥段 突然 小妮子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难不成你 把你娇滴滴的小仙女妹妹 卖给了财阀某个全身瘫痪的继承人 来换取你的荣华富贵 这种套路的话 等我嫁过去的时候 应该会发现 继承人的瘫痪是假装的 其实是一个英俊有形 实力强悍的男神 于小月满眼都是小星星 陷入了少女的青春幻想之中 你可得了吧 羽龙不懈地嗤笑了一声 你要是值这么多钱 我早就把你卖了 小姑娘 别太自信了 啊 于 龙 于小月大叫一声 愤怒地推开了羽龙的手 周娟站在后面 看着这两兄妹打得闹闹 她只是笑而不语 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一家人平平安安 走进屋里 因为银科集团雇佣了人手 常年维护这间别墅 整个别墅一尘不染 几乎就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羽龙神念感知 瞬间笼罩了这栋别墅 在后院 一个200平米的练武场 让她很是喜欢 在这里 她可以肆无忌惮地锤炼修为 周娟的注意力 则是瞬间被宽敞明亮的厨房所吸引 这片小天地 她可以尽情施展 羽龙 这么大一栋房子 恐怕得要上千万吧 还有这么好的装修 尽管放眼整个华国 物城的房间算不上高 但是这么大一栋别墅 至少也是千万级别的 哈哈 差不多吧 羽龙带了一个 千万 那是一般的别墅 再踪驴全 这样的一栋别墅 都是上亿 她怕这个价格说出来 母亲会当场晕过去 相比起来 于小月就要更加没心没肺 整个人陷进了客厅松软的沙发之中 一动不想动 小姑娘很开心 这样的别墅 在以前 她根本想都不敢想 沙发真舒服 弄得我都不想去地多了 小妮子幽怨地开口 这个别墅 她享受不到几天啊 但随即一股不服输的自尊心 又席卷而来 我可是于小月 理学修行者 于家最聪明的人 小姑娘像是弹簧一般 瞬间蹦了起来 她要努力修行 于家的未来 是在她的肩上 她的人生目标 就是让哥哥做一个混吃等死的公子哥 雨龙 你妹照着你 第67章 初宁奴印 这两天 在物城商界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流传 银科集团董事长黄远 卸任董事长职务 由职业经理人代理 皇家第三代皇家祺 出任董事长秘书 皇家二代 正式退出管理层 这个举动 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大多人都是认为 这是皇家在开始培养 皇家祺这个接班人 虽然时间有点早 但也不是不可理解 物城火车站 好了 哥 我知道了 你别再啰嗦了 今天已经是8月29 于小月必须提前出发前往帝都 在物城火车站 雨龙一家三口都在进站口 周娟把这两天做的很多家乡美食 塞到了于小月手里 雨龙也在一直不厌其烦地 对于小月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我给你的两样东西 一定要随身携带 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雨龙神色郑重 她在中云山里两个月 将紫舌的宝丹 彻底打磨成了一个半天然的巨灵阵法 经过一种腰单脆化的灵气 对于小月的俄修行大有益处 还有一枚她权力凝聚的防身玉佩 攻防兼备 里面有她攻击能力最强的 秩序一层圆满的权力一击 还有一丝恐怖的不祥气息守护 哪怕在帝都 只要不是惊天动地的修行者出手 都可以保护于小月 性命无忧 这样的宝物 价值连城 一旦现世 就会引发修士之间的争夺 凡俗金钱 根本就不可能买到 这可是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我知道了 于小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她不知道此物的珍贵 在她心里 自己这个哥哥 恐怕根本不知道 理学修士的恐怖 她一个低阶舞者做的小玩意 哪里够保护她 但是毕竟是哥哥的一片心意 于小月心中也很开心 把被雨龙伪装成 普通饰品的两件质宝 揣进怀里 她现在对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无比期待 整个心都要飞出去 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我先走了 于小月一溜烟地 跑进了火车站 只留下周娟母子目送的目光 龙先生 于小月的身影 刚刚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一位带着墨镜的黑衣人 小跑着来到雨龙身边 轻声开口 雨先生 您要的妖兽 我们已经准备妥当了 筛下墨镜 这个黑衣人 竟然就是黄远 因为雨龙身份的特殊性 只能由黄远来亲自联系 这才是黄远卸任 董事长的真正原因 嗯 雨龙双目一亮 有实力的好处 她也第一次体会到了 这两天 她在家中陪伴家人 早起修行锤炼权益 而银科集团 这个巨大的财阀机器 却转动起来 为她去搜集各个等级的妖兽 从一品到六品一应俱全 就是为了让雨龙尝试修行如今 放在以前 这种事情 只能雨龙自己去中云山脉 抓一只只的妖兽做实验 而如今 她只需动动嘴 下面自然有人去跑断腿 妈 您先回去吧 我有点事情 要晚点回来 现在周娟出行 有专门的司机和保镖 但是周娟适应的比雨龙想象中的快 她曾经好奇地问她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雨龙的父亲雨站在的时候 他们的家境 比起现在 也丝毫不差 只不过 随着雨站失踪 他们家以惊人的速度衰败罢了 好 你不要担心我 周娟点了点头 但是要注意时间 后天就是物城武大的开学时间了 放心 我知道 雨龙点了点头 快速地钻进车内离去 看着儿子离开 周娟眼中目录追忆之色 你看到了吗 孩子们现在都越来越出色 可惜 你却看不到了 雨龙几人 快速来到了皇家祖地 这里此时有十多头妖兽 被锁在了特殊合金制作的囚龙之中 黄丝海正盘膝 坐在此地镇守 一到四品妖兽 都在囚龙中疯狂嘶吼 却难以挣脱 而五品和六品妖兽 则是被注射了特制的药物 陷入了昏睡 雨先生 雨龙刚刚走出车内 黄丝海陡然站起身来 嗯 辛苦了 雨龙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了第一头一品妖兽 目光如电 双手猛然掐起神秘的手印 天地间游离的灵气 悄然在雨龙手中聚集 强悍的神魂能量也注入其中 最后形成了一枚精致小巧的法印 这就是奴役 一旦被种下 从此生死不由人 都在雨龙的一念之间 哄 法印成形的一刹那 雨龙手指一弹 法印轻飘飘地 朝着面前的一品妖兽飘了过去 好 好 面前的妖兽 感觉到了法印中的神秘能量 带给他刺骨的危机感 疯狂咆哮 却根本无力阻止 法印静止穿过妖区 没入了妖兽的头颅之中 破 瞬息之间 妖兽头颅中 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 妖兽目光顿时暗淡 生机直接祭灭 雨龙的奴役锋芒太盛 一品妖兽的意识 根本承受不住这股冲击 意识直接被摧毁 从灵魂层面 抹杀了这只异兽 这种景象 雨龙目光一亮 沉阴片刻 和当初张明磊 运用学术轰杀妖兽 灰熊的景象差不多 这门奴精 似乎可以开发出一些 延伸的攻击神魂的法 雨龙目光很亮 他举一反三 脑海中有了很多的奇思妙想 再来 雨龙双手掐绝 再度凝聚出一枚奴役 奴役的根本 在于控制 掌控 而不是毁灭 少年竭力调整手中的奴役 抹去奴役中的锋芒 更多的是温和如海的神魂之力 哄 眨眼之间 这枚奴役 就没入了第二头一品 妖兽头颅之中 这一次 奴役成功融合了妖兽的意识 妖兽的目光 顿时变得呆滞 眼中的胸光顿时消散 润物系无声之间控制意识 趴下 咆哮 倒立 钻火圈 雨龙通过意识链接下达指令 像前世马戏团训兽一般 去操控这只妖兽 虽然控制住了这只妖兽 却灵巧性不足 一旦指令模糊之后 妖兽很难做出准确的反应 不太对 雨龙砸吧 砸吧嘴 这里一共有十多头妖兽 足够她一一试验了 心念一动 这只一品妖兽的意识 瞬间泯灭 这就是被奴役控制的后果 一念生 一念死 雨龙还不太满意 但是旁边的皇家父子对视了一眼 目光之中 却全是惊骇和恐惧 这样恐怖的法 一旦可以运用在人身上的话 简直不敢想象 这样恐怖的法 从不曾听闻 第68章 我能制造大高手 整整两天 雨龙都在皇家祖地修行奴役 她的领悟能力非常惊人 加上有个街妖兽可以练手 少年掌握的速度很快 好 雨龙的脑欲太强了 此时 唯一一只六品妖兽 也被雨龙的奴役控制 眼中的凶光消散 目光却依旧灵动 雨龙甚至不用发出指令 只需要念头闪动 这只六品妖兽 就能够自主行动 站高的妖躯 妖气冲天 威势很惊人 和普通的六品妖兽 没有任何区别 这奴精太超烦了 雨龙心中闪过无数念头 如果自己可以奴役两只 九品妖兽 让他们随身保护母亲和妹妹 那样的话 几乎再也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忧 少年这个想法 迅速生根发芽 他要在下一次 雨小月回来的时候 送他一个九品妖兽当作礼物 半年时间 雨小月刚刚上大一 他还有半年时间 默然站起身来 雨龙挥了挥手 这只六品妖兽温顺地 趴在了皇家祖地洞口 浑身妖气收敛 趴在了洞口守护 以后这只妖兽 就在这里看门 雨龙沉声说道 接下来 你们可以去帮我 寻找一些体型娇小的 高阶妖兽 高阶妖兽 黄丝海面色一变 为了抓获这只六品妖兽 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连他们皇家 自己驯服的那只六品妖兽 都被重创 而高阶妖兽 哪怕只是七品 恐怕都可以覆灭 黄丝海父子 不用你们去抓 雨龙当然知道几人的实力 你们只需要把握打探消息 有具体位置最好 我会亲自出手 那没有问题 少年的话 让黄丝海松了一口气 不过你们的实力 的确太低了 很多事情 可能不好处理 雨龙沉阴片刻 黄丝海父子 作为自己手下 实力还需要往上提一提 放在之前 雨龙根本没有办法 去提升他人修为 但是就在刚刚 雨龙发现了一条捷径 他不仅可以 掌控种下 奴硬生灵的生死 还能随意 调动其体内的气血 这代表着 他可以将手下 不同奴仆之间上的气血 随意调配 甚至整合到一人体内 这很惊人 这代表 只要他愿意 有足够多的奴仆 他就可以造就一批 惊天动地的大高手 少年目光 扫过黄丝海 我现在有一种 可以快速提升实力的办法 但是这必须要 种下奴硬 才能实现 奴硬 雨龙的话 像是惊天霹雳 轰在了黄丝海心中 让他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 雨龙想要把这种法用 在他的身上 这是一张 永恒的脉身器 不光出脉肉身 甚至也包括灵魂 你不用紧张 雨龙斟酌着开口 平心而论 他并不想将黄丝海 父子说为奴仆 前世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教育 这么多年 生而平等的思想 在他脑海中 依旧根深蒂固 我并不是要你做我的奴仆 只是这是我通过外力 提升你修为的必要条件 雨龙少见得耐心开口 你可以自己考虑 如果不愿意的话 也可以再等我两年 到时候 看我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那不知道可以提升 黄丝海默然开口 他想要知道 这背后的利益 值不值得他冒险 值不值得他丢弃 最宝贵的自由 你现在气血 不超过六万斗 我应该可以把你的气血 提升到十万斗 尝试突破八品五转 八品 黄丝海的目光 骤然大亮 这是巨大的诱惑 他这段时间 每日揣摩雨龙的熔炉权益 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修为上的瓶颈被突破 衰老的身躯 都开始环发第二春 要不是 这段时间的巨大进步 他的气血不超过四万气血 但是 依靠揣摩雨龙的权益 进步这条路 黄丝海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对权益的悟性很一般 几乎很难再有更高深的领悟 突破修为的大境界 依旧遥遥遥无期 而雨龙此时 却告诉他 可以帮助他气血突破十万斗 这诱惑太强烈了 让黄丝海根本把持不住 老头子愿意 黄丝海脸色有些潮红 通过这几天的密切接触 黄丝海几十年的老辣目光 整个皇家未来的事业值得托付 所以 此刻 他也愿意将自身托付给雨龙 成为他手中一把真正的刀 这种关系 几乎可以说是 真正的牢不可摧 你想好了 不用问一下黄远 雨龙很意外 他没想到 黄丝海这样的老修士 竟然还有这样的魄力 想好了 老子的决定 哪里还有儿子否定的道理 黄丝海神色坚定 黄远这两天 回到集团去主持交接工作 没有留在黄家祖地之中 那好 雨龙沉声喝道 心神放开抵抗 雨龙凝聚奴硬 瞬间打入了黄丝海脑海之中 哄 奴硬刚刚进入黄丝海的意识海 就化作满天的大网 重建了整个意识网络 雨龙只感觉 头脑猛然一沉 他刚刚已经陆陆续续 练化了近石头各品妖兽 成为奴仆 试得奴硬的负担 都远远不及黄丝海 这一个奴硬 这应该和人族 身为万灵之常有关系 不同于妖兽得简单智慧 人族的脑欲太复杂 时时刻刻都有千百个念头 在浮动 要控制人族奴仆 对雨龙精神上的负担 远远超过妖兽 似乎不太划算 雨龙念头一动 将除了六品妖兽之外 其他全部妖兽的气血调动 通过奴硬的气机牵连 将这些气血 全部注入了黄丝海体内 妖兽气血 本来就远超人族 这实质中低阶妖兽的 气血总量超过了十万斗 此时 雨龙一口气挑出了一半 哄 下一个瞬间 黄丝海双眼猛然暴突 他感觉到一股浩荡的气血之力 从神秘的虚空某处汹涌而来 气血化作潮汐 灌注到体内 每一根经脉血管 都被浩荡的气血肠河 冲刷而过 九汉逢甘铃 枯木又逢春 在如此恐怖的气血灌输下 黄丝海的肉身像 是吹胀的气球 肉眼可见地膨胀起来 六万斗 七万斗 八万斗 九万斗 十万斗 不过短短一刻钟 黄丝海的气血修为 就提升到了十万斗 体内第八道枷锁应声而破 绚烂的神光笼罩 破碎的枷锁中 释放出生命本源 等到突破结束 黄丝海的气血 直接达到了十二万斗 他已经步入晚年 体内潜能用尽 生命本源枯竭 撕裂枷锁带来的跃迁并不大 黄丝海闭目感受 自己身体的变化 嘴角的笑意越来越盛 身体一颤 八品舞者的气势 猛然爆发 粗壮的气血长柱 直冲消汗 整个悟城少数几个的高手 心中都生出了感应 养子江底 水流湍急 有暗礁急流 无数江底生物 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此时 一座缠满水草的假山 猛然一动 在气中长阳的鱼虾 顿时被吓得四散而逃 这是一个人 不知道 在江底盘坐了多久 浑身都缠满了水草 甚至连鱼虾 都在其间繁衍 此人睁开了眼睛 耀眼的神光 从眼眶中冲出 直接洞穿了江星 那是皇家祖地的方向 皇家那两个小家伙 竟然还有人能突破到八片 人影 似乎是太久没说话 声音都变得灰色沙哑 人影没有多说什么 看了一眼就闭上双目 神光消散 将底世界 再度沉寂下去 只有最后一句话 在将底回荡 有点意思 第69章 开学第一天 9月1号 这是华国 所有大学院校的 统一开学时间 今天一大早 周娟和雨龙 给与小月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结果这个小妮子 在那边认识了新的朋友 一群人玩得非常开心 接到家里的视频 与小月随便说了两句就挂掉了 只剩下周娟 和雨龙母子面面相去 这丫头 一点都不恋家 周娟笑骂了一声 眼中也有些失落 孩子们大了 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没事妈 没事当当出去 一切都很新鲜 等到她多待几个月 肯定就要哭着喊着说 想回家了 雨龙知道 这也是她选择 留在悟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服下了八真汤 周娟的身体一日 比一日康复得快 后来雨龙又再买了一副八真汤 如今的周娟健步如飞 身体没有丝毫亏空 好了 雨龙 周娟眼中的失落 快速消逝 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欢喜 自己的两个孩子 都有修行者资质 一个去了帝都里学院 一个读了悟城五大 都是大部分家庭 一辈子都不敢想象的存在 所以周娟很知足 今天你要去报道 开始你的大学生活了 周娟给自己孩子 仔细整理了衣领 到了学校 要努力认识 新同学知道不 不要一个人独来独往 嗯 我知道 雨龙没有丝毫不耐 这些琐碎的叮嘱话语 在前世 他也同样很不耐 但在这一世 他却怎么听都听不厌烦 走出家中 雨龙坐在长期 停在门口的轿车中 轿车静直 往悟城五大方向开去 陈阴片刻 少年掏出了手机 给黄思海打了一个电话 在我住校期间 别墅的安保等级提到最高等级 好的 雨先生 这几天 黄思海一直躲在皇家祖地之中 熟悉自身暴涨的修为 他们之前约定的最高安保等级 就是他和黄远 必须有一人在亲自保护周娟 这是非常高的重视程度 几乎代表了在悟城的绝对安全 驱车大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来到了悟城五大的门口 在一个路口外 雨龙就下了车 他不想太过高调 在门口 一个丈高的石碑 助力在此 上面写了两个大字 家国 或者说国家 一股扑面而来的 强烈意境冲击着雨龙的意识海 这座石碑 是军部总教头燕小小 亲自书写的两字 而后被踏印成石碑 送到了全国各地的五大院校 真正的原本似乎 就在帝都五学院大门口 这里的只是一份踏本 即便如此 这股家国天下的意境 依旧强烈 相比之下 雨龙在受潮时领悟的家国天下 意境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雨龙呆呆地 站在石碑面前 感知全方位笼罩这块石碑 感悟其中燕小小留下的意境 与自身相互印证 又有一个傻子 想要看着石碑顿悟 路过的有大二大三老生 看到了站在石碑面前 发呆的雨龙 忍不住开口嘲讽 这样的事 他们当年也曾经做过 谁年轻时 又不是如此呢 从上千万的高考考生中脱颖而出 意气风发 辟腻同代 始终坚信 自己是天地主角 会扶摇直上 登顶修行的最高峰 镇压一个时代 老来之时回头看 原来时代掀起巨浪 大浪逃杀后 自己也不过是被冲刷出的流沙 而不是立在潮头的弄潮 这才是绝大多数人的路 一次又一次社会的毒打 让他们真正地认清自己 是啊 这么多年 也就只有大三的燕喜 学长当年 新生报到的时候 成功从这道石碑中 领悟了什么 切 你以为 燕喜学长这样的练武棋 才是随便就能遇到的吗 我打赌 这个小学弟 不超过五分钟 就要抹不下面子 回溜溜地走了 一名女生开口道 她肯定是发现自己 什么都领悟不出来 又很尴尬 就在石碑面前发呆 想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把了 我们赌一颗汽血蛋 我也来一颗 我也来一颗 几名物成五大老生 目露细血之色 他们知道这个石碑的难度 哄 就在此时 一直站在石碑面前 发呆的羽龙身上 气势猛然一变 一股家国天下的浩然气息 从羽龙身上散发而出 四周扩散开来 连周围的其他人都被影响 一旁围观的大三大四学生 照样不例外 整个人的心神瞬间为之夺 好在这股意境就膨胀了一瞬 就再度缩回了羽龙体内 什么 清醒过来的五大老生 相互对视一眼 眼中流露出一股 难以置信的骇然 这个新生 太可怕了 难道今年的物成五大 又要出一个 严洗学长这样的天才吗 好像严洗学长 当年在石碑前有所领悟 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异象 学生们议论纷纷 羽龙默然睁开双眼 身上的气息 全部内掩 刚刚是谁 散发出的家国意境 不远处 一名须发洁白的老者 光着脚一路狂奔了过来 老者满脸的兴奋 他刚刚在办公室 感应到了一股意境的气息 这种意境 是权益的基础 要领悟权益 必须先领悟 这种朦胧的意境 这相当于半不权益 领悟了意境的天才 未来领悟出 在了武道之强者的神坛上 这也是老者兴奋的原因 他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起来 就直奔到校门口 是你 老者目光如电 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站在石碑前的羽龙 眼中泛起幽光 像是看到了老鼠的猫 来我班上 我收你为清传弟子 这个老者其貌不扬 却是八品巅峰舞者修为 在这个境界 已经沉浸了多年 实力惊人 上一个天才演习 就在他的班上 在开学第一天 能被八品舞者 主动开口招 为清传弟子 这是巨大的殊荣 也代表了其境争利 何老头 你又不守规矩 羽龙还没想好 怎么回答 就有愤怒的大吼声 从远处传来 这样的天才 你又想像演习一样 提前收入囊中 想都不要想 一名红脸大汉 身形如电 冲到了校门口 哼 张红脸 你要是守规矩 就不会跑到这里来了 白发老者看清来人 脸色也顿时拉了下来 哎呀呀 大家都是同事 注意一下影响 在孩子们面前 吵起来也太没有风度了 大家公平竞争吗 第三个校秘密的老者 也从远处走来 他们的目标都是羽龙 这也让凤行狗发育的 羽龙头大起来 心中有些后悔 开学第一天 似乎有点高调了呀 第七十章 和你有什么关系 新的一年 上万的五科学子会 聚在物城五大 成为大一的新鲜血液 此时 校门口的学生越来越多 羽龙现在有些后悔 早知道 就晚点来领悟 这个石碑中的意境了 少年在小半年前的寿潮中 领悟出了家国天下意境 刚好和校门口 这块燕小小的石碑中 意境相呼应 羽龙体内的熔炉权益 得到滋养 再度拙撞了一大捡 要是可以看到 真正的原版石碑 就好了 羽龙舔了舔嘴唇 他现在的实力 几乎可以屁腻八品舞者 在他心中 九品舞者也不过如是 但是燕小小 这块石碑 却狠狠打了他一耳光 燕小小和武王 那个层次的存在 却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他发现 自己之前 似乎低估了 舞蹈至强者的实力 少年心中有很强烈的念头 想要和这两位 当今舞蹈的最强者 见上一面 也许可以有新的收获 和体悟 少年人 怎么样 考虑一下 来我班上 我给你每年报一等奖学金 一个月两课气血单供应 白发老者 直接开了条件 这样的条件 也直接引起周围一些老生的惊叹 天哪 何老师 怎么突然这么舍的 有熟悉这个老者的学生双目圆瞪 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是啊 这样的待遇 哪怕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 都很少能拥有 这个小子 刚刚报到 就引起了何老师的注意 真是极度啊 是啊 为什么当年我没在水杯面前 多停留一阵 也许我也可以领悟啊 何老师 我暂时没有考虑 雨龙几乎没有犹豫 就拒绝了白发老者 在五大院校读书 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一种就是 如同普通的学生 在各门课老师的 公开课上自主学习 修炼突破 这是五大院校 绝大多数学生的路 在毕业的时候 如果可以突破到 一品二品五者 就可以富贵地过此一生 但也有极少数人 入学之后 暴露了惊人的修行天赋 被一些老师看中 收为清传弟子 这种天才 无论是学校的重视程度 还是修行资源 都会远超其他 同届学生 但是雨龙 却并不在意这些 这种资源上的倾斜 对于如今的雨龙来说 意义不大 她更在意的是 不能知晓的信息 雨龙的拒绝 显然让老者一愣 她没想到 这个少年连考虑都没有 直接拒绝了自己 嗯 老者深深看了雨龙一眼 并没有生气 尽管她不想错过 雨龙这个天才 但是当她开出 自己的条件之后 被拒绝 也不会再继续开口 这是她的傲气 在她眼里 自己门下有 沿喜这种 不逊色雨龙的天才存在 只要悉心培养 日后必然会成大器 拒绝自己 是这个少年的损失 得到了答案 白发老者转身离开 丝毫不拖泥带水 哈哈 你这个小子 很不错呀 面对这么巨大的诱惑 都还可以坚守住本心 那名红脸老者哈哈大笑 拍了拍雨龙的肩膀 这下子 就算和老头不怪罪你 他门下的那些弟子 肯定也会找你麻烦的 毕竟在他们眼里 师尊在你这里收到了侮辱 弟子是必须要出手的 红脸老者一边说 目光一边打量了雨龙 他想知道这个少年 听到这样的消息 会不会大惊失色 要知道 他的弟子里有像颜喜这样的天才 如今不过大三 实力已经突破到了四品五者 让红脸老者遗憾的是 他没有在雨龙眼中看到 一丝的恐慌 似乎这对他来说 过不成任何困扰 果然心智坚定 红脸老者心中暗暗点头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这样的心理素质 是羞舞的好苗子 他不知道 在雨龙眼里 这样的困扰 真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差距罢了 根本不值得他放在心上 那个什么颜喜 不过四品五者 真的要是出手 雨龙反手就可以震杀 也就只有白发老者亲自出手 才会让雨龙觉得有些棘手 李老师 没关系的 雨龙笑了笑 我暂时都不打算 拜入任何一个老师门下 想要先感受一下 物成五大的气氛 其实原因很简单 这些人的实力 比他强也强得有限 怎么能做他的师父 雨龙心中有傲气 要做他的师尊 必须足够强 红脸老者 和另外一名笑眯眯的老者 自然也明白了雨龙的意思 没有把招揽的话说出口 三名老师陆续散去 周围围观的学生也各自离开 而雨龙这个名字 也伴随着这些离开的人 在整个物成五大传开 雨龙没有理会这些 而是大步走进校园 因为自己身上的秘密太多 他并没有在物成五大住宿舍 而是每天晚上回踪驴全 反正都有专车接送 也不麻烦 物成五大面积很大 将一座龙脊山都捐在了校园之中 雨龙足足走了十多分钟 才到了图书馆 这是雨龙的第一个目的地 所以一刻都不想等待 这座图书馆从物成五大建里 开始就助力在此 数百年来更是经过多次扩建 其中藏书千万 但是非物成五大学子 根本不能入内 爹 站在图书馆门口 一道激光对准雨龙上下横扫 采集雨龙的生物信息 和资料库确认一致后 才会打开大门 此时图书馆中 已经有了一些人影 在翻阅书籍 雨龙敢致力强悍 目光横扫 找到了一些修行界的基础书籍 这时候脑欲强悍的优点 顿时显现出来 雨龙把书拿在手里飞快翻过 其中的知识 就全部记在了脑海之中 他获取知识的速度 远超其他人 吃 哗众取宠 雨龙的异样举动 终于是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一名静装女子大步走过来 这位同学 我理解你想要的 吸引妹子注意力的心情 但是你的行为实在太过幼稚 这么翻书 是在给自己删风吗 这样根本吸引不到妹子的注意 只会让人觉得好笑好吗 女子神色严肃 勿成武大事武者 修行之地 他不允许有雨龙这样 举起梦浪的人 呃 雨龙哭笑不得 没想到自己 只是安安静静地看书 都会有人来教育自己 继续翻了最后两页看完之后 把书籍放回了书架 目光真诚地看着静装女子 前几天 我妹去地兜了 所以今天 我在图书馆这么翻书 嗯 女子愣了一下 你这么翻书 和你妹妹去地 都有什么关系 那不就对了 雨龙翻了一个白眼 我这么翻书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第七十一章 妖孽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其实 因为雨小月的影响 雨龙有时候说话 也可以非常毒舌 比如现在 她一句话 顿时夜地静装女子 脸色通红 你 女子翘脸憋屈的通红 想要当场教训雨龙 噓 保持安静 这里可是图书馆 雨龙轻声开口 她感觉到 这个女子 快要到爆发的边缘了 哼 算你狠 静装女子 恶狠狠地盯了雨龙好几眼 她要把雨龙的样子 牢牢记住 等她从图书馆出来了 就让她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静装女子离去 雨龙也是 笑着摇了摇头 这样的事情 根本不会被她放在心上 不过就是单纯的枯燥生活中 一点调味品 雨龙穿梭在书架之中 找寻适合自己的书籍 疯狂补充一些修行界的知识点 短短半个上午 她已经看了不止十多本书 怎么没有关于 理学修士的知言片语 少年将手中的书籍放回原位 目光之中有些疑惑 她一直是将高高在上的理学大能 当作自己未来的对手 她想要知道 关于理学修士的法 但是找遍图书馆这一层都找不到 既然这一层没有 那就上第二层看看 雨龙走到二楼的楼梯 却发现有特殊的阵法 似乎是检测甄别的作用 除了距灵阵法 少年对其他阵法的研究不多 有些拿不准 不敢贸然闯入 你是今年的大义新生吗 旁边一个青年路过 看到雨龙站在楼梯前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咱们的图书馆一共有五层 除了第一层 是一些基础性的科普书籍 网上每一层都是珍贵的武技功法 尤其是第五层 似乎有燕小小当年传下的一门法 武道治强者的法 这很惊人 足以让绝大多数武道修饰疯狂 但是 想要走到上一层 必须达到对应的条件 青年眼中也露出一抹憧憬 武者 只要达到了突破武者的条件 气血白斗以上 就可以踏上第二层楼梯 听到青年这么说 雨龙有些好奇 如果没达到 会怎么样 想知道 呵呵 青年细血地笑了笑 你如果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摔一个大马趴 那自然可以去试试 青年已经大二了 气血依旧还没有摸到白斗的门槛 雨龙还没有说话 有人大步地走来 我王腾就要再报到第一天 踏上这图书馆第二层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少年 但双目的神光无比璀璨 似乎容纳有星空 王腾的话 顿时吸引了周围一众人的注意 刚刚报到的大义新生吗 似乎很狂啊 想要上图书馆二楼 难不成体内气血 已经温养白斗 怎么可能 真要是那样妖孽天赋的话 帝都魔都两大武道圣地 都可以满足条件了 武道学府之中 帝都五大和魔都五大 是当之无愧的圣地 他们的荣誉校长 正是燕小小和武王 同辈之修 根本不配与我为敌 只有老一辈的佼佼者 才是我的敌手 我王腾今日就要再次扬名 穿过众人 抬脚踏上第二口的楼梯 王腾身形一阵 一股浓郁的气血波动散发 二楼楼梯口 虚空之中荡出一圈波纹 而后王腾毫无阻碍地穿过 进入第二层 什么 不可能 一众人等睛的双目圆凳 他们没想到 这个王腾气血 竟然真的达到了五者标准 检测阵法坏了吧 有人不信邪 试探性地往二楼走去 结果却被虚空荡漾而出的波纹 直接掀飞 重重摔在地上 这一幕 也让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停下了脚步 也对 悟成五大布置了数百年的阵法禁止 怎么可能突然失效 尽管不可思议 但众人还是不得不承认 这个王腾太过妖念 刚刚大一 就已经达到了很多大四老生 都没有达到的高度 修行路艰难 每年悟成五大 都有上千的学生 无法突破一品五者 无法拿到真正的毕业证 看来这一届新生理 这个王腾就是代表人物了 站在羽龙旁边的青年 感慨了以一句 他至今也没有能够达到百斗气血 他的目标不高 只要能够顺利毕业 回老家富贵一生也就够了 竟然有两百斗气血 羽龙站在一旁 低声呢喃了一句 他的感知洞察秋毫 似乎是刚刚服用了什么异果 王腾体内的气血旺盛的惊人 随着时间推移 还在不断增加 这样的天赋和机遇 在这一届的血子中 应该也能排上前几名了吧 刚刚一路行来 遇到的大多都是气血不过百的武士 真正成为舞者的人物 不过三分之一 这样看来 王腾的实力已经不弱 少年下意识没有想起自己 他的实力早已经超出了 他这个年代的同辈修士 这样的话 我走上去 也就没那么引人瞩目了吧 羽龙脚下一动 朝着二楼楼梯走去 诶 旁边的青年看到羽龙的动作 急忙喊道 刚刚已经有人试了 阵法是没有失效的 他以为羽龙也是 想要简陋 想要去图书馆第二层 哇 虚空波文荡漾 羽龙只感觉到 面前一道看不见的薄膜 在阻挡自己 气息微动 气血调整到123斗 顿时打破了这个阵法 123斗 这是他之前高考的时候 展露出来的数字 当时一时冲动 暴露了部分气血实力 此时 踏上图书馆第二层 倒也不违和 只是刚刚拉住羽龙的青年 嘴巴大张 一脸都不可思议 你 你 竟然也是气血白斗以上 青年的声音都是阿雅 这个冲击对他来说太大了 现场甚至一度落针可闻 无人说话 今年是怎么了 大一的学弟们都这么猛了吗 两九 终于有人开口 这些妖孽 不应该去排名前几的五大吗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一种大二大三的老辣肉 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 刚刚这两个学弟 其妖孽天赋 似乎都不输给和老师门下的 沿喜学长 是啊 这是物成五大要中心的征兆吗 有学生心中振奋 物成五大的排名在 整个华国排名前三十 学校每进步一个排名 华国倾斜下来的资源 就会更多 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受贿 这是一件大好事 可惜 这样的天赋和机缘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刚刚还和羽龙攀谈的青年 只能目光复杂地感慨一声 妖孽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吗 第七十二章 竞技场怎么走 来到图书馆第二层 羽龙失望了 这里面的书架 比起一楼要少伤很多 但是每一本书 都是正统的舞蹈技法 舞者可以修行 但是每一本书都明码标价 不是金钱 而是学校的发贡献点 随便一本简单的舞蹈秘籍 标价都是在数百个贡献点 此时羽龙刚刚报到 没有丝毫的贡献点 空入宝山 却只能空手而归 这种感觉让人抓狂 咦 在二楼闲逛的王腾 看到了羽龙 你不是刚刚在一楼门口那个人吗 王腾很惊讶 他没想到 这个人也会出现在二楼 你也是今年的新生吧 王腾的目光锐利 上下打量羽龙 有点意思 可是羽龙并没有和他说话的兴致 王腾气血强悍 冠绝同龄人 但是羽龙却早已经领先一代人 他的实力从来不是 和自己同辈之人相争 羽龙快速在二楼浏览了一圈 最便宜的5G功法都要100贡献点 关键是 他现在根本不知道 贡献点应该怎样获得 在这个过程中 又有几人走上二楼 这些都是大二大三的老学长 他们大多都是一品舞者 但是有一名黑衣冷漠男子 禁止走上三楼 羽龙看得真切 那冷漠男子是二品舞者 每高一品 就可以上一层楼吗 轻声呢喃着 以羽龙现在的修为 可以直接冲到五楼顶端 但是一旦暴露身份 他的狗发育计划都会破产 他现在的实力 还不能迎接 实力暴露之后的狂风暴雨 没有在二楼多留 羽龙转身下楼 既然不能拿出任何一本书 他现在首先就要搞清楚 贡献点到底是什么 不过十分钟 羽龙就再次出现在了一楼楼梯口 那个青年竟然还在原地没有离开 看到羽龙目光一亮 你叫什么名字 交个朋友吧 我是大二的王超 嗯 羽龙转头看了看这个青年 浑身经脉狭窄 气血只有八十都不到 怎么看 未来的五道成就都很有限 我是羽龙 大一的 但是羽龙在王超的眼里 看到了一抹渴望 一种想要抓住一切机会变强的渴望 这也是羽龙愿意和他互通幸运的原因 感受到了羽龙的善意 王超也是神色一亮 你今天才到学校吧 我带你在学校逛逛 王超和羽龙并肩走出了图书馆 数十年后 王超回忆起这一幕都是气血激荡 这一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此时 刚刚走出校门外的羽龙 就看到一个静装女子 双目圆瞪 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你这个小子 终于出来了 女子银牙都要咬碎 他等了快一个小时 肚子都饿得呱呱叫 羽龙终于是出来了 你等我干嘛 羽龙也有些意外 这个女子 不就是刚刚在图书馆 有过一面之缘吗 莫非是被我英俊的外表所吸引 从此一颗芳心吸在了我身上 一念即此 羽龙神色立刻变得庄严 摆了摆手 想要拒绝 这位同学 不好意思 女子的神色直接呆滞 满脸的不可置信 牛比亚兄弟 你知道你聊的是谁吗 王超捅了瞳羽龙 眼中全是敬佩之色 这可是肖羽默 二品舞者 同样是大二 是咱们物成五大的女神 王超神秘兮兮地说 他对这些八卦了解得很透彻 传说连严喜都曾经私下追求过他 结果被拒绝了 女神 羽龙看了一眼 以肖羽默的颜值 也的确算得上大众定义的女神 关键是那种气质 不知道和他修炼的功法有没有关系 气质有股出尘之气 很空灵 不过 还是没有我家王素素可爱 少年在心里下了结论 而此时的肖羽默 也没有了往日的女神气度 整个人身躯微微发抖 脸色气得通红 他太愤怒了 面前这个新生 竟然敢这样对自己 这分明就是占自己便宜啊 肖羽默完全不能忍 啊 肖羽默一声刺耳地尖叫 神色愤恨地指着羽龙 我要和你去禁忌台 禁忌台 羽龙还没说什么 身后的王朝神色大变 过了吧 肖羽默 羽龙不过是刚刚报道的大义新生 你就邀他去禁忌台 肖羽默也知道自己的做法 似乎有些偏颇 但是他心中的怒火 根本不能压制 哼 他羞辱了我 必须去禁忌台和我打一场 大不了 我到时候赔他医药费 什么是禁忌台 羽龙低声问道 他对这些东西 还不是很熟悉 因为武道修士主修肉身气血 成为武者之后 气血惊人 很多武者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就要生死相搏 最严重的时候 武大的厮杀无比常见 每天都有学生重伤或者死去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每个武大都会修建禁忌台 有恩怨的双方站上去了解恩怨 禁忌台有神秘的禁止 可以在关键时间 互助战败者的性命 就是学校提供的 专门用来打架的场所 羽龙看着对面目光灼灼的肖羽默 你确定要上禁忌台吗 必须 肖羽默翘脸带霜 狠狠地开口 我也知道这样不太公平 你放心 等我出了胸中这口恶气 我再转定你一百贡献点 可以了吧 可以看出来 肖羽默然不坏 但是却被羽龙的三言两语 撩拨得怒火万丈 天可连剑 羽龙的毒蛇功力 还不及自己妹妹于小月三成功力 可以赌贡献点 羽龙双目一亮 他正好紧缺贡献点 结果就有散财童子找上门来 王超的声音 敲打好处的声音响起 原则上是可以的 因为走到竞技台这一步的 要么是有重大的恩怨 要么就是切磋鄙视 想要全力施围 这种时候可以自己商量一些踩头 那这个女神的贡献点 还富裕吗 羽龙很好奇 她的脑海中有一个新的想法 那必须的富裕啊 王超对这些掌握得很清楚 这位不光是五大的女神 也是天赋惊人的天才 除掉学校奖励给天才的贡献点 她还不时自己去外面做任务 现在的贡献点已经是上千 当修为达到了五者境界 实力蜕变之后 一些贡献点就比较好赚 赚来的贡献点去换取功法 宝物 这也导致了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 三百贡献点 了解了情况 羽龙直接是石破天惊 提出了加码 她肯定要趁着这次机会 薅雨墨的羊毛 打地主 分田地 让我上那什么竞技台 去和你打一场 可以 羽龙伸出三根手指摇了摇 要三百贡献点 萧雨墨脸色更难看了 这是什么鬼 自己拿贡献点 求着这个羽龙上台 羽龙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 半年前在昆蓬武道馆的时候 他被一群三品教练围攻之时 同样是以此要挟 他们拿出了十颗气血丹药 毕竟要当陪练 他可不是免费的 好 我答应你 萧雨墨银牙都要咬碎 面前这个人实在太可恶 甚至让他怀疑自己的女神魅力 是不是还在 那感情好 羽龙呵呵一笑 像是看不见萧雨墨脸上的煞气 对了 竞技台怎么走 第七十三章 萧雨墨的烦恼 悟成五大战地很大 将一座孤峰龙脊山 全部囊括在校区之中 学校里所有的建筑 都是围绕着龙脊山四周而建 在龙脊山半山腰处 一座环形建筑 屹立在这里 这是体育馆 在外围有各式各样的锻炼器材 很多没有突破 舞者的舞室 在这里打熬气血 磨练肉身 而往里面走 体育馆深处 还有淬炼舞者肉身的健身设备 除了这些强壮肉身汽血的设备 体育馆剩下的三分之一空间 专门用来修建了数十座竞技台 这些竞技台在学校举办的 一些比赛中会被使用 在平时 更多就是作为五大学子 解决个人冲突的地方 此时 羽龙和萧雨墨 就站在了一座竞技台下 嗨嗨 我看了一下 下午学校还有开学典礼呢 现在都快吃中午饭了 咱们就速战速决 羽龙摸了摸鼻子 夺步踏上了竞技台 和二品舞者对战 让他完全提不起精神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痛苦太长时间的 在对面 萧雨墨咬牙切齿地开口 拳头捏得咔吱作响 一双美眸都要喷出火来 咦 有人上了竞技台 在体育馆锻炼的学生很多 羽龙和萧雨墨二人 登上竞技台 顿时被很多人注意到 男的不认识 但是另外一个 似乎是空灵女神萧雨墨啊 萧雨墨在物城五大的名气很大 几乎绝大多数男生都知道 什么 空灵女神 不会吧 有人很惊讶 萧雨墨是物城五大的女神级人物 怎么会走上竞技台 是谁惹怒了她 萧师妹 你怎么会上竞技台 台下 一名大三男子漠然开口 是要和谁解决私人温怨 严玺师弟知道吗 男子的声音有些尖细 目光四处转动 在羽龙身上反复打量 这是我的事情 和严玺有什么关系 萧雨墨神色一变 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 顿时跳了起来 严玺是物城五大这些年最出色的学生 小小年纪就已经突破到了三品舞者 创下了物城五大有史以来的最快记录 这是镇谷朔金的天才 哪怕在帝都五大 都是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 物城五大的校长都从闭关地走出 传授这个学生更多精妙的法 严玺也是唯一一个 想有可以随时去找校长谈论武功的特殊待遇 上一次大一期末考 严玺露面 展露出的修为只是舞者一品 但是气血恐怖已经有五百斗气血 这在一品舞者中很少见 积累相当浑厚 可以僻腻很多二品舞者 关键是 这只是严玺随手一击展露的实力 只一击就轰飞了一名二品舞者 现在除了校长和严玺的老师白发老者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妖孽的少年到了什么境界 这时这些都和肖与墨无关 直到几个月前 严玺突然来找他 说想要和他交往 你有病吧 当时肖与墨就是这么回应他 这个太突兀了 而且当时的严玺 与其淡漠中透露一股高高在上 似乎愿意和他交往 就是他巨大的荣耀一般 这让肖与墨心中对他的点滴好感 全部丧失 可是严玺走后 这个名字 却像是复古之躯一般 牢牢跟随他左右 不知道是谁泄露了严玺和他表白的事情 严玺的女人 这个名头从此开始一直伴随他 哪怕过了一个暑假 也没有丝毫好转 这也让他感觉到了巨大的屈辱感 所以 肖与墨最见不得的 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严玺这个名字 简直是让他烦透了 呵呵 毕竟你和严师弟是那样的关系 台下男子露出一个惠莫如深的笑意 在物城武大 谁敢对你不尊敬 我和他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 肖与墨都快要抓狂了 这几个月他一想到这个事情 就感觉到一阵狂躁 所以今天想在图书馆清静清静 结果又遇到了雨龙这一档子时 这才让他想要来竞技台宣泄情绪 他心中凄苦 只觉得自己太难了 男子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看着台上呆立的雨龙 小子 你最好识句点 自己认输 否则你就是和严洗师弟为敌 和整个物城武大为敌 这个严洗 很有名啊 雨龙有些无语 自己刚刚来物城武大第一天 已经第三次听到这个名字 你废话怎么也这么多 肖与墨大吼 还打不打 不打我就走了 别 马上就打 此刻 在雨龙眼里 肖与墨就是一个行走的贡献点 他自然不会放过 哇 虚空一声嗡鸣 这座竞技台的法阵被开启 整个竞技台笼罩在一片透明光照之中 来吧 肖与墨一声娇和 整个人身形朝着雨龙冲来 他也知道 这只是刚刚入学的小学弟 体内气血只调动了部分 白皙的手掌朝着雨龙拍来 宁癌十拳 不接一掌 瞬息之间 雨龙心中念头摆动 他爆发了123斗气血 堪比普通的一品舞者 竖指成剑 直接点在了肖与墨的掌心 砰 气血冲击 肖与墨只感觉从雨龙的剑指之上 传来一股锋利的劲道 瞬间抵消了他的掌力 你的实力 肖与墨有些惊恶 他没想到 面前这个少年的实力 竟然已经有白斗气血 雨龙 雨龙 肖与墨低声呢喃着 眼神越来越亮 一道闪电划过脑海 你就是今年那个 高考气血123斗的雨龙 杨忠的 嗯 你知道我 雨龙眉头一皱 他现在有三重伪装 第一重 123斗气血的五道小天才 实力堪比一品舞者 第二重 伪装成123斗气血 五道小天才的二品舞者 第三重 伪装成伪装123斗气血 五道小天才的二品舞者的三品舞者 在这三重门之后 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只要自己不主动暴露 少年不认为 会有人发现自己的底细 至于主动暴露 怎么可能 脑子被门家了吗 现在肖雨墨点破的 就是他的第一重伪装 也是他公之于众的底细 台下众人也听到了肖雨墨的声音 原来是 今年入学的天之骄子 可惜太款狂傲了 区区白斗气血 怎么可能和肖雨墨争锋 大三男子摇了摇头 直接宣判了雨龙的败局 只希望这一战可以教会他 什么叫做低调谦虚 不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点天资 就可以横行无际 他不会承认自己心中的嫉妒 天赋这种东西 有时候就是这么让人绝望 他的天赋就很一般 纯粹是靠着跪舔沿袭 得到了一些边角料宝单 得以顺利突破一品舞者 但二品舞者境界 现在却遥遥无期 此刻 竞技台上 肖雨墨的神色有些错愕 难怪这个少年 敢和自己上竞技台 每一届的入学新生 排名前十的新生 学校都会做出一个准确的排名 和个人介绍 而你 气血123斗的羽龙 正好排在第九位 22级的万民新生之中 你是站在潮头的几人 肖雨墨眼中有莫名的光 不过 既然现在 站在竞技台 你这123斗气血 可不能阻止我揍你 肖雨墨话音刚落 身形猛然扑上来 他在暑假刚刚有了巨大的突破 成为二品舞者 体内气血500斗 对羽龙的实力 是压制性的 羽龙123斗的气血 根本无法硬抗 差距太大了 不可能为了这300贡献点 暴露自己更多的底牌 羽龙感知笼罩这片空间 肖雨墨浑身上下 每一个动作都被羽龙洞察 躲 竞技台方圆三丈 这片空间之中 羽龙辗转腾挪 显显避开肖雨墨的全部攻势 羽龙的脑欲太强了 肖雨墨的每一个招式 在羽龙眼中都是慢动作 而肖雨墨此时的心情 就没有那么好了 数十招过去 竟然一招 都没有真正落在羽龙身上 他太滑溜了 万法不沾身 哈 肖雨墨的倔性子也上来了 出手的力道不断加重 到最后 几乎就是全力出手 每一招都能掀起一股进风 台下众人无不色变 二品舞者的全力出手 一品舞者几乎不可能抵挡 这婆娘 着魔了吧 羽龙眉头一皱 决定尽快结束这场乱局 以免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一时不慎 羽龙躲避不及 肖雨墨一拳重重 轰在羽龙身上 羽龙的身躯 直接被轰得倒飞而出 穿过透明护照 跌落在竞技台下 破 二品舞者的 一击落在羽龙身上 巨大的力道 他根本承受不住 直接让他大口咳血 脸色更是一阵妖异的赤红 直接大口咳血 这是体内气血暴走的表现 羽龙 站在台下的王超 神色大变 急忙跑了过来 羽龙的伤势看着太害人了 需不需要送你去校医院 羽龙勉力站起身来 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 你没事吧 竞技台上 等羽龙被轰飞 萧羽默才反应过来 自己似乎出手太重了 他担心自己将羽龙打坏了 可可可 没事 羽龙控制体内气血 在嘴角一出 脸色更是直接煞白 一看就是身受重伤的样子 苦笑了一声 神色无比凄苦 萧师姐气可出够了 我先走了 转身对搀扶自己的王超道 扶我走吧 恶狠狠地瞪了萧羽默一眼 王超却也没有说什么 搀扶着羽龙离去 妥妥地弱势群体 看着远去的二人 萧羽默不知为何 更烦躁了 第七十四章 开学典礼的全新玩法 下午两点 是所有大义心生的开学典礼 羽龙几乎是压着点 姗姗来迟 此时操场上 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万人集会 哪怕每个人 都只是窃窃私语 汇聚在一起 也是费反迎天 根本不得安静 哄 陡然间 一股浩荡的气势 扫过整个操场 在场的万名学子 只感觉如坠冰窟 一股巨大的压力 笼罩全身 瞬息之间 脑海中的一切念头 都被抹平 整个操场瞬间安静下来 落真可闻 四道流光从远处急速掠来 跨过高台 落在了主席台上 流光之下 是四个人影 通体散发璀璨的霓虹光芒 无奈张宗义 天为物成武大校长 四道人影落座 中间围首之人陡然开口 冰冷的声音 传遍整个操场 哪怕站在角落 都清晰可闻 这是恐怖的威势 在场新生 全部目眩神迷 他们踏上修行路 为的就是称为 这样的大高手 受到万人敬仰 这也是张宗义 他们的目的 激发这些 深深学子的向上之心 每一个修行者 都是华国 都是人族的宝贵财富 只有羽龙目光 依旧冷静 台上四人中 有一人他认识 就是上午在校门口 才见过的白发老者 沿喜的老师 不愧是物成武大 羽龙目光如电 台上四人的修为 都很惊人 至少都是八品舞者 校长张宗义身上 更是散发着 八品舞者巅峰的波动 这是武道意图的 极高成就 不同于黄思海 被强行提升的 八品舞者修为 根基浅薄 主席台上 这几个八品舞者 每一个都根基雄厚 气血如熊熊燃烧的火炬 在黑暗中 无比显眼 你们都是我 物成武大的新鲜血液 未来的中流砥柱 事实证明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 普通院校还是修行学府 领导的讲话 都是一样的陈词烂调 乏善可陈 他一直都搞不懂 这样的典礼 到底有什么意义 台上说了一些 不知所云的话 台下听的也是云里雾里 最后各自散去 接下来 我们请学生代表上台 终于 羽龙听到了一点意料之外的 王腾 何方 吴清阳 羽龙 赵峰 正是十个人 就是之前萧宇默 给羽龙提到的 新生排名前十的存在 要上台 羽龙有点头痛 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相比 暴露在聚光灯下 他更喜欢站在人群中 不起眼的角落 还是当初太冲动啊 少年摇了摇头 要是高考的时候 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就不会打出一拳 123斗气血的成绩了 更何况 上台还没有说任何好处 羽龙对自己原则的坚守 其实很弱 只要好处给到位 他也是 可以暂时抛弃自己狗发育按钮 稍微张扬一些 心中念头起伏 羽龙脚下没有停止 缓缓朝着主席台走去 如果在前世 他有这样的机会 心中必然万分激动 自豪骄傲 只是如今 强悍的实力 让他对这些 滑而不实的场面 并不感冒 到了主席台 羽龙也是第一次 见到另外九名武道天才 除了王腾 其他人羽龙一个都不认识 除了身后这个兆风 其他人的气血实力 都要强于123斗 王腾更是直接有200多斗 羽龙小心地将全身气血 潜伏在12脉中 外人根本不能察觉 现在这十人 就是你们之中最强天才 张宗一嘴角 露出一丝意义莫名的微笑 对这十人 学校会奖励一株 玄接三品宝药 以及一千贡献点 刚刚报道的新生 对贡献点还不太了解 但是玄接三品宝药几个字 像是一道惊雷 落在了众人的心头 对于很多新生来说 能够突破一品武者 就已经是心满意足 玄接三品宝药 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奇真 近万道炙热的目光 牢牢盯住了主席台上的十人 他们只恨 为什么站在台上的不是自己 似乎还嫌热闹不够大 张宗一挥了挥手 有人将十个托盘捧上来 一一打开 三品宝药的药箱 顿时充斥了整个主席台 台下站得近些的学生都能闻到 张宗一大手一挥 一股柔和的劲道 带着药箱 撒遍整个操场 这股药箱很浓郁 闻上一口 就让人脑海一震 神清气爽 羽龙都能明显感觉到 操场上的呼吸声 都变得粗重起来 看到众人的反应 张宗一满意地点了点头 嘴角的笑意更深 你们是不是不服气 觉得自己也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的确 羽龙他们十人的高考成绩 只是一串数字 大家之前从未谋面 自然有人心高气傲 觉得自己不弱于人 舞者 要敢争 机缘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要自己去挣 去抢 现在 学校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个从他们十个人手里 抢机缘的机会 今年华国高层 传下来了一个新的指示 今年年底 开始要举行全国性的大演舞 从大一到大四 四个比赛阶层 这个比赛结果 关乎到了学校的整体排名 这个命令 也引起了华国上下 所有五大的重视 为了这个半年后的大比 张忠义在今年的 大一开学典礼上 设置了这个全新的环节 目的就是激发这些 刚刚踏入校门的心嫩血性 激发他们的修行动力 争取在年底之前 取得更大的成就 台上这十个人 更是初步拟定的重点培育对象 培育力道远超网件 这份培养力度的资格 却必须是这万人中 绝对的强者 两个月过去 相比高考时的成绩 不知道有几人勇猛精进 几人悄然落伍 这一切 都需要在开学这一天 做一个检验 修行资源珍贵 必须用在最值得 培养的人身上 这个机会就在今天 现在操场四周 有100个气血检测固定吧 你们按照老师的 安排一次检测 只要实力在100斗以上的 就可以挑战台上的十人 舞者 不要动嘴皮子 万事皆在一身修为里 赢的人 站着 输的人 躺下 第75章 都是一场空 张综艺的话 直接引爆了整个操场 不知何时 操场边已经摆放了 上百台固定吧 不过片刻台下 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检测 主席台上 羽龙嘴角微微抽搐 他感觉自己今天 从踏进五乘五大开始 整个节奏就开始跑偏了 说好的狗发育呢 少年一难平 难道冥冥之中 天忆老爷在刁难我 上万名新生的检测 远比羽龙想象中更快 不过一个多小时 检测就完成了 还好在场的 至少都是气血旺盛的年轻武士 占这么一个多小时 不至于双腿发麻 检测结果 很快出来了 气血强度 超过百斗的 又新增了16人 这个结果 也让张综艺 四人有些惊讶 加上台上的10人 应该有26个气血 超百斗的新生 今年的大义新生质量 似乎明显要好于往期 这很惊人 也让张综艺等人 有了更多的期待 张综艺低声轻语了两句 一旁的白发老者点了点头 身形猛然一跃 落在了操场中心 哄 澎湃的气血波动 以白发老者为中心 轰然爆发 方圆十米的学生 全部被一股柔和 却霸道的冲击波掀开 整个操场中间 直接空出了一大片 成为了一片现成的鄙视场地 羽龙十人 走到了操场中心 接受万人羡慕的注视目光 人终究是社会性的动物 羽龙低声呢喃着 他发现身处人潮之中 他的心绪都不由地掀起了波澜 现在 符合条件的 一共二十六人 上前 白发老者和教授声音冷烈 宣布规则 现在你们后进十六人 分别有一次机会 一次挑战前十人的机会 顺序就依照你们十六人的 气血强度排名 从低到高纤后 去选择挑战对象 规则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一切靠实力说话 当然 你们也可以放弃这次机会 和教授嘴角 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毕竟 挨打也是挺疼的 第一个上场的是一名女生 气血 堪堪过百斗 脸色微红的上前一步 我就选赵峰同学好了 选择第十名也是正常的选择 哪怕实力不济 在这样的场合 如果真的 连挑战的勇气都没有的话 恐怕日后 都无法再误成五大立足 赵峰的高考成绩 是气血110斗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实力更强 哄 舞者之间的争锋 气机牵引 不需要所谓的裁判 两人拳脚相击 瞬间就冲撞在了一起 百斗气血的准舞者搏击 每一次交手 都有低沉的轰鸣 因为还没有入学 接受系统的学习 两人的交手都是 简单的拳脚轰击 没有任何玄妙的武技功法 不过数个回合 赵峰 占据气血的优势 加上男性高大的体格 瞬间就镇压了对手 这个赵峰 有点意思 站在一旁的羽龙眼中金光一闪 她的感知笼罩了二人 在十人之中 除了她和王腾 这个所谓的第十名 竟然是真实实力第三的存在 她的实力也有 接近两百斗 面对这个小姑娘 她只使出了不到一半的实力 这个年纪 有这样的实力 称得上是难得的武道天才 少风 上 此时的白发老者 早已退到了一边 在场外闭目盘膝 冷冷地宣布结果 下一个是一个强壮的少年 身躯强壮如智虎 双目之中有凶悍的神光 像是从林中走出的兽王 整个人散发一股彪悍之气 我选择你 少年手指抬起 指向了排名第七的学子 黄絮 嗯 为什么选择我 黄絮文言目光一愣 她没想到 这么早就会有人选择自己 按照一般的常理 挑战者必然是从排名最后的人 开始选择 这样的获胜概率 是最大的 因为我的感觉告诉我 十个人里面 你是最弱的 少年从小在山中生活 吃瘦乃长大 养成了野兽一般的直觉 这种直觉 让她从小在山中 避开了数不清的危险 哼 那就来吧 这句话 让黄絮神色铁青 她感觉到了自己被轻视 浑身气血一阵 140多度的气血 在全身震荡 散发出灵力的煞气 小子 让我来掂量掂量 你到底有几斤几两 她要给这个少年 一个教训 黄絮身形暴动 整个人 朝着少年扑过去 浑身气血凝聚 想要一拳镇压面前 这个少年 她今天收到的屈辱 必须用 干脆灵力的胜利来洗刷 好 面对黄絮灵力的攻势 少年 竟然不闪不闭 猛地迎了上来 一声怒吼 一股凶煞之气 汹涌而出 恍惚之间 像是一头人形凶兽出山 要责人而逝 血腥 暴力 狠毒 这股气息 冲击之下 黄絮都忍不住一愣 眼中掠过一丝恐惧 这和实力无关 而是精神上的畏惧 横得怕愣得 愣得怕不要命的 少年现在的打法 就是不要命的 哪怕以伤患伤 也在所不惜 面对这样的气势 黄絮眼中恐惧之色更浓 身形一退 想要先避开少年的正面攻击 这一退 便是胜负天平的清闲 羽龙不露痕迹地点了点头 这种气势 不是玄妙的意境 而是常年累月厮杀 身上遗留下来的肃杀之气 没有经历过 生死之劫的普通人 突然面对这样凶杀的气息冲击 心神必然会失手 生死搏杀时 一线之差 就是生死之变 此时 黄絮气势顿时宜弱 少年得寸进尺 凶悍的招式如雨点般 砸落在黄絮身上 砰砰砰 黄絮本来想把少年的第一击接住之后 就趁势反击 却没想到 彻底陷入颓势 少年的招式滔滔不绝 一招比一招凶悍 扑 抓 死 每一招都能看出一些凶兽的影子 这是少年 从有意识开始 在山林中 游荡自学而成的一些招式 这些招式不成系统 却很辣一场 黄絮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一步步后退 好 少年的声音 似怒吼似咆哮 眼中的凶光越来越盛 趁着黄絮的一个空荡 五指成爪 静止抓向黄絮的眼睛 啊 场边 有女生忍不住 发出一声惊叫 眼球太脆弱了 以黄絮的实力 如果这意 抓落在了实处 她的双眼 必然被废 这一招太很多 黄絮也同样看到了 近在咫尺的一击 少年五指 掀起的飓风 刺激她的眼球 都微微生疼 巨大的危机感 更是让她瞳孔紧缩 这一击 她挡不住 她甚至想 马上开口认输 但是身体的反应 跟不上念头的更迭 黄絮发现自己 在开口认输之前 少年的力爪 就会从自己的眼眶中划过 不 黄絮心中在大吼 她不甘心自己的武道路 就此止步 我是气血 一百多多的天才 未来可以成为高阶舞者 镇压一方 但是 和羽绒不同 黄絮的精神 无法影响到物质世界 在这刹那之间 她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少年的武指袭来 千般才情 万般情愁 一爪过后 都是一场空 第76章 当众打脸 狼生 射 操场上 这双煞气森 燃的力爪 停滞在黄絮面前 咫尺之地 原来 这个凶悍的少年 叫做狼生 原本在场边 闭目休息地和教授 身形猛然一动 身形在瞬息之间 跨过了数丈距离 出现在凶悍少年身侧 直接抓住了他的手 原本凶悍的少年力爪 被白发老者握在手里 丝毫动弹不得 而羽绒此时的注意力 根本没有在黄絮 和狼生二人身上 刚刚和教授 实际却非等闲之人 可以做到 至少 现在的羽龙 没办法做到 同样是八品强者 实力同样可以天差地别 在羽龙的感知里 这位和教授的气血 澎湃如海 是他见过的最强舞修 在台上四人之中 他的实力 也仅次于校长张宗义 看来距离像和教授 这样的老牌八品 舞者来说 自己还是有差距啊 羽龙的目光 从来不在自己身边的 这一群人之中 而是白发老者 这样的老一代 不 老两代舞者 随着结果的宣布 黄旭成为了 被挑下马的第一人 黄旭脸色灰败的下场 他的眼中 还残留着刚刚的恐惧 这是他第一次 如此接近 类似生死相搏的感觉 他的心神 现在里面 还没能走出来 生死搏杀之间 有大恐惧 有很多天资惊人 但心里素质 不过关的舞者 在经历第一次 败北的搏杀之后 从此现在阴影之中 无法走出 再也没办法 在搏杀之中 发挥自己的真正实力 舞蹈成就极其有限 和教授此时的目光 都落在了狼声身上 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他眼里 此时的狼声 就是一块上好的仆玉 可以雕筑出金氏的宝气 这今天这样的场合 只要表现出色 成为最后的识人 不光是能得到 学校的巨额奖励 同样能引起和教授 张宗义这样的 舞蹈巨部的关注 这对他们未来四年 有很大好处 赵峰和狼声 都用实力证明了 自己不好惹 此时 排名第九的羽龙 顿时暴露出来 成为了桥头堡 已经有不止一个人 不怀好意的目光 在羽龙身上扫过 他很无奈 很想告诉这些人 你们都是什么眼神 我才是这些人 里最不好惹的 那个知道吗 终于还是有不幸邪地 找上他了 一个少年找上了他 气血120多多的少年 想要从羽龙这里 打开突破口 可惜注定徒劳无功 被羽龙随手应付几招之后 一个柔镜 将对手送到了场外 谁知道羽龙这样的举动 顿时像是捅了马蜂窝 因为在他们看来 羽龙的胜利都平平无奇 看不出什么实力上的绝对碾压 加上本身实力排名第九 这就给了众人错觉 羽龙可能是场上最弱的 终于羽龙怒了 在第四个人挑战自己的时候 羽龙神色一宁 脚下踩着悬布 避开对手的攻势 直接突进了起身前 右手高高举起 五指微张 如同遮天大手一般 带着滑破空气的刺耳尖笑 重重落在了对手的面门上 碰 挑战羽龙的是一个人高马大的青年 他只感觉自己 像是被一块巨石对到了脸上 五官都被挤到了一块 整个人的意识都散乱不堪 身形亮强后退 双耳一阵嗡鸣 眼貌惊心 青年直接跌坐在了场中 分不清是眼泪 还是鼻涕流的满脸都是 打人不打脸 羽龙这一掌直奔对手面门 就是要做给后面的人看 自己可不是好好先生 一掌得手 羽龙也没有再继续出手 直接将挑战者先出场外 青年缓了好一阵才回过气 脸色顿时黑下来 太伤自尊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自己被一掌扇在脸上 脸上火辣辣 这种感觉简直是要疯狂 这也是羽龙的目的 打人不打脸 打脸伤自尊 虽然这一击造成的伤势不严重 但对众人的威慑力 却远远高于之前的所有对手 这些人想要继续挑战自己的话 就要在心里做好这样的准备 当众打脸 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青年 捂住微微肿起的腮帮子 他此时却只能咬着牙转身离开 这是比武 任何手段都不为过 果然 这样的雷霆手段震慑住了后来者 他们宁愿选择被轰出大口鲜血 也不愿意被当众打脸 这种事无数年后都会被一些损友提起 能够考入物称五大的学生没有几个笨人 这份高考成绩是两个月前的测试结果 这两个月时间可以发生太多变化 后来居上再正常不过 在后面的挑战里 甚至有投铁的 想要去试一试排名第一的王腾实力如何 万一这两个月王腾的进步最小呢 当然 结果证明了 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王腾修炼了一种玄妙的执法 尽力凝聚成一道神光 从指尖迸发 直接一招洞穿了对手的手臂 再也无人敢挑战王腾 这种执法有点意思 站在一旁的羽龙眼中金光战战 王腾施展的执法有些类似 他前世传说中的六脉神剑 不同的是 这门执法似乎只能从十指发出 这也给了羽龙很大的启发 可惜 刚刚这一指结束得太快 如果再给他一些时间 他应该可以看出 这门执法的运行脉络 这就是神魂脑狱 强大的好处 任何功法的运行轨迹 都逃不出他的感知 目之所及 所有功法都对他展开了大门 只要他愿意 就可以学会 这简直是逆天的外挂 后续的十六人中 也有几人是天骄 在这两个月体内 实力发生了巨大的蜕变 最强之人气血 有180斗 等到尘埃落定时 原本的十人 有四人都被挑翻下马 最终的十人 成为了2022级的最强十人 接受万民心生的目光注视 这是巨大的荣耀 也是恐怖的压力 张宗义在典礼结束之前宣布 每个月前十排名 都会有一次重新修订 这十人 每个月都会发放 远超其他人的修行资源 但是 这次的机会被错过 一个月之后 头部的十人差距 只会和后来人越来越大 其他新生 按部就班的修炼 如果没有其他的大机遇 很难赶上前十人 强者越强 强者横强 第77章 于小月的帝都生活 华国疆域辽阔 是亚西亚最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 华国是一头 窝在地球上的苍龙 那么 帝都就是这头巨大苍龙的龙手 所有影响整个帝国的命令 都是从这里的行政中枢发出 这里是明都其实的中心 各个方面的中心 而礼学 修行者的最高圣地 帝都礼学院 就是坐落在帝都西北角 这里有一处无名湖 因为千年前出生于 华国的人族三圣之一 就是在这里成道 斩杀妖族皇者后 回到这里 在这座无名湖畔 创立了帝都礼学院 从此 帝都礼学院的地位超然 在整个地球 都是最巅峰的学府之一 这里是曾经的圣人门庭 这里可能还有一落的圣人传承 这里代表了整个华国礼学 修行的最巅峰 千年来 一半的宗师以上礼学修士 都是出自这个帝都礼学院 这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礼学添交 于晓月 就是帝都礼学院 2022级的新生之一 现在已经入学一星期了 于晓月已经适应了这里 新的同学 新的老师 新的朋友 新的学习生活 一切从新开始 晓月 又要去实验室了 于晓月刚刚下课 就不乏匆匆地离开 旁边就有同学 半是开玩笑 半是羡慕极度地打去他 目光中的羡慕 却是怎么都掩饰不住 是啊 去老师那里 于晓月也是笑着回应 他都已经习惯了 这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不同 是只将于晓月亲自收入门下 成为清传弟子的那种老师 说起这个老师 于晓月感觉自己 像是做梦一样 在高考测验之时 他的天赋是万中无一的蓝色修行天赋 这一点让他很是骄傲 可是当他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 赫然发现 这里终究是帝都理学院 汇聚了整个华国最顶尖的修行天才 整个2022级新生中 蓝色天赋竟然有20多个人 其中甚至还有一名紫色天赋的修行天才 这太惊人了 紫色天赋 理学修行的最高天赋 只存在理论之中 已经绝迹了数百年 没想到 在2022年重现 传说之中 人族三圣 都是紫色修行天赋 当初检测结果出现的时候 就惊动了华国理学部的最高层 无数人都在关注这个少年 想知道 这是不是意味着圣人重现 有今天的大人物都亲自过问 在这样的少年圣人光辉下 蓝色天赋的于小月 就变得不那么显眼 帝都理学院 一共有10名资深导师可以收图 他们的实力都是宗师强者 其中顶尖的三人 还是院士级强者 少年圣人的教导者 早已被定下 20多名蓝色天赋经过比拼 也排出了先后 于小月因为自身没有丝毫的传承 在这场测验中排名几乎垫底 而王素素因为接受了 七品学者的父亲王柏川的教导 表现很出色 排在了第七名 这对骄傲的于小月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排名垫底意味着 几乎不可能被这些资深导师 收入门下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 有一名导师 竟然选择收她为图 这名导师 还是三名院士级强者之一 对于于小月来说 无异于是从天而降的巨大惊喜 而且这个老师对她很关系 从学习到生活 无微不至 要不是老师是个中年美妇人 她都会怀疑 是不是老师对自己有非分之想 无论如何 这一个多星期 老师给了她很多难以想象的灵药 她的实力更是突飞猛进 按照老师的说法 最多年底 她就可以突破到一品学者 这个速度 比起之前的杨中传奇学长张明磊 速度还要快 小妮子对自己未来的修行路 充满了信心 不多时 她就来到了老师的实验室 实验室门口挂着一个牌子 宇冰 没错 她的老师也姓宇 但是和她这个物成小小的宇家 没有任何关系 老师 到了实验室门口 于小月敲了敲门 她对自己的老师很尊敬 进来 实验室很大 里面更是摆放着各种器材和药剂 一个中年美妇人 就在实验台前穿梭 理学强者 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 只要做出了真正的成果 则批万民 引起天道显化 可以获得天大的好处 宇冰研究的 就是生物化学方面 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在著名的修行期刊 一身实力越发精深 看到于小月 于兵脱掉了自己的实验符 招了招手 过来 一股玄妙天地灵气 在于兵挥动指尖时 就化作精灵缠绕于小月 将她送上了一个仪器 我们先看看 体内各方面的修行进展 于兵神色清冷 将于小月送进了特殊的仪器之中 通过来回扫描 获取到于小月体内的情况 嗯 于兵目光在仪器上停留 体内的五脏经脉都收到了 灵气入体时的强化 此刻的强度远超同龄人 经脉宽度拓宽了时 检测到了模糊成型的灵气 在经脉中流淌 丹田气海正在成型 按照生长规律 计算出彻底成型时间在年后 于兵目光如电 在仪器上的各种竖直曲线 全部被她获取 于小月的身体状况 全部被她洞察 起来吧 关掉仪器 于小月熟门熟路地坐起来 她每天都要来老师的实验室做检测 方便老师给自己调整修行方案 我传给你的修行法 一定要保密 这种层次的法门 不是你们这样 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可以窒息的 每次检测完之后 于兵都会反复强调这个事情 好 我知道老师 于小月乖巧地点了点头 于兵传她的修行法 每次修行的时候 她都能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燥热 天地灵气山呼海啸一般的汹涌而来 比起其他的同学修行的法门 气象庞大 浩荡了不知道多少 这也让于小月心中无比雀跃 自己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她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于兵 为什么会从人群之中选中了她 于兵当时只是笑了笑 目光极其宠密地看着她 可能这就是天定的缘分吧 于兵的回答让她无法反驳 的确 聪慧如于小月也找不出其他的理由 毕竟都姓于 五百年前是一家吧 这个每天例行的过程很快 于兵又解答了于小月 现在的几个修行上要遇到的问题 就埋头继续编写什么文案 点了点头 示意于小月可以离开 从进步到结束 不到半个小时 随着于小月转身离开 本来低着头的于兵 漠然抬头 目光晦涩莫名 意味深长 静静地看着于小月的背影 低声呢喃了一句 声音竟然还有些隐隐地颤抖 似乎在强行压抑着什么情绪 快了就快了 第78章 被红颜祸水 于龙的日常很平淡 听课 修行 每周他都会看课表 有他感兴趣的 课他就会去听 而一些明显没有用处的课程 比如一些基础5G的修行 那些授课老师的5G水平 还没有他精深 与其浪费这个时间 不如自己用来打磨熔炉权益 这也导致了开学半个月来 于龙的课堂考清记录 容登整个学校的榜首 缺琴的榜首 一周20堂课 他只去了寥寥七节课 很多老师都对于龙的不满在积累 连年级辅导员都专门联系过于龙 却被他搪塞了过去 但于龙现在却出现在了教室门外 今天上午有一节修行简史 这门课是大一的基础课 会系统地讲述修行的起源 发展和现状 于龙对这门课很感兴趣 踏进教室 他找了教室角落的一处位置 静静地坐在那里 双目微合 大半心神沉浸在熔炉权益的推演之中 你没事了吧 就在宇龙闭目假眉的时候 一道清脆的声音突然在一旁响起 少年只能无奈上地睁开眼 正是萧宇墨 你有什么事吗 空灵女神的出现 顿时引起了整个教室的一阵阵轰动 一群男生就像是要发狂的妖兽 双目通红地看着萧宇墨 对于宇龙则是报以了最大的恶意 没 没什么事 上次出手太重把你打伤了 所以想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事 多谢关心 已经好了 宇龙双目再度威和 没有理会萧宇墨 他本来就只是为了那三百贡献点 没想再和他有什么其他的牵扯 更何况 现在周围有上百的牲口 在看着 宇龙不喜欢这样的关注 萧宇墨不管走在哪里 都注定是人群中的焦点 无数双目光都会聚集在他身上 所以宇龙只想离他越远越好 你 萧宇墨眼睛都要红了 他还是头一次这样低声下气的 对一个男生说话 却没想到 宇龙依旧对他爱答不理 这让他的自尊心 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一把姜义和药剂拍在桌子上 这是我买的药 对内伤有奇效 你拿去用 从此我们两不相欠 萧宇墨满脸委屈地走了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羽容 顿时成了教室里 全体男同学的恶意中心 太可恶了 竟然让女神都摸了眼泪 跑出教室 有脾气暴躁的学生 甚至想要直接过去教训他一下 同学们 就在这时 一名青山不一老者 抱着几本书 缓步走进了教室 他是这门课的授课老师 他的武道修为不高 一生之中 大半时间都耗费在修行历史的研究之中 上一节课 我们说到三圣之一的华圣 华圣人来历已经不可考 当他名声大造之时 已经是国事境界 而后更是在短短数年时间 踏出了最后一步 成为了修行至强的圣人境界 提起圣人 刚刚羽龙和肖宇墨的插曲 顿时被众人抛出脑后 老师 圣人到底是什么境界 有学生举手提问 他们太好奇了 修为成国事 可称一国之己量 乘在国运之心龙 受一国公养 寿命更是悠长 有五百年 这几乎已经是修行录的最顶端 而千年前的华圣人 却直接走出了全新的境界 圣人境 那是个无比璀璨的时代 是修行史上的最高光时刻 三大圣人齐齐出现 神秘而不可踹堵 联手震杀了妖兽皇者 拯救了整个人族气域 只有圣人才能永恒 千年后的今天 人族依旧铭记着三位圣人 至于千年来出现 和陨落的国士 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圣人的境界 不是我等可以揣夺的 老者缓缓开口 他任教太多年了 这样的问题 也被问过了无数次 那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呢 年轻人 出生牛 独不怕虎 宗师敢于质问一切 等再过几年 他们就会知道 不要说圣人 就算是高阶舞者境界 也会拦住他们十之八九的人 老者现在也只是笑了笑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可是武道修士啊 不要说圣人 国士 哪怕是宗师境界 从武道修士存在的那天起 就不曾有人突破过 相比起理学修士 他们武道之修 注定只能是下等 这是上千年以来 颠扑不破的真理 哪怕羽龙也是 睁开了威和的双目 之前他曾经奢望过 在物城五大 保存有一些不可知的方法 或许有前人曾经探索过 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一旦发现 可以对武道的修行 有巨大的帮助 整个课堂的气氛顿时沉闷起来 学生们的心绪都不平静 他们的修行路才刚刚开始 却已经被定好了上线 随着下课铃声响 教室里的学生一晃而散 羽龙也悄悄离开教室 独自走在灵营小道上 不管未来如何 他必须先做好手里的事 嗯 尽管羽龙 只有一小半心神留在体外 依旧第一时间 发现了周围的一些小异常 有人在鬼鬼祟祟的 堵在前方埋伏他 羽龙不露声色 暗中埋伏的两个人实力太弱了 都是一二品的低阶舞者 哪怕羽龙站着不动 也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哄 等到羽龙走近的时候 暗中埋伏的两人猛然冲出 手中使出基础拳法 全境轰荡 想要直接镇压羽龙 但此举注定是徒劳无功 羽龙只是脚下轻轻一动 踩着旋步 毫厘之间避开了二人的攻势 你们是谁 羽龙淡然开口 这样的一二品舞者来找他麻烦 他毫不紧张 这说明他的三重伪装并没有暴露 否则找上门来的 就不会是这样如同儿戏的低阶舞者 二人见到自己蓄谋已久的攻势 直接被羽龙避开 也是心中一鸣 没有继续出手 只是在心中不约而同地想到 这个新生很不简单 我们是谁不重要 二人之中的二品舞者 冷哼一声开口 大二的颜羊羊 邀请你明天之后 去竞技台一站 颜羊羊 羽龙有些疑惑 他从来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会突然来找自己的麻烦 颜羊羊 是颜羊的弟弟 另一个一品舞者发现 羽龙似乎对颜羊羊这几个字 毫无感觉 不得不提醒了他一句 颜羊 这个人虽然羽龙没有见过 但是这个名字 他却是已经如雷贯耳 哦 可是我哪里得罪他 我应该都不认识他吧 今天萧羽默 是不是去找你了 那名二品舞者的男生 恶狠狠地问道 似乎这是一件 十恶不赦的罪行 啊 是吧 羽龙满不在乎地回答了一句 这顿时激怒了二人 你这是在玩火 二人神色愤怒 像是自己受到了什么巨大的侮辱 空灵女神萧宇默 是我们物诚五大第一天才 颜羊的女朋友 谁敢去冒犯 这是和颜羊为敌 和我们物诚五大为敌 得 直接上纲上线 颜羊已经到了代表 物诚五大的层面 今天我们也是为了警告你 不要仰仗着自己的几分天赋 就行事不计后果 你在天才还能比得上颜羲 二人对颜羲很是推崇 准确地说是 整个物诚五大的学子 都很崇拜颜羲 以后 离潇雨默远一点 颜羲大度不计较 但是她的弟弟颜洋洋 却不会做事 明天来进几台 做一个了断 知道了吗 二人神情巨傲 对着羽龙一阵宣判之后 转身离去 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 羽龙有些无语 他感觉自己很无辜 这个颜羲的兄弟 似乎很霸道啊 自己这是被红颜祸水了 第79章 木火直冲九冲天 一天天的 这都是些什么事 羽龙摇了摇头 没有在意这些 他的心神虽强 这些事 却不值得他去分心 有这时间 他还不如去感悟 自己的容颅权益 滴滴滴 就在此时 羽龙怀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来电 这个号码 应该很少有人知道才对 突然接到的陌生来电 羽龙也是眉头微皱 接起电话 喂 呜呜 你是龙叔叔吗 出人意料的是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羽龙快速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这个女孩的声音 他从来没有听过 小女孩的声音 在不断哭泣 龙叔叔 我好怕 呜呜呜 现在家里有好多坏人 他们都在欺负我和妈妈 电话那头的恐惧 无助 让羽龙也是心中一紧 小妹妹 不要哭 你是怎么找到 我电话的 是之前 牛叔叔给我的 他说 我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只有等我长大了 才能回来 一旦有坏人 欺负我们 就打他的电话 或者龙叔叔你的电话 小女孩声音压得很低 似乎是躲在什么地方 悄悄在打电话 电话那头 还不时有痛苦的闷恒声 可是我打牛叔叔的 电话没打通 龙叔叔 你可以来救救我们吗 牛叔 牛叔叔 小女孩的哭声 让人心碎 羽龙脑海中念头 快速生灭 瞬息之间 他想到了那个人 牛爷 他和牛爷唯一的交集 就是半年前的中云山脉兽巢 在城外实力 他们曾经并肩作战 而在战后 牛爷亲自去送钱的人家 又失去了爸爸的 只有一家 就是那个抱着热鸭坛 冲上去想要和那头六品白猿 同归于尽的安全小队队长 这个人 让羽龙印象太深刻了 正是那一战 这个人的大无畏精神 让他心中 体悟出了家国天下的意见 那个消失在热鸭坛爆炸中 尸骨无存的男人 是羽龙心中永远忘不掉的一抹颜色 一念即此 羽龙的双目 都变得有些心红起来 这样的人 家中的孤儿寡母 竟然还有人敢欺辱吗 羽龙神色冰冷 身上漠然散发出一股刺骨的寒气 附近经过的学生都下 亦是感觉浑身一颤 如坠冰枯 你叫什么名字啊 羽龙尽可能放缓 自己语气 脚步朝着校门外 快速走去 我叫妞妞 嗯 妞妞乖 知道家里的地址吗 告诉叔叔 嗯嗯 这个妞妞知道 妈妈专门让我背下来了的 万一走丢了 可以告诉警察叔叔 电话里小女孩 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羽龙 少年脚步越来越快 不断点头 嗯 妞妞真聪明 你就躲在这里不要动 叔叔马上过来 好 妞妞等叔叔 电话那头 小女孩惊恐的声音 稍微平复了些许 挂掉电话 羽龙神色彻底阴沉下来 马上拨出了另一个电话 转瞬即通 马上开车到校门口来接我 五分钟之内 路上就算有认识的同学 和自己打招呼 羽龙也没有回应 他现在的心情 简直要原地爆炸 物城武大很大 但过了三分钟 羽龙就到了校门口 目光一扫 他的目光更加阴沉了些 他叫的车还没有到 不过十秒钟左右 校门外的插路口 一辆黑色豪车 猛然一个急转弯 轮胎爆死之后 在地上拖出一个 巨大的刹车痕迹 看看停在了羽龙身前 车门打开 一名头戴墨镜的西装硬汉 一脸冷酷地从车里钻出来 身形如钢胶铁柱一般 这顿时吸引了附近 来来往往的学生 不时窃窃私语 豪车 硬汉 这个组合太吸睛了 大汉的冷酷 只维持了三秒 顿时笑容 露出了一个和西的笑容 快走 羽龙现在 却没心情聊天 直接打开车门 静止坐进去 大汉把车门拉开 羽龙静止坐了进去 现在去长江村 用最快的速度 好的 这个西装大汉 正是黄远 此时他摘掉了墨镜 充当羽龙的司机 他现在也明显感觉到了羽龙心底 随时要爆发的怒火 直接一脚踩下油门 黄远直接将车速开到了最大 朝着羽龙刚刚的目的地狂奔 羽龙背靠 在真皮座椅上 双目微合 闭目养神 他想要平复自己激荡的心情 怎么样 让你们打听的事情有着落了吗 少年想要转移心情 问起了之前 让银科集团 去寻找的体型小巧的九品妖兽 最近悟成高层之间 秘密在流传 似乎有一只难得一见的狐妖一种 流窜到了附近 似乎是传说中的九尾狐后翼 有稀薄的九尾血脉 实力很强 是强横的九品妖兽 黄远手握方向盘 目光直视前方 第一时间就回答了羽龙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个狐妖一种的体型传言很小 和一般的狐狸别无二致 体型和实力 是羽龙筛选的重要标准 这只妖狐的行踪掌握了吗 我亲自去抓 这是他为妹妹与小月 和王素素准备的礼物 他希望自己亲手去抓 传言这只妖兽受了重伤 这段时间在几个地方曾经出现过 父亲已经亲自去探查 等到探明了最终目的地 再告诉羽先生 嗯 有心了 羽龙嘱咐了一句 一旦发现那只妖狐 千万不要擅自动手 马上把消息传出来 他倒不是担心黄思海的性命 黄思海实力 已经被他提升到了八品强者 在雾城这片地界 应该很少有人 可以威胁到他的性命 少年只是担心 一旦黄思海和那只妖狐遭遇 恐怕妖狐会被惊扰远走 此时 车子突然停下 黄远回头说了一句 羽先生 我们到了 车子停在了一处破败的房屋旁边 刚刚停稳 屋里就传来了一声痛苦的惨恨 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应该就是小女孩 妞妞的妈妈 果不其然 下一刻 羽龙就听到了电话里 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你们这些坏人 放开我妈妈 小女孩大哭的声音 听着就让人心碎 哈哈 一个男人的声音 张狂大笑 声音中带着荧光 谁让你那个死鬼老爸死了呢 留下你们孤儿寡母 也是受罪 要不然就跟了我四爷 保证让你们从此吃香喝辣 龙叔叔 马上就来救我了 他一定不会饶恕 你们的 小女孩诺诺地放着狠话 男子 却是不以为然 就这么孤儿寡母 能认识什么厉害的人 管你什么龙叔叔 还是狗叔叔 他要是敢来管我赵四的闲事 我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是吗 赵四刚刚自傲地说完 一道冰冷的声音 就如同雷霆 一般在他脑海中炸响 原本被他们反锁的大门 轰然破碎 下一个瞬间 他就被一股距离 直接掀飞 一道恐怖的杀气 笼罩了他们全身 丝毫动弹不得 第八十章 守护该守护的 哄 被距离轰碎的大门碎屑 带着惊人的动能 向四面八方飞尖而去 赵四几人站的位置 距离大门最近 直接被树块碎片插入身躯 啊 赵四几人在惨叫 直接重伤倒地 他们眼神惊恐 根本还没搞清楚 发生了什么 眼尘散去 两道人影 缓缓走了进来 是两个中年人 为首的中年男子 目光冰冷地扫尸一圈 羽龙早就在车上的时候 就将自己的面容 换成了自己的二号马甲 这也是和当时 受潮的面容一致 赵四征扎着想要站起来 这位朋友 你 你是谁 朋友 羽龙嘻笑了一声 似乎听到了天底下 最好笑的笑话 可以和我 做朋友的人很多 但是 你不配 妞妞妈妈 被几人绑在了椅子上 家里更是被烦得一团糟 看到眼前的景象 羽龙眼中的怒火 几乎要化作实质 那个下午 他们签名修行者 不计个人得失 在城外立敌寿潮 死伤大半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让这样的人渣 可以肆意欺压英雄的后代吗 他心中 现在有惊涛和骇浪在翻涌 根本无法平静 龙叔叔 你是龙叔叔吗 躲在妈妈背后的小女孩 妞妞 探出了小脑袋 眼角的泪花还没有干 怯声声地问道 妞妞 是我 压制住内心 燃烧的怒火 羽龙勉强扯出了一个笑脸 龙叔叔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妞妞大喜过望 直接扑过来 抱住了羽龙 我就知道 你一定回来救妞妞的 他虽然还年幼 却已经知道 谁可以拯救他们现在的困境 嗯 我来迟了 让妞妞受苦了 羽龙爱恋地揉了揉妞妞的小脑袋 在这个年纪 却要经历这么多 他很心疼这个小女孩 妞妞不苦 我妈妈 被这几个坏蛋害惨了 龙叔叔 一定要帮妞妞教育 这几个坏蛋 小姑娘气鼓鼓地开口 第一时间 就开始告起了刁壮 没关系 龙叔叔在这里 一定帮妞妞出气 尽管是背对着赵四等人 羽龙身上 散发的灵气波动 依旧让几人动 都不敢动 太恐怖了 那一丝 若有若无的契机 始终锁定着几人 像是有一把 刚到悬在让他们头顶 让他们心惊胆寒 你就是那个龙叔叔 赵四神色一变 他没想到这个小女孩 说的是真的 如今这个龙叔叔 更是直接出现在这里 你 你不要乱来 身上传来的一阵阵 剧痛让赵四心中 坠坠不安 这两个中年男子身上的气息 修行者 绝对是修行者 赵四心中后悔不已 他没想到面前这家人 竟然真的还和修行者有联系 他们家那个男人 不是已经死了大半年了吗 此时 羽龙没有搭理赵四等人 只是黄远默默地站在门口 羽龙快步 走到被绑住的女子身边 解开了绳索 女子看上去 也就二十多岁 很年轻 此时 被解开束缚之后 他第一时间 去抱住了一旁的妞妞 自己的丈夫死后 妞妞就是自己的全部 您就是龙先生吗 女子的态度很谦卑 自己的丈夫 本来是悟成的安全小队队长 在悟成 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但如今 战死半年 自己孤儿寡母 面对实力强横的修行者 却必须要轻声低语地说话了 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 羽龙急忙虚服了一下 我和妞妞爸爸 是在那最后一天认识 但他的气魄和胸怀 却让我无比敬佩 那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一个真正的英雄 应该被整个悟成人所传送 至于你们 更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羽龙将女子扶过去椅子上休息 要不你扶着妞妞 进房间休息吧 外面我来处理 不 女子摇了摇嘴唇 神色有些苍白 语气却很坚定 这段时间 我们经历了很多 有些事 是躲不掉的 妞妞同样躲不掉 龙先生 您尽快示威 我们绝不会出声 羽龙想要拒绝 因为接下来他的问话 必然会有些血腥残酷 他不想让二人看到这样的场面 但是 看着女子坚定的眼神 羽龙终究是吞下了这个话 沉默地点了点头 漠然转身 羽龙的神色冰冷的 如同万年寒冰 一字一句地开口 说 你们的目点 赵四挣扎着开口 这位先生 你不能这样 我们只是小人物 无足轻重 但是背后的大人物 你惹不起的 他们只是毫无修为 在身的小混混 也知道妞妞一家人 尽管当家人死了 但毕竟 算是修行者家族 就算没落 也不是他这样的人 能招惹的 只是在几个月前 突然有一个大人物 找到了他 以无上的修为 震慑他的人心 再洒出了海量的金钱 那是他以前 难以想象的钱 可以让他任凭趋势 这也是赵四现在的底气所在 当出现了修行者 他必须抬出自己背后 这尊大佛 才能保住性命 背后的人 羽龙轻声呢喃着 砸吧砸吧的嘴唇 双目中 神光一闪而逝 他就是怀疑背后 另有隐情 所以才要问他们几个 他是谁 他要找出那个人 彻底斩断其根源 你 赵四没想到羽龙 还在追根究底 他的名字 我一旦说出来 你们必然是 不死不休的局面 何必呢 今天我赵四任灾 这家人 我再也不会靠近 听着赵四的这些 无关的废话 羽龙心情烦躁 神色更加阴沉 心中的 杀意险些无法压制 身形一动 一步直接跨过了空间 落在了赵四面前 没有说话 羽龙直接抬起脚 一脚踩在了赵四的脚踝 咔嚓 一声清脆的鼓裂声音 赵四的脚踝 直接被羽龙踩断 这是钻心的剧痛 赵四大声惨叫 结果下一脚 羽龙直接落在了赵四脸上 这让赵四惊骇欲绝 凄厉的嘶吼声戛然而止 如果这一脚落下来 恐怕他的大好头颅 都要像熟透的西瓜 一般轰然炸开 安静下来了吗 羽龙的声音冰冷 有刺骨的杀意弥漫 在冲击着赵四的心神 这是在中云山脉 连续厮杀两个月 积累起来的恐怖杀气 哪怕只是透露出一丝 也足以让赵四 这样一生 都躲在人类城池之中的 小混混胆寒 身体精神极度紧张之下 赵四只觉得 浑身一个机灵 双腿之间一阵湿热 他竟然尿裤子了 第81章 不可能 羽龙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现在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羽龙话语森寒 脚下微微用力 不要再多说任何一句话 这会耗尽我最后的一丝丝耐心 你们背后的人 是谁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赵四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他刚刚只是想要炸羽龙一下 这个背后的修行强者 的确存在 但是他也的确不知道 这个人的名字 为数不多的 两次见面那人 都是笼罩在一身黑袍之中 看不到丝毫的面部信息 他甚至连黑袍人 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都不能确定 那你不知道 留着你 还有什么用处 羽龙眼中凶 凶光一闪 身上的气势更加凶悍 想要逼出赵四的实话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啊 这股杀气之下 赵四心胆俱碎 只能痛苦流涕 涕四横流 龙先生 这个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站在门口 一直没有说话的 黄远沉吟片刻 突然开口 用气血将声音凝聚 达到传音入密的效果 修行者还好 如果在市区 杀了普通人 那可能会引起 理学部的关注 普通人 虽然和修行者是两个世界 但律法的约束之下 修行者也很少敢斩杀普通人 黄远就是怕羽龙太年轻 一时冲动之下 杀了此人 从此走上律法的对立面 大好前途灰飞烟灭 没关系 羽龙摆了摆手 对黄远微微一笑 他不知道那人的名字 我是相信了的 羽龙的话 让黄远微微一愣 既然如此 又何必做出 马上就要斩杀此人的景象了 似乎是听到了黄远心中的疑惑 羽龙陡然抬头 目光看向了门外远处 因为那个人 就在这里 哄 羽龙身形如电 直接冲向了门外 妞妞家门口的 马路对面 是一处废弃的厂房 瞬息之间 一道黑影 就从妞妞家中 掠到了对面的厂房之中 是羽龙 她的感知远超 其他舞者 感知蔓延之下 她在虚空之中 发生了一缕神秘的契机 不属于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所以她断定 这个时候 还在远远关注这里的人 必然是和这件事有 直接相关的人员 哄 身形如惊雷一般落地 从外墙翻进去之后 羽龙身形不停 直接将废弃工厂的 各个墙壁撞碎 朝着心中 感知到的气息 快速逼近 撞开第三堵墙壁时 羽龙终于是看到了 在阴影之中躲藏的身影 这道身影也很惊讶 为什么羽龙会突然出现这里 转身就逃 还想走 给我留下 羽龙眼中神光一闪 她的感知速度 可以媲美光速 瞬间感应到了 此人的真实修为 四品舞者 和如今 羽龙的实力相比 不过是土鸡娃狗罢了 羽龙体内气血沸腾 一拳轰出 熔如拳翼如影随形 有刺骨的杀鸡 融入这一拳 足够震杀四品舞者 不 没有悬念 这个五品舞者 在这一拳上 毫无反抗之力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 绝望的咆哮 身形 直接被轰飞而出马 撞在了废弃的厂房设备上 半空之中 有鲜血挥洒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除了一声巨响 根本没有其他的任何声音 没有惊动任何人 羽龙一把 将昏死过去的舞者提起 转身回到妞妞的家中 碰 一把将手上的男子 扔在地上 羽龙想看看 是不是有人认识他 要不是在最后关头收力 这个男子 直接就会被羽龙打死 李叔叔 妞妞看清楚了 地上昏迷的人五官 小嘴张开 双目圆瞪 心中无比惊讶 脱口而出了这个人的名字 他太熟悉了 李健 妞妞母亲也回过神来 看到这个人 眼中透露出一股 难以置信的惊骇 下意识地呢喃道 会不会是弄错了 这是他丈夫 曾经最好的朋友 有十年的交情 平日里 两家走动也很密切 只是在一年之前 他们之间 似乎爆发了 什么激烈的矛盾 从此事成水火 形同陌路 他曾经问过自己的丈夫 却没有得到一个详尽的答案 尽管有这样的变故 但是打死 他都没想到 会是这个人 在外面搅弄风云 毕竟有十年交情的 羽龙也没想到 这个人 对他们的触动会这么大 抬手挥出一道 精纯的气血能量 帮他压住体内 恐怖的伤势 好让他苏醒过来 问名原由 李健 这是怎么回事 李健刚刚行转 女子就愤怒地质问 这些人 都是你招来的吗 不 我没有 李健下意识地否认 他的伤势很重 刚刚醒来的他 眼中还有一丝迷茫 他没想通 为什么事情 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你最好不要否认 羽龙冰冷的声音响起 我能知道 你的所思所想 知道你说的是 真实还是谎言 最重要的是 杀不杀你 决定全不在他们 而是在我 而我要杀你 不需要证据 只需要事实的真相 羽龙的话 像是一道道雷霆 在李健的心中乍响 他沉默了 刚刚羽龙如神魔 一般突然冲到他的面前 轻飘飘一拳 就将他重伤 这样的人 实力绝对在六品舞者以上 甚至很可能是高阶舞者 这样的实力 要杀他不过就是 轻描淡写罢了 这一切 本来就不能怪我 沉默片刻后 李健默然开口 眼中带着一丝 争鸣和疯狂 造成这一切的 本来就是他 李健的声音中 有无数的怨恨 我们一起出去游历 找到了一块神秘的黑石 其中明显蕴含着大秘密 但是他 竟然选择一个人私吞 我们是兄弟啊 十年的兄弟啊 就为了这么一块黑石 他就放弃了 我们十年的兄弟情 李健越说越激动 所以他的报应就来了 在中云山寿潮里 没能活着走出来 哈哈哈哈 活该 活该 这就是报应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可嗨嗨 李健太激动了 体内的伤势再度被引发 一边大笑 一边咳血 既然他死了 也保不住这块黑石 我自然要来拿回来 那本来就应该是 属于我的东西 他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 把妞妞母女逼入绝境 让他们交出那块黑石 羽龙此时 却不得不沉默了 在他的感知里 李健现在说的 都是真情流露 没有说谎 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 这一切的源头 是怪妞妞父亲 一念及此 羽龙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处置李健了 如果 你是说 那块黑石的话 陡然间 一直沉默地听李健素 说的女子 突然开口 去年他跟我提过两句 那块黑石 似乎有蛊惑人心的力量 是一块诡异的魔物 必须彻底封存起来 让我们任何人都 不要去妄动 所以他曾经专门交代了 我存放的地点 但是让我千万不要去碰 而你的情绪 从来都是有些偏激 波动大 这种东西 一旦落在你手上 很有可能会让你 从此变成另一个人 所以 他做这一切 不是为了私吞这个黑石 而是为了保护你 他也从来没有 从这块黑石上 得到任何好处 女子的话 像是一把把大锤一般 狠狠敲击在李剑心上 不可能 不可能 李剑脸色瞬间通红 而后血色退进 再度变得煞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不和我说 他完全可以告诉我的 我们相处十年了 我对你的性格 还算了解 这种事 一旦告诉你 你能忍得住心中的激动吗 你必然会认为 自己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这块黑石 绝对无法蛊惑 你的内心 到时候 依旧要兄弟反目 你自己还会彻底堕落 他当时灵星 跟我说起这个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情 现在看来 他就是为了保护你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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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剑不断地那那自语 眼神中的怨恨 早已消失一空 取而代之的 是深深的悔恨 他已经相信了女子的说法 是啊 自己的好兄弟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从来都是清楚的 怎么可能为了 所谓的机缘 而抛弃十年兄弟情 可是自己做了什么 兄弟战死 自己却在这里凌辱他的一双幼女 破 痛苦自责 悔恨在心中交织 李剑神色 骤然一红 大口鲜血喷出 他现在只想马上就死 第82章 尘埃落定 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 倒在地上 羽龙的这一拳 是寒怒而发 对于李剑来说 力道太过沉重 根本不能够承受 更重要的是 李剑的精气神 在快速地萎缩 他心中一直以来的 怨恨和报复到头来 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原来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自己而起 自己一直在伤害的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兄弟 啊 李剑心中在狂吼 肝胆欲裂 五脏俱焚 这种感觉太让他煎熬了 体内的气血暴走 瞬间冲破了 他全身的关窍 他竟然在这样的时候 修为突破了 体内第五道枷锁 轰然破碎 整个人笼罩在 血泥的生命本源神光之中 体内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 临阵突破 羽龙眉头一跳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会遇到 这样的景象 心境大起大落之间 打破了智骨 成就五品五者 五品五者 在悟成 已经可以算作 是一个人物了 只是 李剑受的伤太重 气血亏空 此时却没有足够的气血 来稳定突破的修为 这种情况 同样极度危险 身体本身的气血不足 无法支撑体内的蜕变 最终只会在蜕变中腐朽 嫂子 李剑也感知到了 自己的身体状况 眼中没有悲哀之色 有的只是坦然 做错了太多事 能够这样 平静地走向死亡 也不视为一个 好的解脱和救赎 对于这一切 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他现在悔恨万分 至于大哥那里 我马上就会 亲自去找他赔罪 下一辈子 我给你们做牛做马 来补偿今生的罪念 李剑的心境放开 足够消灭死亡 李剑 看到李剑的气息 开始微弱 女子的眼中 闪过一丝不舍 他们之间 有太多年的交情 一时之间 根本难以割舍 你 何必如此呢 李剑真的 要在他面前死去 他也同样心中不忍 但是他没有丝毫修为在身 自然也无能为力 此时 似乎是洞察了他的念头 羽龙一脚跨出 来到躺在地上的李剑面前 你想要做牛做马 来属你今生的罪念 羽龙的声音冰冷 今天妞妞的 遭遇让他心中 实在意难平 那恐怕不行 除了今生可以掌握 前世和来生 都是虚无缥缈 根本无法捉摸 羽龙居高临下 看着李剑 像是最后的宣判 要赎罪 就要把握住今生 陡然一挥手 一道精纯的血气 能量灌注到李剑体内 羽龙的气血 强大到不可思议 挥出的这道气血 进入李剑体内 瞬间滋养了 他干枯的肉身 煞白的脸上 顿时泛起了红韵 有了巨量血气的滋养 李剑体内的 蜕变顿时加速 本来将要腐朽的身躯 重新焕发生机 这次突破的结局 直接被改写 李剑成功突破了 五品五者境界 呼 李剑双目 微微睁开 嘴中常常吐出一口气 从生死之间的 鬼门关走过 他也大彻大悟 龙先生 谢谢你 通过刚刚的谈话 李剑也知道了 羽龙的称谓 他知道自己能够活着 突破到五品五者 靠的就是羽龙最后关头 打入他体内的一道精血 不要谢我 羽龙摆了摆手 目光依旧没有丝毫温度 我希望你记住 刚刚说的话 用你的后半生 来弥补自己的罪念 自然 李剑神色一素 他现在只想要帮自己的大哥 把妞妞抚养长大 培养成才 如果他在成年时 被检查出修行天赋 他必然会亲近所有 给妞妞最好的修行条件 说这一切的时候 羽龙的感知 时刻围绕着李剑的神经交感 他要在第一时间 就确认李剑说话的真假 这是直接作用 在神经层面 不可能做到假冒 这也是羽龙 没有对他下杀手的原因 妞妞母女 在未来的岁月里 需要有人护持 而李剑明显 就是最合适的那个人 至于你们 羽龙的目光 默然落在了赵四等人身上 这四个人 尽管是受到李剑的指派 但是其行径 注定不能被轻易原谅 一人断一臂 就可以走了 与其森然 这几个小混混 本来就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羽龙对这几人 也要用上霹雳手段 什么 赵四等人 神色当即一变 他们没想到 等待自己的惩罚 竟然如此残酷 你不能这样做 他们心中恐惧 一旦被断掉臂膀 他们以前的仇敌 绝对不会做事 必然会纷纷找上门来 人在江湖飘 必然要挨刀 只是 以往他们都是持刀者 没想到 现在变成了受刀者 你们还是不明白 羽龙摇了摇头 我不是在和你们商量 而是通知你们 伸手打了一个响指 一道血色的长矛 在虚空中成形 秩序神术 这样的神术 用在赵四这样的普通人身上 根本就是巨大的浪费 虚空之中的长矛 虚影散发出恐怖的血腥杀气 哪怕刚刚突破到 无品无者的礼剑 面对这股气息 都是神魂战力 根本一动不敢动 嗡 长矛虚影 微微一颤 挤到血色神光落下 掠过赵四等人的臂膀 啊 挤到凄厉的惨叫声 漠然响起 赵四等人 抱住臂膀 在地上来回翻滚 他们的左臂 就在刚刚这一瞬间 被旗杆断 那血红色神光 如同最锋利的神兵 直接斩断他们一臂 我说到做到 羽龙神色冰冷 如果刚刚你们自己痛快点 只要打得骨断金折 也就是了 却非要我来帮你们下手 直接斩下臂膀 这让人惊悚 毕竟 他也不能真的 将这几个人直接杀了 挫骨扬灰 羽龙目光深深地看了李剑一眼 他刚刚悄然 送了一丝不祥之力 一旦李剑想要做出什么 有害于妞妞母女的事 这股不祥之力会直接爆发 让他遭遇晚年不祥 做完了重重手段 羽龙看了一眼妞妞 宠溺地去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妞妞 以后在家要听妈妈的话 不要惹妈妈生气 知道吗 嗯 妞妞最乖了 一定会很听话的 小女孩妞妞可爱地点了点头 后面的事情 你处理一下 看了一眼众人 他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今天这里的事情就算了 羽龙直接把话 丢给了在门口一言不发的黄远 黄远的银科集团背景 可以让他在处理这些事情上 有更多的便利和关系 和普通人打交道 与修行者之间 凭实力说话完全不同 这方面 羽龙一窍不通 龙先生 请等一下 就在羽龙刚刚跨出大门的时候 身后妞妞妈妈的声音 默然响了起来 第83章 黑色眼球 嗯 羽龙有些疑惑地回头 平心而论 他们之前其实并没有交情 只是妞妞父亲 以那样壮烈的形式 战死在了寿巢之中 听到其后代 遭到这样的对待 让他心中一难平 还有什么事情吗 如今事情已经解决 他自然就准备要离开 自己下午还要去图书馆看书呢 这些事情的全部起因 就是那块黑色石头 当年他把这个带回来时 就说过 此物不祥 会迷惑心智 回忆起往事 女子神色依旧七处悲伤 妖兽当初 他们没有发现这块黑石 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的反目 它也不会死 历史的走向万千 看似毫不相干的一个选择 走向不同的分岔路 最后的结果 都会完全不同 所以 这个黑石我不想再留着 就送给龙先生吧 羽龙沉默片刻 不过是四五品舞者 在中云山脉中获得的东西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恐怕算不上什么宝物 所以 之前羽龙也一直没有提过这个东西 好 我先看看 到底什么东西 我会用尽量同等价值的东西交换 龙先生太客气了 不用的 女子站起身来 回到屋中 片刻之后 抱着一个黑色的檀木盒子走出来 盒子上缠着密密麻麻的封条 招视着木盒主人对封存之物的重视和忌惮 这个木盒出现的时候 羽龙眉头也微不可见地皱了起来 这是 在羽龙的感知里 这个木盒之中 散发有微不可闻的黑色气息 这股气息和他之前的不祥有些相似 羽龙的双目瞳孔都在变化 这是不祥之眼 感应到这股能量的波动 自发苏醒了过来 通过不祥之眼 羽龙直接看到了木盒之中的那块黑石 不对 这根本就不是黑石 气急相隐 羽龙直接看到了黑石的本相 这是一个伤痕斑驳的眼球 这很惊人 眼球里蕴含的黑色能量 比起他的不祥似乎更加恐怖 不对 羽龙眼中神光流转 他又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眼球上这些斑驳的伤痕 似乎构成了一种神秘的法阵 将这枚眼球封印 这些黑色能量 只是透过法阵溢散出的一丝丝而已 这太惊人了 羽龙心脏都不争气地狂跳了一下 这枚眼球的价值 远比他之前想象的还要巨大 龙先生 这块黑石对我们而言是不祥之物 如果您看得上的话 就拿走吧 女子将手中的木盒递给羽龙 羽龙神色郑重地 接过这个盒子 他没有在这里打开这枚木盒 一旦木盒内的不祥之气爆发 这里的人除了他 恐怕没有一人可以幸免 我也不瞒你们 此物协议 对于大多数修行者 都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对我来说很珍贵 羽龙没有瞒着这件事 而是直接告诉了他们 这是他的本心 不能违背 珍贵到 我目前拿不出等价的东西 可以交换 是吗 女子神色没什么变化 既然对先生有大用处 那就太好了 不错 龙先生 此物破坏了我和大哥之间的 十年兄弟情 哪怕再珍贵 也不想再要 此时 一直沉默的李健 也开口了 他们对这黑石 都没有了丝毫留恋 那好 羽龙将木盒收好 招了招手 示意黄远上前 这是银科集团的总裁黄远 在悟成 绝大多数事情 他都可以帮你们解决 银科集团 女子很惊讶 对他来说 银科这样的财阀 都是巨无霸一样的存在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都可以看到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 银欧 看总裁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龙先生谬赞了 黄远露出了职业的笑容 递出一张留金名片 我的总裁职务 一个月前已经卸任了 现在是前总裁 这是我的电话 任后你们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 好 好的 黄远这样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人物了 哪怕是五品舞者的李健 面对银科集团 依旧很弱势 正是因为如此 李健更加能意识到 羽龙的可怕 银科集团 可是有老牌七品舞者存在的 而黄远此时 这种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既视感 无疑是在 张显羽龙的不凡 至少是八品舞者 李健下了定论 华国地大物博 有很多的强者 不显露于人前 但九品舞者 多少都会有些听闻 所以 李健心中更加认定 这是属于八品舞者的范畴 除此之外 我还可以满足你们的一个要求 羽龙一字一句地道 只要在我的实力之内 任何事情都可以 八品舞者的一个承诺 价值太大了 用得好 甚至可以直接 颠覆一个百年才法 此件事了 羽龙没有再久留 直接离开 看着羽龙离开的背影 李健心中 暗暗记住了这个承诺 他打算等妞妞带点之后 就拜入羽龙门下 能得到八品舞者的庇护 在物城 可以说是最顶尖的二代了 羽龙没有直接回学校 而是让黄远直接驱车 前往了皇家祖地 目前来说 那个地方是最适合羽龙修炼的 好 刚刚到了祖地 那只用来镇守祖地的六品妖兽 本来还趴在地上 感应到了主人的气息 顿时一个跳跃 丈高的身躯 停在豪车旁边 很有压迫感 当然 前提是 不看他背后疯狂甩动的尾巴 好了 羽龙摸了摸这只妖兽的头颅 大步走进了洞穴内 我要进去闭关 你在门口帮我守着 吼吼 妖兽仰天长笑 妖气澎湃 想要让羽龙放心 进入洞穴之后 羽龙没有急着拿出木盒 而是先闭目盘膝 调整了自己的呼吸 平息精神的轻微躁动 这才拿出木盒 咔嚓 手指微微用力 百年谈目锁之木盒 直接被粉碎 封存的这颗神秘眼球 直接暴露出来 羽龙目光看向这枚眼球 受到不祥之眼的牵引 大量黑色能量侵袭而来 瞬间点燃了她的意识海 无数念头爆炸开来 她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在病房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她看到了羽小月脸色煞白 躺在病榻之上 形容枯搞 她看到了王素素倒在自己怀里 大口咳血 瞳孔会暗 嗯 羽龙的双眼骤然睁开 瞳孔之中玄奥的符文爆发 这是不祥之眼 这些画面 极大的刺激了羽龙的心神 这些画面太真实了 就像会真实发生一样 哄 就在此时 惊变突然发生 这眉眼球猛然地化作一道黑光 直接装进了羽龙的左眼眼眶之中 啊 洞穴之中 响起羽龙凄厉的惨叫 第84章 全新左眼 这惊变太快了 羽龙左眼眼眶 瞬间鲜血直流 她只感觉自己左眼世界一片血红 什么都看不见 几乎已经失明 这太可怕了 左眼眼眶中 传来如浪潮一般 一波又一波的剧烈灼烧感 这种痛苦的感觉 直接让她想要发狂 跪倒在地上 羽龙不断用右手砸地面 不过片刻时间 身下就有了一个大坑 被她生生砸了出来 在这样的剧痛下 羽龙下意识全力运行不祥之眼 眼眶之中 神秘符文和黑色神光 再不断交错 在这种交锋之中 异散的能量波动 直接将羽龙的左眼 直接消融 连流出的鲜血 都被全部蒸发 只留下一片黑漆漆的恐怖黑洞 但在这片虚物之中 却又神妙地蜕变在演化 那枚黑色眼球爆发的黑色能量 和不祥之眼的波动 缓缓交融 最后竟然在眼眶之中 形成了一个新的眼睛 一个纯黑色瞳孔的眼睛 以那个神秘黑色眼球为基础 黑色能量与不祥波动交织 形成的全新眼球 这太惊人了 羽龙紧闭的双眼 足足过了一刻钟 才缓缓睁开 睁开的瞬间 左眼中有一道能量匹炼 洞射而出 这股神秘的能量匹炼 伴随着诡异的波动 荡漾开来 哦 洞口外 羽龙睁开眼睛的一瞬 六品妖兽瞬间感觉到这股波动 整个妖区直接趴在了地下 把头埋在两爪之间 妖区瑟瑟发抖 不管羽龙在心中反复下达指令 他依旧在原地瑟瑟发抖 这一刻 对这股波动的畏惧 甚至压过了对自己主人羽龙的服从 哄 虚空之中 有惊雷乍响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天道 不允许这样的眼球存在于世 与此同时 在睁眼的一瞬间 羽龙就发现自己左眼看到的世界 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不同以往的世界 他能看到虚空中的神秘法则波动 而一旦左眼闭合 他就再也看不到这些法则的波动 竟然能看到大千世界的法则波动 这只左眼太神异 对羽龙以后的修行路有不可预估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话 这只左眼根本不能是愚人前了呀 他如今的左眼太诡异 一旦传扬出去 担心被恐怖的大人物关注到 黄远 羽龙左眼微微一合 遮掩了这股波动 对着洞外的黄远开口 帮我做一个眼罩 要求轻便舒适 对人体的日常活动没有影响最好 他决定对外宣称 自己修行过程中失手 伤了自己的左眼 只能佩戴一个眼罩 他要将自己的左眼完全隐藏起来 只在关键时候发挥巨大的用处 第85章 绝望的咆哮 银科集团的能量很大 不到20分钟 黄远就不乏匆匆地回来 递出了一个小盒 龙先生 这里面是我们银科集团 最新研发出来的一种美瞳 可以营造各种不同效果的瞳孔颜色 几乎不会引人注目 黄远恭敬地递了过来 不敢抬头看羽龙的双眼 刚刚羽龙左眼的余光掠过 那种鬼秘阴森的感觉像是倾入骨髓 整个人都一片冰冷 如坠冰枯 嗯 羽龙冷淡地回应了一声 就拿出河中的美瞳镜片 他的心中也有些潸然 他不知道 现在的科技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眼罩什么的 根本就太不实用了 收敛左眼的恐怖气息 加上美瞳镜片的掩盖 羽龙的眼睛 看上去和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 羽先生 等到羽龙佩戴好 黄远神色闪过一丝交集 急忙开口 这几日 我父亲深入中云山脉 找到了那个九品妖狐的踪迹 因为先生曾经有交代 不能贸然惊扰此兽 所以只是一路前行 希望先生马上过去 什么 羽龙眼中金光暴闪 猛然站起身来 他心心念念的九品妖兽 终于有了踪迹 他现在在哪里 我们马上过去 这种时机稍纵即逝 中云山脉中危机密布 黄思海到底能在九品妖兽身后 跟到什么时候也不一定 父亲在深山中 用的卫星电话联系我们 他现在就在中云山脉东向七十里 我们可以通过 不同于前世的卫星电话 这一世 妖兽遍地的世界 想要成功发射一颗卫星上 天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无尽海之中 已经郁郁出了恐怖的妖兽 智力超绝 专门派遣了 妖将境界的妖兽 定点清除这些悬浮在大气层外 兼实现他们的卫星 想要保住一颗卫星 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 这也是他贵的根本原因 光是办理下来 一个卫星电话 就需要上千万的金钱 每分钟通话背后 更是数万 这是天价的花费 一般人家根本用不起 只要有大概位置 我就能找到它 黑色麦巴赫 化作一道黑色闪电 直接冲向了阻地之外 一路风驰电掣 朝着中云山脉 一路狂奔 开到全速的麦巴赫 速度惊人 不过半个小时 羽龙就来到了中云山脉脚下 这是距离黄丝海 最近的一个近山口 有30公里 你先回去 我自己进去 羽龙直接冲出了车门 没有片刻停顿 身形直接冲进了山中 黄元想要说什么 但是羽龙的身形 瞬间就消失在了丛林深处 二人的实力相差太大了 平时还好 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不要说帮到羽龙 哪怕跟上羽龙的脚步都做不到 现在 他在西北方向 羽龙在山中急奔 手中拿着一个显示屏幕 有一个光点在屏幕的左上角 这个光点代表着 一直打开卫星信号的黄丝海方位 这个信号 每保持一分钟 就是数万块 一路上 羽龙直接爆发了自身的气势 恐怖的气血威压 和杀伐之气开路 绝大部分妖兽都不敢抬头 这些在丛林中摸爬的妖兽 灵觉非常灵敏 羽龙身上斩杀了 六七品妖兽的凶煞气息 在他们看来 如同最恐怖的杀鸡 根本不敢动一丝一毫 羽龙疯狂在山脉中狂奔 不到十分钟 就跨过了三十公里的距离 感应到了 陡然间 羽龙目光一闪 在他的意识海中 奴硬猛然闪烁了一下 黄丝海的位置 在自己的脑海中 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我距离他 还有三公里 此刻 距离羽龙三公里的黄丝海 却不知道 自己这个主人 和自己的距离 已经不到三千米 他的面容有些枯薅 身上的衣衫 也被撕扯粉碎 嘴角流出的血迹 将领口染红 他受伤了 而此时 在他的周围 有三个长相 几乎一模一样的男子 围绕着他 虎视眈眈 刘天 黄丝海银发散乱 神色很难看 眼中的凶光炙烈 你们今天一定要与我为敌吗 这是难得一见的 铜卵三胞胎 三人从小心灵相通 修行过程中 只要有一人领悟某种体悟 另外两人 就可以瞬间掌握 这简直是堪比 羽龙身上神秘系统的逆天能力 也正是因为此 在黄丝海那个时代 刘家三胞胎 是悟成五道修行界的一个传奇 镇压同辈 根本难以匹敌 没想到你这个老小子 竟然不声不响 就突破到了八品舞者境界 刘天的面色阴厉 他是三兄弟中的大哥 本来这次带着自己两个兄弟 埋伏在此许久 黄丝海他们也不是不认识 不过就是一个老朽的七品舞者 他们兄弟三人正当壮年 三人都是七品舞者修为 加上心灵相通 通畅都可以越接而战 八品舞者都可以立敌 你们非要把事情做绝 老朽就奉陪到底 黄丝海虚发揭张 尽管刘家三兄弟联手 可以立敌八品舞者 但是也不会让羽龙这么狼狈 这是因为 他在今天上午 刚好被九品妖狐发现 给了一剂回首掏 身躯被胡爪创伤 妖气入体 面对刘家三兄弟 他才这么狼狈 斩杀 刘天声音冰冷 兄弟三人同时移动 朝着中间的黄丝海扑杀而去 这是三人的合击阵法 可以得到一家一家一远 大于三的战力 做梦 黄丝海大声怒吼 如同震怒的老师 朝着兄弟三人中的老三扑杀而去 到了这个年纪 数十年的舞蹈生涯 让黄丝海早已脱离了一起阶段 他直接扑向了三人中的老三 这个人是三人中最弱的存在 只要从这里 破开三人的包围圈 他就可以蛟龙升天 至少可以摆脱三人的纠缠 甚至找机会发杀 碰 碰 黄丝海薄命而击 鲜血蹦射长空 浩荡的气血席卷 这片山石都被炸碎 挡住他 刘天大声咆哮 他和黄丝海有多年的夙愿 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 自然要将其斩杀 合击阵法流转 六年兄弟三人的气血相连 竟然生生挡住了黄丝海的舍命突围 可恨 可恨 黄丝海仰天长笑 须发结张 体内的妖气还在疯狂弥漫 进一步拉低他的战力 他感觉到自己可能要陨落在此 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你们陪葬 黄丝海双目赤红 体内真气疯狂暴走 准备与狄邪王 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绝望的咆哮 没有任何意义 第八十六章 羽绒的真正实力 轰隆崩 这道声音低沉魂后 瞬间抚平了黄丝海体内暴动的气血 原本要与狄邪王的暴裂气势 也瞬间消退 羽先生 黄丝海眼中透出无比的惊喜 下一刻他就要燃烧惊血了 羽龙的出现让他的心神瞬间平静了下来 他知道 他不用出手了 现在 看我怎么正杀这三人 羽龙一脚踏入刘家三兄弟的包围圈中 身躯如神铁 体内气血涌动散发出浪潮的声音 巨浪滔天 哄 话音刚落 羽龙的双拳涌动 熔炉拳翼席卷天地灵气 瞬间化作晶圆的潮汐冲向刘家三兄弟 浩荡的气血脾炼以羽龙为中心 虚空中产生肉眼可见的波纹 朝着四周荡漾开 刘天三兄弟神色一变 这股波动很强烈 他们三人的合击阵法 瞬间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好威风 好煞气 刘天三兄弟连连后退术步 才化解了羽龙这一击 太强了 刘家三兄弟脸上神色一白 目光凝重地对视一眼 只是这么一拳 羽龙体现出的实力就已经远超了黄思海 神术 智序 手掌在虚空紧握 一枚血红色长矛骤骤然凝聚 恐怖的杀气在场中炸开 长矛从虚空中缓缓落入羽龙手中 此刻 手握智序神矛 他就是这片天地智序的掌控者 哄 羽龙眼中寒光一闪 手臂猛然用力 秩序神矛 直接朝着三兄弟中最强的刘天击射而去 不 刘天惊恐大叫 瞬息之间 弥漫在天地之间的杀气 骤然凝聚 随着神矛的锋芒所指 瞬息灌入刘天一石海 这是前所未有的 恐怖杀气 在这股杀气的冲刷之下 刘天的思维 直接停滞了一瞬 眼前被无比浓郁的红光 充斥整个世界 这一瞬 就是生死之格 血红色长矛 瞬间洞穿了刘天的胸口 神矛红光大放 解体化作了最原始的天地灵气 产生的巨大爆炸力 让刘天整个身躯 骤然四分五裂 体内的鲜血 都被瞬间蒸发 只有干枯的血肉 四处散落 一招击杀七品五者 这太恐怖了 刘家三兄弟 剩下的刘帝和刘璇 顿时脸色煞白 如坠冰枯 他们没想到羽龙 竟然一招 直接斩杀了 他们的大哥 那恐怖的血红色 长矛太强了 他们谁都没有办法 接触下一谋 这种层次的攻击 哪怕是普通八品五者 都做不到这一步 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 刘帝刘璇二人 对视一眼 瞬间读懂了 对方的所思所想 逃 二人身形如垫 猛然朝着不同的方向 狂奔而去 羽先生 我马上去追这边的刘璇 黄丝海神色振奋 这三人和他 有数十年的速仇 今天更是险些 置他于死地 这样的机会 必须不能放过 除恶无尽 斩草除根 几十年的老修士 没有一个 是心慈手软之辈 不需要 羽龙神色冷漠 嘴角还挂着一丝 轻虐的笑意 他们再快 又能有多快 打了一个响指 袖口之中 几根闪烁着 幽光的金针符 献而出 此时身边 只有黄丝海一人 有奴硬控制 他今天展示的机密 不可能传到 第二个人口里 刘帝刘璇二人 此时已经狂奔出 数百米远 密林之中 几乎就要 失去二人的踪迹 羽龙只是冷笑着呢喃 你们再快 还能比念头快不长 金针瞬间消失不见 被羽龙的精神驾驭 直扑向远处的二人 扑 下一瞬 远处密林中 就传来了两声低沉的哄响 是刘帝和刘璇倒地的声音 两道幽光一闪而逝 回到了羽龙秀中 这道光是什么 黄丝海 一是为了斩草除根 二是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 身形已经前冲 所以没有看到羽龙祭出的两根金针 他只看到了一道幽光 从身边一闪眉 尽管知道羽龙 对自己绝对没有恶意 但是这种感觉 依旧让他胆寒 这个少年 还不到二十岁啊 知道羽龙的真实身份 他更是激动地微微颤抖 不到二十岁 就有了这样的武道成就 哪怕如武王 燕小小 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有多强 不过也只是 三四平武者罢了 等到他达到春秋鼎盛之时 会是什么样的修为 一念及此 黄思海激动的浑身战里 能成为这样人物的奴仆 恐怕都是一件天大的机缘 不同于黄思海的激动难当 羽龙则是双目微眯地站在原地 片刻之后 才默然睁开双眼 可惜了 这个叫刘天的 实力最强 满身气血 却已经被秩序神毛捅爆 一散到四面八方 秩序神毛的威能太强了 炸飞的气血 连系统都来不及回首 这也是羽龙及时收手 对逃走的二人 使用金针抹杀 否则幻化出万千长矛 这刘家三兄弟 还不被磨灭成戒粉 好在还有剩下两个安慰奖 羽龙脚步一动 分别来到了刘帝和刘璇面前 吸收了他们的全身气血 二人双目圆瞪 眼中还残留着惊骇恐惧 已经马上就要逃出升天的狂喜 这一切复杂的情绪 都被最终凝结 金针瞬间透入脑水 锐金之气爆发 直接绞杀神魂 这个过程快到不可思议 让他们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死不瞑目 羽龙一念调出视线前方的系统界面 气血 100K斗 脑欲 45K念 灵能 19K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熔炉全意 入门 秩序 一层圆满 不祥之眼 入门 两名七品舞者的气血 被系统吸收 转化为灵能 羽龙气血蒸腾 整个人如同燃烧的巨大火炉 身体周围的空气温度 都升高了上十度 似乎第五道枷锁 也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羽龙低声呢喃着 他对体内的情况 动若观火 他现在四品舞者 已经有十万斗气血 哪怕竭力压制 第五道枷锁 也在微微崩裂了 他的实力太强了 体内这些天生的枷锁 根本无法阻拦他 突破在他这里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只是面对这种情况 羽龙却是微微皱眉 似乎有些惆怅 拜托 不要这么早突破呀 他还想在每个阶段 都尽可能打磨气血 到圆满 全身的毛细血管 都被羽龙气血冲刷开拓 在体内形成了 宽敞通透的经脉网络 气血在体内运行的大周天 比其他普通舞者 快十倍不止 如果被那些修炼上十年 还卡在瓶颈上的舞者知道 羽龙的抱怨 哪怕明知打不过 也要拼死朝 羽龙脸上吐两口唾沫 没什么其他原因 就是单纯的气不过 如飞人 如圣狗 第87章 九品妖兽踪迹 羽先生 看到羽龙 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黄思海小心翼翼地开口 嗯 怎么了 羽龙现在大半的心神 都用在压制体内的枷锁碎裂 羽先生 这几天 一直跟着的九品妖兽 在这里被跟丢了 可嗨嗨 黄思海咳嗽了几声 脸色还有些苍白 体内的九品妖气 一直在肆虐 没有得到彻底的化解 你的伤势有些重 羽龙眉头微皱 因为奴硬的缘故 羽龙对黄思海体内的伤势 比黄思海 自己还要清楚 看来这只九品妖兽的 实力下降的厉害啊 羽龙眼中金光闪动 如果是全盛时期的九品妖兽 一旦对八品舞者发起攻击 几乎不可能生还 这是天倩一样的实力差距 哼 挥手一道精纯的气血元气 打入黄思海体内 瞬间将其体内残余的九品 妖兽妖气冲散 滋补其重伤的身躯 黄思海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血色 可嗨嗨 多谢羽先生 尽管二人有奴硬为证 黄思海依旧是称呼的羽先生 羽龙也没有真的 把黄思海当奴仆看待 咳嗽了两声 体内气血里顺 黄思海把刚刚没说完的话 继续说下去 尽管我跟丢了九品妖兽 但是在他突然反身 对我出手的时候 我留下了皇家特制的 一种信号追踪器 黄思海沉申开口 这种追踪器 是我们皇家数百年来 专门为了抓捕妖兽 回来圈养 而开发的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 对妖兽的迷惑性很强 几乎很难被感知 说到这里 黄思海迟疑了一下 但是我们这种产品 最多是曾经运用在 七品妖兽身上 不曾被发现 但是九品妖兽 之前想都不敢想来招惹 这样的存在 要不是有羽龙在背后做支撑 遇到这样的妖兽 哪怕受伤 它也是有多元躲多元 打开了电子显示屏幕 一道快速移动的黑点 出现在屏幕上 这个点就是九品妖狐的具体位置 羽龙把显示屏拿在手上 对着黄思海说道 你回去好好养伤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我就行了 又看了一眼屏幕 羽龙快速朝着 密林伸出进发 他对这只九品妖兽 志在必得 而黄思海跟在身边 对他没有丝毫帮助 中云山脉很大 羽龙没有一个人独自跑 他必须把持完美的状态 一把抓住路边的 一头五品妖兽 随手甩出一个奴硬 驾驭妖兽 作为山脉中的代步工具 好 兽吼声在山脉中回荡 羽龙看着屏幕上的光点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直到某一刻 脚下的五品妖兽 突然发出一声哀鸣 整个妖区奔跑的速度 越来越慢 头颅不断摇动 打着响鼻 似乎开始变得焦躁 他在害怕 在恐惧 这一路羽龙距离 九品妖狐的藏身地 越来越近 一路上 九品妖狐都留下了 微不可闻的毛发和体味 一路行来 他嗅到的味道 越来越浓烈 妖兽的直觉 告诉他 正在踏足一个 恐怖的王的领地 一旦激怒了那位王 一定会死 嗯 奴硬相连 羽龙第一时间 感觉到了坐下的 妖兽意识 开始在挣扎 这是来自妖兽领域 天生的血脉压制 羽龙看了一下显示屏 此时显示这只九品妖狐 距离自己不到 二十里了 距离二十里 竟然就有感了吗 羽龙心中惊叹 他现在的感知 都还没有感知到 这只九品妖兽 继续前进 羽龙念头下了命令 尽管他很抗拒 也依旧在往前走 只是越往前 他的妖躯 颤抖得越发厉害 再走了十里 羽龙坐下的妖兽 彻底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不敢再往前走 前方越来越浓烈的 九品妖兽气息 让他这个可怜的 五品妖兽 几乎要神魂剧烈 哦 妖兽在哀鸣 羽龙想要 继续驱使他往前走 可是在自己血脉天性 和奴硬压制的 两种伟力之下 五品妖兽的兽魂 在急速颤抖 奴硬也在意识海中 绽放光芒 这就是奴硬的极限吗 不能战胜妖兽的血脉本能 好 下一刻 五品妖兽 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 整个神魂 被这两股 截然相反的距离拉扯 直接瞬间爆开 化作满天的光点 他的神魂 直接爆碎了 妖躯在巨大的惯性之下 直接撞到了地面 双目瞬间失去生机 变成了一具尸体 羽龙飞身跃下 回头看了一眼丈高的妖兽尸体 目光之中若有所思 这个奴硬 还有改善的空间 不光要让被控制者的意识成辅 甚至要抹去他 最本能的血脉反应 将这个念头彻底压下 羽龙身形如垫 继续朝着山脉深处垫射而去 随着继续深入 羽龙直接来到了 整个山脉的最深处 这已经比当初 他斩杀三只准兽王的地方 更加深入了 半年不见 山中已经再度有 强大的六七品妖兽在滋生 暗中无数强大的生灵 在注视羽龙 怎么回事啊 羽龙第一时间感觉到了 这些注视让他的灵觉 都有些站立 浑身的鸡皮疙瘩瞬间起来 以他如今的修为 一般的七品妖兽 都不会被他放在眼里 只有八品妖兽 才会对他造成威胁 可是现在 这片山脉之中 竟然有不下于三道目光 让他有危机感 至少不下于三只八品妖兽吗 羽龙心中惊疑 这些层次的妖兽 不应该存在中云山脉 好 就在此时 一头苍茫的妖兽怒吼响起 整个山脉都在地洞山摇 无数的山石崩裂 百年老树被崩断 这是什么声音 羽龙身形一个停顿 这道声音背后的主人太强了 一定是那只九品妖兽 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突然意识到 这只九品妖兽 似乎不是那么好惹的 看了一眼手上的屏幕 羽龙目光一闪 一把将显示屏捏爆 双目微微眯起 看向远方 这种层次的妖兽 真的会被这样简单的人类科技暗算吗 只要一个轻微的妖气震荡 这种仪器瞬间就会失灵 就算银科集团有特殊的技术 也不可能顶得住九品妖兽的妖气冲刷 羽龙想起了 自己在物城五大图书馆看到的一本藏书 当妖兽到了九品这个层次 除了不能张口吐露人言 智慧已经和人族无异 甚至因为兽族寿命 悠长的缘故 一些存活数百年的九品妖兽 其老谋深算 布局之深远 大多数人族智囊团都远远不如 第88章 五王传说 啊 聂畜 果然 随着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寿吼声传来 紧随其后的就是人类的惨叫声音 羽龙躲在一旁 目光如电 黑色左眼幽光缓缓流转 他看到了山脉深处 一头四尾狐狸的巨大虚影 每一只尾巴都幻化成了巨大的枷锁 横扫周围十多道身形 这十多道身形任何一个放在八省 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最低的修为都是八品 甚至还有几人是九品修为 这种阵容太强了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事行走 但是此时的他们 却踏入了妖狐精心布置的陷阱 根本无法抽身 这一头孽畜根本没有重伤 我们中计了 这些人都是被九品妖兽的名头吸引而来 这是没想到 说好的重伤妖兽 瞬间变成了恐怖的大凶之兽 山脉深处 有璀璨的神光在爆发 气血匹炼和天地灵气疯狂纠缠 抵御来自四位狐狸的索命攻击 轰隆隆 妖狐太强了 其每一条尾巴上 都有恐怖的天赋神通 幻化出无数的虚影 瞬息之间就有四人被轰成粉碎 不 快逃 剩下的人全都心神大害 急忙朝着外围想要逃去 但妖狐的尾巴却是无限延长 再度侵扰向其中的四人 而其他人看到此景 心中顿时大喜 死到有不死平道 只要逃出了妖狐尾巴笼罩范围 他们就可以彻底逃离此地 这时 羽龙躲在暗处目光一宁 似乎想到了什么 这只妖狐四围笼罩虚空 锁住了三个方向 而若隐若现流出的方位 就是暗中几只八品妖兽的所在 这绝不是巧合 羽龙神色难看 怕是要糟 暗中这几只八品妖兽 藏匿得极好 要不是羽龙恐怖的脑郁强度 他也根本发现不了 这几只八品妖兽的存在 果然 下一秒 三头八品妖兽 猛然从藏身之地扑出 将经过此地及时逃命的人 瞬间扑杀 啊 惨叫声不断 太意外了 猝不及防 面对八品妖兽有组织的偷袭 这些九品武者都要隐恨 这些逃窜的修士 又有数人连挣扎都没有来得及 就直接陨落 叽叽 一头穿衫假模样的妖兽 静直扑向一名黑衣男子 整个人是完美的流线型 妖气加持之下 可以洞穿神铁 灭障 黑衣男子神色大变 他不过是八品武者 根本无法抵挡这一击 咔嚓 生死之间 男子直接捏碎了手里的一枚玉剪 一股恐怖的气息 突兀地出现 砸子这片虚空之中 在这股气息出现的瞬间 这片天地的灵气瞬间暴动 被不可思议地伪力凝聚 一根由天地灵气组成的恐怖手指 从虚无中诞生 竟然还伴随着若有若无的呢喃声音 五 这个字 如同九天雷霆乍响 灵气手指瞬间凝聚成形 遮天蔽日 静止按在了迎面扑来的八品妖兽穿山甲身上 吼 一声淒厉的怒吼声 穿山甲的身形瞬间倒飞而出 八品穿山甲的护体 妖气本就以风锐见长 结果在瞬息之间 就被这根手指直接点破 妖气溃散 头颅上风锐的灵甲四处崩散 半边头颅都被这一指按塌陷 这一指 直接废掉了这只八品妖兽 五王执法 旁边一人浑身金光大放 整个人像是太阳一般 爆发出炙热的神芒 一股霸道的波动 在这片天地回荡 天地灵气驾驭着恐怖的学术 将一头扑向自己的八品妖兽轰开 这是九品学者 九品学者 这是在八省很少见的人 击退了八品妖兽的攻击 金光学者目光扫过虚空中的手指 目光一鸣 这一指 早就听闻昆蓬武道馆内有五王的护身执法 没想到在灵馆主身上看到了 这个黑衣男子 就是昆蓬武道馆八省总负责人灵战 吴先生 见笑了 还好这几年在八省做的工作馆主认可 赐了我一枚护身御检 灵战的修为 不过是八品武者 面对这种程度的袭杀 他第一时间就拿出了自己的保命底牌 这是五王强者的绝世一击 可以镇压一切敌 躲在一旁的羽龙眼中 同样无比震撼 这就是五王的实力吗 只是通过御检存储的一击执法 竟然就有这样恐怖的威能 几乎可以媲美九品武者的权力一击 不过我这玉佩 也就只有这一击之力 还好有吴先生 凭借九品学者实力忽悠我等 灵战略显恭敬地拱了拱手 九品学者身上的金光散去 露出了真容 是一名鹤法童年的老者 吴破军 黑暗之中 羽龙目光紧紧地盯着这尊老者 因为他斩杀了吴家两名族人 为了防止可能的报复 羽龙查阅了吴家的各种资料 吴破军作为曾经的理学院教授 其公开的资料很多 最重要的是 羽龙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九品学者 整个物城就只有吴破军一人 外界传言的吴破军是在必死关 却没想到他此时 会出现在中云山脉深处 这也正常 九品妖兽对他的突破 同样有很大的作用 此时 经过妖狐和八品妖兽的扑杀 靠近九品妖狐的十多个人 只剩下了三人 九品学者吴破军 昆蓬武馆馆主临战 以及另一名侥幸重伤不死的九品武者 这一场 八省的人族强者 险些被坑杀殆尽 这是整个物城 整个八省的最顶端战力 今天的局面 明显就是这几只畜生部的局 吴破军目光有些晦暗 神色阴沉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移不住一中了一只畜生的计 也就是说 这只妖狐不是重伤落难到这里 而是专门 为了引诱我们这些人来此 灵战有些难以置信 这很有可能 这些九品妖兽的智商 早已经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开发 布下这样的局 完全有可能 关键是在这只九品妖兽背后 是否还有更加恐怖的存在 几人神色有些难看 除了被五王指当场废掉的 穿山甲妖兽以外 另外两头妖兽 根本没有大碍 最关键的是 那只九品妖狐 已经另外想要逃跑的四人袭杀 踏着优雅的步伐 缓缓来到三人面前 妖狐两只毛子 有绚烂的神光 目光饶有兴致地 打量幸存的最后三人 就像是打量属于自己的猎物 第八十九章 一纸就够 九品妖兽的威压太强了 如鸢如海 浩荡不可匹敌 九品是这一阶段的顶峰 八品和九品的差距 比八品和一品的差距还要大 这不是普通的九品妖兽 吴珀君神色凝重 同阶之下 理学强者可以镇压妖兽 但是这个九品妖狐本 就是天地之间罕见的一种 看着妖狐背后 四条微微晃动的尾巴 吴珀君似乎想起了某些古籍上的记载 这是九尾狐的血脉 传说中 隐藏在吴靖海深处的九尾狐狸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不同于陆地上的妖兽 在人类的圈养下瑟瑟发抖 只有当年逃入吴靖海的妖兽 还保留着最原始的野性 其中 九品之上的妖将妖王 数不胜数 多年前 华国曾经有一名国士 带领三名院士强者 探入吴靖海深处 结果 遭遇了大恐怖 三名院士强者全部陨落 只有国士强者 带着满身的伤痕 亮亮呛呛地回到了陆地 结果受伤太重 整个修为都跌落到了院士境界 而这位国士强者 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 当年就是在吴靖海深处 遇到一只身有八尾的狐狸妖兽阻击 八条尾巴化作了八道法则神链 瞬息之间 就将三名院士强者轰杀 这个消息 当年也惊动了全球各国 人们第一次认识到 吴靖海中 还潜藏着这种层次的恐怖妖兽 吴靖海中的妖兽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某种程度来说 人族和妖兽 就是化江而至 陆地属于人 而吴靖海属于繁衍千年 反而妖兽 吴靖海中的妖兽上岸了吗 这背后的寓意 恐怕会让个大国都睡不着觉 此时 九品妖狐来到了三人面前 目光之中流露出 极为人性化的细血之色 人族不过如此 一声有些稚嫩的嗓音 突然响起 像是孩童的医押血语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在场三人神色大变 眼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惊骇之色 口吐人言 这是堪比人类宗师境界的 妖将才能做到的事情 如今竟然从一个九品妖兽口中冒出 简直让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场最老成稳重的吴珀君 此时都忍不住失声尖叫 到底是什么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哼 父王还跟我说 陆地很危险 却也不过如此 妖狐看了一眼三人 他的实力是九品的最巅峰 这些九品武者学者 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能在九品就口吐人言 是因为他体内的血脉太过高贵了 是罕见的一种 天生的王者 他的父王 哪怕在吴靖海最深处 都是屈指可数的王者 却从小教育他 不要轻易上岸 他这次都是偷跑出来 依靠高贵的血脉和实力 收服了一些八品妖兽 他想要做出一些成绩 这样 父王身边的那些大臣 就不会在这里嚼舌根 没有人敢再质疑 他对那个王位的继承权 喂 你刚刚甩出的那个手指 还有吗 妖狐饶有兴致地问灵馆主 在他眼里 只有刚刚那个虚空凝聚的 执法未能惊人 似乎可以对他造成威胁 哄 不等灵馆主回答 一旁的吴破君神色一粒 暗中施展了一个玄妙的学术 周身灵气绽放 瞬间拖起他的身形 电射而去 可惜 妖狐三道尾影无限延伸 瞬间跨过了空间的限制 直接缠绕住吴破君四周的空间 灭障 吴破君瞳孔紧缩 一旦被这三道虎尾裹住 恐怕寝客之间就要生死盗销 生死危机之下 吴破君只能使出压箱底的招式 邪人伞 他体内的灵气瞬间在经脉中逆流 浑身经脉都被撕裂 精血熊熊燃烧 头上的青色都瞬间白了一半 与此同时 吴破君爆发出了数倍的气息波动 气息直逼宗师境界 这是消耗根基和兽源的保命之术 吴破君浑身都在闪烁着烟红的血色广袤 这是他燃烧的精血在外放 恐怖的灵气波动 瞬间撕裂空间 撑开了三只虎尾的围剿 吴破君直接朝着远处冲去 哼 自己的攻击被击退 妖狐目光一冷 你们人族不是一向自虚理一只帮 结果在我说话的时候突然离去 这可不是礼貌的行为啊 妖狐身上轻光一闪 似乎是什么炫耀的盗蕴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出现在吴破君面前 缩地长寸 咫尺天涯 这就是妖狐的天生神术 本命神通 虎爪漠然一探 所过之处 整个空间都在微微颤动 似乎不抵爪尖的风锐 破 吴破君仓皇之间 只能双手护在胸前 想要挡住妖狐这一爪 在这股距离之下 吴破君的双臂 直接鼓断惊蛇 整个人如同出汤的炮弹一般 落回了原地 重重落到地上 吴破君的身躯四处喷血 整个人神色都破败不堪 妖狐这一击几乎重创了他 加上仙人伞功法的反噬 他现在体内的情况一团糟 难道老夫要陨落在此地吗 吴破君眼中闪过一丝哀色 他本来在隐秘处闭关 结果就听说了 九品妖兽在中云山脉出现 九品妖兽的血肉宝骨 都对他的修行有巨大的好处 可是万万没想到 这不是戴宰的羔羊 而是是人的凶兽 你们这些人 大概是在陆地上 杀戮我们妖兽习惯了吧 妖狐没有急于杀他们 在我们吴敬海 对于陆地上的妖兽 我们根本就不是看作同族 他们更多的是 你们圈养的家禽罢了 没有经过吴敬海中 血腥杀戮的洗礼 这些偏安逸于的家禽 实力低下的可怕 也让你们造成了错觉 以为所有妖兽都是如此 所以今天 我就是来纠正 你们这个概念 妖狐尾巴一动 直接将之前就重伤的九品武者 直接击杀 虎尾抽动 直接将武者的身躯 抽成了漫天的血肉残渣 灭障 爷爷性命在此 来取吧 灵馆主胆气还在 整个人神色猙獰 逃跑不过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在死前打掉他一颗牙 哄 他不退反镜 仿佛站在面前的 不是实力恐怖的妖兽 而是一只小猫小狗一般 有点意思 一个脆弱不堪的八品武者 竟然也敢冲过来 妖狐嘴角裂出一个锋利的弧度 可惜你没有了那样的执法 否则 十个八个扔出来 我恐怕也要退避 现在不过是死前毫无意义的疯狂 浮游汉术罢了 虎伟清白 就要直接将面前这个不自量力的男人 轰成碎渣 就在此时 一道飘渺的声音 骤然从天际传来 十个八个的执法 天际的声音 以无比惊人的速度在接近 我觉得 对你这个九品小狐狸来说 一纸也就够了 第九十章 武王现身 一纸就够 这道飘渺的声音 移动速度太快了 刚刚想起时还在天边 等到最后一个字落地 就来到了境前 最先来到众人眼前的 就是一根与刚才别无二致的手指 而与刚刚不同的是 这根手指更加凝实 散发的气息波动更加浩瀚 霸道 什么 最先神色大变的 就是九品妖狐 在手指出现的第一时间 冥冥之中的契机 就锁定了他本尊 这股气息太霸裂了 直接让他妖躯的 毛发阵阵炸起 这是遇到生死危机之时的 本能反应 好 妖狐仰天狂笑 不敢再有任何猫系老鼠的心态 全力出手 身后四根尾巴 猛然爆发出璀璨的神光 似乎各自连通了一个小世界 海量的神力 从背后汹涌而出 四色神光 在虚空中冲刷 想要磨灭这根恐怖的指印 与此同时 妖狐身形瞬间移动 想要脱离 执法契机的笼罩范围 但是 令他惊骇的是 自己血脉中流传下来的 本命天赋神通 可以跨过空间的阻隔 竟然无法摆脱这门执法的锁定 砰砰砰 虚空之中 四色神光占据了大半天空 却依旧被这根手指瞬间捅破 这一指 似乎有无敌的奥秘 静止洞穿神光 落在了妖狐身上 好 妖狐眼中第一次 失去了淡定从容 一切尽在掌控的超然感 这一指向 是一座太古神山 静止落在他的妖区上 直接炸开了一个 拳头大小的血洞 要知道 妖狐整个妖区 也不过半米大小 这幅妖区是被自己父王 走遍整个无尽海 耗费无数珍惜宝要熬练打磨 强度堪比上平保器 此时 直接被这一指洞穿 在悟城 在八省 不可能有这样的强者 妖狐趴在地上大口咳血 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 这道执法 携带的霸道静力 在他体内四处乱窜 破坏他的经脉妖区 不让他的伤势 有任何好转的机会 而此时 巫破君三人 同样被突然出现的这道指引 惊得双目圆瞪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在刚刚 他们几乎已经绝望了 却没想到 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转机 生死之间 他们的意志都失守了 这 这 这是 三人之中 八省的昆鹏 武道馆总管主神色 都呆滞了 看着这一道指引 整个身躯都在微微颤抖 激动的 都要说不出话来 管主大人 是管主大人 一定是管主大人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 这样的执法 全天下 只有自己那位管主一人 可以使出 管主大人 是您吗 林管主双手抱拳 激动的对着密林深处询问 武王那样境界的存在 除非主动散发契机 否则他根本就感应不到 管主 看到林管主的感应 吴破军和另外一名九品武者 都不由得神色一惊 能被昆鹏武道馆八省总负责人 尊称为管主的人 只有那一个 武王 地球武道最高境界的代表人物 小林子 你这实力怎么和我上次看到你的时候 没什么长进呢 果然 下一刻 一个身形瘦小的男子 从林中走出 声音有些戏血 这就是武王 他虽然天生身材矮小 身上霸道强横的气质 却毫不违和 在出现的第一个瞬间 就成为了全场绝对的中心 除了林管主 吴破军和另一名九品武者都是 第一次见到武王本尊 心神都为之所夺 我自知有些愚钝 这几年 陷入八品武者的瓶颈 很难再有进步 面对武王的质问 林管主也是一声苦笑 放屁 武王挥了挥手 一脸不屑地抨击 武者意图 哪里有什么瓶颈 不过就是勇猛精进罢了 不愧是武王 说起话来 都是霸气侧漏 就算真的有瓶颈 也是 武王轻声呢喃了两句 却没有人能听到 好了 你们几个 负责把旁边这几头八品小兽拦住 这点小事 没有问题吧 吴破军三人一愣 连忙应答 我等自然竭尽全力 三人嘴角抽了抽 这几只八品妖兽 凶威滔天 自己等人 要想震杀都需要竭尽全力 显向还生 结果在武王眼里 只是几只小兽 武王没有理会几人的内心活动 而是转头 看了一眼九品妖狐 闻着你身上海水的腥味 还刺鼻 恐怕是刚刚 从无尽海里爬出来的 武王 九品妖狐挣扎着站起来 我知道你 你是九品舞者 他不相信 同样是九品 在他的感知里 面前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气息 却顶天立地 恐怖的气血波动 直冲消汗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这太不科学了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想起 自己的父王 曾经为他列数过大陆上 各个强者 除了清一水的国事院士之外 两个九品舞者舞王 燕小小同样榜上有名 两个九品舞者 值得父王这样推崇吗 很多宗师 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吧 他曾经这样 问过自己的父王 却没有得到 真正的答案 直到现在 他亲身感受到 我曾经在儿时发下誓言 吴敬海 一旦有妖兽上岸 我必斩杀之 武王的身形矮小 却有恐怖 如火山的气血能量 在潜伏 身形漠然一动 他最强悍的功法 不是这门执法 轰轰轰 如火山喷发的气血 在翻腾 周围的灵气 都被这股气血倒卷而上 萦绕在武王周围 化作绚烂的护体神钢 整个人如同 金焦铁柱一般 一举一动 都有恐怖的轰鸣 静直扑向了九品妖狐 这是 权益 躲在一旁的羽龙眼中 神光大放 此时武王赤手空拳 每一拳都有 玄妙的意境波动 绝望 霸道 不屈 破灭 武王的权益太宏大了 黄黄然如大日悬空 炙烈无比 潜伏在一旁的羽龙 看得目眩神秘 他有种感觉 自己如果可以 一直观摩这股意境一整天 自己的权益 必然也会有志的突破 相比起来 羽龙发现自己的权益 就像刚刚出生的昭阳 威能远不能和其相比 但是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的权益必然不会输给武王 羽龙眼中依旧自信 身为武者 可以坦然 承认自己的不足 却不能失去进取的心境 对武王的权益 感悟太渴望了 羽龙悄然弥漫自己的感知 靠近了战场的中心 想要感悟到更多 瞬息之间 这股权益就降临到妖狐身上 妖狐也是爆发自己的 全部天赋神通 想要抵挡 好 虚空弥漫着权益 和四色神光 妖狐连连咆哮 左突右冲 想要冲出权益的封锁 却始终无法做到 武王的权劲 如怒海波涛 一波一波侵袭 妖区再度遭到重创 被武王镇压 堪比上平保器的妖区 都不满裂痕 几乎要军裂 不出片刻 这只骄傲的九品 妖狐就要死在当场 然而 此时妖狐身上一根金色的蚝毛 猛然绽放神光 一股羽龙 从未感受过的 气势在虚空中凝聚 形成了一只妖狐虚影 这只妖狐 有八位 第九十一章 强强碰撞 父王 虚影出现的一瞬 妖区不满裂痕的 妖狐痛哭失声 身为吴敬海王者的唯一子嗣 他的压力太大了 无数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 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的平庸 王的子嗣 必须是精彩绝艳的 必须是傲视同阶的 必须是无比骄傲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 偷偷跑出来 吴敬海休养生息千年 其底蕴不可想象 早已经开始了 对陆地人族诸国的图谋 数百年来 也埋下了无数的暗手 布局深远 而这一次 他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实力 做出一番成绩 上岸半年来 以这种方法 坑杀了华国四省数十位 顶尖八九品修士 以他的实力 哪怕九品学者 都只有被他镇杀 只要没有引出那些 宗师以上的理学修士 那就是无往而不利 可是没想到 九品舞者中的两个异类 武王和燕小小 他今天居然撞到了 其中一位的本尊 直接就让他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被武王的恐怖权益镇压 顷刻之间 就要殒命 这也激发了 他父母留在他身上的静置印记 这位无尽海中的王者 第一次将手段 在大陆之上显化 八尾妖狐的虚影 遮天蔽日 整个中云山脉 似乎都变得袖珍起来 虚影出现的一瞬间 天地灵气 像是滴入了冷水的废游 都在瞬息之间暴动 一股恐怖的犀利出现 将方圆百里的 天地灵气 瞬间惊吞 甚至因为吞噬得太快 更远处的天地灵气 都没来得及蔓延而来 这一刻 在羽龙上空 形成了一个 方圆百里的灵气真空地带 下一刻 更远处的灵气 才化作汹涌的潮汐涌来 只是一道印记 都有恐怖滔天的威士 而八尾妖狐的虚影 在侵吞海量灵气后 生出了一道灵体 它的实力太恐怖了 哪怕方圆百里的灵气公养 只能生出一道 巴掌大的八尾妖狐灵体 嗯 八尾妖狐缓缓睁眼 双目有些晦暗 第一次发出了声音 灵友了 还差点妖气 碰 碰 碰 话音刚落 从虚影出现的瞬间 就趴在地上 如同陡筛的三只八品妖兽 庞大的妖躯 瞬间如同吹胀的气球 一般炸开 妖气 骨骼 血肉全部被八尾妖狐吞噬 这下差不多了 这只小小的灵体 人性化地打了个阁 摸了摸肚皮 迷你的身躯 上妖气滔天 目光化作两道血柱 落在了武王身上 凡人 是你要残害我的子嗣 哪怕只是一道印记 八尾妖狐的目光 沉重如上古神山 全身骨骼咔吱作响 另外三名修士 更是直接被鸭趴在地 头都无法抬起 在八尾妖狐面前 他们甚至不配抬起头 这还是大半威压 被武王一人承受的情况下 躲在远处的羽龙 同样没能逃过 高层次的生命 体堆弱小的个体 自有恐怖的压制 只是距离上远 加上羽龙 有权益 和超强脑欲加持 能够勉强抬头 直视前方 三胜有令 武王咬着牙 一字一句地道 全身气血 疯狂蒸腾 他以气血 和权益包裹己身 来对抗八尾妖狐的威压 无尽海中 九品之上 不得上岸 否则 灭族 这是当年人族 三圣斩杀妖皇之后 以无上法力 在无尽海上 空险化的圣人法旨 万寿无不臣服 不敢狂笑而抱怨 呵呵 八尾妖狐轻笑 目光洞察一切 这一身气血雄壮 你就是武王吧 不错 武王体内 琵琶声音不断 己量在这股威压之下 越发笔直 他不屈服 现在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需要拿千年前的 三个死人 来震受我 八尾妖狐目光之中 饶有兴致 千年前就腐朽的三圣 他们的法旨你觉得 可以还震受我 亿万妖族多久 无穷岁月 三圣岁不在 其阴魂却不朽 只要我人族 还有一息尚存 自然要镇压 你们妖族 无穷岁月 武王眼中有神光暴闪 一股霸绝的气势直冲消汗 竟然打破了 八尾妖狐的压制 我只是要证告你 人族不可欺 至于你现在的这道法身 也就是样子唬人吧 除了这股气势 你真实的实力 恐怕不足以震杀我 否则又岂会说这么多的废话 多年前那一战 你的伤势 恐怕依然沉重 八尾妖狐沉默了 多年前 那闯入无尽海深处的几人 那一战 绵延数千里 厮杀的昏天黑地 无尽尸骸 在海面沉浮 尽管三名院士 被他当场击杀 血飘三万里 化作了无尽海 亿万妖族的血石 但那个国士强者的实力 却很惊人 似乎是专门研究 水力方面的超凡国士 控水智能惊天动地 举手投足之间 无尽海都会掀起 惊天巨浪 竟然生生从他率领的 千万妖族包围圈之中 杀了出去 还重伤了他 如果仔细看 就会发现 比起其他几尾 八尾妖狐的三条尾巴 竟然要短上一截 而那个国士 他后来 也查出了他的名字 严凯 传言 曾经得到过 部分圣人传承 在国士之中 晋升时日不长 实力却丝毫不逊色 老牌国士强者 是华国最顶尖的人物之一 纵然本王 有伤在身 却也不是你这个 小小武王 可以放肆的 八尾妖狐神色一粒 巴掌大的灵体 像是充气一般膨胀起来 瞬间化作奇人膏 哼 武王和八尾妖狐 瞬间碰撞在一起 全境和灵气风暴交错 瞬间崩碎了 四周的山石 旁边一座假山 直接被崩成戒粉 两人身形电视而出 不约而同地远离此处 无论是吴破军等人 还是重伤的四尾妖狐 都经不住 他们战斗的余波 哼 随着二人的远离 战力全面爆发 视线所及 只有气血全意 和灵气神光弥漫虚空 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战况 这样的大战 错过了 实在太可惜啊 始终趴在草丛之中的羽龙 低声嘻喃着 神色很兴奋 能观看武王 和无尽海王者化身的厮杀 对他的武道修行 大有好处 哇 左眼之中 浓郁的黑色瞬间填充 整个眼眶 像是有一片深渊埋葬在其中 不祥之眼 瞬间洞穿虚妄 直接看到了 身处二人的厮杀 甚至连每一招灵气 气血的诡计 都被他洞察 这些都是武王层次的大杀招 尽管很多 还无法理解 但是羽龙强迫 自己尽可能多地记下来 等过后 再慢慢消化 自己的修行 必然有会有巨大的进步 原来武道再酒品 就可以做到这么强吗 羽龙的目光 死死看着前方漫天的神光 心神都沉浸在了其中 二人太强了 每一次交手 都能掀起一次风暴 羽龙看到 八尾妖狐 想要冲天而起 悬浮在空中 进行打击 却被武王用神秘的拳法 将气血化作 手臂粗大的能量柱 直接将妖狐击落 又看到武王的权益爆发 演化出一个个小世界一样的虚影 却被八尾妖狐洒落的 八色神光一一泯灭 二人足足厮杀了一刻钟 神光消散 两道极光飞射而出 其中一道血红色的神光落地 正是全身气血 沸腾的武王 此刻他浑身衣衫破碎 身上血迹斑驳 一道深可见骨的爪痕 从右肩蔓延到左腹 险些将他腰斩 与此同时 另一道神光落在四尾妖狐旁 将其一把卷起 冲天而去 只有一句话 在天际回荡 武王 你很不错 终有一天 我们还会再见的 第九十二章 西南大区监察室 武王浑身浴血 身躯像神铁一样 矗立在原地 目光死死地 看着妖狐离去的方向 破 片刻之后 一道黑血猛然吐出 武王的气势 顿时遗落千丈 脸上瞬间煞白 身躯亮枪地后退 一旁的灵馆主神色大惊 急忙去扶住武王 关主 你没事吧 武王双目紧闭 调整体内的气血 强大的肉身自愈能力 将身前这道贯穿的爪痕 止住鲜血 新鲜的肉牙 在滋生 缓解了最沉重的伤势 武王终于开口 将我扶到一边去 身上有没有带疗伤的丹药 啊 有 灵馆主急忙 将身上的全部丹药 都掏了出来 零零碎碎十多瓶丹药 都被武王一口吞下 加速了内伤的恢复 轰隆隆 时间过去不到片刻 天际再度传来了低沉的轰鸣 像是雷霆之音 不会是那头妖狐又回来了吧 武破君神色一变 目光死死地看着前方 要不是武王还在这里 他恨不得马上就逃走 武者 要做到 泰山崩于前色不变 感受到了 自己身旁灵馆主的紧张 武王淡淡地开口 武者 没有一颗无畏的强者之心 就注定无法 走到最巅峰 欣赏美景 武王 你这是怎么了 一道神光 从远处飞掠而来 落地之后 神光散去 是一名披头散发的长发老者 华卫国 你竟然在乌城 武王看到这个老者 也很惊讶 你不是 应该在蜀城吗 老者笑眯眯地开口 紧急思动 这两年 我就在乌城的长江底闭关 没想到 今天还能遇到你武王 出手打架 似乎还打输了 武王翻了个白眼 你们这些巡察使 我真的在这里打架的话 你们这些人 还不得提着大刀 来砍我 你似乎受伤很重啊 什么人头这么甜 敢来撩你武王的胡须 难不成 是你得罪哪个院士强者 被人家教训了 老者知道 武王的实力 尽管是九品武者 却早已经和一般的九品武者 不在一个层次 真正全力爆发起来 实力直逼宗师强者 这也是他和燕小小地位 如此超然的原因 他们是武道意图的标志性人物 可以说是无数武者的修行信仰 狗屁 武王和这人是老相识 直接破口大骂 要是打架 我被那些院士听的老家伙捶了 我没二话 实力不如人 现在 是无尽海里 那些畜生在往岸上爬 怕是想要 来颠颠我们的精良 什么 华卫国也是神色大变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已经很少有事情 可以拨动他们的心弦 而无尽海三个字 毫无疑问 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一般 直接让他 无法保持淡定 他们想要违背千年前的三圣法旨吗 哼 三圣还在 自然是给他们颇天的胆子 也不敢违背 可是如今已经千年过去 一直没有新的圣人出现 那些畜生心中 自然就有了别的念头 武王一声冷笑 尽管在八尾妖狐面前 他声色俱力地驳斥了他 但是他自己心中 同样清楚 八尾妖狐说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 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 无论是从个人 国家 还是整个族群 都是如此 这种事情 你们这些巡查史不是 应该最清楚吗 武王的话 让华卫国沉默了 华国分为西南 西北 东南 东北 中原 华北六个大区 他们一共六人 是华国官方授予的巡查史 主要职责 就是巡视自己的大区 有没有超过九品的能量波动 因为华国规定 达到这个层次的能量波动 不允许出现在距离城市 三百里之内的范围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职责 检查妖族动向 时刻注意 华国境内各大山脉 有没有超过红线的 妖兽诞生 华国六区 西南大区 尤其多山 他们根据每一座山脉的大小 都给其划定了 山脉王者的妖兽等级 最高不会超过九品 如同物城的中云山脉 放眼华国 算不上是什么大的山脉 所以其中的王者 只允许是七品妖兽 一旦超过 就要被抹杀 这也是上次 中云山兽潮爆发的根本原因 那只突破八品的妖兽王者 引来了华为国的注意 所以 九品妖狐说的 大陆上的妖兽 都是人族圈养的家禽 某种意义上 并没有什么问题 的确 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地方妖兽群 开始出现异常反应 虽然单个看每个 异常都很容易理解 也不是什么惊人的变化 但是 把这些异常放在一起 就会发现 背后的确有一只 看不见的大手 在黑暗中搅弄风云 那你们监察司 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吗 武王眉头紧皱 似乎事情的严重性 还要超出他的想象 没有 华为国摇了摇头 至少以我的权限 了解到的情况是没有 但是 司里曾经邀请了 擅长风水玄学的 大国士苍老先生 和司长大人 在密室中亲自推演 三天之后 他们出关 而我们每一个巡察 史下 都被调配了十人的队伍 加强对各大区的妖兽 族群监察 院士厅一般的大佬 都消失了 不知道去向 这些动向 几乎是影响 整个华国国运的调动 哼 这么机密的动向 你会就这样 告诉我们 武王冷笑一声 他尽管是当时的武道绝颠 却始终融入不了 理学修士 那个圈子 他们对武王的态度 更多的是敬而远之 这是整个群体的排斥 和私人的关系无关 无妨 华为国淡淡地道 最多还有三个月 官方就会向 整个修行界 公布一个消息 战争 消散千年的战争阴云 已经再度戎罩了我们头顶 吴近海 随时可能掀起大战 这一战 关乎人族族裕 生死存亡 此言一出 吴破军几人大惊 以他们的层次 之前根本无法知道 这样的信息 如果事情 真的如这样发展 这像是 波及整个地球的巨大浩劫 没有任何人 可以独善其身 哪怕武王瞳孔 都骤然紧缩 他在远处的羽龙 同样是神色大变 这个消息太惊人了 吴近海中 繁衍千年的妖兽 失去三圣的人族 到底能不能抵御 吴城尽管没有领海 却在长江江畔 如果自己是 吴近海的王 必然会派妖兽 逆流而上 袭击江畔的城市 武王看着巡查史 神色很难看 这恐怕会死很多人 嗯 肯定会死相当多 华为国冷漠地点了点头 要是这场战争 我们输了 人族恐怕也就要死绝了 第九十三章 活下去的紧迫感 人族死绝 这四个字 像是四座太古神山一样 直接压在了众人身上 几乎要窒息 朋友 武王突然开口 目光静止投射 向羽绒的藏身之地 你还要在那边 看到什么时候 嗯 有人 华为国神色一立 尽管这些事情 再等三个月 就会向整个社会公布 但如果提前 被别有用心的人知晓 散不出去 也会引发社会的骚乱 放松 这位朋友 应该没有恶意 武王挥了挥手 示意华为国冷静 他从我和妖狐 厮杀的时候 就在一旁窥四 我重伤时 也没有出手 羽绒却不知道 自己刚刚的感知 早已经被武王察觉 此时已经被道破了踪迹 只能缓缓 从藏身之地站了出来 目光扫过这片山林 大战刚刚结束不过片刻 只有满目的狼藉 和奔飞的山石碎片 在宣告这场 刚刚发生的大战 羽龙赫然发现 这座山头 都在刚刚两尊 强大生物的交手中 被生生削去石杖高 看着现身的羽龙 武王眉头微皱 此人看上去 是中年 一身的气血波动 确定是无止无益 但是他却完全没有印象 朋友能否通报姓名 龙宇 在羽龙被叫破行踪的瞬间 他就将自身的面容 换成了第二副马甲 那个中年男子 龙宇 武王脑海中 快速搜索这个名字 却没有任何印象 经验老练的他 自然可以判断 这个名字多半 就是个在外行走的花名 你们刚刚说的 是真的吗 不等武王几人再度发问 羽龙率先开口 这也是让他现在心境 有些大乱的原因 这件事还属于保密阶段 希望你不要去私下传播 监察使目光牢牢地盯住羽龙 他考虑过要不要将羽龙灭口 但是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隐藏行迹 恐怕实力不会太低 这样的人 在未来的人妖大战之中 都是一份宝贵的战力 人族现在经不起任何一丝的内耗了 大战将起 任何俗世繁华 名利地位都将成为过圆云烟 活下去 只有打赢这场战争 重新将这些畜生赶进吴近海 人族才能再得绵延族域 华卫国一字一句地道 声音有些沉重 至于彻底屠灭妖族 这个念头想都不敢想 当年人族三圣 其初都不能做到的事情 如今又怎么可能 羽龙此刻想到了更多 比如今年物城五大的入学典礼 相比以往更多了不少的争斗味道 新生入学的宝药 相比往年也更加珍惜 这是在加快培养他们 这些新生代的修饰 帝都 羽龙突然想到了羽小月 帝都距离渤海湾 可不远啊 同时帝都又是华国的政治金融中心 那里要承受的妖兽风暴 恐怕根本不能想象 你们现在预测出来 战争开始的具体时间了吗 羽龙沉声问道 他甚至想要 马上把羽小月从帝都接回来 那里实在太危险了 这个怎么可能确定 华卫国苦笑一声 而且我知道的 也必然不是全部的真相 我们要相信国家 那里有最庞大的智囊团 谋划着各种方案 我们能做的 就是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 在这场注定要到来的大战中 延续人族族运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场中都变得沉寂起来 华卫国也没有再久留 马上离开这里 他要去四周查看 这片山脉 还会不会有无尽海流下的其他棋子 在场唯一的理学 修行者吴破君 也识趣地离开 在场顿时 只剩下了四名武者 武者 面对理学修行者 本就是天生的弱势 只有抱团取暖 而这个团的中心 必然就是武王和燕小小 这样的绝颠人物 今天这个消息 我和你们一样震惊 武王看了一眼中人 缓缓开口 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然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回地都之后 会重新打探一下 更加具体的情况 和燕小小碰个面 不超出一个月 我就会广发英雄铁 召集天下武者 共聚地斗 武者不同于理学之修 尤其是低阶武者 没有玄妙的学术 依靠贴身肉搏 只有成剑制的武者 才能爆发出 强悍的战斗力 武王先生 羽龙默然开口 好不容易见到武王 恐怕任何一个 武道修行者 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同为武道九重 您是怎么做到 远超同阶的 羽龙不是无敌放式 他是拥有神秘系统 精妙学术 才造就了现在的妖孽实力 四平武者堪比八平 但这样的异类 只有他这一个 他想知道 正统的武道修行路上 武王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问题 其实有些唐突了 这涉及到了武王的修行之秘 这个问题 你不是第一个问我的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武王没有武道制强者的架子 却是微微一笑 没有任何惊讶意外的神色 修行之路 每个人都会 有属于自己的际遇 机缘 但是无论有何等造化 武者的根本依旧是自身 武道修行 本我就是那根树干 而各种法门 机缘就是发叉而出的枝叶 它们只能锦上添花 却不能让你达到百丈千丈 得到高度 我现在更愿意称呼自己是九品般 这半品无法言传 只有当你到了这个境界 自然而然就会感受到 要突破这半品 任何神通宝器都无用 只能凭借自己 最本源的气血 精善 和武者的意志 随着羽龙的发问 林管主 和另一名九品舞者 也忍不住问出了自己 在修行路上的各种疑难问题 机会太难得了 武王的武道眼界极高 提出的建议 可以让人毛色顿开 心之所至 还会亲自演示几招 让人大开眼界 连羽龙也忍不住 又提了几个 关于权益的问题 得到武王的几句点评 让他心中的思路 又宽阔了不少 只是随着时间过去 武王开始 有些体力不支 他今天受的伤势太重了 好了好了 林管主在一旁 急忙挥了挥手 两位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问吧 现在管主大人 需要静养 哦 二人如梦方醒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满脸的歉意 是我们太失态了 武王先生 现在的伤势 才是最紧要的 羽龙砸吧砸吧嘴 眼中有无比的满足感 能和武王 这样的强者交流 他收获很大 好 武王也没有硬撑 双目微合 闭目养神 你们的问题 同样可以丢很多 畜类旁通的感悟 对我的修行 同样有益 今天时间太短 一个月之后 我们在帝都见 到了那个时候 再交流武道德式 第94章 五品五者 叮铃铃 物城五大 下课铃声在教学楼响起 满屋子得到少年少女们 如蒙大赦 低声欢呼之后 就吵着教室外跑去 尽管他们 是武道修行者 心智 却始终还是 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 还是那个熟悉的位置 羽龙趴在座位上假妹 脑海中 无时无刻都在推演着各色功法 滋养自己的熔炉权益 他已经从中云山脉 回来半个月了 尽管没有给自己的妹妹 寻到合适的妖兽 但他却意外得知了 人妖大战 即将爆发的消息 这简直是惊天霹雳 恐怖如国事强者 也无法独善其身 他之前给自己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 五年时间 成就武道治强者 找到踏出前五古人 一步的奇迹 他本以为 哪怕有神秘系统帮助 也已经够快了 但是现在看来 实在是太慢了 在恐怖的动乱到来之前 我必须有保全自己 和家人的势力 羽龙双拳紧握 心中在狂吼 一旦真如武王 和华为国所言 半年之内 恐怕就会有今天的变故 双目骤然睁开 羽龙目光看向窗外 洋溢着青春气息的 少男少女们 在走到外 嬉戏打闹 这样的生活 充满了烟火气 真好啊 羽龙深吸一口气 似乎想要感受 空气中 散发的某种味道 但是这一切美好 都是虚幻 要是没有绝强的实力 这些都会被 成群的妖兽撕碎 猛然站起身来 羽龙直奔校门外 这半个月 他几乎已经将 第一层的免费书籍 全部看完 对修行界有了深刻的认识 只是从第二层开始 就需要耗费 数额不等的贡献点 才可以借阅 看来几天之后的月考 我必须要拔得头筹啊 他们大一学子 每次月考的前三名 就可以在图书馆二楼 得到最全面的 羽龙发现自己的狗发育计划 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时事变化太快 根本容不得 他如自己的设想 一般来发展 来到校门口 黄远和那辆熟悉的 黑色麦巴赫 已经停在校门口多时 看到羽龙过来 黄远墨镜一摘 将车后门打开 等羽龙踏进去之后 直接发动 这次准备的如何 车子刚刚发动 羽龙就沉声开口 没有问题 这段时间 羽龙的重点他早就清楚 我们这个星期 买到了三株玄阶七品宝药 玄阶七品 这个层次的宝药 每一株 都是上亿的价值 只是有些奇怪 这段时间 物城市场上 多出了几股势力 也在和我们竞争 每次有玄阶 高级宝药现实 他们都会出现 这段时间 宝药市场的行情 都在一路走高 拍下一株七品宝药 要多花费 20%的代价 黄远其实有些不解 动不动就是数亿的资金 哪怕是银科集团 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拿出来的 你不懂 这个事件 要变了 羽龙躺在座椅上 整个人难得地 放松了片刻 不光是玄阶七品宝药 一些用于疗伤续命的宝药 不管等级 只要你们财力足够 就尽可能拍下来 再过一段时间 恐怕这些药 都会成为战略级别的物资 你想买都买不到了 至于另外几股 在宝药市场出手的势力 自然就是昆蓬武道馆 吴珀君的龙虎集团 还有那个重伤 九品无者所在的武道家族 这些都是在本地盘根错节百余年的家族 与当地结合太深 几乎不会被灭亡 他们都在大肆扫货 尽可能将手中的金钱化作 真正的重要物资 好的 羽龙说这话的神色太严峻了 黄远从不曾在羽龙脸上 看到过这样的神情 再联想到宝药市场 节节攀升的价格 他突然意识到 似乎已经有某种可怕的变化 在暗中不断发生 他却一无所知 来到皇家祖地 黄思海早已经等在了这里 羽先生 因为奴鹰的关系 羽龙将人妖大战的事情 告诉了黄思海 只是要求 他不能再告诉任何人 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子黄远 所以此刻 黄思海心中 同样有些惶恐 他除了黄远之外 只有皇家祺一个嫡孙女 但皇家织凡夜貌 在物成数百年 繁衍生息 家大业大 旁系族人已经不知凡几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 黄思海同样很无力 他唯一的选择 就是牢牢抱紧羽龙这根 无比粗壮的大腿 进入祖地山洞 里面三株七瓶宝药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普通人吸上 一口药香 就可以治愈全身病痛 各自散发的神光 在这个小小的山洞 焦香灰映 爹 发现玄界七瓶宝药三株 是否吸收 眼前的系统突然弹出 羽龙自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确认吸收 哄 三株七瓶宝药 转化成了恐怖的灵能点 从虚空不知名处 灌注到他的体内 咔嚓 在这个过程当中 羽龙的气息稍稍波动 体内顿时传来一道 清脆的碎裂声 他的第五道枷锁 终于承受不住 这海量的气血冲刷 直接碎裂开来 璀璨的神光爆发 海量的生命本源 从碎裂的枷锁中爆发 滋养他的肉身和精神 体内虚影 再度在虚空中演化 苍茫的岁月气息 在流淌 似乎是要将羽龙 从世界之中隔离 整整过去了一刻钟 异象消散 羽龙的突破过程 才算是彻底完成 成为了五品舞者 气血 二十万斗 脑欲 九万念 灵能 三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容如全意 入门 秩序 一层圆满 不祥之眼 入门 二十万斗气血的五品舞者 在几千年的古史中 从不曾听闻 已经可以和九品舞者相媲美 这太妖念了 简直可以刷新 整部舞蹈修行室 放在以前 羽龙恐怕也会松一口气 这样的实力 已经可以纵横整个物城 但是半个月前 他见到五王本尊 其恐怖的气血 修为远超普通九品舞者 哪怕羽龙现在的实力 他依旧看不穿 五王的气血修为 这很惊人 九品半 羽龙低声呢喃着 这半品 到底是什么 自己连五王的真正实力 都还看不清楚 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第九十五章 精神蜕变 星空高悬 羽龙在皇家祖地 不断演练熔炉拳法 以此来快速适应 自身暴涨的气血 全境激荡 洞口的黄思海 默默地看着羽龙眼圈 眼中神光战战 感悟羽龙的权益 对他收获很大 足足过去了一夜 羽龙终于将自身的气血 完全掌控 这也是仗着他变态的恐怖脑欲 一般刚刚踏入九品的舞者 要掌握全身气血 至少都要闭关一个月以上 九万年的脑欲啊 羽龙低声呢喃着 他只感觉自己现在的脑子 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 每一秒钟都可以处理 成千上万的信息流 自己的感知延伸出去 每个瞬间都有无数的信息 被反馈回来 他感觉这个世界 在自己面前从没有如此清晰 以往难以理解的修行 难题现在瞬间可以想通 在意识海中 推演各种舞蹈功法 轻松写意 片刻之间就可以完全掌握 与此同时 精神的恐怖蜕变 让他对物质世界 可以施加的影响 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似乎羽龙双目威合 张开双手拥抱这个天地 神情无比的愉悦 这方世界对我的牵引 都小了无数倍啊 心念一动 羽龙整个身躯 骤然一动 离开了地面 站在洞口的黄思海双眼 猛然圆瞪 眼珠子都快要蹦出眼眶 他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了什么 肉身凌空 这是宗师强者 才能做到的神通 这太惊人了 难道羽先生 已经成就宗师境界了 黄思海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 随即又立马抹去 不可能 羽先生必然是五者无疑 而五者九品 就是巅峰 数千年来不曾 有人打破这个铁律 哪怕五王燕小小 这样的绝颠人物 可以仰仗 弃血之力 一跃起十丈高 依旧不能克服 来自地球的地心隐秘 这是仙凡之别 可是 看着眼前这一幕 黄思海感觉自己 六七十年的人生观 都在这一刻崩塌 自己这个主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怖存在啊 So 下一秒 原本停留在洞中的 羽龙身躯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黄思海面前 羽龙如今的脑郁强度 拖起自己的肉身 在虚空中行动速度 丝毫不比地上慢 也只有这样 才有实战能力 否则强行凌空 摇摇晃晃的身躯 也不过是一个 大号的火把子罢了 猛然睁开双目 羽龙眼中的神光 蹦射出两道肉眼可见的电弧 而后瞬间消散 羽龙再度变成了那个 普普通通的悟城武 大大一心声 双手虚握 羽龙感受着体内 如大江奔腾的气血 充实的力量 让他有种天下无敌的错觉 但是至少在悟城 我能够找到的敌手 已经不多了 少年很苦恼 他只是想在悟城 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咸鱼 可是冥冥之中 似乎有天意 不想让他这样好过 总是用一个又一个的聚变来 强行推着他往前走 本来想着在悟城武大 安静地度过四年大学时光 但是现在看来 恐怕不行了 少年低声呢喃着 我必须用一些非常手段 尽快提升实力 他的熔炉权益 需要海量的五技功法来充实 本来是想要大学四年慢慢来 一步步赚取贡献点 去图书馆借员 但是 如今看来 必然是不行的 我倒要试试看 不用贡献点 我自己能不能取出那些秘籍 羽龙现在的实力暴涨 哪怕之前开学典礼出现的 校长张宗义 他也有信心 正面一战 你对悟城武大了解有多少 沉默片刻之后 羽龙突然开口 嗯 此刻 就羽龙和黄思海两人 这句话 自然是在问黄思海 身为悟城本地的地头蛇 银科集团 和悟城武大本身 就有几十年的合作联系 彼此之间 都有很深刻的认识 悟城武大 放眼整个八省 都算得上市最好的武道院校 其中的授课老师 全部都是高级舞者 其校长张宗义 更是踏入八品舞者多年 甚至有传言他 已经突破到九品舞者 传言 羽龙皱了皱眉 这不是传言 他的确是九品舞者 在开学典礼那天 羽龙已经感知了 他的气息波动 自然知道其实力 突破九品的时间 还不短 整个悟城武大 只有这一个九品舞者 羽龙皱眉问 他担心 在图书馆还有其他 更加强横的舞者在潜伏 不小心惊动 羽先生 九品舞者 羽龙的问题 让黄思海有些无语凝页 这本来就很稀少啊 像悟城武大这样的排名 不到前十的院校校长 都是八品舞者 只有全国前十的名校 才有九品舞者做校长 黄思海的话 也让羽龙愣住 他似乎这才想起来 九品舞者 已经是舞道的巅峰 能达到这个实力的人 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 不是每个人突破 都像他这样简单 不过 踏入舞道修行半年时间 羽龙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实力之强横 实力比肩九品舞者 现在回想起来 竟然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羽先生 你是想要做什么 羽龙问的问题 让黄思海产生了不好的联想 自己这个主人 想要做什么 呵呵 羽龙倾笑一声 如同肉身浮空的巨大秘密 随意展示一般 因为奴硬的存在 在黄思海面前 他不需要隐瞒什么事情 我准备今晚去五大图书馆 看一看里面的藏书 夜闯图书馆 黄思海没想到羽龙 竟然有这样的打算 急忙劝阻 羽先生 悟城五大可是八省最大的学府 无数目光都无时无刻注视着那里 一旦被发现 甚至发生冲突 会造成极度恶劣的影响 甚至引来官方更高层的目光 先生 如果想要各种武道功法 我们银科集团 也可以全力去帮你搜集 修行法 本来就不允许在外流通 哪怕穷你们 整个银科之力 又能找到基本 羽龙摆了摆手 你刚刚不是说 整个悟城五大 只有校长张宗义 是九品舞者吗 既然如此 我应当可以来去无虐 少年对自己的实力 很有信心 银科财力有限 你们还是把重心 放在收集保药上 无论是买 还是组织人手 亲自进山挖掘 反正尽可能地 多处备保药 羽龙抬头看了看天空 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可是他却看到了 背后的黑云压顶 这个事件 马上就要变了 第九十六章 王素素的小欢喜 夜晚的雾城五大 人气依旧不减 痴迷修行的学子 在草坪空地上磨练拳法 关系进展 迅速的少男少女 牵着手压马路 一路耳并撕磨 羽龙一人走在小道上 心中无比的宁静 嗡嗡 陡然间 羽龙怀中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名字 让羽龙嘴角 掀起了一抹温柔的弧度 接起电话 羽龙声音都温柔了几分 怎么了 想我了 哼 完全没有 电话那头 一个有些娇称的女孩声音响起 正是王素素 你 吃饭了吗 王素素憋了好久 终于问出了一个 干巴巴的问题 她是个情感 非常克制的人 要不然也不会隔了大半个月 才给羽龙打电话 甚至在这头羽龙 都能想到 电话那头王素素 此时飞红的脸颊 我现在实力很强的 吃饭什么的 早就不需要了 在王素素面前 羽龙可以难得地 卸下心房 自由自在地装个笔 哼 少骗人 王素素自然不信 我虽然不是舞者 却也知道 肉身壁骨 那是高阶舞者 才能做到的 他自然不会告诉羽龙 因为他的缘故 自己将五道修行意图了解的 笔里学修行 还要透彻 是啊 我现在可是高阶舞者 连八品舞者 都不是我的对手 再过两个月 我就会踏着七彩祥云 来地都找你 羽龙大大方方地说着老实话 但是很明显 对面的王素素 完全不信 拜托 任何一个正常人 都不会信的好吗 你都不知道 我等你这个电话 等了多久了 简直就是望穿秋水 独自走在马路边 羽龙脸上的笑意灿烂 那 那你怎么不打电话过来 王素素觉得 羽龙的这个结问 很没有道理 低声地反问道 你的意思是 你等我的电话 等到肝肠寸断 终于忍不住 打过来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羽龙特别喜欢 调戏这个女孩 可能是因为前世 他给的温柔太少了吧 可惜电话那头的王素素 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 他甚至有一种 马上挂掉电话的冲动 羽龙也没有继续逗王素素 这个女子 这一世 不过才十八八了 青涩懵懂 对了 这大半个月 在帝都怎么样 修行生活 这些还顺利吗 嗯 还顺利 这大半个月 我见识到了好多 回到正常的话题 王素素的心神 也恢复了正常 开始滔滔不绝地 给羽龙讲起了 自己学校的见闻 帝都理学院 不愧是圣人留下的道统 华国最顶尖的理学院校 无数的修行资源 和强者名师 让王素素的修行 很快踏上正规 聚气进展很快 预计半个月之内 就会突破到一品学者 这已经是很惊人的修行速度 理学之路 比起武道修行 更加艰深 对天地大道 气韵学说 都要有自己的理解 羽龙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 做一个倾听者 王素素讲到的很多 学校去世 其中涉及到的一些 粗浅的理学 修行之秘 对羽龙也有很大的启发 等到王素素说完 羽龙突然想起 自己那个 如同脱江野马的妹妹与小月 自从去了帝都 就像是上天的卫星 传输回来的型号 越来越弱 到现在激进于无 月月那个死丫头呢 你这段时间 有没有看到她 身为一个老哥 羽龙有浓浓的怨念 月月啊 刚到帝都的时候 我们还一起玩 因为羽龙的关系 虽然羽龙没有告诉羽小月 但是在王素素的 刻意接近之下 她和与小月的关系很好 但是 在开学典礼的时候 月月被我们学校的 院士级别的导师 收入了门下 每天都要去导师的实验室 这段时间 都没什么时间碰头 提到这件事 王素素语气之中 还有着难以掩饰的艳羡之色 哪怕天资如他 也只是被一名 宗师境界的导师 收入门下 是吗 我竟然都不知道 羽龙却很是惊喜 因为这件事情 与小月 从来不曾和她讲过 院士级别的强者 哪怕在帝都 这也是排得上名号的强者 只有无双国士可以镇压 有这样的人 做月月的师父 羽龙基本可以放心了 希希 月月这丫头性子和独立 好强 也许是想要做出一番成绩之后 再告诉你们吧 对了 说起来也是缘分 月月的导师也是姓宇呢 也姓宇 羽龙也有些惊讶 自己这个姓氏很少见 至少她从不曾见到过 和自己同姓之人 嗯嗯 教育兵 是我们学校的老导师了 脸色冷冰冰的 但是实力很强 王素素如鼠家珍的这些信息 告诉羽龙 等到月月放假回家 恐怕实力 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物成五大虽大 也依旧有镜头 和王素素聊着电话 不知不觉间 羽龙就来到了图书馆门口 此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半 图书馆的闭馆时间 是晚上十点 此时馆中早已空无一人 素素 羽龙陡然开口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 自己的修行可不能落下 不然结婚之后 你反倒被我这个舞者镇压 那多没面子 哼 你流氓 结婚这样的词汇 对现在的王素素而言 无异于九品学术 如同五雷轰顶 连思维都停滞了一瞬 月月在帝都 平时也麻烦 你帮我多照顾一下 每次我打电话 过去这丫头三两句 就给我挂了 羽龙交代了最后两句 整个人也来到了图书馆楼 后面的小树林中 好了 素素 晚安 嗯 晚安 挂掉了电话 羽龙真儿重知地 将电话放回口袋 抬头看了一眼 已经关灯的图书馆大楼 羽龙左眼洞 穿虚望 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景象 整个图书馆大楼 都被一重灵气逼人的大阵笼罩 大阵唯一的出入口 就是图书馆大门 其他任何地方 强行闯入 就会触发警报 果然啊 这种藏经阁一类的地方 都会有高深手段守护啊 守护阵法 这明显就是理学手段啊 少年有些无语 你是武道院校啊 还有没有自己的尊严啊 第九十七章 搜刮 羽龙不懂阵法 他的感知笼罩整个五大图书馆 这座森严的大阵流转轨迹 被羽龙强大的精神直接记录 任何阵法都是将天地灵气 按照一套特定的规则 日复一日的运转 羽龙隐身在黑暗中 眼中有无尽的神光 只要找到灵气流转过程中的薄弱点 就可以破开这个大阵 阵法的运用 是理学修行者中的一个特殊分支 只有极少数天才可以掌握 而物城五大图书馆中 这座阵法并不多么高明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示警的作用 本身的威能并没有一名九品武者强悍 羽龙的感知笼罩了片刻之后 就找到了一些可见的规律 虽然不足以破开这座法阵 但这些破绽足够让我踏进图书馆 羽龙低声呢喃着 没有任何关于阵法的点击可以查阅 羽龙能做到这一步都是依靠强大的脑域 通过脑海中无数次的推演 才确定的一处破绽 走 羽龙身形一动 双手背负在身后 让他一步步走上数十米高空 这个动作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帅也就够了 右手一挥 强大的精神凝聚在面前的法阵之上 这里的一个节点灵气流转有些声色 转换衔接并不圆润 羽龙直接用精神强势插入这个节点 模拟出这处阵法流动的轨迹 欺骗整个法阵 而后念头一动 撑开一个一米的大洞 身形一动直接穿过去 念头收回后 灵气瞬间回归 缺口直接被补齐 他也成功骗过阵法 踏入图书馆内 碰 羽龙落地 便已经是在图书馆第三楼 目光扫过这一层 很多欲减散发着精英的宝光 其中似乎保存着宝贵的法 这些法虽然谈不上多么精妙 却是完善熔炉权益 必不可少的养料 羽龙呢喃着 嘴角掀起一抹糊涂 他此时就像是掉进了米缸的老鼠 目光扫过 所见即所得 笼罩这些功法的灵气 照都是基于图书馆大阵所演化而出 根本无法阻止羽龙 吃 意念一动 距离羽龙最近的十个灵气 照悄然破碎 强悍的精神化作看不见的风暴席卷 十枚预检无风自动 悬浮在半空 风暴扫过后 所有信息都瞬间被他掌握 这些针对三平五者的粗浅功法 羽龙瞬间就可以推演完成 堪比刻苦 修炼十年 羽龙脚步不停 每踏出一步 旁边的一个灵气罩就会自动破碎 其中预检记录的功法瞬间被羽龙掌握 不到十分钟 第三层的预检就全部被羽龙掌握 放开精神压制 灵气照再度出现 一切又回到了开始的模样 像是什么都不曾发生一般 羽龙的目光也没有丝毫留恋 这些功法都太普通了 不过是五乘五大为那些低中 接五者准备的法门 甚至无法激起 他的情绪波动 转身直接往楼上走去 砰 一到底层的闷响 楼梯口的检测阵法 瞬间检测了羽龙的修为 四品五者的实力 就可以跨过这道门 深夜的图书馆空无一人 安静得有些可怕 四楼的功法数量更要少些 只是零星散落 羽龙身形缓缓走过 四周的灵气照 自动破碎 预检中的功法 全部化作一股股信息留存储在脑海之中 这是一个难得的奇观 在这么短时间内 数百部功法 强行塞进脑子里 哪怕是九品五者 同样会头痛欲裂 而羽龙却只是砸巴砸巴嘴 露出了欲求不满的神色 他今天的目标就是竭尽所能的搜刮 一次性将这座图书馆搬空 可惜了 数量有些少 要是规模能和一二楼相当 再多几百部功法多好 天可连见 无数年来的大数据表明 五大学生中到毕业那天 都只有70%的学生可以成为舞者 而这其中又有70%是一品舞者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学生 中期大学四年都没有机会 踏上图书馆第三层 所以就这几百部功法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毕竟物城舞大 也从来没有想过 在大学四年 竟然有人会成为高阶舞者 放眼整个华国 有史以来最妖孽的舞蹈天才 在毕业时 也不过是舞品舞者 这已经是前舞古人 后面也一直没有来者的毕业成绩 那个人 就是少年时的燕小小 而羽龙始终记得 在报道那天 王超跟他说的话 传闻第五层 就有这位和舞王并肩的强者留下的法 这也是羽龙 今天的第一目标 我现在跑进来 偷看舞蹈功法 在这座图书馆顶层 不会有什么类似扫地僧一样的变态存在吧 羽龙想起一个很多年前的梗 轻声笑道 真要是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 是不是代表 我就是传说中的大反派 碰 第五层的门槛 结界强度明显比第四层高 哪怕羽龙 使出了普通舞品舞者的实力 竟然都难以挣开 最后足足动用了 接近万斗的气血实力 才踏上了第五层 第五层无比空旷 目之所及 只有正中心 有一处石柱 上面摆放着一条青色的玉剪 单从这个架势来看 就足以说明 这枚玉剪的不凡 难道真的是燕小小的法吗 羽龙眼神发亮 他见到了武王本尊 还修行了他的气血成玄之法 但对于和他齐名的燕小小 羽龙的了解很少 走到玉剪面前 这是整个图书馆最珍贵的收藏 一道道天地灵气 化作保护赵江 玉剪团团赵主 一旁的石柱上 清晰地写着 贡献点十万 这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截至目前 羽龙身上的全部贡献点 也就是在开学的时候 从萧宇墨身上 拿到的三百贡献点 缓缓伸出大手须 按在灵气罩上 羽龙顾忌重施 恐怖的精神力 汹涌而出 包裹住整个灵气罩 片刻后 灵气罩顶部 缓缓裂开一个 巴掌大的空洞 羽龙直接伸手 将其中的青色 玉剪取出 刚刚拿起玉剪 一股澎湃的异境波动 立刻顺着指尖 冲进了羽龙的意识海 但这股波动不强 最多也就是 能够震慑六品舞者的精神 瞬间就被羽龙磨灭 精神直接蔓延到了 青色玉剪内 一片玄妙的功法 顿时浮现在他眼前 龙蛇演绎 这是一篇残缺的功法 准确地说 这是一篇功法的修行大纲 威严大义 通篇没有涉及到 任何一个具体的修行步骤 全部是在讲述里面 传递意境 希望得到这篇功法的人 可以在此基础上延伸出自己的法 而不是循着前人的脚步 复制一遍修行路 那样的路 永远不可能超越前者 这篇洋洋洒洒的龙蛇演绎 是燕小小 亲自将精神印记 绢刻在其中 这是效率最高的传道 系统地展示了 燕小小最真 我的修行理念 对羽龙来说 远比任何舞蹈功法 都要珍贵 他不知不觉 沉浸在其中 不知时间流转 当羽龙清醒过来的时候 天际已经露出了淡淡的鱼堵白 少年目光有些惊讶 三四层数百步武道功法 都只耗费了半个小时 没想到 面对这部龙蛇演绎 他竟然花了整整一晚上 第98章 镇压八品舞者 呼 朝阳东升 紫气东来 羽龙站在图书馆第五层 霸道呼吸法 采集天地紫气 随着修行日深 每一个呼吸 口鼻间都有如龙的灵气在穿梭 面朝东方 羽龙全身都有淡淡的灵气缠绕 双手背负 如传说中的仙 有惊人的神性在弥漫 等到朝阳彻底挣脱地平线 紫气消散 羽龙才结束了今天的晨练 尽管有灵能这个逆天的作弊气 可以迅速转化为气血 但是羽龙 依旧没有放下每天早上的霸道呼吸法 修行就是这样 除了惊人的机遇 每天的日常修行 单独看并不显眼 但积少成多 积水成渊 同样不可小觑 结束修行的羽龙 长出一口气 这部龙蛇演绎 对他现在这个阶段意义很重大 这步伐中的道太精妙了 可以和自己的道相互印证 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 是时候离开了 羽龙看了一眼时间 早上六点半 图书馆开馆时间是早上八点 管理工作人员还会更早一些来 他不能在这里久留 必须尽快离开 可惜了 如果一楼也没有监控的话 我直接到一楼 混在人群中就可以正常离开 少年摇了摇头 图书馆一楼是基础书籍 阅读者众多 安装了正常的监控设备 而从二楼开始 因为涉及到了五道修行 学校没有安装任何的监控设备 意念一动 羽龙将灵气罩重新掀开一个缺口 将预检放回原处 咔嚓 一道轻微的花火声音响起 领悟了一晚上的龙蛇演绎 强悍如羽龙 精神也已经非常疲惫 模拟法阵流动的时候 出现了一丝纰漏 灵气转换的轨迹 没能完全还原 造成了灵气流的碰撞 这也让羽龙心中一紧 一旦引起学校高手的注意 他恐怕就没这么容易脱身了 不管怎么样 赶紧离开 羽龙身形如电 来到三楼法阵的薄弱点 什么人 竟敢闯我图书馆 羽龙正准备离开 天边一道惊维的暴怒声音 猛然响起 整个五乘五 大都可以听到 卧槽 还是被发现了吗 少年神色一变 他最担心的局面 还是出现了 恐怕就是 刚刚放青色欲减时的 异常被注意到了 图书馆 作为物称 五大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自然有人 在长期关注着 哄 既然行迹暴露 羽龙自然不再掩饰 体内气血爆发 直接强行冲出图书馆 与此同时 五官迅速扭曲成 他的第三副马甲 应就老者 刚刚冲出图书馆 羽龙就感受到了不远处 一股强大的气息波动 正在接近 引出了什么人 羽龙目光一扫 神色稍微舒缓了些 他看到了远处的来人 是之前 在校门口准备 要收他围图的白发老者和教授 八品五者 还在他的掌控范围中 羽龙没有停留 身形如电 快速朝着学校外冲去 早上六点半的五大校园 路上的学子很少 大多还在补课睡 谁人还不束手 和教授声音如雷霆 似乎有特别的身法 速度很快 竟然请客之间 就追到了羽龙身后 果然 正规学府的老修士 都不可轻视 羽龙眼中的惊讶一闪而逝 二人的距离 正在快速拉近 不行 羽龙目光扫过四周 身后被吊着行计 根本不方便 走出学校去市区 看来终究是要打一场 少年目光一立 他准备快刀斩乱麻 直接镇压和教授 而后才能从容离去 那就在龙脊山吧 羽龙身形 猛然转了九十度的弯 一头扎进了这座 被悟成五大围起来的龙脊山中 龙脊山不大 普通人爬山 也不过大半个小时 就可以登顶 很快羽龙 就到了山林深处 身形一停 目光炯炯地 看向身后追来的何教授 哄 羽龙身形不退反镜 一拳轰出 二十万斗 气血全力释放 堪比九品五者一击 这一拳是大力尘 掀起的拳风象 是刀子一般 哥果和教授年迈的老皮 原本树里整齐的满头白发 和胡须 全部凌乱 何教授应接这一拳 像是被陨石砸中一般 他本身 巨大的冲击速度 被抵消 更是以极快的速度 被抛飞数丈远 老者只感觉自己像是 被一辆大卡车 碾过一般 浑身五脏六腑矩阵 气血翻腾 之下难以平息 我不愿与你为敌 一拳击退和教授 羽龙沉声开口 他没有选择继续出手 身为一名学生 他敬重为人师者 哼 闯我图书馆 还想飘然远去 此时必须给个交代 老者目光灵力 他今天在沉练的时候 陷入天人感应的状态 精神无比敏锐 羽龙放回预检时产生的 那一缕灵气异常顿时被他察觉 还好被我发现 否则我堂堂乌城五大的图书馆 被人这样来去自如 简直就是巨大的羞辱 和教授的脸色很难看 图书馆不仅关乎到 乌城五大的颜面 更是关系到了 五大教书育人的根基 绝对不容有失 哼 老者双手抱起一个玄妙的法印 气血涌动 这是很高深的舞蹈技法 法印之中有呼啸龙吟 威势惊人 抱山叶 一声力喝 一道法印在手掌间凝聚 而后直接脱手而出 像是一枚榴弹炮一般 静止砸向了羽龙的面门 好法门 羽龙目光一亮 这就是学院的抵御 无论是老者本身的气血修为 还是随手施展的舞蹈技法 都远比羽龙之前 接触到的社会舞者更加强悍 哪怕是八品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轰隆隆 羽龙全身气血轰鸣 龙后的气血化作赤红的血柱 熔炉全意轰出 将这直扑面门的一印击溃 全意 羽龙这一拳轰出 老者神色 直接大变 你到底是什么人 哪怕是他 苦心故意数十年 依旧无法触碰到传说中的全意 当今世间 只有舞王和燕小小二人 真正掌握有自己的全意 这不重要 羽龙声音低沉 他已经感应到远方 有更加可怕的高手 在急速赶来 是九品修为 悟成舞大校长张宗义 必须马上离开 羽龙心中一沉 自己一旦被张宗义和何教授 联手围住 除非使出秘 不适人的杀招 否则难以脱身 何教授 对不起了 对于这个在校门口 就想要收自己 为徒的老者 他心中也有几分敬意 只是现在 他必须马上脱身 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哄 羽龙体内 二十万斗气血全面掉洞 顿时如同火山喷发 气血成血 四十万气血战斗力 战力直接翻翻 四十万气血 除了舞王和燕小小 达到这个程度的舞者 放眼整个华国 也不超过十指之数 熔炉拳一加持 这一拳 恐怖的全境呼啸 整个虚空 都泛起了一阵阵 肉眼可见的波纹 什么 这一拳太强了 哪怕强如老者 同样也是神色大变 双脚猛然踏地 施展玄妙的步伐 身形击退 就要避开 这是大力臣的一击 哼 能躲开第一拳 我看第二第三拳怎么变 羽龙目光一立 身形变幻 围绕老者周围 连续轰出四拳 每一拳都是 四十万斗气血的 巅峰状态 破 老者身法玄妙 但面对这样的攻势 终究没能彻底避开 被其中一拳轰在胸前 连退数十步 狂暴的距离 窜入体内经脉各处 老者体内不堪重负 传来一道道低沉的闷响 而后猛然咳出一口鲜血 这一拳 直接定了胜负 老者倒在一棵古树旁 大口咳血 根本无力再起身一战 你 嗨嗨 却一口溺血冲出 根本说不出来 羽龙最后关头 收住了自己的力道 否则何教授的伤势 恐怕会更加严重 何教授 好好休息 日后时机成熟 我必然当面谢罪 少年有些歉疚地 说了一句 而后猛然一跃 身形消失在龙脊山中 第九十九章 真的忘了 何教授的怒吓声音 响彻了整个学校 加上二人交手之时 气象惊人 后面更是引出了校长张宗毅 有人夜闯图书馆的消息 很快就在校园里传开 到底是什么强人啊 竟敢传我们 物成五大的图书馆 八点刚刚上课 一众学子 讨论着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神情都很兴奋 我觉得 至少都是九品舞者 甚至是传说中的舞王 或者燕小小 只有他们 才能在我们学校 来去如风 如入无人之境 有少女眼中 直冒小星星 一脸的崇拜之色 强者受人崇拜 羽龙这样的行为 无异于当众 打了物成五大的脸 但是对于这些年轻学子来说 这样的强势和霸道 更加会让他们崇拜 要是他们知道这个 惊动整个学校的强人 就是在他们座位旁边 昏昏欲睡的羽龙的话 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哼 我日后 也必然要成为这样的强者 许久未曾露面的 王腾此时走进教室 一脸的傲然和不屑 到时候 我去抢低多五大的图书馆 把里面的藏书 全部搬回我物成五大 身为大一的第一天才 王腾心中的傲气比天高 王腾 我承认你很天才 但是想要达到九品五者 恐怕也不是 那么容易的事情 有人不服气 想要成就九品五者 天赋 心智 毅力 机遇 缺一不可 天资没有转化成实力之前 一切都是未知数 哪怕在我们学校 你的天赋 也比不过严喜师兄 谁说的 这话 让王腾目光一力 严喜不过是赤掌我一年 所以现在看上去 实力比我强盛罢了 给我一年时间 我必然追上此人 成为学校名副其实的 第一天才 这就是真正的舞者 血气方刚 不容许别人看低自己 十分的实力 必然要有十二分的气势 这才是少年 像羽龙这样狗发育的少年 终究只是少数 毕竟他的心智 已经过了这个阶段 加上前世的岁月 他现在已经算是 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了 尽管刚刚才和和教授 打了一架 此时的他 却像是一个没事人一般 坐在这里 规规矩矩地上课 上午的课程 是讲述血气的客观论证 是研究了千年的一门学科 羽龙对此很感兴趣 所以时间也过得很快 下课铃声响起 授课老师 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教室 当羽龙收拾好课本 也正准备离开时 门外一名神情冷力的少年 突然来到羽龙面前 目光居高临下 你就是羽龙 嗯 羽龙有些莫名其妙 他很确定自己 完全不认识 面前这个人 如果误称 五大没有第二个 叫这个名字的话 那就是我了 羽龙耸了耸肩 哼 你觉得你很幽默吗 羽龙一声冷笑 为什么不来禁忌台 禁忌台 羽龙目光之中 少有的出现了疑惑之色 我为什么要去禁忌台 羽龙的疑问 像是戳到了 冷力少年的逆铃 少年神色大怒 可恨 你这是在羞辱我吗 少奶的脸色 都气得胀红 像是烧红的烙铁 羽龙可以感知到 面前这个少年 真的很愤怒 整个身躯 都在微微发抖 但是 羽龙无辜地眨巴眨巴眼 他真的不知道 这个少年 为何这么生气啊 请问 您贵姓 这个问题彻底引爆了少年 一掌拍在桌子上 整个桌子 瞬间密布了列文 我 叫 言 阳 阳 这几个字 似乎有千斤重 少年咬着牙 一字一字地吐出来 阎阳阳 嗯 这几个字 似乎有些耳熟 羽龙念头转动 瞬间想到了是谁 物城五大第一天 才演习的同胞地点 我之前听到这个名字 是在哪里听到的来着 羽龙皱着眉头想了瞬息 顿时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个晚上 两个年轻舞者 在树林中 想要伏击他 最后走之前说 颜阳阳第二天 在竞技台等他来了断 我去 羽龙嘴角一抽 这件事他早忘了 准确地说 他从来没有记住 两个莫名其妙的人拦住他 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 就让他去做一件 莫名其妙的事 这件事情 根本没在他强悍的脑域 之中停留 哪怕一秒钟 这也是颜阳阳现在 如此愤怒的原因 他那天在竞技台等了整整一天 结果竟然被放了鸽子 自从他的哥哥 被校长亲自叫到 成为学校第一天才之后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 这是对他的巨大羞辱 那个啥 羽龙斟酌了一下词句 我不管你们和肖宇默之间 是什么关系 首先 我和肖宇默之间 就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不 只是见过两面的同学 所以你之前 找我的那些理由 根本就不成立 竞技台也就不用去了吧 对于颜阳阳 这样的二评舞者 羽龙根本提不起 丝毫兴趣 甚至自己出手 都会有一股羞耻感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对了 羽龙挥了挥手 对周围还没离开的同学说道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个桌子 是他弄坏的 和我没关系 我可是好学生 你错了 颜阳阳一声大吼 他现在的头发 都是根根树立 怒火简直可以焚烧九重天 现在是我们的恩怨 和肖宇默无关 你既然对我避而不见 我现在就亲自来找你 在他心中 羽龙不见自己 不过就是怕了 不敢来面对自己罢了 至于说忘了 怎么可能 我是谁 我是学校第一天 才演习的同胞 弟弟颜阳阳 怎么可能会把我遗忘 颜阳阳的要求 太强烈了 根本不容羽龙拒绝 欺负弱者算什么本事 我王腾来跟你打 一旁的王腾 猛然站起身来 神情有些愤怒 在他看来 这分明是大二的学长 对他们大意的剥削和压榨 而他王腾 从不受人压制 一旁的羽龙 也是抽了抽嘴角 对 自己一下子 就变成弱者了 你就是王腾 今年的第一天才 颜阳阳目光锋利地 打量了王腾 随即就摇了摇头 不过 比起我哥来差太远了 王腾自然不会接受 颜阳阳的绩效 哼 他不过比我早修行一年 我很快就会超过他 哼 追上我哥 颜阳阳像是听到了 什么无比好笑的笑话一般 笑得前仰后合 你拿什么追上我哥 他可是百年男友的 超级天才 如今已经突破到四品舞者 气血更是达到了七千斗 颜阳阳高昂着头 傲气 无比的傲气 就好像取得这样 耀眼成绩的是他 而不是他的哥哥 而这个消息 也瞬间惊呆了教室中的众人 没想到 第一天才 颜阳阳阳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四品舞者 一身气血七千斗 更是堪比无凭舞者 已经远远地把众人落在了后面 连王腾也被这样的成就震住 没有说话 这太惊人了 第100章 颜阳阳的悲愤 四品舞者 的确是天资绝顶了 是啊 颜阳阳才是大二 一年时间就突破了四品 简直是妖孽啊 不愧是我们物成五大的第一天才 颜阳阳的话 像是一道惊雷 直接炸得众人外焦里嫩 哪怕羽龙都侧目 这个言喜 的确有称为第一天才的资格 客观来说 王腾的资质 的确还要稍训一筹 当然 羽龙从来不曾 把自己放在这里面 设服了王腾 颜阳阳气势更盛 目光看着羽龙 更加骄傲 随意摆了白手 现在 跟我走 去竞技台 羽龙有些好笑 他现在就像是一只 看着小猫在自己面前 张牙舞爪的狮子 完全没有生气的感觉 但是 狮王的威严 不容小猫小狗的挑衅啊 羽龙轻声呢喃着 声音低不可闻 而后看着面前 一脸傲娇的少年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离开了你哥哥的庇护 你还有什么 你说什么 羽龙的话 无异于触到了 颜阳阳心底 最敏感的一面 颜阳阳 直接勃然大怒 他和颜喜 是双胞胎 只是颜喜 比他先落地十分钟 二人一直都还在为 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而争论 只是进入 悟成五大之后 颜喜绝强的天赋 被发觉 修行意气绝尘 远远将他这个弟弟 落在了后面 对此 颜阳阳很骄傲 但心底最深处 同样有一抹嫉妒 他在恨为什么老天爷 如此垂青自己的哥哥 而对自己 却如此刻薄 所以他喜欢用 颜喜的名头 在外行走 胡作非为 反正都有颜喜 为他背书 他喜欢这样做 不代表 他喜欢听别人这样说 你这样 激怒我没有丝毫好处 颜阳阳咬着牙 眼珠子都通红 身上二贫五者的气血涌动 你这是在逼我 现在就出手镇压你 羽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凭颜阳阳这点气血 他就算站着不动 都破不开他的护体血缸 你以为你的实力强横 可以在学校中横行 却不知道 很多人 不过是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不语 你争长短罢了 我知道 颜阳阳目光 死死地盯着羽龙 但是这些人里 绝对不包括你 是吗 羽龙默然站起身 他的狗发育按钮已经被关掉 现在的他锋芒毕露 也未尝不可 镇压 羽龙陡然出手了 左手高举 五指曲张 化作遮天大手 猛地朝着颜阳阳的面门覆盖下来 太快了 不 颜阳阳愤怒地嘶吼 身体的反应 却完全跟不上意识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巴掌落下 啪 一道清脆的打脸声 在教室中响起 在场中人 都是心头一颤 这一掌重重地覆盖在了 颜阳阳的五官上 他只感觉 整个脸上 五官都被这一巴掌挤成了一团 整个人的意识 都散乱不堪 身形亮强后退 双耳一阵嗡鸣 眼貌惊心 后退了两步 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分不清 是眼泪 还是鼻涕流的满脸都是 这时候 众人才忽然想起 好像在开学典礼的时候 羽龙就是靠着这一掌 掀翻了众多挑战者 知道无人敢在 处他虎须 但是那些 都是大一刚刚入学的新生啊 一品舞者都不是啊 颜阳阳 是二品舞者啊 有人轻声呢喃道 都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这太让人惊骇了 羽龙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啊 连一旁的王腾 都神色一愣 虽然他刚刚起身 要拦住颜阳阳 但是其实他也知道 身为二品舞者 颜阳阳的实力 是要比他强的 却没想到 在羽龙手里 轻描淡写的一巴掌 就解决了问题 是啊 羽龙根本不准备 浪费时间和颜阳阳 去进几台 一巴掌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实在是没那个必要 足足过了半分钟 倒在地上的颜阳阳 才缓过神来 脸上的剧痛 依旧强烈 却也比不上他此刻 心中痛苦的万分之一 他竟然在学习学妹面前 被羽龙当场祭拜 还是以这样屈辱的方式 他简直要抓狂 私生大吼 你这个人 还有没有武德 竟然偷袭我 这样一个十九岁的孩子 啊 一声愤怒的嘶吼 颜阳阳气血爆发 使出了最擅长的一套掌法 同样朝着羽龙的面门而去 以比之道 还失比身 他此刻也顾不上什么 孝归不孝归了 只想立刻找回自己的颜面 可惜 颜面需要的是实力支撑 羽龙不闪不闭 一指点出 凝聚的气血点 在颜阳阳掌心 直接破掉了他这一掌 而后一把抓住其手腕 尽力一抖 颜阳阳身形 直接被甩到教室门口 偷袭 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羽龙身形如电 猛然上前来到教室门口 居高临下地看着颜阳阳 目光之中的神光无比璀璨 一股可怖的气势弥漫出 牢牢压制住颜阳阳的精神 这股气势极为凝聚 旁人竟然感受不到半分 这是羽龙对自身的绝对掌控 你觉得你配做我对手吗 你 你 颜阳阳诺诺不敢言 他知道 自己完全不是羽龙的对手 看着羽龙的眼睛 他只觉得 如坠冰枯 就变得困难起来 这一刻 羽龙无敌的身影 直接种在了颜阳阳脑海之中 成为其一生的阴影 难以磨灭 教室中 众人鸦雀无声 他们双目圆瞪 眼珠子都快要蹦出眼眶 眼前这一幕太惊人了 如果说之前第一掌 还可以理解为偷袭得手的话 那么刚刚这一指 就可以明显看出 羽龙远高于颜阳阳的实力 简直就是碾压 催枯拉朽一半 羽龙用的是一股巧劲 虽然将颜阳阳颠飞了三丈远 却没有受什么伤势 但他宁愿自己此刻 重伤昏迷过去 看着周围学弟学妹的怯怯思语 他只感觉自己 像是脱光了衣服 站在冰天雪地一般 本以为这个羽龙 是一只可以拿来 玩弄立威的小猫 没想到 自己招惹的 竟是一只试人的猛虎 羽龙这才大一啊 无数人心中都在感叹 此时 哪怕傻子都知道 在大一新生里 有一个真正的超级天才 恐怕可以和颜席比肩 好高深的修为 好凶煞的气势 就在此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默然从门外传来 打断了教室里的静谜 听到这个声音 原本一脸死灰的颜阳阳眼中 也顿时闪过一道 无比浓烈的光芒 像是冰死的人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悲愤交加的大喊 哥 第101章 颜席 门外的声音冰冷 话音刚落 一个黑衣少年 一脸冷漠地走进教室 看了一眼门口狼狈的颜阳阳 眼中闪过一抹 灵力之色 叫你平时多用功修行 多放点心思 在修行上 你不听 对自己这个弟弟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 自从踏入物城武大 除了自己修行 他挪出了大量的 修行资源 给颜阳阳使用 这也是颜阳阳本身 修行资质相对愚钝 却可以在五道修行上 进展这么快速的原因所在 哥 颜阳阳挪了奴嘴 想要说些什么 最后却没能说出口 尽管他心底深处 对自己这个精彩绝艳的哥哥 有着不可言说的嫉妒 却也知道 这种时候 只有自己的兄弟 可以为自己出头 果然 下一秒 颜阳阳的目光如电 直直地刺向站在一旁 一脸平静的鱼龙 杨阳他的确有些顽脸 我也时常告诫他 在外形势 不可如此张扬 颜阳沉声开口 他也知道 颜阳阳经常借用他的名头 在校内横行 不过 我颜阳的弟弟 却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打的 我也不说 你们在竞技台之外的地方争斗 已经违反校规这件事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我们就以无者的方式来解决 你现在的实力 是二品还是三品 我会把实力压制到和你同阶 和你正面一战 只要你能接我十招 就算了解此事 十招 哪怕和你同阶 依旧十招可以镇压你 太自信了 这就是超级天才的自信 同阶无敌 而羽龙眉头却是皱起来 他发现自己一开始的狗发育 战略就错了 前世对他的影响太深了 这一世 有了修行者的出现 人天生就分出来三六九等 在修行界 以实力为尊 你不去找麻烦 麻烦也会来找你 这不是你装低调 就可以躲过去的 还好 我现在已经决定 转变战略了 羽龙轻声呢喃着 目光猛然一变 耀眼的神光 直直动射而出 让言喜心中一惊 你的名字 从我踏进物城 五大开始 几乎每天都能从别人口中听到 第一天才 这个名号 背了太久 不知道你现在的实力 能不能支撑这个名号 嗯 听到羽龙的话 言喜神色一宁 他发现 面前这个少年 似乎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更加狂妄 你既然想要 和我了结此事 可以 上经济台吧 羽龙却是继续开口 他想要把言喜的第一天才名号 拿来用一用 不为其他 就只是不要再让这些阿猫阿狗 都在骚扰自己 尽管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威胁 却格外影响心情 还浪费时间 你也不用压制实力 全力视为即可 以免输了之后 心中意难平 羽龙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教室 像是一道惊雷 直接披在了众人心头 这是什么意思 羽龙要和言喜 争夺第一天才的名头吗 人群中 有人压低声音开口 语气都有些激动 这样的事情平日里很难遇到 应该不是吧 言喜可是已经突破四品五者 气血七千斗的恐怖修为了 我们这些刚刚入学 还在为突破五者绞尽脑汁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你们看这个羽龙像傻子吗 既然敢当面这样挑衅 自然也是有几分实力 哪怕打不赢 只要能在其手下 撑过十招 同样可以名声大噪 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早就看不惯这些 大大三的老学生了 仗着自己 早入学一年两年 经常仗着修为 来横行霸道 如果羽龙能打出 我们大一的威风 我看那些人 还敢不敢这么嚣张 教室里的学生们 都在窃窃私语 毫无疑问 他们都是 站在同位大义心生的羽龙这边 对于他当面挑衅 严喜的行为 都是又惊骇又敬佩 至于赢 他们脑子里 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念头 严喜 同样静静地看着羽龙 神色逐渐变得平静 只是目光深处 有难以按压的怒火 小学弟 听说你和羽默的关系不错 羽默 他恐怕不喜欢你这么称呼他 你是不是以为 你的实力强横 是所谓的第一天才 就可以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胞胎 你这样试图激怒我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严喜的声音越发冰冷 虽然他上次的表白失败 但是在他心中 萧宇默已经是自己的禁鸾 任何男子和他交往过密 都是对他的挑衅 也正是因为了解 自己哥哥的心思 严羊羊才会主动去找羽龙的麻烦 小学店 你的实力不错 看了一眼缓过气 挣扎着站起身来的严羊羊 整个面部都肉眼可见地 肿胀了一大圈 严喜眼中的煞气更加浓郁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小有天赋 就迷失了本性 为了一个自己不可能得到的女人 这样去做更不值得 你一旦上台 我不会留情 在他心中 羽龙如此狂妄地想要挑战他 自然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天呐 牛屁 有学生激动到身体都在颤抖 原来这一场 争夺的背后是空灵女神 大义心生痴迷 空灵女神 直接向第一天才严喜 发起竞技台挑战 有人看热闹不嫌失大 登陆学校内部论坛 在上面发布了一条信息 此言一出 整个论坛都炸起锅来 不可能吧 欧主 什么情况 这是哪位英雄 为了女神 连命都不要了 求现场图文直播 论坛上的活跃账户很多 这个消息的标题 直接就吸引了大片学生来浏览 还有很多 本来就在教室的学生 也在消息下面回复 场面非常热烈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马上就会去竞技台比试 速去围观 发帖学生将自己这条回复置顶后 就退出了论坛 继续专心致志地 吃着眼前这个超级大瓜 这样的事件 放在前世 可以堪比时间管理 和多人运动的轰动效应 只有羽龙愣住了 他突然发现 事态好像突然浑进来了什么 奇怪的东西 方向骤然转了90度 往另一个方向 一路狂奔 我和萧宇莫什么关系都没有 羽龙干巴巴地解释 这么一句 但是看周围这些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 羽龙知道 根本不会有人听的 延熙打了一个电话 联系负责竞技台的老师 专门预定了一个最中心的竞技台 平日里 他也算得上低调 身为第一天才 人们更乐意 在他身上看到谦逊得体的性格闪光点 而不是仰仗着实力 张扬跋扈 所以这两年 他哪怕和人比武 也都是点到极致 发扬了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优良传统 但是 这一次不一样 虽然脸上恢复了淡定的微笑 但是他的心中 依旧在狂吼 这一次 我要在全校师生面前 将你牢牢踩在脚下 看你怎么和我争 一念及此 他决定不再停留 骤然转身 向教室外走去 择日不如撞日 小学弟 就现在 去竞技台 如果你还没后悔的话 第102章 全校聚焦 物城五大体育馆 今天中午开始 突然就有恐怖的人流 在疯狂朝着体育馆聚集 这些的 那都是在论坛上 看到羽龙和严喜比武的消息 才马上赶来的 不到半个小时时间 整个体育馆 至少聚集了接近5000人 还有人源源不断地在赶来 甚至还有很多女学生组团 拉着横幅 给严喜加油助威 这就是第一天 才在学校的影响力 不断聚集的人流 很快就惊动了学校 数名老师来到现场维持秩序 能在物城五大做老师 实力起码都是七品的高阶舞者 维持现场没有问题 很快 羽龙和严喜二人出现 现场平静的人流再度骚乱 准确地说 这股骚乱 只是为了严喜一人 严喜 男神 严喜 我想给你生猴子 严喜加油 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 大义兴盛一个教训 这场面 让羽龙想起了前世那些 鲜肉明星出行时周围的 疯狂粉丝 羽龙在人群中 还看到了几个月前 在横断山脉中救出的几人 男生没有那些女孩 表现得这么狂热 但心中依旧是认定 严喜毫无疑问 会取得这场胜利 再走了几步 羽龙看到了王超 这个学校里 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看着从他面前 经过的羽龙 轻声开口 加油 如果打不过 不要硬撑 得 哪怕是王超 也不相信羽龙会赢 恐怕只有那个死胖子 才会毫无理由的 相信自己会赢吧 不知为何 羽龙突然想到了吴伟 他们已经挺久没见了 不知不觉 还有些想他 严喜对这样的场面 早就习惯了 此刻的他面带笑意 对着周围人群淡然挥手 回头看了一眼羽龙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呵呵 羽龙哑然失笑 你要承受这么多人的欢呼 自然就要承受 这么多人的压力 一旦失败 你能承受得住吗 今天下午 本来还有两座竞技台 有人使用 结果听说了 严喜要亲自出手 另外两对 仇怨深重的人 都顾不上对决 立马取消了使用 想要亲自观看 严喜这位第一天才的风资 人数实在太多 整个体育馆 几乎已经摩肩接种 校方最后紧急启动了 体育馆外的大屏幕 对这场万众瞩目的鄙视 进行实况转播 后面的人 只能退出体育馆 在外面仰着头看大屏幕 小学弟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 是不是还有些不习惯 严喜看了一眼四周 对这样的盛况很满意 台上的人 已经可以约等于全校师生了 在这么多人面前 击败面前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 羽莫自然也就会 对他失去兴趣 实话说 之所以喊小学弟 不是因为藐视或者其他什么 只是单纯的 严喜到现在 都还没有记住羽龙的名字 两位同学 你们都是自愿参加 这次的竞技台吗 不同于平常的竞技台比试 是双方学生自行比试 但是鉴于严喜身份的特殊性 学校专门派了一名 七品五者老师 来主持这次的比试 是 只要是物成五大学生 都可以登上竞技台比试 但是这个过程 必须是自愿的 一般来说 这样可以防止两边的实力 差距过大 可是没想到 今天就突然有这么一场 在众人眼中差距悬殊 胜负一定的比试 连这位老师 也多看了羽龙一眼 他对羽龙也有些印象 入学第一天 就领悟了校门口的家国石碑 又拒绝了和教授 收入门下的橄榄枝 唉 可惜了 老师暗中摇了摇头 虽然羽龙同样天资惊人 但毕竟 才刚刚入学 如果再过一年 他就有理由相信 羽龙的实力 可以和阎喜一较高下 但现在 根本不可能 竞技台上 阎喜看着羽龙 嘴角掀起一抹锋利的弧度 压低声音说道 这一次 我会全力出手 不会给你任何表现的机会 如果换一个人 或许我会让他在我面前 撑过十招 一招成名 但是你 我今天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今天 他们只会记住一件事 物城武大第一天 才阎喜出手 一招镇压了一名大义新生 至于这个被一招 镇压的新生是谁 他们根本不会记住 听着阎喜的独白 羽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话太多了 今天之后 你就会明白 和我生在同一个时代 是你最大的不幸 也是最大的幸运 哼 大言不惭 嗨嗨 现在 比试开始 七品无者老师 自然也能听见二人的低语 倾咳了一声 打断二人互放狠话 宣布比试开始 来吧 我让你先出手 阎喜背负双手 大声开口 一副翩翩绅士风度 他要让羽龙先出手 而后一招击败他 这就叫面子 理着他全都要 呵呵 羽龙一声冷笑 调动气血五千斗 身形一动 一拳朝着阎喜砸去 哼 阎喜自然毫不示弱 全力一击 七千斗气血调动 他要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将羽龙强势击败 这一拳 恐怕直接要将一般的二三品无者 打得骨断惊蛇 哼 二人的拳头碰撞 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 像是平地起的惊雷 在整个体育馆轰鸣 什么 台下大多数人 还没觉得有什么奇怪 毕竟以往的延习 少数几次出手 都是彬彬有礼 先让对手数招 而后才击败对手 只有几名大四老生 和主持比试的老师 确实神色一变 二人这一次的交手 爆发的威势很惊人 至少都是五千斗气血以上 这个大一的少年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连暗中来观看 自己爱图比试的何教授 都险些扯断了自己的胡子 他没想到 这个羽龙实力妖孽 到了这个程度 他现在的脸色还有些苍白 早上他刚刚被羽龙 一记重拳轰的咳血 本来需要在家中敬仰 却得到消息 严喜和羽龙二人 在竞技台比试 这二人都是自己看中的 天资精士的天才少年 虽然羽龙拒绝了他的邀请 但都是物成五大未来的代表人物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亲自来看看 难怪他有底气拒绝自己 何教授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苦笑了一声 他想起来 自己在大二的时候 也不过还在二品舞者境界蹉跎 跟他们一比 真的是活到狗肚子里去了 第103章 历史性时刻 怎么可能 严喜口中传来一声 难以置信的惊呼 和其他人的心情不同 他此时的心情 就变得有些阴沉 他没想到 自己七千斗气血的一拳 竟然被羽龙挡住了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自己可是四品舞者 七千斗气血啊 这不科学 严喜在心中狂笑 哼哼 这就是你的权力吗 羽龙同样也是一声冷笑 不同于严喜的方针 他既然决定了 要打败严喜 一招根本不够 说明问题 甚至会有人认为 谁运气好 他需要让严喜不断地出手 却一一被他镇压 他要以无可置疑的姿态 登上物成五大第一天才的位置 再来 羽龙的话 让严喜瞬间脸色涨红 脸上的淡然微笑 再也维持不住 砰砰砰 这一次 严喜主动出击 林立的拳法 朝着羽龙倾泻而出 这么你全法羽龙昨晚 刚刚在图书馆第四层看到过 完整的修炼法门 就在他脑海之中 这也为羽龙提供了方便 他总不能直接爆发出 十万斗气血 将严喜直接镇压 那样的话 就不是妖孽 而是明显的在卡修行 bug了 这样的人一旦被发现 不是被封号 就是被解剖 所以 羽龙是要用5000斗气血的实力 将严喜镇压 这是一场在武道学府 很难见到的比试 二人的实力 甚至已经可以碾压 绝大多数的大四毕业生 尽管严喜将全法磨练的炉火纯青 也依旧被羽龙一一破开 没办法 二人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严喜连连长笑 他感觉自己刚刚的豪言壮语 转眼就被打脸 这种感觉 比起严阳阳那样 直接被打到脸上 还要让他抓狂 此时 就算是那些连异品舞者 都不是的学生 也看出了端倪 严喜在羽龙手上吃瘪了 一个是刚刚入学的大义新生 一个是悟成五大第一天才 七千斗气血的四品舞者 竟然成了这样的状况 这太惊人了 难道 悟成五大的第一天才 真的会在今天一主 此刻 竟然有不少人 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 尤其是赶来的大义新生 他们心中对严喜的感知 只有短短一个月 并不像其他年纪学生那样深刻 他们也是 和羽龙最有相似感的一群人 羽龙 打败他 陡然间 台下有一道脆声声的声音响起 是王腾 此刻 他鼓荡两百斗气血 将自己的声音 传遍整个体育馆 为我们大义新生争口气 王腾曾经被誉为 是大义学生的第一天才 但是看到羽龙此刻的实力 却是深深知道 自己的实力相比远远不如 二人之间的差距大道 让他无法升起极度的念头 羽龙 加油 有了王腾开头 一众大义新生纷纷开口 之前他们来到体育馆的时候 感受到了众人对严喜的推崇 加上连他们自己都不认为 羽龙有赢的可能性 自然是静默无声 而羽龙用自己的实力 向他们证明了 他有争夺第一天才的实力 在体育馆外 几个戴着口罩的人影 因为来得晚了 没能进到体育馆 只能在外面观看大屏转播 他们站在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 巧声交流 羽默 你的魅力太大了 咱们学校的第一天才 都要宣誓主权了 不愧是咱们的空灵女神 要是放在几千年前的封建时代 恐怕帝王都要为你不早朝了 可是看起来 那个叫羽龙的小学弟也不错哦 连严习好像都拿他没办法呢 这些人都是从娘胎就开始修炼了吗 这个好吧 让羽默把他们都收入后宫不就行了 这几人正是肖羽默和他的几个好闺蜜 和男生宿舍一样 少女们在一起聊天 骚话也是多种多样 要不是担心大道规则404 几人还能聊下去 此时 肖羽默目光只是死死地看着大屏幕 他没想到 一个月前见到的那个刚刚入学的少年 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而自己却还不自量力去挑战过他 那个时候 他被我一拳轰下竞技台 还大口可血 让我心怀愧疚了好久 想到这些 肖羽默竟然俏脸微红 低声恶狠狠地骂了一声 这个混蛋 应该差不多了 竞技台上 羽龙默然开口 声音敌不可闻 他和颜喜 已经走了20多招 足够了 要知道 整个悟成能在自己手下走20招的 都不超过10个人 从这一点成就来看 他已经比他的师父和教授 更加优秀 尽管羽龙都没有使出 真实实力的几十分之一 哄 依旧是这5000气血 羽龙心念一动 气血成旋 5000斗气血 在体内如同大江大河的 宽阔经脉中流转 瞬间爆发出1万斗气血战力 羽龙就是要以利亚人 不待丝毫取巧 直接用最纯粹粗暴的力量 镇压颜喜的骄傲 碰 万斗气血和7000斗之间 有着巨大的差距 瞬息之间 恐怖的距离 汹涌进颜喜体内 搅动体内的气血经脉 颜喜直接被这一拳 轰得倒飞而出 不 这一拳太强了 运用了气血成旋密法之后 钻进颜喜体内的气血 依旧无比锋锐 有惊人的破坏力 体内传来噼噼啪啪的脆响声音 这是筋骨和气血在失控 颜喜脚步在竞技台上连踏 体内的劲道 顺着双脚不断宣泄出去 整个竞技台感觉 都在微微晃动 不愧是悟成五大百年 难得一见的第一天才 羽龙这万斗气血的一拳 竟然被他用玄妙的 泄力法门声声接下 不过羽龙却不准备 再和他纠缠下去 趁着颜喜立足未稳 直接冲到了颜喜身前 气力鼓动 一拳轰在了他的小幅之上 结束了 碰 再也无法挣扎 在无数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之中 这位第一天才的身形 被羽龙的全境先飞 静止跌落在竞技台下 这一瞬间 人山人海的体育馆 像是被按住了暂停 时间都凝制在这一刻 鸦雀无声 只剩下成千上万道粗重的呼吸声 他们双目圆瞪 瞳孔紧缩 思绪还停留在颜喜 被羽龙轰出竞技台的画面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那些高举着横幅 给颜喜加油打气的人像是 突然被掐住了喉咙一般 直接失声 赢了 王腾最先回过神来 眼中的惊讶和狂喜无以言表 当即震臂高呼 其他大意的学子们也回过神来 心神激动到无法压制 他们知道 自己见证了悟成五大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第一天才延喜 被新一代的天骄镇压 从此跌落神坛 这一刻 羽龙的名字 正是被所有悟成五大学子所铭记 这不仅仅是羽龙一个人的胜利 也是整个大一的胜利 这一届的大一 因为羽龙的存在 注定不会平凡 第104章 八方会审 悟成五大沸腾了 大一新生羽龙 镇压四品五者延喜 成为悟成五大星的第一天才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一个小时之内 就传遍了整个悟成五大 甚至都惊动了悟成五道界 18岁的四品五者 这代表着什么 简直超出他们的想象 哪怕在地度五学院 都不曾听闻 有这样妖孽的天才 只是随着比赛的结束 一连铁青的延喜 被自己的弟弟 炎洋洋搀扶着离去 而羽龙 也被主持比试的七品五者老师 带离了现场 来到了一个会议室 此时 会议室坐满了 七八位气血鼎盛的 五道超级强者 他们是整个悟成五大的核心 张宗义赫然在列 只是他却不是坐在中心的主位 而是坐在了主位左下守位置 坐在主位的是一名 合法童年的鸡皮老者 这才是悟成五大的真正抵御 刚刚踏入会议室 羽龙就感觉到老人的目光 几乎凝成实质 想要看透他 高手 这是一个跨入九品多年的高手 以羽龙如今的实力 不使用杀手锏的话 恐怕还不是这种 老辣强者的对手 羽龙同学 恭喜你 满头白发的何教授 默然开口 虽然自己的徒弟被打败 他的目光之中也全是欣赏 难怪你在校门口 就拒绝了我 小小年纪 就有如此高的五道修为 假以时日 必然可以成为国之栋梁 以我的实力 恐怕的确教不了你 何教授顿了顿 继续开口 今天叫你来是有几个问题 想要和你咨询一下 来了 羽龙心中一动 他知道这才是 他现在出现着这个会议室的原因 在他表现出 如此妖孽的实力之后 如果校方还不闻不问 那他才会觉得奇怪 悄然调动自己脸部的气血 做出一副脸红的模样 再表现出一丝丝强撑着 不明显的窃窃 羽龙觉得自己此刻的情绪反应很到位 毕竟面对这么多的超级强者 哪怕自己添资金事 有些紧张也是在所难免的 你不用紧张 果然 羽龙的反应让何教授以为 是自己的声音太大 让羽龙产生了误解 毕竟你的实力 在这个阶段太过超群 所以我们必须例行询问 这只是一个惯例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气血 到底有多少痘 哪怕九品舞者 只要没有羽龙这样神奇的感知 依旧无法感知到修饰的实力修为 我 我也不知道 羽龙低声道 每一个舞者 除非站在专门的仪器上检测 否则同样无法知道自己的具体修为 到底是什么程度 碰 一个巨大的机器早已经被摆在了会议室一侧 距离机器最近的一名老师直接开启机器 一道幽深的光芒一闪而逝 显示屏直接亮起 来吧 我们来检测一下你的真正实力 这样方便学校对你针对性的培养 何教授指了指检测仪 他眼中同样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羽龙最后击败沿袭的那一拳 实力惊人 在座的众人都想知道 羽龙到底达到了什么层次 好 羽龙深吸一口气 在他决定展露锋芒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这些可能遭遇的近况 心中早就拟好了副稿 来到检测仪器面前 一拳轰出几千斗气血的一击 狂暴无比 检测仪上的球形把被这一拳轰得连连颤抖 显示屏上的数字更是疯狂跳动 一路跳到了5632斗才停了下来 尽管心中早有准备 看到这样的实力众人 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18岁就有这样恐怖的修为 实在是太过逆天 你才刚刚入学一个月 这一生气血修为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最大的漏洞 哪怕是过了一年 羽龙都可以解释自己天赋惊人 一年的时间修行进度飞快 而现在 他只能将这一切 故意供于造化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和同学去爬山 结果遇到了通缉犯周大华 我还被迫进入 妖兽洞学去给他取药 要不是教育局王百川 王局长及时出现 恐怕我和同学们都要死在那里 羽龙专门点出了 王百川这个人 学校想要调查他的话 自然可以前去 在那个洞穴里 除了周大华药的宝药之外 我还在更深处 发现了一株通体新红的灵药 药香四亿 我不认识是什么 但是知道肯定是个宝贝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吞了下去 结果这半年来 我就发现自己体内的气血 增长速度很快 不知不觉就到了这个地步 华国地大物博 在天地灵气的催生之下 不知名之地 总会有些机缘造化 会议室里 一众物成五大的巨博面面相去 能修成八九品武者 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机缘造化 只是什么灵药 可以一口气催生出一个 五千斗气血的四品武者 那株灵药通体新红 长得很像一把小伞 和蘑菇一样 闻上去有肝中带色之气 吸一口就感觉神清气爽 这是什么灵药 完全没有听说过 老巫 你对灵药研究得多 有没有听出这是什么宝药 在场中人都是 修行数十年的老司机 却没有一人听过这种药 形如散盖 肝中带色 主位上 鹤发童颜的老者 默然开口 小友 你说的可是地灵芝 他的目光如深渊一般平静 静静地看着羽龙 想要探寻到更多的东西 地灵芝 那是什么 没听说过啊 难道是什么珍惜的灵药吗 此时 老巫猛然一拍大腿 我想起来了 应该就是地灵芝 玄洁无品的宝药 药性温和 是少有的可以生存的宝药 只是这种宝药 已经有百年 未曾重现于世间了 我一度以为它已经灭绝 没想到这样 珍贵的宝药 都可以被你寻到 众人心中都有些艳险 可惜了 如果可以摘回来 按照一定剂量 加入一些辅助宝药 最后练出一炉丹药 恐怕对你的助力更大 看到众人的思路 都走上了他想要的轨道 羽龙终于暗自点了点头 开学以来 羽龙将图书馆一楼的杂书 全部看了一遍 其中就有一本 记载了华国 有史以来出现过的全部灵药 当天看到地灵芝的介绍之后 羽龙就决定 以此为借口 反正都是死无对阵 纯粹的谎言 非常容易被拆穿 只有九句真话中 藏有一句假话 这样才不会轻易被发掘 那你五千斗 气血最后怎么爆发出 那样璀璨的一拳 将沿喜直接轰飞呢 校长张宗义突然开口 哦 我是用了气血承炫之法 气血承炫 这是我在昆蓬武道馆 兼职助教的时候 从叶峰馆长那里 学到的一种法门 可以提升一倍的战力 气血承炫之法 我也有修行 除了可以在通败的时候 增加效率 似乎没有这样 让战力暴涨的作用啊 武王这门法流传很广 在座之人 大多都修行过 只是他们都没有达到 羽龙这样的高度 我是根据 叶峰馆长传授的 气血承炫法 自己按照理解改造了一下 就成了现在的模样 啪 羽龙打了一个响指 只见一串气血 化作漩涡 悬浮在虚空之中 自己改造武王创造的法 哪怕是那个老者眼神 都不在平静 前人创造的武道功法 都是经过岁月的验证 保证不会有问题 而修行过程中 擅自改动法门 无疑是修行的大忌 极有可能造成 不可挽回的沉痛后果 却没想到羽龙竟然胆大包天 直接改造了法 还效果如此惊人 这就是天才吗 在座众人 都忍不住在心中狂吼 羽龙表现得太妖孽了 如果说的灵芝 还可以用纯粹的运气 来解释的话 那修改武王的法 无疑就是武道天赋的 最直接体现 看着众人满脸的不可置信 羽龙嘴角掀起了一抹 微不可查的弧动 进中云山脉 得到的灵芝 修成五千斗气血 见证人王百川 进坤鹏武道馆 修得气血成悬法 战力翻倍暴涨 见证人叶峰 这两件事 可以让羽龙现在的实力 得到一个完整的闭环 无懈可击 第105章 沿喜的宣言 这场会议开始得很快 结束得也很快 羽龙一共在这里 就待了十多分钟 除了何教授 张宗义和鹤发同言的老者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开口 等到羽龙离去 会议室再度变得安静 众人都在平复自己内心的震撼 你们信了吗 坐在主位上的老者 漠然开口 我信 张宗义斟酌着开口 羽龙既然敢说出 具体的人名和地名 自然不怕我们去调查 当然 该有的程序 是必须要有的 防止是他国安插的棋子人物 地球上的国家形势 同样错综复杂 华国和周围的扶桑国 黑熊国关系 都有些微妙 尽管已经百年没有 爆发大型的战争 一些看不见的争斗 却依旧在黑暗中交错 只是说到这里 张宗义自己都笑了 把这样天才的人物拿来 在他国潜伏 恐怕没有哪个国家 舍得这样做吧 的确 要潜伏他国 必须要找普通之人 长相普通 身高普通 修行资质 也要普通 而不是羽龙 这样光芒耀眼 瞬间吸引了 悟成武大全部 失声目光的天才 嗯 主位上的老者点了点头 更何况 他还拒绝了 我收尾学生的体谊 他的身份很老 是上一个世纪辉煌过的人物 如在 悟成武大中安度晚年 是张宗义的师尊 在悟成武大 有着无上的地位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提出过 要收学生 哪怕沿喜这样的天才 他都是让张宗义 去收入门下 如果他要收徒的消息传出去 恐怕很多的大家族 都愿意花费巨大的代价 让自家子弟 败入其门下 羽龙的天赋太妖孽了 就算是因为 珍贵的宝药地灵芝 让他的气血修为 强横远超同龄人 但是对武技的理解 气血的掌控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取巧的 必须依靠 自己的天赋和苦修 这些连严喜 都不如羽龙 这也是老者动心的原因 只是当他信心满满地 提出这个提议的时候 在座的其他老师 眼中都隐含着艳羡 却只有羽龙 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就拒绝了他 老者感觉自己 闭关多年 坚如磐石的心 受到了伤害 不过他说的 恐怕也不会是全部事情 更深层次的隐秘 必然不会透露给我们 张宗义沉音片刻后 又开口 这也正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只要不危害我武大 危害我华国 就不是什么问题 如今大战将起 每一份战力都很可贵 羽龙这样的人 更是我们人族武道的未来 和希望 老者神色有些忧心 西南大区监察使华卫国 在中云山脉中 向武王几人 透露了人妖大战的消息之后 这两天 一些灵性的信息 开始在悟城的 上流人物之间流传 身为悟城武大的核心层 在座众人 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这也让他们下定了决心 要加大对羽龙 这样的超级天才的培养力度 多一份战力 人族就多一份希望 先有言写 又有羽龙 这是天意 要兴盛我悟城武大 是啊 刚当十八岁的四品武者 这样的天才 哪怕在帝都武学院 都不曾听说 哈哈 我们就应该带着羽龙 这小家伙去地 都武学院 挑翻那些眼高于鼎的老家伙 让他们知道 这个让他们 看不上的偏僻之地 却也有幼年的真龙添骄 和教授这些人很激动 他们这些人眼里 悟城武大就是他们的归属之地 任何从悟城武大走出的天才 就如同自家孩子 有了大出息一般 可以让他们老怀大胃 增添和其他学校老友 吹嘘的本钱 好了 老者挥了挥手 压下了会议室内 开始嘈杂起来的声音 接下来把羽龙和颜喜的奖励 等级提高到最高级别 我们不能让帝都 那些老家伙笑话 两个这么宝贵的 天才被我们交费了 尽管颜喜战败 他的天赋 依旧得到所有人的承认 此刻 早就走出了会议室的羽龙 不知道会议室里 围绕着自己 竟然有这么多的话题 应付完了校方的询问 羽龙走出大楼不远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颜喜 这个黑衣少年的神色 依旧冷漠 一脸的高冷 就好像刚刚发生的 一切不曾发生过 自己还是 悟成五大第一天才 颜喜就站在羽龙前面的 必经之路上 看着这个 将自己从神座上 扯下来的学弟 眼中有着璀璨的 金光在闪烁 你很强 你也不错 羽龙点了点头 目光打亮着颜喜 有些惊讶 他最后那两拳 哪怕以颜喜的实力 也至少要休息两天才 能将伤势彻底恢复 而如今 只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 颜喜竟然就恢复如初 浑身气血充盈 没有一丝受伤的迹象 此时 羽龙已经走到了颜喜面前 颜喜双手握拳 压制自己的冲动 低声冷喝 像是在发出自己的宣言 羽龙 这只是暂时的 修行路长 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再次追上你 重新将你镇压 完善我的五道之心 我们会是一生之敌 颜喜的五道之心 就是霸道 无敌 这样的信念 必须依靠强大的天赋 和实力来支撑 必须一生征战 而不败 如今 羽龙打破了他的神话 就相当于粉碎了他的信念 成为其心魔 他必须重新镇压羽龙 才能洗刷自己心中的分杂念头 这是一个天赋 和傲气同样高的人 可惜 你选错了对象 羽龙看着一脸桀骜的颜喜 摇了摇头 面对颜喜这样的天才少年 低调和谦逊 没有任何作用 必须比他更天才 更桀骜 才能振服他 我不知道你的底气来自哪里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 和我生在一个时代 是你最大的幸运 也是你最大的不幸 我注定会在这一世无敌 站在武道的最巅峰 如果你把我当作自己的一生之敌 那么你恐怕终其一生 都要被我笼罩在阴影之下 无法寸进 我的路你走不了 我的实力 你也揣度不了 当我在竞技台打败你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你 只能被我远远甩在身后 你要做的 是尽可能地跟上我的脚步 能做到这一步 你就已经是少有的天才了 所以 我不是你的宿命之敌 而是你要追赶一生的人 狂 无比的狂 听了羽龙的话 哪怕一直以第一天才标榜自身的阎喜 都忍不住有些瞠目结舌 能说出这样的话 到底是多厚的脸皮 羽龙却没有丝毫的自觉 他之所以要争这个第一天才 就是希望以后 不要再有各种各样的阿猫阿狗 来打扰自己 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规劝阎喜之后就禁止离去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黑衣少年站在原地 看着羽龙离去的身影 胸膛剧烈起伏 眼中的怒火在不断生疼 几乎要化为实质 尽管他和羽龙没有动手 但是他却感受到了第二次的羞辱 自己这个曾经的第一天才 就这样被人小看吗 简直就是再一次的打脸 阿 阎喜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 他的怒火被羽龙彻底点燃 就在此时 一道清脆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叮 检测到宿主怒气 只满100 竹田怒气系统 激活 第106章 金属风暴 半个月了 自从自己成为物成五大星的第一天才 这半个月 羽龙明显感觉到自己周围清静多了 至少他再也不会遇到莫名其妙的恶意 这很有意思 当你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时 身边的好人坏人参差不齐 经常会有恶意朝着自己袭来 可是当你站到一定的高度 你就会发现 身边全部都是好人和善意 你见到的每一个人 都会对你展露阳光的笑脸 这不是修行问题 而是社会学问题 前几天进行了新生的第一次月考 大一开学典礼定下的前十人 必须站出来 接受后来者的挑战 胜者上 败者下 但羽龙的凶名在外 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挑战他 也是 宝贵的一次挑战机会 没必要浪费在羽龙身上 根本不会有赢的希望 就这样毫无悬念地 赢了第一次月考 这一次发下的奖励同样惊人 他竟然有一株玄接无品灵药 这样的待遇 已经选超了大义新生的月考奖励 其他人尽管不能和他相比 却也都有一株玄接二品宝药 这是大手笔 随着大战阴云的日趋逼近 整个华国都在倾泻更多资源 希望催生出更多的强者 这段时间 除了上课 羽龙几乎足不出户 都是待在家里 修行至于陪伴自己的母亲 中途只是出去了一次 帮银科集团解决了一点小麻烦 用雷霆手段 直接宣告了自己这位龙先生的存在 为银科集团立威 整个别墅的地下室 都被羽龙改造成了闭关修行之地 哪怕母亲周娟也不能随便进入 而除了学校 银科集团同样也在为羽龙全力收集资源 各种灵药不间断地出现在羽龙手上 被他转化为珍贵的灵能 灵能又被转化为气血和脑郁强度 这种时时刻刻都在变强的感觉 简直会让人上瘾 到现在 他的脑郁强度已经突破了十万年大关 精神再度发生了恐怖的蜕变 洞洞 地下室门口 一身西装的黄远 毕宫毕竟站在门口 手里提着一个银色金属箱 进来 羽龙冷漠的声音传出 整理了一下衣服 黄远才轻声打开门 随着羽龙的修为越发精深 黄远每次来羽龙面前 只感觉压力越来越大 一股无形之中的气势 都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现在因为要保护羽龙母亲的缘故 基本都是常住在旁边一栋别墅中 方便随时过来 缓缓来到羽龙身边 将手中的银色箱子放下 羽先生 您要的东西已经打造好了 嗯 羽龙双目默然睁开 好了 目光落在面前的银色金属箱上 我倒是要看看 穷尽银科集团之力 耗费了一个月时间打造的兵刃 到底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直接打开金属箱 里面摆放着一整箱密密麻麻的金属刀片 这些刀片很薄 带着微微的弧度 通体黑金色 闪烁着悠悠的寒光 手指轻轻粘起一枚刀片 微微用力 整个刀片丝毫不为所动 直到羽龙爆发出了十万斗气血距离 刀片终于被他生生捏变形 这硬朵 的确惊人 羽龙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些金属式 运用了一支最坚固的合金打造 每一片都锋利异常 要打造一个这样的刀片 都价值近百万 而在羽龙面前 一共有365个这样的刀片 这样一箱武器 就价值三个亿 很好 你先走吧 羽龙挥了挥手 示意黄远离去 他毕竟不是黄丝海 很多东西 还不方便让他知道 地下室再度安静下来 羽龙目光一宁 骤然间 房间之中掀起一股飓风 这是羽龙的精神风暴在席卷 金属箱内 密密麻麻的刀片猛然一动 全部挣脱了金属箱的束缚 悬浮在半空中 365片一模一样的刀刃 散发着寒光 在羽龙四周围成一圈 哇 羽龙念头一动 这些刀片 立刻在虚空中不断拼接 瞬间形成了一张笼罩全身的金属罩 笼罩方圆一丈 念头再动 365枚刀片 又幻化成一道纤细锋锐的圆盘 在虚空中急速旋转 旋转带起的近风 如刀子一般搁在脸上 可以斩断神铁 哄 意念再动 杀戮圆盘再度分解 365枚刀片 直接围绕羽龙全身旋转 缓缓贴在羽龙体表 化作一道坚韧的护甲 这也避免了他出门 提着金属箱太过显眼 外面穿上一层衣衫 完全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一旦与狄近身搏杀的时候 忽然飞出这样一大片 锋锐无匹的刀片 直接将来底绞杀 想想就无比酸爽 一连串实验下来 羽龙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武器基本达到了 他当时的设想 对于他有大用 好 好 羽龙大小不已 据他所知 这种类似的武器 从不曾出现过 一旦出手 必然可以取得惊人的战果 这365枚黑金色刀片 分分合合之间 气势惊人 如同锋利无匹的金属风暴 可以瞬间绞杀强大生灵 就叫你金属风暴吧 接下来 我还需要鸣刻一些灵力的法阵 贴在身上的刀片缓缓飘落 回到金属箱中 黄丝海他们 只能用海量金钱 去为羽龙 寻找世间最坚韧的合金材料 将其用现代科技打造 这决定了头脑风暴的基础 而羽龙现在要做的 就是给这些刀片 鸣刻上灵力的法阵 让其与天地灵气共鸣 增加其威能 聚气法阵可以 让刀刃无时无刻 都被天地灵气冲刷 今年累月之后 可能会让这种合金材料 发生不可思议的蜕变 还有防御阵法 这半个月 每次去学校上课 羽龙都会去五大图书馆 他不是为了看书 那些书架上的书 早已经被他看得滚瓜烂熟 他是为了近距离 观摩图书馆外的守护阵法 半个月来有些心得 他决定把这些 感悟出的残缺阵法 鸣刻在刀片上 聚气和防御 这是羽龙 目前仅会的两个残缺阵法 可惜 少了增强攻击力的阵法 将金属风暴收回到体表 羽龙开始不断地用精神力 在刀片上鸣刻大道符纹 这是个水魔石船的功夫 急不来 羽龙有些遗憾 一旦攻击力再上一个台阶 他甚至有信心 去挑战五王这样的恐怖强者 一把衬手的神兵 对舞者的作用太大了 轰隆隆 就在此时 一股恐怖的轰鸣声 突然从地底传来 整个地下室 突然肉眼可见地摇晃起来 嗯 是精神运用过度了吗 羽龙感觉自己有些头晕 下一刻 羽龙整个人猛地站起身来 这股地心传出的波动 让他心底发麻 不对 是地震了 第107章 西南大地震 碰 地下室的大门被猛然撞开 一道电光一闪而逝 直接冲上了别墅 在他的感知里 母亲周娟的气息 就在一楼的厨房 妈 一把抢出母亲 羽龙快速冲出了屋内 还好这里是别墅区 房子密度很小 只要不在房中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几分钟之后 天塌地线的晃动 终于彻底平息 12 这是地震了吗 周娟心有余悸地开口 眼中的金黄之色 还没有消散 没错 羽龙点了点头 刚刚的却就是地震 只是不知道震级有多大 也不知道震中是哪里 妈 现在先不要回屋里 就待在空旷地带 哪怕以他如今的修为 面对这样的天地之力 依旧感觉到无比的渺小 那股来自地心的恐怖波动 让他心底发麻 羽先生 不远处 黄远身形如电 来到了羽龙面前 看到羽龙母亲没事 心中松了一口气 某种程度上 羽龙母亲周娟的安全 是由他负责的 不管什么原因 一旦出现了问题 谁也不敢保证 羽龙会不会迁怒于他 嗡嗡嗡 陡然间 羽龙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王素素 羽龙 你没事吧 刚刚接起电话 那头就传来了 王素素焦急的声音 放心 我没事 听着王素素的声音 羽龙嘴角都不自觉 流露出一丝笑意 这一时 他好像还没这么紧张过自己吧 随即又想起了什么 名神问 怎么 你们帝都都有震感吗 你没有看微博吗 微博上都乍翻天了 除了东北 整个华国都有震感 只是现在 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整个华国 羽龙瞳孔骤然紧缩 这是什么规模的地震 可以波及这么广阔的地域 在上一世 2020年 除了全球大病一场 并没有这么大的地震发生啊 羽龙低声嘀喃 他如今的脑欲强悍到恐怖 让他回忆前是某天吃了几个菜 都可以想起来 更何况是这样恐怖的大地震 不可能一无所知 此刻 他突然想起来 似乎这一世的08年 也不曾有那场大地震的支言片语 看来 终究不是一个世界了 素素你小心一点 不要待在建筑物里 你给家里打电话了吗 嗯 还没有 我一着急 就给你打过来了 王素素那边的声音越来越小 似乎也发现自己有些重色轻家人了 傻丫头 羽龙轻笑一声 一定要注意安全 保护好自己 羽龙小心地 嘱咐着王素素 这么大的地震波 谁也不知道 后续还会有密集的余震 就算在帝都 也要注意 嗯 刚刚挂断了电话 黄思海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羽先生 您那边没事吧 轰隆隆 羽龙正准备回答 平静了片刻的大地 又响起低沉的轰鸣 一阵剧烈的摇晃 持续了足足90秒 才再度消散 这是第二次震动 代表着远方的阵中心 再度天塌地险 羽龙神色阴沉 目光看向虚空 这样的天灾之下 不知又有多少人要遭难 他厌恶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没事 有什么具体的消息吗 身为银客集团的首脑 黄思海的消息 必然是要比普通人更快一步的 现在还不知道 这一场大地震 让大半个华国 都乱成了一锅粥 嗯 电话那头 黄思海的声音 突然停止了片刻 羽先生 刚刚接到的消息 现在半个属地失去了电波联系 阵中应该就在属西的横断山脉深处 华国西南多群山 绵延数百里 是亚西亚最长 最宽和最典型的 能背向山系群体 横卧在华国西南 隔断东西 乌成的中云山脉 严格上来说 就是横断山脉的一条支脉 官方通报的阵级是八级 不 有更新 八点五级 黄思海的话 像是雷霆一般 轰在羽龙心头 八点五级 比起前世十多年前那场地震 还要可怕 横断山脉 距离雾城五百公里 在雾城 都有这么强烈的震感 难以想象 此时的属西 是怎样一片景象 而此时 整个雾城五大 同样炸了锅 无数学生都聚集在了操场上 网络时代 信息的传播无比迅速 他们也就比羽龙晚几分钟 知道这场地震的规模和源头 去属西 去达县 属地雄起 华国雄起 经文国难 我被修饰 当凯然一副 属西地龙翻滚 天地倾覆 达县山崩地县 日月昏尘 难而七尺身许国 正当此时 无数人在高喊 他们是武道修行者 哪怕未成武者 身体素质 也远比一般人来得强悍 可以在那个无比危险的地带 给那些人带去希望 这是华国传承数千年以来 提炼凝聚而出的民族魂魄 当真正有大难的时候 华国人总是会爆发出 震惊世人的能量 请战 全部都是在请战 同样的一幕 也发生在学校的微信群里 看着这些激扬的文字和少年 羽龙心中同样热血沸腾 修行不是要绝情灭性 而是要保护自己 那满腔的热血不会冷 心中的火焰不会灭 黄远 羽龙一声沉喝 他现在要马上去学校看看 你把我母亲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后续我不会给你安排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嗯 羽龙的话 让黄远一愣 随即立刻回答 好 保证不会有问题 黄远同样也想去灾区抗震救灾 这一刻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修为不分高低 全部都是华国人 心中都惦记着这片灾区同胞 这一幕 整个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 强大相心力和凝聚力 无数这是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和归属 一个个无名英雄 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展开自杀式的救援 一支支 有着悠久历史荣誉翻号的部队 披荆斩棘 不畏艰险 哪怕有惨痛的牺牲也要第一时间奔赴第一线 一台台陷血车被蜂拥而至的人朝围追堵截 这些人没有合适的技能可以去救援灾区 那就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带过去 一辆辆私家车从全国各地朝着阵中汇聚 那个时候 整个入川通道几乎被车辆堵得严严实实 当这个13万万个体组成的古老民族 为了同一件事 同一个目标 同一个方向而奋勇争先时 他们就是在创造历史 第一百零八章 一个都不能少 悟城的秩序没有被这场地震彻底停滞 羽龙打了个车 很快就来到了悟城五大 刚一进校门 就感觉到了人声鼎沸 现在灾情这么严重 那些救人的医生根本进不去 必须要我们护送 才能让他们通过险阻 尽快到达阵中救人 有五大学生在狂笑 声音几乎传遍整个操场 是啊 我等修行为的什么 不就是这种时候可以挺身而出吗 五道修行者气血旺盛 热血滚烫 必须去鼠歇 这是集体的意志 难以被压制 同学们 冷静 冷静 此时 何教授站在主席台上 八品五者修为的他几乎寒数不清 此时 却在不断擦汗 他必须遏制住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 救援的事情 自然有官方去考虑 军部和安全部 已经抽掉了大量修行者前往鼠西 连院士亭都有大人物走出 你们只需要在学校安心修行 不要去给官方添乱 这次的灾害太大了 整个华国像是一个庞大的机器 被迅速调动 我们不是添乱 我们的实力可以救人 这种时候 因为不断的地震 整个鼠西的环境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普通人进去 可以说是步步凶险 动辄就会有生死危机 我的实力很强 一身气血强盛 放眼整个五大 除了羽龙和炎喜 有几人可以比 这话放在平时 说此话的人 必然已经被群起而公知 只有在今天 没人反驳他这句话 这个时候站出来 是勇气 是担当 看着台下一双双赤诚的目光 和教授同样情绪激荡 但是他身为师者 此时却不能和这些年轻人一样 热血沸腾 校长张宗义 和其师尊两位九品舞者 已经在第一时间离开了学校 被机体征兆 前往镇中心 他作为留守在家的人 必须让这些少年冷静 一个人都不能少 师尊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顿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是言喜 自从半个月前被羽龙镇压 他的性子就变化很大 整个人都变得有些沉默寡言 没人想到他今天会突然开口 舞道 修行的就是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 心中这骨气不能灭 否则一生的舞道成就 都是极为有限 言喜目光明亮 缓缓朝着主席台走去 众人都不由自主地 给他让出一条通道 地覆天翻之下 那些山脉中的妖兽 必然倾巢而出 整个鼠西恐怕步步惊险 军部和安全小队的人员重心 都是在抢险救灾 和开辟安全道路去了 既然现在大家求战之心 如此之烈 那不如再就按照我们上一次月考的成绩 修为排最高的20人 作为我们舞城舞大的代表 如今舞城的各大医院 必然都会有精干的医疗队伍 倾巢而出 我们可以去随意出发 护送他们去最前线 我们舞道修为在这种时候 起到的作用 远远不如他们手中的一把手术刀 言喜的话有理有据 引起了众人的共鸣 我觉得言喜说得对 就该如此 大家全部一起去 也的确不太现实 是啊 尽管很不甘心 但是除了鼠西 哪怕就留在舞城 同样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站在不起眼处的羽龙 暗自点了点头 这个言喜 似乎有天生的领袖气质 可以在短时间内 将众人的意见统一 下意识听从他的领导 这种气质很珍贵 并不完全以修为的高低论 哪怕强如羽龙 这方面依旧比不上言喜 我认同言喜的看法 从不起眼的角落中走出 来到主席台前 羽龙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真正的强者 不是靠学习就能学出来的 必须去体验生死 身为现在的学校第一天才 羽龙的看法举足轻重 再次给学子们 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是不可忽视的意见 好 和教授一咬牙 现在张宗义不在 他就是物城五大的画室人 如今的情况 已经是最优解了 这样也好 你们这些小崽子 一天在学校里私混 根本不知道外界的险恶 这次就当是 你们的历练了 全校前二十名 可以去属西支援 其他人 给我死命的修炼 为什么这二十人里面没有你们 就是因为你们太弱了 和教授一顿怒吼 唾沫星子 几乎都要飞到台下众人脸上 而后就转身离去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和老头一走 顿时就有学子 在猖狂大笑 哈哈 不好意思 我这次月考 正好是第十九名 每次的月考成绩 原则上都是按年纪 各自排名 但因为五道静静快慢 和年级 没有绝对关系 所以每次的月考 依旧会将整个大一 到大四的成绩 拉通排列 让学生们 可以知道自己 在整个学校的位置 但对于大多数天子 普通的五道学子 时间 依旧是最主要的因素 放眼整个物城 五大的排行榜 排名前一百的 大四学生 占了一大半 但是到了前二十时 却发现 大四学生 只占据了不到一半的名额 大三之中的佼佼者 已经赶了上来 而前三 更是没有一个大四学生 依次是大一的羽龙 大二的颜喜 大三的杨东 整个排名 竟然出现了 难得一见的倒挂奇景 但是众人 却也没什么意外 毕竟像颜喜 和羽龙 这样的妖孽天才 自然不能以偿理论 他们现在的修为 已经是很多 武道修者终其一身 都无法达到的成就 有人欢喜 自然有人愁 有一名男子痛苦地 抓住头发 蹲在地上 声音沙哑地嘶吼 为什么 我不甘心啊 他正好是第二十一名 此时 却没有人去安慰他 这个结果 只能自己慢慢消化 前二十名都 不知觉地围拢到羽龙 和颜喜身边 讨论接下来的行动 这是巨大的荣耀 可以显摆一辈子的谈资 也让其他人羡慕不已 我知道 就在刚刚 物诚已经有几十家医院 提出了抗症救灾的要求 军部筛选出了 十一家实力 最为雄厚的医疗团队 作为第一批先遣部队 我们刚好有二十个人 我和羽龙 各去一个医院 你们就两人一组 负责一个医院 颜喜看了羽龙一眼 此刻 他根本没时间 思考二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一切 都要为救灾让路 可以 没问题 这些消息 暂时是不为大众所知的 但是颜喜 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因为他姓颜 而八省军部副司令员 就叫颜安邦 现在 我们直接去郊外的军用机场 在那里 直接和医疗队会合 动作要快 一旦迟到 没人会等我们 二十个人轰然一落 骤然朝着学校外跑去 主席台后面 看似离开的何教授 一直都站在台后 没有离去 看着二十个少男少女 急速奔跑的身影 他老泪纵横 这些 都是他最优秀的学生 你们 一个都不能少啊 第109章 真正的勇士 知道羽龙等人 是要去镇中心 支援的武道修士 几个低势司机 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使出了平生 最快的车技 一路超速 本来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既然在40分钟 就赶到 到了机场门口 严喜拿出了一个 特殊的证明 几辆出租车 顿时通行无阻 一路开进了 这个军用机场内 此时 在跑道上 几辆大型客机 已经依次助力在这里 好了 各位 这几架飞机 都是要搭乘医疗队伍的 在机身舱门上 都有对应的标志 你们各自找到 自己的队伍 上去就可以 他们在来的路上 就已经分配好了 各自的医院 记住 大家都要活着回来 说完 严喜就转身 朝着自己的客机跑去 与龙也来到了 第二架客机前 此时已经有近百人 在排队登机 与龙拿出自己的身份证 也很顺利地登机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拿出手机 给母亲周娟 发了一个信息 妈 学校要封闭学习 这段时间 我们要闭关修行 几乎瞬间 与龙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是周娟打过来的电话 妈 12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突然 要闭关啊 是不是和这次的地震 有关系 有没有危险啊 刚刚接通 周娟的问题 就像是机关枪一般 连续不断 没得是 妈 你放心 我们现在 还是学生玩 是祖国的花朵 要保护的 怎么可能有危险吗 反正 你默骗妈 你现在本事大了 个人的主意大 还是要想哈无头的人 周娟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心慌慌 没事的妈 你就听黄远他们的安排 自己好好耍 等几天 我们就出关了 到时候 你儿子肯定是学校里 最有出息的 不等周娟继续发问 羽龙急忙道 好了 我们这边 要开始闭关了 不说了哈 挂了 拿着手机 羽龙想着要不要 给予小月和王素素 发个信息 但是想想也就算了 给他们说了 也是徒增担心 莫必要 很快 百十人 就全部登机完毕 最后 一个三十多岁 身穿迷彩服的 高大男子 登上机舱 身后还跟着几个 扛着长枪短炮的 职业男女 这几个人 一看就是电视台的 工作人员 他们跑得浑身 大汗淋漓 似乎是刚刚才 接到的紧急任务 匆匆忙忙赶来 因登机人员 全部到齐 舱门很快关闭 没有过多等待 驾驶舱 也马上接到了 塔台的信号 五十米长的机身 在跑道上 开始缓缓滑行 十分钟之后 飞机拉伸平稳 而此时 气都没有喘云的 电视台 工作人员 马上放下了 第一时间 在救援的最前线 录制的资料 非常珍贵 但是对于 现在飞机上的 绝大部分医务人员 此时的心情 更多的是 忐忑和不安 心中的热血平复之后 本能的恐惧 再度浮上心头 心中无比恐惧 却丝毫不能退缩 在鼠西 无数人的恐惧 都在等待着 他们去抚平 这些都是 英雄式的人物 嗯 羽龙神色一动 目光看向窗外 两架通体军绿色的战机 发出一声轰鸣 在客机左右 保持护航姿态 身后发动机喷出的尾气 形成了一道 巨大的白色气流 啪啪啪 飞机内 众人情不自禁地 鼓起了掌声 热泪盈眶 这两架战机 带给了他们 巨大的安全感 高大军官站起身来 来到了机舱中间 开始做战前动员 将自己知道的前方 最新情况通报给众人 最可怕的是未知 他们知道的越多 心底的惊慌 就会越少 哪怕知道的 都是最恶劣的消息 大自然的力量 太豪瀚了 在这股天地动荡的 伪力面前 任何个体都是 渺小而又微不足道的 哪怕羽龙 如今已经有 堪比九品五者的实力 随着战前动员的结束 很快就有机组人员 开始 以此分发执笔 嗯 羽龙瞳孔一缩 看来前方的情况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恶劣 在这种时候 掏出执笔 恐怕就是 要写一书了 这是发生重大的战争前 才会让士兵做的事 机舱中的空气 都几乎要凝滞 玉龙旁边 一名年轻男子的 脸色有些不好看 手指死死地捏着纸笔 不知道在想什么 鸡舱中 有女子 在小声地抽气 面对可能 马上就会来临的死亡 没人可以做得毫不在意 紧张的气氛 是可以传染的 机舱内打扮 都是年轻人 他们刚刚从医学院毕业 脸上稚气未脱 他们想要在这样的 至暗时刻 去绽放自身的光和热 而想象中的 在鼠息九死一生 步步惊险地救人画面 还没出声 却要先在飞机上 留下一书 就算有人 勉强稳定了心神 想要写几句心理话 却发现此时的意识 无比混乱 好多话 想说却不知道 从何说起 这位兄弟 你不写吗 羽龙旁边一名年轻医生 抬头一看 这个少年 竟然还没有开始动笔 看着旁边这个眼神中 还有些许慌乱的年轻医生 恐怕还没有 他上一世的年纪大 微微一笑 我没什么好写的 我活着 自然是一切都好 我是家中独子 又还没有结婚生子 一旦此次回不去 家中老母亲 怕是要哭得肝肠寸断 但是断着断着总能走出来 一旦有了这封狗屁遗书 时时看着 恐怕就真的 再也走不出来了 哦 青年医生 觉得羽龙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是真的 到了那一刻 如果回不来 有些藏在心里的话 都没能和家人说 那也是巨大的遗憾 最重要的是 一旦人被巨石砸碎 血肉模糊 这也可以作为 辨认身份的一种方式 好了 各位 重点是家里的银行卡密码 私房钱这些 可得交代清楚了 看到机舱中的气氛 无比凝滞 高大军官 忍不住开了个玩笑 想要缓和一下气氛 不过这个玩笑的效果 不太好就是了 哎 兄弟 你是哪个科室的 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终于 这个青年 医生的遗书 全部写完了 之而重之地 放在衣服的内衬口袋中 才想起羽龙 似乎是个生面孔 整个机舱 除了高大军官和几个电视台工作人员 其他都是青年医生一个医院的 羽龙是唯一的生面孔 差点忘了给大家介绍 这位同学 还是大一的学生 高大军官也突然想起 自己忘了这件事 歉意地看了一眼羽龙 什么 大一的 还是学生娃 这不是瞎搞吗 现在哪里需要这些学生兵 有我们去就够了 高大军官的话 顿时在机舱内掀起轩然大波 这些医生们顿时变得非常愤怒 小娃娃 听我的 你们的本职工作是读书 这里用不到你 下了飞机就快点回去 不要给我们添乱 不错 一个娃娃 除了大体老师 病人都没见过吧 学校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有中年医生神色严肃 想要劝走羽龙 哈哈 你们也别劝了 高大军官哈哈大笑 这位同学的来历很不凡 他叫羽龙 是物城五大的第一天才 修为堪比四品五者 专门自告奋涌下飞机之后 来保护你们的安全 什么 原来是修行者 四品五者 竟然这么年轻 知道了羽龙的身份 众人顿时不在规矩 此行有五者同行 他们心中也顿时安定了许多 原来你是修行者 羽龙旁边的青年医生 眼中露出艳羡之色 修行者和他们这些普通人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我正是因为有修为在身 才敢以身犯险 但是你们毫无修为 纯粹是靠着自己的信念前行 你们才是真正的猛士 第110章 妖兽群 机舱渐渐安静下来 只有众人的呼吸声 此起彼伏 穿过一片厚重的云层 窗外也是一片放晴 众人眼前的情景 顿时未知一变 广阔的蜀西平原上 到处都是一个个巨大的烟雾团 在地表笼罩 从飞机上鸟看下去 整个蜀西大地山河破碎 日月倒转 一道道猙獰的口子 哪怕众人在万米高空一样看得到 这很惊人 代表着这些裂缝 恐怕都是数十米的宽度 轰隆隆 就在此时 众人惊骇地发现 整个地面突然开始异动 像是平静的湖面 被丢进了一颗石子 产生一道 一道肉眼可见的波澜 向着四周扩散 这股震荡波形 蔓延到远处的一座山头 似乎产生了共振 在这里波形无限放大 整个山峰都在剧烈颤抖 几秒钟后山峰就开始缓缓倾斜 而后轰然倒塌 一座百丈高的山峰 就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消失在众人眼前 天哪 机舱内数道压抑的惊呼声响起 都透露着一股难以置信 沧海变桑田 这景象太壮观了 是天地间自然的伟丽 寻常一生都不得见 但是飞机山高的众人 却丝毫都不觉得壮观 反而是心头发毛 浑身汗毛都要竖起 这样的环境 正是他们下飞机之后所要面对的 卧槽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到了 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 羽龙同样心中发紧 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脏话 一击摧毁一座百丈高山 这样的实力 他也不曾有 过了几个小时了 余震还有这么强的威胁 打 就在此时 机舱外突然传来了 一阵刺耳的尖叫声音 哪怕隔着飞机上 特殊的隔音玻璃 依旧传进了机舱内 这股声音尖锐刺耳 众人听上去都忍不住泛起一股恶心的感觉 是妖兽 有人声音惊恐地喊道 空中一直都是妖兽的天下 一只高阶妖兽 甚至可以直接将飞机撞落 羽龙自然不受这股声音的影响 却是猛然站起 双目之中神光暴闪 直直地看着窗外 飞机前方摆帐 是一只飞禽妖兽 六匹 羽龙目光一宁 瞬间看透了这只妖兽的实力 这只鸟是天空中的王者 其驿站足足有帐场 巨大的鸟会上闪烁着寒光 每一次展翅都有扑盖天地的妖气弥漫 不用慌张 高大军官同样有无品无者的实力 目光看向窗外 安抚众人 这只妖兽不会威胁到我们 军官话音刚落 一直在客机旁边护航的两架战机 就猛然发动起来 机身骤然拔高之后 俯冲而下 机身下吐出两道耀眼的火蛇 笼罩妖兽全身 这是战机自带的30毫米机炮子弹 穿透里惊人 打 妖兽双持震动 妖气笼罩全身 形成了坚韧的护甲 挡住这些子弹 但不可避免的 它的身形也在半空中停滞下来 哄 半空中 两架战机身形一个交错 机腹下挂载的硕大炮弹被投放而出 尾部喷射着耀眼的气焰 冲向了妖兽 这是1000磅的重磅炸弹 每一架战机只能携带4枚 一枚可以直接震 杀7品妖兽 两枚只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好 妖兽的灵觉无比灵敏 他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疯狂嘶吼着 振动双翅 妖气疯狂弥漫 想要击落两枚炮弹 妖气如海 瞬间包裹了两枚炮弹 但却无济于事 炮弹上 宁客有特殊的符文 闪烁着淡淡的荧光 两枚炮弹 如同利剑一般 直接穿透了妖气封锁 重重落在了 妖兽身上 哄 两枚重磅炸弹 化作了十米大小的火球 瞬间 凄厉的嘶吼 便浑身化作焦炭 从半空中跌落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 羽龙看得双目发光 这一世 尽管修行盛行 但也不过是 走出了另一条路 其科技术 相比前世 也是丝毫不弱 原本毫无修为的人 可以借助这样的战争武器 发挥出恐怖的实力 挥手之间 展落六品妖兽 机舱内的众人 也是松了一口气 若是没有战机的护航 恐怕他们现在 已经成为妖兽的口中餐 好了 高大军官脸上 同样容光焕发 身为军人 看到自己的同僚 在大发神威 他同样感觉 余有容焉 飞机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再有十分钟 我们就要开始降落了 太好了 机舱内 大家都是松了一口气 此时他们发现 地面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就算再危险 他们至少还有路 可以逃走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只能坐在机舱内哭等 嗯 突然 羽龙目光看向了机舱外 瞳孔都在瞬间 骤然紧缩 十分钟之后 开始降落 恐怕来不及了 打 一道熟悉的尖叫声音 再度响起 仿佛刚刚那只 化作焦炭的飞禽妖兽 还没有死去 但和刚刚不同的是 这次的声音 不只是一道 怎么回事 高大军官 神色骤然大变 急忙走向窗边 不是一只妖兽 一群妖兽 是一群妖兽 高大军官耳中的耳脉中 传来一阵 惊骇欲绝的电子声音 这是外面护航的 两架战机驾驶员 传来的声音 怎么可能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情况 快 撤退 马上撤退 而脉中的声音 在惊恐地嘶吼 与此同时 火蛇疯狂吞吐 又有两枚重磅炸弹 朝着前方飞去 此时 众人终于看清楚 在飞机前方 有十多只飞 禽妖兽 在快速靠近 他们展开双翅 阴影 似乎要遮天蔽日 两枚炸弹静直 朝着兽群撞了过去 却被围守的 一名妖兽一声惊叫 恐怖的妖气化实体 将两枚炮弹 在半空中提前引爆 巨大的爆炸 冲击波席向妖兽群 都被围守的妖兽 三丈长短的一盏 全部拦下 除了围守妖兽的 双翅神与大片焦黑 脱落之外 其余妖兽毫发无损 是八品妖兽 能抵挡重磅炸弹的冲击 必然是八品妖兽 鱼龙目光一鸣 在内陆遇到八品妖兽的机会 不比普通人中五百万 彩票概率大多少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今日竟然遇到了 由八品妖兽统育的 妖兽族群 这应该是被地震波 震慑惊动 从横断山脉深处 出走的妖兽族群 羽龙有些无语 这是什么逆天的运气 此时 克机一个大转弯 就想要脱离前方 这群妖兽 打 围守的妖兽 大声嘶鸣 似乎被战机的攻击行为 所激怒 身后几只妖兽纹声 直接脱离队形 朝着众人所在的客机 扑了过来 啊 天哪 四肢六七品妖兽 朝着机舱妖气滔天的扑来 机舱内众人 都是神色大变 高大军官都忍不住色变 不会还没下飞机 就要坠机了吧 第111章 一念鹿群兽 出师为截身先死 尝使英雄泪满精 此刻 机舱内众人脑海中 不仅回荡起这首诗 这是1300年前 一位理学大能去世前 留下的绝唱 此时 却是再应景不过了 啊 给我停下来啊 战机飞行员在怒吼 脖子上青筋抱起 双手死死地 抓住操纵杆 猛按开火按钮 再度朝着妖兽首领 喷出30毫米机炮子弹 组成的金属风暴 想要阻挡其脚步 而后两架战机果断转身 朝着客机飞来 在空中 只要他们的燃料足够充足 速度可以堪比九品 飞行妖兽 他们肌腹下挂载的最后两枚 重磅炸弹 直接射出 炸弹上自带的定位系统 瞬间锁定四肢 扑向客机的妖兽 哄 这种重磅炸弹 八品妖兽一下 根本不可能阻挡 四肢妖兽 毫无悬念地 被巨大火球包裹 直接化成 四具漆黑的妖狮 打 不远处的妖兽首领 愤怒长笑 他的智慧 不下于人足 只是对战机这种 科技产物 缺乏认知 不然绝不会让手下 四肢妖兽脱离队伍 但是此时 两架战机 已经没有了重磅炸弹 甚至连30毫米的 机炮子弹 都马上要见底 而现在还有一只 八品妖兽 携带着七八只的 六七品妖兽 长笑着朝飞机冲来 巨大的鸟汇 坚硬堪比神铁 可以瞬间动穿机身 现在已经是最危险的情况 按照战时第39号令 我们必须 尽一切可能保护客机安全 但要耗尽 我们两架战机 就是炮弹 高大军官耳脉中 传来战机 驾驶员决绝的声音 你们尽快降落 最后一段 我们没办法 护送你们了 啊 高大军官双目赤红 浑身都在颤抖 忍不住大声狂笑 想要马上冲出去 和妖兽搏杀 却不能一动分吼 千年来修行界的铁律 身处半空之中 宗师之下 根本无法走出机舱 正是有这样的勇士 华国才能延续数千年 而不到啊 羽龙站在机舱中 神色平静 浑身却有玄妙的气息 在涌动 是家国天下的权益 此情此景 他的熔炉权益 中家国天下一静止不住的暴涨 这是一群纯粹的人 为了国家 为了信仰 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准确地说 现在机舱中的人 同样是如此 这样的人 是民族的脊梁 是国家的住食 怎么可以死在这群畜生手里呢 羽龙轻声呢喃着 眼中神光暴涨 众人乘坐的客机 长五十米 而就在羽龙脚下 与他相隔数米的肌腹外 有一片方圆一米的黑色物质 紧紧贴在肌腹表皮上 而随着羽龙念头一动 这片黑色物质 顿时震战起来 骤然脱离机身 在半空中拼接 化作了一道 锋利无匹的圆盘 杀戮圆盘 这是羽龙登机之前 将体表的金属风暴 留在了机身外 就是为了防范万一 打 八品妖兽愤怒的长效 妖气弥漫而来 想要瞬间击落 两架碍式的战机 初上 来吧 战机内 驾驶员双目赤红 驾驭飞机 完成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 避开了这道妖气 整个机身俯冲而下 直直地对着八品妖兽 我的邮箱中 还有过半的航空没有 撞在你身上 不死也要折断翅膀 你这个家伙 想要当劣士 也别挡在我前面啊 两架战机 和高大军官之中的耳麦 在同一个频道 另一架战机的驾驶员 明显不满 从入伍开始 是我的成绩就比你好 当劣士 我也得比你早 哄 另一架战机 尾部喷气 加到最大功率 整个机身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撞向八品妖兽 一架战机撞不死你 那就两架一起 这些妖兽 是族群生物 只要首领死去 很大可能性 他们会做鸟兽散 这也是当今凉绝之后的 他们 唯一的希望 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 这一撞 十死无生 但是 有人比他们更快 刷 一道幽光 猛然从两架战机 中间缝隙穿过 速度比全力发动的战机 还要快 瞬息之间 静止撞在了 八品妖兽妖区之上 哄 幽光瞬间破开了 八品妖兽 周身弥漫的滔天妖气 三丈长的身躯 直接被妖斩 化作了两半 海量鲜血 在半空中喷涌 化作一道长河 嘎 八品妖兽的生命力 太顽强了 尽管被妖斩 依旧没有死去 而是发出了 凄厉的惨叫声 妖气疯狂汹涌 想要将两半妖区拼接 而此时 两架战机驾驶员 也终于看清 这道幽光的本来面目 是一道通蹄燃血的 杀戮圆盘 下一瞬 这道圆盘 骤然解体 化作漫天黑光 向四面八方 飞进而去 直接将八品妖兽的妖区 斩得粉碎 破 而此时 两架战机 也终于撞了上来 他们只感觉眼前的视野 瞬间变得通红 玻璃上 全部都是被斩得粉碎的八品 腰区血肉泥浆 好在战机的雷达 和光电探测设备 在驾驶舱形成的电子影像 也可以支撑飞行 二人迅速调整飞行姿态 急速爬升 同时开启了机身加热 除去玻璃上的大块血肉 尽管依旧是通红之色 至少已经可以看到 外面的景象 此时 漫天散开的幽光 再度凝聚 化作杀戮圆盘 在还没反映过来的妖兽群中穿梭 毫无悬念地 将剩下的妖兽 尽数斩杀 干净利落地 窃下了七八个头颅 无头腰区 瞬间跌落 通体赤红的杀戮圆盘 悬浮在半空之中 而后一个阵战 沾染的血字瞬间脱落 又恢复了 原本的金属光泽 这一系列的晶变太快 众人根本没反应过来 原本必死的局面 竟然瞬间转位为安 连两名心理素质超强的 战机飞行员 都还有些发愣 没有缓过来 悬浮在客机上方 为他们保驾护航 是哪位宗师强者 出手了吗 机舱内 高大军官最先回过神来 神色狂喜 急忙跑到窗外 四处张望 想要找到出手的人 这样的神仙手段 只有超越九品的宗师 以上强者才可以做到 这种层次的强者 极度吸手 凤毛灵脚 本就很少在世间行走 他们能够遇到这样的人 可以说是逆天的运气 至于有没有 可能是身旁的羽龙出手 高大军官 完全没有这个念头 舞者的手段 怎么可能 哪怕舞王 都没有这样的手段 第112章 保证完成任务 飞机盘旋 降落 随着高度的降低 一股失重感和压力差 让人双耳嗡鸣 羽龙双目微合 还在闭目感悟 刚刚的权益突破 整个人下意识地 融入了整个机舱 身形稳如老松 丝毫不动 飞机降落得很稳 此时这个临时机场 已经有数架飞机 停在了一旁 人流来来往往 一派忙碌景象 刚刚降落机场 地面依旧有 微不可查的余震 整个飞机都在 剧烈地颠簸 等到毫不容易听闻 飞机却依旧不平静 像是在风浪中 摇摆的偏周 不断地波动 碰 机舱门打开 舱门外扶梯早已被好 机组人员 站在扶梯两侧 沉默地看着舱内众人 走 高大军官站起身来 一声令下 众人齐刷刷地 站起身来 沉默不语 恐惧和坚定在眼中交织 默默地跟着高大军官 走下飞机 而站在一旁的 电视台工作人员 则是静静地站在舱门 端着摄像机的手 一直在颤抖 竭力拍下 每一个走下飞机的面旁 这些面旁 都充满着年轻的朝气 却不知道在回来的时候 有多少面旁 会被埋葬在 这片大地青山之间 而站在扶梯两侧的空姐们 早已经泪流满面 非这条航线的机组人员 大多都是熟省本地人 他们的家乡 就是脚下这片支离破碎的大地 你们 一定要平安回来 这些靓丽的女郎此刻 脸上的妆早已经枯花 他们知道这些年轻人 本来可以平安喜乐 却为了拯救他们的家乡 家人 自愿踏上了这片土地 其中很多人的年纪 比他们还要小 他们 也能从很多人眼中 看到竭力压抑的恐惧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抱怨和退缩 任何的感谢 都不足以表达他们 心中情绪的万一 除了不停地鞠躬致谢 他们也没有其他 可以宣泄的途径 此时 这个临时机场一片喧嚣 不停有飞机在降落 有的是运送救灾人员的客机 有的是装满抗争物资的运输机 天灾无情 但这片繁忙有序的场景 却能拯救人心 远处 早已经有成片成片的 军用越野车在等待 羽龙甚至看到 远处有一道身影凌空飞渡 在机场上空停滞了片刻 目光如电 扫过地面众人 然后直接朝着远处飞驰而去 是曹元 这一世 这些惊天动地的强者 就是最大的明星 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在身影 停在半空中的瞬间 就有人认出了 虚空中的这位存在 32岁的宗师强者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师强者 是修行界公认的 下一个最有可能成就 国事境界的年轻天才 这让他的粉丝 比起一些老牌的院士强者还要多 刚刚一定就是曹宗师亲自出手 将这些七八品妖兽斩杀 高大军官抬头 看着虚空中飞驰而去的身影 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激动 曹元的巧合出现 刚好为羽龙的出手 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毕竟 高大军官几乎不可能 有机会和曹元当面对峙 羽龙心念一动 悬浮在机身上方的杀戮圆盘 骤然移动 朝着曹元离开的方向掠取 这样更加坐实是曹元出手 由羽龙精神念力的笼罩 除了肉眼 科技雷达根本无法捕捉到圆盘的身影 当圆盘消失在众人视线后 骤然分散重新组合成一只流线形的缩 而后猛然下潜 钻进了大地之中 无声无息地回到了羽龙脚下 不过 宗师及强者 都出现在抗震救灾的前线 是不是意味着有其他隐秘 羽龙双目微合 脑海中无数念头在生命 尽管这个世界修行昌盛 无数强者叠出 但是遇到这样的恐怖天灾 个人的强横实力 对于整个局势 无法有根本性的影响 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受灾土地上 依旧需要无数个 像羽龙身旁的青年医生这样的人 前赴后继 赴汤蹈火 去挽救一个个生命 此时 高大军官正在接听电话 神色无比严峻 片刻后 猛然立正 双脚军靴 撞击发出搭的一声脆响 大声吼道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从飞机下走下来的众人 没有各自散开 而是自发的抱成团 等待高大军官的下一步指示 军官大吼 声音却已经有些沙哑 现在 男性 三十岁以下 五年以上一线住院医师经验者 初恋 啪 顿时有八人跃重而出 令人惊讶的是 羽龙身旁的青年医生 也站了出来 你 羽龙很惊讶 看上去这个医生的年纪 不会超过二十六岁 其他初恋的几人 年纪都是二十七八 青年医生则是黑黑一笑 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我读书早 毕业了 到现在 刚好做了五年住院医生 军官目光速目地扫过众人 谁的级别最高 报告 一名五官清秀的男子 向前一步 身形虽然有些瘦辱 脚步却是铿锵有力 我 林志平 住院总医师 明年就要凭主治医师 水平高 能力强 绝对能够出色完成任务 林志平大声嘶吼 脸上的青筋 都一根根地抱起 在展露他的决心 好 军官点了点头 将一部卫星电话交给了他 这是军方特供的卫星电话 哪怕在受灾严重的鼠息深处 信号依旧可以联通 同志 现在国家需要你们 人民需要你们 组织上要交给你们一个艰巨的任务 由你们几个人 成立一个突击小组 深入镇中去查看情况 我们物诚是距离蜀 最近的城市之一 所以我们算得上是 第一批到这里的救援人员 前方一片未知 除了镇前的地图 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 有价值信息 你们必须按照军部分配的路线和方向 去摸排情况 记录数据 收拢路上的群众 在地覆天翻中 蹚出一条新的路 打通外界到蜀西最深处的生命通道 等待总部派出更大规模的救援队伍 羽龙目光四望 发现不同的方向 都有军用越野车辆在快速离去 这让他想起了前世看的一部电影 流量地球 无数救援队伍同样是从四面八方朝着目的地赶去 只要有一队能到达目的地就算成功 这是宝盒式救援 是 林志平一把接过卫星电话 震中地放在身前的战术背包中大声嘶吼 他们是务成军医大的医生 脱下白大褂 穿上军装 同样是最优秀的铁写军人 保证完成任务 第113章 出发 大家都是一个医院的 林志平在医院中声名不浅 很快就将众人组织起来 马上就要出发 羽龙自然是要跟着这只突击小组一起行动的 他们是勇敢的开拓者 必然会在路上遭遇更多的危险 这些危险可大可小 有些恐怕不是四品无者所能应对的 不知怎跌 羽龙竟然有些担心 其另一架飞机上的沿袭 这个天赋惊人的天才在这场灾难中 能不能保全自身 一直站在一旁 采集影响资料的电视台工作人员 也是对视了眼 身着靓丽的女主持人 咬了咬嘴唇 便朝着几人 这里跑来 摄影师自然也是紧跟其后 你们要干什么 看到二人的行动 林志平眉头紧紧皱起 这情况超出了她的预料 请理解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女主持人小脸都有些煞白 之前在飞机上看到的天崩地裂 山峰崩塌 妖气滔天的场景几乎让她要疯 这和在演播厅中观看的直播画面不同 身临其境 每一个场景都让她无比恐惧 下飞机后 连续不断的愚震 更是让她的精英主持人范儿 早已经消失不见 一身的狼狈 但是却依旧没有退缩 你们就在这里采集素材吧 林志平沉声道 现在前方太危险 根本不适合你们 强行跟上来 只会成为我们的累赘 这是我的任务 不管林志平怎么说 女主持人依旧死死咬住这一句话 任务 就是必须完成 没有理由可讲 女子眼中的坚定目光 让林志平沉默了 这种眼神太熟悉了 露出这种目光的人 决心根本不可以撼动 那随便你吧 但是事先生命 你们有你们的任务 我也有我们的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 不会专门停下来等你们 不用你等 被林志平一顿吼 女子眼中的泪水 在眼眶中不停大转 却被他强忍着不掉下来 一行人一共十一人 两辆军用越野车 搭载着众人 一路急驰而去 宇龙和林志平 电视台记者在前一台车 同志 你是务城武大的大义学生 车上 女主持人主动发问 她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可以弘扬正能量 嗯 希望可以给鼠系出一份力 宇龙点了点头 要是平时 她对于这种采访 是最没耐心的 只是如今 鼠系的情况 需要传递到外界 可以安定人心 而这些青春靓丽的主持人 敢深入阵中 同样值得敬佩 你的实力 真的是四品舞者吗 你还这么年轻啊 女主持人问出这个问题 连一旁的林志平 都忍不住转过头来 他们尽管不是修行者 却也知道一些基本的常识 物成五大 很多大四毕业生 都没有突破到一品舞者 宇龙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对着镜头微微一笑 我必然会全力护送你们 进入阵中灾区 一个都不会少 的确 一个九品舞者亲自护送 只要不是什么恐怖的危机 都足以保护众人 车辆走的是314国道 这条原本宽敞平坦的大道 此时却不时有波澜 众人在车中不断地晃动 这是连续不断的余震 整条国道 如同一条丝绸一般 被地震波掀起 一阵又一阵的波浪 现在距离震中还远 就有这样明显的整感 难以想象 最中心的横断山脉 会是怎么样的景象 宇龙心中威灵 哪怕是他 如果到了地震最中心 恐怕也必须竭尽全力 才能保全自身 不过好在 他们的目的地 也不是横断山脉 林志平拿出了一张 均不堪发的详尽地图 仔细看了看 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 我们的目标是达县 在我们西南方向的100里 正常车程两个小时可以到达 到不了 一路上一直沉默的司机 声音沙哑着开口 达县距离横断山脉 只有不到百里 哪里受损的情况超乎想象 简直就是地覆天翻 瞬息之间 就没有了无线电信号 整座城市 好像被一只大手抹去一般 成为了无线信号的空洞 没人知道 里面到底有多严重 司机双目赤红 声音好像在泣血 从灾难爆发到 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个多小时 他已经在这条路上 开车两三个来回 周围高山 还在不时地掉落巨石 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再往前面开50里 这条国道就已经彻底断裂 后面的路 只能你们步行进入 司机明显对这条路的了解 远胜车上的众人 听着他的描述 林志平也是神色凝重 沉默不语地看着车外的世界 这种规模的余震不断 他们一旦步行进山 恐怕危险程度极高 这还是一个半小时之前的情况 司机补充了一句 这个地方 地形地貌在每一分钟 都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司机的话像是一把尖刀 插在了众人心头 看着远处不时崩落的山石 稍微擦个边 都可以要人性命 怕了 羽龙打破了车内的沉默 轻声问道 嗯 有点怕 林志平也没有否认 而是点了点头 转头看着驾车司机 同志 你对这里这么清楚 是进去过吗 我真的想进去 司机阴沉着脸 目光之中有无尽的悲哀 但是我却进不去啊 我对这里这么熟悉 只是因为我从小长在这里啊 司机的声音都在隐隐发颤 一度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这条路 我每个月都会走上好几遍 我的家就在达县啊 司机是幸运的 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他正好在赎省省会 荣城避开了这场恐怖的天灾 他也是不幸的 当他驾着车 疯狂朝达县赶的时候 想要去找自己家人的时候 才发现回家的路 断了 所以现在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运送这些救援人员 每多一批救援人员入属 他的家人就多一分身还的希望 如今的这条国道上 早已经没有了交通规则这种说法 车辆一路 在颠簸中急迟 如同司机说的那样 顺着这条国道开出去 不到40公里 这条巴车道的国道就直接断裂 无数崩碎的山石 横卧在中间 足足有树杖高 隔绝东西 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 众人下车整顿队形 司机脸色凝重 你们要小心 一个多小时前 这条路虽然断裂 却还可以从废墟中勉强蹚过去 如今却已经成了这副模样 轰隆隆 就在此时 一股余震产生 面前树杖高的山石碎片 一阵震动 一些山石震动着飞溅而出 其中 两块人头大小的巨石 直接飞向了众人所在 啊 队伍之中 有人在惊叫 这样的巨石 一旦砸到身上 根本没有幸存的机会 哼 一道冷哼响起 羽龙身形如电 一把抓起倒在路边的一颗树干 气血灌住 顿时坚硬如神铁 树干在羽龙手上 和小木棍一样轻变 尽力抖动 树干化作两道鞭影 抽在了两块巨石上 直接将其粉碎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赶紧出发吧 羽龙一把扔掉这根树干 朝着众人说道 直到这时 众人才反应过来 来不及感慨羽龙的强悍 林志平点了点头 马上看了一眼地图 确认方向 出发 众人随着林志平 就朝着前方的一条小路走去 这个队伍还有修行者随行 机会应该很大吧 司机一直目送着几人如山 眼中有着无限的蹊迹 雪儿 妞妞 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 他们马上就来救你们了 第114章 世间本没有路 50里路 按照普通成年人的角力 需要五个小时才能走到 而放在现在的属西大地 50里需要的时间 更是要成倍计算 在这片山河破碎的废墟之间行走 一股巨大的孤独感在袭来 嗯 这是什么 青年医生目光一鸣 似乎看到了什么 手指向几十米外 在那片碎石之间 似乎有一抹颜色 和这片灰败的山石格格不入 越走 众人越能看清 是一只手臂 手臂上全是早已干枯的鲜血 手臂的主人被埋在了山石之下 有人不死心地上前查体 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 万一还活着呢 这是现实终究残酷 手臂苍白的肤色表明 其主人至少已经失去生机两个小时以上 没有人知道这是向外走的幸存之名 还是向里走想要去救灾的热血勇士 不过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切都定格在了这里 一条年轻的生命 已经永远被埋葬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 众人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生命的厚重 现场只有摄像机运转的轻微电子声音 他们都没想到 这条路刚刚走不远 就遇到了第一个遇难者 可能远在千里之外的人看到 此情此景会黯然落泪 但是羽龙他们却没时间悲伤 这种时候 只有用冷漠来保护自己 否则的话 恐怕还没有走到达线 众人的眼泪就已经枯干了 从这里往深处走 注定还会有无数的人间惨剧 在这里 死亡将会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能找到尸骨都算得上是幸运 还有无数人被埋在不可知的地底深处 永远不可能被发掘 只能成为无数失踪人口中的一员 就算是他们自己 也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这样的人 一念及此 众人心中都像是 被一块大石压住喘不过气来 却下意识把目光聚集在了羽龙身上 修行者 刚刚下车时的危机 就是被羽龙挥手之间化解 这也给了他们更大的信心 悲伤和怯懦 在这个时候 是最没有意义的情绪 羽龙淡然开口 精神力量涌动 驱除众人心中的负面情绪 几人再度出发 随着越来越深入 脚下的山石滚滚 根本就没有了成形的道路 放眼望去 全是摇摇欲坠的山石 随时一个余阵 就会将他们埋葬 这种情况下 连羽龙也不敢爆发 太强大的气血波动 否则震塌了山石 哪怕是他也不能保证 救下这么多人 除非暴露杀戮圆盘 林志平不知道羽龙心中的念头 一马当先 直接踩在了山石之上 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 这个时候 不需要说豪言壮语 那太浪费体力 保留住每一份力气 才能多一分抵达达线的可能 众人都没有说话 沉默地跟在林志平后面 只有沉重的喘息声 羽龙也是静静地跟在后面 看着这些年轻的面旁 他们脸上都散发着一种纯粹简单 不求回报的信仰 在不断得到滋养他心中的权益 他曾经想过 要不要走在最前面 凭借他的实力 可以提前发现危险 但是看着前方众人一脸的决然 似乎是做好了随时跌下山崖 或者被巨石砸死的准备 这种誓死如归的精神 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算了 路还很长 以自己的实力 就算站在最后面 也可以轻易出手救人 羽龙目光如电 紧紧锁定在众人身上 这场大地震 将熟悉原本的道路网络 摧毁得七零八落 一行人都是在一片废墟中 既往开来 找到新的道路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没有路的 因为有无谓的先驱 才能为后来人 开辟出一条新的路 啊 就在此时 一只咬紧牙关 跟随在众人身边的电视台女主持人 弹发一声惊叫 他脚下踩到了一块松脱的山石 整个身形猛然一个亮枪 朝着山崖下摔去 一旦从这里摔下去 他不会有活着离开的希望 碰 女主撤人前面站着的 就是羽龙 羽龙目光如电 直接伸出大手一探 一把抓住了女子的手臂 强大的力道 直接帮他稳住了身形 站稳了 稳住身形的女子 脸色煞白 刚刚把她吓坏了 肾上腺素急速分泌 心脏似乎都要调到嗓子眼 在她旁边 一面是摇摇欲坠的崩碎山石形成的石山 而另一面 就是深不可见底的沟壑悬崖 还伴随着不断频发的余震 这很可怕 这一刻 她甚至无比怀念 家里那温暖的被窝 和那只憨太可居的拉布拉多 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已经足够优秀了 看着眼中惊慌未定的女子 羽龙试图让她放弃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能够坚持走到这一步 对于一个青春靓丽的主持人来说 已经非常可贵了 此时的天空已经漆黑一片 现在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深夜 只有朦胧的月光散落 帮她们勉强照亮前路 几人已经走了二十多里路 走在最前面的林志平没有回头 默然开口 你歇一歇 前面的路更加崎岖 就不要再跟着了 在原地等待救援吧 不 女主持人顾不上惊慌失措 文言只能咬紧牙关 不让自己显露出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怯懦 你们有你们的任务 我也有我们的 你们只管前进 不用管我们 女子也不知道 是怎么样的一股意念在支撑着自己 明明心里害怕的要死 却偏偏要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任务 在这种时候 任务 就是要豁出性命去完成的 真是倒霉 羽龙心里也不由哀叹了一声 他不愿意在镜头面前 显露过多的修为 担心被有心人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 但是却遇到了一个一根筋的主持人 非要牢牢跟在队伍身后 尤其是他 因为是一个舞蹈修行者 摄像头有一半的时间 都下意识地对着他 熟悉的地震太剧烈了 如果站得万丈高空就会发现 整个鼠系大地 都笼罩着一片淡淡的烟尘 这是惊天动地的地震烟尘 漂浮在半空中 没有消散 这也让本就不算明朗的月光 变得更加灰色 至于繁星点点 更是丝毫不见 天色太黑了 众人从工具箱中 拿出强光手电照亮前路 几道粗壮的光柱撕裂夜空 继续前进 再度前进不到半个小时 神色平静的羽龙 突然目光一凝 眼中的金光 几乎照亮了夜空 大声怒吼 停下来 第115章 再续前路 走在这样的废墟上 众人本来就是如履薄冰 心神高度紧张 在羽龙出生的瞬间 就底刻停在了原地 浑身紧绷地看向周围 众人身形紧绷地站在原地 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异常 怎么了 林志平疑惑的声音 从队伍最前段传来 要不是羽龙是修行者 他可能都要直接大发雷霆了 羽龙这一声 突然制造出了大量的紧张气氛 他们的心弦本来就够紧绷了 你们听 羽龙的目光可以看穿黑夜 就在众人前方几百米不到 一条大河在愤怒咆哮 大量的泥浆和随时滚落浆中 这片浆水浑浊不堪 轰隆隆 相隔几百米 大浆奔腾的声音 有些低沉辽远 因为今天一直有余震在不时发生 都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音 所以众人根本没有注意到 远处的轰鸣声音有什么不妥 现在前面几百米已经很危险 羽龙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回荡 经过地震的肆虐 整个地表本来就很脆弱 加上有奔腾的河水在不断冲刷 这段路随时可能崩塌 话音刚落 前方就传了一声 巨石坠入江中的巨大声响 羽龙看得分明 是他们前方的一段山石废墟崩塌 坠入了河中 羽龙的话 让林志平也意识到了危险的严重性 大吼道 原地待命 前面就是鼠西的大渡河 水流及且险 林志平身体不动 慢慢地回头看向羽龙 现在前方情况不明 他想去前方摩查一下情况 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可靠的路 羽龙同志 我们两个去前面探一下路吧 不用了 你带队走了这么久了 好好休息一下 不等林志平回答 羽龙身形如电 几个纵月就冲进了黑暗之中 没有了众人的注意 羽龙毫无顾忌地爆发自己的实力 很轻松就走到了江边 林志平手里的军用地图 羽龙瞥了一眼 就记在了脑海之中 按照地图的记载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座吊桥才对 羽龙轻声呢喃着 他左右扫尸 却没有看到什么吊桥 只有大渡河水在愤怒咆哮 似乎是嘲笑他一般 嗯 羽龙目光一动 他看到了在江对面 有几根铁锁 从岸上沿着山壁没入江中 这应该就是那个吊桥的龙骨铁锁 这个发现 让羽龙喜出望外 大渡河宽百米 除非他暴露自己 可以凌空虚度的实力 否则根本无法带众人跨过这座桥 这座桥在前世 也是一座宝金炮火的桥梁 无数英雄烈士 冒着密集的火力封锁 从桥上扑到了江对岸 挽救了革命 而这一世 这座桥却在这场大地震中被崩碎 幸运的是 龙骨铁锁还在 感知笼罩了方圆数百米 除了在原地修行的几人 附近再没有其他人 羽龙心念一动 身形猛地朝着将对岸电射而去 前路虽然已断 但他有一身修为 确实要乾坤逆转 再续前路 横跨大渡河的这座吊桥长百米 整个桥身 是由13根粗大厚重的龙骨铁锁支撑 上万个铁环交错 环环相扣 重量达到恐怖的40吨 作为吊桥的受力剑 龙骨铁锁在大江两岸都打了地龙桩 将13根铁锁牢牢固定 只是因为地震的原因 大多数的地龙桩 直接从地基内崩飞 跌落江中 残存的几个也已经松动 13根龙骨铁锁 如今只有三根幸存 每根都有三吨重 体内气血爆发 羽龙重重三角 将三个地龙桩 狠狠踩入大地深处 牢牢卡死 哗啦啦 羽龙一把抓起一根龙骨铁锁 尽力一抖 整个铁锁像是活过来一般 三吨重的铁锁 在他手中如同游龙一般 没入江中的另一头 直接被羽龙拽了出来 抓住铁锁另一头 羽龙直接飞回江岸 这一边的地龙桩 早已经不知道 被奔腾的河水冲到了哪里 羽龙气血灌注在铁锁顶端 铁锁顿时崩直如神茧 直接插进了地下三丈 如法炮制 第二根铁锁也很快被固定 只是在羽龙抽出第三根铁锁的时候 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 第三道龙骨铁锁 似乎在江中埋得很深 羽龙感觉格外吃力 不得不气血全力爆发 终于将其从江水中拔出 而在铁锁的另一端 赫然挂着一头 外表猙獰的妖兽 这是一头体长三丈的巨鳄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 这只七品妖兽修为的巨鳄 似乎被意外坠落的铁锁 直接缠绕在他的左肢 打成了一个死结 根本不能挣脱 这些龙骨铁锁 在建造之时 专门选用了难得一键的坚韧神铁 一时之间 巨鳄被缠住 竟然无法脱身 这也是铁锁 为什么会如此沉重的原因 另一头掉着一个近千斤的巨鳄 好 羽龙拖动铁锁 让巨鳄感觉被缠绕的肢体绞痛 顿时凶性大发 发出震耳羽龙的瘦吼声 借着羽龙拽起的这股力道 直接抄着羽龙扑来 大张的恶嘴上下两排獠牙 锋利无票 几乎可以将羽龙一口吞下 巨鳄恐怖的兽吼声 直接跨过数百米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 众人顿时汗毛直立 这里怎么还会 有妖兽 女主持人一脸的惊骇 在来之前 高大军官曾经说 在这场大地震中 实力弱小的妖兽 根本无法承受住 连续不断的地震波动 这股看不见的伪力 对这些妖兽 有巨大的伤害力 可以瞬间撕裂他们的内脏 就算实力强悍的妖兽 也不会愿意在这里多待 加上整个灾区 都被第一时间 向内突击的军部城建制部队 系统性地清理了一边 只要是看到的 任何可能有威胁的妖兽 全部都会被斩杀 越往里面走 你们越不可能遇到妖兽 这是高大军官的原话 尽管不时的余震 和崩碎的山石 对他们依旧无比凶险 但是少了妖气冲天的妖兽 他们生存的概率大了数倍 他们没想到 前方会突然传来 妖兽的吼叫声音 众人都是普通人 分不出妖兽的强弱 只觉得前方妖气滔天 但是在这片废墟之上 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避 唯一可以依赖的 就是前方的羽龙 他可以应付吧 走在队伍后面的女主持人 吞了吞口水 竭力再走了十多米的距离 来到林志平身边 小声问 似乎生怕自己的声音 被妖兽听到 四品舞者 再无成 也算得上是中流砥柱了 他对修行者的杰出不多 但是曾经有一位三品舞者 在他演播厅做客 神色全程傲然 一个眼神都可以让他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所以四品舞者 那肯定更强啊 女子眼中泛有一彩 信心十足 第116章 方无伤 七品巨恶 早已经被不是鼓荡的地震波 弄得身心俱疲 尽管他是高阶妖兽 地震波已经无法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依旧让他无比狂躁 只想马上离开这里 无比牢固的地龙庄 就是被他反复挣扎过程中 生生拽出来的 所以巨恶的这一扑 胸威滔天 腰气沸腾 羽龙站在原地冷漠地看着扑来的巨恶 声音冰冷 你这是在找死啊 哄 羽龙一念一动 脚下顿时有365道黑光破土而出 金属风暴 这些黑光 直接扑向了巨恶柔软不射防的腹部 好 在这些黑光出现的瞬间 巨恶眼中的凶艳立刻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人性化的惊恐 巨恶继承了他的种族天赋 视觉奇差 但嗅觉却无比敏锐 他在这些黑光身上 嗅到了很多同类的鲜血气息 不光是七片 还有八片 而且都是刚刚沾染上不久 血腥的味道都还无比刺鼻 这个人类是什么怪物 巨恶从有意识开始 一直躲在大肚河底修炼 不曾和人类社会有交集 不曾想 今天第一次露出獠牙 就撞到了一个铁板 而他 就要被摆弄成铁板烧 扑扑扑 黑光毫无阻碍地洞穿了巨恶腰区 在羽龙有意识地保留下 整个腰区被整整齐齐地切成了三段 三丈腰区 一丈一段 这样巨大的断面 让七品巨恶体内的腰血汹涌而出 如同一条血色长河 从虚空中飞流而下 要冲刷羽龙全身 却在靠近羽龙身体周围三寸的时候 诡异地凝滞 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护照所阻挡 这是羽龙的精神念力空间 不得他的允许 片叶都不可落在他身上 尽管只是七品妖兽 气血也不能浪费啊 羽龙眨巴眨巴眼 他又想起了几个小时前 在飞机上遇到的妖兽群 十多头七八品妖兽气血 那是近在眼前的灵能点啊 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妖兽尸体 坠落到地面 不知便宜了谁 如今 这头七品巨恶 算是撞在了他的枪口上 被斩成三节后 跌落在羽龙面前 意念一动 神秘系统直接将其气血吸收 转化出三千灵能点 三千点 现在这个量级的灵能收入 已经无法对羽龙造成刺激 算了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被吸收了全身精血的七品巨恶 此时庞大的腰躯 已经流不出一丝鲜血 浑身血肉都变得干枯失去弹性 失去了原始的气血精脆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 依旧算得上是难得的大补之物 一把将第三根龙骨铁锁 插在地底深处 羽龙心念一动 将巨恶身上最精华的一段血肉 剔除下来 而后365片黑芒骚然一动 紧紧贴合在羽龙体表 外面看不出丝毫异常 动 动 动 羽龙回来的每一步都走得慢了许多 随着每一次脚步的落下 一副雄魂克制的劲道 从脚底轰入大地 通过强大的精神感知 这条路上 每一个脆弱的点都被他洞察 此时的羽龙 如同一个精准的外科医生 将这条路上的暗伤一一修复 羽龙走过的这条路 迅速变得凝实 短短五六百米羽龙 足足走了十分钟 等到羽龙的身形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空气中明显产生了一道斡旋的气流 这是众人同时呼气产生的现象 他们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此时 摄影师也用摄像机记下了这个时刻 一个面色沉着的少年 从黑暗中走出 一手拿着一坨硕大的瘦腿 一手拿着枯枝树干 身上的杀气虽然内敛 眼中的金光 却是 哪怕隔着摄像机 依旧无比璀璨 羽龙同志 刚刚那声售吼 是怎么回事 看到羽龙平安回来 林志平顿时放心 急忙问 是不是遇到了恐怖的妖兽 看着众人眼中的探寻和焦急 羽龙微微一笑 一把将手中的枯枝树干放下 挥了挥另一只手上 数十斤中巨饿后腿血肉拿了出来 没什么 就是遇到了一只二品妖兽 大家突进了一天都饿了 直接斩杀了回来 给大家补充一下体力 可是我们任务还没有完成 必须争分夺秒 林志平明显不同意 他现在只想快点赶到重灾区 完成组织指派的任务 开始自己的救援工作 无妨的 羽龙打断了林志平 磨刀不误砍柴弓 大家现在都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 光靠吃军粮 根本不能有效地补充能量 你看大家几乎都到强弩之末了 的确 众人都是医生 体魄普通 能坚持到现在 纯粹是靠着一股毅力和精神 他们的肉体早已经疲惫不堪 哪怕是林志平 现在同样是快要达到极限 大口喘气 每一次呼吸 都有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他诊断原因应该是 今天高强度的急性菌 让自己的一些支气管破裂了 羽龙在回来的路上 用意念搜罗了附近可用的干柴 有了载体 众人很快就把火点了起来 温暖的火焰点燃了这片虚空 众人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烧烤架 将巨饿腿放在架子上来回翻滚 这只二品腰兽太大了吧 有医生认出了这只瘦腿的部位 从而到推出了巨饿的大小 一群医生 甚至开始围绕这只瘦腿的断面 开始了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切下瘦腿的人 技术太粗糙 几乎破坏了所有的大动脉和血管 造成了大面积的内出血 影响了瘦腿肉的口感 腰兽的血肉啊 还从来没有吃过呢 女知识人却没有加入众人 而是看着被烤得黄灿灿的瘦腿 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太香了 常年被妖气冲刷 这只瘦腿 尽管被神秘系统吸收了绝大多数气血 依旧有着残余的精华 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不需要加任何佐料 就胜过了世间绝大多数的佳肴 残存的气血精华 对羽龙来说无关紧要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 真正的七品妖兽血肉 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 只会被恐怖的气血含量 撑爆身躯 只是苦了羽龙 他发现这些普通的火焰 根本烤不熟七品妖兽的血肉 血肉中残存的少量精华 直接阻绝了这股火焰的高温 为此 他不得不用意念 强行催生火焰的温度 直到后面 整个火焰都散发淡淡的蓝光 火焰温度大涨 有了羽龙的暗中出手 这块瘦肉很快就熟了 弥漫而出的香气 也终于让众人的学术讨论终止 尽管只是一只瘦腿 却足足有一米多长 足够众人分吃 大家一人一块 一群医学狗严谨的作风下 每一块肉 几乎都是顺着筋络和鸡肉的生产方向 被撕扯下来 竟然有一股奇怪的美感 好吃 女主持人递了一块瘦肉给摄影师 自己就大块躲移起来 腰瘦血肉 普通热纳几乎一声都吃不到 太贵了 能够做成菜品对普通人出售的 每一道菜 对于他们来说 几乎都是天价 就在众人吃得正香的时候 一道大笑声 突然从众人身后的黑暗中传出 声音豪迈 一个身背大刀的男子 缓缓从黑暗中走出 在下方无伤 深夜路过 后连讨一口肉吃 如何 第117章 咫尺之遥 突然出现的方无伤 是一名中年男子 背后被这一边阔被长刀 满脸的落腮 弧显得无比彪悍 众人都被他的契机所射 一时间都愣住了 只有羽龙不受影响 单单开口 我们这块肉剩下的不多了 不嫌弃的话请坐 在方无伤靠近他们300米的时候 就已经被羽龙所感知 六品武者实力 在务城也算得上是高手 好 方无伤将眼前情形一收眼底 面前的十余人 应该是一个官方的抗震救灾小队 隐隐之间是以羽龙为首 大马惊刀地坐在一边 拿起一块兽腿 就大块躲一起来 嗯 好肉 兽肉刚刚入口 方无伤就发现了其中的不同 他原本以为 这只是一头普通野兽 没想到 却有微弱的气血精华 在口齿之间绽放 扫出了他的疲惫 这是妖兽血肉 他很惊讶 按常理来说 这种医疗救援队 是不会有修行者同行的 那是 坐在羽龙旁边的青年医生 仰起了头 这可是被羽龙同志 亲手斩杀的一头 二品妖兽的肉 大补 羽龙 方无伤目光锐利地扫过 最终视线 停留在了刚刚出生的 这个最年轻少年身上 这么年轻 没办法 羽龙的年纪太有欺骗性了 绝大多数修行者 在这个年纪 都还没有跨入修行的门槛 他可是我们物成五大的第一天才 年纪轻轻 已经堪比四品舞者 青年医生感觉羽龙受到了轻视 声音有些愤怒起来 立马献血献脉 自动充当了羽龙的宣传委员 物成五大 方无伤有些疑惑地歪了歪头 撕了一大块肉放入口中 七品巨厄的绝大部分气血 都被神秘系统吸收 残留的少量气血精华 和一头二品妖兽倒是相差无几 哪怕是方无伤也没有发现异常 第一天才不是颜喜吗 物成五大的第一天才颜喜之名 在去年就传遍了整个西南 连帝都都有人听过颜喜之名 甚至在帝都五大有学生不满 曾经想要南下镇压颜喜 不用你们来 一年之内 我会亲自北山区 领教你们帝都五大的天才豪解 那个时候的颜喜姿态狂傲 他的天赋太高了 对这些人不屑一顾 羽龙不知道的是 按照颜喜本来的计划 就是在这次出关之后 北上帝都交流学习 踢肠子 却没想到 刚刚出关来找自己的弟弟 就遇到了羽龙 又经文横刀夺爱之恨 自然大打出手 却没想到 直接就被羽龙镇压 那是以前 你多久不关注新闻了 经过短短半天的相处 青年医生对羽龙已经很是推崇 加上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突然出现的方无伤一看 就不是平凡之辈 他们这些普通人 自然下意识地抱成团 以羽龙这个修行者为中心 容不得他人的轻视 羽龙看着面前的中年男子 突然发现自己 似乎对言喜的声明 还是低估了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羽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和言喜的这场比试 在他看来 也的确没什么值得说的 无他 只因绝对的实力 自己二十万气血 对言喜出手 实在是有些羞愧啊 方无伤目光微微一闪 如此年轻的四品舞者 还是两个这样的天才 物成五大 到底是走了什么大运 他的母校 是属地最好的五大院校 荣成五大 荣物两地常年都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领域 都是在暗暗较近 方先生怎么出现在了这里 羽龙淡淡地开口 大晚上他也没有想到 还会遇到独自在外行走的舞者 为什么 哈哈 方无伤大口 撕下一口瘦肉 落腮湖上满是油光 大笑不止 这场地震就是理由 我身上的滑国血脉 就是理由 熟悉大地上 无数在废墟上挣扎的生命 就是理由 刀无伤目光锐利 沸腾的气血波动扩散 六品舞者的气血波动 普通人难以承受 使得羽龙不得不轻轻挥手 将其波动隔离在众人之外 我生于死长于死 如今家乡受难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 他是从蜀西小镇走出的强者 已经在荣城定居多年 这次地震安顿好了家人 他就孤身一人深入了镇区 和他这般的个人修行者还有很多 在今天 他们都如同百川归海 从四面八方朝着蜀地汇聚 说得好 听到方无伤的话 林志平也是神色激动 这是来自民族的认同 理想价值观的统一 大家汇聚在同一个地方 为了同一个目标 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这种感觉会让人热血沸腾 这也让众人 没有刚刚开始的紧绷和戒备 大家都是为了挺进灾区 在这一刻 都是同志和战友 好了 羽龙拍了拍手 站起身来 现在补充完能量 我们一鼓作气 迈进达现 好 好 众人高声应诺 刚刚吃了二品妖兽血肉的众人 此刻精力充沛 全身的疲惫 都在瞬间被一扫而空 哪怕林志平此时 也是默默淡化了自己的存在 在这个步步危机的废墟之中 身为修行者的羽龙 明显更适合带队 方先生 羽龙目光看向方无伤 要一起吗 那感情好 一口将手中最后一块肉消灭掉 方无伤气血一震 满面的油光顿时消散 于是 夜色之中 十一人的队伍 再度多了一人 大度和汹涌 哪怕是实力差些的舞者 一旦掉入河中 恐怕都难以 但是有着三根龙骨铁锁 飞跨两岸 天嵌变通途 如今又有了两名舞者在旁照应 众人的心中 也是无比安稳 竟然很快就通过了吊桥 又是一路急行 林志平不时拿出军用地图 调整前进的方向 各位 地图上显示 还有两公里 过了前面那个一线天 我们就进入达县地界了 林志平的声音已经沙哑 他们距离任务完成 只有一步之遥 他的话就是一记最有效的强心针 让众人心神大振 他们都是医务工作者 在路上根本发挥不出 他们的最大作用 只有到了达县 真正投入救援工作之中 才是发挥他们价值的时候 第118章 把齐立起来 一线天是两座高耸山峰之间 被隔出的一道狭窄通道 宽五六米 不但是一条通道 也是一个景点 夜色黑沉 随着众人走近才发现 这个一线天步道 此时竟然已经被一块 从峰顶跌落的巨石堵死 一旦要绕行 必须绕过两座高耸路云的险峰 多出近百里路 太遥远了 恐怕一天都绕不过去 可恨啊 林志平看着面前的这块巨石 双目赤红 愤怒地要喷出火来 明明达县 就在一线天后面 他们却被阻隔在此 咫尺天涯 这种感觉 让众人直欲抓狂 到了现在 几乎可以宣布 小队任务的失败了 他们的前路 已经彻底断绝 一线天被堵死 前路不通 将这个消息送到总指挥部的暗桌上 就是林志平 他们这个小队 一路跋涉的意义 这是天意 非人之罪 众人双目通红 沉默了下来 青年医生 更是忍不住大滴大滴地掉眼泪 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一个大男人 怎么还哭鼻子 方无伤突然开口 越过众人 来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问林志平 这个一线天之后 就是达线了 嗯 林志平 神色有些低沉 他已经在掏出卫星电话 准备向总部 汇报这个情况 哎 你不要像那小孩子一样 遇到问题 就告诉家长啊 方无伤细血地道 有巨石拦路 劈开他就是了 方无伤的话 让众人神色大惊 随即喜不自胜 这块巨石目测 看上去都有数万斤沉重 就算现代的工程器械 都不一定能破开 四平武者面对这样的巨石 根本不能撼动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方无伤 竟然主动要出手 羽绒也是松了一口气 他也在纠结 自己到底要不要出手 这块巨石太大了 就算方无伤是六品武者 除非有非凡的手段 否则依旧棘手 方先生 您真的可以吗 林志平声音有些颤抖 他本来都已经绝望了 没想到又峰回路转 出现了转机 哈哈 行不行 试试就知道了 方无伤背脊肌肉耸动 背后的长刀连翘飞上长空 而后稳稳落在其掌心 手握长刀 方无伤的气势猛然一变 方无伤整个人缓缓攻起身形 整个人气血都在凝聚 一股可怕的是在压缩 凝聚 当这股事被压缩到极致 方无伤骤然爆发 一道璀璨如星河的刀光 撕裂黑夜 猛然朝着前方的巨石席卷 刀光璀璨 这一刀凝聚了方无伤全身的精气神 是最强的一刀 这一刀 已经跨过了中高阶舞者的实力天茜 堪比七品舞者一击 哼 刀光落在巨石之上 瞬间山石崩碎 树杖高大的巨石在刀光之下 脆弱得如同豆腐一般 不堪一击 哼 巨石转眼间化作了无数的石粉 稀稀索索落下 原本被堵住的道路再度被打开 这是传说中的拔刀斩 羽龙想起了 自己在物城五大图书馆中看到过的一本书籍记载 这是一击必杀的刀法 讲求的就是一刀击斩 没有丝毫的防御 只有最简单爆裂的攻击 一旦一击不成功 便会被敌手震杀 拔刀斩流派的舞者都是骤然暴起 凝聚全身精气神 一次性爆发自己的最强攻击 可以产生远超同阶的破坏力 这也让他们经常可以越击而杀人 但是如今这一流派的舞者已经很少了 羽龙眼中流露出一丝兴趣 他对拔刀斩这样的攻击方式很好奇 可能会对他的修行有所增益 但是现在明显不是时候 连林志平这些普通人都没来得及惊叹 而是在通道露出的瞬间就朝着前方赶去 此刻 他们心中只有即将完成组织交付任务的喜悦 方无伤出手 打穿了一线天 众人前方再无阻碍 此时 他们已经可以看到 前方隐隐约约的达线现成轮廓 此刻 他们的目光只有前方不远处的达线 心里同样只有一个 纯粹的不能再纯粹的念头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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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走了半个小时 一路艰难跋涉 众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答现 主持人和摄影师早已经架好了设备 开始录制宝贵的视频资料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站在摄影机前 主持人甚至都来不及补装 棚头垢面 面色憔悴 一路的吉星君 让他失去了往日的精致 这里是前线记者陈兴 为您报道 地震后 总指挥部派出了数十个突进队 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路线 朝着阵中停进 我们所在的小队经过一夜的艰苦跋涉 终于成功来到了任务地点 距离阵中横断山脉30里得到答现 此时 摄像机镜头偏转 现实录了一圈救援小队众人 而后迅速将镜头拉远 拍出整个答现现成的现状 身为方圆数十里最繁华的现成 此刻却遭受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几乎化作了一片废墟 在废墟之间 有一山蓝绿的人影在不断闪动 这些都是答现本地 在地震发生时幸免于难的人 他们此刻在积极地自救 搜索能够被发现的幸存者 实施救援 看到这片废墟 林志平热泪盈眶 他们终于到了 同志们 把我们的棋里起来 他们小队出发的时候 高大军官将一面 国旗和军旗之而重之地 交到了林志平手里 找到两个断裂的木杆 做成两根简易的旗杆 火红的国旗和军旗 被固定在顶端 林志平想要将它高高举起 结果 却一个量抢 身形被旗杆的重心带偏 身形就要跌倒在地 他太累了 碰 青年医生身形一个虎扑 抱住了摇摇欲坠的林志平 老大 你人可以倒 国旗 军旗不能倒 八名医生 全部簇拥在一起 共同拖住了 中间的林志平 哈哈 林志平眼中全是热泪 他感觉体内 被身边的同志 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让他竭力 将手中的旗帜高举 是啊 现在我们来了 蜀西人民不会倒 人心不会倒 此时 东风起 梁抹耀眼的红随风飘荡 第119章 不抛弃不放弃 刘壮已经在达县义中 做了三十多年的班主任 从他手里 走出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今年他更是被评为了 蜀地劳动模范 表彰他这么多年 兢兢业业的育人生涯 就在昨天 他在正常上课的时候 突然之间山崩地裂 地覆天翻 眼前熟悉的一切都在瞬息之间 崩塌毁灭 他甚至顾不上惊恐 体内一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力量 让他立刻组织教室里的学生撤离 还好他们这座教学楼 建造之初 就充分考虑了地震的可能性 教学楼的抗震性能好的出奇 哪怕过去了一天 在蹭蹭他余震之下 这座教学楼尽管遍布裂缝 却依旧坚强地屹立在原处 这也是整个达县为数不多 屹立不到的建筑物 等到刘壮安排好了学生之后 放眼望去 这个他生活了数十年的小县城 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人间炼狱 整个达县的建筑群 在瞬间被一幅恐怖的伪力 从地平线抹平 废墟之下 无数的人在哭泣和哀嚎 更多的人则 是在灾难发生的瞬间 就失去了性命 在达县教书一人三十多年 刘壮在这个小县城 有着不小的声望 而灾难的 骤然爆发 天塌地陷 让很多官方机构 立刻陷入了瘫痪 刘壮站了出来 组织起幸存的众人 一起搜寻废墟 找到那些 能够被他们救出来的幸存者 他们没有专业的器械和设备 只能依靠种植成城的人力 掀开沉重的预制板 挖开钢筋水泥的混合物 救出掩埋不深的幸存者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 距离灾难的发生 已经过去十五个小时 包括刘壮在内 达现幸存的人们 已经在废墟里 搜寻了整天整夜 此时刘壮的脸上 全是灰尘 眼中布满血丝 身上更是到处可见的伤痕 早已经心力交瘁 她双目无神地看了一眼天空 眼睛上有一只镜片 已经彻底脱落 另一只同样全是裂痕 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在刘壮身后 一个女子忍不住哭泣起来 这十几个小时 他们见证了太多 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人间惨剧 刘壮身体也在微微颤抖 她的嘴唇都已经干裂 过去的十多个小时 她和身边人从废墟中 挖出了一百多个幸存者 可是到现在 却已经有五十多人 因为缺一少要彻底死去 幸存者中的医生太少 药品同样如此 他们从半岛他的医院建筑群中 抢出了一批药品 却是杯水车星 很快就用完了 更重要的是 除了被救起的一百多人 还有更多人被埋在地下 要知道 整个达县县城 有三十万的常住人口啊 她一双手根本就不过来 这种感觉让人绝望 她身边这几十人 放在整个达县 如同放人影大海的水滴 也积不起一丝浪花 杯水车星 更绝望的是 她甚至不能将这种情绪表现出来 缓缓转过头 看着身边哭泣的众人 她作为领头人 没有资格去表现出 怯懦脆弱的一面 刘壮强打起精神 试图表现得无比振奋 来鼓舞身边人 各位 我们不要放弃 再坚持一下 国家一定在想办法救我们 我相信 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呜呜 刘老师 真的会有吗 这次的地震太强了 恐怕外面 进来的路 都已经全部被堵死了 他们进不来的 有人带头哭泣 更多人情绪开始崩溃 他们只是普通人 无数生命在他们面前消逝 这种紧绷的神经 一直没有宣泄的途径 终究会承受不住 压力而崩断 嗯 刘壮的目光 往这远处一瞥 在这片天地同暗的灰败之色中 他似乎看到了一抹 不一样的颜色 陡然间 刘壮像是想到了什么 整个人的身躯 都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急忙取下眼镜 胡伦的擦拭镜片 整个手都在不断地颤抖 刘老师 您怎么了 有人注意到了刘壮的异样 急忙围了上来 他们担心 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救援 刘壮的身体垮掉了 但是 刘壮此时 却根本顾不上这些 将擦拭之后的眼睛带上 虽然密不裂纹 似乎下一个 瞬间就要碎裂 但至少可以看清 眼前的世界了 一把推开了上前的人 刘壮目光死死地看着远方 想要看到 刚刚看到的那一抹颜色 果然 那一抹颜色还在天际飘荡 而且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那是一抹红色 在红色之上 有着他魂牵梦营的图案 那是华国的图腾 刘壮张了张嘴 想要大声开口 却发现 嗓子眼相是堵了什么 瞬间失声 急得他满头大汗 终于 他用出全身力气 终于喊出了这句话 子弟兵来了 我们的子弟兵来了 这句话像是一道惊雷 直接让刘壮身边的 众人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不敢相信 数十道目光 第一时间看向了天边 在那里 一道先红的国旗和军旗 在随风飘扬 进风烈烈 真的是子弟兵 他们痛哭失声 看到飞舞的红旗 在这一刻 他们终于可以放下 全部的心防 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 在这种危难关头 国旗 就是他们的全部信仰 很快 先红的旗帜 就来到了刘壮众人面前 林志平跑步前进 来到刘壮面前 进了一个军礼 你们是达县本地人吗 有没有其他部队的人赶过来 此时刘壮等人的激动 和惊喜消散了不少 看到林志平等人 也是轻装减刑 不由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我们是本地人 你们还是我知道的第一支 来到达县的救援队伍 尽管心中失落 刘壮也是第一时间 回答林志平 给他们介绍这里的情况 简短的几分钟 林志平众人 就了解了这里的情况 心中悲痛不已 只想立刻投入及员工作 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 首长 刘壮终究没忍住 问出了口 后面的大部队 什么时候过来呢 就靠着这么十来个人 恐怕同样是杯水车薪 还有很多人 被埋在废墟深处 没有现代的工程器械 根本无法施救 大部队 林志平哈哈大笑 擒住手中的两杆旗帜 将其重重插在了 脚下的废墟瓦砾之中 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 国旗插在此处 后面的大部队很快就会顺着我们走过的路来到这里 这句话是一记有力的强心针 给了众人巨大的希望 我们就是来探路的 国家不会忘记你们 全国人民不会放弃你们 第120章 前方最新报道 时间回到15个小时之前 第2 李学院 王素素正在自己的闭关之地感受天地规则 她的腰间也挂着一块不起眼的玉佩 这是在开学的时候 羽龙在火车站临别之际送给她的 这是羽龙第一次送她的礼物 所以她很珍惜 贴身佩戴 不曾离身 她不知道 自己的修行进度这么快 短短一个月时间 就到了一品学者的门槛 很大的功劳 要归功给腰间的这块玉佩 骤然间 闭关之地微微晃动 天地之间的灵气一阵暴乱 随即整个闭关地 一阵荧光闪烁 是此地的守护阵法被激活 整个闭关地顿时平静下来 整个地独立学院 都有一座庞大的守护阵法 传说是从华盛人时代流传至今 其未能从未彻底展现于天地兼有 有人怀疑 甚至可以抵挡核弹的轰炸 尽管闭关的很快平静了下来 但身处其中却没有信号 王素素只能走出了闭关地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想到 打开微博朋友圈 瞬间都被刷屏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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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几分钟 网络上已经充斥了这次地震的消息 范围之广 强度之大 百年难见 而震中 就是在大西南 这也吓得王素素花容失色 急忙拨通了羽龙的电话 知道羽龙没事才放下心 更是被这个坏家伙嘲笑 没有第一时间给自己父亲打电话 等王素素给自己父亲打了电话 却没想到 被母亲拿着手机 整整叮嘱了大半个小时 好不容易安抚住了母亲 王素素挂掉电话 想要再给羽龙拨电话回去的时候 手机带头却提示关机 王素素愣了一下 心中开始有些隐隐的不祥预感 这个年代 手机关机太不常见了 那家伙现在连舞者都不是呢 总不至于跑到灾区去吧 王素素呢喃着 心中莫名的有些慌乱 不行 先去找小月 看看他知不知道羽龙在哪里 这个时候 连他都不知道羽龙的行踪 那唯一可能知道的 就是羽小月了 但是此时的帝都理学院 同样是一片骚动 人潮汹涌 平日里一派淡然的理学天才们 此时都是乱糟糟的 簇拥在操场上 人头攒动 无数一二三品学者的灵气 波动在这片天地交织 虚空中契机无比紊乱 去西南 去蜀地 这些天之骄子 在此时神情激荡 他们的理学修为在灾区 可以有惊人的作用 而王素素 也意外地在这里 看到了羽小月的身影 小月 王素素在高喊 嗯 羽小月转头一看 也是惊喜娇家 素素姐 你知道 你哥去哪里了吗 我哥 羽小月一愣 我不知道啊 我刚刚也是在闭关的 被这场地震惊醒 但是当时在紧要关头 不能打断 加上老师也在一旁守护 我就没有出关 等我出来给他打电话 去关机了 刚到我还给我妈打了电话 他说 哥去了学校 现在应该就在五城五大吧 还能去哪里 听到羽小月的话 王素素沉默了片刻 是啊 羽龙又能去哪里呢 但是不知怎叠 他心中就是有一股 莫名的不安在涌动 似乎事情 不像自己想象的这样简单 素姐 学生的骚动 终于引出学院中的大人物 亲自出面弹压 一道神光如惊鸿一般 从天际骤然跨过虚空 降临在操场上空 神光散去后 露出一名老者 悬浮在虚空之中 半空中如同有看不见的楼梯 老者一步步在半空中虚踏 无尽微压透体而出 瞬间镇压了操场众人 这是一位老牌的宗师强者 大家不要急 听从学校的指挥 老者声音如雷霆 瞬间将众人激动的精神抹平 而后轻声开口 却能让众人全部听清 根据校领导紧急开会研究 我们理定分批次派出符合要求的学生 随同老师一同前往西南 至于这个分批的标准 就是实例 第一批是学校中的四品学者 老者华刚刚出口 整个操场再度哗然 四品学者在地独立学院 孙部尚特别稀有 却也算得上是有些学子了 整个地独立学院不超过30人 随后这位宗师公布了具体办法 分为四批 分别是四品学者、三品学者、二品学者 到最后灾情尾声 让一品学者去灾区实地感受生死之别 强壮自己的道心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帝都理学院和物成五大之间的差距 不光是实力 还有领导人的眼界和胸怀 在学校 这样的温室之中 培养不出真正的强者 这句话 不管是对理学修饰 还是武道学子同样适用 尽管如此 在帝都理学院的计划之中 也没用王素素这样一品学者 都没有突破的学生位置 但是如果他们自己单独去 恐怕根本不能起到任何救援作用 反而自己身陷险境 还要浪费国家资源去营救 小月 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突破一品学者 王素素和于小月对视了一眼 都能看到对方心中的坚定 心中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我也是 这是巨大的紧迫感 两人甚至没有多逛一会 就各自回去 准备全力冲击一品学者境界 这个夜晚 王素素辗转反侧 始终无法彻底进入修行状态 他又尝试了几次给羽龙波打电话 始终无法打通 第二天一早 王素素准备吃过饭 就去闭关的 重新开始闭关 在学生食堂 一台60寸的大电视 悬挂在食堂力量高处 以确保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以往 这个电视里播出的 往往都是一些经典电影 或者喜剧综艺 而在今天 这台电视始终锁定新闻频道 这里在全程播报 西南大地震的最新消息 只是一项严肃专业的新闻主持人 播报时 此刻却泪流满面 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得不暂时离场 拍另一位主持人替补主持 电视台一共三名主持人 已经轮换了一个遍 没有办法 太残酷了 他们拿到的新闻稿 每一句都是残酷无比的消息 那一串串数字背后 都是鲜活的生命在流逝 每一个画面都展现出了 那片土地上血淋淋的伤口 主持人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现在 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第121章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随着主持人话音刚落 画面转换 灰尘尘的天空 曾经繁华的建筑群 如今一片破败 放眼望去 竟是废墟瓦丽 大家好 我是前线记者陈兴 地震后 总指挥部派出了数十个突进队 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路线 朝着阵中挺进 我们所在的小队 经过十小时的艰苦跋涉 终于成功来到了任务地点 距离阵中横断山脉三十里的达线 陈兴指了指前方 镜头随着偏转 作为距离阵中最近的几座县城之一的达线 在阵后第一次通过无线电波 展露在了世人面前 一路走来 我们看到了山崩地裂 河流祖爵 也看到了沧海桑田 地覆天翻一般的恐怖地质变化 在大自然这个造物主面前 人族依旧弱小 陈兴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在这里 本来是达县最高的建筑 一座四十三层的星级酒店 却在灾难发生的瞬间轰然坍塌 镜头拍摄的景象 哪里还能看到一丝所谓的第一高楼气象 全是满目疮痍 断裂的混凝土和猙獰的钢筋冲天起 向世人展示着这场灾难得到可怕 然而 即便如此 我们依旧没有退缩 在人民的利益面前 我们的子弟兵奋不顾身 前赴后继 物成军医大的医生们 同样是军级 这里不是战场 却和真实的战场一样残酷 我们的子弟兵 在努力挽救每一个幸存的生命 镜头再转 顿时拍摄到了林志平一行人的身影 他们此刻已经满身灰尘 在废墟中搜寻着可能存在的幸存者 那个喜欢跟在羽绒身后的青年医生 此刻正在对一名生命垂危的男子 实施抢救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 轰隆隆 陈兴正在说着 镜头之中 突然又传出了一阵轰鸣 镜头那边的世界 剧烈抖动起来 又一波余震发生 一块碎石 朝着摄像机锁在方位 飞射而来 哪怕隔着镜头 同样能感受到恐怖的破坏力 啊 在华国 无数观看直播的人 都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 一旦这枚石子 击中主持人或者摄影师 恐怕都会有生命危险 哪怕是习惯了余震波动的陈兴 也忍不住瞳孔紧缩 神色瞬间煞白 碰 一道幽光在镜头前一闪而视 这块飞射而来的碎石 直接被一股距离崩碎 只有一小片蹦射的碎片 贴着陈兴的脸颊飞过去 锋利的边缘 在他脸上 划开一道血口 随后一抹 星红的鲜血 顺着脸颊晕晕开 像是一抹耀眼的红妆 刺眼 夺目 陈兴却没有在意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历练 他的心态早已强大起来 这点小伤不足以打动他 而摄像头 也下意识地顺着幽光所到之处转过去 一道全身灰尘的身影 站在一块巨大的水泥石板前 他听到下方有人呼救的声音 尽管微弱 在他耳中却如雷鸣 碰 沉重的水泥石板被轰然抬起 露出了下方满是鲜血的手臂 这是非人力可以做到的 必然是修行者 只是此刻没有人顾得上去夸耀此人 在水泥石板被掀开的瞬间 旁边的人直接扑了上去 小心翼翼地清理幸存者周围的残渣 慢慢将其抬出 另一边 一名高大的中年男子手拿长刀 轻轻一挥 面前的水泥柱像是豆腐一般被轻松切开 两个明显的修行者出手 将一些沉重的石板和力柱掀开 顿时让救援工作顿时轻松了无数倍 此时 陈欣也发现摄像头在拍摄羽龙和芳污商二人 立刻对二人做了一个简短的解说 各位 除了我们的人民弟子兵 我们队伍之中 还有两名特殊的成员 他们一个是物城武大的第一天才 年纪轻轻就有了四品舞者修为 另一个是戎城本地的武道强者 一手刀法无比很绝 直接一刀劈开现成五里外一线天被堵住的前路 帝都理学院 食堂里有很多学生都看到了这个直播画面 竟然有修行者已经到了 太快了吧 只是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两个武道修行者 手段还是太过粗放 等我们理学修饰到了 一道学术使出 引动天地灵气 直接将这些石板崩碎成粉末 灵气滋养被困伤者的身体 延续生命 不是更加高明 可惜我们修为不够 只能等下一批去属地了 帝都理学院的学子 是华国的最顶尖理学天才 自然眼高于顶 不将天下英才放在眼中 本来修行界中 舞者就是下一等 哪怕是理学修士 他们帝都理学院 同样自认天下第一 直播信号很快就断掉 食堂中 众人开始讨论起了修行心得 而坐在角落吃饭的王素素 却如遭雷击 整个人都僵直不动 只是眼泪控制不住的狂流 双手死死地捂住嘴唇 他不想让别人 发现自己在哭泣 尽管镜头一直在抖动 他却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 羽龙 那个满身尘土 徒手掀开水泥板的 就是羽龙 尽管主持人没有介绍二人的名字 二人总共出现在镜头里的时间 也不超过十秒 但是王素素知道 这就是羽龙 从昨天开始 羽龙的手机就一直关机打不通 原来竟然是去了属地 这个混蛋 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自己 是不想让我担心吗 可是 这样我反而会更担心啊 王素素心里在咬牙切齿 但是想到这十几小时来 新闻里的那些画面 山川崩坏 地覆天翻 曾经返回的熟悉大地 满目疮痍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他的心就忍不住痛 羽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长途跋涉了上百公里 一路上不知道遇到了多少危险 生死危机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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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素哭得浑身颤抖 桌上的纸巾都堆成了一座小山 此刻 王素素心中的修行念头 变得无比强烈 他必须要尽快突破一品学者 去蜀西灾区 他一定要亲自站在这个家伙的面前 好好地教教他 什么是物成男子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 竟然连他都敢瞒 这个家伙 竟然还是什么物成五大第一天才 王素素呢喃着道 尽管他无比确认 直播里的那个人就是羽龙 但是对他媲美四品舞者这件事 同样很震惊 母亲果然说得对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第122章 紧急征兆令 两千里之外的羽龙 此刻不知道王素素的愤怒 就算知道 恐怕也是垂胸顿足的教区 大姐 我分明开学之后 第一次打电话就告诉你了 我很强啊 是你自己不信的呀 不过 此刻羽龙也没有时间去付费 他和方无商 作为为二的两名修行者 在此时就充当了人形工程器械 从早上七点 他们到达这里开始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 整整八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掀开了无数废墟 就出了数百计的幸存者 此时 距离地震发生 已经过去了24小时 被埋在地下的幸存者 形势非常复杂 哪怕羽龙和方无商实力强横 却也不敢盲目发力 必须等待医生的检查之后 给出意见 他们感觉自己 就像是拿着绣花针绣花的猛张飞 这比全力爆发 更加耗费心力和气血 这么长的时间 方无商的气血 都已经隐隐要见底 羽龙下意识运转霸道呼吸法 一户一息之间 有天地灵气被纳入体内 转化为他消耗的气血 让羽龙始终维持在全胜状态 嗯 正在鲜水泥石板的羽龙神色 漠然一变 抬头向天上看去 相差片刻 方无商的耳朵一动 也听到了什么声音 不由地看了羽龙一眼 这个少年 似乎比他更早发现头顶的异变 此时的答现 雨 一直下 雨声稀里哗啦 极大的干扰了听觉 轰隆隆 似乎 是螺旋桨的声音 片刻之后 天空之中 螺旋桨的声音 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嘛 幸存者们都站了起来 抬头看着天山的黑影 缓缓降落 除了林志平小队 这是外界第二个 进入达县的声音 被困在孤岛之中 这就代表凭着希望 代表着达县和外界的联通 又多了一重 刘壮等人 不断地在地面挥手大喊 还是林志平有经验 马上组织人标记地上 适合降落的平整地面 用火把 强光手电 呼喊声 一切可以引起 飞行员注意的手段 来引导直升机降落 疯子真是多呀 旁边的青年医生 擦了擦眼镜 上面已经全是灰尘 这种天气都敢往下落 一个不小心 就会变成一等功啊 羽龙也是嘴角脸了脸 在现在的熟悉大地 这样的疯子 到处都是 碰 收回目光 羽龙小心地 将手中的水泥石板掀开 手中气劲迸发 将其崩碎成数十块 扔到了一旁 普通人也可以搬动 石板下是一个双腿 被压得几乎坏死的女子 此时漫长的疼痛 已经麻痹了她的感知 根本感觉不到双脚的痛苦 羽龙搭了一把手 将女子从废墟中抬出 极为隐蔽地 注入了一道气血之力 羽龙额度一道气血 有充沛的能量波动 尽管不能治好女子身上的伤势 却可以极大程度地 补充她的精气 让她更有可能 坚持到自己活下来 忙完这些 羽龙抬起头来 这个天上的小黑点已经落地 是一家巨大的军用运输机 刚刚停稳 直升机上就下来了一个 身穿军绿色戴长服 一脸坚毅的中年男子 肩上赫然扛着两杠四星 竟然是空军大校 林志平急忙走上前敬礼 汇报达现的最新情况 时间紧急 根本没有任何的寒暄和客套 林志平和空军大校 就最紧要的问题交流五分钟 直升机上的物资 被快速卸了下来 都是灾区急需的医疗设备 和工程器械 而后灾区 一直被简易安置的重伤员 也被快速抬上了飞机 后续的大部队 什么时候可以到呢 林志平最关心这个问题 不 应该说整个达县 整个华国 都在关心这个问题 你放心 得益于你们的精确的路面情报 我们后续的 开路工作进展很快 最迟今天傍晚 到达县的道路 就会被彻底打通 到时候 源源不断的救援物资和人员 就会马上到位 大笑这句话说得很大声 他尽可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 果然 话音刚刚落下 一片欢呼声就在雨中响起 这是天大的喜讯 没有多耽搁 直升机很快起飞 朝着雨幕之外飞去 抬头看着远去的直升机 雨龙也松了一口气 等到后面大部队开进 大量的工程器械到位 他们修行者的作用 就无限降低了 轰隆隆 令人意外的是 本已经飞出雨幕的直升机声音 竟然再度轰鸣起来 嗯 怎么回事 直升机再往下落 雨龙目光一凝 气血勃发 眼中有神光暴闪 目光洞穿雨幕 看到了直升机的虚实 似乎直升机没有问题 雨龙有些疑惑 他刚刚甚至怀疑 是直升机出了故障 但是至少看上去 大笑的反应 完全不像有什么异常的样子 但为了以防万一 雨龙身形不动 双目死死地盯着虚空 此时 方无伤也走了上来 默默取下了背后的长刀 握在手 很快 直升机就落到了地面 大笑再度走出驾驶舱 神色肃穆 雨龙 方无伤是哪两位 嗯 就站在飞机旁边不远的二人 顿时神色一愣 不由上前一步 我是雨龙 我是方无伤 大笑目光在二人身上扫过 很好 现在我代表军部 对你们发出紧急征召令 县令你们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横断山脉 紧急征召令 这是华国最高法 赋予军部 和理学部的特权 紧急状态下 他们可以征召 一切修行者 而接到征召令的修行者 必须无条件服从指令 否则就是叛国罪名 而要下达这样的紧急征召令 同样不是容易的事情 必须是军部 和理学部 五分之四以上的拒搏 全部投了赞成票 这样的命令 已经数百年不曾出现 每一次颁布这样的命令 就代表 牵扯到华国国运 这是最紧急的状态 请问 让我们去横断山脉 需要做什么 刀无伤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是军令 不容置疑 但这句话 却像是触碰到了大笑的逆铃 他神色一变 大声呵斥 任何街道紧急征召令之人 都必须服从战事条例 而战事条例第一条 就是服从 服从 绝对的服从 等你们到了那里 自然会有下一步指示 大笑没有多说 传达指令之后 就迅速离去 这次 直升机彻底消失在了羽目中 没有落下 这么突然的命令 方无伤收起手中长刀 难道在横断山脉里 还发生了什么 恐怖的事情吗 也罢 羽龙同学 我们一起走吧 方无伤邀请羽龙 他们既然接到了 紧急征召令 那必然是要马上赶往 横断山脉 结伴行路上 也不会太孤单 好 羽龙点了点头 反正后续 大部队马上就到 他们此刻离开 也不会影响到救援工作 抬头看了一眼 横断山脉方向 羽龙左眼之中 一道黑光一闪而逝 不想 第123章 浩劫开始 身为亚西亚最大的山脉群 横断山脉绵延近千里 东西纵深同样有五百里 从华国疆域 一路延展到了亚南小国 从达县过来三十里 羽龙和方无伤全力纵持 在这片废墟之中速度很快 不过一个小时 就来到了山脉进山口 这很惊人 在前世 这个距离哪怕是平地 最顶尖的马拉松运动员 也无法在一个小时完成 修行对人体的蜕变 是飞跃性的 羽龙同学 这一路行来 似乎一只妖兽都没有看到 方无伤目光锐利 在四处横扫 尽管看起来羽龙的修为 远不如他 但是方无伤却没有丝毫小觑 修行把刀斩之道的 武者心中的天生灵觉 都无比敏锐 在他的直觉之中 羽龙不像他表现得这么简单 直播 刚刚靠近进山口 羽龙就看到了一个 十人小队军人 驻守在此处进山口 为首的军官抬手 拦住了羽龙二人 我们适应紧急征召令而来 这一对军人的实力不凡 都有五品舞者修为 为首的军官更是六品舞者 我知道 军官雷厉风行 你们实力如何 军部有令 中阶舞者在此集合 等待命令 高阶舞者往山脉深处走 自然会有人接应 我六品 我四品 他们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是中阶舞者 只是实力 却已经超过了这一层次 不过现在横断山脉内情况不明 他们准备先谨慎观察之后 再行动 这次的征召令 发布得很广 几乎整个属地的修行者 全部汇聚在此 看了一眼军部小队 羽龙低声呢喃着 难怪外面灾区很少看到 修行者部队 原来全部都驻扎在这里 似乎是有什么 更加惊人的大事件 短短几分钟 就又有十多人 从其他地方赶来 天际也有 两道神光掠过 那是宗师级别以上的强者 半个小时后 羽龙他们所在的 中阶舞者队伍 就已经扩展到了百人 后续还有人在 源源不断地赶来 这个时候能赶来的 都是本身 已经在属地的舞者 这些人往往修为强大 哪怕没有官方的组织和安排 也自发来到了灾区 一心想要抗战救灾 人数足够之后 军官目光一闪 拿出卫星电话 向上报告 神色无比严峻 很快就确定了任务 片刻后 猛然立正 双脚军靴 撞击发出 嗒的一声脆响 大声吼道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军队是一个熔炉 遏制个性 强调服从和整体 尽管没有了 个人的鲜明色彩 却能够如臂食指 爆发出 强大的战斗力 现在 听我的命令 军官收起卫星电话 根据军部的最高指令 现在 你们被临时整编为 一个战斗小队 这名军官 身材很瘦小 眼神却如苍鹰 一般锐利 让人无法直视 此刻 他要对这临时拼凑的一百人 做一个简单的训话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队长 你们的一举一动 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军官大声嘶吼 六品舞者的实力 让他可以把声音 传遍这片小天地 我不关心你们叫什么 也不关心 你们来自哪里 从现在起 你们就是军人 在任务完成之前 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 一旦出现抗命不尊 动摇军心之人 将会按照战时军技 直接震杀 话音一落 军官身上气血爆发 一股爆裂的气势 猛然冲天而起 羽龙眉头一条 竟然有一万斗气血 这在六品舞者中 已经算是顶尖 最重要的是 军官气血之中 有一股金戈铁马的气息 这是只有军人 在战场上来回冲杀 才会诞生的波动 堪比简易版的权益 更惊人的是 在军队之中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是可以通过残酷的战斗 批量产出 这样的实力 几乎可以轻易 斩杀在场的大多数人 军官的话杀气腾腾 也让一众舞者 都是心中一惊 什么情况 难道山脉之中 是龙坛虎穴吗 我们都是修行者 这些天灾虽然可怕 只要小心一些 却也不会轻易丧命 有人在窃窃私语 他们都对自己的实力 极度自信 但是这名军官的话 却也让他们心中 如同压了一块巨石 恐怕山里 没那么简单 军官也看到了众人 有些沉重的神色 与其稍缓 投入了一些 他知道的消息 你们必须要有 心理准备 山中有一场恶战 事关我华国国运 人族族运 我们军部十万武者 早已经在山脉深处 浴血奋战 死伤不知反几 如今 我们的任务 就是在外围协助 清理任务 虽然依旧危险 但比起山脉深处 好了不知道多少 这一仗 不是一地一国之争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朱军 拜托了 军官的话 顿时让众人大惊 难道这次的大地震背后 是妖族在谋划吗 这不是天灾 而是妖惑 这样的消息 让人难以接受 这次的地震 波及大半个华国 无数生灵消逝 竟然是妖族所为 这是滔天的血仇 永远不可能和解 传言的人妖大战 终于开始了吗 羽龙眼中神光暴闪 他没想到人妖之间的碰撞 比起之前那个巡查时所言 足足早了两个月 如果如军官所说 这次的巨变 恐怕只是一个开始 这将是一场 波及整个地球的浩劫 是两个不同种族 为了争夺生存空间 和天地主角之位的厮杀 这样的战争 没有对错 只有强弱 胜负 胜者 享受这颗星球的全部资源 败者 从此成为奴仆 苟延残喘 甚至被抹去存在的痕迹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那就站吧 羽龙浑身气血沸腾 他悄然和方无伤远离 将身上染血的外套撕碎 面部五官 悄然变换 成为了一名中年男子 这是他的第二个马甲 变换了身份 他才能肆无忌惮地权力爆发 第一批 浮现在这里的人 都是心智坚毅之辈 接受了这个消息之后 消化片刻 便燃起了熊熊的战意 无者 心未冷 血滚烫 军官也是暗自点头 哈哈大笑 哈哈 等出来了 我赵峰请大家喝酒 众人这才知道 军官的名字叫赵峰 漠然转身 赵峰率领十人小队 率先踏进山口 山口那头 传来赵峰不可违抗的军令 全体都有 跟上 第124章 破釜沉舟 寂静 无比的寂静 羽龙踏进山脉 以他的舞爵 竟然没有听到 一只鸟虫的叫声 安静得不正常 作为亚西亚最大的山脉 竟然没有丝毫生灵的喧嚣 羽龙左眼悠然变色 不想只眼发动 看向山脉深处 直接破除虚妄 入目所见 一片如漠如漆的黑 从山脉最深处散发 按照距离计算 羽龙他们所处的位置 距离横断山脉的最深处 足足有300里 这股黑色气息 到底是什么 羽龙心中金兆大起 他想要 看得更清楚些的事情 左眼却传来了 一阵刺痛 似乎最深处的真相 不可以被知晓 是大妖吗 羽龙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想到了 从自己在荣城机场 遇到的最年轻宗师曹元 已经刚刚在进山口 看到的另一个理学大能 他们进山 恐怕就是为了 处理山脉 最深处的大恐怖 这还不是自己 如今这个境界 可以去触碰的存在 大家彼此照应 朝东南方 前进武师里 军官的声音 在队伍最前方响起 这武师里不太偏 一定要小心 白鱼为武者缓缓散开 却彼此相隔 不超过一丈 随时互相支援 轰咚咚 不过走了百米不到 众人突然惊觉 脚下地面 竟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鸣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朝着自己快速靠近 果然 片刻后 前方妖气弥漫 数十头妖狼嘶吼着 朝着众人猛烈扑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狼群 除了低阶妖狼之外 还有近二十头中阶妖狼 啊呜 在狼群后面 一道苍净的狼笑声传来 引得狼群争相呼应 凶残的妖兽气息 在这片丛林中肆虐 一时之间 大半舞者的心神 都为之所夺 聂畜 队伍前方 常年军舞的兆风 立刻回过神来 全身气血沸腾 愤怒大吼 唤醒身后众人的心神 扑 一把三菱军刺 闪烁着刺骨的寒光 洞穿了迎面扑来的 一头老狼妖躯 气静迸发 瞬间将这头老狼杀死 杀 在常舞者 都不是庸禄之辈 回过神来之后 顿时爆发了自己的全身气血 上百名舞者 面对这只狼群 压力不大 不断有妖狼被斩杀 哈哈 这种程度的妖兽 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有人生死了一头妖狼 鲜血淋满全身 畅快大笑 嘶嘶 陡然间 旁边的树干上 一道墨绿色的光 骤然一闪 直接掠过了 手撕妖狼的舞者脖子 而后又消失在了 茂密的丛林之中 啊 而刚刚意气风发的男子 此时却痛苦大叫 脸色迅速变得轻子 倒在地上痛苦的嘶吼 不过数息时间 男子就彻底失去了生机 刚刚那是什么 众人惊骇欲绝 那道绿光太快了 瞬息之间就跨过了空间 加上身边还有妖狼在侵扰 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 在众人 被这道绿光震慑住心神的时候 一头妖狼 直接扑倒了一名四品舞者 将其托入狼群 瞬间被撕咬得七零八岁 嗖 就在此时 那道绿光再度出现 这次的目标赫然是方无伤 哼 方无伤全身汗毛炸起 双手握刀 拔刀斩 天生的灵爵 牢牢锁定了朝自己扑来的绿光 瞬息之间 凝聚自己全身的精气神 直接批在这道绿光上 咔嚓 长刀正中了虚空中 飞射而来的绿光 发出金石交击之音 方无伤 直接被这股反冲之力 轰击得连退术步 一头妖狼 想要趁机扑杀方无伤 却被他反手一刀斩杀 好刀法 赵峰双目一亮 方无伤的刀法凝炼 毫不拖泥带水 每一刀都是杀人刀 无影无踪的绿光被方无伤这一刀劈中 也是盗飞而出 终于露出了其本来的面目 竟然是一只通体墨绿色的三寸小蛇 小蛇通体如同碧玉所助救 蛇性不断吞吐 两个獠牙有惊人的毒性 这竟然是一只六品妖兽 在人群另一头的羽龙眉头一条 这只小蛇的速度太快了 加上相隔太远 哪怕羽龙也没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小蛇身上的鳞片闪烁着豪光 妖气四溢 坚硬堪比神铁 哪怕硬挨了方无伤一刀 却也只是被崩飞了几片鳞甲 一丝丝金色的血液流出 显示出其血脉的高贵 小蛇一击受挫 却是调转方向 准备去杀另外一个中年男子 他此时刚好被一头妖狼缠住了身形 中年男子同样发现了这一点 不由惊的亡魂大貌 他的实力不过无品无者 有没有拔刀斩这样的绝技 根本无法挡住小蛇的这一击 找死 羽龙一声冷哼 心面一动 衣服之下 一道黑芒 漠然一闪 穿过人群的缝隙 相差毫离 瞬间将这条小蛇钉死在了一棵古树树干上 中年男子劫后余生 忍不住长出一口气 精神一个恍惚 扑 又一道黑光 贴着中年男子的脸颊 拒势不减地 直接插入了他身后 想要扑来的妖狼头颅 爆裂的气劲 直接将妖兽头颅崩碎 像是熟透的西瓜一般 妖狼头颅 颅骨碎片和惨白色的脑浆四处崩散 不要走神 羽龙身形如电 直接冲了上来 左手五指 喷张化作擎天大手 重重拍在了另一头妖狼的腰上 通头铁尾豆腐腰 这些狼群妖兽 依旧没有摆脱这个肿群弱点 羽龙这一掌 爆发了五万多气血 妖狼一声哀鸣 脊椎传来一声咔嚓的脆响 趴在地上根本站不起来 他的脊椎已经被羽龙的掌镜 瞬间轰成两段 好霸道的掌剑 站在旁边目睹 羽龙这一掌的舞者忍不住神情惊害 同时舞者 他们知道 要打断一条中阶妖兽的脊梁骨 需要什么样的劲道 威胁最大的绿色小蛇被抹杀 单独的狼群顿食不再是威胁 百名舞者合力 很快就将狼群肃清 哪怕是隐藏在后面的头狼 也被罩封 方无伤等人合力斩杀 一切尘埃落定 众人却没有大胜的喜悦 两名战死无者的尸体 被搬到了一块空地 众人无不沉默 这只是他们进山之后 和妖兽的第一次交锋 就折损两人 他们一百人能折损几次呢 现在他们可是连一里地 都还没有走出啊 这些妖兽是疯了吗 有人咬牙切齿地呢喃着 今天遇到的妖兽 和他们以往遇到的都大不相同 按照常理 当妖兽发现自己明显不敌时 马上就会转身逃跑 而不是像今天这样 前赴后继地来寻死 这种事情 往往发生在一些重要事件时 人族英雄闪烁的精神光辉 而不是发生在 以兽性为主导的妖兽身上 这很正常 兆风神色阴沉 抖了斗手中的三菱菌刺 上面沾染的鲜血瞬间被蒸发 这些狼妖兽 必然是受到山脉深处 存在的死命令 必须消灭我们这些踏入山中的人族 不同种族之间的妖兽 竟然都知晓了 相互配合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的任务 就是清理方圆五十里地方的区域 然后等待下一步命令 各位 请一定记住 这是族运之战 必然是破釜沉舟 不光对我们是这样 对妖族 同样是这样 第125章 轻易扶巢 没有悲伤多久 队伍再次前进 至于战死的两人 众人只是将其抬到一处角落 都是修行者 不信奉所谓的入土为安的说法 他们都知道 人死如灯灭 当生机绝灭时 一副屈翘 不过就是蛋白质胺基酸的混合体罢了 从现在开始 羽龙全力将自己的感知蔓延 方圆五百米的一举一动 全部可以被他侦查到 但是百人五者分散起来 范围太开了 羽龙根本不能护住全部 也罢 修行录哪里有什么一帆风顺 如果连眼前山脉中的这点波折 都不能挺过去 以后真正的人妖大战 又能做什么呢 羽龙想通了念头 他不过是一名 有些奇遇的小小修行者 天地之大 还有太多 不能理解的人和事存在 哪怕就在他体内 就有一个不能理解的神秘系统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可以庇护众人 非要强行出手 反倒不美 天色已经开始入夜 横断山脉数千年的野蛮生长 古树茂密 遮天蔽日 月光很难透过这些古树洒进来 众人的视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好在中阶舞者的舞感 已经得到了强化 不至于在森林中变成睁眼下 各位 进山的时候 给你们发了一个战术包 里面有一个红外夜视衣 赵峰的声音从队伍前方传来 在进山口 停放了几辆军用卡车 里面装满了战术背包 进山时 每个人分发了一个 除了一把宽被砍刀 和气血丹药外 就是一副夜视衣 戴上夜视衣后 羽龙的视野顿时大变 放眼望去 都是一片蓝色 而每一个人 都是一片火红之色 这些舞者的气血太强盛了 其中就是一个个耀眼的火红之色 接下来的二十多里 都是一片平静 偶尔出现的几只妖兽 也都被轻松解决 再也没有了 刚刚踏进山口的惊险场面 这也让众人心中安稳了许多 走在最前面的军官赵峰 心中同样松了一口气 看来我们运气比较好 这片地狱的妖兽族群不多 赵峰回头笑了笑 哈哈 一百多号人喝酒 看来 这次出山之后 我要大出血了 哈哈 那这次出山 我得好好喝个痛快 酒量可不是修为 我觉得我可以单挑在座的所有人 舞者练气血 喝酒可以活动经络鲜血 是很多舞者的爱好 能放肆地大喝一场 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队伍里 气氛轻松了许多 连羽龙都神色舒缓了下来 正准备说些什么 却眉头一皱 嗯 他突然发现 这些夜市仪前方 突然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光点 像是老式电视机的像素点一般 是夜市仪坏了吗 但是很快 那些红色的光点从星星点点变得密密麻麻 很快就连成了片 这是什么 更多人发现了这个异常 纷纷发出惊疑不定的声音 现在这片丛林中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他们以往的一切经验都不再作数 快趴下 突然 一声爆合突然响起 羽龙眼中神光暴涨 双目击射出画作实质的神光 直接击穿了夜市仪 右脚猛然踏在了地面 巨大的力量爆发在地面 踩出了一个深坑 碰 背后的战术背包猛然炸开 砍刀净直落在了羽龙手中 至于那瓶气血宝丹 早就被神秘系统吸收 化作了五百点灵能 哄 背包中的砍刀 只是军部的一种制式兵器 专门为中阶舞者所准备 此时在羽龙手中 却如同拥有了灵性 刀光弥漫虚空 被羽龙以秘法凝聚成风锐的匹炼 伴随着风雷之声 重重撕开前方的红光 这是羽龙在物城五大第四层 得到的一门刀法 名曰风雷 前方密集的红光 直接被这道刀芒披散 发出了一声声刺耳的嘶鸣 此时 众人才看清 原来这些都是 一只只堪比成人头颅大小的蝙蝠 是轻一幅 这种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有舞者认出了红光中的真容 狮声大叫 这种妖兽等级不高 多是二三品 但是嘴里的一双獠牙 却锋利无匹 哪怕六品舞者 也不敢用肉身 去硬生生承受 我终于知道 这片山林 为什么这么平静了 就是因为前方的妖兽 全部被轻一幅群吞噬了 这些轻一幅动骤 成百上千的成群出没 哪怕七品舞者 被轻一幅群淹没 都难以逃出 这些生灵 常年生活在人际罕至的山脉最深处 其中有无数种恐怖的细菌和病毒 被它们携带 一旦注射到人体 体内没有相应的抗体 身体机能瞬间被破坏 很快就会死去 这也是它们惊恐的原因 夜市一上 这些密密麻麻的红点 每一个点就代表一只轻一幅 起码数千只 数量太庞大了 这恐怕是横断山脉最深处的轻一幅 被羽龙一记刀光披散之后 近百只轻一幅陨落 剩下的轻一幅 依旧速度飞快地掠过半空 朝着羽龙身后众人掠去 聂绰 羽龙大怒 一旦被这成千上万只轻一幅群掠过 恐怕这个百人队伍 就剩不下多少人了 但是羽龙却无能为力 面对这样的蝙蝠潮 羽龙只能护得住自己 风雷刀法攻势惊人 抽刀防守却有些粗糙 根本没办法防住密密麻麻的轻一幅群 哪怕以他的肉身强度 同样不能硬抗轻一幅的獠牙 叮 一道金铁交击之声响起 一只轻一幅穿过了羽龙如水的刀光 静止咬在了他的脖子上 却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轻一幅丰锐的獠牙直接被崩断 在羽龙衣服之下 正是365片金属风暴组成的护体铠甲 刚刚这只轻一幅正是咬在了一枚刀片上 在意念操纵之下 这些金属风暴在衣服之下 化身为灵动的铠甲 在全身体表游走 哪怕轻一幅的獠牙也不能损毁 冲向众人的轻一幅 个体实力都很弱 百名武者气血迸发 全力出手 冰刃寒光和气血劲道 在半空中纠缠 轻一幅群的尸体像是下雨一般 纷纷落下 但是实在太多了 众人的一次攻击最多击杀了千只轻一幅 还不到这片红云的四分之一 而轻一幅极快的速度 也不会给他们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啊 啊 人群之中 接二连三有人传出凄厉的惨叫 这是被铺天盖地的轻一幅咬中 有人承受不住这个压力 想要往外逃 却只是更快的死亡 聂畜 给我死 赵峰仰天狂笑 全身爆发出金戈铁马的易经韵律 手下十名军士围成一圈 组成了一个战斗阵型 将自己的后背 放心地交给身后的战友 全身精气神通过战阵牵引 融为一体 爆发的战斗力惊人 竟然瞬间清空了一片区域的轻一幅 羽龙目光注视着场中 眉头不禁一条 这些五品六品舞者 通过毫无保留的配合协作 竟然可以爆发出远超同阶的战斗力 这就是华国士兵的战斗力吗 第126章 在遇牛野 但是赵峰几人 也不过是堪堪护助自身 根本无力救援 看着身后众人 被轻一幅扑上去撕咬 刚刚还活蹦乱跳的舞者成片倒下 赵峰心如刀角 实在是太煎熬了 哪怕是羽龙 心中也忍不住 想要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 只要使出秩序神矛 或者杀戮圆盘 这些轻一幅兽群 片刻就会被彻底收割 就在羽龙下定决心要出手时 从旁边传来一声豪迈的大吼声音 而等悟慌 牛野在此 一道巨大的开山府 在半空中回旋 府任寒光逼人的 撞进了轻一幅群中 收割一片轻一幅 而后飞回了来时的黑暗之中 这事 羽龙目光一亮 这把斧子他见过 物成牛野 在之前中云山脉受潮之时 羽龙曾经和他并肩作战 那个时候的牛爷 还是五品舞者 但是如今 从黑暗中走出的牛爷 一身气血澎湃 竟然是六品巅峰舞者 黑暗中 走出的不只是牛爷一人 在其身后 还有数十名浑身浴血的舞者走出 这些舞者 似乎已经在山脉中厮杀了很久 身上的血渍 已经凝成血痂 怒吼着冲了上来 各种兵刃和气血皮练 朝着半空中的轻一幅群覆盖过去 这群人的加入 顿时扭转了战场的天平 羽龙顿时按捺住了自己出手的冲动 随着轻一幅群的数量减少 其威胁性大幅度降低 在场任意一名舞者 都可以在挥手之间 震杀一只轻一幅 有了生力军的加入 轻一幅潮很快就被平定 只是一场骚乱之后 整个队伍有过半的人死去 赵峰率领的军部小队 都有三人战亡 损失太大了 呼呼呼 来不及悲伤 赵峰气喘吁吁地 看着突然出现的牛爷等人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要不是他们出手 恐怕今天他们 全部都要变成轻一幅群的食物 这也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人群之中 牛爷是明显的领头人 他递出了一个黑色证件 这是我们的任务范围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赵峰接过证件 证件似乎经历了惨烈的大战 早已经无比残破 红的发黑的血字 将证件完全浸泡 照片文字几乎都完全不可见 只有军衔一蓝 依稀可以看到大笑二字 原来是大笑同志 赵峰立马双腿并拢 进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军力 队伍之中 群龙的神色有些惊异 他不知道 牛爷竟然是军部的人 之前在中云山寿潮之中 他应该只是一个社会武修才对 只是羽龙如今的外貌有变 牛爷根本没能认出来羽龙 呵呵 牛爷收回了证件 回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军力 这也让赵峰眉头一皱 这个军力太不标准了 也没有力度 根本不像在军队中 打磨出来的样子 这样的人 是怎么做上大笑的 赵峰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要是自己手下有这样的兵 肯定是要暴揍一顿 然后让他练军力 连上一个月 你不用疑惑 牛爷表情淡漠 只是将手中的证件 本质而重之地放在了胸口的那层口袋 这个证件本不是我的 我叫牛站 他应该是你们的战友 叫杜七江 死了 他和他手下的十个兵 两个小时之前 全部都死了 我本来想着这下好了 这个家伙死了 我们就可以各回个家了 只是那个家伙死之前 瞪着眼 非要我带着队伍继续完成任务 还没等我拒绝就死了 牛爷淡淡地道 似乎就是在诉说自己 早上吃面 加了一个鸡蛋 一般平淡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在地震爆发之前 他刚好就在横断山脉中历练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真正一天有余 他经历了太多的恐怖 看到死了太多人 在这里 悲伤和眼泪没有任何意义 嗯 赵峰也没有问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这太正常了 他心中同样有这样的信念 任务 比天大 比命重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牛站弹幕的声音再度响起 按照地图规划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任务区域 你们不应该在此才对 死前 杜琪将给了他一份燃血的地图 按照标志 这片区域 是他们方圆五十里的任务范围 宝和式清扫 方无伤突然开口 声音之中有鸣鸣刀鸣 在这片区域 投入海量的人力物里 彼此任务 区域交叠 既可以保证 不存在遗漏的死角 遇到不可抗的危机 同样有可能遇到其他队伍 彼此之间相互救援 方无伤同样体内的气血 都几乎要枯竭 拔刀斩本就不是九战之法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如今我们的队伍都减缘得厉害 我建议我们将队伍合并 一共搜索剩下的区域 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牛战身后 只有三十人不到 人人身上带伤 浑身浴血 情形不容乐观 如果继续分开行动 恐怕遇到下一波恐怖的妖兽攻击 就会彻底消失在这片大山之中 化作滋润大山的肥料 我觉得可以 牛战点了点头 这次进山的重要性 杜七江同样和他们说过 这个时候 对他们来说 完成任务才是第一要素 至于活下去 根本就不再是考虑的重点了 嗯 赵峰也是点点头 他们这边的形势 同样不容乐观 刚刚遭遇的轻易浮潮 几乎让他们折损一半 再来一次 恐怖就要全军覆没 你们遇到的轻易浮群 还算不上是最凶险 牛战淡淡地开口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我们遇到了一头七品妖兽凶虎 妖气滔天 背上双翅 要不是肚脐将冲上去 抱住凶虎 重伤了那头畜生 恐怕我们一个人都无法生还 七品妖兽 哪怕众人刚刚遭遇了轻易浮潮 依然忍不住惊呼出声 这不过是山脉外围罢了 怎么会有七品妖兽 对于他们这些人 遇到轻易浮潮 还有幸存的希望 但是一旦遭遇了七品妖兽 光是高阶凶兽散发的滔天妖气 就可以让四五品舞者 浑身动弹不得 引紧受禄 这是高阶 存在生命层次的天然压制 只是众人没有想到 在山脉外围五十里 竟然还能遇到这样的恐怖凶兽 第127章 先诸威尔死 经过几次大战的筛选 如今两个队伍 合拢起来的人数 也不过八十 但每个人的战力 几乎都是中阶的强者 能从血战中 杀出一条生路 放眼望去 几乎都是六品舞者 或者五品巅峰 战力不降反增 只是牛战刚刚所说的 七品妖兽 挂在了众人心头 让众人不敢放松警惕 只是还好 众人一路行来 都没有再遇到 超出承受能力的凶兽 有赵峰 方无伤和牛战 作为尖刀 在队伍最守 一般的妖兽 都是被迅速斩杀 两个队伍加起来的任务区域 有方圆八十里 知道众人巡视完都 没有再遇到什么惊人的妖兽 凌晨 往往是天最黑的时候 在山中某处 羽龙等人都爬上一棵棵树 躺在粗壮的枝鸭上休息 现在已经是凌晨五点了 高强度的战斗 太频繁了 哪怕羽龙 都感觉到了气血恢复的压力 呼 赵峰对着地图反复观看 而后终于长出一口气 确认了一件事情 我们的任务 完成了 方圆八十里的区域 被他们全方位无视角地 清理了一遍 从进山口开始 没有任何遗漏 终于 他们可以放松下来 躺在树上大睡一觉 羽龙双目威和 强大的精神 让他可以很快驱除疲惫 心念一动 羽龙掉出了 许久不堪的系统界面 气血 二十万斗 脑欲 十一万念 灵能 七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容如全意 入门 秩序 一层圆满 不祥之眼 入门 这一路行来 羽龙所在小队 斩杀的众多妖兽 全部被他 悄无声息地吸收 成了宝贵的灵能 这相当于 这百人舞者都是 在免费给羽龙打工 好地方的妖兽气血 化作了海量的灵能 尽管都是些中阶妖兽 却也生生 给他凑出了四万灵能 加上原本的三万 直直七万灵能 这也让他 有些口干舌燥起来 这样的积累速度 太惊人了 到现在 他不过进山不到一天 就已经积累了 海量的灵能 这速度 比他专门让 银科集团 皇家去搜集还要快 对被人来说 这片山脉 步步都是生死危机 但是对羽龙来说 除了恐怖的生死危机 背后还有着 骇人的机缘 如果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年 我是不是可以 直接打破的天前 羽龙心中 不由自主地冒出这个念头 但他很快就 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今的横断山脉 到处都是凶险 除了最深处的 浓得化不开的黑 羽龙在山脉深处 隐隐感觉到了 数十股恐怖的气息 在交缠 每一股气息 都远远比他强盛 能让他有这种感觉的 至少都是武王 或者宗师境界 这也让他心中的危机感 无比强烈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在山脉中横行 连自己的小命 都难以保住 必须尽快地提升 自己的实力 气血突破意向太明显 他体内的第五道枷锁 已经摇摇欲坠 随时可以崩裂 只有精神力的蜕变 才是翘无声息 心念一动 羽龙直接划播了 五万灵能 充实自己的精神 哄 一股磅礴之力 从虚空直接灌注到 羽龙的脑海 这次强行灌输的灵能 太强大了 不同于以往的舒适 这次他感觉 先撕裂了他的意识海 整个灵魂都被撕裂 这是恐怖的疼痛感 而后又在 灵能的作用下被修复 撕裂 修复 这个过程不断地在重复 羽龙的脑郁强度 也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扩大 这是脑海中 掀起的头脑风暴 孕育出惊人的蜕变 轰隆隆 陡然间 这片虚空 都有沉闷的雷霆声响 引得众人一阵紧张 这事与 龙的精神力太过强悍 几乎要显化在世间 片刻之后 脑海中的风暴 彻底停息 羽龙缓缓睁开 假眉的双目 看了一眼虚空 在他眼中的世界 更加真实了 一些大道的规则 都可以模糊地显化 脑海中 万千念头在分灭 无数的感悟 在不断闪现 一些修行上的问题 都在瞬间破解 连之前看方无伤施展的 拔刀斩他在 凭借着回忆领悟 到了其中的关桥 气血 二十万痘 脑郁 十六万念 灵能 两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容如全意 入门 秩序 一层圆满 不祥之眼 入门 还剩下两万灵能 脑郁短时间 已经达到极限 而其他几门功法生机 所需全部 都不止两万气血 看来这灵能 还是不够用啊 羽龙低声呢喃着 眼中有金光暴闪 在接下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 恐怕都是 人妖之间的厮杀 他想要斩杀 更多的妖兽 这对他来说 是巨大的机缘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就在此时 一道压低声音 却依旧暴烈的声音传来 是赵峰 他手中拿着卫星电话 一脸严肃地挂断了电话 看了一眼旁边的众人 就在刚刚 上面安排了新任务 赵峰缓缓开口 我们必须马上 再挺进山脉五十里 在两个小时内 到达指定地点 众人眼中 都传来一阵惊疑不定 任谁都知道 随着越深入 这片山脉中的危险程度 就越大 和七品妖兽 这样的恐怖妖兽出没 很难想象 再往里面走 还会遇到什么东西 哪怕坚韧如牛战眼中 都闪过了迟疑 以他们的实力 再往深处走很大 可能就是送死 但是君情如火 君令如山 赵峰这样的军人 没有选择 所有有担当的人族 都没有选择 这是命令 赵峰也看到了 众人眼中的迟疑 缓缓开口 我是军人 军人的天职 就是服从 就是完成命令 你们现在 都属于我的小队 必然要和我 一同行动 但是 如果你们有人想逃 我如今已经历劫 也阻拦不住 赵峰话语之中 透露出了一抹柔和 舞者之间的感情很简单 一起奋力厮杀时 能够放心地背靠背 这就够了 另一方面 如果心中一律恐惧 不愿深入山中 哪怕强行进山 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价值 这也是赵峰的 另一个打算 纯净队伍 凝聚人心 只有心怀同一个目标 才能让队伍如臂食指 哈哈 怕个锤子 牛战从树干上一跃而下 看了一眼众人 纵生狂笑 老子这几十年来 经历了多少厮杀 都不曾死去 我就不信 这个横断山脉 就能收了我 方无伤也站起身来 一身澎湃的气血 波动浑着着纵横的 稻妻肆虐 不错 我师尊曾经教我 纵使天塌下来 凭借手中刀 也可一刀斩之 有何惧 二人的豪迈 无惧也感染了众人 舞者的佼佼者 心中的念头 自然坚定 非一般的困难 可以打破 不错 我等舞者 日日苦休 不就是为了今日 不就是五十年 五百里 我们也可去的 哈哈 一种舞者豪气甘云 眼中的惊疑进去 无一人要退缩 似乎此行 要去把天捅一个窟窿 赵峰看着众人 双目也有些发红 我赵峰 必先诛而战 也必先诛为而死 第128章 憋屈而死的人面诛 一路上 众人都神色凝重 这个命令 来得没有任何来由 山中到底是怎样的局势 才会急掉他们这些 中阶五者入内 要知道 羽龙他们是从 横断山脉的东面 进山口进山 整个很多山脉时 南北走向 南北绵延上千里 而东南纵深 只有五百里 羽龙他们所在的 进山口 距离山脉 最深处 不超过三百里 这也是他们 在最外围五十里 都能遇到七品妖兽 和轻易扶群 这种恐怖妖兽的原因 他们 距离最深处 并没有想象中的远 一路向深处行去 众人竟然经历 几个小时 诡异的宁静 宁静的可怕 似乎所有生机 都已经绝灭 这种感觉 无比压抑 似乎连呼吸 都格外艰难 感觉这种平静 不是好事啊 走在前面 牛站拨了拨 被血浆凝结的头发 一双虎目四处张望 手中大腹横 在身前 宽大的腹刃 几乎可以当作盾牌 这大腹 似乎有些不凡 站在队伍中间的 羽龙神色一宁 这次精神力暴涨之后 他可以洞悉 更多往日 无法察觉的真相 牛站这把战斧之中 似乎有神秘的能量 在潜伏 随着他每一次恢复 都有一股淡淡的能量 一散他全身 让他越战越勇 一旦这股能量 全部被他吸收 恐怕整个修为 可以达到九品五者 果然修行者 都有属于自己的机缘啊 羽龙低声呢喃着 不再注意牛站 他的精神力 向着四面八方 蔓延开来 细细搜索这片土地 随着他这次精神的蜕变 他的感知 覆盖范围 也从原来的五百米 直接进化到了 可以延伸千米 这是很大的一片范围 嗯 很快 羽龙的精神 力触手 果然触碰到了一处异常 在地下 有三只六品妖兽 准确地说 是三只六品 妖兽残尸 羽龙目光如炬 透过脚下的黑土地 看到了其中 隐藏的真相 三只妖兽 被一团团的白色丝线缠绕 这些丝线上 有幽光闪烁 在地下朝着 前方延伸 这三只妖兽 是被这些丝线杀死的 羽龙不动神色 步伐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每一步 都有一片黑色幽光 一闪而逝 冲入脚下大地 不一会 他就将两百片金属风暴 转移到了地下 如今 羽龙的精神力大涨 操纵金属风暴 更加得心应手 一部分护身 另一部分杀敌 也不在话下 幽光一闪而逝 根本无人注意 随着继续往前走 羽龙的精神明锐地感觉到 脚下开始有 若有若无的妖气 在营绕 这股妖气波动 被压抑到极致 极为隐蔽 像是一个老辣的猎人 在暗中注视着自己的猎物 一步步走向陷阱 而众人前行的方向 恰好就是和地下妖气 源头的方向是一致的 羽龙嘴角掀起一抹宁笑 不自觉地缓缓 走到了队伍的前端 脚下的金属风暴 更是悄然前行到了队伍前端 领先队伍800米 这个距离 羽龙对金属风暴的掌控 依旧凌厉 又走了十里 这十里地 在众人眼中 就是无比的宁静 宁静得可怕 放眼望去 没有任何生灵出没 而羽龙却是目光如电 他看到了地底的死网 越来越密集 几乎遍布脚下 每一寸土地 每一股丝带末端 都包裹着一只妖兽 这些妖兽的等级不低 至少都是四品妖兽 越往里走 甚至还有的丝网里 包裹着的强大妖兽气息 根本还没有彻底断绝 还在丝网中疯狂挣扎 但终究无法挣脱 这是一只七品妖兽 这太惊人了 七品妖兽 哪怕放眼整个横断山脉 也是可以横行一方的高阶妖兽 却没想到这此处 竟然也被这团丝网缠绕 全身妖气 晶圆全部 这片地方 所有的妖兽 都被弟弟吞吃了 羽龙低声呢喃着 看着脚下海量的妖兽尸体 他的目光越来越亮 他已经隐约感受到了 前方弟弟微弱的妖气波动 不 不能说是被弟弟吞吃了 而是被地下那个 肥嘟嘟的大蜘蛛给吞了 他已经看到了 在如山如海的死亡镜头 是一只趴在地底的巨大蜘蛛 这只巨大蜘蛛的头 布仗着黄色的花纹 这些纹路合在一起 竟然十分酷似老人的面孔 这是人面珠 羽龙眉头一皱 他在物城五大图书馆的 妖兽图件上 看到过这种妖兽 这种妖兽 几乎是蜘蛛类妖兽中 最顶尖的存在 成年就可以达到七品妖兽 吐出的蛛丝 坚弱神铁 寻常舞者 根本切不断 如今 这些丝现在默默汲取 末端包裹的猎物养分 全部输入给人面珠 他的腹部已经膨胀到 占据身躯八成大小 你们不知道 有多少刚刚吸收的气血精华 这只人面珠 已经站在了七品妖兽的顶端 体内在疯狂积攒能量 随时准备蜕变为八品妖兽 这个过程 需要海量的能量 这也是 他将这方圆五十里地的妖兽 全部捕捉的原因 此时 在众人脚下 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在翘无声息地朝着 众人蔓延过来 一旦完成合围 众人你就会全部变成 他的班中餐 可惜 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羽龙嘴角掀起一抹猙獰的弧度 心念一动 地下百米 两百金属风向在地下 瞬间化作一把锋利的钻天缩 在大地中穿行的速度 丝毫不比众人慢 子子 地底之中 本来趴在地下闭目假妹 吸收捕猪而来的妖兽气血 与此同时 地面上又有一组新的猎物 在缓缓走进他的视线 不出意外的话 再过片刻 这些人就会被他的蛛丝捕获 拖进地底 变成他的能量 哄 陡然间 一道黑光在地底突然闪现 一把钻天缩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 直接朝他扑来 缩间闪烁着射人的寒光 人面珠两个小眼睛骤然睁开 他在这道钻天缩上感受到了恐怖的杀气 本体还没有到 光是灵力的气息都已经让他胆寒 没有丝毫对抗的想法 人面珠全身妖气 疯狂涌动 想要转身就逃 但是速度太快了 瞬息之间 这道黑光就洞穿了人面珠妖躯 从老人花纹开始 一直到鼓囊囊的腹部 金属风暴在羽龙的操纵下 瞬息之间就贯穿了人面珠全身 七品巅峰妖兽的人面珠顿时生机绝面 这只让方圆五十里化作生灵死地的人面珠 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死在了这里 除了羽龙 其他人都不曾知晓这一场战斗的存在 也的却算不上战斗 只是羽龙单方面的反手震杀 没办法 实力差距太大了 二十万斗气血 十六万年脑狱 再加上神秘系统界面 罗列的四大玄妙功法 羽龙如今的实力 可以横推九品以下舞者 随着精神的巨大蜕变 羽龙对自身的实力认知更加透彻 哪怕是九品 羽龙的实力同样不拘大部分人 第129章 画地为囚 直到来到任务所在地 众人都还有些不敢相信 我们 就这样到了 人群中 有舞者低声呢喃着 似乎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 感觉不太科学啊 的确 现在回忆起来 这舞狮里一路走来 一只生灵都没有 明显应该是 进入了某个强大妖兽的地狱 但是却没有任何异装 这太奇怪了 呵呵呵 方无伤甘笑了一声 企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可能是那只妖兽 刚好在我们经过的时候 打的盹吧 羽龙却没UUC 按于这个讨论 他双目威和 金属风暴 斩杀人面珠时 他们的队伍 距离人面珠 还有七八百米 在他们靠近人 面珠失身的过程中 羽龙体内的神秘系统 瞬间将这只人面珠 残余的气血精华吸收 因为人面珠 正在大量吸收 这片山域的强大妖兽 海量的气血精华 被他囤积在体内 还没有来得及吸收 这些都便宜了羽龙 这只七品人面珠 被斩杀后 转化的灵能 足足有一万灵能点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这种闷声发大财的感觉太好了 快快快 陡然间 一阵大鹤声 从山脉深处传来 惊得众人 马上拿起武器 全身戒备 很快 就有一道道 穿着迷彩战斗服的身影 从山脉中撤出 他们浑身浴血 似乎经历了残酷的厮杀 有的人身上 更是遭到了惨烈的创伤 生机在快速流逝 看到这些人 赵峰和麾下的几名队员 神色顿时激动起来 像是远游的游子 终于归家 这些都是军部的成剑制部队 从地震发生时 他们就已经被调到了山脉 最深处厮杀 这里足足有千人的队伍 退到了这里 而在这千人队伍的身后 有一片悬浮的黑云 在远处缓缓浮现 朝着众人追来 嗯 准备迎敌 赵峰神色一变 抽出三菱军刺 就要冲上去 却被人一把拦住 回头一看 赫然是刚刚退下来的人群中 一名中年男子 你的任务 是坚守在此地 等候下一步命令 没有命令 不得冒进 中年男子的神色苍白 巨大的气血消耗 一直没有得到补充 拦住赵峰后 沉申开口 我是军部少将刘安邦 在队伍中 毫不起眼的羽龙目光一闪 这个身份很惊人 这样级别的人 几乎都是统军一方的大人物 修为至少 都是八品舞者 甚至极可能是九品舞者 就算是这样的超级高手 从山脉深处 退出依旧气息虚弱 士兵 你的东西带来了吗 哪怕不依仗修为 长期身居高位 刘安邦依旧有着强盛的气势 随口一问 都带着上位者的威严 带来了 赵峰下意识将脚并拢 回答着手掌的提问 将一只背在身上的背包取下 从里面逃出一个木头盒子 递给了刘安邦 这个木盒是用紫檀木所做 散发着轻微的芳香 看到这个木盒 一旁的牛站一愣 急忙开口 这个我也有 在杜七江死前 他将这个木盒交给了我 让我不要打开 等到了地方 自然知道应该给谁 自然就是这个时候 啪 赵峰和牛站的两个木盒 直接被刘安邦打开 一股浓郁的灵气波动透体而出 每个木盒里 是一颗通体透明的玉珠 羽龙精神缠绕而上 感知到玉珠中蕴含的灵气 在按照某种玄妙的轨迹流转 是一种不知名的阵法 但似乎只是一个部分 并不完整 羽龙目光一闪 他的精神太强了 尽管对阵法研究很浅薄 他不知道 这个陈法的妙用 却依旧可以洞悉一些的本质 哼 刘安邦目光四嫂 从怀中再度拿出了一个 玉蝶状的宝气 玉蝶之上有一道阴阳鱼图案 在阴阳鱼的鱼眼位置 各有一个凹槽 似乎是缺少什么 刘安邦快速将手中两颗 玉珠珍而重之地摆放在 玉蝶阴阳鱼的鱼眼之上 在放上的一刹那 一道粗状的光柱 冲天而起 几乎在同一时间 在山脉各处 都有晶莹的光柱 冲天而起 距离羽龙他们最近的一处光柱 大概就是在50里外 从天空往下俯瞰 就会发现 这些光柱有30多个 距离山脉最深处250里 隐隐将整个横断山脉中心包围 像是一个巨大的局 背后透露出深刻的谋划 就在这时 前方山脉深处 四道神光冲天而起 占据虚空四处方位 与龙目光如炬 其中一人 正是他在荣城机场 遇到的人族第一天才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宗师强者曹元 屹立在虚空之中 曹元大手一挥 虚空顿时发生一变 无数耀眼的雷霆 被孕育而出 化作一片片雷云 在山脉上空漂浮 雷云之中有恐怖的威亚 这是高层次生灵的天生压制 哪怕强如雨龙 除非使用不祥之眼 否则都难以直视 宗师境界 已经跳出了九品修士的智骨 这是生命层次的跃迁 真正的陆地哲仙人 与此同时 另外三人身上 同样有光影闪烁 各自施展神通 都是难得一见的宗师级强者 绚烂的神光充斥在虚空之中 与曹元的雷云彼此交缠 形成了一团耀眼的能量团 哪怕相隔百里 雨龙都能感觉到 其中的雄魂波动 这个过程说起来漫长 实际上极快 虚空中能量团形成的瞬间 山脉四方的晶莹光柱 顿时有感 神光大放 其中蕴含的阵法 产生玄妙的变化 虚空之中 四大宗师催生的能量 团顿时猛然爆炸 朝着四面八方飞射 落向了各处的御蝶 四面八方的御蝶 得到能量灌溉 瞬息之间 豪光大放 散发的神光 化作一道光幕 蔓延五十里 三十多个雨蝶 散发的神光彼此相连 瞬间便完成融为一体 将整个山脉中心 围成一个铁筒 整个横断山脉最深处 顿时化作一道囚龙 囚龙刚成 远处追杀过来的黑云 也来到了境前 是一群五六品妖兽群 撞在光幕上头破血流 却无法冲破 光幕之外 赵峰众人 都是忍不住双目圆凳 随着这片光幕 已成横断山脉中的局势 陡然大变 化地为囚 这简直就是神话中的手段 宗师强者 恐不如斯 第130章 科技和修行的碰撞 这层光幕高百丈 哪怕九品舞者 也难以逾越 这是 对天地灵气的高层次运用 通过这三十多枚 神秘玉碟的牵引 将浩瀚的天地灵气 凝聚成 尖如神铁的囚龙 这层光幕强度很惊人 九品舞者 都难以破开 宗师和九品修士之间的差距 比九品 和一品舞者之间的差距 还要大 羽龙目光如炬 精神感知 笼罩面前的光幕 想要知道 灵气运转的机理 这是宗师强者的手段 一旦领悟透彻 对他的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 嗯 羽龙目光一宁 抬头看向虚空 哄 数十枚导弹破空而来 目标只指横断山脉深处 这些导弹 体型巨大 长度足足有十丈 从天际袭来 身后数十条火蛇喷土 散发着森森寒意 尽管这些导弹的目标 不是自己 羽龙依旧感到了一股 巨大的威压 这是导弹序列中威 能恐怖的弹道导弹 每一枚爆炸的威力 都可以直接震杀九品修士 哈哈 好好 好 赵峰忍不住大笑 目光看着这些钢铁机器露出痴迷之色 这些弹道导弹是军人最喜欢的玩具 除了极少数阵国重器之外 这些已经算是最尖端的武器 是科技术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就 数十枚这样的杀戮重器 可以震杀宗师 破 陡然之间 一股浓郁到极致的黑光猛然爆发 将整个山脉核心笼罩 来了 羽龙目光如电 从一开始他就看到了山脉 最深处的黑 现在眼中不祥之眼催动 想要洞穿黑光之下的真相 砰砰砰 导弹落在黑光之上 恐怖的爆炸瞬间笼罩了黑光 剧烈的爆炸 掀起的气浪 哪怕远隔数十里的众人身形 都隐隐被撼动 整个黑光罩同样被爆炸 泛起剧烈的波动 似乎要摇摇欲坠 但是却硬生生承受住了这一波轰炸 这很惊人 场中数十枚 可以震杀九品武者的威能 竟然都被抵消 在山脉深处 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众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 照常理而言 整个横断山脉 最巅峰的存在 应该就是九品妖兽 但是现在看来 明显不止于此 能掀起这场波及整个亚西亚的大地震 还需要出动四名宗师进阶高手 恐怕实力同样惊天动地 但是这只是开始 这一波数十枚导弹 只是第一波轰击 第二波攻击随即而至 这一波携带的弹道导弹数量更多 足足有近两百枚 哼 脸色有些苍白的 少将统领冷然一笑 这次 整个西部战区的导弹 直接释放了一半的库存 三百枚 刚刚那些只是开胃小菜 现在才是真正的大餐 两百枚弹道导弹齐射 威势铺天盖地 九品之下 几乎都不可能存活 一些四五品 武者神色骤变 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太瘦人了 威势根本不可阻挡 两百枚弹道导弹轰炸之下 山脉深处的黑色光幕瞬间就被破碎 剩下的弹道导弹没有阻挡 彻底落在了山脉最深处 结 黑光护照破碎的瞬间 一声刺耳的尖笑 从山脉深处响起 传播上百里 连上百枚的导弹爆炸声音都无法遮盖 哄 哄 哄 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 在山脉中心爆发 恐怖当量的炸药化作 杀戮风暴在山脉最深处肆虐 所有的山石和数百年古树在瞬息之间被抹去 山脉中心的温度此时达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 高温和爆炸抹平了一切 羽龙亲眼看到 在山脉深处有九品妖兽 在瞬息之间被这股热浪吞没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一声 整个妖区都在瞬间被蒸发 找不到一丝存在的痕迹 这是和平年代根本不能见到的场景 山脉深处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 爆炸掀起的气浪 让两百里外的众人都感觉到一阵窒息 导弹爆炸后又形成了连环的训报 整个山脉深处的轰鸣 整整过去了一刻钟 才彻底安静下来 众人凝神望去 山脉深处此刻 变成了一片山石灵巡的废墟 最深处直接被这次的爆炸 炸出了一道巨大的深坑 至于刚刚追杀众人的妖兽群 在这股爆炸余波之下 直接奄奄一息 妖区残破不堪 原来 这道光幕不是用来困住山中众兽的 有人双目失神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这是现代热武器和修行文明的对抗 场面无比壮观 这道光幕原来是用来保护我们的 爆炸的威能更多是在精神上感受到 真正的余波全部被面前这道光幕阻绝 除了气浪 什么都传不出来 死 死了吗 有人低声问了一句 刚刚那一道四耳的尖笑声音 他们全部都曾经听见 这代表着山脉深处有可怕的妖兽在潜伏 但是 无论多么可怕 面对这样的导弹 饱和式轰击 恐怕都已经死绝了吧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吗 羽龙轻声呢喃着 上一世 他同样只是在电视画面中看到过导弹爆炸的画面 通过显示屏和身临其境 完全不是一回事 强如他 心中同样被这一波科技的碾压所射服 如今的他 恐怕最多正面硬抗一枚导弹的轰炸 一旦被两枚弹道导弹正面击中 哪怕是他也不得不隐恨 嗯 羽龙目光却再度一凝 目光抬头看向身后 还没完 数息之后 天际传来一阵战机的轰鸣 上百架钢铁雄鹰身后 拖着长长的气浪 越过众人头顶 朝着山脉深处掠去 这是一个满边的空军师 整个西部战区也只有两个空军师 今天这一场离地一样的轰炸 几乎就用掉了西部战区一般的家底 这些战机 羽龙目光闪动 这些战机和之前他们航班的 护航战机一致 但是机腹下 似乎经过特殊的改装 整整悬挂着八枚重磅炸弹 战机速度极快 瞬息之间就从天际掠过 在极短的时间 将机腹下八枚重磅炸弹 一一投放 不同于直接弹道导弹轰击 只是聚焦山脉最深处 这些战机的轰炸范围 遍及整个光幕之内 这次的目的是 为了将光幕之内 可能存在的漏网之余 全部清除 距离众人不远 本以为逃过一劫的妖兽群 瞬间被这次的无差别轰炸抹去生机 妖躯在熊熊烈火中化作焦炭 尘埃落定后 在虚空中 坐壁上官的四名宗师强者 大手一挥 整个光幕化坐天地间 最纯粹的灵气消散 山脉深处 终于毫无阻碍地 展现在了众人眼前 因为横断山脉最深处过于危险 几乎很少有人踏足 长时间的原始状态 让这片地狱 成为了原始森林的最佳范本 餐天的古树郁郁葱葱 遮天蔽日 但是 如今这一切全部都消失不见 一共三波 最强热武器的宝盒轰炸 几乎将整个横断山脉最深处 都彻底抹为了平地 这剩下一个巨大的深坑 表面全是一层厚厚的石粉 泯灭了一切生机 方圆五百里 彻底化作一片死欲 第131章 今日 你必死 这是种族之战 物伤其类 看到面前一片世界末日的残破景象 众人心中却是兴奋不已 这代表着人族在开场 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科技武器对妖兽的屠戮效率 甚至比起虚空之中 傲然而立的宗师强者 还要来得快 此刻 无数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山脉最深处 他们迫切想知道 那尊神秘的妖兽 是否还存于事 羽龙左眼黑光 覆盖了整个眼球 不祥之力洞穿虚妄 直接看向了最深处 之前那浓郁的化不开的黑光 此刻已经消失不见 真的死了吗 羽龙低声呢喃着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虚空之中 四大宗师化作神光俯冲而下 直接冲进了深坑最深处 他们同样要去确认 弟弟恐怖存在的生死 不对 陡然间 羽龙神色大变 眼中神光大放 黑色的神光 几乎化作实质 喷出三寸元 好在此刻 众人都被四大宗师的身形所吸引 没人注意到羽龙的异想 他看到了弟弟深处 那本来已经消散的黑光 竟然在瞬息之间再度凝聚 猛然包裹向四大宗师 弟弟的凶我还没死 姐 一道令人头皮发麻的惊叫声 从弟弟响起 轰隆隆 下一瞬 整个横断山脉都隐隐地震战起来 似乎有惊天动地的存在在苏醒 这太快了 也太突然了 哪怕四大宗师已经全神戒备 依旧躲避不及 直接被这道黑光所包裹 砰砰砰 黑光之中 有血泥的神光在闪烁 其中传来剧烈的轰鸣 黑光不断地膨胀收缩 似乎想要将四大宗师彻底磨面 聂戳 一道浩荡的声音在虚空乍响 伴随有雷霆轰鸣 是宗师曹元 惊雷法 曹元在怒吼 虚空中 一道巨大的雷霆瞬间成形 静直轰向了弟弟黑光 直接将这道黑光轰出一条裂缝 四道神光瞬间从这裂缝中迸射而出 是四大宗师 其中一名老者 横力在虚空之中 身形有些摇摆 嘴角有鲜血洒落 天哪 李老宗师受伤了 地面上 少将刘安邦的脸色都变了 宗师境界修饰 这是人族的旗帜 每一尊都是相当于活着的神知 竟然刚刚和弟弟的生物一个碰面就受伤 这很让人惊憾 四人冲出了黑幕 奥立在虚空之上 曹元尽管最年轻 一身修为 却可以傲视同阶 是宗师境界中的佼佼者 全身被雷光笼罩 如雷神将士 冷漠的目光摇摇看着弟弟 聂畜 你们妖族的谋划早已经 被我青天间中大人物所窒息 今日 你注定要陨落于此 曹元的声音杀气森森 似乎在宣判地下大凶之物的死刑 青天间 是千年前华国圣人创立的组织 监察天下妖族 要成为其中的成员 只有一个要求 国士 只有踏上了这个修行路的最巅峰境界 才有资格踏入青天间 姐 弟弟凶物刺耳的声音再度响起 不可能 这是我们耗费百年的谋划 怎么可能被你们所知晓 国是强者罢了 我妖族又不是没有妖尊级别的存在 真的算出了我的所在 又怎么可能只派出你们四个宗室来送死 弟弟传出的声音 顿时引起了地面众人的骚乱 什么 口吐人言 至少是一只妖将 横断山脉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凶物 有人吞了口唾沫 结结巴巴地开口 妖将 你见过要出动这么多的弹道导弹 和空军式轮番轰炸的妖将吗 你见过四大宗室连手都拿不下来的妖将吗 要知道 同阶之下 礼学之修 可以镇压妖兽 此时在地底的凶物 必然是一尊妖王 妖王 相当于人族的院士强者 自从人族将妖兽彻底赶下无尽海后 妖王这样的恐怖妖兽 只会出现在无尽海 一旦踏上陆地 就会瞬间被青天尖中的大人物发现 亲自出手斩杀 这只妖王到底是怎么来到 距离无尽海海岸数千公里的横断山脉的 众人都很震惊 哪怕是少将刘安邦 在此之前都不知道这次事情的全部真相 只是遵从军部最高层的命令 各国官方对自己境内的山脉都常年监控 一旦出现了超出掌控范围的妖兽 都会立刻派出强者斩杀 作为华国境内最大的山脉 更是备受关注 竟然无声无息之间 郁郁出了这样的绝世凶物 哼 曹元一声冷哼 要斩杀你 哪里需要院士厅的前辈们出手 我等四人足够将你斩杀 此刻你不过是外墙中干罢了 被无数热武器当头砸下来 哪怕强如你 同样妖躯受损 实力大减 院士厅 就是华国所有院士及强者 闭关前修之地 这样境界的修士 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天大的波澜 官方必然不愿意放任自留的 不说要驱使他们 至少要掌握他们的行踪和状态 在官方和青天间的合力推动下 院士厅 应运而生 青天间和院士厅 几乎就代表了整个华国的国运 这就是你们无尽海妖族百年的谋划 耗费天大代价 就为了将你送到横断山脉中苏醒 虚空之中 另一名宗师强者一声冷笑 畜生终究是畜生 本来无尽海是你们的安息之地 心中却想要玩弄手段 心中依旧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人足才是天地主角 这是从人足三圣斩杀妖兽皇者起 一千多年来奠定的自信和骄傲 大言不惭 弟弟凶物大声怒吼 我们妖族统治世间无数纪元 你们人足祖先不过是些从树上 下地的猿猴妖兽进化而来 说到底 你们同样是我们妖兽的一只 如今 我们在无尽海修养千年 实力早已经飞昔比 你们人足根本不配占据天地中心 等我妖族大军走出无尽海 你们人足将会成为历史 被我们彻底抹去存在的痕迹 不 我们会将你们圈养起来 重新反祖成树上的猿猴妖兽 让你们重新规划为妖兽一脉 结结结 大兄的智慧很高 几句话就让众人愤怒不已 聂绍 大言不惭 这是在找死 可恨我不是院士强者 否则必然将此兽从地底抽出 磨灭肉身 点燃妖魂 让他饱受痛苦煎熬而死 众人群情激愤 心中怒火万丈 恨不得立刻将此兽震杀 哪怕如四大宗师的气度 都忍不住气急返效 你们妖族真有如此实力 又犯得着如此偷偷摸摸 做这种小人行径 早就直接掀起大战了 多说无意 曹元目光一闪 他看了看旁边受伤的李老宗师 老宗师不露痕迹地点了点头 经过这一挥的功夫 他的伤势已经稳定了下来 他们刚刚只是在拖延时间 好让老宗师恢复伤势 如今 差不多了 四人体内灵气汹涌 血泥的神光在爆发 四大宗师全力发动 虚空之中的天地灵气 都顿时暴动起来 随手一挥 满天的雷霆浮现 曹元方圆百丈 都化作了一片雷玉 声音似雷霆在虚空乍响 今天 你必死 第132章 宗师陨落 人族之羞 漠然间 弟弟大雄声音 也变得平缓起来 似乎刚刚的愤怒不曾发生 既然你们的青天间大人物 洞悉了我妖族的百年谋划 那知不知道 我的本体 是何种妖兽 嗯 大雄的话 让四大宗师眉头皱起 现在想来 他们的确不知道 妖兽的本体到底是什么 哼 不管你是何种妖兽 今日都注定要被震杀在此 曹元一愣冷哼 大手一挥 满天的雷光化作长矛 有大道规则在显化 威压厚重 比起羽龙现在掌握的秩序神矛 更加可怕 人族啊 千年来的劣根性 你们都不曾自觉 弟弟的大雄声音平静 竟然还隐约透露出几分睿智 自大 无比的自大 自以为掌控一切 自以为是天地主角 须知天道无常 白云苍狗 骄傲自大 顾不自封只会带来灾难和毁灭 这个道理 就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妖族来教诲你们 哼 地下的黑光骤然爆发 四只黑色生灵从地底飞出 瞬间就击溃了这道雷霆长矛 这是什么 羽龙目光如电 看清楚了这几只黑色生灵的真身 这是几只体长不过一丈的黑色铁甲飞虫妖兽 飞虫通体漆黑 日星狭长 丈长的妖躯头颅 都占了足足一半 下颚长着两半巨大的猙獰口气 散发着让人心底发寒的幽光 这是妖将 羽龙看得分明 这只飞虫猙獰的口气 一个咬合 就将曹原甩出的雷电长矛 瞬间崩碎 只是口气同样也布满了细密的裂痕 这是四只妖将 这太惊人了 哪怕曹原都同样惊愕了一瞬 他没想到 地底竟然还有其他妖兽 经过刚刚那种规模的轰炸 不应该还有妖将存于世间 这四只飞虫并没有分散 而是成群结队 全部扑向了刚刚受伤的李老宗师 小心 其他三人都是神色一变 老宗师毕竟已经年老 已经不在巅峰状态 一旦被这四只妖将围攻 恐怕会遭遇生死危机 四只妖将的围杀 哪怕曹原也要色变 哄 老宗师同样感受到了这股危机 背后汗毛在瞬间立起 立刻抽出背后的一把戒指 眼中金光暴闪 在这一瞬间 苍老的身躯 重新焕发无限活力 脸上的褶皱都被抹平 海量的天地灵气灌输到手中的戒指 戒 老宗师一声怒炸 一道紫色神光落下 浩荡的能量 毗链落在扑来的铁甲飞虫身上 四名妖将似乎视死如归 完全不闪不避 当头的妖将 静止承受了这一击 本就密不裂痕的争鸣口气 顿时超过了承受极限 化作了碎片 妖区顿时急速颤抖 而后彻底被紫色神光淹没 眼中的凶光瞬间消散 直接被这一击抹去了神智 跌落虚空 第二头妖将 同样被这道紫光淹没 身形迷乱 在虚空中横冲直撞 而后也跌落了虚空 似乎精神错乱 在地上不断扑腾 掀起一阵乱石拍空 却无法飞起 但是老宗师的法 也被前两头妖将抵消 对紧随而来的两头妖将的影响微乎其微 两把猙獰的口气含光闪闪 齐刷刷地朝着老宗师撕咬而来 这两把口气 可以咬碎神经 经验无比丰富 身形瞬间暴退 破 但飞虫速度太快了 尽管老宗师避开了要害 妖父依旧被破开了一个猙獰的血口 连长度都漏了出来 鲜血在虚空中挥洒 灭杖 另外三人都是目自尽烈 这样的重创 对于老宗师来说 是极为严重的伤势 会让他身体大为亏空 刹那间 三大宗师神通进出 绚烂充满杀鸡的神光 马上要笼罩两只铁甲飞虫 将他们彻底磨灭 但是两只妖兽依旧不管不顾 似乎身后的滔天杀气 都和他们无关 依旧不管不顾地 冲向重伤的老宗师 混账 老宗师终于色变 他身躯老脉 气血枯竭 就算有灵气滋养 一旦再受重创 恐怕真的会有陨落的可能 体内灵气不顾一切的疯狂爆发 老宗师的身躯 以恐怖的速度在后退 一旦在被面前妖匠的 争鸣口气咬中 恐怕老宗师的身躯 都会直接被妖斩 生死之间 有大恐怖 哪怕强如宗师 依旧不能淡然 三大宗师神通 铁甲飞虫妖将 重伤的老宗师 三者之间在赛跑 一旦谁慢上一步就会死 曹元的金雷法 凝聚一团雷云 速度惊人 数息之后 就追上了前方的妖将 轰隆轰 金雷法的威能很害人 雷光将两只妖 将妖区上的铁甲 炸得支离破碎 但却没能彻底抹杀 另外两道宗师的神通 随即而至 再度将两只妖将淹没 结 就在此时 弟弟陡然传出了 一道刺耳的斯明 就是弟弟那头大凶 与此同时 虚空之中 两只在雷光中 苦苦挣扎的妖将 似乎接到了什么命令 骤然长笑一声 全身闪烁着剧烈的黑光 而后猛然自爆 下恶的争鸣口气 却是保存得格外完好 在自爆产生的 巨大动能之下 化作致命的暗器 朝着前方的老宗师 击射而去 本来看到两只妖 将在三大宗师神通中 苦苦挣扎时 老宗师松了一口气 却没想到中 软起惊变 两道猙獰的口气 有两米多长 如同一把锋利的巨剑 直接朝着老宗师 飞射而来 两者距离太近了 也太快了 太突然了 老宗师本就重伤的身躯 根本躲避不及 瞬息之间 被这两道口气洞穿 啊 这一击太致命了 老宗师直接昏死了过去 失去掌控的身躯 如同破麻袋一般 从虚空跌落 曹元化作一道雷光瞬息之间 冲向了老宗师 在他成为高阶礼学 修饰那几年 老宗师教会了他很多东西 帮他铺平了宗师一下的修行路 却没想到 会在这里遭遇殒命的危机 曹元目次欲猎 飞扑去抱着了昏迷不赢的老宗师 灌注海量天地灵气 试图挽救老宗师性命 但终究是徒劳 老宗师的伤势太重了 根本无力回天 啊 我恨啊 片刻之后 曹元发出了一道悲怆的思鸣 眼神仰望天空 担心有眼泪滑落 这一幕 直接让地面的众人鸦雀无声 就在这么短短片刻时间 实力强横如哲仙人的宗师强者 竟然就这样再次陨落 近百年来 除了寿命终结 原地作画 从不曾有宗师强者陨落 第133章 崇祖母皇 不 不可能 地面众人那神情都陷入了呆滞 哪怕沉稳如少将刘安邦 同样无法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宗师 甚至都是关系着一国国运 哪怕羽龙也没想到 这么快就会有传说中的宗师陨落 这样的战斗 已经不是现在的羽龙 能够靠近的了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虚空之中 抱着老宗师残躯的曹元大声怒吼 浑身雷光爆发 一道道雷霆 轰击着地表 那只跌落在地面 神志不清的妖 将在曹元 怒急而发的惊雷法中 被彻底磨灭身躯 嘿嘿 你们不是早已洞悉一切吗 怎么却还不知道 我的真身 地底深处 神秘的大凶之物 一直不曾露面 只有阴冷的声音 在虚空中响起 哼 地底再度轰鸣 又是几道 黑色神灵逆流而上 同样是妖 将级别的铁甲飞虫 眼中凶光极盛 朝着几人扑杀而来 不可能 一名宗师来不及悲痛 目光扫过 发现这次是八只妖 将级别的妖兽 横断山脉 不可能存在这么多的 妖将而不被察觉 这么多的妖 将想要瞒过 青天间大人物的目光 根本不可能 来不及多想 曹元将老宗师的身体 固定在身后 浑身雷光闪烁 护住身后老宗师肉身 整个人如同雷神将士 有了前车之剑 三大宗师全力出手 直接将八只妖 将的身形轰散 各自找上两只 曹元更是自信无比 一人对上四头妖将 啊 给我死 老宗师的死 对曹元造成了巨大的刺激 他仰天长笑 浑身被璀璨至极的雷光包裹 在四大妖 将的围攻下 纵横厮杀 不愧是近百年 最有天赋的理学天才 曹元突破宗师 境界不到一年 其根基 却无比深厚 一身面对四大妖 将强者都游刃有余 惊雷 曹元手中雷电法则环绕 虚空之中游离的 电磁粒子 被疯狂抽空 在曹元手中 彼此交缠 形成了一团极不稳定的能量体 静止轰在了 铁甲飞虫身上 巨大的能量爆炸 虽然范围被压缩到了极致 但威力 却远远胜过一枚弹导弹的 爆破威能 碰 一只妖将被正面击中 曹元双目赤红 身躯一震 双手虚空一拉 食指之间雷电交加 纵横交织 成一张巨大的网 笼罩另一头妖将 啪啪啪 被雷王捕捉的妖将奋力挣扎 恐怖的妖气不断左途右撞 却根本无法挣脱 曹元手握雷王的另一头 将这只被困的妖将作为武器 朝着另外两只妖将砸出 曹元浑身灵气 疯狂一出 不同的神通在演化 无数杀招疯狂地朝着 买年前的铁甲飞虫宣泄 飞虫身上坚硬如神铁的甲铃 四散飞箭 整个妖区都受到重创 直接妖区军裂 承受的轰击超出了自身极限 轰然炸开 漫天的血肉和大妖精血 没来得及跌落 就被雷电瞬间蒸发 解决了两只妖将 曹元目光一立 手中雷光大放 将雷王中本 就奄奄一息的妖将彻底磨灭 现在 他面前只剩下了一只妖将 整个人身形如电 碰碰碰 曹元无比悲愤 心中的怒火象 是一座喷发的火山 一般剧烈 全力爆发 自己的拳墙修为 如雷神将士 直接一拳一拳地 轰在最后一只妖兽身上 解 妖将也在愤怒嘶吼 争鸣的口气 想要撕碎面前 这个人族的身躯 却被曹元的全境 轰得连连后退 死 给我死 曹元须发皆狂 整个人都壮若疯 在疯狂发泄着 自己心中的悲伤和愤怒 最后一只妖将根本无力 承受曹元长时间的蹂躏 整个妖躯都遍布裂痕 像是一个 被摔在地上的瓷娃娃 死 终于 曹元双目赤红 双手一把抓住 铁甲飞虫猙獰的口气 全力一撕 哗啦 这只恐怖的妖将境界 妖兽从猙獰的口气开始 整个妖躯像 是一块破布 直接被狂暴的曹元一把撕开 曹元不闪不闭 滚烫的兽血 当头淋在他身上 整个人像 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 浑身杀气逼人 只有身后的老宗师遗体 始终被他覆盖了一层淡淡的雷光 让其万法不清 也不会沾染上 任何误会 地面上 众人早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我 我刚刚是看到 曹宗师手撕了妖将吗 有人懦懦地开口 还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的真实 可 可能是吧 疯狂 很烈 虚空之中 这幅画面 完全不像一个传统理学修士的作派 理学修士都是遇使天地灵气 战斗方式飘逸非凡 很少有这样拳拳到肉的搏杀场面 而此时 另外两名宗师 虽然各自拖住了两名妖将 却到现在都没有将其斩杀 直到曹原出手 雷电神通都隐隐染上了一层血色 散热怒合力将剩下的四只妖将斩杀 同为宗师境界 实力的差距也同样是天差地别 地面之上 众人刚刚经历了宗师陨落的悲伤 却又被曹原的风采迷住了双眼 太强了 牛战此刻放下自己的战斧 高高仰着头 双目圆瞪 想着看得再清楚 只是念头一转就变得黯然 可惜舞者终其一生都达不到这个境界 这样的念头 在所有武道修士脑海中都存在着 这是武道修士地位低于理学修士的最主要原因 哪怕强如舞王 燕小小 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境界 人群之中 羽绒没有说话 而是淡淡地看着高处 眼中金光闪烁 曹原刚刚施展了众多神通 有的神通对他的帮助很大 一些修行上的难题顿时茅色顿开 轰隆隆 就在此时 地下深坑之中 有一批妖将飞虫再度扑了出来 怎么可能 地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妖僵 三大宗师都再度色变 刚刚的全力爆发 导致此刻曹原体内的真气都还没有复原 如果再来四只妖僵 恐怕他不能再这样轻松地斩杀 关键是这些妖兽到底是什么 似乎从来不曾见过 曹原低声呢喃着 他之所以能这么快就晋升宗师境界 除了妖孽的天赋 更是有每日的刻苦修行 从他十二岁时就开始进山厮杀 见过形形色色的各种妖兽 却对这种铁甲飞虫一无所知 通体漆黑 黑色灵甲 争鸣口气 另一名宗师也在呢喃呢喃着 眼中闪过思索的光 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似乎闪过了什么 陡然间 宗师神色大变 像是想到了什么大恐怖 惊怒的大吼 我想起来了 弟弟之下 是一只虫族母皇 第134章 逆天种族 这名宗师的声音在虚空中炸起 羽龙他们同样也听到了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句话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 在另外两名宗师耳中 虫族母皇四个字却是惊天霹雳 瞬间让他们惊悚 这名宗师平日里 爱好博览残破古籍 知晓很多 失传的秘心和传闻 这些杀之不绝的 铁甲飞虫终于唤醒了 他的旧事记忆 他想起来 在数十年前 曾经看到的一本古书里 有灵星记载 虫族 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妖兽种族 存在的历史无比悠久 而且数量很大 是妖兽之中最底层的存在 天道有感 不可查证的某一天虫族之中 诞生出了亿万中无一的母皇 母皇血统珍贵 数量极为稀少 他本身防御力惊人 铜兼难以伤他 但是却没有什么攻击力 他最逆天之处 就在于产卵 只有能量充足 他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孵化出海量的虫族 只要实力不高于母皇本身 他就可以不断地孵化 一头虫族母皇 几乎就是随身携带着的一支军队 但也因为太过逆天 虫族母皇在历史上极少出现 哪怕妖族最鼎盛数千年时间 也不过寥寥数只 在同一个时代 不可能出现两只虫族母皇 在上一次人妖大战之中 同样有母皇的身影出没 所到之处 无穷无尽的虫巢席卷 人族根本不可以抵挡 最后还是被还没成胜的华盛人 亲自出手 激烈搏杀之后才将其斩杀 而后一千多年以来 虫族母皇都绝迹于世间 时间太长 以至于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将弟弟的凶物 联想到他的身上 这样看来 这是一只成年的虫族母皇 曹原目光如电 看向弟弟身处 想要看到母皇的真身 要知道 天道有缺 虫族母皇血脉逆天 但是天道 却也给了他难以逾越的枷锁 从其成年之后 终其一生就注定是妖将境界 曾经有妖尊亲近妖族之力 去供养 却发现 无论什么天才地宝 都无法让母皇 蜕变到妖王层次 反倒好空了妖族的千年抵御 否则率领成千上万的妖王军队 哪怕是国势 也无法抵挡 恐怕人族 早已经彻底沦落 这也是虫族母皇如今 沦为布局妻子的原因 但凡只要有 万分之一的潜力 成为妖王 无尽海都不可能 放出虫族母皇 作为妻子 随时都会有 被吃掉的可能性 能成为宗师的 都不是笨人 加上有海量的情报信息之称 他们迅速整理出了 这次大事件背后的脉络 恐怕就是无尽海 通过某种秘法 将还是幼体的虫族母皇 送到横断山脉中 在百年的岁月里 以整个山脉中的生灵滋养 将其最终唤醒 刚刚一苏醒 就可以批量孵化 妖疆级别的大妖 如果不曾被人族大能 提前洞察到妖族的谋划 一旦让虫族母皇 在横断山脉最深处 悄然孵化妖疆 组成一只 骇然听闻的妖疆兽巢 恐怕院士强者 都要避其锋芒 到了那一步 整个亚西亚 恐怕都要被闹得天翻地覆 整个人族 都会损失惨重 好在提前 被人族所洞悉 军部将大量的修行者力量 布局于此 如果仅仅是为了 抹去山脉中的虫族母皇 只需要院士亭中 走出一位大人物 就可以将其抹杀 华国最高层 真正的用意 是练兵 没错 就是练兵 人族已经成为 天地主角近两千年 除了彼此之间的内斗和征伐 绝大多数人 都已经忘记了妖兽的威胁 这次的横断山脉变故 正是一次练兵的大好机会 整个西部战区的部队 全部抽掉到了这里 人族承平太久 部队的战斗力 需要大规模的战役锤炼 否则在接下来昏天黑地的 人妖大战之中 军部担心手下的儿郎 会大范围的死伤 大浪逃杀 将部队锤炼成一把 风锐无匹的神兵 在这个目的下 一定的伤亡比例 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站在整个人族的层面 在思考问题 只是崇祖母皇 这样的上古大凶 天生不在天道规则之中 加上有无尽海大能 出手掩盖 哪怕青天间 也没能算出他的真身 这也导致军部部队的靠近 惊醒了崇祖母皇 这样珍惜的上古一种 苏醒十天地有感 会降下异象 母皇的沉睡之地 就刚好处在了 地脉的关键节点 直接引起横断山脉的大地洞 整个亚西亚都受到波及 趁着这头虫族母皇实力还弱 必须立刻震杀 否则一旦成了气候 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曹原目光凝重 背后的雷光交织 包裹着老宗师遗体 漠然化作一道璀璨的神光 朝着横断山脉外围掠去 正是羽绒众人所在的方向 老宗师遗体 缓缓落在军部少将 刘安邦面前 曹原的声音转率而至 护送老宗师遗体退走 没有等刘安邦回答 曹原三人身形 便化作了神光 朝着下方绞杀而去 赵峰 刘安邦神色有些苍白 小心地抱起老宗师的遗体 你暂待我统帅众人 再次等待军部的最新命令 交代之后 转身朝着山外奔去 这样层次的大战众人 根本帮不上忙 继续坚守在这里 只是为了监控事态发展 等待军部后续的最新指示 实力还是太弱了 羽龙神色不甘 目光死死盯着最深处 心中念头翻涌 之前老宗师斩杀的 一头腰将飞虫 肉身完好 一旦可以吸收 其全身血气 恐怕对他可以有巨大的帮助 那头腰将尸身 就像是一个不着骗驴的美人 在不断地对着羽龙搔手弄姿 撩拨的他 根本不能淡定 他的脑海中 无数念头在分灭 谋划怎么样 才能得到那句尸身 但是没办法 哪怕他瞬间 可以有十万个念头生灭 依旧无法找到妙计 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谋划都显得苍白无力 杰杰杰 陛下 崇祖母皇声音 尖利刺耳 你们这些人族 还说什么一切早被洞悉 还不是现在才认出我的真身 崇祖母皇很不屑 他的智慧非常高 在刚刚结束轰炸的时候 他的确是受伤严重 曹元等人想要拖延时间 恢复伤势 他又何尝不适 等到妖区复原 他就可以生产 自己的妖兽军团 你们几人 还想要来杀我 先想办法 保住自己性命吧 底下的黑光再度爆发 母皇此刻 握在横断山脉的一处灵气关爱 几乎是在吸收 整座山脉的能量 可以让他 源源不断地孵化妖僵 在山脉地底深处 一头数十丈长的巨大生灵 趴在灵脉之上 整个半透明的腹部 占据了身体的五分之四 还可以隐约看到 腹部之中模糊的生殖组织 这就是崇祖母皇 此时 母皇的腹部 不断地闪烁着黑光 短短三分钟 一只腰将境界的大腰 就被母皇孵化出来 三分钟一只腰将 这是让人惊骇的效率 这代表着 只要短短的一天时间 就可以孵化出 480只腰将境界的大腰 尽管这些孵化出来的妖兽 几乎是同境界垫底的存在 但是 架不住数量多呀 以多摇死相 面对480名宗师 恐怕院士 都可能被震杀 不能给他机会 一直孵化 认出崇祖母皇的宗师 对他了解更多一些 知道祈福化 同阶妖兽的可怕速度 我们必须尽快地杀了这头畜生 宗师在狂吼 要想杀了这种虫祖母皇 他们斩杀的速度 要必须快于虫皇 生产非虫的速度 争分夺秒 第135章 生死厮杀 哄 大战一触即发 六七头妖将境界的妖兽 破土而出 从四面八方围剿三人 虚空之中 漫天的神光交错 灵气和妖气在碰撞 搅动虚空一阵阵暴动 而等 当面 此刻 曹元的战力 一起绝尘 展现出了远超同阶的实力 横断山脉最深处的虚空 几乎化作了一片雷域 三大宗师合力 以曹元为主 熬战片刻之后 终于将这些妖兽斩杀 但是没有用 底下的黑光一闪 再度有恐怖的妖气 一闪而逝 七八头妖将再度破土而出 朝着几人扑杀而来 哪怕全力以赴 他们刚刚也是足足耗费了半个多小时 斩杀了那几只妖将 而过了这半个小时 再度有八只妖将破土而出 而此时 三大宗师体内的灵气 已经剧烈消耗 根本来不及那气补充 再来两波这样的冲击 他们会直接被耗死在这里 这就是崇海战术的可怕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曹元神色有些难看 大声吼道 二位 崇祖母皇自身 没什么战斗力 你们直接伸入地底 看有没有机会 找到他的真身 直接斩杀 我来拦着这些畜生 你一个人顶得住吗 二人闻言一愣 七八只妖将 哪怕在同街垫底 联合起来 站立同样惊人 曹元一热 你在这里阻拦 恐怕会有身死之危 曹元 你的实力最强 你去地底斩杀母皇 才最合适 这里我们来顶住 顶住个屁 曹元大声骂道 这种时候 他也没空委婉 我的实力最强 我都不敢说顶住 你们能顶住 更何况 此时他们都不再是全胜状态 一身的真气 耗费了大半 不要废话了 你们带上院士亭发下的那件质宝 去找到母皇真身 直接将其震杀 横断山脉危机自检 在他们来之前 院士亭专门发下了一件质宝 催动此宝 可以发挥出院士强者的权力一击 只是重组母皇狡猾 根本不露头 让人找不到其真身所在 否则这件暗藏的质宝 早已经砸落在母皇头上 现在也不是推辞的时候 二人对视一眼 身形顿时击退 撤离面前的战场 哄 两人一退 曹元的压力瞬间俱增 有几只妖将想要去追杀二人 却被曹元主动牵引雷光挡住 一亿人敌八大妖将 不愧是近百年华国最顶尖天才 另外二人不敢耽误时间 天地灵气包裹 瞬间顿入地底 去搜寻重组母皇真身所在 结结结 地底之下 重组母皇的声音再度响起 他的声音很飘渺 根本无法听声变味 幼稚 在你们找到我之前 就注定会化作一滩酷骨 可惜了 我的真身既然被认出 必然会惊动人族里那些院士老东西 此地不宜久留 否则的话 我也不介意和你们多耍一阵 哄 虚空之中 一股神秘的气息在回荡 重组母皇准备全力出手 将这几人斩杀 曹元的天赋他也看在眼中 如果不出意外 未来必然是一尊人族的巨博 这对妖族来说 不是好事 虚空中 八只妖将似乎接到什么指示 眼中的凶光暴涨 几乎要化作实质 聂绰 曹元神色大变 在他的感知中 面前的八只妖将实力 瞬间提升了一截 他面临的压力再度暴涨 一不小心就会生死盗消 你们这是在找死 曹元杀气森然 浑身的灵气疯狂涌动 催动神秘的法 双手一拉 一道璀璨的长剑 在虚空中浮现 这是一把纯粹由雷光铸就的剑 其风锐 远超凡俗神兵 哗啦啦 曹元陡然挥剑 雷霆剑光劈出 瞬间割下一名妖将的头颅 鲜血冲出十丈高 妖将生命力强悍 哪怕头颅被斩杀 猙獰的口气还在一张一盒 这道以雷化剑的法门很惊人 一剑在手 横扫路河 曹元原本有些违米的 气势像是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再度暴涨起来 这法很玄傲 地面上羽龙看得如痴如醉 曹元施展的宗师神通 充斥着微能惊人的雷电规则 那是宗师境界强者 才可以掌控的存在 已经超出了九品的范畴 他的不祥之眼在催动 动魄虚妄 甚至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这门宗师境界神通的灵气 运转轨迹 手指微不可差地轻轻移动 他在模仿 看到的灵气轨迹 他不是理学之修 不能预示天地灵气 他想用气血之力和权益 来凝聚属于自己的剑 哗啦啦 虚空中 曹元一剑荡开 一众妖将 反手又斩下一只妖将头颅 干净利落 恐怖的妖将及妖兽 在他剑下 如同土鸡娃狗 根本不堪一击 死 尽管看上去轻松血液 但是曹元挥出的 每一剑并不轻松 他的脸上开始泛起一丝病态的红韵 他现在催动的密法很高深 以他入籍的那实力也不过是强行催动 时间久了 会对他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没有办法 他必须为地下 去斩杀母皇的二人 争取时间 曹元再度出剑 雷光汹涌 再度展落一只妖将 但他却一时不察 被另一只妖将的口气划过手臂 尽管曹元退得很快 依旧被划出了一个 深可见骨头的巨大伤口 整个左臂的筋肉和骨骼 受到了重创 灭障 曹元大怒 左手一松 右手接过长剑 左右一手 长剑再度爆发出可怕的剑光雷鸣 冲上来的妖将直接被斩杀 不同于其他被斩杀的妖将 直接跌落山脉最深处 这一次 这只被斩杀的妖将尸身在虚空中翻滚 在巨大力道的作用下 抛出了战场中心百里 这是距离山脉中心不远不近的距离 妖将神血挥洒了百里长空 散发出蓬勃的精气 妖将境界的妖兽 每一滴神学都很沉重 几乎哪怕生死也凝而不散 妖区跌落在地 瞬间染红了方圆数百丈的土地 看到这一幕 羽龙眼中有金光 骤然爆发 这是一头妖将境界妖兽的尸体 对他有大用 山脉深处的完整妖将尸身 现在不能靠近 这一头被妖斩的妖兽 他不想错过 拼了 就在瞬间 羽龙就做出了决定 人妖大战正式来开了帷幕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是两族压上一切的一战 哪怕国事都不能置身室外 保全自身 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实力 才能在接下来的大战中 多出一份存活的几率 一念即此 羽龙身形一动 朝着山脉深处电射而出 第136章 无家无劫 经过现代热武器的狂轰滥炸 又接连爆发宗师级别的大战 整个横断山脉最深处 已经是一片狼藉 山头被轰平 存活千年的古术 珍贵的宝药 全部都化作了戒粉 脚踩上去 就像是踩在松软的沙滩上一般 这是被震碎化成的厚厚一层粉末 羽龙身形如电 悄然在林中穿行 缓缓朝着 刚刚腰僵跌落的地方靠近 他此时的面容 是一个中年男子 又脱离了队伍 可以肆无忌惮地全面爆发实力 轰隆隆 羽龙的体内 传来阵阵低沉的低响 像是有一个恐怖功率的发动机 在体内轰鸣 20万斗气血的恐怖能量爆发 羽龙的身形 几乎化作一道闪电 往日里 横断山脉最深处 存在着无穷危险 层出不穷的妖兽亡亡者 哪怕九品舞者 同样要小心翼翼 但是在今天 除了隐藏在地底深处的虫祖母皇 整个横断山脉 几乎是一片死地 根本不用考虑 可能埋伏在一旁的其他妖兽 虚空之中 依旧是雷光轰鸣 随着距离的拉近 曹元的宗师威压 也越发清晰 曹元和这些妖将级别的妖兽 全力搏杀 战斗余波 四处一散 一旦被波及 哪怕羽龙都有可能受重伤 这也是其他人不敢进来的原因 宗师层次的战斗洞 骤波及百里 九品以下舞者 可以说 沾之即死 雷 曹元的声音 在这片虚空中震动 恐怖的雷法瞬间 将最后一头妖将震杀 他一人将八头妖将 全部斩杀 加上之前的四头 一共十二头妖将 这是很惊人的战结 呼 呼 呼 曹元整个身躯 在微微颤抖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 挥出了多少剑 精气神兜 剧烈亏空 手中的雷光掌剑 都已经开始军裂 哪怕他再强 也抵挡不住 这样的轮番围攻 轰隆隆 就在此时 地底突然传来了 一阵轰鸣 整个大地都在震动 又地震了吗 曹元神目如电 瞬间有了判断 不对 是他们在地底 发现了母皇踪迹 因为此刻 本应该再次从地下 扑出的铁甲飞虫 却没有看到踪迹 他好了 曹元深吸一口气 甚至来不及 恢复自身的伤势 身形直接化作一道惊鸿 没入了大地之下 从现在起 要攻守护换了 这就是他耗费 巨大代价 一人拦下八大妖 将的目的 只要另外两名宗师 找到了地下 重组母皇的踪迹 不让母皇继续释放妖将 这一战 就不会再有悬念 而二人 虽然实力不如曹元 却同样十分老辣 果然没有让曹元失望 哄 随着曹元深 形成入地下 战况瞬间变得晦涩 羽龙只能听见 源源不断的轰鸣声 在地下游走 哪怕不祥之眼 洞彻虚妄 同样只能看到黑光 和三道神光在交错 却看不到深处的战况 收回目光 羽龙本来 距离那具残破的妖 将尸体不过百里 全力奔行之下 不过半个小时 就靠近了此地 嗯 羽龙眉头一皱 自从孤身一人 踏进这片废墟 他就将自己的精神 感知掉到了最大化 方圆千米的一举一动 他全部都明察秋毫 此刻 在靠近妖兽群的时候 在他右边八百米 竟然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看来敢踏进这片禁区的人 远不止自己一个 的确 造化从来不是 坐等天上掉下来 必须自己去争 去抢 风险越大 机遇也就越大 敢在此刻 进入山脉中的人 都是对自己实力 绝对自信的人 嗯 似乎是酒瓶里学修士 羽龙目光如电 他的精神强度 已经达到了骇人的程度 只要精神强度 没有超过他 其自身实力 都逃不过羽龙的感知 哼 退下 羽龙还没有说话 对面来人一声冷哼 挥手打出一道神光 是一道长矛 直扑羽龙面门 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太霸道了 的确 酒品学者 宗师之下的最强者 的确有资格霸道 这续神盲 羽龙眼中金光暴闪 他认出了对面 这人施展的法 正是他从吴家七品学者 吴青阳身上得到的 学术秩序 这是吴家人 他没想到 自己在这里会遇到 吴家之人 要知道 横断山脉距离悟城 已经有千里之遥了 而吴家 不过是悟城的 地头蛇罢了 因为和吴家的纠葛 羽龙曾经专门 让银科集团 去收集了龙虎集团 吴家的信息 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整个吴家最强者 自然是九品学者吴破君 那也是吴家的定海神针 可是之前 在中云山脉 受了重伤 现在应该在家中 闭关疗伤 除了吴破君 整个吴家 再没有九品学者 这是银科集团 得出的结论 身为悟城的大财法 银科的触角 同样伸到了每个角落 得出的结论 几乎可以说是定论 更何况一旦悟城 吴家诞生了新的九品学者 不可能其他修行者 没有丝毫察觉 不对 羽龙神色一沉 他的精神无比强大 就像一个超级计算机 瞬息之间 已经有数十万个念头生灭 将无数种 可能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终于五成十例 哼 吴家 这妖叫尸体 我要了 羽龙声音低沉 丝毫不退让 碰 二十万气血掉动 一道全境挥出 气血贯穿长空 直接将这道秩序长毛崩碎 咦 你认识我 看到自己的学术 被面前 这人轻描淡写地破掉 吴家眼中 有些惊疑不定 走吧 羽龙俯首而立 没有回答吴家的问题 目光有些淡漠 这个妖 将尸身 对你的作用不大 在这片山脉 尽管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依旧有珍贵的机缘 不要浪费时间在这里 哼 该离开的人是你 吴家神色一沉 他有一门法 刚好需要一头妖 将境界妖兽的全身精血为一 这次的机会 他也同样不想错过 他这两年的进步 非常惊人 哪怕羽龙表现出 九品五者的战斗力 对他而言同样 算不得什么 哼 心念一动 虚空之中 十道秩序神矛 凭空浮现 这是吴家 最灵力的学术 早已经被吴杰所掌握 终究还是要做过一场 羽龙同样神色微冷 面前这巨妖 将尸身他势在必得 绝不会退让 这就是修行 没什么千公里让 需要想要的东西 就必须全力争抢 修行路 不争不抢 就只能原地踏步 道理 只在修行镇压范围之内 哼 羽龙二十万斗 气血全力调动 体内传来 噼里啪啦的一阵脆响 肌肉炸结 整个肉身 都在瞬间拔高了三寸 气血成学 直接爆发四十万 气血战力 很多九品武者 都没有这样的实力 羽龙这一拳挥出 微能惊人 直接和虚空中 使到秩序神矛 碰撞在一起 泯灭成天地间 最本源的灵气因子 羽龙的身形 却没有停顿 而是在崩碎了 秩序神矛之后 重重一塌地面 身形如出汤的炮弹 一般直接朝着 吴杰扑杀而去 理学之修 是仰仗玄妙的书法 爆发神鬼莫测的实力 但是论及肉身强度 和近身搏杀 却无法和武者相比 这也是理学修士的共识 不和同阶武者近身 但是 令羽龙意外 看到自己扑杀上来 吴杰竟然不闪不闭 反而嘴角 露出一抹锋利的弧度 两人身形 瞬息之间交错 灵气血术和气血全静爆发 搅动这方天地 碰 一声沉重的闷响 两人的身形 一触积分 各自暴退数丈远 羽龙脸色浮现了一抹红欲 转瞬即逝 不愧是九品学者 羽龙尝出了一口气 平复体内 翻滚的气血 他有些精益 不同于一般的理学修士 吴杰明显在近身厮杀上 也颇有手段 刚刚这次碰撞 羽龙竟然罕见的 没有站到上风 在身形交错的瞬间 吴杰出手格外老辣 甚至让羽龙气血翻滚 敢于近身的理学修士 但是他不知道 面前的吴杰心中更不平静 他在外游历两年时间 两年前 被一只八品妖兽追杀 跳下山崖 和许多文学作品的 烂俗情节一样 他大难不死 跌落到了山崖上 一处荒芜的洞府 胡打乱撞之下 竟然闯入了其中 发现是一尊 恐怖大人物的作画洞府 这位大人物的身份年代 已经不可口 可能存在遥远的古史之中 尽管陨落了无尽岁月 肉身却金刚不坏 不曾有半点腐朽 连半点尘埃也不能落 若不是浑身上下 都有浓郁的 骇人的死气环绕 看上去就如同在酣睡一般 与活人无二 如同肉身成圣 简直太惊人了 甚至吴杰怀疑 这尊大人物凭借 这完整的肉身 还可以活出第二世 因此 吴杰毕恭毕敬地 对这位大人物行礼 不敢丝毫怠慢 竟意外得到了 这位惊天动地 大人物的完整传承 苦修两年 一身修为静静极快 实力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蜕变 在这道传承之中 不光有理学术法 更有专门为理学之修 量身定制的 静身格杀秘书 极为罕见 到现在 哪怕不动用理学学术 他的实力 同样不比九品无者弱 三个月前 他曾经自所丹田弃海 仅仅靠着静身搏杀 亲手斩杀了 一只九品妖兽 这样的实力 外界还没有得知 这让吴杰 始终有一种 锦衣夜行之感 不得不承认 作为一名九品武者 你的实力很不错 除了武王和燕晓晓 你也可以勉强算是 站在顶尖的那一部分人了 轻轻甩了甩手 吴杰神色依旧无比平静 他第一次肯定了 羽绒的实力 只是目光 依旧是站在高处俯视 武者 同阶之下 本就是被理学强者碾压 在他看来 自己完全有这个资格 哪怕是算上 所有理学之修 宗师之下他同样无敌 我刚刚不过 只用了五成实力罢了 话音一出 羽龙震动 的确 剑威之助 刚刚这一波交手 在羽龙的感知之中 吴杰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 无破均的层次 堪比老牌的九品学者 连羽龙都以为 这已经是 吴杰的真正实力 却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只使出了 一半实力 这个吴杰 很不简单啊 羽龙的感知笼罩 想要知道 其汽海之内 那股神秘能量的本质 却发现 那股能量隔绝感知 现在的自己 根本无法动穿 此时的吴杰 还不知道 自己正在被羽龙 一寸寸的感知 他已经 有些失去了耐心 现在地底之下 战况依旧激烈 崇祖母皇 和冲进去的三大宗师 在激烈搏杀 一旦是拿万分之一的 不可说结局 恐怕整个横断山脉 都会成为战胜之后 崇祖母皇 发现怒火的修罗场 所以 此地不宜久留 如今人妖大战 每一个人族战里 我就会直接将你震杀在此 吴杰的话语森然 有刺骨杀气 呼之欲出 自从他得到了恐怖的传承 还不曾真正全力出手 大言不惭 吴杰的话 让羽龙顿时大怒 这年代 谁还不是和天才了 身为天才中的战斗机 羽龙心中 同样有冲天的傲气 想要震杀我 那就来吧 这句妖兽师身 他志在必得 不可能让给吴杰 哄 羽龙身上的衣袍 无风自动 一股神秘的气息 在觉醒 是荣如权益 直到现在 羽龙也不过是 动用了纯粹的气血之力 你用出了五成十力 羽龙眼中金光暴闪 锐利的神光 让人不能直视 你却不知 我还没有真正发力 第138章 碾压 哄 权益加持之下 羽龙顿时爆发了 可怕的修为波动 四十万气血战力 顿时暴涨 嗯 面对这样恐怖的一拳 吴杰也是神色大变 双手挥动 一道道灵气 直接化作了学术神通 来抵挡这波权益 这是权益 你竟然领悟出了权益 在修行界 礼学修士地位超然 看着舞者的目光 都带有一丝不屑 唯有五王 和燕小小二人例外 原因就是 他们领悟了权益 吴杰没想到 自己在这里 竟然还能遇到 第三个领悟了权益的 武道之修 你和五王燕小 小他们 有什么关系 吴杰怀疑 羽龙和这两位 存在有因果 一旦自己震杀了此人 会不会引出 这两尊可怕的存在 五王和燕小小的实力 在礼学修士中 同样有盛名 虽然同为九品 但是他们 早已经和其他的 九品武者 不在同一个层次 燕小小 曾经在太行山巅 和李学宗师薄杀 最后竟然逼得 宗师远盾而走 这个消息很惊人 被李学修行界 联手封锁 这也是五王 和燕小小二人地位 如此超然的真正原因 就算是如此 你挡了我的路 我也必须要震杀 吴杰眼中目光 锋锐无匹 内心无比自信 身怀神秘传承 宗师境界 绝不会是自己的终点 五王 燕小小也只会是自己 修行路上的过客 灭 一念即此 吴杰催动修为 浑身骤然爆发出 一阵阵霓虹的神光 羽龙看得清楚 吴杰气海中的 神秘能量 猛然被催动 开始遵循神秘的轨迹 在体内流转 他话自在 吴杰一声低喝 神光化作五彩 刷向羽龙所在的虚空 五彩神光气息惊人 所过之处 虚空之中 传来阵阵爆裂之声 痴拉一声 地面的废墟碎石 都被瞬间蒸发 化作了岩浆 此时 如同喷发的火山口一般 肆意流淌 炙热的温度 难以抵挡 羽龙很吃惊 他再度刷新了自己 对于吴杰实力的判断 超出了他的意料 原本以为 之前的秩序神毛 威能已经很恐怖 却没想到这门法 更加非凡 恐怕纯粹的气血之力 已经不能够抵挡 既然你想要震杀我 我自然也不会让你失望 低声呢喃着 羽龙直接爆发出 恐怖的气血之力 心念一动 一道血红色的神毛 在半空中凝聚 气血神术 这血 我嗯 羽龙宝像庄严 一声低喝 施展神术 血红色神毛 在虚空中轻轻一抖 骤然之间 化身出五十感神毛 血红色长毛 直接撞上了 扑杀而来的五彩神光 五彩神光 有恐怖的冲刷智能 长毛不断被消融 直到五十感长毛 在虚空中全部泯灭 这道五色神光 才缓缓消散 这是 在羽龙出手之后 吴杰瞬间呆滞 眼中全是难以置信 这是我们吴家的秘传学术 你怎么会掌握 太像了 就算外显的形态 变成了血红色 吴杰依旧无比确认 这就是他们 吴家的学术秩序 关键你是吴者 吴者怎么可能掌握学术 吴杰快要疯了 这是从修行界出现 就存在的不变定律 学术 只有理学之修可以掌握 天下之大 华国之大 你们吴家有知道几多 羽龙神色有些淡漠 既然吴杰对他起了杀心 那么自然就要有 被他斩杀的觉悟 心念再动 随着精神力和气血的蜕变 羽龙可以掌控的气血神毛 已经达到了两百感 两百道血红色长毛 出现在虚空之中 锋锐的气息弥漫整个虚空 一股惨烈暴力的气息扑面而来 羽龙也是第一次 催动这么多的气血神毛 一瞬间竟然有 石山血海的景象浮现 诡秘而阴森 死 两百道杀鸡 铺天盖地地朝着 吴杰汹涌而来 让他神色大变 以他的实力 都无法催动两百道 六品武者 啊 亦是海之中道的争锋 让吴杰无比痛苦 不得不竭尽全力 去巩固他的道心 而羽龙目光冰冷如铁 没有丝毫波动 手中的拳劲再度挥动 彰显着他刺骨的杀鸡 既然已经全力出手 就没有刘勤的道理 这就是修行界的日常 不是坐而论道 也不是先锋道骨 而是最赤果果的丛林法则 既然想要杀人 就要有被杀的准备 这一拳 他直奔吴杰头颅而去 一旦落在石处 吴杰的头颅 瞬间会如同一个熟透的西瓜 被砸得四分五裂 吴杰也感觉到了这股杀鸡 眼中露出刻骨的仇恨 他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里败呗 还是败在一个 九品舞者的身上 这简直让他抓狂 更让他抓狂的是 因为一开始自信 自己可以轻松碾压羽龙 他甚至都没有 问过羽龙叫什么名字 他现在都不知道 打败自己的人 到底是谁 告诉我 你的名字 只是羽龙 根本就没有回答他的意思 全境如山 要直接震杀吴杰 死人的愿望 他没有要满足的义务 吃 陡然间 吴杰体内 爆发出了无量光 无比璀璨 让羽龙 根本不能直视 这些神光 化作神秘的符文 有恐怖的波动 彼此缠绕 形成大道锁链 格外炙热 吴杰的全境 瞬间被消融 嗯 羽龙见眉倒数 不想只眼 看破神光 洞察里面的真相 被无量光包裹的吴杰体内 传来连续不断的 噼啪声响 体内的骨骼 再度断了数十块 羽龙甚至看到 吴杰的精气神兜 瞬间萎靡 似乎被什么 恐怖的存在抽空 你的名字 告诉我 你的名字 神光之中 吴杰凄厉地嘶吼 神色无比痛苦 牢牢地盯着羽龙 想要记住他的样子 眼中的凶光 化作实质 轰隆隆 无量符文 蔓延远处 似乎扎根到 莫名的虚空之中 骤然神光爆发 吴杰的身形 直接被牵引而走 要顿向 不知名的虚空深处 这是极为玄妙的 陶盾之法 但代价同样很大 让他元气大伤 根基受损 想走 羽龙目光一灵 吴杰突然地爆发 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刚刚那一拳本来 已经将他重伤 不曾料 还有保命的法 到现在 他的修行链条 最薄弱的 就是身法 在九品修饰这个层次 他的身法 完全没有突出之处 而这个吴杰不然 他此时催动的 陶盾法门太快了 根本追不上 死 羽龙一声低喝 既然已经生死相向 就没有必要给自己 留下一个潜力恐怖的仇敌 真 骤然间 羽龙浑身的衣衫破碎 化作漫天碎片 365道黑光 在半空中 凝聚成一把破空缩 朝着前方顿去的吴杰 扑杀而去 金属风暴 吴杰速度极快 刹那之间 已经飞逝出去800米 这速度 九品修饰 根本望尘莫及 但在羽龙精神立笼罩之内 念头最快 吃 破空缩化 做一道不可见的幽光 破开虚空 在羽龙精神 笼罩范围的边界处 追上了吴杰 吴杰同样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 自己都用出了禁忌之法 竟然依旧没能摆脱羽龙 当 破空缩撞进了无量神光之中 恐怖的锐精之气 直接将吴杰的腰腹 洞穿一个大洞 鲜血在半空挥洒 啊 吴杰凄厉的嘶吼 这伤势太沉重了 直接昏死过去 但这法门很神异 就算吴杰昏死过去 依旧没有停歇 带着吴杰残破的肉身 朝着远方顿去 超出了精神力 笼罩范围 破空缩顿时被甩开 只能看着 吴杰破空而去 不甘地嗡鸣两声 掉头而回 此时羽龙全身衣衫尽碎 不着片履 破空缩回撤之后 再度分解为365道刀片 紧紧贴合在羽龙体表 如同战甲一般 羽龙目光看先吴杰顿走的方向 双目微合 应该死了吧 他几乎底牌 尽出也没能留下他 就算这个吴杰不死 恐怕短时间内也无力付出 羽龙低声嘀喃 好在他一直不曾用真面目视人 甚至吴杰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除非再度碰面 否则吴杰报仇 都不知道该找谁 羽龙之所以这么谨慎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他不希望自己 在修行界中的争斗 波及到他们身上 看来还是不能骄傲自满 连一个区区九品学者 都不能震杀 必须加快提升实力 吴杰要是知道 在羽龙口中 自己也成了一个区区九品学者 恐怕要再度气得狂喷鲜血 吴杰这样的实力 几乎已经是九品学者中的最顶尖 呼 羽龙长出一口气 平复体内的躁动 他好久没有这样全力出手了 畅快至极 爽 他浑身的气血翻腾 似乎马上就要压抑不住 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目光转向旁边 不远处的腰将尸体 羽龙和吴杰二人的厮杀 都有意无意避开了腰将尸身的所在 但是剧烈的战斗余波之下 腰将尸身竟然丝毫不曾毁坏 身上的铁甲 每一片都闪烁着幽光 防御力惊人 嗯 羽龙目光一凝 扫过四周的黑暗处 他感知到极股隐秘的气息 还在周围潜伏 哄 恐怖的气机爆发 沉重如山月 横扫四方 立刻 离开 刚刚见识了羽龙的凶威 潜伏在一旁的人也是神色大变 生怕羽龙被自己出手 纷纷退走 总算安静下来了 羽龙满意地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了眼前的妖将尸身上 第一 感应到周围空间 有五主气血能量一散 请确认是否吸收 脑海之中 神秘系统第一时间发出了提示 吸收 妖将是超越九品之上的存在 堪比宗师境界 加上妖兽本身就以气血渐长 尽管是批量产出 妖将及妖兽中垫底的存在 这只妖将尸身依旧足足蕴含 有近百万斗气血 转化为灵能就是十万 哄 恐怖的气血 转化成了海量的灵能点 从虚空不知名处 灌注到她的体内 咔嚓 在这个过程当中 羽龙的气息稍稍波动 体内顿时传来一道清脆的碎裂声 早已遍布裂纹 摇摇欲坠的第六道枷锁 终于承受不住 这海量的气血冲刷 直接碎裂开来 璀璨的神光爆发 海量的生命本源 从碎裂的枷锁中爆发 滋养她的肉身和精神 体内虚影再度在虚空中演化 苍茫的岁月气息再流淌 似乎是要将羽龙 从世界之中隔离 整整过去了一刻钟 异象消散 羽龙的突破过程 才算是彻底完成 成为了六品舞者 气血 五十万斗 脑欲 十六万念 灵能 十二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容如全意 入门 秩序 一层圆满 不祥之眼 入门 五十万斗气血的五品舞者 在几千年的古史中 从不曾听闻 已经超越了九品舞者 如果此时再和吴杰 这样的九品学者厮杀 羽龙有信心 单单依靠气血之力 就将其镇压 这太妖念了 一旦传出去 可以震惊整个修航界 所有的铁律都会被推翻 第140章 弟弟敖战 32岁九品学者 曹元功课室戒籍难题 突破宗师 成为华国百年来 最年轻宗师强者 这是羽龙 在这个世界醒来的 只是现在 身为华国百年来 最妖孽的天才 曹元却是双目赤红 浑身玉血 一身灵气勃发 在自己周围 撑起一片灵气护照 他现在所站之处 就是横断山脉的巨大灵髓 位于地表之下数千丈 正是这片灵髓 散发出的天地灵气 供养了这个亚西亚 最大的山脉群 而此时在 在曹元面前数百丈 一头数十丈长的巨大生灵 趴在灵脉之上 整个半透明的腹部 占据了身体的五分之四 还可以隐约看到 腹部之中 模糊的生殖组织 这就是虫族母皇的真身 结结结 母皇私生笑道 通体都有浓郁的黑光 在爆发 它孵化妖 将需要三分钟 而孵化九品妖兽 几乎是瞬息之间 此刻 在这片地下空间 密密麻麻地 挤满了九品虫族妖兽 几乎将这片山脉 都掏空 这些九品虫族妖兽的体型很小 和普通的飞虫比 相差无几 对于宗师来说 九品妖兽不过是蝼蚁 但是当蝼蚁数量 达到了一个骇人的程度时 蝼蚁也可以吞噬大象 在地底这片狭小的空间 铺天盖地的九品妖兽 比起妖将更加合适 三大宗师阵杀的速度 比它孵化的速度相差无几 磨 也能把它们磨死 砰砰砰 这些如山如海的九品虫族 旱不畏死地朝着 三大宗师扑杀而来 九品妖兽 根本不能冲破宗师的护体灵刚 但是当千只万只九品虫族 扑杀过来的时候 对他们灵气的消耗瞬间 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聂绰 曹元目次欲裂 他的护体钢器都已经崩碎 另外两名宗师 更是岌岌可危 在虫海之中挣扎 虫族母皇本体的防御力惊人 必须依靠院士亭发下的 那件只宝材 有可能将其斩杀 但现在的距离太远了 根本没有把握 他们从一千帐外杀到这里 已经用尽了全部实力 很难再进一步 哄 地底空间 璀璨的雷光闪耀 曹元化作雷神 手掌雷杰将身边的妖兽 全部劈成交叹 他想要去解救二人 却转瞬之间 就被更多的虫族围住 啊 陡然间 一名宗师强者 发出一声 凄厉的嘶吼 他的真气耗尽 被铺天盖地的虫族 从掩尔口中 疯狂朝里面钻进去 巨大的猙獰口气 在宗师体内四处破坏 大快躲移 耗尽灵气的宗师 根本没有手段 去绞杀这些虫族 只能凄厉地嘶吼 肉身沦为虫族的饕贴盛宴 连自我了结都做不到 腕虫尸体太痛苦了 如同零尺一般 宗师体内的五脏六腑 很快被这些虫族 撕咬得支离破碎 脸上流露出的愤怒和惊恐 似乎都凝固在了脸上 双目圆瞪 眼角都被撑得撕裂开来 而眼神之中 却透露出无限的惊恐 瞳孔深处出了黑 更有了密密麻麻的白点 像是某种莫名的卵 嘴唇动了动 宗师似乎想说些什么 此时一只黑色的小虫 从其微张的嘴中 缓缓爬出 停在舌苔之上 抖擞了几下翅膀 似乎还没适应 九品妖兽的小虫 通体漆黑 只有指尖大小 相比于那细小的身体 下了那两半巨大的争鸣口气 则散发着 让人发寒的忧光 宗师眼底 那白色的小点 更是快速膨胀 而后破裂 从中爬出一只只相同的幼虫 消失在眼球深处 那是在往其体内游走 整个脸庞之下 似乎也开始有莫名之物 在涌动 随即扩散到整个头颅 手臂 全身都似有无数小虫 在皮下游走 砰 宗师整个身体 如同鼓胀到极点的气球一般 整个身体 炸裂开来 奇怪的是 没有丝毫血肉横飞的惨状 而是如同一个 撑到了极限的气球爆炸一般 除了皮囊 竟没有一丝内脏 里面更是直接飞出无数的酒瓶 黑色飞虫 就在刚刚短短片刻 宗师体内 已然变成了一个虫巢 堂堂一代宗师强者的血肉 全部被吞噬 化作了这些虫族繁衍的资量 啊 曹元狂笑 头发根根竖起 又一名宗师陨落 让他直欲发狂 但是 如今的他灵气枯竭 实力也是强弩之末 在这如山如海的虫巢之下 不要说斩杀虫族母皇 就算想要转身逃走 也不是那么容易 在他们的上下左右四方 都是密密麻麻的虫族 几乎遮蔽了一切视线 全是虫族振翅的嗡嗡声音 这样下去 二人很快就会不 刚刚那位宗师的后尘 被万虫尸体而亡 曹元 虫海之中 另一名宗师 发出震耳欲容的呼喊 死了没有 哈哈 曹元双手在面前一撕 似乎打开雷界大门 恐怖的雷光汹涌而出 再度将他周围 一掌之地的妖族全部清空 他已经快要透支了 在竭力榨取体内的最后一丝灵气 却依旧大笑着回道 老张 你都没死 我怎么会死 能成为宗师的都是人杰 彼此都是老相识 同样在暗中争斗 没死就好 老张同样气喘吁吁 他已经快要到极限 浑身筋骨刺痛 都已经要散架 既然没死 就想办法打穿这片虫海 那只畜生与我们相隔三百丈 你把我打穿百丈远 剩下的就交给我 嗯 你想干什么 曹元身躯一阵 眼中的精芒让人难以直视 哈哈 这可是我才掌握的法门 本来是想 下次和你切磋的时候一鸣惊人 让你知道 将还是老的了 老张大笑 他是老牌的宗师强者 一身实力同样惊人 但潜力却几乎耗尽 曾经和曹元 这个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鄙视过一场 竟然险些被压制 这对他刺激很大 这一年都在发愤图强 修行恐怖的法 让我来 曹元默然开口 你给我开路 你的实力不行 我把握更高 那是以前 现在 我已经掌握了昆蓬法 可以瞬间跨过两百丈虚空 你能比我更合适吗 昆蓬法 是老张这一脉高深的法门 练到高深处 可以深化昆蓬 直接蓬成万里 他们二人现在的灵气 都已经快要枯竭 想要跨过 这最后三百丈 昆蓬法是最好的选择 没有时间给他们犹豫 第141章 巨大代价 节节节 虫族母皇的声音 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你们的挣扎都是徒劳 注定要陨落 化作孩子们的口粮 刚刚曹元和老张之间的对话 都是用得传音入密 除了他们二人 无人可以探听 这也是宗师级强者 对自身的超强掌控 虫族母皇自然不知道 二人的底牌 但是下意识地 母皇加大了进攻的难度 他想要早点离开 一旦有院士境界的人族强者出手 他将难以逃脱 四周的重海 一双双幽蓝的瞳孔凶光大胜 这让两大宗师的压力更大 老张 曹元一声大喝 双手掐出一个神秘的法印 脸上猛然泛起一阵病态的潮红 那我就送你一场 一股恐怖的波动 以他为中心散发出来 曹元榨干了 自己体内的每一寸灵气 像是山红爆发 又像是海啸滔天 声音沉闷而宏大 传出去很远 在他头顶 缓缓凝聚了一顶铜颅虚影 颅身上镌刻 有种种玄妙的符文 似乎彰显着天地间 最本源的雷霆奥义 哄 这尊铜颅之中 雷电交闪 霞光万道 猛然爆发一声轰鸣 铜颅上爆发刺目的光 一只恐怖的雷鸟 从炉身上飞出 展翅掀起万道雷霆 朝着虫族母皇所在的方向 扑杀而去 紧接着 另外一只雷鸟飞出 通体由雷霆精华助救 恐怖的威压 让人心颤 随便一次扇动翅膀 周围的虫族就崩碎一片 第三只飞出 第四只 第五只 转眼之间 一共飞出六只雷鸟 与此同时 曹元原本年轻的面容 开始出现褶皱 青丝之中 夹杂了华发 这一招号废了他的生命本源 几乎不可逆 去 曹元声音都变得有些苍老 六只雷鸟一声 刀抗的丝鸣 先后化作六道神光 璀璨夺目 直接扑杀而去 这门法太强了 这片虚空 形成了一股 肉眼可见的波纹 似乎快要承受不住 雷鸟的波动而崩塌 所过之处 所有的虫族 都是纷纷化作交谈 不自量力 都是毫无意义的挣扎 虫族母皇注意到了这一击 发出一声长啸 将四面八方的虫族 全部围拢过来 要磨灭这六只雷鸟 不过突出去五十丈 竟然就有三只雷鸟被磨灭 老丈 曹元大吼 脸上青筋爆起 你让我给你开辟百丈 我却偏偏要开辟 一百五十丈 他太了解这个老小子了 说是自己能跨越两百丈 肯定是有水分的 哼 曹元头顶的铜炉再转 再度有三只雷鸟的飞出 终于 铜炉虚影 似乎耗费了全部能量 轰然崩碎 曹元头上的青丝 彻底转为满头白发 脸上更加苍老 连挺拔的腰身都变得勾搂 似乎随时可能腐朽 要不是 虫族母皇的目光 被雷鸟吸引 调动了全部的虫族 去磨灭雷鸟 曹元恐怕直接就已经死去 老丈 不要死啊 曹元目光死死地看着前方 这是最后一击 成败再此一举 这三只雷鸟 沿着刚刚打开的路 猛然朝前扑杀而去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老张灵气 猛然爆发 和雷鸟里应外合 直接冲出了虫族的封锁 身形影盾 在雷鸟之后 朝着虫族母皇快速靠近 五十丈 一百丈 一百五十丈 九只雷鸟 终于被全部磨灭 隐藏在后的老张 暴露了身形 昆蓬法 老张双目赤红 身形亮子化 直接化作一道神红 朝着一百五十丈外的 虫族母皇扑杀而去 昆蓬法很神妙 如山如海的虫族 根本无法阻拦 似乎这一刻 老张已经不再属于这片空间 什么 母皇神色变了 他本来就是在猫系老鼠 却没想到这两个人族宗师 还掌握有这种神秘的法 似乎已经对他造成了危险 不能让他近身 凭借着强大生灵 对危险的敏锐感知 虫族母皇奸笑了一声 让一众虫族 护卫在自己身侧 老张的昆蓬法 的确神异 瞬息之间 就跨过了一百五十丈 来到了虫族母皇身前 哇 虫族母皇黑光暴闪 这道黑光 曾经顶住了 热武器的狂轰滥炸 防御力惊人 这是最后一道关卡 老张此时 手中紧紧握着质宝 在黑光之外投放 没有把握 可以杀死这头虫族母皇 这是唯一的机会 手中质宝 被包裹在一道神光之中 冲着身后甩去 厌烦 老张目光冷漠 没有任何犹豫 体内猛然爆发出 海啸一般的轰鸣 朝着黑光冲去 浑身有恐怖的气息 在一散 你要干什么 看到这样的异装 虫族母皇和远处的曹元 同时色变 这是体内灵气逆转 要兵解的表现 你是疯子 虫族母皇终于不再淡定 而是破口大骂 老张身上的气息 越来越恐怖 整个肉身 都开始像陶瓷一般军裂 目光冰冷地 看着下方的虫族母皇 此时 他们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阻碍 只要破开这道黑色光幕 就可以宣布 他的死刑 畜上 准备好了吗 迎接你的末日 只要能够抹杀 这头虫族母皇 哪怕以自己的生命 作为代价 都是可以接受的 碰 宗师境界的 自爆堪比小当量核弹 将整个地底 搅动得天翻地覆 周围靠近老张的虫族 直接被这股爆炸波动 碾碎成戒粉 首当其冲的虫族母皇 他的黑色光幕 更是直接被炸出一个 巨大的缺口 这个人族 是傻子吗 自爆就为了破开 我的护体神光 这股自爆的风暴 炸开光幕之后 同样炉灶了母皇本体之上 但是完全在母皇的 承受范围之内 嗯 但是 下一个瞬间 宗师自爆的风暴 缓缓平息 母皇却感受到 一股让自己 头皮发麻的危机感 这种感觉就像他面对 无尽海里那些妖王 存在一般 灵魂深处的战力 可以威胁到他性命 是什么 虫族母皇的目光 在虚空中横扫 想要找到危机的来源 当他目光 扫到那处 被人族宗师自爆炸开的缺口时 一道神光 正在呼啸而来 就是他 虫族母皇神色大变 他突然想起 那个人族宗师 在自爆前甩出的那道灵光 这就是厌反吗 这道神光之中 有让他心惊肉跳的气息 母皇竭力想要 恢复黑色光幕 但宗师强者自爆的缺口 怎么可能短时间修复 刷 神光毫无阻碍地 穿过了黑色光幕 正正落在了 虫族母皇头顶 毁灭性的气息铺天盖地 他终于看清 在神光之中 是一方小小的应息 应息之上 雕刻有山川大河 飞鸟鱼虫 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小事件 此时 这方世界 携带着恐怖的威能 毁天灭地的气息 瞬息一散而开 不 第142章 诱人的想法 在老张将要自保的那一刻 曹元就竭尽全力地 转身奔逃 他留在这里 没有任何意义 实力耗尽的他 只会被这股爆炸的余波碾碎 此时 没有了那些 如山如海的 虫族妖兽阻拦 靠着透支本源 很快回到了地面 哄 刚刚踏足地面 一道恐怖的爆炸 波动从地底 席卷而出 山脉方圆百里 瞬间坍塌 仿佛地龙翻身 一股澎湃的波动 从地底掀起 几乎要引起 有一次大的地震 这股波动 更是将曹元先飞数丈远 根本不能站稳 这是山河应的波动 曹元身体 在地上翻滚 被锋利的碎石 割得遍体鳞伤 但他此时 根本没有顾忌 这些皮肉伤 眼中全是哀色 他知道 老张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他成功了 山河应是 院士亭中流出的质宝 里面封印了残破的小世界 一旦释放 未能惊天动地 可以崩碎一片天地 这是堪比 巅峰院士境界 存在权力出手的一击 除了同阶强者 没有生灵 可以幸免 地下原本被千万虫族 开辟出来的地下皇宫 更是在瞬间崩塌 此时 地底千丈之下 本来这一条浩荡的灵水 横卧在此无数岁月 滋养了这片山脉的生灵 却在近百年 被虫族母皇寄生 鸡吞海溪 又被山河应崩碎的能量肆虐 灵水最终承受不住威压 彻底崩碎 璀璨的灵气 长河发作碎片 四处一散 横断山脉的灵水 断了 除非下一条 天生地养的灵水出现 否则这片亚西亚 最大的山脉 就会逐渐沦为 灵气枯竭的荒芜之地 哄 地底之下 一道浑身 如黑炭的身形 从一片废墟中挣扎起来 浑身四处都在鼓鼓冒险 竟然是虫族母皇 此时 母皇再也没有 之前的狂傲 十多条腿 几乎全部被炸断 其腹部庞大的生殖系统 同样在山河印的摧残下支离破碎 连一只眼睛都被炸碎 整个腰躯三分之一 化作戒粉 三分之一血肉模糊 只剩下最后三分之一的本源 保持完好 却也裂缝密布 随时可以崩碎 人足 人足 母皇眼中的凶光 几乎要直冲云霄 他这次受的伤太重了 要不是最后关头 他身上无尽海 伸出的王者仲夏的手段 发挥作用 保住了他半幅残驱 恐怕他早已经被山河 印证成飞灰 母皇浑身闪烁着淡淡的黑光 稳定住体内的伤势 朝着山脉外奔去 此地太过危险 一旦再出现一名宗师强者 他都必死无疑 在地底穿梭出两百里 彻底远离了山脉中心 母皇终于小心地将身形上浮 尽量贴近地面 他的肉身本就已经残破 瀕临崩溃 牵涨地底对他肉身的压力 同样不小 这次本将大难不死 必然要在你人足之中 掀起一场浩劫 崇祖母皇现在都还没有平复 那种生死不由人的感觉 让他感到羞耻 嗯 刚刚靠近地面 母皇就感知到了头顶 上方存在的浓郁精气 这是 人足舞者 母皇眼中一亮 他此时的妖躯受创严重 急需要血实来滋补妖躯 而人足舞者一身气血充沛 比七里学修士更加适合鲜美 澎湃的气血 对现在的他来说 就是最好的灵药 头顶上的这人 气血澎湃无比 恐怕就是九品舞者 哄 崇祖母皇抱起发难 虽然他此时身受重伤 但是宗师境界和九品之修 有着天地之别 一缕黑光化作锁链 瞬间冲出地表 一把将上方的人影束缚 朝着地下扯来 结结结 崇祖母皇嘴巴大大的张开 等待着吞下这名舞者 吸收其全身精血 缓解自身的伤势 但是 令他震惊的是 首先赶来的 不是这道被束缚的血石 而是一轮闪烁着刺骨 韩光的杀戮圆盘 韩光森然 静直扑向了母皇本体 嗯 重组母皇目光一鸣 他没有想到 面前这个九品舞者 竟然还有反抗之力 这轮杀戮 圆盘丰锐无比 在他全胜时 自然不放在眼里 但是此时 却不敢以 冰临极限的肉身 去应接 可恨 他感觉到了巨大的耻辱 强大如他 此刻在这名九品舞者面前 不得不退避 想走 被束缚舞者感觉到了 母皇的意图 一声冷喝 体内气血 全面爆发 恐怖的气血 直接撕开了母皇的枷锁 抬起头来 竟然是一个少年 赫然就是羽龙 时间回到片刻前 在地底发生 剧烈爆炸的瞬间 羽龙同样心底发颤 那样的波动 远不是现在的他 可以匹敌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朝着山脉外跑去 却不曾想被 突然从地底窜出的黑光 笼罩全身 瞬息之间被扯进地下 这股波动太过突然 哪怕他的感知 时刻笼罩自身周围 也根本没有发现 这道黑色锁链 直接粉碎了羽龙的防御 包括脸上的伪装 你就是崇祖母皇吗 羽龙神色如电 看着面前这个身受重伤 几乎要死去的妖兽 他并不认识崇祖母皇 只是听到 刚开始曹元等人 在虚空之中的怒吼 但是能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他扯进地下 只有妖将境界 才可以做到 在这片山脉之中 只有一名妖将 到了宗师这样的境界 自身开始 荣于大道 时时刻刻 可以与到相合 不是同境界的强者 根本无法感知 对方的存在 这和精神的强弱无关 而是其本质 已经发生了蜕变 就算羽龙精神力 再强十倍 依旧是如此 混账 小小人族 也敢对我不见 母皇冷声开口 他没想到 自己随便一出手 就抓了一个带刺的 根本无法下口 让他心中的怒火更盛 但是没有办法 他现在 伤势太严重了 根本不敢 进行剧烈的厮杀 发现自己拿羽龙 没有办法之后 转身就要离去 他必须找一处 僻静地好好休养 哗啦啦 下一个瞬间 那道杀戮 圆盘飞转回来 再度朝着 虫族母皇扑杀而去 挡住了他离开的路 看来刚刚弟弟的那场爆炸 对你造成的伤势很重啊 挣脱了黑色锁链 羽龙并没有急着逃走 而是目光锐利地看着母皇 心中有万千念头 和计划在浮现 这是虫族母皇 可以批量铲出妖 将境界妖兽的逆天种族 一旦可以被他掌控 就相当于 有一台可以给他生产灵能的涌动机 一念及此 羽龙的心底 都忍不住滚烫起来 这太诱人了 第143章 再度突破 人族 你这是在找死 虫族母皇看到了羽龙眼中的凶光 不由地大怒 曾几何时 一个九品武者的蝼蚁 竟然敢对他生出这般妄念 是不是找死 那就试试看 羽龙眼中寒光一闪 身形依旧和虫族母皇 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心念操纵金属风暴 化作漫天杀鸡 绞杀母皇 结 虫族母皇愤怒嘶吼 身上细密的黑光在闪烁 但依旧不敢 以此时残破的肉身去迎接 可恶啊 母皇屈辱难耐 终究还是转身逃去 一名妖将 竟然在九品武者的手下逃窜 这简直不可思议 开了数千年 从未有之仙河 虫族母皇本 就不以速度见长 加上重伤兵死 奔逃之下 竟然不比羽龙快多少 你跑不了 看到此景 羽龙更是心神大振 这个虫族母皇 已经是强弩之末 难以逃出他的手心 死啦 杀戮圆盘众 众划过母皇妖区 妖区上闪烁的 微弱黑光根本不能抵挡 一触即溃 一大块血肉 直接被撕裂 哦 虫族母皇发出一声 压抑的嘶吼 杀戮圆盘 在背后如肤骨之躯 根本无法摆脱 每次都在他腰躯上 撕下一道口子 如同钝刀放血 让他本来稳定的伤势 又开始恶化 臣服我 否则死 羽龙冰冷的声音 在母皇身后响起 他的目的 从来不是斩杀母皇 而是希望可以收服他 斩杀只是下策 不可能 听到羽龙的话 虫族母皇反应很激烈 他感觉自己 受到了巨大的屈辱 我足是至高无上的血脉 哪怕是无尽海中的王者 都没有资格 让我臣服 痴心妄想 哪怕是死 也不可能臣服于你 羽龙低估了母皇的骄傲 事实上 除了九瓶以下妖兽 所有的妖 将以上妖兽 都从不曾被人族收服 能成为妖疆 妖区接受天地灵气洗刷 灵至大开 有着巨大的骄傲 几乎不可能 臣服于其他生灵 更何况 还是天生的死敌人族 那就死 羽龙目光三寒 能收服这只 虫族母皇自然最好 不行的话 那就斩杀 身为这次的西南 大地震罪魁祸首 羽龙不可能 让他活着离开 母皇一直在奔逃 却始终无法摆脱 羽龙的追杀 体内妖气鼓荡 导致身上的裂纹 越发猙獰 似乎随时会裂开 难道本将今天 真的会陨落在此地 虫族母皇心中悲凉 他的一生才刚刚开始 从小时候 刚刚诞生之时 就被无尽海中的王者 用无上手段 封印了全身气息 送到了横断山脉深处 滋养沉睡 直到被人族围剿的杀鸡惊醒 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次苏醒 他的生命严格来说 只开始了几天 如今 却马上就要生死 我不干 母皇仰天狂笑 他知道 再这样逃下去 自己必死无疑 哄 母皇猛然转身 目光直直看着身后 追杀而来的羽龙 无尽杀机爆发 而等小小蝼蚁 也想杀我 陡然间 母皇浑身黑光大放 化作黑色的神火滔天 漫天的黑芒汹涌而下 直接将这片地下岩土 化作滚烫的岩浆 红色浪涛翻涌 朝着羽龙汹涌而去 威力害人 崇祖母皇逃跑的路上 一直在叙事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燃烧自己最后的 潜能爆发的璀璨的一击 给我开 羽龙大喝 念头分转 手臂一挥 杀戮圆盘 骤然解体 化作365道 寒芒飞回羽龙面前 刀片流转 在羽龙面前 形成一道流线型的护照 锋芒四射 包裹着羽龙朝前冲去 这是世间科技的顶峰 合成的最坚硬合金 直接劈开了茫茫火浪 杀向虫祖母皇 杀 虫祖母皇大吼 朝着羽龙猛扑而来 猙獰的大口张开 口气猙獰 想要直接将羽龙腰斩 杀 羽龙同样是神异质烈 念头再动 穿过火浪之后的金属风暴 贴合全身 像是一件最神异的宝甲 哄 45万气血爆发 气血成穴 战力翻倍 熔如权益加持 这一击 是羽龙突破 六品舞者之后的最强一击 爆发的气血波动 直接超百万 已经超越了九品舞者 能达到的极限 碰 两者碰撞在一起 轰隆一声 爆发了可怕的神光 充斥了这片地下世界 任何生灵都根本睁不开眼 直到光芒散去 二者的身形再度显现 羽龙浑身破破烂烂 不少地方都直接被黑色神盲扫过 造成了猙獰的伤口 浑身浴血 可嗨嗨 羽龙大口咳血 呼吸都急促不已 但是眼中的光却越来越亮 最后更是张狂大笑 哈哈 传说中的妖疆 也不过如此 羽龙无比兴奋 这是他第一次和妖疆交手 哪怕是一只重伤冰死的妖疆 临死前的搏命一击 依旧有极大的危险性 但是羽龙硬生生承受下来了 这对他的武道意志 有巨大的帮助 而崇祖母皇 却没那么好受了 腰区扑通一声跌倒 站都站不起来 刚刚这一击他 耗尽了全部的潜能 一旦这一击 不能斩杀羽龙 他将再无还手之力 可恨啊 崇祖母皇的怨气 可以坟灭九重天 咔嚓 陡然间 羽龙体内传来了一声脆响 他的气血波动太强了 因为刚刚全力催动 竟然在毫无征兆的 体内的第七道枷锁 瞬间破碎 一日之内 羽龙连破两件 绚烂的生命本源 从破碎的枷锁之中 溢散而出 瞬间充实羽龙全身 气血 七十万斗 脑欲 三十二万念 灵能 十二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容如全意 入门 秩序 一层圆满 不祥之眼 入门 嗯 怎么回事 羽龙目光一昼 发现了问题 他刚刚突破六品五者时 气血从二十万斗 突破到了五十万斗 直接翻了呗 而现在突破七品五者 竟然只增加了二十万斗气血 这和他的预期 严重不符合 预料之中的气血暴涨 没有出现 是到瓶颈了吗 羽龙心中 万千念头闪现 而一旁的重祖母皇 却是双目圆瞪 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甚至怀疑 这是自己冰死之际 出现的幻觉 十声尖叫 你 竟然还不是九品五者 羽龙回过神来 暂时不再想气血的问题 看着面前 大惊失色的重祖母皇 嘴角掀起一抹锋利的弧度 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九品 就在刚刚 我才踏入七品境界 第144章 大战一起 这不可能 重祖母皇今生尖叫 他快要疯了 自己竟然是被一个六品 武者击败的吗 这到底是什么妖念 六品境界 就有这样恐怖的实力 一旦达到九品 难不成真的可以斩杀妖将 重祖母皇忍不住 浮现出这样一个念头 现在的羽龙 犹如一个出掌城的智虎 虽然已经出现争容 却还远远没有达到 自己的巅峰 这个人族成长起来 对这场人妖大战 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很突兀的 重祖母皇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 随即又自嘲地笑了 武者终究是武者 即使在妖孽 又能到什么程度 放在两族大战之中 丝毫都不起眼 能影响两族战争胜败的 注定是国士 这样的志强者 更何况 我现在都要死了 重祖母皇一声轻笑 似乎对生死都看淡了 经过刚刚的权力爆发 重祖母皇的妖躯 彻底军裂 生命精气再不断流失 生命开始走向倒计时 他也无心 去阻止伤势的恶化 与其死在面前 这个人族手中 不如这样 体面一些地死去 呵呵 我不让你死 你怎么能死 陡然间 羽龙的声音 传入了重祖母皇耳中 嗯 人族 你还想如我 确实没有机会 不光如此 本将的宝体 也不是你可以亵渎的 重祖母皇眼中 凶光依旧 他的腰躯 蕴含海量精血 口气 甲片这些 更是难得的至宝 但是 他不会给羽龙留下 嗡嗡嗡 一股神秘的气息 开始从他体内 弥散开来 他想要自爆 哼 从此刻起 你的性命 已经不掌握 在你手中 羽龙的声音 冰冷如铁 如魔鹰贯耳 重祖母皇 正在逆转自身的气血 想要自爆时 突然一股 浩瀚的精神力 突然降临他的脑海 整个意识海瞬息之间 被这股一种精神充满 母皇感觉自己的意识 与身体突然 被包离开 他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虽然这次突破气血 增加很少 但脑欲的拓展 依旧迅速 羽龙低声呢喃着 眼中金光暴闪 就在刚刚重祖母皇 准备自爆之时 他闪电般祭出了 在皇家祖地得到的法 奴役 一道闪烁着 玄妙荧光的字符 瞬息之间被凝结而出 直接降临 重祖母皇的意识海 羽龙 要强行收服重祖母皇 在突破七品五者之后 羽龙的脑郁强度 再度暴涨 加上母皇此时 已经彻底冰死 这给羽龙 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哄 在强盛到恐怖的精神力下 重祖母皇的灵魂 被这道奴役包裹 奴役之力化作一道道丝线 想要彻底钻入 母皇的灵魂之中 不 重祖母皇在嘶吼 他想要自爆 却发现自己 已经彻底丧失了 对身体的掌控 哗啦啦 重祖母皇的意识海中 风云翻滚 无数雷霆闪烁 滔天的巨浪席卷 上古一种妖 将的灵魂 坚韧无比 就算此刻 濒临崩溃 却也不是那么好掌控的 双方的精神 在这片地底 在重祖母皇的意识海中 展开了拉锯 大胆 大胆 真的大胆 重祖母皇的精神 在意识海中 凝聚成实体 愤怒嘶吼 这是我的意识海 一切规则 由我制定 你想要奴役我 根本不可能 意识海 如同一个小事件 随着重祖母皇的心念一动 羽龙顿时感觉到 整个意识海都在排斥他 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 想要将他挤出 重祖母皇的意识海 哼 休想 羽龙一声冷哼 决定铤而走险 将停留在本体内的 全部精神力 都宣泄而出 地下世界 羽龙的本体 目光一暗 直接倒地 在全部精神 灌入重祖母皇意识海之前 羽龙将金属风暴 化作了一个 密不透风的罩子 将自己的肉身 全部包裹 在这个地底世界 陷入一片 诡异的瓶颈 地面之上 深受重创的草原 四氧八叉地 躺在大地上 竭力恢复自己的伤势 此时已经距离山河应报 炸过去了六七个小时 但是他依旧躺在这里 他的伤势太沉重了 已经伤及本源 也打碎了他的所有骄傲 曾经那个人族 第一天才的熊子音发 再也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身形勾楼 满头白发的老手 哪怕过去了六七个小时 他也只能让伤势不再恶化 始终无法 让其好转 好在经过这样的剧烈爆炸 四周根本没有一个生灵存活 否则哪怕只是一个低阶妖兽 都可以将曹元彻底撕碎 四周早已看不到一点曾经的模样 不光是地表的树木山石被全部摧毁 连方圆百里的地壳走势 高低起伏都全部被改变 沧海桑田 这就是超越九品的修行者 很少在世间露面出手的原因 他们每一次出手 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李老 老王 老张 曹元双目愣愣地看着虚空 他们来十四大宗师意气风发 要联手震杀横断山脉身处潜伏的腰 却没想到风云突变 局势的变化超出他们的意料 四大宗师 只剩下他一人 还在勉强续命 损失太惨重了 哄 就在此时 曹元头顶的虚空顿时生变 像是平静的湖面 突然被投入一颗小石子 泛起肉眼可见的涟漪 死了 虚空之上 陡然浮现一道黑色的裂缝 无数刚风从其中飞出 这是传说之中的空间裂缝 只有少数宗师强者中的 顶尖高手可以掌握 一双纤细的手掌 从裂缝中伸出 抓住裂缝两旁的空间 用尽一丝 这道细微的裂缝 瞬间扩大 变成一道奇人高的空间裂缝 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 从空间裂缝中走出 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息波动 嗯 男子眉头一皱 在走出空间裂缝的瞬间 其恐怖的神石 就扫过了方圆数十里 完全成为了一片死狱 只有下方的曹元是唯一活着的生灵 唉 男子心中一声轻叹 身形一动 来到了曹元身边 轻轻挥手 一道精粹的生命本源 灌注到曹元体内 这是院士及强者的能量波动 随着生命本源的灌入 曹元的伤势顿时得到了缓解 大人 曹元双目终于出现了光彩 张嘴想要说什么 却被男子打断 你不用多说 我已知晓 青天间的前辈们 补算出了此次的妖族谋划 却没想到棋子本身竟然还有如此惊人的跟角 等到青天间主人发现这个破绽的时候 整个吴敬海也突生一变 妖族大军近起 朝着大陆反攻而来 什么 吴敬海妖族已经上岸了吗 曹元大惊失色 这代表双方已经开始进入白刃见血的搏杀阶段 尽管心中有了准备 可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 哪怕心智如曹元 心中也有些战力 这毕竟事关一族之生灭 大战已经在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地方开始 男子沉声开口 院士庭同僚全部都被拖住 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 我才对以脱身 却不曾想 还是来晚了一步 男子直接撕开空间来到此处 才发现为时已晚 你用了禁忌的法 浑身精气亏损得如此严重 一身潜力都流逝一空 要知道 曹元是百年来华国最年轻的宗师强者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曹元是被华国修行界寄予了厚望的 连青天剑中大人物都知晓他的名 却没想到 一次本来十拿九稳的 横断山脉之行 竟然出现了这样惊人的变故 直接折损了三大宗师 最年轻天才也几乎被毁 不愧是无尽海王者的谋划 男子咬牙切齿 他们以为已经洞穿了妖族谋划 却没想到 于无生处有惊雷 一举重创人族之羞 男子轻声一叹 他洞悉了山河印的气息波动 其暴照波动横扫 根本不可能有生灵存活 每一个细胞都会被撕碎成 最细微的灵气粒子 找不到丝毫存在的痕迹 为了稳妥 男子身形一动 神识再度横扫 扫过方圆三百里 可惜重祖母皇 在和羽龙的追逐战中 早已远离横断山脉中心 五百余里 看来 重祖母皇的确在大爆炸中 化作了戒粉 尸骨无存 中年男子一把抓起草原 我带你回太虚 看是否有大人物 愿意为你出手 逆天改命 再造乾坤 太虚 华国第一神山 山路之上 便是院士亭的所在 在高耸路云的山巅 便是青天间 那里住着的人 每一个都是延绵国座 镇压国运的恐怖存在 第145章 真的太幸运了 帝都里学院 此时距离西南大地震的爆发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时间 第一批四品学者 修为的学子 早已经奔赴了西南大地震前线 第二批三品学者 修为的学子 在前几天已经出发 第三批二品学者 正在摩拳擦掌 随时准备进发 一处修炼密室中 一道身影 笼罩在玄泥灵气之中 游离在天地之间的灵气粒子 像是受到神秘的吸引 全部汇聚 在身影周围 化作了朦胧的灵气 小月 真的没有办法 再压制了吗 密室之中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是的老师 学生一直不敢忘记 老师的教诲 已经将体内灵气 积淀到了极致 实在压制不住气海了 密室之中 玄泥的灵雾掀起波澜 露出了其中人影的真容 正是余小月 她在老师与兵的教导下 竭力夯实了修行基础 否则以她的修行资质 本来早就可以突破 好吧 角落之中 与兵的语气很复杂 似乎有些遗憾 有些恨铁不成钢 又有些急切 只是余小月 根本没听出来 她全神贯注 约束着天地之间游离的灵气粒子 按照她的规则 进入体内经脉 游走其经八脉之后 全部汇入小腹下三寸 那里是修行者的丹田气海 理学修士认为 人体有大脏 每个人体内 都有一个无穷奥秘 可以演化出世界 而这一切的根基 就是气海 万物皆有本源 如老树之盘根 大核之源头 人体之中 同样有这样一个地方 是生命活力的根本所在 蕴藏全身之精气 就是气海 只要打开气海 磅礴的生命本源喷波而出 使生命层次发生蜕变 彻底超脱繁俗 踏上修行路 这也是命运的残酷之处 大多数人对灵气的亲和力 竭尽于无 气海枯迹无比 坚硬如神铁 稳固如老松 根本不可撼动 他们永世不可能 打开体内的气海 释放出宝藏 而能够有机会 打开气海的 就是理学修行者 此时 于小月就是在进行这一步 吸收天地灵气 打开丹田气海 随着海量灵气的涌入 于小月浑身散发着荧光 宝箱庄严 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 雨冰身形隐藏在密室角落 目光牢牢注视着面前的于小月 神色有些激动 我感受到了体内气海的存在 那里有神秘的能量 似乎在开始沸腾 这种感觉很神奇 是一个开发自身宝藏的过程 于小月只说了这一句 就紧紧闭上了嘴 她体内的气海 开始剧烈地波动 她必须全神贯注 运转雨冰传授的功法 冲击苦海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密室之中突然光芒大盛 于小月的气海之中 突然爆发出摧残的神光 充斥整个密室 让人难以直视 于小月的气海那里 神霞万道 绚丽如虹 一道虚影在虚空之中显化 那是一片小世界 其中金色的浪潮在汹涌 且伴随着阵阵电闪雷鸣 还在发生着猛烈的海啸 空间裂缝不时在幻生幻灭 一幅末日景象 甚至从虚影中 冲出无数的金色闪电 和黑色雷霆 在整个密室中蔓延 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似乎随时会崩灭这一处密室 威视害人无比 宇冰哪怕心中早有准备 也同样是金的目瞪口呆 他从没有看到过 如此气势惊人的突破景象 那散发的闪电雷霆 让他都有些心惊肉跳 这到底是什么层次的力量 这只不过是一品学者的突破呀 但是金额之后 就是巨大的惊喜 宇冰眼中放出摄人的神光 口中低语 不愧是万中无一的天选之子 天生的至尊 从一开始 就注定不会平凡 虚影之中的末日景象 一直演化了半个小时 而后漠然所有景象破灭 化作了虚渝之中的一个点 所有的雷霆闪电和金色的浪潮 全部都被收纳于其中 如同宇宙的起点 哄 这个点轰然爆炸 一朵璀璨的玉莲蜕变而出 九朵莲花依次绽放 绚烂的紫气绽放 在虚空中沉浮 九品玉莲 宇冰压抑不住的一声嘀吼 眼中的目光火热的 几乎要融化面前的余小月 他太惊讶了 九品玉莲是极上乘的法香 千百名宗师难以拥有其一 哪怕曹原的上古雷鸟 同样逊色一筹 理学修士之路 从开辟气海 生命蜕变之后 就是一品学者到九品学者 而后凝聚出属于自己的本命法香 踏入宗师境界 能到这一步 几乎已经超越了九成九的理学修士 天道不公 同样造就了这样一类人 他们亿万中无一 在枯寂的气海中天生就蕴含了法香 一旦开辟气海 从一品学者开始 就可以动用宗师层次的伪力 尽管不可以和真正的宗师相比 同样可以毫无压力地碾压同阶 甚至以下法上 这样的人成长到宗师境界 更是毫无疑问 不 准确地说 从历史的零星记载 拥有这样天生法香的人 全部都踏入了院士境界 甚至还有国士 这是万中无一的体质 是天生的至尊 可以镇压一国之国欲 更何况 还是九品玉莲 是法香中的上上之选 这是宇家未来崛起的希望 宇冰神色无比炙热 隐藏在黑暗中的双眼 看着宇小月 有刺骨的恶毒 不多时 九品玉莲缓缓沉入气气海之中 宇小月终于行转过来 眼中有紫气一闪而逝 老师 平复了体内的气息波动 宇小月兴高采烈地站起身来 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 嗯 宇冰面露笑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你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适 谢谢老师的关心 我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宇小月很感动 她很庆幸自己 遇到这样一位老师 刚刚那朵九品玉莲呢 九品玉莲 李小月有些疑惑 而后恍然大悟 那朵玉莲 已经扎根在我的气海深处 成为了我的神力源泉 有惊人的能量在不断涌出 这就是天生法香的可怕 灵力几乎无穷尽 太好了 宇冰激动地连连点头 你先熟悉一下自己新的境界 我去取点宝药过来 为你巩固境界 好的 老师 宇小月无比感激 她很多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会遇到这样一位 全心全意为自己付出的师长 她知道同期的其他学生 老师都是半放养视教育 对他们根本没有如此尽心尽力的教导 自己真的太幸运了 第146章 剥夺 这次宇冰出去的时间有些长 带她回来后 重新将密室关闭 老师 宇小月歪了歪脑袋 期待地看着宇冰双手 那里有一株散发着璀璨光芒的宝药 看上去很不凡 这是一株迷蒙果实 可以迅速稳定你刚刚突破的修为 为你省去无数时间 宇冰温和地说道 目光慈爱 现在马上吞服下去 我为你护法 好的 宇小月目光纯净无瑕 结果这株迷蒙果实 一口吞服了下去 蓬勃的灵气转化成药力 融合近四肢百骸之中 宇小月刚达突破的修为根基 瞬间被夯实 刚刚开辟的气海 瞬间被灵气冲凝 果然不愧是难得一见的宝药 只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宇小月似乎感觉到 头脑开始昏沉 似乎马上就要睡过去 嗯 怎么回事 是宝药的副作用吗 宇小月心中一惊 体内灵气迸发 气海之中的九品玉莲发光 竟然直接化掉了这股昏沉之力 整个人重新清醒了过来 不愧是天生法香 旁边 宇兵的眼神更加炙热 要知道 这还只是一个刚刚被唤醒的法香 未来还有无限的成长空间 可惜了 小月 这样尴尬的时刻 老师本不想和你面对 宇兵身形骤然一动 如一条幽灵一般 从黑暗中无声无息地 飘到了宇小月身前 脸上早已没有了 以往的和蔼可亲之色 而是满脸的猙獰和戾气 破 宇兵只端亮起一道符纹 猛然按在了宇小月的额头之上 哄 令人意外的是 宇兵这一击 刚刚落在宇小月体表 宇小月腰间的一块玉佩 瞬间神光大放 咔嚓一声碎脸 百道血红色神毛 骤然在虚空之中凝聚 风锐无匹的气息 直接弥漫整个密室之中 直接崩碎了宇兵的符纹 宇小月愣愣地 看着虚空中的异象 有些发呆 她记得 自己的这个玉佩 是哥哥羽龙在开学前送给自己的 嘱咐自己一定要随身佩戴 本来小姑娘是嫌弃这个玉佩 样是有些丑陋 但是考虑到 这是十多年来 自己哥哥羽龙 送给自己低违一样礼物 她还是决定要好好保存 没想到 今天竟然爆发了这样的激烈波动 哄 气机相隐 百道森然的杀机骤然落下 笼罩宇兵全身 什么 今天宇兵的意外和惊喜太多了 为了防止误伤到 宇小月体内的天生法香 她这一击轻拿轻放 但是也足以镇压一般宗师以下的所有理学修士 竟然没想到 自己这个刚刚踏入一品学者境界的宇小月身上 竟然还有这样的护身之物 宇兵微微皱眉 这百道秩序神毛的威能 已经堪比九品理学强者的权力一击 但还不被她放在眼中 袖袍清灰 愿是境界的强者手段超凡脱俗 举手投足间 禁锢了这百道血红色长毛 瞬间磨灭 百道长毛被彻底磨灭后 一道淡红色的幽光一傻而逝 朝着宇兵快速列来 这是什么 这次宇兵的神色大变 神色之中甚至露出了一丝惊骇 他的神石捕捉到了这一缕红光的波动 让他浑身汗毛直立 他浑身灵气爆发 愿是境界的灵力被调动 整个密室都发出了一声剧烈的轰鸣 布满了细密的裂缝 吃 受到灵力阻碍 这抹淡红色幽光直接轰然爆发 一股新红的神光猛然充斥了整个密室 一股压抑而爆裂的波动 直接灌入了宇兵体内 开始疯狂吞袭宾体内的灵气和精血 宇兵神色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这抹星红神光太邪义了 在体内迅速吞噬他的气血 想要发展壮大 在体内和他分停抗衡 哪怕以他院士境界的实力 也必须全力出手 想要磨灭体内这一缕一种能量 这是宇龙曾经融入护身玉佩中的的不祥 这种能量邪义非常 能量层次非常高 当初要不是神秘系统 宇龙根本不可能收服这股不祥能量 哼 这股不祥离开了宇龙的不祥之眼 如同无根之瓶 终究被宇兵彻底磨灭 但是此时的宇兵却没有了之前的淡然 他不喜欢这种超出掌控的感觉 在发现宇小月天生法乡之后 他终于想尽办法收下了宇小月为图 而后他还专门调查了他的全部背景资料 父亲早已失踪15年 母亲是普通人 唯一的哥哥被检测出五道资质 根本不值一提 宇兵实在想不出来这一道堪比九品高手权力一击的护身玉佩 怎么会出现在宇小月的腰间 还有刚刚的那股新红色能量 连他都有些胆颤 老师 你要干什么 哪怕宇小月再单纯 此刻也意识到了自己老师的敌意 神色忍不住大变 你马上就会知道 毕竟是院士境界宗师 已经站在了整个华国修行街的顶峰 宇兵很快平复了情绪 他不可能因为自己这样莫须有的猜测 就放弃这次的谋划 莫说是没有踪迹 站着一名院士强者 他也不拒 华国宇佳 可不是随便一个院士强者就可以挑战的 最关键的就是 宇小月体内的法香对他宇佳来说 太重要了 值得他下大手笔压重 他面无表情地开口 本来想让你少说些痛苦 如今看来 怕是不行了 一把抓起宇小月的身体 按在了一旁冰冷的石床上 让他根本动弹不得 手中一把正亮的银刀闪过 闪烁着锐利的锋芒 直接划开了宇小月的小腹 切开了肚气下三寸所在 破 刀锋入肉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宇冰目光深邃 手中掐起神秘的符文 神光闪烁 似乎穿透了空间的壁垒 打开了神秘所在 痛 于小月大声痛呼 眼中全是痛苦和惊恐 他不知道 为什么一只一拉 对自己如师如母的老师 会突然这样对待自己 一团朦胧的神灰 从于小月被切开的伤口处 猛然绽放出来 流转着神秘的波动 映射着无穷奥秘 于冰神色狂热 扔掉手中的银刀 一把将手从伤口 探入于小月腹中 通过符文的力量 他直接将手探入了 于小月的气海之中 啊 于小月在惨叫 这对他来说 无异于最残忍的酷刑 刚刚成型的气海 被院士境界的大手探入 顿时引发了惊涛骇浪 哪怕他的气海在逆天 也无法承受住院士 强者的暴力摧残 轰隆隆 金色的气海在军裂 于冰的大手 直接来到了气海最深处 真的是麻烦 按照古籍之中的秘法记载 这一步必须小心翼翼 不能损伤了九品玉莲的根筋 容不得丝毫偏差 于冰全身灌注 目光如紫电 死死盯着于小月气海中的九品玉莲 好了 终于 于冰发出了野兽般的怒吼 喜悦且兴奋 他将九品玉莲 完整地从于小月气海中剥离 缓缓取出 九品玉莲散发出璀璨神光 照亮整个密室 有一种难言的神性 哪怕还很稚嫩 却可以让人灵魂颤抖 咔嚓 随着九品玉莲彻底离体 于小月的气海失去根基 彻底崩碎 化作了枯寂的废墟 彻底失去灵性 第147章 真正绅士 老师 于小月嗓子都已经寒哑了 但是这间密室 早已经被于冰彻底布置过 他的惨叫声根本传不出去 往日灵动的大眼失去了神采 整个人都失去了最宝贵的灵性 为什么 为什么 于冰神色冷漠地 看了一眼于小月 没有和他说一句话 一把将其拎起来 扔到了密室的角落 长夜 于冰转身 看着门口的阴影处 神色漠然变得柔和 真正的慈爱 光辉出现在他的脸上 不要害怕 就按奶奶说的做 很快就好了 可 可以 可是 这个小姐姐的 会不会死啊 角落阴影中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从黑暗中走出 他的神色有些怯懦 看了一眼于小月的惨状 心中不忍 没关系的 这个小姐姐不会死 于冰柔声安慰道 你不想和家里 其他哥哥姐姐 一起玩吗 只要奶奶 把这朵小莲花 肿进你的身体 很快就可以变得非常厉害 那些平日里欺负你 骂骂你的哥哥姐姐们 再也不敢小觑你 你也不用一个人 你躲在房间里自己玩了 于冰的声音 无比温柔 给孩子描述了一个 无比美好的未来 那好吧 于七夜点点头 他太想和其他哥哥姐姐 一起玩了 听从于冰的指示 他躺在了刚刚于小月的石床上 目光再度落在了于小月身上 小姐姐看上去很痛苦 等我身体好了 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于冰取出了一块软木 让儿子咬住 以防等会的剧痛 让他咬伤舌头 再取出一把崭新的银刀 轻柔地划开于七夜的丹田 这一步 他自己在实验室 重复过无数次 就是为了今天 七夜 你一定要坚持住 当年你父母在外游历 遭遇大敌 你的父亲 拼死让你母亲逃了出来 但是却依旧震动了胎气 生下你之后就立节而亡 导致你先天有缺 身体本源虚弱 无法修行 甚至连正常人的寿命 都无法达到 于冰目光之中有无限哀思 他的儿子儿媳当年 也是于家的天才人物 同辈之中难寻敌手 却陨落得突然 好在老天垂帘 奶奶遇到了天生法相的 顶级天才 我查阅了无数古本古籍 找到了这样的一花接木之法 成功率非常高 好孩子 你一定要忍住 过了今天 不但你的先天缺憾 被补齐 还会拥有惊人的天资 傲视同代 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崛起的脚步 你会直接一飞冲天 成为整个宇家 未来的骄傲 宇冰细声细语地呢喃着 分散于七夜的注意力 让他可以在痛苦中继续坚持 手中的动作丝毫不停 等到宇七夜身上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将另一只手中的 九品玉莲缓缓种下 无数玄妙的符文 神霞在流转 宇冰看着手中的九品玉莲 眼中的炙热更盛 这一天他等了太久了 这一步违背了天道 人伦 但是他不后悔 他此举相当于是给宇家 给人族创造了一个恐怖的天才修士 未来的至尊 甚至有可能问鼎国士 最重要的是 他的孙子从此可以一飞冲天 就算最后被发现 整个宇家也必然会立保他 毕竟在一个废掉的天才 和新生的未来至尊之间做出选择 任何人都不会有第二个答案 七叶 你要坚持住 宇冰一声冷喝 手中祭出玄妙的法 九品玉莲缓缓朝着 宇七叶剖开的丹田 沉默而去 法相璀璨 九品玉莲都在微微颤动 每朵花瓣上都在挥洒神霞 散发出的神性光辉 几乎充斥了整个密室 他在抗拒 这样的光辉 连宇冰布置的隔绝 法阵都不能完全屏蔽 终于 玉莲被种进了宇七叶的气海 瞬息之间 炫目的神性光辉填满了整个气海 宇七叶发出了痛苦的低吼声 神色猙獰 浑身大喊淋漓 七叶 坚持住 宇冰不断地加油打气 神色都有些猙獰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玉莲沉入宇七叶气海 宇冰挥手打出了一道道神红 帮助九品玉莲快速着床 轰隆隆 整个密室都在沸腾 绚烂的神光弥漫整个空间 山河日月 上古凶兽 远古鲜明 金色的闪电和黑色雷霆 无数异象分成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九品玉莲的神光终于收敛 彻底扎根在了 宇七叶的气海深处 和整个气海融为一体 化作神力源泉 成功了 此时的宇七叶 早已经痛得昏死过去 宇冰小心翼翼地 给自己的孙子盖上了棉被 一切尘埃落定 宇冰忍不住仰天长笑 七叶 从今天开始 你将会成为新一代的人族天骄 和你同处一个时代 将会是其他所有天才最大的幸运和不幸 老师 为什么 宇小月神志已经开始模糊 整个人蜷缩在冰冷的地面 耳边传来了 宇冰尖利如夜宵般的长笑 宇冰神色异冷 森染转身 死死地盯着宇小月 目光之中没有丝毫感情 今日之事实在凶险 好在你和七叶都是宇家血脉 同根同源 否则 恐怕十有八九都会失败 宇小月 你可能还不知道 论辈分 你应该叫我一生二一奶 十什么 宇小月神志模糊 但是听到这样的信息 依旧忍不住精神一阵 双目圆瞪 死死地看着宇冰 很震惊是吧 宇冰冷笑一声 你的父亲 叫宇战 是我宇家第二代的杰出弟子 可惜 却仗着天资超绝 离经叛道 妄想颠覆主树之别 最终不被家族所拢 远走到了西南雾城 不愧是我宇家第二代 最杰出的天才 竟然逃过了 我一次又一次的浮沙 直到生下了你们 他只身进了无尽海了无音训 只怕是早就葬身在 某只海兽的腹中 这些宇小月 在自己母亲那里听到了一些 却没想到背后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隐秘 宇小月泪流满面 他更没想到面前 这个宇冰 竟然是真的和他血脉相连的 骨肉亲人 行事起来 却又毒如蛇蟹 按照我的想法 自然是要斩草除根 彻底抹杀你们 却没想到家里 有些老顽固竟然心软了 想要接你们回来 认祖归宗 宇冰冷笑 诺大的宇家 为了你们两兄妹的事情 竟然分为了两派 最后不得不搁置 只派了人在暗中监视你们 却没想到你那个哥哥天赋 稀松平常 你的修行天赋 却如此惊人 竟然是亿万中无一的天生法相 还好当年 没有彻底斩杀你们 否则如今 我的乖孙 哪里能得到这样的机缘 出去身上顽疾 获得无上天资 哈哈哈哈 宇冰猖狂大笑 眼泪都要流出来 片刻后 才终于平静下来 伸出了一口气 唉 果然是年纪大了 人就容易怀旧 如今告诉你这些 也只是二姨奶 最后能为你做的了 让你死得明白 我的乖孙心软 我这个二姨奶 却不得不冷血一血 留着你 终究是个火花 宇冰神色阴森 好在没人知道 他的天生法相资质 没有引来学校的足够重视 正好每年在 闭关突破的密室中 死去的学子不知反几 修行路 本就步步惊险 与小月 闭关突破时生死 再正常不过了 第148章 定局 宇冰神色冰冷地 来到于小月面前 目光之中 有无限杀机 手指轻轻抬起 灵力的能量体炼 在他手心凝聚 如今的宇小月 失去了宇龙的护身玉佩 又没有了天生法相 脆弱得如同凡人 你死了 一切也就完美无瑕了 低声嘻唐 宇冰的嘴角 掀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哄 陡然间 一道恐怖的巨响 从密室门外传来 转瞬之间 密室大门直接被一股距离轰开 烟尘四起 一道浑身拢罩着火红色神光的 雄壮身影冲了进来 宇冰大吃一惊 急忙闪身 站在昏睡的雨漆夜面前 保护他的安危 帝都理学院的闭关密室 都是进行过专门的加固 为了防止学生突破被惊扰 除非学生本人同意 否则哪怕是宗师境界强者 都无法破开大门 只有院士强者可以做到 整个帝都理学院 只有七名院士强者 神火滔天 炙热的温度几乎要融化一切 火红色神光消退 露出一名须发皆白的雄壮老者 老者本来在日常修行 在宇冰强行移植九品玉帘时 玉帘挣扎地拨动于玉 穿透了宇冰布置的隔绝阵法 被老者感知 天生法相 这样的天才太珍贵了 是人族的重要抵御 培养得好的话 甚至可能成为 镇国之无双国事 人妖大战不是短期能结束的 种族之战必将延绵数百年 这时候多出一个国事 对整个华国 整个人族都是巨大的鼓舞 可谁知来到密室门口 老者却感受到了隔绝阵法 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老者直接破开了大门 看到眼前这一幕 哪里还不足知道发生了什么 忍不住目自尽炼 惊天动地的咆哮声音 几乎要挣脱整座密室 贱人 独副 你这是在葬送人族未来 院 院长 这是帝都里学院的院长 在华国修行界中 辈分极高 实力超绝 平日已经不怎么楼面 学院的日常管理 都已经交给了几个副院长 院士境界 实力同样天差地别 初入院士 院士小城 院士大城 院士圆满 于兵就是 一直在院士小城的境界盘缓 再难以寸进 而白发老者 确实早已经踏入了院士 圆满多年 一直在冲击传说中的国事境界 于兵 你实在太恶毒 我要杀你 老者浑身须发皆张 火红色的神光爆发 狂怒不已 神光化作大道锁链 将宇兵浑身捆绑 固定在半空之中 尽管宇兵 同样是院士强者 实力惊天动地 但是在白发老者面前 依旧如同小鸡仔一般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浑身灵气爆发 无数恐怖的法迹处 依旧无法正开锁链 院士圆满 和小城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天渊之别 不要伤到我儿 宇兵挣扎着 害怕余波伤及昏睡的宇七夜 毒妇 老夫还不会对一个 幼稚孩童出手 但是你 必死 白发老者暴怒 皇府院长 请息怒 陡然间 又一名老者 从大门外走进来 浑身散发着金黄色的万丈光芒 虽然无比年迈 双目之中却有刺目的神光 像一头黄金狮子一般 隐隐可以和皇府院长争锋 于老大 你一直都在这里 守着吧 皇府院长神色森染 他肺都要气炸了 你们宇家 在我帝都理学院犯下 这样滔天的罪面 如此残害 我学院的天才学子 到底是谁给了你们底气 请息怒 于老大神色平静 严格上来说 这是我们宇家的家事 不过是发生在了你们理学院罢了 于老大拿出一本 金光璀璨的族谱 他们宇家传承 至今已经千多年 人口众多 远远流长 此女小院 其父亲 正是我宇家二代族人宇战 在修行界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家族内部之事 尤其自行解决 名不举官不究 现在于老大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这是我宇家家事 和你帝都理学院 皇府院长无关 哼 竟然是宇战之女 皇府院长神色一灵 他也知道 十多年前那段往事 当奶奶你们逼走 宇战还不够 如今还来残害七子四 这就是你们 宇家的家风吗 百年前 宇家十节血战无尽海 是何等的英雄豪迈 没想到十一世异 如今你们宇家 已经是这副光景 皇府院长的话 顿时让宇老大冷了脸 哼 我宇家之事 不劳院长操心 如今 人族少了一个 天生法相的宇小月 却多了一个 天生法相的宇七叶 于人族而言 并不亏 宇老大 是宇兵的父亲 自然愿意看到自己这一脉 出现一个绝世天才 振兴家族 是 对人族不亏 你宇家更是大赚 但是这个小姑娘 又何其无辜 既然都是你宇家族人 马上挖出其法相 重新种回她的体内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皇府院长依旧愤怒 他实在没想到 还会有这样 惨绝人寰之事 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 妈 哥 与小月的意识 越来越模糊 下意识地呼唤着 自己最亲人的名字 可怜的孩子 皇府院长一把将与小月抱起 运转灵力神光 散发出耀眼的霞光 将与小月包裹 滋补他虚弱的身体 皇府院长 你也看到了 这个孩子 浑身本源流失严重 恐怕极有可能早腰 就算将法相 重新种回其体内 已经破败的气海 也不可能滋养法相 只会彻底枯萎 与老大平静地 叙述着一个事实 事已成定局 不可能更改 与其法相枯萎 彻底消散 不如保住 新生的人族天骄 人妖之战已经打响 每一份战力都弥足珍贵 皇府院长久久无言 陡然间 大手一挥 将被束缚在半空的 与兵猛然甩出 直接撞在了 密室的墙壁上 发出一声轰鸣 与兵直接大口咳血 与老大看着神色变换的 皇府院长 再度开口 老十一 已经必死关多年 上个月传讯 说心有所感 会必死关一年 与家他们这一辈 天分最高者 就是排名十一的与文轩 青天间都曾经断言 他是最可能下一个 踏入国事境界的人族之休 没想到这么快就心有所感 要突破了 一旦成功 将会成为 又一人族制强者 与家 也会被带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皇府院长心中 一声长叹 漠然转身 抱着于小月 离开了密室 他知道 这件事情 多半是就此定局 难以更改了 与兵看着 被抱走的于小月 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于老大眼神制止 于老大看着 即将消失在门外的 皇府院长 朗声道 皇府院长 人妖大战迸发 天生法相之势 万万不可暴露 以免引起妖族注意 天才妖者 第149章 王素素的主权宣告 大西南 如今已经距离 大地震的发生 过去了一个月时间 惊天动地的波动 已经缓缓平息 只是给在这片 大地留下的创伤 依旧触目惊心 但是华国人 是这个星球上 最吃苦耐劳的种族 无论多么巨大的灾难 都无法压垮他们的脊梁 于废墟中 重建家园的工作 早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 在远离普通人的地方 一场场厮杀 同样在上演 这些人同样也是 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 人妖之战已经开始 而在大西南 横断山脉中心 已经彻底沦为了一片废墟 那些曾经的妖兽王者 早已经被西部战区的 热武器风暴 轰尘粉碎 整个横断山脉 更是被军部成建制的部队 离了一遍又一遍 但是在靠近山脉的 这片广袤大西南 依旧有一些低阶妖兽 侥幸存活 司机准备 冲向平原之中的人族聚居区 学术 阵龙发聩 一处密林之中 一行三人 在围杀一只落单的二品妖兽 一名女子爆发一声娇和 一道绚烂的神光 直接将这只妖兽斩杀 胸艳滔天的二品 妖兽妖躯 轰然倒塌 眼中凶光瞬间泯灭 生机消散 学妹 你这招学术 的确是不同凡响啊 另一名男子目中露出惊异的光 她没想到 这个菱形前刚刚突破的学妹 实力竟然这么强劲 这很惊人 张明磊 怎么 你眼睛都看直了 另一名女子毫不留情地嘲讽道 快把你的哈喇子擦一擦 恶心死个人 原来男子 就是上一届阳中的传奇学长 张明磊 她此时已经突破了二品学者 咱们素素 可是开创了整个理学 修行史的先河 开辟汽海之时 一举踏破两镜 成为二品学者 这样的成绩 可是超过了 你去年的成绩哦 也不知道你们阳中 是什么好地方 净出现你们这样的妖孽 我有空的去转转 万一是学校下面 买有几品灵脉呢 女子大大咧咧地道 她的天分也是上家 大四已经是二品学者巅峰 但是和身边的两个妖孽相比 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了 丹丹姐 明磊学长 你们就不要笑话我了 王素素羞涩地摆了摆手 和你们比起来 我还是太嫩了 一路走来 要不是为了陪我适应 你们早就到更前面去了 哈哈 大家都是同学 咱们还是高中同学家老乡 不用这么见外 张明磊风神俊朗 见眉心目 此刻微微一笑 很是迷人 我得个去 老夫的少女心都跳动起来了 杨丹丹呆了一瞬 而后下意识地吞了口口水 目光像是钩子一样 挂在张明磊身上 可惜你太小了 要是再大点 老夫就来倒追你了 杨丹丹性格很大胆泼辣 丝毫不掩饰 说的话让王素素都面红耳赤 就连张明磊也有些招架不住 杨丹丹目光从张明磊身上移开 看向王素素 促侠地笑道 素素 你这么优秀 还没有男朋友吧 看看咱们的明磊小弟弟 还有没有机会 此言一出 连张明磊的目光 都不露痕迹地飘了过来 他和王素素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雾城的中云山 他的父亲王百川七品学者实力 身为雾城教育局局长 在雾城也是上流 但是却没有放在张明磊眼里 他太自信了 他相信自己的修行路 可以走到极高的地步 至少不会在七品学者 这里止步 回到雾城之后 张明磊早已经将雾城的事 抛在脑后 唯独那个被王百川 当面羞辱的少年 还偶尔会浮现在他眼前 等他再次听到王素素的名字时 竟然是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 那个小女孩竟然天资惊人 可以和他媲美 等到前几天 他更是直接在 闭关地开辟弃海的时候 直接破入了二品学者境界 这样的事情古来少有 惊动了学院中很多大人物 本来这样的天才不会 被派到西南前线 而是要继续培养 等到气象惊人之后再走出 只是王素素强烈要求 必须来大西南 这才分配在了他这个组 这样的天才少女 是张明磊心中的理想性 修行天资惊人 可以跟上自己的脚步 一起去看到更高处的风景 所以张明磊心中也有些期待 如果王素素是单身 那么他就会开始展开 自己的追求攻势 单单解 王素素不一地开口 他只感觉双脸滚烫 而后深吸一口气 似乎再给自己加油打气 我 我有男朋友 他的声音小得如同蚊子 哦 杨丹丹声音提高了一个档次 几人都是修行者 武时敏锐 自然听清楚了他的声音 什么样的男孩子 竟然可以把我们素素追到手 他 他叫羽龙 是我的高中同学 现在在物成五大 物成五大 杨丹丹声音低了下来 他虽然性格大胆泼辣 却不是尖酸刻薄之人 他没想到 王素素的男朋友 竟然是一个物成五大的舞蹈修行者 若是王素素的天赋 差些还好说 以现在王素素展现出来的天赋 恐怕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和舞者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 差距太大了 这样的伴侣 怎么能够长久 是之前中云山上那个少年吗 张明磊默然开口 他现在突然想起来 那次在中云山 被王百川当面羞辱的少年 名字就叫做羽龙 嗯 是的 王素素点了点头 回忆起自己和羽龙的相识 脸上露出了点点笑意 哟 那我们可要找几乎去乌城认识认识这位羽龙了 看看是怎么样的人 竟然把咱们素素的心都骗走了 杨丹丹看着满脸通红的王素素 笑着摇头 又是一个陷入盲目爱情的傻丫头 一如自己当年 不用去乌城 在西南大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 他就来灾区了 我就是想过来找他的 王素素懦懦地解释 哈哈 杨丹丹哈哈大笑 原来你历练世家 专门过来 私会情郎是真 不是的 我没有 别瞎说 王素素急得不行 也是心中暗恨自己 自己怎么就这样 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呢 一点都不惊齿二维 要是被那个家伙知道了 肯定又要笑我了 但是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 想要大声宣告自己的主权 让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自己的男朋友叫羽龙 素素 我跟你说 杨丹丹正要说话 突然从远处森林中 传来一阵痛苦的嘶吼 让三人神色一变 聂绰 去死吧 第150章 再见了 这道声音极为突然 瞬间打断了三人的闲聊 三人身形如电 快速朝着嘶吼声 传来的方向掠去 滚 三人还没看到人 一声巨大的怒吼声音 再度炸响 一股凌厉的进风扑面来 似乎战况很惨烈 轰隆 妖兽的咆哮 和人的嘶吼 在这片山林中起伏 是前方有舞者 被三只妖兽在追杀 终于 走在最前方的张明磊 最先看清前方的情形 当即忍不住神色大变 是三只五品妖兽 五品妖兽 对于他们来说太强了 根本不能匹敌 三人顿时一动不敢动 一旦引起了前方妖兽的注意 哪怕一头五品妖兽 也不是他们 现在可以抗衡的 难道我们做事此人 被杀不成 三人藏身在灌木丛中 性格大胆泼辣的杨丹丹 此时也是沉声开口 他看得分明 前方那个舞者 已经浑身浴血 只能苦苦支撑 很快就会被三只妖兽 追上为杀 那个少年很年轻 看上去和他们同龄 马德 这里怎么可能 还会有五品妖兽 还成群结队 这是见鬼了吗 严席很愤怒 一个月前地震爆发的时候 他专门动用了 自己父亲的关系 让自己可以插队 来最前线抗震救灾 那个时候 他父亲就曾经 告诉了他一些秘星 这次的地震背后 很可能有妖族的谋划 但是他不拒 他要在血与火之中 将自身磨练出来 走到五道之墙 一个月时间 他同样接到了紧急征召令 在横断山脉前线浴血 等到崇祖母皇被诛杀后 所有军部部队 和社会修饰中的强者 全部被征召 离开西南 前往真正的战争前线 只有他们这些中 低阶舞者 他们原地解散 自由行动 沿袭的行程 就变成了猎杀这片山脉中 那些幸存下来的低阶妖兽 这一个月来 他的实力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哪怕遇到五品妖兽 同样可以镇压 在如今的大西南 几乎可以横行 要不是前几天重伤在身 哪怕会让你们这几头畜生 如此嚣张 但是事实就是这么无常 沿袭的运气 不知是好还是坏 他竟然在今天 遇到了三只成群结队的五品妖兽 偏偏还是在他重伤未遇的时候 这太可怕了 沿袭当即认怂 神色大变 转身就逃 但是却没想到 这三只妖兽紧追不舍 哪怕他全力奔逃 依旧无法甩开 身后三只五品妖兽不时爆发出神光 灵力的妖气隐藏着恐怖的杀机 他很快就全身不满伤痕 杀 沿袭双目通红 只能埋头奔逃 如今他的实力大损 一旦被三只五品妖兽围住的他 恐怕不会再有生机 砰砰砰 全境迸发 七千斗气血爆发 沿袭猛然回头 想要重创一头五品妖兽 可惜 虽然招式杀气森森 却全被三只五品妖兽挡下 其中一只利爪 飞出一道气血劲道 直接将沿袭轰入地下 大口咳血 三只妖兽眼中 竟然露出了人性化的细血之色 他们似乎不急着扑杀沿袭 而是在戏耍他 如同猫捉老鼠 他们是横断山脉的妖兽 千年以来 他们一族已经被人族镇压了太久 如今骤然得到解放 自然要把根植于血脉记忆中的怨恨 发泄在沿袭身上 我们就这么看着吗 不做点什么 杨丹丹愤怒地低吼 双手紧紧握拳 手臂轻轻抱起 似乎随时要爆发 可是我们实力太低了 面对这三只五品妖兽 根本没有办法威胁到他们 反而只会把我们自己搭进去 张明磊沉声说道 他心中同样愤怒 但是李志告诉他 根本不能出手 五品妖兽 他们没有还手之力 意外的是 奔逃起来慌不择路的沿袭 竟然误打误撞 朝着张明磊几人所在的地方跑来 张明磊等人神色变了 一旦被发现 他们同样会有巨大的危机 走 张明磊一声低吼 三人顾不上隐藏 直接从草丛中一跃而出 杨丹丹和王素素二人转头就跑 令人意外的是 张明磊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逃离 而是目光冰冷如电 右手在虚空中虚抓 一道灵力的电弧 直接从手掌中迸发 学术 雷霆之怒 张明磊一声低吼 集合了全身的精气神 发出了自己的志强一击 将手中的电弧 直接扔向了追在最前面的五品妖兽 噼里啪啦 小小的电弧 竟然有巨大的能量 将前方的五品妖兽护体 妖气击散 妖躯表皮垫的皮开肉绽 发出一声惨呼 严玺和身后妖兽的距离 顿时拉大了一些 张明磊这家伙 竟然已经突破到了三品学者 身后的杨丹丹 看到张明磊的权力爆发 顿时吃了一惊 张明磊在外表露的 一直是二品学者修为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突破了三品 三品学者的学术威能 可以威胁到四品妖兽 甩出这一击最强攻击之后 张明磊甚至都没看最终的战果 直接转身就逃 看什么 快跑 张明磊大吼 但是张明磊的学术 将领头的五品妖兽激怒 他大吼一声 竟然直接舍弃了言喜 而是直接抄着他们三人扑来 吼 三只凶兽在低吼 露出锋利的獠牙 妖气滔天 朝着张明磊几人 就要震杀而来 恐怖的杀鸡 直接笼罩了张明磊三人全身 妖兽的巨大妖气领域压制之下 实力相差悬殊的他们 身形地球鹅 都几乎被凝制 突然从草丛中 蹦射出来的三人 直接抄着言喜身后的压力 顿时诡异一松 但是张明磊没想到 火力全部被这三人吸引走了 此时言喜可以直接离开 但是他挣扎了一瞬 终究是没有这样的觉悟 直接朝着张明磊三人扑去 某种意义上 三人是因为他引出了五品妖兽 才遭遇到这样的劫难 他没办法做到视若无睹 马德 这都是什么事啊 言喜大侯 全身的气血爆发 筋骨发出一阵阵 噼噼啪啪的脆响 他必须搏命一击了 哪怕生死 也要拉一头妖兽陪葬 砰砰砰 气血全境和妖气 在虚空中交缠 四道人影 直接像炮弹一样 倒飞而出 实力差距太大了 一旦陷入这三头五品妖兽围攻 他们根本没有生机 妖兽不会因为你是理学修行者 就多看几眼 哈哈 几位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 大家就要一起死了 这缘分 真是妙不可言啊 言喜大笑不已 整个手臂都在微微颤抖 刚刚那一拳巨大的反阵 将他的左臂手骨崩断 站立再度下滑 啊 王素素眼中全是惊恐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直面死亡 这种压抑的感觉 让他感觉窒息 他疯狂爆发自己的灵力 各种学术轰出 却如同泥牛入海 直接被他们的护身妖气 化解与无形 实力差距太大了 恐怖的妖气 彻底笼罩了这片虚空 几人靠在一起 只能眼睁睁看着妖气滑落 终结他们的性命 羽龙 在生死关头 王素素下意识喊出了 自己日夜思念的那个名字 来大西南这么多天都没有找到你 可惜 自己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找到 我的尸体 就算找到了 被妖兽撕碎之后的尸体 也很难看吧 一念及此 王素素心中有无限的遗憾和不舍 他很想再见羽龙一面 可惜已经不可能 羽龙 再见了 第151章 沿袭的真正实力 人妖大战 最激烈的地方 就是在无尽海和大陆之间的漫长海岸线 每时每刻 都有无数的妖族被震杀 同样也有数不清的人族俊燕被撕碎 这就是种族之战 没有丝毫缓和的余地 哪怕是在远离战争前线的大后方 同样如此 王素素面前的妖气冲天 有森森杀气 面对三只无品妖兽 他根本没办法反抗 杀 张明磊双目通红 却是不甘心引颈受禄 想要爆发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各种学术 不要前世地洒出去 杨丹丹身为学姐 同样站在了王素素面前 想要保护这个可爱的小妹妹 灵气光芒和妖气缠绕 却无法撼动三大无品 妖兽分毫 哄 众人之中 实力最强的严禧体内 突然传来一声咔嚓的脆响 浑身突然爆发血泥的神光 那是撕裂人体枷锁之时 才会出现的生命本源 实力竟然再度突破 灵阵突破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严禧心中的怒气太重了 直接引起了体内诸天怒气系统的疯狂刷新 一股股澎湃的能量涌入体内 严禧直接突破到了无品无者 终于突破了 严禧忍不住泪流满面 自从被羽龙镇压之后 她的体内就突然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诸天怒气系统 她本以为这是天大的机缘造化 可以让自己快速变强 很快就会王者归来 将羽龙踩在脚下 可惜她猜中了开头 后续的发展却有些超出她的预料 这一个月来 她体内的气血都在疯狂暴涨 从七千大关直接破了两万 这很惊人 让她欣喜若狂 但是没想到 虽然她的气血不断上涨 体内的境界却一直不能突破 第五道枷锁 坚硬如神铁 根本不能冲破 三天前 她更是想要强行冲关 调动两万痘气血 想要撕开体内枷锁 却冲关失败 找到反噬 整个人处于重伤状态 这也是她 为什么会被三只五品 妖兽逼到这种窘迫的地步 这种空有一身 实力却要被憋屈死的感觉 让她怒气冲天 正是这股怒气 似乎再度激活了 诸天怒气系统 让她终于突破了 体内的这一步 澎湃的生命本源 汹涌而出 瞬息之间 就将她体内的伤势治愈 整个人瞬间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哈哈 一声长啸震耳欲聋 一道浓郁至极的气血 常驻直冲云霄 沿喜的气血暴涨 直接达到了五万斗气血 这样的实力面前 这三只五品妖兽 和小鸡仔 几乎没有区别 砰砰砰 沿喜反手为云 澎湃的全境爆发 将三只妖兽 直接轰飞 本来以为必死无疑的张明磊 三人 直接被眼前突生的巨变惊呆 这太吓人了 沿喜宛若神明 直接将眼前的三只五品妖兽 像是拍苍蝇一样 存在全部拍飞 你们追杀爷爷这么久 现在 就该以死相报了 沿喜浑身杀鸡激荡 胸口的怒火 要彻底宣泄 哄 脚下重重踩在地面上 踩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沿喜像是炮弹一般 直接砸向了其中一头五品妖兽 就是他 闹得最欢 碰 一拳重重落在这只妖兽的头颅之上 硕大的兽头 如同一只熟透的西瓜 一般被生生打烂 瞬间失去生机 猙獰的卢盖骨 和脑浆四箭飞射 衬托的沿喜 如同从地狱走出的魔神 尖刺情景 另外两头妖兽 直接被吓得魂飞魄散 野兽敏锐的直觉 让他们感觉到了刺骨的危机 只想马上逃离这里 可惜实力暴涨的沿喜 却没有放过他们的打算 身形如电 直接朝着另外 两只妖兽扑杀而去 几乎没有什么悬念 刚刚还妖气冲天的 两只妖兽 瞬间变成了 巨大的肉扇倒在地上 呼呼 动作如雷霆一般斩杀三只妖兽之后 沿喜双目微合 站在原地久久不动 只有呼吸声如虎啸 他在适应体内暴涨的修为 刚刚全力出手 斩杀三只五品妖兽 体内的气血沸腾如大僵 张明磊三人 看着刚刚还杀气滔天的三只五品妖兽 在瞬息之间被震杀 都有些没回过神来 在上一刻 他们马上就要 葬身在兽爪之下 结果下一刻 严禧直接爆发 惊天威势 将妖兽斩杀 这位道友 张明磊回过神来 客气上前问道 我叫张明磊 这是杨丹丹 王素素 我们是帝都里学院学生 今天我们也算是共患难过了 不知道有怎么称呼 嗯 严禧双目 微微张开一条缝 浓烈的金光爆发 给了张明磊 几人巨大的压力 他的实力 暴涨得太厉害 他现在还无法完全反扑归真 控制暴涨的气息 舞者和学者之间的差距 主要是指同阶 如严禧这般境界和实力 都远远超过张明磊他们时 地位的尊崇 就不是以理学修行论 而是最根本的实力 严禧丹丹开口 我叫严禧 是务城武大的 务城武大 杨丹丹低声惊呼了一声 下意识看向了身边的王素素 又恢复了他的促侠本性 这可是你想好的校友 还不赶紧去问问 丹丹姐 王素素大感吃不消 自己在他们面前 可以大方地宣告自己的男朋友 是羽龙 但是在一个 毫不认识的陌生人面前 他很难为情 那个家伙 还在电视上说是什么 务城武大第一天才 现在面前 这个人这么恐怖 又如此年轻 恐怕才是真正的 务城第一天才 有什么问题吗 严禧皱了皱眉 他看着面前 三人的反应 难道是这群名校贵子 看不上自己武道学院出身 这种隐隐的歧视恋 虽然已经被法律废除 却一直根治在人心之中 是这样 杨丹丹对着严禧笑道 我们有一个朋友叫羽龙 也在你们务城武大读书 是大义新生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杨丹丹有自己的打算 他们是理学之修 本来不用如此热忱 但是如果可以 今天让王素素的男朋友羽龙 和严禧这样的强者产生联系 对羽龙以后的修行路 会有很大的帮助 哦 我平日比较喜欢闭关 学院里 绝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 严禧淡淡道 他的确一直喜欢闭关 除了空灵女神萧羽莫 和弟弟严洋洋 其他人 他几乎不接触 他叫什么名字 羽龙 第152章 我喜欢的男人 嗯 羽龙 听到这个名字 严禧骤然浑身一紧 眼中的神光暴闪 直视 压迫性极强的目光 扫过王素素 让人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你是羽龙的女朋友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遇到羽龙的女朋友 这个名字这一个月 来把他压得喘不过气 这也是他 旱不畏死在这片危险之地 游荡得到原因 他要变强 如今 他的实力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 等回到学校之后 再度挑战羽龙 把自己失去的东西 再拿回来 请问 你有见到羽龙吗 我们来这里好多天了 一直不曾看到 王素素怯生生地问 尽管比不上东方的海岸线 但是在大西南 对于他们 这些低阶修士 同样是步步危机 在横断山脉 除了卫星电话 根本没有其他联络方式 王素素 很担心羽龙的安危 我们一起 从物城机场 飞来大西南 但是落脚点 却不是一个地方 中间不曾有碰面 严玺摇了摇头 尽管他现在自信 自己可以打败羽龙 但是他 依然从心底深处 承认了羽龙的强悍 你不用担心 在大西南 他没那么容易死的 等我遇到他 会告诉他 你们在找他 话必 严玺就转身朝着 丛林深处走去 你要去哪里 看到严玺要走 杨丹丹神色一变 急忙开口 刚刚严玺爆裂的身影 牢牢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让他这颗老麦的心 竟然再次复苏 不管了不管了 就算比我小 老娘也认了 杨丹丹在心中大叫 一双凤眼 死死地盯着严玺 刚刚对张明磊说的那番话 瞬间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目光像是一把 把刀子一般 朝着严玺扔过去 这种眼神太炙热了 哪怕强悍如严玺 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 脚下快走了两步 你是单身吗 肯定是单身吧 你的取向正常吗 肯定是正常吧 我长得漂亮吗 肯定是漂亮吧 杨丹丹鼓起了勇气 步步紧逼 用最大胆的话语 表达自己心中 最真实的念头 天拉落 老夫竟然一见钟情了 是无辙也不管了 哪怕她现在 告诉我她是个女人 我也不管了 杨丹丹心中大声嘶吼 不断给自己打气 她感觉自己体内的磁性荷尔蒙 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分泌 刺激她的脑垂体 真是上头啊 王素素此时 更是以一种 看着英雄的崇拜眼神 看着杨丹丹 她觉得这太酷了 自己永远都做不到 而身为当事人 面对三只 无品妖兽 都雷厉风行 直接震杀的延续 面对大胆泼辣的杨丹 她竟然完全招架不住 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在物城五大 她只对空灵女神骁 语莫有好感 主动表白之后 却惨遭拒绝 除此之外 她再没有半分的恋爱经验 因此 此时代的杨丹丹 也给延喜造成了一种 特别奇怪的体验 让她有些心慌慌 深吸一口气 延喜急忙运转 周身气血 平复自己的心绪 终于开口 你刚刚问我什么 嗯 杨丹丹一愣 我问你我长得漂亮吗 不是 第一个问题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斩妖 延喜现在身怀诸天怒气系统 心中暴富无限大 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 刚走了几步又停下 回头看了一眼三人 你们的实力太低了 尽管是理学修士 在这片山脉中同样难以生存 早点回去吧 这场人妖之战 像他们这样的学生 尽管有满腔的报国之心 但是在修行境界 战斗经验上 都丝毫没有竞争力 这些战斗 终究还是要交给那些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强者 不论他们这些低阶修者 还是那些灵智蒙昧的低阶妖兽 都是被那些站在云端的大人物 随意落下的几枚弦子 可有可无 但是我这颗棋子 却在以超出你们想象的速度成长 延喜目光看向虚空 他要尽可能地变强 变强再变强 面对坚决离去的延喜 他们没有资格阻止 本来他们也就不过是 萍水相逢的一面之缘吧 等等 杨丹丹再出惊人举动 竟然直接朝着延喜冲了过去 我和你一起走 你 延喜皱起眉头 想要开口说什么 却直接打断 杨丹丹摆了摆手 我不需要你专门出手保护我 在你喜欢上我之前 我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困扰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 哪怕因此而死 也不会后悔 杨丹丹很真实 爱得真实 恨得真实 随便你吧 延喜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是只要他速度已提上来 杨丹丹根本不可能追上他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 让这个女子知道 社会的险恶 就在他准备爆发气血 全速离开的时候 前方密林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 杀鸡害人的气息波动 这道波动出现得太突然了 直接锁定了延喜四人 是谁 竟敢震杀我 一道杀气暴烈的咆哮声 在众人耳边炸响 如同惊雷一般 除了延喜之外 三人都是头脑纷猛 嗡嗡作响 心神都未知夺 只有延喜面露亥然之色 这是惹出了什么怪物 以他如今的实力 六瓶妖兽都足以一战 可是这突然出现 笼罩他全身的恐怖气机 浑身汗毛都瞬间炸弃 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 控制他的身形 这种压制太强烈了 高阶妖兽 这是高阶妖兽 延喜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 在大西南 竟然还会有七阶妖兽幸存 这种层次的妖兽 应该早就被军部部队 清理掉了才对 这道恐怖气机的主人速度很快 数息时间就出现在了延喜面前 这是一头吊金白鹅大虫 他一个月前那场大好劫之中 一直躲在自己的老巢瑟瑟发抖 又极其幸运 不曾被察觉 让他躲过了那场颇天的大祸 如今的他在大西南 是当之无愧的兽王 可以号令百兽 却没想到 自己的毒子会突然死去 当看到延喜的时候 他身上的杀气更加浓烈 七品妖兽的灵爵很敏锐 他已经感受到了 延喜身上强烈的血腥气味 那是他的血脉 好 大虫在嘶吼 要立刻将延喜斩鲨鱼脚下 哄 气泻全面爆发 延喜体内五万痘气血 而瞬间暴动 直接撑开了 所谓的高阶妖兽的领域压制 但是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一旦转身面对 这头七品妖兽境界的白鹅大虫 恐怕会死得更更快 杀 延喜大吼 五万痘气血凝聚成气血劲道 朝着妖兽蜂拥而出 碰 密林之中 山石和老树被交手的余波 纷纷碾碎 张明磊三人 更是不得不急忙后退 否则这样的余波落到他们身上 随时可能会中伤 但是 二者的差距太大了 大到根本没有 可以弥补的可能性 延喜 把自身的怒气拔 升到了最大 想要神秘系统 再度分泌出神秘能量 白鹅大虫背后 泪生双翅 身形竟然短暂的离空而起 速度极快 体内妖气爆发 一道道怨灵一般的黑光 朝着延喜扑杀而去 如虎天翼 为虎作唱 延喜双目凝重 想要躲开这一次的扑杀 身形在大虫的领域之中 移动速度大减 根本躲不过去 扑 这一击是大力尘 延喜直接被先飞十丈远 身形一连撞倒了树棵古树 最后嵌入一块巨石之中 终于停下了脚步 嗨嗨 延喜大口咳血 浑身上下的骨头 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站都站不起来 住手 住手 站在一旁的杨丹丹 神色大变 看着重伤可血的延喜大声痛呼 碰 杨丰狂挣扎 全力挣脱之下 竟然挣脱了领域的束缚 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延喜面前 张开双臂 将延喜挡在身后 神色金黄地看着妖气滔天 缓缓走来的白鹅大虫 倔强地开口 不要杀他 丹丹姐 王素素和张明磊 都是目次欲裂 艰难地 在欺品妖兽的领域的移动 你这个蠢女 重伤的延喜 没想到杨丹丹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挣扎着想要 站起来 却无法做到 杨丹丹猛然回头 怒吼了一声 给老娘闭嘴 好 白鹅大虫 缓缓来到了杨丹丹面前 眼中凶光大盛 她不动面前 这个女子的心事 她只知道自己的丧子之痛 必须要在场所有人族的鲜血 来冲刷 杨真真娇躯 像是打摆子一样 不停地颤抖 她从没有和一只欺品妖兽 相隔这么近 她甚至可以看到 大虫湖口中的咸水 畜生 我知道你听不懂人话 但是这个人 是老娘喜欢的男人 必须要比我厚死 杨丹丹不会天真的 以为自己 真的可以以身似虎 换来延喜的活命 王素素和张明磊 都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这一幕 他们实在不愿意看到 延喜的眼眶都撕裂出血 死死地看着杨丹丹的背影 蠢女人 你给我滚啊 滚啊 延喜大声咆哮 体内的伤势被引动 不由大口咳血 漠然间 一道轻笑声 在虚空中响起 哼哼 延喜 对女士这么粗鲁 可不是一个绅士的做法呀 第153章 第十道枷锁 这道声音如沐春风 瞬息之间 就传遍了几人的耳边 这是 听到这个声音的刹那 王素素心就直接揪了起来 太熟悉了 他瞬间就听了出来 快跑 不要过来 王素素神色大变 声嘶力竭的大吼 甚至嗓子直接破音 这里可是有七品妖兽的存在啊 连延喜都毫无抵抗之力 更何况羽龙 素素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可是物成五大的第一高手 你怎么总是不相信呢 此时 王素素陡然发现 笼罩自己全身的妖兽领域 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不见 就像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一样 刚刚还摇起滔天的七品 妖兽大虫此时 竟然像一只小猫一样 匍匐在地上 尾巴牢牢地夹在双骨之间 瑟瑟发抖 看不出一丝 刚刚凶艳滔天的模样 杨丹丹 同样被眼前的巨变 惊得目瞪口呆 双目圆瞪 全是不敢相信 肯定是什么前辈 高人在路过 杨丹丹心中肯定 连人影都没有看到 就能镇压一只七品妖兽 这样的神仙手段 恐怕至少 都是九品学者 甚至是宗师 不可能 不可能 而听到声音的延喜 同样是神色变换不定 目光牢牢地看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 想要印证自己的猜测 那个他最不愿意相信的猜测 不多时 一道人影 出现从黑暗中走出 静止来到了 王素素身边 轻声一笑 揉了揉他的脑袋 怎么 看傻了 不认识我了 王素素呆滞了瞬间 而后猛然抱紧了羽龙 直接放声大哭 你这个混蛋 混蛋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就跑到西南来 你知道 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发疯了一样的修行 终于突破到了二品学者 可以来找你 为什么这么久 都没找到你 刚刚我们差点 就要死了 差点我就再见不到你了 王素素 语无伦次地哭诉着 今天就像坐过山车一般 生生死死 他的心弦 已经被绷到了极致 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羽龙没有说话 只是用力地抱住 怀中的女子 让他尽情地哭泣 片刻之后 轻声开口 都是我不好 我以后 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你还想丢下我 做梦 你要是敢丢下我 我化成鬼 也会缠着你 哼 王素素 恶狠狠地威胁羽龙 情绪发泄过后 却是才意识到身边 还有几个特大 耗电灯泡 自己刚刚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做出了这样大胆的举动 简直羞死人 他现在只想藏到地缝里 羽龙 你还是当初那个 中云山的少年吗 等二人温存过后 张明磊再感慨开口 这是他和羽龙的 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就是在中云山 那个时候的羽龙 不过是一个看上去 有些特别的少年 张明磊没有想到 不过短短半年 羽龙竟然会走到 现在的道路 这太不可思议了 那只七品妖兽 是怎么被你制服的 你的实力 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张明磊好奇地问 哼哼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这只七品妖兽 是被我隔空镇压的吧 羽龙惊讶地挑了挑眉 而后苦笑道 我还是个大义学生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他决定继续藏桌 适当地露出锋芒 表现为一个难得的修行天才 可以得到更多的修行资源 但是一旦抄前的太多 抄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 抄出了古史的记载 那就是妖孽 会引起很多人 内心深处的恐惧 大 羽龙打了一个响指 匍匐在地的七品妖兽 骤然发出一声 凄厉的哀鸣 而后彻底失去生机 倒在地上 而从他的眼中 飞出了一只 巴掌大小的黑色甲虫 头部长着猙獰的巨大口气 随着这只小虫的飞出 原本有丈高的大虫妖躯 顿时像是泄气的气球 一般扁了下去 这只大虫体内的血肉 已经全部被小虫吞噬一空 羽龙瘫在手掌 这只小虫通灵地 落在了他的掌心 半个月之前 我在横断山脉深处 救了一个白发老者 他在临走之时 送给了我这样一只小虫 说是九品妖兽 可以保护 我在横断山脉中的安全 九品妖兽 在场几人都发出了惊叹声 难怪可以 轻易震杀七品妖兽 几人心中感叹不知道 自己何时才能遇到这样的机缘 连身躯一直紧绷的沿袭 都放松了精神 那些不过是外物罢了 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实力 修为最重要 他刚刚险些崩溃的信心 再度凝聚 看着几人的反应 羽龙暗自点头 自从一个月前 现在重组母皇的意识海 开始和他争夺 其灵魂的掌控权 历经数次惊险 魂魄险些消散的羽龙 终于把奴印 彻底种在了母皇灵魂深处 这个过程足足花了二十多天 从此时起 这种堪比宗师强者的妖 将彻底被他所掌控 但是 是一只重伤冰死的妖僵 羽龙不敢耽搁 带着他 重新回到了横断山脉地底的灵脉之中 当初的大战 这条灵脉直接被击穿 断裂成了几节 但是羽龙回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这条灵脉 被人用大神通 强行拼合在了一起 靠着灵脉自身慢慢愈合 羽龙将重伤的 接受其滋养 足足七天才稳定了伤势 至少还需要浸泡在灵脉中几个月 伤势才能彻底痊愈 这七天 羽龙浸泡在灵脉中同样收获巨大 看到母皇伤势稳定之后 羽龙就让其勉力孵化出了 三只九品铁甲飞虫 而后离开了灵脉 这是他为王素素 与小月和死胖子准备的护身妖兽 没想到 刚刚走出灵脉 就感知到了王素素几人 遇到了这样的危机 急忙出手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杜撰一个不存在的白发老者 也可以将手中的九品妖兽解释通 让他继续隐藏自己的实力 经过大半个月的精神厮杀 羽龙的精神发生了惊人的蜕变 脑郁暴涨 又在灵脉中浸泡了七天 收获得灵能滔天 气血 999999痘 脑郁 49万念 灵能 40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入门 容如全意 入门 秩序 一层圆满 不祥之眼 入门 在灵脉的七天里 他已经打破了全身九道枷锁 但是气血 却意外地停滞在了 999999斗 似乎这是冥冥之中 针对五秀的大道枷锁 不允许被打破 但是他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实 在眉心之间 黄庭的最深处 赫然存在着第十道枷锁 坚硬如上古神铁 哪怕羽龙以 近百万斗气血冲击 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 纹丝不动 第154章 不安 颜喜 你没死吧 羽龙目光凝聚在手中 一道道可怕的射人的 在眼球之中生灭 挥手甩出一道气血能量 缓解了颜喜体内的伤势 死不了 颜喜咬着牙道 算你运气好 本来我打算重新挑战你 夺回我物成五大第一天才的宝座 是吗 羽龙笑了 那我运气可真是太好了 等你伤势好了再来挑战我吧 我一定不会动用这只九品妖兽 羽龙的精神 早已经感知了颜喜全身 颜喜体内暴涨的气血自然也被他察觉 只是无法感知到诸天怒气系统 但是这没有意义 羽龙如今的实力早已经超过了古往今来 任何天才的记录 超越了一整部古史 他现在的实力 甚至连武王和燕小小都敢去碰一碰 颜喜早已经和他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 不过颜喜从来不曾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如今这片山脉中的妖兽不多了 很快就会被彻底扫空 羽龙淡淡开口 加上如今颜喜受了重伤 急需要治疗 我来带他回戎城 你们几人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 羽龙早已经给重祖母皇下了死命令 猎杀自己遇到的一切妖兽 身为宗师静节妖兽 在大西南根本找不到任何敌手 通过吸收这些妖兽气血 同根同源 还可以加快他恢复的速度 我跟你一起回去 王素素第一个开口 他来这里本来就是为了羽龙 如今找到了羽龙自然是夫唱夫随 我也要跟着颜喜一起回去 杨丹丹急忙开口 他此时没有了刚刚面对七品 妖兽顿凶悍 他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 需要人照顾 这次颜喜没有反对 经过刚刚那样的生死一幕 颜喜同样被杨丹丹的行为震撼到 内心情绪无比复杂 罢了 一切就交给老天爷 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缘分吧 颜喜突然发现 不知何时 萧宇莫的样子 早已经在自己心中模糊到了极点 更多的只是第一次表白 被拒绝留下的执念 我准备在山里继续历练一段时间 张明磊默然开口 其他人都选择了回去的 但是他不愿 尤其是看到 曾经中云山中那个受辱的少年 竟然已经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 他心中的触动很大 尽管不知道羽龙的具体境界 但是张明磊同样可以感知到 羽龙很强 远比他目前更强 这一年误成的天才这么多吗 张明磊有些感慨 颜喜 羽龙 王素素全部都是今年才读大一的悟成人 每一个都天才的惊人 不 准确地说 还有一个是羽龙的妹妹 于小月 被院士境界的导师与兵收入门下 未来同样不可限量 这让张明磊的压力很大 要知道 在今年这些妖念入学之前 自己是帝都里学院有名的天才少年 如今爆发了人妖大战 这是危险 也是机遇 他必须去找到自己的机缘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羽龙一把抓起颜喜 背在背上对张明磊点头示意 而后朝着山外走去 几人都是修士 行走的速度很快 在路上 看着静静贴着自己的王素素 羽龙有些无奈地笑道 我又不会跑 抓我这么紧干什么 哼 你管我 王素素皱了 皱自己的小鼻子 不屑于解释 对了 羽龙想起了一件事 七天前 自己终于将奴硬彻底种在了重组母皇体内 但是意识回归本体之后 不祥之眼却传来一丝异状 那时他留在与小月身边护身的一缕 不想被磨灭了 这让他心中有些疑虑 小月在学校怎么样 小月 王素素愣了一下 可以啊 自从他被与教授收入门下之后 修为进展得很快 我刚刚突破学者之后 还想去找小月 但是没有找到人 应该也是在闭关吧 我们两个相约一起 冲关之后来大西南 只是我实在等不及了 就先来了 是吗 羽龙眉头有些皱起 你上一次见到小月 是什么时候 就是西南大地震发生的当天 我们相约全力闭关修行 第二天 我还在新闻直播里看到了你的身影 后来就没有再看到小月了 嗯 羽龙身形一顿 神色有些变了 你的意思是 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看到小月了吗 与小月的不祥气息 不会自动磨灭 必然是有人对他出手 但是出手之人 到底是被不祥所杀 还是磨灭了不祥 羽龙不知道 小月在学校 有没有结什么仇怨 羽龙很担心 嗯 王素素终于意识到了羽龙的意思 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 他依旧仔细在回想 没有啊 他自从拜入了羽教授门下 羽教授对他的修行很上心 他每天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 就是去羽教授的实验室修行 连新朋友都没有结十几个 没听说结过什么仇怨 王素素很确定 连他和王素素 有时候一周都见不到一次 这个羽教授到底是什么人 羽龙默然开口 王素素口中反复提到了这个名字 羽冰羽教授 那可是超级强者 愿是境界的存在 提到这个名字 王素素都忍不住露出崇敬之色 羽星很少见啊 羽龙呢喃着 他现在没办法知道 与小月的情况 但是他心中却始终有些不安 是啊 我当时就是因为 羽冰教授的姓氏 专门去查了一下 没准你们五百年前 还是一家人呢 王素素笑道 你不是理学之修 可能不太了解 在华国有十大理学修士的顶尖家族 他们家族远远流长 传承了上千年 每一族都有国事境界的无上强者 而这十大家族 有四家都在帝都 羽家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羽家的国事 作画了百年 一直不曾有新的国事出现 但是羽家 却有足足八位院士强者 这是很惊人的数字 羽家的确最近有些强势 趴在羽龙背上的沿喜 默然开口 她的家庭背景 同样很深厚 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秘星 甚至有传言 羽家已经有恐怖强者 在蜕变 要成为新的无双国事 羽家 羽龙目光有些深邃 脚下走得飞快 莫多久就彻底走出了 横断山脉范围 直奔达县 一个月前 和他一起来这里的医务小队 已经轮换了几波 但是那个 带着眼睛的青年医生 意外地还留在这里 羽龙顺利接到了卫星电话 嘟嘟嘟 电话打给羽小月手机 等了整整大半分钟 终于被接听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 是羽小月的声音 羽龙悬着的心 终于松了下来 小月 你没事吧 羽龙问道 没什么事 你声音怎么了 感觉没什么精神 电话那头 羽小月的声音 很沙哑 有些无力 没事 就是这段时间感冒了 哥 你还在大西南吗 妈在家还好吗 我已经出来了 妈在家也一切正常 吃得好睡得好 羽龙有些欣慰 自己这个妹妹 竟然在电话里 开始懂得关心人了 要知道 在以前 羽小月 绝不会在电话里 露出这样的一面 这会让这个小女子 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 没事就好 注意保护自己 现在人妖大战 你的实力 太低不要随便出去 有机会的话 就回雾城来 你的家一直在这里 嗯 我知道 羽龙目光一宁 羽小月那边 竟然隐隐传来了 低声哭泣的声音 怎么回事 有人欺负你吗 告诉哥 哥给你报仇 羽龙见眉倒数 眼中有煞气明洁 没有 你听错了 电话那头 于小月急忙否认 你也注意安全 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呀 电话随即被挂断 但是羽龙却拿着电话 久久沉默 不正常 绝对不正常 羽龙低声呢喃着 虽然接通了于小月的电话 她心中的不安 却更加强烈 自己妹妹的表现 似乎有些反常 言喜 我这次对你也算是 救命之恩了吧 羽龙突然开口 趴在背上的 言喜闻言一愣 算是吧 要干啥 我要最快的速度 去帝都 你能安排吗 第155章 启程 帝都 言喜一愣 她没想到 羽龙为什么会突然提出 这样的要求 下意识问道 你不回雾城吗 不回 羽龙语气有些急躁 你就说行不行 帝都太远了 坐火车太慢 她想要第一时间 到帝都去亲自看一眼于小月 行 我来安排 言喜第一次看到羽龙这样失态 尽管不知道为什么 却不敢怠慢 现在人妖大战 每天都有飞机运送各种物资 来回于帝都 会融成机场 我安排一个最近航班的飞机 把你家塞进去 她的父亲在军部的身份很惊人 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好 羽龙继续拨通了手里的卫星电话 联系悟城的母亲 周娟此时在银科集团皇家祖地 悟城受到的妖兽冲击很小 安全没有问题 叮嘱了母亲两句 羽龙挂掉了电话 她准备回悟城 而是直奔戎城 心中不安的羽龙 下意识地爆发自己的速度 除了背上的言喜 王素素和杨丹丹顿时跟不上 开始掉队 过来 羽龙心中急躁 双手一手抓住一人 身形不减 朝着前方急奔 呼呼呼 王素素只感觉自己 像是坐在了没有车厢的高速动车上 双脚离地而起 身边的警务快速后退 如同浮光掠影 而让她意外的是 如此快的速度 竟然没有想象中的进风扑面 像是一层无形的保护罩 护住了她 这时羽龙以精神笼罩了众人 否则在这样的速度下 刮在脸上的进风如刀般锋利 答现 距离戎城百里 羽龙带着三个人 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赶到了戎城 严喜看在眼里 心中无比惊骇 第一次对自己是否能胜过羽龙 产生了怀疑 她不知道 这还是羽龙竭力压制了 自身的气血波动 否则全力爆发之下 她的速度会更快 荣城机场 此刻 这片机场无比忙碌 到处都是起降的飞机 上下物资的运输车辆 羽龙分明能从中感受到 那些物资蕴含的灵气 这些都是修行物资 属地被靠西南大片山脉平原 物产丰富 各种灵药富饶 如今 整个华国这台机密的恐怖仪器 开始快速运转 各地的物资和人员都在急速调配 一切无条件为战争前线供应 羽龙四人来到机场 甚至没有任何人来管他们 每个人都在忙碌 此刻的荣城已经回复了信号 普通的手机就可以拨出电话 严喜拨通了一个号码 轻声说了几句 不过片刻 就有四五人朝着他们快速跑来 是一组医疗小队 将严喜小心地放上担架 灵气逼人的宝药被碾碎了吞服 长途奔走之后 有些疲惫的精神顿时好转 转头朝着医疗队伍中一位中年男子道 赵叔叔 我这位朋友就麻烦你安排一下了 没问题 小姐 你安心去治疗吧 严老总那里 我晚点回去做个汇报 中年男子目光示意医疗小队 将严喜台下去医治 杨丹丹自然是跟着一起 你们二位是小喜的朋友 也都是修行同道 中年男子沉申开口 他自身就是七品舞者 否则不会再这么重要的军事枢纽 身居要位 就是你打败了小姐 男子目光看向羽龙 七品舞者的威压凝聚 笼罩羽龙全身 这个少年年岁比严喜还要小上一岁 竟然实力如此惊人 一个月前 这件事刚刚发生的时候 那位严老总都大为震惊 甚至想要亲自动身来看一看 羽龙是何等的精彩绝艳 只是突然起来的西南大地震和人妖大战 让严老总也是无心踏实 今天见面 他想要试一试羽龙的成色 他自然不会以大欺小 亲自对羽龙出手 只是契机的试探 看你能不能在我气势威压下坚持住 就能知道 你有几分成色 但是他却不知道 现在的羽龙 没有这个耐心陪他玩 哼 一丝煞气爆发 家国天下的意境流露 直接冲开了中年男子七品舞者的气势威压 男子眼中流露出少有的震惊 每年的战区大比武 自己在同阶制休中 可是堪比兵王的存在 竟然无法用气势 压住眼前这个少年 这真的是刚满十八岁的少年吗 我们现在能不能上飞机 低沉的声音 从羽龙嗓子里钻出来 他在竭力压制自己体内的无名之火 否则刚刚一旦他的气息真正爆发 恐怖会直接将中年男子的神智都湮灭 羽龙现在 只想赶紧去帝都 以他现在的实力 哪怕全力爆发 要到两千公里外的帝都 也至少需要十个小时 中间还有穿越山脉河谷 已经可能遇到的妖兽 他等不起 中年男子 似乎也感觉到了羽龙的急躁 没有多说什么 只向旁边不远处的一架运输飞机 这架飞机在十分钟后就会起飞 目的地正是帝都 只是上面的座位已经被全部拆除 只能将就一下了 没问题 谢谢 羽龙点了点头 他现在哪里还在乎什么 舒适不舒适 他现在心中的不安 必须当面见到余小月才能够消除 当修行达到某个境界之后 修行者突然而至的灵光和直觉 往往会有很重大的意义 不能轻视 我也要一起回帝多 王素素一看中年男子 似乎没有提起自己 急忙开口 嗯 中年男子有些意外 刚刚电话里 严喜跟自己说的是羽龙一人 不曾提到王素素 不可以吗 王素素紧张地问 帝都理学院的历练 是为时一个月 他才到三天 这一批理学修士专属的接送飞机 要在一个月之后才到 他不想和羽龙分开这么久 可以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 以他的权限就可以做到 没必要再去问一遍严喜 这是为人处事的道理 更何况 这个王素素是帝都理学院的天才修士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顺手而为的是 为什么不帮忙呢 你这样提前回学校 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羽龙有些担心王素素的修行 理学修行的事 他并不擅长 而且他现在有种模糊的不安 总觉得此次的帝都之行 不会那么顺利 不希望王素素 跟着自己 沾染一些不必要的因果 没关系啊 正好院长之前 还说我现在修为上帝 让我不要离开帝都呢 说到这里 王素素悄悄悄看了羽龙一眼 声音如文 我来西南 不是为了历练 只是为了找你 既然已经找到你了 我自然就想回去了 听着王素素的悄悄话 羽龙心中一暖 悄然握紧了身边女子的素手 这是她的挚爱 不光是前世 同样是今生 第156章 帝都理学院 帝都 是整个华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帝都理学院 和帝都五大 都是整个修行界最顶尖的院校 九品多如狗 宗师满地走 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 却足够形容 帝都修饰的繁荣 哪怕如今 大半顶级强者 都已经去到了海岸线的战场最前线 在帝都 依旧有众多强者在修着 羽龙所坐的飞机 两个小时之后 降落在了帝都机场 此地 距离北大 还有38公里 帝都 极大 羽龙和王素素二人走出了机场 直接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禁止奔向帝都理学院 这是华国命令禁止 帝都之中 严禁修士急奔 小月在学校闭关 不会有什么事的 出租车上 王素素把手放在羽龙手心 他能感觉到 这个男人心中的焦躁 也许是在小月在学校 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或者被与教授批评了 心里有些想不开 不要担心 嗯 我知道 感受着手心中的柔仪 羽龙心中烧定 帝都的出租车司机开车都极快 在大街小巷中穿梭 半个小时之后 就到了帝都理学院大门 刚要进去 却被拦了下来 素素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愧是华国第一书院的气象 帝都理学院大门的首位 竟然都是无品学者 这样的修为在一些小城市 已经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了 王叔 王素素甜甜一笑 这个王叔 几乎认识学校里的每一个学子 我临时有事 就先回来了 嗯 现在的战争才当当开始 你应该听院长的 先尽快成长起来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尽管只是一个首位 王叔却是侃侃而谈 不管对学院内 还是学院外的大事都很了解 知道了 王素素拉过一旁的羽龙 王叔 这是羽龙 呦 出去一趟 带来个小男朋友回来啊 王叔笑了 但是学院里的规定你知道的吧 虽然是你男朋友 但是我也没办法通融 帝都理学院规定 非学校人员入内 需要提前预约审批 这不是因为所谓的第一学府的骄傲 而是担心普通人贸然进入其中 会被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余波波急 受到伤害 这座学院里面 哪怕是普通学子的一个练习 对于普通人来说 都无法承受 王叔 我知道 羽龙可是于小月的哥哥 于小月在学校的知名度 比起王素素更高 几乎算得上是大一这一届的风云人物 但是王叔依旧是连带校议 却丝毫不松口 要怎么预约 羽龙沉声开口 他心中虽然急躁 却不敢在这座学府门口出手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 他已经感觉到 学院身处几股折服的气息 很惊人 那 去接待出预约 写清楚你要看望的人 然后校内会通知该人去教务处做申请 等批复下来就可以了 这么麻烦 羽龙有些急躁 这让他想起了上一世的有关部门 这一套流程下来 不知道要多少天 拿出电话 羽龙拨通了余小月的电话 奇怪的是 羽龙连打三个 一直都无人接听 不要急 王素素感觉到了羽龙压印的情绪 急忙开口 王叔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王叔沉音片刻 终于开口 有 如果学校里有宗师以上强者可以开口的话 我也可以放你们进去 流程后面不就行了 好 我马上联系我们老师 他的老师虽然不及语兵 但是同样是一名宗师强者 实力非常惊人 素素 不要说我是小月的哥哥 羽龙陡然开口 王素素正要问什么时 电话通了 老师 我是素素 对 我有一个朋友来帝都玩 我想带他去学校看看 嗯对 是我男朋友 老师放心 不会影响我修行的 诶 他不是普通人 是武道修行者 对对对 那行 我这边把电话给守卫王叔 王素素示意了一下 将手中的电话给了王叔 没有说几句 王叔挂断了电话 你们可以进去 但是素素 你一定要约束好你的小男朋友 不要随便乱走 王叔把手机还给了王素素 羽龙第一次踏进了帝都里学院的大门 刚刚走进大门口 转角之外 一处丈高的雕像毅力在此 哄 第一眼看到这个雕像 羽龙的目光顿时一宁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亦是还顿时炸翻了天 他在这座雕像上看到了无数的道理 各种意境和玄傲都在展现 这具雕像似乎就是大道的化身 羽龙第一次感觉自己和道之间的距离是这么近 沐浴在道运的海洋中 整个灵魂都在欢呼 这太惊人了 羽龙 羽龙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一道焦急的声音在羽龙耳边响起 让他心神行转 缓缓睁开双眼 看着一旁焦急的王素素 羽龙微微一笑 没事 刚刚看这个雕像走神了一下 走神? 王素素哭笑不得 你刚刚不是还急着见月月吗 现在怎么又不急了 一时海的时间 唯独和现实世界不同 羽龙感觉自己体悟了许久 但是在王素素看来 也就是一个走神的时间罢了 你知道这个雕像是谁吗? 王素素看羽龙对这个雕像 似乎很有兴趣 谁? 羽龙的确不知道 看着有些疑惑的羽龙 王素素骄傲地抬起了头 华圣人 华圣人? 500年前 斩杀妖皇的三圣之一 华圣人 羽龙惊讶了 目光一鸣 这个名字 在这一世的地球古史上 就是一尊传奇 代表了修行的最高峰 是理学的终极体现 不错 王素素很骄傲 事实上 提到华圣人 任何一位理学修士 都始于有荣焉 帝都理学院 就是华圣人在老年时 一个盘膝 坐在卫明湖畔创立的学府 而这尊雕像 则是华圣人晚年所说的徒弟 第一代青天间主人 亲手刻画 他是真正见过圣人的容颜 原来如此 羽龙低声嘻喃着 他再度看了一眼 这尊雕像 仅仅是一尊雕像 就如此神异 难以想象背后的主人 是何等恐怖 理学之修 还有前路可见 而他是舞者 想要成为这样的强者 必须走出一条 前无古人的路 为千万舞者 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 要走到这一步 他的路还有很长 一念即此 从横断山脉走出刚刚滋生的 那一丝自得 再度被磨灭 第157章 意外 和羽龙想象中的 现代化风格不同 走进帝都里学院 宏伟的建筑群 各色楼宇成片 气势磅礴 宛若一片天空 注立在人间 夕阳之下 整个建筑群 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庄严而肃目 让人顿时 心生顿手之心 羽龙跟着王素素 七转八绕地 来到了一栋小楼 羽龙 你等一下 这就是小月的宿舍 我上去看看她在不在 不用看了 她的神识 早已经扫过这栋大楼 根本没有羽小月的气息 羽龙神色有些阴郁 来回踱步 拿出手机继续拨打电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 你不要慌 也许是在闭关没有听见 再等等 要不然 我去问问羽兵教授 片刻后 二人来到了羽兵教授的实验室 结果大门紧闭 显示空无一人 人呢 人呢 羽龙在低吼 神色越发猙獰 王素素有点慌 想要安抚羽龙 此时的羽龙像是 囚龙中的困兽 焦躁地来回走动 竭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不行 我不能等 帝都寸土寸金 帝都理学院 占地不过方圆七里 以羽龙如今的私感 很快就可以把整个学校覆盖一遍 只要羽小月还在学校 她就可以找到 但是这也必然会惊动 学校中潜伏的恐怖强者 羽龙不是对手 这风险很大 但是羽龙等不了了 她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就在羽龙决定冒险 要放出自己的精神感知时 一道电话打了进来 羽龙拿起电话 神色平复了些许 接起了电话 胖子 是她高中死党无尾 高考之后 同样被帝都理学院录取 电话那头 胖子的声音压得很低 似乎生怕被人听见 电话那头的语气 明显很紧张 你现在在哪里 刚到我的老师 在指点我修行的时候 被老院长叫过去了 今天老师看着我 说了些似是而非的话 让我心中感觉很不好 无尾的天赋同样超凡 得到了一名宗师境界的 老师青睐 什么话 电话这头 羽龙的心都顿时急跳了急拍 这大半个月 老师经常被老院长叫过去 而且这段时间 更是越来越频繁 今天老师问我 和你妹妹小月熟不熟 还跟我说 修行路难 艰险太多 只要不是智强者 就只恩如履薄冰 无尾的话语速很快 又有些叙叙叨叨 但是羽龙却感觉到了 这话背后的诡异 最主要的是 我老师被老院长叫走 去另一处闭关地 我身为学生 将老师送到了目的地外 在老师进去的时候 我透过门缝 看到了院长面前 躺着一个女子的身形 那个女子 似乎有些像小月 身为死党 无尾和于小月高中的时候 见过很多面 只是大学之后 因为失去了羽龙这个中介 他们的交集变少 但是无尾 却依旧认识于小月的模样 这件事 他感觉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 让他心中惊惧 想要马上告诉死党羽龙 你在哪 羽龙大吼 声音吓了王素素一跳 他的手被轻筋抱起 显示着内心的不平静 似乎随时会将电话捏爆 对面的无尾 同样吓了一跳 你在帝都 你在哪 羽龙继续大吼 声音如雷霆 让人不容拒绝 问清了地址 羽龙马上挂断电话 转头看向王素素 眼中的光变得凌厉 素素 学校的闭关地大门在哪里 无尾和他约好 在闭关的大门见面 不过五分钟 羽龙和王素素来到了闭关地 远远就看到了无尾 几个月不见 无尾的身形居然瘦了 而且竟然有了三品学者修为 自己周围这几个重要的人 天赋都很惊人啊 羽龙有些惊叹 以前他的脑欲没有被开发 无法发现无尾身上的神异之处 现在看到 他这一身的肥肉 根本不是肥肉 而是浓郁到极致的天地灵气 以一种玄妙的状态 依附在肉身的血肉之中 看上去十分臃肿 实则每一分肥肉 都是浓郁到极致的灵气 随着无尾后续修为精进 身上的血肉全部融化之后 修为可以到达一个恐怖的境界 果然是每个人都身怀其遇 羽龙有些庆幸 要不是自己身怀神秘系统 恐怖现在还在 为了突破一品武者而苦苦挣扎 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羽龙 你今天怎么来了地多 我也是刚到 羽龙沉声道 我们后面慢慢聊 现在告诉我 小月是在哪个闭关市 羽龙声音低沉 这片闭关市被特殊法阵笼罩 除非强行突破 否则他的感知无法突破 就是那个房间 我也亲身开口 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 但是联系到老师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感觉背后必然有隐秘 地都里学院的闭关地 是在一处小山包之上 依着山体走势 从山脚到山顶 修了四五排闭关市 而最顶上的七座闭关市 正是学院中的七名院士 境界强者专属 无为止过去的 就是山顶最中间的一座闭关市 那是老院长的闭关市 你们就不要过去了 在这里等我 羽龙身形如垫 朝着山顶急掠而去 目光有些阴沉 电话里 自己的妹妹到底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很快 片刻时间 她就来到了这座最大的闭关市门前 这里的闭关市法阵笼罩 上面还刻有玄妙的符文 让闭关市坚硬如神铁 可以承受院士境界 在其中延误 而此刻 闭关市墙壁上的符文 正在闪烁着神光 彰显着室内绝对不是风平浪静 羽龙竭尽全力 感知四周虚空 却无法感受到 丝毫于小月的契机 愿是强者存在的地方 都会自动搅乱天机 将一切气息都抹平 羽龙深吸一口气 在门外大声喊道 羽小月 羽小月 羽龙的声音如雷霆一般 将声波死死凝聚在这座闭关市周围 想要惊动里面的存在 的确 虽然闭关市的法阵隔绝内外 但是像老院长这般恐怖的存在 除非是闭死关 否则都会留下一丝印记在门外 随时感知外界情况 而此时 羽龙的呼叫自然被他听到 轰隆隆 封闭的闭关市石门被打开 一名全身散发着火红色神光的白发老者 从密室中走出 正是皇府院长 压迫性极强的目光 落在了羽龙身上 你是羽龙 小月的哥哥 不错 我妹妹呢 羽龙是第一次和院士强者挨得如此的劲 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他全力收缩自己体内的气血波动 和脑郁强度 哪怕大门打开 他也丝毫不敢暴露自己的感知 老者目光没有丝毫波动 上下打亮了羽龙一眼 不知道看穿了多少 没想到 你的天赋财情 丝毫不输给小月 果然不愧是流传了千年的血脉 可惜 是五道修行天赋 老者体外的神光威压全部消散 看着羽龙 羽龙 你妹妹的确就在我身后的闭关市中 但是我希望你能有个心理准备 话音一顿 皇府院长声音都轻柔了几分 但是他的修行出了一点意外 第158章 公平 意外 这两个字在羽龙脑海中乍响 他神色一变 当即不管面前的老院长 朝着密室内冲去 院长的闭关密室如大殿一般 气势恢弘 刚刚踏入殿中 羽龙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此时殿内还有三股强大的气息 除了吴伟的老师和另一名中年男子是宗师 还有一名院士强者 气氛有些凝滞 这样的阵容 到底是什么意外 当羽龙看到躺在床榻上 自己妹妹余小月的时候 双目缘瞪到不敢相信 整个身躯都在剧烈颤抖 这还是自己那个钟灵俊秀 青春可爱的妹妹余小月吗 为什么这么虚弱 身形勾搂如老扫 满头青丝如枯草 月月 羽龙双目瞬间通红 眼角直接蹦出血来 原来自己心中的不安得到了印证 自己的妹妹到底遭遇了什么恐怖的劫难 整个人几乎被废掉 她心中的恨得发狂 听到羽龙的声音 虚弱的余小月眼皮颤抖了几下 似乎费了很大的力气 缓缓睁开了双眼 眼神黯淡无光 失去了往日的灵动和脚霞 目光呆滞 双目无神地看着头顶虚空 半个月前 她的本命法香 被羽兵用秘法剥夺 汽海化作一片废墟 生命本源一日比一日枯竭 能坚持到现在 完全是靠着老院长 和几位大人物 24小时不间断的神力滋养 在为她续命 这期间 皇府院长拿出了无数的保药 几乎可以丢出一个酒品学者 但是都无用 这是由内而外的空虚 失去了汽海的根基 何等璀璨的神药 都无法在于小月体内停留 强如院长等人 同样无法为她根治 这半个月来 于小月的笑脸越发苍白 整个人被抽走了全部精神 并奄奄地 似乎随时会死掉 而且 每到深夜 于小月的汽海之中 就会传来军烈的咔嚓声音 开始使老院长还面露惊喜 以为是于小月 有了什么惊人的蜕变 可以自破败中重新复苏 但是很快 她就失望了 是因为失去了本命法香 变成废墟的汽海在破碎 彻底消散 当汽海彻底消散 成为没有汽海的人 就是于小月 生机绝灭之时 月月 站在于小月身边 羽绒眼中泪水狂涌 想要像往常一样 去揉她的小脑袋 却不敢下手 此时的于小月 太脆弱了 嗯 于小月的声音很虚弱 几乎不可闻 你是在叫我吗 她已经越来越虚弱 已经退化了太多 双目视力退化到极限 连羽龙都快要认不出了 是我呀 我是你哥 羽龙啊 羽龙几乎要昏厥过去 一把抱起了于小月 紧紧搂在怀里 哥 好熟悉啊 好像有点记忆 于小月双目无神地看着虚空 哪怕于龙的脸近在咫尺 她同样没有任何焦距 我怎么一个人都记不起来了 感觉越来越模糊 这几天 于小月的精神时而清醒 时而模糊 脑中的记忆 也时常能回忆起来 时常却忘记了一切 这场景太心酸了 哪怕是店中的其他几名大人物 同样不人目睹 这可是天生注定的强者 可惜弱小时遭劫 成了这样的模样 我是你哥呀 还有妈 还在乌城等着咱们回去呢 看到自己那个不服输的妹妹 此刻变成了这个模样 羽龙心在滴血 但依旧竭力控制着自己的精神 轻声开口 哥 我好想想起来了 妈呢 她怎么没来 不 不要让她看到我这个模样 不要告诉她 你放心 哥来晚了 从现在起 哥一刻都不会离开你 羽龙将于小月轻轻抱在怀里 浓郁的气血 源源不断地涌入她体内 但是杯水车星 连几大宗师 院士合力都无法根治 羽龙的实力同样不够 唉 站在背后的皇甫老院长 轻声开口 羽龙 不要激动 小月是在修行的时候 除了叉子 伤及本源 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们正在想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 也会治好她 皇甫院长心中苦涩 在从羽冰那里 救下于小月之后 她就调查了 于小月的亲人 知道她除了母亲 还有一个哥哥 在武城大学修武 从那时候起 她就知道 终究会有这么一天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只是她有些惊讶 这个羽龙不过大一 此时出手的气血 能量磅礴的惊人 远远不是一个大一学子 可以拥有的实力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告诉我真相 羽龙怒吓 满头黑发倒数 浑身衣袍无风刺动 这是她的精神在暴走 不要激动 这的确是意外 谁都不想 皇甫老院长 已经不知道 多久没人敢这样 对自己这样说话了 但她却没办法发脾气 这件事 的确是她帝都里学院有亏 不要瞒我 羽龙无比狂怒 你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意外 可以让我妹妹体内的 本源流失 气海破碎 连我留下的护身后手 都被磨灭 她早已经用精神 感知到了于小月体内的状况 正是因为如此 她在心中怒火如狂 这样的伤势 几乎不可能复原 这是多大的仇恨 才能对一个花季少女 做出这样的事 到底是谁 是谁对我妹妹出手 羽龙双目血红 扫过在场诸位 她心中现在杀鸡沸腾 只想斩杀一切 哥 陡然间 于小月开口了 她的精神恢复了些许清明 你不要为难老院长他们了 没有老院长 我早就死了 他们是好人 要怪 就只能怪我命不好 于小月无神的双眼 留下两道血泪 这半个月来 遭遇这么恐怖的劫难 她都没有流泪 但是因为在哥哥怀里 她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坚强 放声大哭 月月 不哭 哥哥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 上穷必落下黄泉 只要能治好你 我会为你找到 世间最珍惜的宝药 不要瞒着哥哥 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放心 我不会冲动的 雨龙心中发狂 如果不能知道真相 她甚至感觉自己 会立刻疯掉 不要问了 不要问了 于小月泪如雨下 问了 你也会死的 这件事 皇府老院长早已经和她说过 雨家的势力太大了 传承千年 强者如灵 于小月兄妹二人 在这样的庞然大物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她还记得 皇府老院长 对她说的那句话 为了保全家人 你只能吞下这个苦果 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修行界 公平只在一身修为理 你不告诉哥 哥现在 就会气死在这里 雨龙狂怒 甚至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哥的实力很强 超乎你想象中的强 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 我就马上给妈打电话 不 不要 于小月急忙按住雨龙的手 神情慌张 她不敢想象 一旦母亲看到自己这个样子 会不会当场昏死过去 等我死了 你随便找个借口 再给妈生的孙子 过几年再告诉她 于小月呢喃着 她已经不准备见母亲最后一面 徒增上碑 她甚至都不想见雨龙 却没想到她自己找了过来 那你就告诉我 告诉我 好 我告诉你 于小月凄惨地笑 再度回忆起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第159章 发狂的雨龙 独妇 独妇 大殿里 知道了真相的雨龙 满头黑发 根根倒树 浑身气血爆炸 气劲沸腾 直接崩飞了脚下的地砖 这实力 大殿里众人神色一变 他们第一次开始正视雨龙 这个少年 本以为小月的天赋 已经是精彩绝艳 百年难见 没想到你这个哥哥的天赋 更加惊人 竟然小小年纪 一身舞蹈修为 已经是炉火纯青 可惜 是舞蹈天赋 众人摇了摇头 舞蹈之修天花板太低了 九品就是极限 既然已经知道真相 你也应该明白 雨家的可怕 你的一身 实力来之不易 不要去以卵基石 浮游汗术 哪怕舞王等人 也无法面对雨家 雨家 雨家 雨龙双目通红 运转霸道呼吸法 竭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原来自己父亲 也是被雨家驱逐到悟城 为了自己和妹妹 远走无尽海 至今了无音讯 于小月生命本源 流逝太快了 心愁就恨 他不可能当作 什么都没有发生 皇府院长 雨龙浑身暴走的气血 骤然平复 整个人的神色 也淡漠下来 淡淡地开口 我第一次来帝都 想要和妹妹 去好好逛逛帝都 你不要冲动 做傻事 皇府院长眉头一皱 雨龙的情绪变化太快了 让他不知道 这个少年 到底在想什么 不会的 雨龙微微一笑 抱着于小月 缓缓走了出去 等到和王素素 吴伟会合之后 二人同样是惊呆了 没想到 雨小月变成了这个样子 心酸不已 雨龙缓缓放下了雨小月 雨气淡漠 看不出丝毫异常 你们带着月月 去找避官室中的 老院长等人 嗯 为什么 王素素和吴伟没搞懂 雨龙为什么要把雨小月 抱出来之后 又让他们回去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一遍 哥 不要去 雨小月虚弱地开口 双手在虚空中乱舞 她看不见雨龙在哪里 但是兄妹怜心 她知道雨龙想干什么 我好累 留下来陪着我 皇府院长 已经告诉了她雨家的可怕 哪怕强如神魔的雨兵 在整个雨家 同样不是最强者 雨家的院士 进届强者 很多 不要担心 雨龙轻声一笑 我还没活够呢 不会去做傻事 等会我就回来 雨龙 你到底要去做什么 小月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 王素素神色惊慌 从雨龙抱着 雨小月走出来之后 一直语言不详 素素 这件事你不要管 你现在和胖子 带着小月去找皇府院长 待在他们身边 雨龙的神色太严肃了 她不敢不听 皇府院长 我妹妹是你学院学生 你之前 没能护住她的法相 这一次 我要你护住她性命 没有问题吧 雨龙的声音 被凝聚成一束 传到了皇府院长的耳朵里 皇府院长 也是神色一变 她没想到 这个少年 竟然如此暴烈 之前的平静明显 只是为了从闭关室中走出 生怕被自己困住 而如今 她让自己互助于小月安全 恐怕自己就是要去杀人 这个少年 虽然实力惊人 但是怎么敌得过李学 大足语家 皇府院长心中轻叹 这个少年的天赋财情 陨落在这里 真的是可惜 王素素三人 朝着老院长等人 所在的闭关室走去 雨龙的神色冰冷 目光之中 一直在压制的杀气 轰然爆发 不错 她就是要杀人 只是不想让雨小月 看到自己杀人的样子 呼 雨龙长出一口气 浑身气血涌动 打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你们就是雨家人吧 我还记得你们的气血 雨龙大手一挥 虚空之中 凝聚出一道血红色长毛 浑身符纹缠绕 气血沸腾 长毛携带着恐怖的杀鸡 轰的一声 落在了一处角落 啊 两道起来的惨叫声响起 这道血红色长毛 直接洞穿了 隐藏在暗处的二人胸膛 是两名欺品学者 二人直接被串在了长毛之上 痛苦地挣扎 却被锐金之气死死锁住 不能挣脱 其中一人雨龙 曾经在雾城感受过他的气息 当时他就发现 似乎有人在暗中 监视他们一举一动 虽然后来 打进了逐渐中介所 却最终依旧断掉了线索 从雨龙来到闭关地 他又感受到了 这股熟悉的气息 现在他终于明白 这就是雨家派下来的眼线 他们一家人 从不曾脱离雨家的视线 雨冰在哪里 雨龙冰冷地开口 眼中杀鸡弥漫 你们在这里 监视着雨小月 恐怕就是在等我吧 怎么 想要斩草除根 全部割杀 现在不用你们等了 我主动来找你们 雨龙声音冰冷 刺骨的杀鸡 让二人心头发凉 雨龙 有话好说 我们是一家人 按辈分来算我还是你的叔叔 被血红长毛 直接刺穿的二人 心中骇然无比 在雨冰派给他们 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们内心是拒绝的 他们可是欺品学者 却没想到 现在他们竟然被雨龙 这个悟成五大的大义心声 一招镇压 根本不能反抗 这不可能 二人心中 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感受着胸膛 在快速流失的生机 他们依旧无比恐惧 想要活下去 一家人 叔叔 哈哈 雨龙愤怒大笑 一边笑 一边流泪 你们雨家 在二十年前 赶走了我父亲 十多年来 一直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现在又夺走了 我妹妹的修行根基 让她马上就要死去 还埋伏在这里 要杀我斩草出根 一桩桩一件件 心仇就恨 你们有什么脸面说一家人 除了这个姓 我们还有什么联系 雨龙的声音很大 整个帝都里学院 都能听见 这是雨龙故意的 她翻出当年的旧事 就是要给自己 这次的杀戮 树立正确性 雨龙的话 也让整个帝都里学院的 学生议论纷纷 在学院之中 同样有雨家年轻一代 在这里读书修行 简直是胡言乱语 有雨家族人站了出来 我们雨家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你不要在这里含血喷人 你是雨家人 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不是蠢就是蛋 也有一些雨家人 神色一变 没敢说话 他们有的是畏惧雨龙的威势 有的却是知道 一些当年的旧事 知道是自己理亏 雨龙冷笑一声 气静抖动 直接将出生之人先飞 大口咳血 告诉我 雨冰在啊 还有雨长夜 雨龙看着奄奄一息的二人 愤怒嘶吼 他要找到这个小孩 把属于小月的法香 重新接回来 二人 却是丝毫没有松口 对家族格外忠诚 我不知道 你有本事 就去我雨家找吧 碰 雨龙也没有废话 直接心念一动 血红色长矛 瞬间炸开 二人 伴随着这股剧烈的爆炸声音 身体直接被崩碎 四分五裂 啊 一些远观的学生 都忍不住尖叫出声 他们很多人 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 血腥的场面 这就是 真正的生死厮杀 为什么谁都不想死的原因 雨龙的精神 封锁四周虚空 二人崩碎的血肉 没有丝毫飞溅到他身上 只是自焦露出一抹杀意森然的笑 雨家 我马上就会去 第160章 杀尽雨家 干净利落地斩杀二人 雨龙身形如垫 直接离开了帝都里学院 皇甫院长身行出 陷在了雨小月面前 轻声一叹 院长大人 求求您 救救我哥吧 雨小月泪如雨下 我只有这一个哥哥 求求您了 唉 这就是命啊 皇甫院长摇头轻叹 也罢 我会去看看 可以的话 我会出手救下他的 转头对随后赶来的 另一名院士强者说道 郭明 这几个孩子 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了 院长 你真的要去烫 这趟浑水 郭明眉头微微皱起 雨家的实力太强了 更何况 现在有一个 随时可能突破到 国事境界的存在 那是远超院士的存在 唉 没办法 谁让我帝都里学院 欠了他们兄妹的呢 皇甫院长摇了摇头 身形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雨家 身为十大家族之一 远远流长 底蕴深厚 他们的庄园 修在了帝都的外环 占地不比帝都里学院 小多少 此时 雨龙全力奔袭 已经来到了雨家大门处 这个地方 就是自己父亲 雨战前半生的家 自己兄妹二人 跟这里本来 也有些血脉相连的因果 哪怕日后 不会踏进这里 至少心怀敬意 但是如今 雨龙心中剩下的 只有滔天的杀意 你是什么人 大门口守卫 都是四品学者 看到雨龙 神色不善地站在门口 不由得眉头微皱 因为人妖大战 家族中的高手 一半都去了最前线 守卫们也提高了警惕 手中暗自掐起了学术 雨龙此时 浑身气血生疼 血红色的雾气 笼罩全身 沐浴在滔天的血色迷雾之中 像是一个杀戮魔神一般 她想到了自己的妹妹 心如刀脚 与小月太可怜了 本来是天生法相 天生的王者 未来注定可以站在 修行界最巅峰的存在 却被人强行剥夺法相 升级马上就要绝灭 跟你说话呢 守卫看雨龙神色可怖 身上的杀气四亿 却一直不说话 心中的警惕性提到了最高 和你无关 滚 雨龙一声冷喝 全劲勃发 恐怖的劲道 直接粉碎了四品学者的学术 守卫之局A 废了出去 口吐鲜血 根本无法抵挡 他的实力太强了 哪怕单单凭借肉身之力 就可以让镇压 九瓶以下学者 轰隆隆 雨龙一道全劲 直接崩碎了大门 而后大步走进了雨家大门 雨冰 出来 什么人 竟敢闯落雨家大宅 一群人听到了动静赶来 看到大门被轰碎 顿时脸色涨红 这无异于当众打了雨家的脸 他们都已经不记得多少年 不曾有人敢这样 强闯雨家 众人之中有修为在身的人 愤怒出手 众人爆发无量光 想要直接磨灭雨龙 滚 雨龙双目倒数 手掌虚握 虚空之中顿时 凝聚出一道血红色长矛 雨龙一把抓住长矛 横空扫过 锐金之气震荡虚空 轰隆隆 试图拦路的一群人 直接飞了出去 全部口吐鲜血 这些人最高的实力 也不过八品学者 被雨龙轻易镇压 雨龙收毛而立 浑身血气冲天 眼中有杀鸡暴闪 身影冰冷刺骨 今天 谁敢拦我雨龙的路 就要死在我这把长矛之下 不管它是什么背景 什么来头 没有人可以例外 这一刻 心中的怒火 让人没有了保留实力的想法 自己从踏上修行路开始 就苦心孤意 世人已弱 不敢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战力 这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能够真正变强 有足够的实力 保护自己的家人 她踏上修行路 不是为了冠绝于天下 而是为了护住身边的三两人 对于自己这个妹妹 雨龙亏欠太多了 尤其是前世 她为了这个家 牺牲了太多 雨龙的感知明察秋毫 尽管有着院士 强者亲自出手 但是雨小月的时间 依旧不多了 自己的妹妹 马上就要生机消散 对于雨龙来说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现在她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去找回雨小月的本源 才有可能挽回她的生计 为此 她不惜一切代价 大胆狂徒 大门口的动静 惊动了很多人 一名浑身灵气逼人的青年 大步走来 眼中神光耀眼 这是一名雨家天才 年纪轻轻 就已经九品学者 赶来我雨家行凶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你这是在找死 找死 哈哈 雨龙放声狂笑 眼中冰冷如幽冥 低声喝道 你们雨家一脉的人 都让我感觉恶心 雨龙手中长矛 轰然送出 风锐之气疯狂乱涌 在虚空之中 画出千百道血红色长矛 笼罩青年全身 破 迎面来的青年 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面前 这个舞者的实力 如此凶悍 他根本 淡不住这上千道 血红色长矛 手中施展的 学术瞬间被崩碎 连捏在手中的秘宝 都被这一击轰的通体军裂 青年的身体 直接被一把长矛冻穿 巨大躲冲力 裹起他的身躯 插在了雨家内部的 一棵老树之上 啊 青年大口咳血 凄厉的惨叫 他身受重伤 体内的筋骨 在这一瞬间 几乎全部 被涌入体内的 风锐之气粉碎 他的眼中 流露出了 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可是九品学者 除了舞者 和艳小小二人之外 哪个舞者 可以匹敌 云层之中 地面的人 根本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 皇甫老院长 此时就站在云层之中 没有露出身形 神色有些感慨 罢了 看你这实力 就让你在雨家 大闹一场 否则心中 这口怨气不出 恐怕根本 无法重新修行 一击拍飞了 蓝路人 雨龙身形如电 直接消失在雨家深处 他要在雨家 真正的高手 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找到雨七燕 那个接种了 与小月 本命法相的孩子 顾不上 会不会惊动那些高手 雨龙精神 全力铺开 方圆树里的雨家 很快被他扫过一大半 而此时 雨龙这股 强悍精神力的感知 终于惊动了 雨家深处 在修行的高手 什么人 一道惊雷一般的声音 在雨家上空乍响 在雨家庄园最深处 有恐怖的气息 在觉醒 正在朝着雨龙急速杀来 必须要快 到底在哪里 雨龙双目通红 神识延伸到最大范围 他必须抢先一步 找到那个孩子 终于 在精神扫过大半个雨家之后 雨龙中 有在一处别致的小院之中 感受到了 自己妹妹的气息 找到了 雨龙眼中神光暴闪 燃烧全部惊血 身形化作一道电光 汹涌瞬息之间 就来到了小院 一个七八岁的孩童 正在院中盘西修行 正式与长夜 感觉到了 雨龙杀气刺骨的态势 惊得他神色大变 转身就想要逃走 但是 在雨龙面前 他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掐住脖梗 雨长夜 直接被雨龙抓在了手里 刚刚控制住雨龙 一到神光 就从雨家深处降临到了小院 是宗师强者 第161章 震惊 你是谁 竟敢闯进我雨家行修 感到的宗师强者一阵狂怒 想要马上出手 却被雨龙手中控制的雨七夜阻挡 哈哈 雨龙疯狂大笑 我是谁 我是雨龙 是被你们赶出帝都的雨战的儿子 是被你们夺走本命法乡的雨小月的哥哥 雨龙声音惊天动地 震动了整个雨家 什么 雨战 是当年那个天才横溢的雨战吗 雨家庄园之中 有很多上一辈人都知道当年的旧事 那是个天才横溢的雨家族人 可惜是树枝 不能得到培养 处处受到压制 最终愤然远走 没想到那个人的儿子 竟然在今天回来了 不知道她的儿子 是不是和她一样 精彩绝艳 难道她是回来认祖归宗的吗 你没听见吗 她都说了 自己妹妹本命法乡 被我们雨家夺走了 本命法乡 那可是传说中的天才 天生的一代人亡 雨家众人议论纷纷 身为大祖子弟 他们知道 本命法乡意味着什么 放肆 怎么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骤然间 神霞绽放 一道巨大的应息 朝着雨龙镇压而来 上面刻有日月星河 散发出晶莹的宝光 宛若一片星辰 被尘封在其中 宝印之上纹路蔓延 像是一片星河垂落 有红能的伪力在弥漫 想要禁锢住雨龙 哼 给我开 雨龙大喝 满头黑发狂舞 手掌一松 血红色长毛悬浮在身侧 画掌围权 静止朝着头顶上方的宝印砸过去 这是宗师境界的强者手段 让雨龙不得不使出全部手段 碰 百万斗气血爆发 气血成玄 两百万斗气血战力 熔如权益 三大手段齐出 恐怖的劲道 在权益的加持下 爆发出了超越九品的威力 血红色光芒滔天 巨大的气暴声嘶鸣 裹挟着天地间的灵气倒卷 整片虚空都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波纹 咔嚓 宝印垂下的星河光幕 被雨龙全力爆发的力量先飞 甚至宝印之上 都出现在了一道微不可见的裂缝 雨家的人 都是藏头鹿尾吗 你也接我一招 雨龙精神力全开 目光如神剑 直直看向虚空的一个角落 只要脑欲强度没有超过雨龙 都无法在雨龙的感知下 隐藏身形 哗啦啦 虚空之中 骤然传出一道道锁链的声响 一道血红色的锁链 从虚空中缓缓浮现 秩序神链 去 雨龙一声大喝 这条神链 直接奔向了虚空角落 一道身影 直接从虚空之中被拉扯出来 是一名白发老者 他没想到 这个年纪轻轻的少年 竟然已经敢对他们宗师出手 哼 小道儿 给我破 老者浑身黄金色神光大掌 想要撕裂身上的神链 却惊骇地发现 无法挣脱 这是什么法 老者惊骇了 他知道雨龙 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 却没想到 竟然实力会如此惊人 这是雨龙在来帝都的路上 用巨量灵能 将秩序之术 提升到第二层 直接抓取空间法则 化作秩序神链 将秩序化作己用 可以付诸一切敌 这也是 他对宗师强者出手的前提 轰隆隆 学术惊人 白发老者的实力非常惊人 他催动了可怕的法 竟然强行正开了秩序神链的束缚 哼 雨龙目光一闪 虽然神链被正开 却没有崩碎 他神色一动 直接催动神链 将刚刚还悬浮在半空中的宝印席卷 落入雨龙手中 小子 看到这一幕 老者无比愤怒 这一枚宝印 是他很重要的宝器 本想在暗处人一击偷袭成功 禁锢住雨龙的身形 从容就出于长夜 却没想到 这个雨龙的实力如此变态 一身实力手段 恐怕比起武王这样的人物 同样都不逊色 这还是一个少年人吗 雨龙手握宝印 以强大的肉身镇压他 强悍的精神化作风暴 在宝印中席卷 瞬间抹去了宝印内 老者留下的精神印记 除了雨龙这个异类 古往今来所有的修行者 在九品之前 都是修行肉身气血 或天地灵气 只有突破到宗师境界 才能触摸到体内的精神 而雨龙从修行最开始 精神就在同步强化 他如今的脑郁强度 比起宗师强者还要可怕 抹去老者的精神烙印 并不困难 啊 你怎么敢 感觉到宝印中的印记被除 老者脑海中一阵巨阵 老迈的身躯 都晃动了几下 雨家身为传承千年的大族 族中积淀身后 各大祖老都是宗师强者 但是强大的宝具依旧稀缺 住手 都是自家人 一群老者从庄园内走出来 脸上既愤怒又惊讶 他们知道雨龙的身份 只是没想到 自己这个子质太强大了 甚至远超当年其父宇战 哈哈 雨龙怒发冲冠 双目赤红地望着众人 都是一家人 那我妹妹于小月体内的本命法香 被那个恶毒至极的女人剥离 导致现在奄奄一息 随时可能殒命 那个时候 你们在哪里 她眼中的神光更加炙烈 目光冷漠如寒冰玄铁 如果可以 我这辈子都不想踏进你们雨家的大门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让我觉得恶性 几名老者连妹而来 却被雨龙骂得个灰头土脸 但是说的都是事实 他们竟然无法反驳 几人的脸色很不好看 平日里 他们都是难得一见的大人物 却在今天遭到这样的训斥 现在 你们退开 我只想知道这件事的幕后真凶 不要波及其他指脉 放肆 这是雨家几十位族老老民宿商议之后 得出的结果 代表了整个雨家的意志 一名老者大贺 手持一把黑尺 带着灵力的灵气波动 朝着雨龙冲刷而来 七爷爷 救我 雨七爷看到出手的老者 双目一亮 在雨龙手中实际挣扎着 想要挣脱 你是雨七爷的七爷爷 雨龙身形如电 长笑一声 手掌在虚空中 抓住一把血红色长毛 朝着老者猛然扔下去 轰隆隆 长毛和玉尺 在虚空中碰撞 发出震耳玉龙的轰鸣 身形数次交错之后 二人终于身形分开 二人各自连退数丈远 才停下身形 怎么可能 老者惊叫道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刚刚这一阵 实打实的碰撞雨龙 竟然和他平分秋色 跨越了数十年的修行断代 这是什么样妖孽的天资 要知道这个少年是舞者啊 众人看着场中傲然而立的雨龙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了一个念头 难道第三个堪比武王 烟小小的武道人物出事了吗 第162章 坏小孩 雨战真是生了一对好儿女啊 雨家祖老之中 有人在轻声低语 可惜了 只是舞道天赋 舞者的天倩就横在那里 哪怕强横如武王 烟小小 也不过是九品巅峰 战力可敌宗师罢了 小畜生 放开我孙儿 陡然间 一道狂暴的怒吼声 从远处传来 雨家庄园的一处 古殿轰然炸开 一道神光静直朝着雨龙扑杀而来 嗯 雨龙瞳孔紧缩 一把将手中的雨漆也高高举起 恐怖的净力含而不发 捏碎他的脖子 院士境界的强者 还不是雨龙现在可以立敌的 神光只能落在雨龙面前 露出其中的真容 你就是雨冰 你可害我妹妹的毒妇 雨龙声音冰冷 看着近在咫尺的院士强者 丝毫不拒 眼中只有刺骨的杀意 小畜生 十八年前 我就该杀了你 看着自己的孙子 被雨龙捏在手里 雨冰更是心中狂怒 半个月前 他在帝都里学院 被闯入闭关室的皇府院长重伤 要不是雨家老大亲自现身 被愤怒的皇府院长震杀 尽管如此 他体内依旧受到了重创 回到雨家安顿好雨七叶之后 他就闭关疗伤 任谁都没想到 雨龙竟然敢强闯雨家 捏住了雨七叶的命 雨冰悔恨焦家 哈哈 雨龙放声狂笑 毒妇 你敢动我妹妹 就应该预料到今天的下场 混账 混账 雨冰此时空有院士修为 却毫无用武之地 雨冰的精神力太强悍了 哪怕雨冰也无法用什么隐蔽手段 偷袭于他 哥哥 你不要这么用力地抓着我 我好疼 看到雨冰来了 雨七叶终于开口 七八岁质子的声音 听上去可爱软弱 让人生不出一丝凶意 雨龙 快出手 这件事是雨冰一手主抖 和七叶没有任何关系 不要迁怒于无知的孩子 有人开口 他现在拥有惊人的资质 只要加以培养 必然可以成长为一代人亡 傲视同辈 镇压一个时代 这也是如今雨家这么多人 要拦住雨龙的原因 这一代的雨家后辈没有资质惊人的修行天才 而被种植了本命法乡九品玉莲的雨七叶 因为血脉和雨小月相通 已经彻底和他融为一体 血肉滋养 不分彼此 就像是本来就是从他的契海中诞生的一般 这样一来 雨七叶就是下一代天资最惊人者 本来准备等本命法乡扎根稳固之后 雨家大人物就将其接到身边亲自教导 却没想到雨龙直接闯进了雨家 趁人不备 拿住了雨七叶 雨家绝不允许这样的天才出现意外 这也让雨龙更加愤怒 这本命法像本是自己妹妹雨小月的 无知的孩子 雨龙狂怒 目光如电 直视着手中的孩童 你骗得了他们 却骗不了我 雨龙左眼漆黑 不祥之眼有幽光流转 似乎可以看破人心 你展露出来的乖巧无辜 都是假象 在你心中恶意充斥 有无数的阴谋诡计 这次雨冰的谋划 你一点都不知情吗 人群之中 雨冰神色抽动了一瞬 的确 虽然他一直在查阅各种古籍 想要找到弥补先天有缺的法门 却一直没有找到 这个移花间木的法门 的确是雨七叶找到的 因为必须血脉相连 所以他曾经暗中在族中查探 却都没有找到这样的天才 还是雨七叶提醒他 当年被驱逐的天才雨战的血脉 可能性更大 整件事 自己孙子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先天有缺 雨七叶的童年更加阴郁 也造就了他现在的性格 真正的心思 连雨冰这个从小抚养他的奶奶都看不穿 你想活命没有错 但是 你把恶毒的算计 打到了我妹妹身上 这就是你天大的罪 雨龙目光阴森 眼中的杀意 几乎要化作实质 而雨龙的话 也让雨七叶神色平静下来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 追悔过去毫无意义 你现在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我 一旦杀了我 你不可能走出雨家大门 雨七叶年岁虽然不大 此时神色平静下来 淡然开口 那股冷静和沉稳 让很多成年人都自愧不如 他的心机本来就深沉 善于利用自己的弱势和优势 如今有了本命法相滋养 更加不凡 目光流转间 有一股可怕的威严 他现在还年幼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气度 一旦彻底长成 恐怕真的会成为雨家下一代的当家人 你觉得你能看透我 雨龙神色冷漠 手中尽力爆发 直接镇断了雨七叶的左臂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算计都无用 啊 雨七叶惨叫 他虽然心计深沉 却从不曾受过这样的苦楚 住手 住手 雨冰神色大变 看着自己孙子手臂折断 心中无比痛苦 小畜生 我一定会杀了你 杀了你 不要冲动 这件事已经惊动了整个雨家 所有暂未参战 留守雨家的祖老全部出现 有劳者急忙开口 雨龙 我们可以赔偿你千年神药 去滋养于小月的身体 让他重新焕发生机 拿来 雨龙目光一宁 千年神药很珍贵 哪怕之前皇府院长调用 宝药为雨小月续命 其药力也不能和千年神药相媲美 神药还在库房中封存 拿出来需要时间 你稍等一下 有劳者目光闪烁 身形缓缓散开 悄然将雨龙包围 不要搞小动作 雨龙声音冰冷 他的精神时刻笼罩着这片虚空 任何动作都不能逃出他的感知 我只给你们五分钟 砰砰砰 雨七叶体内再度传来一阵沉闷的轰响 雨龙的尽力涌动 再度震随他数十根骨 啊 雨七叶发出低沉的嘶吼 大口咳血 血染一惊 目光在不负之前的清澈 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无比凶利 住手 住手 另一名老者大呼 五分钟 就五分钟 话音刚落 他亲自化作一道神光 朝着雨家库房冲去 雨七叶体内数十根骨头断裂 疼得他满头大汗 却有一股神秘的能量 从丹田气海中涌出 慢慢包裹他的全身 滋养断裂的骨 雨七叶体内劈啪作响 体内的伤势竟然在快速好转 好一个本命法香 七叶还没开始修行 就已经在展现神意 比起传闻之中更加惊人 这是九品玉莲的力量 众人都是无比心惊 更是坚定了 要保住雨家这个未来人亡的决心 雨龙心中剧痛 这九品玉莲如此逆天 却本来就应该是在雨小月体内 不到四分钟 就带着一个黑色的木盒回来 打开 老者不敢反驳 生怕雨龙又拿手中的雨七叶出气 木盒一打开 被封印的药箱扑鼻而出 闻一口香气 就让雨龙气血活跃起来 这是真正的千年神药 雨龙之所以要五分钟之内 就是不给雨家人 在神药上动手脚的时间 不够 收起神药 雨龙目光冰冷 他又想起了小月大眼无神 连自己都不记得了的模样 让人无比心痛 除非能让我妹妹复原 否则血债必须起来偿 你们断我妹妹修行路 就用雨七叶的性命来偿还吧 第163章 我的奴仆 因为霸道呼吸法的原因 雨龙虽然无比愤怒 心底深处 却依旧保持着冷静 他杀进雨家 第一时间去擒拿雨七叶 这也是 他经过周密计算得出的结论 这不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 无脑冲进雨家找死 像这株千年神药 药力惊人 已经是玄阶顶级宝药 这在外界难得一见 哪怕帝都里学院院长皇甫 都舍不得拿出这样珍贵的药材 对院士强者都有很好的作用 有了这株药材 于小月活下来的几率大增 但是雨龙不满足 如果从一开始 就是个普通人那样还好 可是当自己已经体验到了 拥有超凡力量的感觉之后 再被打落凡尘 这种巨大的落差感 就会使人发狂 他不想让自己的妹妹 体会这样的感觉 唉 雨龙 停手吧 陡然间 一道轻探声在众人耳边响起 一名老者 脚踏虚空而来 只要你彻底收手 我老头子保证 可以让你们顺利认祖归宗 回归家族 任何人不能再打击报复你 老祖 你怎么来了 您不是在祖地休养吗 怎么会回来 这个老者的出现 让很多人惊讶 他的修为不算绝强 只有出入院士 但是身份太高了 是雨冰这一辈的叔父 那一代的雨家人 已经全部凋零 他是唯一的硕果仅存 没办法 雨农的出现 惊动了雨家所有中亚偶任务 就算是他远在帝都郊外的祖地 也接到了消息 立刻赶了过来 哎 你何这儿长得真相 雨家老祖 目光停留在雨农身上 露出追忆之色 同样的头角争戎 宁折不弯 可惜 雨家不需要这样的人 雨农一声冷笑 就因为我父亲的天资 超过了你们这些所谓的嫡系 你们担心旁支的崛起 会威胁到你们的地位 就将我父亲驱逐出雨家 甚至还一路派人追杀 这就是你们这些大家族的作派 老者神色平静 眼中有看透世事的睿指和弹幕 这件事 不是简单的嫡系和旁支的争端 将雨战驱逐出雨家 这是所有雨家祖老一同通过的决议 至于后续的追杀以及监视 我们祖老从未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 当年雨家对于雨龙的处置方式 内部争议很大 一些人认为雨战是被天资迷惑了眼睛 倒心入魔 想要颠覆整个雨家的根基 而另外一些人却认为 雨龙是在变革 对于雨家有开天辟地一般的作用 但是最终 前者的看法多于后者 雨龙被逐出了雨家族谱 但是 哪怕前者那些人中 依旧有很大一部分对雨战是抱有同情的 只有少数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了侵犯 对雨龙恨之入骨 私下派出了强者去追杀 这些事雨家老祖也知晓 却没有办法阻止 他也不能阻止 虽然我心中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个人 终究要服从家族的利益 出生在雨家的每一个人 从小就享受到了 远超其他人的地位和资源 而你享受了这些 自然就要为家族而战 维护家族的利益和权威 像雨家这样的大族 人口繁盛 每一代都会有些天资惊人的天才 但是这些人最终也必须是 站在雨家的立场 护持着这艘大船走得更远 而不是想要拆了这艘船 哈哈 雨龙放声大笑 难怪我父亲会反出雨家 如果我是他 我同样会如此 这样的雨家有病 病得很严重 只有挖骨才能疗伤 雨家现在看似枝繁叶茂 实则内部早已经腐朽不堪 失去了一个家族 最重要的人伦情理 为了一道本命法香 就可以做出这种 灭绝人性的事情 而整个雨家 还护着这对恶毒的祖孙 你们以为 这是在护着雨家 未来崛起的天骄 错了 你们这是在雨家之中 埋下了一枚炸弹 滋长了人心中 最阴暗面的恶 到时候人人效仿 族人纷纷对族中 天才下手 再无信任团结 迟早会将整个雨家 推向不可测的深渊 雨龙的话如惊雷一般 哪怕老祖同样是目光一鸣 张嘴想说什么 却说不出口 最后只能凯然一叹 事已至此 多说无用 结局已经不会改变 雨企业还小 未来可以重塑 她的资质 古今罕见 放眼当今人族 她必然会成为一代人亡 带着雨家 踏上新的辉煌 哈哈 雨龙恼欲强大 瞬息之间 就有无数念头生灭 对很多道理的洞察 无比明晰 你们以为 真正的强者 是靠什么本命法相成就的吗 你们错了 修行是修真我 一切的根基是我 而不是外物 当你心中 只有那朵玉莲花的时候 已经注定成不了 真正的强者 雨龙的声音 如沉中木骨 震龙发聩 雨家一众祖老 竟然哑口无言 这样的话太狂妄 但以雨龙如今展现的实力 却说得出口 她虽然身怀神秘系统 却从不曾将这个系统 看作是自己的根基 她一直做着最坏的打算 如果哪天体内的系统 突然消失不见 自己的实力 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你们不信 雨龙神色冰冷 眼中神光逼人扫过众人 只要我妹妹能熬过 这次的大劫纳而不死 道心不坠 必然会有更加惊人的蜕变 就算没有那朵狗屁的玉莲花 她同样可以崛起 镇压雨七叶 雨龙的话 再度让众人心中一震 雨冰更是神色一白 真的吗 她还能重新崛起吗 一旦雨小月重新崛起 怎么可能忘记 雨冰这段刻骨铭心的仇恨 对于雨冰 她当初有多如目 到时候就会有多憎恨 一念即此 雨冰顿时狂吼 小出生 你少在那里妖言获重 以为说些看似高深的话 就可以打动我们 做梦 现在放开我孙儿 自费修为 我可以保证不杀你们 让你和你妹妹 一起去过普通人的日子 独副 你只会欺负我妹妹这样 全心信任你的学生吗 有本事你就来斩杀我 不要像路边的野狗 一般狂吠 雨冰毫不留情地怒骂 雨冰整个脸色都瞬间战红 愿是境界强者的地位尊崇 从来不会有人敢在他面前 说这样粗鄙的言语 好了 不要再说气话了 老祖平和的开口 在场的祖老都是成精的人物 怎么可能因为雨冰的 区区几句攻心的话 就改变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这次的事情 是雨家对不起你 只要你放下仇恨 回归雨家 回来吧 雨家的大门 依旧为你敞开 雨龙目光看向老者 眼中流露出一丝疑惑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觉得 能够回归雨家 是一种天大的荣耀 似乎听到这样的话 我应该倒头就拜 欢天喜地地跟着你们去祠堂 拜祖宗 可是我明明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打算啊 早在二十年前 我父亲被你们驱逐出雨家起 我跟你们帝都雨家 就没有了一丝关系 哪怕整个华国看你们雨家 都是地位尊崇 心中崇拜 但是在我这里 你们雨家比路边的野草还要轻贱 雨龙声色俱立 痛斥着雨家的所作所为 声音可以传遍数十里 场中顿时寂静了一瞬 而后友族老笑了 他当年也曾经亲自参与了对雨战的追杀 哼 你是不是以为你声音传四方 可以借助舆论的力量 来压制我们雨家 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是有用的 一旦引起整个社会舆论的风波 官方必然会出面来弹压雨家 在华国 雨家并不是一家独大 甚至这些年 因为始终没有国式强者出现 他们已经是十大家族中 吊车尾一般的存在 你却是不知道 从你歇施七夜 我们认出你是雨龙之后 整个雨家庄园就开启了隔绝阵法 你的声音根本传不到外面一丝一号 不用白费力气了 每一个大家族 都有从九远岁月之前流传下来的阵法 经过一代代仙人的完善 威能都很可怕 也对 你不过一个武道修士 又没有家族抵御 如何能知道 理学阵法手段的奥妙 也就是说 哪怕你死在这里 除了我们 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 祖老的话语中杀气逼人 众人之中 很多人脸上都流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冰冷笑意 呵呵 雨龙也笑了 你以为 我刚刚说这么多的话 只是在表达我内心的愤怒吗 嗯 什么 事出反常必有妖 雨龙反常的举动 让他们心生不妙的预感 虽然我的心中 却是无比愤怒 但是我也总算弄清楚了一件事情 雨龙目光扫过众人 嘴角的笑意同样锋利如刀 那就是 你们雨家的确很重视我手里这个精彩绝艳的天才与七叶 既然如此 雨龙目光凝聚在雨冰身上 我就放了你孙子来和你们团聚 什么 你要放了七叶 雨冰忍不住开口 他不相信雨龙会这么做 自然是真的 不过你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雨龙目光锐利 震慑人群中一些人已经灵气沸腾 想要在他放下雨七叶的瞬间出手将他震杀的阻牢 啪哒 雨龙手掌一松 雨七叶顿时脱离了雨龙的束缚 只是雨七叶却是低着头 站在原地没动 看上去有些反常 雨龙则是微微一笑 笑意和惜 淡淡开口道 来 不要害羞 和大家打个招呼 我的奴仆 第164章 全身而退 一直低着头的雨七叶 缓缓抬起了头颅 眼中闪过一丝灰暗的光 转头看向身边的雨龙 恭敬地开口 遵命 主人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陷入了刹那的沉默 他们都被惊呆了 我的孙儿 你这是怎么了 雨冰更是神色大变 伸手挥出一道神光 将雨七叶倒卷而回 你这是怎么了 雨冰灵气鼓荡 冲刷雨七叶全身 雨七叶的表现太奇怪了 可是看他的眼神 神采依旧还在 并不像是失了魂 呵呵 雨龙淡淡地笑道 他现在很好 准确地说 是前所未有的好 毕竟能成为 我雨龙的奴仆 是巨大的荣耀 混账 混账 雨冰检查了 雨七叶的全身 没有发现丝毫的异常 但这也恰恰是 最大的异常 你到底对我孙儿 做了什么 伸手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雨龙摇了摇头 我真的怀疑你这个院士 修为是怎么来的 脑子蠢笨得像猪狗一般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的乖孙子 雨家未来 给予厚望的添交 如今已经成为我的奴仆 不过 你似乎有些不相信 雨龙脸上森然一笑 雨七叶 你帮我想想办法 啪 陡然间 雨七叶浑身绷紧 爆发出自身的全部力量 朝着雨冰全力 轰出自己的一拳 雨七叶太小了 之前先天有缺 一直没能踏上修行路 到现在为止 也不过是普通人 而体内的九品玉莲 除了自身受创食 会被动激发 其他时候 根本无法调动 这一拳 不要说修行者 就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 都没有丝毫杀伤力 但是这一拳 对于雨冰的杀伤力 太巨大了 他从没有想过 自己最疼爱的孙儿雨 七叶会对自己出手 这一拳打在他身上如浮沉 在他心里 却如天崩地裂 我的孙儿啊 雨冰惨嚎一声 一把将雨七叶抱住 你醒醒啊 我的乖孙儿 雨七叶 被雨冰死死地抱在怀里 但是雨七叶眼中 却没有往日的如沐和温情 而是冰冷的胸光 一口咬在雨冰手臂上 啊 雨冰心如刀脚 雨七叶眼中的凶光 让他如遭雷击 自从七八年前 自己的儿子而西藻王 只留下了雨七叶这么一个毒苗苗 他的全部心血 都花在了雨七叶身上 他心中 怎么不知强夺于小月的 本命法相合何等因素 绝情灭性的做法 但是为了自己的孙儿 他愿意 但是如今 一切的努力换来的 竟然是这样的局面 这让他无法接受 心中欲狂 把我的孙子还给我 雨冰壮若丰富 一道神侠 将手中的雨七叶 禁锢在原地 否则 死 院士强者 一旦全力出手 雨龙根本不能抵挡 不过他却丝毫没有惊慌之色 我劝你最好想清楚 你的乖孙子 雨家未来的最强者 已经被我种下了奴役 生死戏我一念之间 奴金 这是雨龙从物城皇家祖地中 得到的法 未能无比惊人 跟脚隐秘 似乎不是这个世界的法 哪怕雨冰这样的院士强者 也无法察觉 这才是雨冰的全部计划 雨冰做下了这种事 不可能不让雨家知晓 得到了天生法 向着雨七叶 必然被雨家 视为瑰宝 视为绝命 除了当事人 不会让外人所知 既然如此 在雨家庄园之中 寂寂无名的雨七叶 安全自然不可能 出现问题 这就是雨龙的机会 恐怕没有人会 想到有人 敢直接强闯雨家大门 劫持雨七叶 在被雨龙折断数十根骨后 雨七叶就一直沉默不语 看上去是伤势沉重 实际上是因为 雨龙的精神入侵 隔绝了她的意识海 和肉身的联系 之所以要找理由 重伤雨七叶 也是为了 通过肉身的伤势 来虚弱她的精神 便于快速种下奴役 直到现在 在群狼环似的雨家 雨龙手中 才算是 有了真正保命的资本 你这是在找死 不要折断我 雨家未来的天骄 雨家一众阻牢 都是声色大变 他们没想到 雨龙手中 竟然有这样神妙的法 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他们不愿意相信 但是雨七叶的反常表现 分明是在告诉他们 这一切都是真的 现在 我们终于可以 心平气和地坐下 来好好谈的 雨龙开口 我现在还要两株玄阶 顶级的千年神药 雨小月的伤势太严重了 雨龙担心一株草药 不能彻底保住 自己妹妹的性命 诸位 你们心中 好好合计合计 两株神药 和雨七叶 这个宝贝疙 究竟谁更宝贵一点 雨龙饶有兴致地开口 但是同样的 我只给你们五分钟 混账 无法无天 一种祖老都怒了 他们感觉 形势变化太快了 突然之间 雨龙似乎就逆风翻盘 站在了主动位置 我雨家千年大族 不可能像你这么一个 如此低头 他们心中 都有着大族的骄傲 不错 我们雨家最强者 超乎你的想象 你这样的稚嫩手段 挥手就可破 还有四分钟 雨龙没有说什么 只是面无表情地提示着 三分钟 雨龙眼中神光一闪 被雨冰神霞禁锢的雨七叶 顿时神色狂暴 奋力想要挣脱神霞的束缚 奶奶 答应主人 否则我马上自杀死 在你面前 雨七叶狂怒 奋力嘶吼着 刚烈的可怕 让人丝毫不怀疑 话语的真实性 我答应 我答应 雨冰泪流满面 身形一闪 顿时冲向了家族府库 院士强者的权力爆发 速度很快 几乎让雨家上空 笼罩的隔离阵法 都一阵波动 不到三分钟 雨冰再次出现在雨龙面前 此时他手中一手一个黑色的檀木盒子 上面还有没拆封的封条 这也是两株玄接极品的千年神药 对于小月的伤势恢复有大用 有了三株这样的神药 与小月的性命又多了几分保障 只是这样的神药 哪怕是雨家库存 同样不太多 每一株都无比珍贵 哪怕以雨冰的权限 也没办法同时拿到这么多神药 几乎是半拿半腔的 把这两核千年神药拿出 你要的神药已经拿到了 现在马上恢复我孙儿的神志 雨冰嘴角都流露出一丝哀求之一 哪怕他此刻修为通天 也无法让雨 七叶脱离雨龙的掌控 看着哀求的雨冰 雨龙目光依旧冰冷 沉生开口 等我离开这里 他自然会恢复 不要骗我 你能逃 你的妹妹 母亲逃不了 如果你敢戏耍我 戏耍雨家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放心 转身朝外走去的雨龙身形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众人 眼中金光暴闪 我不会伤害你的宝贝孙子 我会让你们看看 只要我妹妹挺过这个劫难 未来她一定会走出更强的路 她会亲手来了结这一段因果 第165章 重伤 此话一出 全场都无比寂静 众人忍不住心中发毛 这话太霸气 让人分不清楚 到底是有地方使 还是说的负气话 说完这句话 雨龙转身离开了这里 她没有继续在此停留 她要回去找雨小月 好畜生 好胆 既阻碍雨龙要跨出雨家大门的时候 一道璀璨的神光 从天际直冲而来 像一道光幕 一般朝着雨龙冲刷而来 雨冰 你准备看着雨七夜死吗 这股神光波动 无比强烈 让雨龙浑身汗毛直立 这是大成院士的可怕威能 远超雨龙现在的实力境界 哼 瞬息之间 雨冰神色挣扎 终究还是不敢拿自己孙儿的命做赌注 直接出手 驱散了这一道神光 雨冰 你疯了吗 神光消散 一名老者 大步走来 浑身散发着金黄色的万丈光芒 虽然无比年迈 双目之中 却有刺目的神光 像一头黄金狮子一般 始于老大 除了正在闭关的雨十一 雨家的最强人物 大哥 我没办法 没办法 雨冰神色凄苦 自己的孙儿 莫名成为了雨龙的奴仆 从此之后 一言一行都不由己 成为雨龙的提线木偶 这种感觉太痛苦 哼 雨老大自然也知道 他的神识扫过与七叶全身 洞察分毫 以他大成境界的院士修为 顿时发现了异常 神魂之中 被种下了一种烙印 雨老大目光一闪 有一丝震惊 这种灵魂层次的高级运用 只有达到了国事境界 才能开始接触 雨龙竟然可以以武者之身诗 展出这样的法门 除了天赋惊人 身上必然还有惊天动地的造化 射门法 一定要得到 他有种直觉 留下雨龙 从他身上得到的 会比现在的天生法 香雨七叶更加不凡 刷 雨老大再度出手 这次是 直接将神光笼罩了雨七叶全身 大哥 你在干什么 雨冰神色大变 雨七叶是他的命根子 是他全部的精神支柱 我再救他 雨老大神色阴沉 弱大一个雨家 强者如灵 竟然被雨龙这样一个武者压制的不能动弹 嗯 在雨七叶被神光笼罩的瞬间 雨龙顿时 神色大变 他发现自己和雨七叶之间的联系 竟然被中断了 这是从不曾有过的情况 母应失效了 小畜生 是不是很震惊 很恐惧 雨老大淡淡地开口 眼中有掌控一切的效益 你这门法 虽然奇特 但你的实力 终究太低 神魂没有得到质变 主要到了 我这样的大乘院士境界 就可以将你的神魂 联系隔绝 雨龙的修行底蕴 还是太浅了 对于院士境界的强者 了解太少 不曾想他的奴硬 竟然会被屏蔽 他敢置身站在群狼环似之中的最大底气 就此破灭 大哥 你说的是真的吗 雨冰大喜 神色激动不已 整个身躯都在微微颤抖 那是自然 雨老大点了点头 若是老十一突破国事之后 亲自出手 可以直接将七叶神魂之中的印记抹除 到了国事境界 对于灵魂的运用极其深刻 现在 这也只是一时的权益之计 本质上来说七叶 依旧神魂被掌控 要想彻底跟出这个隐患 必须要杀了这个小畜生 雨老大的话杀气森森 直接要置雨龙于死地 大哥 你放心 不用你们出手 这个小畜生 敢如此欺我 我要亲手镇杀他 不会让他死得这么轻松 雨冰眼中的杀机 都要化作实质 如今自己孙儿安全得到保证 雨龙顿时成为了他手下的蚂蚱 反手可以镇杀 可恨 在发现自己和雨七叶之间的奴印连接被中断之后 雨龙就知道事情不妙 眼中神光暴闪 气血凝聚到极限 猛地朝外冲去 面对院士强者 他没有生还的机会 冲 必须冲出去 雨龙在心中大声咆哮 他已经来到了大门口 前方三丈之地 就是雨家大门之外 这三丈 却如同天欠 哄 气血疯狂运转之下 体内传来一声声轰鸣 眼前的系统界面闪烁出红光 气血 999999痘 脑欲 49万念 灵能 5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精通 熔炉权益 小成 秩序 二层圆满 不祥之眼 精通 这是雨龙现在的真实实力 此时的雨冰怒气勃发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强者矜持 直接全力出手 恐怖如海的波动朝着雨龙倾袭而来 浩荡的灵气化作一只大手 遮天蔽日 挡住了雨龙头顶的虚空 嗡的一声 大手微微一颤 五指弯曲 每一根手指上都有迷蒙的紫气闪烁 像是五根擎天巨主 肩不可摧 碰 大手向下覆盖而下 雨冰真的要如同拍死一只蚂蚱一般 将雨龙直接拍死 哈哈 都说学者无敌 那就让我这个九品舞者看看 愿是强者 到底有多强 雨龙狂笑 身形直接冲天而起 手掌一挥 无数道血红色长矛凝聚成秩序锁链 将虚空中的灵气大手缠绕 想要直接绞杀 哄 百万斗气 谢成炫加倍 荣如权意疯狂涌出 生死之间 生死之间 雨龙固不得保留 直接爆出自己的大杀招 碰 大手微微一正 秩序锁链 直接被崩开 化作漫天血光 只是大手自身同样出现了 细密的裂缝 紧接着雨龙的权力一拳 直接轰出 气血冲心河 如同陨石撞地球 雨家大门口附近的一切建筑物 都被这股浩荡的波动 直接摧毁 化作了粉碎 这是雨龙的巅峰一拳 可以匹敌宗师境强者 而雨冰半月前 被皇府院长重伤 一直未曾痊愈 哪怕他全力出手 但是受到伤势牵制 几乎是院士境界中最弱的一招 雨龙的全境 直接将虚空之中的灵气大手 轰出了密密麻麻的裂缝 整个手掌 遍布了无数巨大的裂纹 似乎随时都可能崩碎 但终究雨龙 没有破了这一招 此时距离雨家大门 只有不到一丈远了 不好 一直在旁边 冷眼旁观的雨老大 顿时神色一变 他没想到院士 强者雨冰 已经亲自出手 雨龙 竟然还能有反抗之力 这还是舞者吗 还是18岁的少年吗 这是妖念 雨老大身形一动 他要亲自出手 将雨龙擒拿 不能让他走出雨家大门 轰隆隆 与此同时 灵气大手掌硬加身 雨龙神色大变 气血暴走 直接朝着大门外冲去 三米 两米 一米 破 掌印落下 狂暴的力量 瞬间冲进了雨龙的五脏六腑 雨龙的身形 如同破步一般 直接被抛飞 甩出了雨家大门 雨龙体内上百根筋骨 直接被这一掌折断 大口咳血 直接中伤 还好这一掌的大半威力 都被消耗 否则雨龙 直接就会死在这一掌下 此时 雨老大的身形 也出现在大门口 目光冰冷无情 探出大手朝着雨龙抓来 小畜生 我雨家大门 可不是你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的 第166章 青天间旨意 哄 雨老大的实力 和雨冰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院士这个境界 每一个小层次之间的差距 都无比巨大 大乘院士 修为的雨老大出手 直接朝着重伤的雨龙抓来 他要把雨龙带回雨家 慢慢审问 拷问出他身上的所有秘密 不要说是重伤状态之下 哪怕雨龙全胜 依旧无法从雨老大手中逃脱 而此时的雨冰 因为没有一招 将雨龙彻底镇压 脸上有些挂不住 看着雨老大亲自出手 不由地节节大笑 小畜生 我雨家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不管是你妹妹 还是你那个死鬼父亲 都无法逃过我雨家的掌控 你放心 等会我会好好陪你聊天呢 你一定会很喜欢 雨冰脸上的恶毒和阴森 让人不寒而栗 毒妇 看着张狂的雨冰 雨龙张嘴吐出大口鲜血 却根本无力再战 早至今日 我必然修行更加刻苦 哪里会让这些小人张狂 雨龙很后悔 尽管他的修行已经很刻苦 但明显不够 自己的实力不够强 在自己的妹妹 遭到这样巨大的劫难 自己这个哥哥 竟然不能报仇 不用悔恨 与老大目光冰冷 淡淡开口 你已经足够优秀 是我见过最妖孽的年轻人 尽管只是这样昙花一现 依旧足以震惊整个古史 他心中的确很震惊 当雨冰的权力一击 竟然被雨龙接住的时候 他心中的杀鸡 就已经无限暴涨了 这样的雨龙太可怕了 他有一种直觉 如果给他时间 恐怕横在舞蹈修行者面前 数千年的天欠 都会被他跨过 这样的人 如果是他雨家子孙 他必然万分高兴 全力培养 但是如今这般 和雨家有化解不开的血海深仇 就必须尽早斩杀 雨老大的大手 转瞬极致 要抓住雨龙 将其带回雨家庄园深处 惊人的威压 几乎让雨龙连头都抬不起来 唉 陡然间 一声轻叹在雨龙耳边响起 与此同时 一道淡淡的荧光 在他面前凝聚 这道荧光 看上去淡不可见 但是却异常坚韧 雨老大的灵气所花大手 竟然无法突破 什么人 雨老大神色一宁 目光四处扫荡 想要知道是谁在出手 青天间曾经有旨意 帝都之内 不允许九瓶以上 强者爆发气血 淡淡的声音 在虚空中响起 一名老者 从虚空中走出 火红色的神光闪耀 如同上古时代 走出的火之神之 皇府院长 雨老大瞳孔一缩 皇府院长 早已踏入院室 圆满多年 实力惊人 这是我们雨家的内部事务 还请你不要干涉 对上皇府院长 雨老大也同样没有把握 从雨龙走出雨家大门的这一刻 这就不是你们雨家的家世了 皇府院长的声音平淡 却让众人皆可问 你们现在是在违背 青天间千年来的精神 挑衅人族的权威 青天间代表的 就是华国人族的 最顶峰权力机构 负有监察天下修士的职责 是无数修士心中的圣地 皇府院长 你一定要甘愿我雨家家世吗 与老大神色阴沉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皇府决定 出面干涉 青天间的这条规定 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只要 没有掀起大规模的骚乱 快刀斩乱麻 将雨龙带走 青天间也不可能 真的来问 则身为十大家族的雨家 现在这情况 明显是皇府想要拉偏价 多说无意 皇府院长摇了摇头 他想起了学院之中 虚弱的雨小月 本可以镇压 一个时代的天赋结果 被剥夺 如今雨龙 就是他们家 唯一的支柱了 一旦雨龙再被镇压 他们家 彻底就失去了希望 是自己这个院长失职啊 而且刚刚看雨龙的实力 同样也让他惊为天人 差点把下巴上的胡须 都扯断 这太惊人了 这样的天才人族 死在童族操歌上 实在是太可惜 一念即此 皇府院长浑身 火红色灵气爆发 现在是人妖大战 我们应该同心同分德 共抗妖族 而不是在这里消耗力量 总之 我在这里 必然要维护青天间精神 皇府老儿 你这是要和我羽家为敌啊 与老大低声喝道 神色无比阴沉 他不想放过雨龙 雨龙表现出的天赋太惊人 加上身怀的神秘的法 已经引起了他的觊觎 对于雨龙 他势在必得 那就做过一场吧 与老大怒吼 金黄色真气汹涌 如战神在咆哮 身为十大家族 他们的底蕴惊人 真的放手示威 甚至可以将皇府院长斩杀在此 一时之间 双方竟然剑拔弩张 空气之中的事 都变得凝重起来 随时可能血染青天 真 陡然间 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响彻虚空 这道剑鸣风锐无匹 直接破开了虚空中的事 一道神光 从遥远的天际 报事而来 这是一条 由浩荡灵气 凝聚而成的天路 一名身穿玄青色不一 身背常见的青年男子 从神光之中走出 目光扫过全场 在雨龙身上 逗留了瞬间 青天间止夜 青年男子 只是出入院士修为 面对皇府院长 和雨老大二人 却丝毫不怯懦 缓开口 帝都之内 任何九品之上修士 不得展露修为 这是华盛人的徒弟 第一代青天间主人留下的规则 礼学之修到了宗师境界 就会发生质的蜕变 如同行走的战略导弹 可以轻易造成巨大的破坏 青年男子看了看皇府院长 和雨老大二人 眼中闪过一道锋利的剑鸣 为者 死 霸道 无比的霸道 这就是青天间的底气 尽管青年男子的 修为远低于他们 却依旧可以傲然地发号施令 丝毫不惧怕他们反抗 事实 也的确是如此 与老大神色阴沉地要滴出水来 但是却没有丝毫违抗的心思 千年来 曾经有过一个修行家族 繁荣到极盛 一门两国士 无比尊贵 膨胀到极限的他们 公然违抗青天间的旨意 引来了雷霆之怒 三天之后 家族破灭 所有九品以上修士 全部被编斥为战奴 哪怕两个国士 也不例外 从此再无人敢无视青天间的威严 使者 此人也是我羽家不孝子孙 却重伤我羽家麒麟 我们全部心中悲愤 只想将羽龙拿下 带回去 以家法惩治 希望青天间体恤 与老大恭敬地开口 他不想把羽龙的步凡暴露出来 一旦被其他家族知晓 恐怕会生出波澜 我不关心这些 青年男子淡淡地开口 我只是来传达青天间旨意 而且我还没说完 不用着急 男子再度将目光放在了羽龙身上 似乎想要看透羽龙 青天间中除了无双国士 还有一些被这些国士看中 天赋惊人的天才修士 也会常驻在青天间中修行 不时充当宣布 旨意的使者下山行走 青年男子朗声开口 所有九品以上修士 不得在帝都出手 同时 无者羽龙 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帝都 相当于这是青天间 考虑到羽家感受 释放出的善意 毕竟羽家 马上也有人要突破到国士境界 宣读完旨意后 青年男子没有停留 转身融入神光之中 回到青天间 场中陷入了一阵 诡异的寂静 突然一阵张狂的大笑声 在羽家门前响起 羽龙笑得眼泪都要出来 你们空有一身修为 却不能亲自出手擒拿我 是不是很愤怒 很无助 羽老大等人 神色阴沉无比 羽龙分明重伤倒地 就在他们面前 一丈之地 他们却不能出手擒拿 小畜生修得张狂 羽老大转头喝道 此时他已经重伤不起 去把家里的九品学者叫出来 把羽龙擒回来者 有重伤 足了 我来 一名中年男子大声道 他是羽战那一带 修为天赋一般 但也突破九品学者多年 修为身后 哄 中年男子 散出一道道神光 学术涌动 眼中有刺眼的杀鸡 他要一招 将羽龙带回 这将是巨大的功劳 可以让他在家族中更进一步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 另外还有两名九品学者族人跃重而出 他们全程都在关注这里 看着羽龙被重伤 根本无力再战 几乎就是白减的巨大功劳 嗯 虚空之中 看到这一幕的皇府院长 想要出手阻止 羽龙伤势太重了 连站起身都困难 皇府老儿 你口口声声倾天间旨意 如今使者刚走 你就要违背吗 与老大上前一步 与皇府院长对峙 不自量炼 羽龙一声长笑 皇府院长 这些土鸡娃狗 不过弹指可灭 根本不用劳烦您出手 刷刷刷 虚空之中 再度有血红色长矛 凝聚而出 羽龙没有施展 秩序神炼 而是直接数百根秩序神矛 散发着恐怖的杀鸡 朝着来人迸射而出 扑 扑 扑 这些神矛 对付宗师强者力不从心 但是面对这些九品学者 却是碾压式的 风锐之气瞬间崩碎了 三人施展的各色学术 而后毫无阻碍地 洞穿了其肉身 劲道爆发 三大九品学者 都没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肉身直接在半空中爆开 整个羽家大门 顿时笼罩在了一片 血色迷雾之中 混账 混账 与老大神色愤怒 甚至忍不住想要出手 他没想到 已经重伤的羽龙 竟然还有这样的战力 九品学者 毫无反抗之力地被屠杀 这是什么武者 羽龙在于老大心中的 重视程度不断拔高 直觉告诉他 必须马上出手 将这个威胁斩杀 但是看着脸上 再度笑眯眯的皇甫院长 他知道 他没有机会 羽龙已经算是 从羽家逃出去了 小畜生 你很好 于老大应沉沉地开口 你为自己挣到了三天的时间 赶紧和家人朋友告别吧 三天之后 你必死 羽龙同样目光 直视着羽家众人 丝毫不拒 生死之间有大恐惧 也有大造化 他现在只感觉胸中 有一股气不得不发 哈哈 我羽龙大好人头在此 你们想找死的尽管来吧 第167章 游戏开始 帝都立学院 依旧还是皇甫院长 闭关密室 于小畏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又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 他太虚弱了 本员被强行剥夺 很难有生机 院长 拜托您了 密室之中 除了羽龙兄妹 就只有皇甫院长 三天之后 我会离开帝都 我妹妹 就麻烦您忽悠周全了 羽龙知道 她不可能 永远在帝都里学院苟且 那相当于 公然违抗青天间的旨意 是天大的罪过 小遥 你放心吧 小月在我帝都里学院一日 我必然会护她一日周全 皇甫院长点了点头 一来是与小月的遭遇 本就让她心中感到亏欠 希望可以弥补 二来羽龙 今天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远超普通舞者 舞王 艳小小年轻时 也不曾有这样的战力 如果慈子这次可以大难不死 恐怕未来的成就 会很可怕 皇甫院长心 忠下意识 就有这样的念头 羽龙恐怕会在五道一途径 走出前所未有的路 多谢院长 羽龙点了点头 目光连袭地看着与小月 两世的亲情纠葛 上一世 自己就亏欠了这个妹妹 本想这一世 实力走到巅峰 必然可以忽悠她一世 却不曾想遭遇 这样的大难 取出三个墓盒 这里面是三珠玄阶顶级的千年神药 药力如海 璀璨的宝光和药香 充斥了整个闭关密室 小妖 你想好了吗 这可是三珠顶尖神药 哪怕院士强者 都会心动 皇甫院长 悠悠开口 似乎在拷问羽龙的内心 对我来说 哪怕十珠百珠 这世间最珍贵的神药 都比不上我妹妹的一根汗毛珍贵 羽龙丝毫不为所动 手掌一挥 血气席卷三珠神药 放在了羽小月嘴边 温柔地开口 小月 我是哥哥 快醒醒 吃药了 吃了药你就好了 哥哥 羽小月低声嘀喃着 似乎在回忆哥哥是谁 下意识地张开嘴 羽龙将神药一一喂下 轰隆隆 这样的顶级神药 哪怕是宗师境界 也不敢一次性 全部吞服 浩瀚的药力 会将整个他们的气海承报 但这显然不包括羽小月 他的气海早已经枯竭 化作了一片废墟 当浩瀚的药力 汹涌而入的时候 气海纷纷来者不拒 用药力在滋养本源 躺在床榻上的羽小月 浑身散发出药眼的宝光 通体毛孔中 都在散发神药的药香 真个人 如同沉睡的神女一般 神意非凡 三大神药灵力 全部涌入了气海深处 羽小月的气海上 那些均略的大口 在缓缓愈合 本来在分裂消失的气海 重新被稳固 这让羽龙大喜 如果气海 可以恢复如初 让羽小月重头再来 彻底稳固之后 磅礴的药力 对她再没有丝毫作用 其本源没能再度诞生 无法产生灵力的源泉 整个气海 依旧是一个死海 只是羽小月的性命算是 彻底保住了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羽龙心中悲凉 自己的妹妹 本来是何等可怕的天赋 却因为帝都羽家 沦落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让羽龙心中的 恨意越发刻骨 哥 得到了三株 顶尖神药滋养的羽小月 神志也缓缓恢复了清明 看着自己 哥哥惊喜交加 你没事吧 不要去做傻事啊 羽小月很担心自己的哥哥 一怒之下冲去羽家 他在帝都这么久 已经耳濡目染 知道了羽家的可怕 所以他才哀求 皇府院长帮帮哥哥 没事 羽龙笑着揉了揉 羽小月的脑袋 哥哥哪里都不去了 接下来几天 就在这里陪着你 他们两兄妹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静静地坐在一起了 羽龙 龙龙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两道声音 是王素素和吴伟 羽龙神色 微不可查的一遍 对着羽小月轻声说道 你现在伤势太重 身边还不能太嘈杂 我出去和他们聊会 嗯 羽小月点了点头 他现在也不想见其他人 他的生命 只有最后几天了 只想和羽龙一起度过 站起身来 给皇府院长一个眼神 后者会议地点了点头 羽龙走出了闭关密室 密室外 王素素和吴伟一脸交集 看到羽龙走出来 急忙上前 就要开口 羽龙 你 噓 羽龙神色严肃 事意噤声 带着二人来到密室外 数百米远 又回头确认 密室外的隔绝阵法 已经开启 方才轻声开口 说吧 是真的吗 现在外面都传风了 吴伟当即按捺不住的开口 眼中还有着惊慌之色 他听到的消息 太惊人了 简直刷新了他的三观 说你硬闯羽佳 还害了他们的麒麟 现在羽佳 要全力追杀你 后来青天间出现 也只是为你多争取了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你就必须要离开帝都 帝都之中没有秘密 羽佳大门发生的一幕幕 很快就在帝都的修行圈子传开 羽龙的名字也瞬间传开 嗯 没错 羽龙神色淡漠地点了点头 似乎看不到一丝情绪 你还这么淡定 吴伟级的脸上的肥肉一颤一颤 那可是羽佳呀 宗师一大片 院士都有九尊 虽然现在人妖大阵前线 抽掉了一半过去 剩下的依旧可以轻易 捏死我们这样的小修士啊 他很担心羽龙 没事的 羽龙看着焦急上火的胖子 笑了 既然你知道了这些事 自然知道我的实力并不差 既然能从龙坛虎穴的羽佳里走出来 自然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他们震杀 那三天之后 你准备怎么办 一直没开口的王素素突然开口 目光死死地看着羽龙 眼中很担忧 他也没想到羽龙 居然会有这么可怕的实力 但是面对庞然大物羽佳 依旧难以抗衡 没事 我不会死的 就算走出帝都 只要不和羽佳 那几个院士老怪硬碰硬 其他人想要杀我却也没那么容易 言下之意 宗师强者 他都可以一战 这样的气势 让人忍不住心者 我和你一起走 王素素忍不住开口 尽管知道很不理智 但是他依旧开口了 傻子 羽龙无奈地笑了 你跟我一起 可帮不了我 等你以后 实力达到了院士国事的境界 我一定找你照着我 至于现在 你留在这里 帮我照顾一下月月 外面的事 让我去应付就好 对了 这些事 我不想让月月知道 至少在我离开之前 于小月一直重伤在床 不曾听到外面的消息 一旦她知道了这些事 拉住她不让她走 她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场面 目光直视着二人 你们一个 是我想要共度余生最爱的女子 一个是我最铁的私党 我这一走 家里的事情 就要拜托你们了 你放心 五尾神色沉重 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一定要记得活着回来 五尾和王素素 很快就离开了 没有打扰 羽龙兄妹的独处时间 这两天 本源得到稳固的于小月气色 也明显的好转起来了 羽龙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就像二人小时候一般 嬉戏玩闹 脸色好转起来的于小月 甚至拉着羽龙一起给悟成的母亲周娟 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安宁 祥和 外界的一切风波都被忘记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于小月深夜陷入熟睡 羽龙静静地看着妹妹 其实就这样也挺好 不涉足修行纷争 做一个贫乏快乐的傻丫头 都怪哥哥没用啊 不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一声长叹 羽龙走出闭关大殿 目光深邃地看着远方 那里 是帝都的万家灯火 要走了 陡然间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羽龙耳边响起 是皇府院长 明天天亮就是最后的期限 他知道今晚 这个少年必然会离开 嗯 羽龙淡淡地点了点头 神色平淡 不像是去生死搏杀 反而如同 是要回家一般平静 需不需要我送你一段 你应该能猜到 此时的帝都里学院 四面八方 都是羽家的眼线 青天间 是要求三天之内 羽龙必须离开帝都 但是在这三天里 羽龙随时可能离去 为此 羽家花了 巨大的人力物力 在整个帝都里学院附近 布下了天罗帝王 同时在帝都 每个方向的郊外 都有宗师人物在助手 不会给羽龙一丝逃出去的机会 不用 羽龙摇了摇头 想要我羽龙的人头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看了一眼身侧的老者 羽龙沉声道 院长 虽然有些啰嗦 但我还是要说一句 麻烦您多照顾一下我妹妹 这一去 不知何日 是归期了 放心 得到老者的许诺 羽龙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 张开双臂拥抱面前 无尽的黑夜 那么 现在 游戏开始 第168章 大逃杀 帝都 夜深 羽龙如同一只幽灵 悄然潜出了帝都里学院 刚刚走出校门 他就发现了 暗处至少有三个暗哨在丁梢 都是七八品的学者 羽家真的是财大气粗啊 羽龙低声呢喃着 他的重伤这几天通过灵能 已经全部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要不是为了不引起皇府院长的注意 他甚至可以在瞬息之间 就伤势尽负 但他不是是杀制人 这些人对他没有丝毫威胁 只要不来招惹他 他也不会去斩尽杀绝 帝都是个不夜城 哪怕深夜 依旧是人来人往 就凭你们 也想认出我 羽龙心中冷笑 大摇大摆 从帝都里学院大门口走出 他易容了自己的容貌 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恶毒少年 他对肌肉的操控妙的豪颠 细微处的改变 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 不止如此 羽龙还将自己的气质彻底转换 整个人看上去阴力恶毒 像是一条毒蛇 随时可能从暗处发出致命一击 身为华国最顶尖的修行学府 帝都里学院有太多的修行天才 各种气质的都有 张狂的 邪魅的 阴冷的 冷漠的 羽龙这种再正常不过了 羽龙挥了挥手 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随意报了一个地名 让司机再过去 尽可能减少自己暴露的几率 羽家那些埋伏在学院附近的眼线 都不曾发现自己监视的目标 已经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在帝都里学院东南角 一个通体漆黑的轿车 缓缓在黑夜中滑行 车内后排 一名老者双目威和闭目养神 骤然间 老者睁开双目 眼中有神光一闪而逝 车内的气压都凝制了一瞬 老者瞥了一眼窗外 淡淡开口 开车 方向 北边 好的 大爷爷 前排驾驶座上 一个年轻男子 小心翼翼地开口 是发现那个人了吗 嗯 不错 老者 靠着后排座椅上 整个人看似放松下来 神识却蔓延开来 确认牢牢锁定之后 方才露出一丝冷笑 他以为自己的行踪隐秘得极好 却不知道 在我眼里 如同黑暗中的瓦亮灯泡一样刺眼 大爷爷 他真的有这么强吗 开车的年轻人 有些不甘地开口 他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 那个人的行踪在哪里 老者看了一眼前排的年轻人 能给他开车 自然也不会是普通人 青山 你是我宇家年轻一代 天赋最强的族人 有我宇家在身后 你未来的成就不会低 但是要比起他 却还是差了太远 老者摇了摇头 窗外的路灯扫过 终于印照出了他的五官 始于老大 大城院士的恐怖强者 竟然屈尊将贵 亲自在帝都里学院门口 守株带兔 这太惊人了 一旦传出去 恐怕会让无数人惊掉下巴 宇青山紧紧握住方向盘 眼神中有着一丝不服气 他太骄傲了 从小他的天赋惊人 在宇七叶被种下天生法乡之前 他就是宇家的第一天才 年纪轻轻 就已经在九品学者境界 晋宁了数年 只差一个契机 就可以突破到宗师境界 他的目标是 打破曹元创下的32岁 突破宗师境界的记录 不相信自己 会比不上比自己 还要年轻近10岁的羽龙 似乎感受到了宇青山身上的怨气 宇老大淡淡开口 你不要以他为目标 那会让你心中绝望 他已经超出了 你们这一代人可以拥有的极限 这样的人不具有参考价值 尽管对宇龙深恶痛绝 但是宇老大 也不得不承认宇龙的妖孽 承认对手 就是肯定自己 宇老大目光微微一闪 陈银片刻 似乎在感应什么 而后默然开口 现在 加快速度 提前通过帝都东大门 站在东大门外 宇老大神色森然地看着古城门 宇龙在宇家大门外重伤 宇老大静观不能直接出手将他带回 却种下了宇家的秘法 可以随时掌握宇龙的行踪 这种秘法以血脉为影 只有宇家人之间才能施展 哪怕强如皇府院长也不能发现 之所以还在帝都理学院外 布置那么多眼线 不过是做给皇府院长看的罢了 如今宇龙辞子还不知道自己的行踪 已经完全暴露 只要走出城门 宇老大就会瞬间施展修为 将其镇压 带回宇家 拷问出所有的机缘和秘密 宇龙喊的出租车在帝都的大街上 步紧不慢地行驶 很快就到了帝都古城门 正是东大门 出了这里 就算是正式离开了帝都地界 一路上 宇龙的精神全面展开 随时关注着周围的异动 却发现顺利地出骑 没有任何修行者在附近出没 尽管如此 宇龙的心中 却有着一阵淡淡的不安在营绕 心神无法安宁 似乎遗漏了什么关键的东西 但是宇龙始终找不到根油 出租车停在了巍峨的古城门前 宇龙走下车 接下来的路很可能不会平静 他不想连累普通司机被卷入危险 深吸一口气 宇龙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其他事情 全身肌肉紧绷 雄浑的气血缓缓流淌 体内筋骨发出了呼啸龙宁的闷响 就在此时 一直沉寂的系统界面突然复苏 检测到宿主体内不明能量 是否吸收 这道声音出现得很突然 宇龙目光一宁 一股寒气直冲天灵盖 不明能量 他发现自己可能找到了 一直令自己不安的源头 这道能量太隐蔽了 只有宇龙全身心调动心神的时候 系统才能察觉 吸收 心念一动 一道莫名的能量印记 从血液中被清除 宇龙之前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城门外 宇老大神色一变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被发现 宇老大神色一变 感觉要坏事 正是这个情绪波动 让他一直隐而不发的气机暴露了一瞬 一门之隔的宇龙顿时发现 哄 宇龙脚步一踏 身形暴闪离去 朝着远处逃顿 可恨 可恨 宇老大怒骂 他没想到 一切都这么顺利 在最后关头出了叉子 在他感应之中 一道气息猛然朝着城内冲了去 他顾不上许多 直接冲进了城门之中 目光四处望去 却找不到宇龙的身影 他不能爆发自己院士境界的战力 根本找不到宇龙的所在 大爷爷 这个时候这片地带根本就没有人啊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消失不见了 宇青山站在宇老大背后 目光四处扫视 有些疑惑 深夜的帝都东大门 先有人智 天亮之后就是三天之期 他难道敢违背青天间的旨意 继续都留在帝都 宇老大恶狠狠地道 如果是那样的话 恐怕都用不着 我出手 这个小畜生 直接会被青天间使者震杀 宇老大心中念头飞快转动 无数布局和谋划在脑海中闪烁 电光火石之间 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 他没逃 还在原地 宇老大身形没动 头颅猛然旋转180度 因故狼事看向了城门口 此时 正有一个人 已经悄然摸到了城门口另一头 宇老大猙獰怒吼 小畜生 还不受死 哄 宇龙看到 回头发现自己的宇老大 气血轰然爆发 身形如电 朝着城门外冲去 大逃杀 开始了 第169章 恐怖气息 想逃 你没有机会 宇老大狂笑 身上九品学者气息爆发 朝着城门外冲去 尽管古城门近在咫尺 他依旧没有爆发出 超越九品的力量 他虽然身为十大家族祖老 可以无视一些规则 但是当青天坚正式表态介入之后 无论何人 都必须无条件遵守 这就是青天坚的可怕 宇龙气血全力爆发之下 速度惊人 远超一般的九品学者 双方的差距竟然迅速在拉大 宇龙转瞬就出了城门 身形一拐 消失不见 宇老大神色不变 只是眼中的寒光越发炙烈 宇龙的天赋一旦成长下去 甚至可能直接打破武者天倩 走出那潜无古人的一步 宇老大距离城门外不过数百米 片刻就通过大半 他的神识 牢牢锁定了宇龙的气息 只要他除了帝都 修为全力爆发 马上就可以将他震杀 哄 迈出古城门的刹那 宇老大瞬间灵气爆发 修为全开 大乘院士境界 在这片虚空中浮散 整片虚空都在隐隐震荡 小畜生 受死 宇老大的声音如雷霆 在黑夜中炸响 浑身金黄色的神光暴涨 像是一头复苏的神之 要降下神法 前方近千米 宇龙头也不回地往前狂奔 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能和宇老大 这样层次的强者硬碰 逃 是唯一的选择 此时 宇龙全身充斥了赤红色的神艳 这是体内磅礴如海的气血 在大量蒸发 但是没用 大乘院士的实力 早已惊天动地 无双国是强者 轻易不出事 院士圆满的老怪物 也多半躲在洞府之中 参悟玄机 希望尽早能突破到 梦寐以求的院士境界 大乘院士 几乎就是最强的存在 轰隆隆 虚空之中传来一声声的气爆声音 宇老大的速度 早已经超越了声音的速度 和宇龙的差距 在快速拉近 太快了 宇龙同样感受到了 背后传来的森燃杀鸡 让他浑身汗毛直立 逃 逃 逃 宇龙心中大吼 双目一片赤红 他本来已经足够小心 却没想到 早已经中了 宇老大追踪行迹的秘法 从一开始 就已经落入了宇老大的掌控 可恶啊 宇龙嗓子里 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嘶吼 朝着前方慌不择路的逃窜 没用的 宇老大嘴角掀起一抹嘲讽的笑意 你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竟然能逼得我亲自出手 已经是巨大的荣耀 所以 安心受死吧 宇老大怒喝一声 一道雄浑的灵气匹炼 朝着宇龙蜂拥而去 杀气刺骨 这一击太快了 是大成院士的权力一击 哪怕心智坚定如宇龙 都忍不住心生绝望 妹妹 妈以后就要摆脱你了 这一世 本想好好保护你 却不曾想依旧 和上一世一般 要麻烦你帮哥多淡呆一点了 素素 忘了我吧 这一世去找一个更加值得你爱的 宇龙心中悲凉 这一刻 他想起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人 死 宇老大一声宁笑 他这一击 就要将宇龙彻底废掉 让他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再带回宇龙 一点一点地将他身上的秘密剥离出来 你们兄妹 注定就是 成为我宇家的机缘 壮大宇家实力 哈哈 宇小月 造就了一个天生法乡的宇家天才与企业 而他宇龙身上的秘密更加惊人 一旦被宇家窒息 恐怕可以实现至的飞跃 老匹夫 宇龙双目赤红 骤然转身 死死地看着宇老大 我就算死 也要咬下你一块肉了 他不愿意这样背对着宇老大被击杀 死 也要爆发出自己最后的光芒 哄 生死一线 宇龙感悟到一丝死亡的意境 生死之境 这是无上大道 熔炉拳意再度突破 手中全境微能暴涨 朝着宇老大轰杀而去 这一拳 甚至可以震杀没有防备的宗师 无力地挣扎 宇老大不屑地宁笑 眼中杀意更甚 生死之间 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恐惧支配了心智 要么怯懦 要么封魔 而在这样巨大压力之下 能够临阵突破的 无疑不是天才中的天才 这样的人最终都有巨大成就 可惜你心不在我宇家 宇老大心中闪过一丝可惜 这样的天才 如果是宇家人 那该多好 天才 终究只是一种潜力 而不是实力 无论多么天才 一旦死去 没有任何人会在意他有多么惊人的天资 只有活着的天才 才是天才 而宇龙和宇家 走上对立面的时候 就注定了今日的结局 宇家 千年大足 不可辱 宇龙的权益 裹挟着澎湃的气血 轰然撞在了宇老大的神通之上 如同遇到烈日的冰雪 极具消融 宇龙的权力一击 只支撑了数息时间 就轰然崩塌 下一刹 宇龙就要死在这一道神通之下 陡然间 一道恐怖的气息波动 出现在天地之间 似乎凝固了时间 本来马上就要震杀宇龙的灵气匹炼 都被凝制在半空之中 而后无声无息的消失 像是从来不曾在这个世间出现 而宇老大 同样是神色大变 本来一脸自信杀鸡的他 此时双目之中 充斥着要化作实质的惊恐 似乎是遭遇了什么天大的恐怖 这 这是什么 此刻他惊恐无比 他只感觉冥冥之中 有一双眼睛落在了他身上 让他感觉像年轻时 三品学者修为外出历练 遇到一头九品妖兽时的感觉 他已经很多年不曾有这样的感觉了 整个身体和灵魂都在不自主地发抖 骤然之间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在他体内炸开 就算他浑身金黄色神光剧烈波动 各种神通瞬间被祭出 守护自身 依旧没有丝毫作用 于老大脸色瞬间涨红 而后一大口鲜血喷出 体内传出噼里啪啦的沉闷哄响 数百根筋骨竟然直接被折断 碰 于老大从虚空中跌落 直接栽落在地面 浑身鲜血长流 大成院士的鲜血很珍贵 可以炼出珍贵的气血宝药 此刻却在肆意流失滋养身下的大地 不 于老大发出无比绝望的嘶吼 他感觉下一刻 自己就会被这股力量彻底撕成粉碎 轰隆隆 从这股恐怖气息出现到于老大被重伤 不过数息时间 整个天地都漠然变色 漆黑的夜空之中 出现了倒倒紫色的结云 遮蔽了月光 其中有黑色的雷霆在酝酿 似乎这片天地都容不下这股气息 随着结云的出现 这道气息在于老大体内悄然退散 就像从没有出现过 随着这股恐怖气息的消失 虚空之中 紫色结云也缓缓消散 夜空之中 月光再度浮现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突如其来的杀鸡 让于老大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 他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 然而体内沉重的伤势 却在提醒着他 这一切真实存在 难道是有国师境界强者出手了吗 于老大心中 闪过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但是下一刻 于老大自己就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雨龙背后真的有国师存在 雨龙哪里还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 尽管不知道 刚刚的气息主人到底是谁 但是因为雨龙而出手的可能性太低 几乎不可能 他现在心中很憋屈 自己完全就是遭遇了无妄之灾 尽管那股气息主人已经退去 但是依旧有一股残余的能量 在他体内游走 继续破坏他的肉身 加重伤势 这股能量极为难缠 于老大根本不能在短时间驱除 必须马上回雨家身处闭关养伤 看着面前的雨龙 眼中竟然有一些跃跃欲试的杀鸡 似乎想要对他出手 于老大眼中无比愤怒 事实上 雨龙的确是这样想的 刚刚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拿到恐怖气息 禁忌的雨老大被重创 趁他病 要他命 如果可以斩杀雨老大 对于雨家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直接会动摇到雨家的根基 雨家重袭 雨老大愤怒开口 他此时体内伤势沉重 不能久留 无法再亲手镇压雨龙了 何力其拿此贼 第170章 血战 在雨龙走出帝都里学院大门之后 雨老大就一直坐在车中尾随 确定了雨龙出城的方向之后 就让雨青山发布了命令 让雨家大半宗师和院士 都朝这边赶来 此时 距离近的宗师已经到了附近 只是看到雨老大亲自出手 便没有现身 此时听到雨老大的声音 顿时一个个气息爆发 朝着场中急掠而来 嗯 雨龙也感觉到了这几股气息 神色一变 雨家这次对他很重视 整个帝都还留守在帝都的 有30多个宗师 这还是一大半都触发去了 人妖之战前线的情况下 这就是千年大族的抵御 实在惊人 雨龙顾不得试探雨老大的伤势轻重 身形一变 朝着远方奔去 拦住他 此时出现的 一共有五大宗师 他们本来负责的区域 就是帝都东面 因此出现得最快 围守宗师一声大喝 其他四名宗师 手中神通涌动 朝着雨龙杀来 不要管我 去抓住雨龙 看到围守的宗师 朝着自己这边过来 似乎想要查看自己的伤势 雨老大顿时怒不可遏 他的伤势连自己都没辙 一个宗师过来 又有什么用 必须要把雨龙带回来 最不济 也要拖住他 等到族中其他院士来圆 看着几人身形消失在前方 心底深处 雨老大竟然怀疑 自家的宗师 能不能擒住雨龙 此刻的他留在这里 也没有了丝毫作用 转身朝着雨家庄园掠取 听到雨老大的怒吼 雨家宗师也就不再过来 身形化作一道神光 朝着雨龙掠取 动手 五大宗师也不多言 都非常果断 刹那间每一个人都霞光四射 浑身闪耀无比炙热的光 联手之下 竟然发出了海啸一般的声音 轰隆隆 五人启动 一重又一重的神通 化作各种浮温交织 茫茫一片 如朝溪一般涌来 似乎要将雨龙淹没 非常恐怖 碰 不远处 一道低矮的山峰 直接被朝溪席卷崩碎 山峰断裂 古树折断 无数的山石四处暴碎 这是雨家密传的一套 合机宝树 可以将众人的神通合一 爆发出碾压铜阶的伟力 土鸡娃狗 也想斩杀我 雨龙一声嘀吼 此时雨老大被莫名重伤 失去战力 最大的威胁被跟除 面对这些宗师 雨龙心中战意薄发 虚空之中 一道道血红色的长毛出现 化作秩序神恋 锁住四方虚空 爆发出锐利无比的晶晶之气 将神通潮汐割裂粉碎 断经 五人大喝 体内的灵气 以玄妙的轨迹流转 这一刻 天地之间都弥漫着五人的神通之力 这片虚空的灵气 都全部被凝聚成惊人的杀招 有无数符文闪烁 化作光幕 似乎裹挟着天地之威再度杀来 将秩序神恋崩碎 雨龙凌然 能够传承千年 而依旧昌盛的家族 底蕴宝树不容忽视 五大宗师合力之下 唯能直逼宗师巅峰 院士之下尽无敌 给我破 雨龙出手 刚刚突破的熔炉拳翼再度轰出 在大乘院士手中 折几尘沙的一拳 此刻终于爆发出他本身的荣光 哄 一声巨响 这一拳卷动气血长河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全意恐怖无比 直接轰穿了这片光幕 如陨石撞地球 碰撞的瞬间 无数电芒炸开 虚空骤然爆发了强烈的无量光 炙热的神光照亮整个夜空 宛若白昼 啊 瞬息之间 就有人惨叫着倒飞而出 跌落在地面 被雨龙的全境正面轰重 鲜血狂喷 合击阵形顿时被轰开 另外几人同样不好受 合击宝树被破 体内五脏六腑都被震动 理学修饰的肉身 本就比不上舞者 这一击之下 只觉得气血浮动得厉害 虚空之中 身形都有些摇摇欲坠 趁你们病 要你们命 雨龙眼中金光暴闪 瞬间压住体内跌宕起伏的气血 刚刚那一击 他同样不好受 死 重新掌控气血之后 轰然爆发 雨龙身形如电 一脚踩在地面 身形朝着虚空之中 五人电射而去 净身战 是舞者的天下 怎么可能 几人全部都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 雨龙一个舞者 竟然可以凌空飞动 这太可怕了 哪怕舞王和燕小小 这般舞道巨波 都无法脱离地心引力 只能凭借着 强悍的肉身纵身一跃 短暂制空 雨龙如今这一步 直接打破了修行界 有史以来的铁律 整个修行界 要变天了 轰隆隆 雨龙不知道 几名宗师心中的不平静 他携带着五匹的杀机 以恐怖的速度 撞到了一名 雨家宗师的怀中 拳 肘 吸 背 撕开九道枷锁的舞者 体内大龙已经被释放 全身每一处 都可以作为武器 爆发出惊人的杀伤力 这名宗师 只来得及释放出神通护体 却直接被雨龙的全境击碎 一力破万法 啊 这名雨家宗师 发出凄厉的哀嚎 他承受了雨龙的全力一击 身形像导弹一样 砸入地面 体内筋骨爆碎 连理学修士的根基气海 都直接轰爆 雨龙的气血之力太强了 可以称为当时绝顶 数百万斗的距离 结结实实轰在气海之上 哪怕院士强者 都难以承受 伤其五指 不如断其一指 雨龙爆起之下 直接废掉了一名宗师 从虚空中跌落 摔在山石之上 头颅暴力而亡 畜上 住手 雨龙的动作太快了 另外三名宗师 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雨龙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 此刻带着森然的杀鸡 继续扑杀而来 狂妄 为首宗师虚发皆张 浑身神侠万丈 一道恐怖的学术神通施展而出 朝着雨龙震压而来 小畜生 给我死 雨龙眼中血红之色 一闪而逝 强大的精神威压 铺天盖地 朝剩下两名宗师笼罩而去 让二人心神动摇瞬息 不能和为首的雨家宗师 形成合力 在这宝贵的一息时间里 雨龙只需要面对面前这个宗师 五人中最强的宗师 这一息 雨龙手段齐出 全境咆哮 秩序神练横空 面对横推而来的学术神通 不管不顾 他没有时间去抵御这一击 一旦身后 两名宗师行转过来 陷入三人夹击之中 雨龙的境遇将无比危险 死 雨龙低声咆哮 以肉身迎接这一招学术 换来宝贵的一击机会 为首宗师完全没想到 雨龙竟然如此狠辣 面对自己全力一击的学术 竟然敢不闪不避 而是以命换命 根本来不及避开 雨龙的全境和神练 直接洞穿了他的气海 与此同时 学术神通灵声 恐怖的灵力波动 将雨龙体内筋骨折断 五脏移位 大口可血 身形朝着身后倒飞而出 此刻 五名宗师竟然只剩下了两人 两人从雨龙的精神牢笼中 正拖出来 就看到雨龙大口可血 身形朝着他们倒飞而来 二人不禁大喜 雨老大在族内发布了悬赏 悬赏的内容 哪怕是宗师强者 同样无比眼红 小畜生 看你如何挣扎 二人灵气化作大手 要将雨龙彻底镇压 但是没有使出真正的杀招 带活地回去 才能拿到这个悬赏 在他们眼中 此刻已经被自家宗师重伤的雨龙 哪里还能翻起什么浪 此刻的雨龙 的确伤得很重 宗师巅峰的一击 让他体内过半筋骨都被折断 五道修为难以发挥 所以 两名雨家宗师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正好落在了雨龙的算计之中 因为他在雨老大的眼中 除了愤怒 还看到了隐藏很深的垂涎 准确地说 是对自己小小年纪 就可以有如此修为的秘密垂涎 所以他在赌 赌自己重伤之后 二人不会对自己下杀手 果然 他赌到了 相比之前的生死厮杀 二人的招式显得无比温和 这也给了雨龙最后一个机会 他的肉身虽然受到了重创 但精神却没有 吃了 雨龙身上的外套瞬间被撕裂 365道黑光骤然出现 朝着二人直接袭杀而去 金属风暴 这365片锋利无匹的刀刃 贴身藏在他体表 此时 距离二名宗师 不过一丈之地 突然爆发 不给他们丝毫躲避的机会 不 二人眼中的志德一满 瞬间被惊恐取代 没有任何花哨 365道寒光 如同剑雨一般 直接洞穿了二人的头颅 二人的大好头颅 瞬间变成了蜂窝 全是孔洞 而后轰然爆开 两具无头尸身 从虚空跌落 雨龙重伤的身躯 在精神驾驭之下 缓缓飘落回地面 此刻 五名宗师 三名身死 只有二人 还在苟延残喘 看着浑身 沾满鲜血的雨龙 二人脸色雪白 颤声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们无法相信 五大宗师合力 除非院士强者出手 否则无人可以敌 却没想到 在这里被一个18岁的 舞者少年 屠戮残尽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个少年如此年轻 就已经有了 这样恐怖的战力 甚至打破了 舞者铁律 肉身踏空而行 这是怎样的妖念 一念即此 二人心中 忍不住生出大恐惧 早知如此 当初必然不会同意 雨冰抢取 于小月本命法相 雨家这次 如果不能斩杀慈子 恐怕下次就是慈子 来覆灭雨家了 他们想要将 这个消息传回家族 甚至希望 可以唤醒闭关中的 十一老祖 亲自出手抹杀雨龙 你会死 你一定会死 为首的宗师 壮弱癫狂 私生怒吼 这个少年如此年纪 就成长到这个地步 一旦逃出生天 对他们雨家来说 将是一场无量的杀截 事情到了现在这一步 是非缘由 我也不想再多说 就我们个人而言 我和你们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甚至之前从未谋面 雨龙轻声开口 只是我们 站在不同的立场 都要拼尽全力 守护自己想守护的 所以 没什么好说的 杀人者人横杀智 既不如人 鬼有一死 雨龙没有再多雨 目光一冷 一道黑光一闪而逝 直接划过二人的脖梗 破 刀锋入肉的声音 两名地位超然的宗师 头颅直接被切下来 生机绝灭 第171章 搜山 雨龙躺在原地大口呼吸 胸膛剧烈起伏之下 有龙啸虎吟之声 尽管身体遭到重疮 气血澎湃的肉身 依旧有惊人的活性 第一 感应到周围空间 有无主能量一散 请确认是否吸收 五人全部生死之后 脑海之中 神秘系统第一时间 发出了提示信息 吸收 雨龙眼神一亮 嘴角掀起一抹笑意 这也是他敢毫不顾忌伤势 以命换命的厮杀 就是因为身怀的这个神秘系统 吸收 五大宗师 体内极具的灵气惊人 在生死的短时间内 还在体内停留 没有全部一散到虚空之中 很快 在神秘系统的伟力之下 五大宗师的浑身气血灵力 都被抽空 化作了五具干枯的尸身 视线右上方的系统界面弹出 气血 999999痘 脑欲 49万念 灵能 40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精通 熔炉全意 小成 秩序 二层圆满 不祥之眼 精通 雨龙之前的五万灵能 早在从帝都里学院 为了治疗他硬闯 宇家兽的伤势 就已经全部清空 此时 五大宗师的全身精血 为他贡献出了 整整40万灵能 可以让他的实力 再前进一大步 这就是雨龙的逆天之处 其他人 被雨家这样的大势力追杀 只会疲于奔命 仓皇逃窜 而雨龙 却可以在厮杀过程之中 不断壮大几身 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雨龙深吸一口气 瞬间消耗10万灵能 将自身伤势 全部复原 气血再度充沛 整个状态 都回到了巅峰 目光之中兵冷无情 雨龙低声呢喃道 猎物和猎人的身份 往往是变换不定的 这一秒 你可能是猎人 下一秒就会变成 被猎杀的猎物 正想要离开 远处 却有十数道强悍的气息 铺天盖地 朝这边铺来 这么快原兵就到了 雨龙身形一动 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悄然 隐藏到了隐秘之处 体内气血分散到 所有被打通的毛细血管中 气血枯击 如死物一般 哪怕院士强者 也难以感应 这是很高明的逆袭之法 只有打通了 全身毛细血管的舞者 才可以掌握 除非看到雨龙本尊 否则无论怎样感应 都无法发现他 他现在爆发气血离开 反而会被这十多名宗师注意到 他虽然强悍自信 却还没有狂妄到认为 可以杀出十多个宗师的虫围 悄然隐藏在黑暗之中 雨龙暗中折服 连杀鸡都全部收敛到极限 如等待时机的绝顶杀手 随时准备暴起杀人 刷刷刷 雨龙刚刚隐匿气血 天边就出现了一道道神光 有十多名宇家宗师 成群结队而来 这些宗师 接到族中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从距离东大门 最近的南北两道大门赶来 大哥 三哥 刚刚赶到的宇家宗师 还在奇怪怎么没有一点 厮杀的迹象 结果转眼看到 地面舞具干枯的尸身 顿时神色大变 他们已经认出了地上 那面目全非的干尸 就是他们 今天早上才分别的骨肉血清 是谁 到底是谁 有人愤怒嘶吼 他的同胞大哥就死在了这里 让他无比愤怒 难道是有其他家族暗中出手吗 雨家宗师目光如电 扫向四周虚空 他们雨家的 何极宝树微能惊人 除非数倍宗师围杀 否则不可能全军覆没 而在帝都 能够出动上 十位宗师的势力 屈指可数 至于被雨龙一人 斩杀这种可能性 根本不曾在他们脑海中 出现哪怕一瞬 一人之力 除非是院士境界 否则几乎不可能 事实上 如果硬碰硬 雨龙的实力 比不上五大宗师合力 但是雨龙 开始利用了 他们的轻敌 而后突然爆起 各种从未险于人前的杀招 全部祭出 才猝不及防地斩杀了五人 嗯 有人来了 陡然间 有人发现 天边有气息 在快速接近他们的所在 十多名雨家宗师 眼神阴沉 冷煞的气机 朝着来人 铺天盖地的笼罩而去 面对这样森然的气机压制 从远处爆射而来的神光 在远处摇摇停下 露出了阵容 是一名 笑呵呵的中年男子 张浅 你来这里干什么 有宗师认出了来人 神色冰冷地开口 哼 放轻松 你们可别误会 我只是好奇 来看看 能被你们雨家这样 全力追杀的少年 到底是什么样的妖念 是啊 我们也很好奇 这可是数百年 不曾出现的大事件 正好在附近散步 就过来看看 远处 想起了两道震耳欲龙的长笑 神光如长虹 跨过空间 出现在张前身侧 你们真是够巧的 雨家众宗师脸色难看 华国修行界十大理学家族 有四大家族都在帝都 而除了雨家 另外三家 都有人机缘巧合出现在了这里 巧合个屁 一众雨家宗师心中大骂 他们哪里不知道 自家对雨龙的态度 太过于重视 终于引起了另外三家的注意 三家族人出现在这里 自然是想知道 雨龙到底有什么特异之处 是否可以从中捞到 什么好处 三家同样看到了地面 五具恐怖的干尸 神色忍不住一变 这里竟然有宗师陨落 这代表着 以他的修为 也同样可能在这里生死 这很可怕 到了宗师境界 能够覆灭他们的结 已经很少 那个小畜生哪里去了 难道已经被斩杀了吗 众人之中 有为首的老年宗师 目光如炬 看向四周虚空 想要找出些蛛丝马迹 空气之中 还有隐隐的沙法波动 老宗师目光之中 有神秘的符文在闪现 他早年 曾经得到一门残缺的铜树 可以通灵 又是甚至可以 洞悉一些 残破的画面碎片 羽龙的波动 在这片虚空弥漫 但并未消散 他应该就在附近 还没有远离 老宗师看到了一些 常人看不到的痕迹 做出了肯定的判断 我还看到了 一道黑光 斩下了 我足宗师头颅 老宗师咬牙切齿地开口 想要看清楚那人是谁 却似乎被裹在了一层迷雾之中 无法窥探 啊 陡然间 老宗师发出一声 凄厉的嘶吼 眼角留下了两道血泪 似乎那人是禁忌一般的存在 不容许窥探 羽家一众宗师 都忍不住大惊 老宗师的 神秘铜树很惊人 这么多年以来 从不曾失效 没想到今天 遭到了结束 老宗师双目 遭到重创 根本无法睁开 却朗声道 不管如何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羽龙 现在我们锁住四方天地 一寸一寸地搜索 必然要把这个小畜生找出来 他已经看到了 羽龙的波动 还在这片虚空 没有朝外延伸 必然还在附近 那还等什么 立刻封锁方圆十里 绝地三尺 也要把这个小畜生找出来 陡然间 虚空之中 裂开了一条缝 恐怖的空间波动 从缝里面传出 有可怕的杀机 裂缝快速扩大 一道闪烁着神光的人影 从裂缝中走出 人影气息 虽然平缓 不甚剧烈 但是却如汉海 一般波澜壮阔 似乎随时会爆发出 恐怖的惊涛骇浪 将虚空击碎 人影在虚空之中悬浮 浑身爆发耀眼的光 如将士的神之 神光消散之后 露出的五官 眼神之中 有刺骨的杀气 他赫然是羽兵 为了防止羽龙杀毁马枪 在故技重施控制羽七叶 羽兵这三天 都是寸步不离地 跟着自己的孙子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却没想到羽龙 真的是禁止离开帝都 他得到羽龙确切位置的时候 第一时间从羽家庄园赶来 要镇杀此料 这三天 他在羽老大的帮助下 伤势好了大半 实力更加惊人 他这次亲自出手 必须要彻底斩杀羽龙 这有这样 自己孙子身上的奴硬 才能彻底消散 他和羽龙 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躲在暗处的羽龙 看到突然出现的羽兵 眼中更是直接闪过了一丝神光 心绪激荡之下 潜伏的气血 险些爆发 独副 这一切的阴斗 是从你那里开始 羽龙双目血红 低声呢喃着 他本来想再杀几个羽家宗师 彻底打痛他们 却不曾想 羽兵突然出现在此 愿是境界的强者 让他没有丝毫胜算 仇人在前 自己却只能收敛 自身全部杀鸡 屈辱地躲在暗处 这是巨大的羞辱 羽兵神色阴沉 五个羽家宗师的死霉 放在他心上 他只恨自己挽来了一步 被羽龙藏匿 此时 天际再度出现了五道神光 是远在西门的羽家宗师 终于赶了过来 羽家留守帝都的宗师 不过三十人 为了羽龙 足足触动了二十个 这是一股 很大的力量了 甚至可以覆灭 一些小的国度 现在你们去将方圆十里内 全部搜索一遍 此子很会隐藏 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将方圆十里内的 全部人都带回来 羽兵神色阴沉的下达命令 经过羽龙刚刚的搏杀 此时他们是在帝都城外的 十里的密云丛林之中 山高灵溺 几乎很少有普通人涉足 多是帝都的 修行者在此地历练 但是 羽兵现在顾不上这么多 他绝不会让羽龙 再度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走 第172章 王素素之死 封锁 搜山 这样的举动影响很大 在密云山的修行者 要么是帝都大家族出来 历练玩耍的世家子 要么就是最底层求活的修行者 羽家这样霸道的行径 无疑会招来很多的怨恨 但是 羽兵丝毫不拒 若是放在以前 他们羽家没落 随时都要跌出十大家族行列 自然行事 都要低调谨慎 可是如今羽家 十一闭关已经多年 据家族内部高层的可靠消息 与十一已经触摸到了 那道神秘的天谦 快则一年半载 慢则两三年 必然可以彻底踏入国事境界 这已经是极快的突破速度 一旦成功 代表羽家再度崛起 再加上年轻一代 拥有九品玉 连本命法相的羽七叶 整个羽家 将会迎来数百年的上升期 这让他们不惧任何挑战 为了彻底的搜索 羽兵专门从族内 调派了上百名优秀族人 这些大多是七八九品学者修为 他们会亲自在方圆石树里内 搜索每一寸土地 而十多名宗师 则横距在虚空四方 封锁了方圆石树里的虚空 羽兵居中 不放过任何一丝气息波动 在这样的状况下 羽龙不敢贸然出手 他悄然改变自己的肌肉骨骼 整个人面貌和气质再度大变 四平五者修为暴露出来 整个人畏畏缩缩 像是宝金社会的磨难 身上没有一丝锐气一般 这就是底层修饰的最真实写照 没资源 没天赋 只能艰难地在最底层挣扎 羽龙被搜索的羽家族人找到 懦懦地跟着出去 为了隐蔽 他连精神感应都不曾放出 很快 羽家族人就搜索完了这片范围 找到了上百个修行者 羽龙魂在其中 毫不显眼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抓人 知道我是谁吗 面对这些一身 煞气的宗师 很多人如羽龙表现出来的一样 不敢出声 静若寒蝉 但也有人依仗背后的家族势力 不服的质问 宗师而已 又不是羽家独有 在帝都 还镇不住一切场面 哼 虚空之上 羽冰脸色阴沉 一声冷哼 一丝隐晦地波动一闪而逝 将开口的人 先飞时长远 古断金折 忍不住大声惨嚎 羽教授 这不过是我们家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何必下如此拉手 虚空之中 来查看情报的 张家宗师神色一变 院士境界出手 他根本阻拦不住 但是这是他张家的小辈 他不可能做事 我如果下了拉手 他还能有命在 羽冰冷立的目光如刀子一般 划过张家宗师的脸 后者面色一白 不敢再说什么 院士和宗师的差距天差地别 除非绝世的妖孽 否则根本不可跨越 很明显 张家宗师不是 院士修为 在帝都同样是一方巨拨 羽冰凭借着绝强的修为 压制得全场哑雀无声 这个世道 无论披着怎样斯文的外皮 拨开一看 始终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 强者 掌握一切 现在 所有人在我左手边排好队 羽冰冷漠的声音 在这片虚空之中传播 他知道 羽冰可以对自身样貌 进行改变 光凭眼睛很难分别出来 他必须近距离感应 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一个一个 从我面前走过去 在右边集结 两边不得混淆 羽家 就算再是大 也不敢途径数百人族 当世间 无论何人 做出这种事 是在自觉于 整个人族天下 会被视为人族公敌 如今羽家势大 众人自然要妥协 另外三大家族的宗师 虽然神色难看 但也没有说什么 羽教授 还请您等 会如果发现了什么 不要伤及 到我三家无辜子弟 羽冰不知可否 人群之中 羽龙目光 微不可见的骤然紧缩 他虽然在通脉境界 打通了全身毛线血管 可以将全身气血 隐匿到消失不见 但是他也不知道 自己如此近距离 从羽冰面前走过 是否会被察觉 开始吧 羽冰身形落在地面 目光森然地 看着面前一百多人 不要挣扎了 你现在自己走出来 我还会给你留一个全尸 一旦被我找出来 恐怕你会后悔 活在这个世上 羽冰的声音 之中有刺骨的杀意 只是众人 全部都鸦雀无声 羽龙自然也没有这么蠢 主动暴露出来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羽冰挥了挥手 整个队伍 在羽家族人的维持下 很快开始朝着羽冰走去 羽龙悄然站在了后方 随着整个队伍 缓缓前进 一个 两个 三个 院士境界的神识 感应强得可怕 很多人 甚至承受不住羽冰的目光 吓得大小便失禁 另外三家的宗师 同样也在盯着每一个 走过的修士 但是都没有发现 丝毫异常 嗯 骤然间 传来一声惊疑 另外三家宗师精神一震 难道是 羽冰发现了异常 你是王素素 羽冰冰冷的脸上 扯出了一抹难看的笑意 语气晦涩难明的开口 从无都阳中毕业的 还是羽龙的女朋友 队伍后方的羽龙神色 忍不住巨变 目光向前望去 看到那个熟悉的倩影 心中大吉 她怎么会在这里 站在羽冰面前的王素素 却不知道羽龙就在身后 她忐忑地站在羽冰面前 她不过 是一个二品学者 还无法做到 面对院士强者 而不变色 更何况这个院士强者 还明显心怀恶意 羽龙在离开之前 专门找她 和无伟二人说了一声 摆脱他们多陪陪于小月 可是羽龙走后 她始终无法放心 朝着羽龙的方向 追了出来 可是到了半路 就追丢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碰运气寻找 也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她竟然来到了古城东门 看到了羽家人 声势浩大的围在这里 担心羽龙有危险 又悄悄进山查看 结果被搜索的 羽家族人一起抓住 羽教授 没有啊 我只是在这片山中历练 老是嫌疑我的修行速度太慢了 王素素恭敬地开口 她知道 不能暴露自己 和羽龙的亲密关系 否则这只会成为羽龙的软肋 被羽冰利用 呵呵 是吗 羽冰冷冷一笑 在于小月入学之后 羽龙一家人的一切信息 都被整理成册 送到了她面前 她自然知道 王素素和羽龙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既然你也来这里 找你家男人 那就和我一起找吧 羽冰的声音 冷酷无情 让王素素回到队伍中 忍不住心中大吉 羽教授你误会了 我老师 还在等我呢 她知道 就如同之前羽龙所说 自己出现在羽龙身边 只会是一个累赘 她本来 只是想看着羽龙 顺利地离开帝都 心中就安心了 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变成现在的局面 你老师那边 我自然会去说的 你不用担心 羽冰淡默地开口 王素素的老师 只是一个宗师境界强者 身后也没有大家族的背景 对于她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继续 羽冰看着神色难看的王素素 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笑意 队伍继续往前走 当闻到羽龙的时候 她深吸一口气 装作微微缩缩的样子 低着头走过去 羽冰不以为意 她院士境界的威压太甚 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抬头看自己 这样的情况太正常了 看来哪怕是羽冰这样的院士强者 也不能发现 我隐匿的气血 羽龙心中的大石落下了一大半 只要避开了羽冰的搜索 她就可以困龙升天 咦 站在羽冰身后的王素素 同样在仔细看经过的每一个人 当看到羽龙之后 心中生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虽然在定睛 一看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相似之处 但是她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跟她好像 王素素嘴唇紧闭 不敢再多看羽龙一眼 她心里也说不清楚哪里像 但是却担心引起羽冰的注意 还好 羽龙很快就从羽冰面前 大摇大摆地走过 而羽冰却没有发现丝毫异样 嗯 不对 除了羽冰 羽家其他宗师乙京族人 同样在观察着这些人 而有一人却是神色猛然大变 正是羽青山 在羽七夜崛起之前 是羽家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那双眼睛 就是那双眼睛 羽青山闭上眼睛 脑海在仔细回想一幕场景 她和羽老大来到帝都东城门外 和羽龙遭遇的瞬间 她看到了羽龙凶狠的眼神 眼中的杀气几乎要将她震杀 在此之前 她曾经有和羽龙争高下的手段和信心 可是真正看到羽龙之后 才知道 自己远远不是其敌手 光是那个眼神 就险些将她的道心击碎 这个眼神 凶悍 霸道 疯狂 她永世都忘不了 哪怕闭上眼睡觉 她也会经常被这个眼神惊醒 当王素素还在心中 回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羽龙的时候 在她身后 一个尖利的嘶吼突然响起 是她 就是她 三婆婆 刚刚从你面前走过的这个人 她就是羽龙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急忙看了过去 而王素素心中 同样大惊 因为这和她心中莫名的感觉 不谋而合 我 被点到的羽龙一脸的诧异 羽龙 我还想是羽龙呢 小小年轻就有那么强盛的修为 羽龙现在 也认出来了 这个人算得上是 除了羽老大 唯一一个 从她手中生还的羽家人 早知道 当时我就顺手斩杀了她 她心中暗恨 要不是被羽青 删到破了身份 她现在已经平安过关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羽龙 羽龙在座最后的挣扎 一脸惶恐的求饶 是她 就是她 我可以肯定 因为太过激动 羽青山 甚至嗓子 都在瞬间失声 一方面是 快要成为自己心魔的羽龙 马上就要被诛杀 另一方自己 道破了羽龙的行径 这就是天大的功劳 小畜生 哪里走 羽冰纷然的声音 猛然在虚空乍起 放箭 一旁的羽家众人 早已经布置好了各种方案 羽冰一声令下 上百名羽家学者 同意放出了手中长剑 这不同于一般繁俗的剑 每一道神剑 都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上面镌刻了繁杂的符文 加持天地灵气 一剑可以射杀高阶学者 数百根神剑 瞬息之间化作 剑羽朝着羽龙 铺天盖地地射过来 啊 快逃 救命啊 场中百人剑技得快地 迅速闪避 但依旧有很多人避之不及 被射穿头颅 胸膛 大腿等部位 一旦中剑 哪怕九品学者 也要重伤 百根神剑骑射 宗师也不敢应接 一轮剑雨过后 直接倒下了一片羞势 住手 羽龙眼睛都红了 他不是残暴之人 不愿意看到 因为自己和羽家的私人恩怨 导致这么多的无辜之人 为自己死去 你们快离开这里 所以他没有离开 而是要为身边人尽力拦下 这些夺命的剑士 再射 看到羽龙的反应 羽冰突然有了兴致 他不想这么快就杀了羽龙 他很喜欢看到羽龙愤怒咆哮 却无能为力的样子 我说 你给我停下 刚刚为身边人挡住了一批剑士 看到又有这么多 神剑铺天盖地而来 羽龙忍不住神色大变 场中形势变化太快了 在羽青山道破羽龙身形的时候 王素素忍不住在向前凑了几步 想要去看清楚 那个人到底 是不是他日思夜想的羽龙 蹦 蹦 剑士密集 好像筛子一般 将这片虚空整个离了一遍 很多无辜的修士惨死 这就是修行剑 这就是强者为尊 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遭遇到 意想不到的劫难 谁也不知道明天 和劫难谁会先来 破 骤然间 一根寒光闪闪的神剑 洞穿了一名修士的头颅 而后去世不减 直接射穿了王素素的腰腹 箭头的特殊设计 让箭矢入体的瞬间 爆发了惊人的能量 王素素的腰腹 直接被炸开了硕大的血洞 巨大的冲击力 带着王素素身躯飞越了数丈远 财力结落在地上 鲜血瞬间染红了王素素全身 羽龙 你在哪里 王素素只感觉浑身都疼得厉害 全身的力气和精神 都在快速流失 眼皮子沉重得厉害 他竭尽全力睁开双目 想要看到 那个日丝夜响的人 而人群之中 羽龙的神色同样大变 他看到了王素素朝他冲过来 下一刻 眼睁睁看着王素素 被神剑洞穿身躯 素素 羽龙悲愤的声音猛然响起 双目一片赤红 几乎要递出血来 他看到了王素素腰腹的箭矢 还有那被炸开的巨大血洞 整个肉身像破烂的布娃娃一样 倒在地上 第173章 滔天地醉过 不 不 不 羽龙如遭雷击 整个人待在了当场 看着王素素叠血的身影 双目圆瞪流出两道血来 哪怕他有49万年的脑郁强度 依旧无法面对这样的情景 同样不能平静 啊 羽龙悲怆狂笑一声 气血疯狂爆发 恐怖的气血 如浪潮一般冲向四面八方 竟瞬间将加深的神剑震碎 身形如电 朝着王素素冲去 此刻 他的眼中再也没有世界 只有这一人 深周爆发出璀璨的黑光 365道 黑光破体而出 化作一个巨大的圆形护照 将他和王素素包裹 羽龙将王素素紧紧抱在怀中 磅礴的气血胸 涌贯入王素素体内 随着气血的补充 王素素苍白的神色浮现出一丝红韵 但他只是呆呆地看着羽龙 脸上却浮现出一丝凄美的笑意 虚弱的开口 羽 羽龙 他很开心 自己终于还是找到了他 你能变回来吗 我还是喜欢看你本来的样子 好好好 羽龙心痛欲裂 眼中泪如泉涌 脸上的尽力全部消散 露出了本来面目 此刻他的身份已经被发现 再隐藏也毫无意义 对不起 对不起 此刻羽龙心中 如同有千万蚂蚁在撕咬 痛苦不堪 巨大的悔恨愤怒 吞噬他的内心 王素素就是因为自己才来的这里 又因为自己而遭遇了万箭骑射 看到王素素腰间恐怖的血动 几乎要被腰斩 全靠羽龙恐怖的气血支撑 才没有立刻断气 但这也不过是回光返照 王素素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不要说对不起 王素素脸上依旧带着笑意 声音很微弱 我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到了这一天 我还想要修行到宗师 院士 国士 和你一起去看尽世间繁华 走遍所有的地方 这是王素素心中设想的未来 在这个小妮子的幻想里 自己的未来一直有羽龙的身影 可是造化弄人 意外比明天更早的降临 砰砰砰 金属护照之外 可以斩杀九品学者的神剑 不断落在护照上 这是物成 银科集团皇家花费巨大代价 找到的最强人造合金 几乎代表着材料领域 最巅峰的成就 但面对络绎不绝的轰击 这些最强金属 也遭遇了巨大的压力 都被轰击变形 只是在羽龙恐怖的精神力加持之下 依旧牢牢保护着羽龙和王素素 啊 羽龙愤怒嘶吼 我也是 我也是啊 我想成为最强 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去环游世界 与世无争 对他来说 王素素是两世的挚爱 已经牢牢刻在了灵魂深处 无人可以取代 羽龙 我有点冷 你能抱紧我吗 王素素低声呢喃着 他感觉疲惫得厉害 浑身发冷 眼睛都快要睁不开 嗯 嗯 羽龙不断点头 眼泪不断落下 喉咙被死死堵住 根本发不出其他声音 撕裂的眼角 导致流下的泪水 都带着腥红的血 不要哭 王素素虚弱地笑了一下 想要伸手去擦拭羽龙眼角的泪水 却已经抬不起手来 我走了 你以后也一定要幸福啊 其实我能感觉到 你对我的情感 似乎从见到我的低面 就无比炙热 你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我 又像是在看别人 王素素的声音 像惊了一般 披在羽龙心头 这个女子的心里太敏感了 她感觉到了羽龙心底 最深处的情感 说到底 这一世和上一世 王素素 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她心中的爱 更多还是停留在上一世 这一世 更像是某种情感的寄托和衣服 这种差别 连羽龙自己都没有真正察觉 却已经被这个女子 洞悉到了痕迹 这其实对现在的王素素 很不公平 但是不知不觉 这一世的王素素 其实已经占据了 举足轻重的位置 她爱的是 这一世的王素素 而不是上一世那个 王素素的替代品 我爱你 我爱的就是你啊 羽龙低头 将王素素牢牢抱在怀中 想要让她感受到自己的心跳 是吗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王素素的声音已经低不可闻 可是 以后不要太想我哦 偶尔 偶尔想想 我就好了 女孩睫毛挣扎了一下 却无法再睁开 素素 醒醒 不要睡 不要睡啊 羽龙目自尽烈 她想起了上一世自己 和她第一次见面的羞涩 自己求婚成功 与她携手跨入婚姻殿堂的喜悦 柴米油盐的日常之中 她竭力操持着这个家 让她放心 在外拼搏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轰轰烈烈 却如拂面春风一般 沁人心脾 这一世 这个女孩鼓足勇气 在自己面前表明心计 明明心中 无比羞涩 却将自己的存在 宣告给整个世界 这样一个好女孩 却在这一刻倒在自己怀里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可是这个朴素的愿望 却在羽冰下令放箭的这一刻 被彻底粉碎 感受到怀里的人 彻底停止了呼吸 无论她怎样再灌入气血 都没有丝毫作用 啊 羽龙感觉天塌了一般 心中的恨 怒在心中纠缠 简直要彻底疯狂 这就是修行界 实力决定一切 这也是她 为什么要隐藏实力 想要修行成超级强者 像现在 她的实力不够 只能眼睁睁看着 自己心爱的女子 凋落在自己面前 羽龙脸旁在王素素 翘脸上轻轻摩擦着 还有着残余的温度 就像 只是睡着了一般 此刻周围的金属风暴 已经难以承受 神剑的轰击 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嚏声 轻轻背起王素素的身躯 羽龙运转 霸道呼吸法 黄暴的情绪 被强行平定了下来 羽家 羽家 羽龙低声呢喃着这个名字 像是要把这两个字 刻在心底 从这一刻起 她和羽家注定要有一方灭亡 才能消弭这段 恐怖的因果 砰 羽龙心念一动 四周365道 黑光快速流转 在羽龙身后凝聚 化作了一个 黑色的棺果 牢牢将王素素的尸身 固定在背上 此时的羽龙 化作了一个背观人 羽龙的身形 顿时暴露 在羽家众人的眼中 哈哈 尖利疯狂的大笑声音 骤然在整个夜空之中响起 羽龙神色癫狂 身形一纵而起 想逃 站在远处的羽冰嘴角 掀起一抹不屑的笑 晚了 恐怖的灵气大手 在虚空中瞬间成形 刚刚之所以没有出手 只是大局在握 羽冰不想让他死得这么干脆 相比于死亡 死前痛苦的煎熬更加可怕 灵气大手 遮天蔽日一般 震压而下 羽龙同样感受到了 这股恐怖的威压 他目光如电 在冲天而起的瞬间 扫尸周围一圈 顿时找到了自己想要找到的人 羽青山 正是羽青山这个酒品学者 喊破了羽龙的身份 才导致了这场厮杀 导致了王素素的死 在羽龙心里 他早已给羽青山判了死刑 极客星星 哄 从羽龙身后 飞出一道黑光 朝着羽青山 击射而去 太突然了 没人想到羽龙会突然 对一个酒品学者出手 不 羽青山根本来不及躲避 他现在站在一群族人之间 距离最近的宗师强者 都有数丈远 破 黑光一闪而逝 直接贯穿了羽青山的头颅 轰的一声 羽青山的尸体 直接倒地 瞬间泯灭了生机 与此同时 虚空之上的遮天大手 轰然落下 将羽龙的身躯 重重拍到了地下 砸出一个人形大坑 大口渴血 小畜生 你这是在找死 羽冰快要气疯了 除了自己的孙儿 羽七叶 羽青山是羽家年轻一代 最有天赋的族人 没想到 却死在了这里 算上之前的五个宗师 为了捉拿羽龙 羽家竟然已经付出了 这样惨重的代价 他恨不得 立刻将羽龙掌斃 你伤了我羽家麒麟子 这是滔天的罪过 不可能被饶术 如果你束手就擒 而不做垂死挣扎 这些人都不会死 包括你的王素素 羽冰缓缓来到羽龙面前 羽七森寒 要住羽龙的心 他们的死 都是因为你 哈哈 羽龙大口咳血 神色癫狂的大笑 好一个滔天的罪过 羽龙双目气血 我妹妹一个天真烂漫 什么都不知道的少女 只因为 身怀千年难遇的天生法香 就被你们残忍地剥夺 到现在 竟然还说是我的罪过 哈哈 这就是你们的道理 因为你们更强 所以道理 就是你们说了算 可我就是看不惯 你们这些 所谓的千年大族 明明是在作恶 却偏偏伪装成一个 正义凛然的受害者 还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第174章 我若不死 好张狂 好贼子 羽冰怒吼一声 体内天地灵气波动 想要将羽龙彻底震杀 你不敢杀我 羽龙一声抱贺 你们羽家为了我这个小小舞者 出动这么多的宗师 还有你这个院士 恬不知耻地亲自出手 如今我已经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你们却还不杀我 目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得到 我的修行之谜 想要知道我不过18岁 踏上五道修行路不过半年 是怎么达到 这样恐怖的境界的 羽冰神色一变 这的确就是羽家祖老 凑在一起商议的决定 如此年纪 就有这样妖孽的实力 却不仅仅是天赋 可以达到的 他没想到 羽龙竟然直接将此点名 要知道 现场除了他与家人 还有帝都的 另外三大修行家族 果然 听到羽龙这样的话 张前三人目光骤然一亮 他们代表各自身后的家族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三人心中有些暗恨 族中没有院士强者亲自出动 此时面对羽冰 根本无法有效地阻止 但羽青同样是大感头痛 哪怕他修为冠决 但是总不能直接将三人震杀吧 否则消息一旦走漏 羽家就要遭受三大族的围杀 要知道 这三族背后都有无双国事的存在 羽龙体内断了数十根骨 勉力支撑起身躯 细虐地笑道 我身上的确是有今天的秘密 甚至有希望打破五道修行的天倩 再续五道前行路 让舞者踏入更高的修行境界 让舞者不再敌人一等 羽龙的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如果真的如他所言 这样的机缘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机缘 而是可以改变世间局势的恐怖造化 修行界 拥有理学天赋的修行者百中无一 而拥有五道天赋的修行者 却差不多是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 光从数量论 这是数十倍的基数 一旦舞者可以跨入宗师 国是这样的境界 那么 整个人族 修行界的实力将会暴涨 现在可是人妖大战的关键时期 这极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势 决定种族的存亡 哈哈 你以为你说了 我们就会信 与兵嘴角一脸 舞者九品为绝颠 这是自从修行者到诞生之日起 就有的铁律不可能打破 无数年来 多少天骄人亡 想要打破这一条铁律 都最终一哈而死 最高的成就 也不过就是武王 严小小这样的五道圣者罢了 舞者路是一条令人绝望的路 你与龙 不过是下一个倒在这里的枯骨 与兵的话 让众人的意识顿时一凉 是啊 修行铁律 哪有这么容易突破 要知道 他们这样的千年大族 族中的五道修行者同样很多 曾经有大族做过实验 用足以培育出一名院士强者 所需浩如烟海的保药堆砌 都无法将舞者推动到更高的境界 就算你这个小畜生 巧舌如簧 今日也休想逃出生天 与兵眼中的杀气惊人 杀意已经按捺不住 羽龙却仿如未知擦去嘴角的血 淡淡道 你们宇家想要啊 你要是想要的话 你就说话嘛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 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 你想要的 你真的想要吗 那你就拿去吧 你不是真的想要吧 难道你真的想要吗 混账 于兵神色烦躁 他必须封住羽龙这张令人生厌的嘴 刷 就在此时 羽龙身后再度飞出树道黑光 铺天盖地朝着羽兵笼罩而来 羽兵站的位置太近了 黑光转瞬即止 垂死挣扎 羽兵神色不变 只是带着一丝冷笑 院士境界的强者 已经将自身法相灵石 到了可怕的境界 可以心随意动 瞬间离体而出 一个缩小版的羽兵 瞬间离体而出 小手一挥 将这道黑光崩碎 根本伤不到羽兵本体 但是下一瞬 羽兵就神色大变 在崩碎的黑光之中 一道微不可见的金光 竟然穿透了羽兵的灵力封锁 是羽龙在悟城医院 买下的那道金针 上面有神秘的波动 似乎也有惊人的根角 对灵气有惊人的穿透性 这也一直不曾在羽家众人 你面前暴露 此刻被他凝聚在一起 全部祭出 静止洞穿了他的法相化身 我恨 羽兵神色顿时大变 浑身灵力轰然爆发 将这些金针磨灭 但是法相已经受窗 到了宗师境界之后 法相比气海更加重要 此时却被这根金光瞬间洞穿 你怎么会有院士境界的宝气 羽兵面露金融 虽然是趁他不备 但是能洞穿他的护体灵气 这套金针的上一任主人 恐怕在院士境界有极深的造诣 这种宝气很珍贵 哪怕在羽家 也不是每一个院士都可以拥有 看来你是得到了一位院士强者的遗则 羽兵自认为看透了羽龙的跟角 虽然产生了一些意外波折 但依旧在他掌控之下 下一刻 他的神色却瞬间大变 惊骇地嘶声道 这是什么 金针之上 还被羽龙灌注了不祥 这一道不祥 几乎是他不祥之眼现有的全部 这股能量一直很协议 羽龙不能随心运用 也都被他一股脑全部使出 此刻 这股不祥在羽兵体内轰然爆发 他想起来了 这股能来个波动 自己当初在羽小月的护身之宝上 也感受到了 只是这一次更加恐怖 不祥瞬间在他的法箱之中蔓延 整个法箱顿时双目赤红 浑身开始滋长密密麻麻的红色毛发 看上去邪义恐怖 像是一个妖鹰 这股能量超出了羽兵的掌控能力 他急忙隔绝了自己的法箱与全身的联系 防止这股邪义波动弥漫全身 你的这些小把戏 是时候结束了 羽兵神色愤怒 他现在必须花费大半灵力 去牵制这股邪义的波动 让他心里有些发毛 混账 羽兵决定先彻底废掉羽龙 只要他不死 羽家就有一万种办法去拷问出他心中的秘密 哄 可惜这一次羽龙眼中金光暴闪 恐怖的精神驱使之下 身体瞬间移动到十丈外 避开了这一击 但肆虐的灵气 依旧将他轰击的五脏移位 骨骼崩断 上 要活的 羽兵冰冷地开口 小心压制体内的不祥 朝着羽龙扑杀而去 与此同时 羽家一众宗师 顿时扑了上来 来吧 来吧 十多位宗师轰击的神光 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 羽龙根本逃无可逃 他浑身浴血 目光炯炯地看着众人 似乎已经放弃了抵抗 爹 秩序升级成功 二层圆满 蜕变为三级圆满 推演完成 是否修炼 在羽龙脑海之中 一道电子提示音 悄然响起 羽龙精神大振 他刚刚一直在拖延时间 就是为了等待系统的推演完成 他将剩下的三十万零能点全部用掉 刚好足够秩序一道的升级 是 哼 一股佩然的神秘波动 直接灌输在羽龙脑海 他瞬间便掌握了秩序神术第三层圆满 第三层直接可以演化出秩序之门 天地之间一切秩序 都是从这道门中出 当演化出这道秩序之门 所有秩序都可以一念之间重新塑造 这很可怕 但要催动这样的招式 代价同样无比巨大 这种层次的法本 就不是现在的他应该掌握的 但此刻 羽龙已经顾不了这么多 这是他唯一的生计 哼 心念一动 催动这门恐怖的法 羽龙体内气血 精神全部都在疯狂流逝 瞬息之间就被吞噬一空 此时 虚空之中 灵气暴走 一道若隐若现的大门虚影 缓缓出现在世间 这道门不大 只有三丈高 通体爆发紫色的神光 通体如同紫金铸就 门柱之上有玄傲符纹流转 但却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 无法看清 那是秩序法则 虚空之中 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 在这道门的四周 出现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似乎整个虚空都已经不堪重负 这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一届的法 哪怕羽龙百万斗气血 全部被抽空 也不过 堪堪演化出 这道秩序之门的虚影 随着这道秩序之门的出现 羽家一众宗师的法 被大门散发的秩序波动冲刷而过 瞬息之间被磨灭 这是什么 羽家众人惊骇欲绝 哪怕羽冰也是 面露骇然之色 这道门的气息太恐怖了 哪怕他也感觉心惊肉跳 似乎随时可能陨落 这种感觉太真实了 似乎下一个瞬间就会上演 他的心神都彻底失手 顾不上其他 瞬间转身就逃 灭 羽龙竭尽全力吐出了一个字 这个字代表了这道门的法 在羽龙灭字出口的瞬间 秩序大门闪烁了一瞬 一股恐怖的毁灭之力 从大门中喷波而出 似乎这道大门的对面 有无穷无尽的毁灭之力 刷 在这道毁灭之力下 距离秩序之门 最近的羽家宗师 顿时神色大变 这股波动 如同灭世一般 瞬间将最近的五个宗师 磨灭成天地间 最本源的灵气粒子 逃 羽冰动作最快 化作一道神光 朝着远处急驰而去 但这股波动太快了 数息时间就泯灭了 全部宗师强者 朝着逃得最快的羽冰 冲刷而去 羽冰的速度根本逃不过 此时的羽冰 已经顾不上 压制体内的不祥 一咬舌间 修为全力爆发 寄出了保命之宝 笼罩全身 咔嚓 毁灭波动冲刷而过 珍贵的护身宝器 顿时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缝 坚持了三吸 就彻底崩碎 不 没有压制不祥的羽冰 此刻 全身长满红毛 脸上变成了一个 猴屁股一般 眼中全是绝望 但下一瞬 这股恐怖的波动消失 以羽龙的修为 只能催动一瞬 哈哈哈哈 死里逃生的羽冰疯狂大笑 我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那死的就只能是你了 这样恐怖的法 终究是要为我羽加所用 他的目光炙热 连羽龙催动这种法 都有如此惊人的威能 一旦自己可以掌握 那么实力将会有志的提高 可惜 羽龙双目赤红地看着羽冰 这已经是 他能催动的最强状态了 几乎将他全部抽空 却没能震杀羽冰 他受到的伤势太重了 浑身经脉骨骼几乎全部断裂 一波又一波剧烈的疼痛 在他的脑海中席卷 虚空之中的秩序之门 也已经在缓缓消散 缓缓抬起手臂 羽龙目光以灵 看向羽冰 高喊 灭 什么 羽冰疯狂的神色再度大变 瞬间苍白 身形急忙朝着远方逃顿 刚刚那样的攻击他 还能施展 数期之后 看到虚空没有任何异常 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如同惊弓之鸟 被羽龙耍了 狂怒的羽冰 回头看向羽龙 此时羽龙的身形 竟然已经漂浮在半空之中 虽然他骨骼锯断 但精神力 依旧可以拖起整个身躯 身背王素素的尸身 羽龙目光森然地看向羽冰 声音泣血 若我不死 若我不死 他没有说出后半句 只是那疯狂的眼神 早已经说明了一切 不等羽冰等人反应过来 身形直接冲进了 正在消散的秩序之门中 第175章 我回来了 无尽海南北横跨3万里 东西横跨2万里 幅员无比辽阔 遍布恐怖的暗玄 和恐怖的深海巨兽 哪怕国势强者 也不敢贸然深入其中 从第一次人妖大战结束之后 残存的妖族精锐 逃到了无尽海最深处 保留住了最后的传承 经过千年的休养生息 在恐怖的繁殖能力和基数下 无尽海中的妖族无比昌盛 妖将妖王数目 甚至多有整个人族的总和 在这也是妖族 敢反攻人族的底气所在 此时 在漫长的海岸线上 无数人妖两族的强者在厮杀 在无尽海的深处 反而变得更加安静了一些 无尽海 距离海岸线5000里的某处 无名海域 无数海洋生物在水中畅游 不时会有一些 踏上修行路的中低阶妖兽 夹杂在其中 尽管无尽海中的妖族强者众多 但是放到整个无尽海的 广袤地狱之中 却又很稀疏了 哄 就在此时 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在海底深处响起 一股巨大的犀利凭空产生 方圆数百丈的海水 在这股犀利作用下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吞噬一切 一道人影从漩涡中轰然冲出 浑身闪烁着耀眼的光 如一尊大日 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 人影忍不住仰天长笑 无形的波动 以它为中心 四处扩散 掀起一片惊天的巨浪波澜 下方的漩涡 直接被它这一吼震散 威视无比惊人 如意尊王 无量光散去 露出了其中的身影 是一名英俊异常的中年男子 尽管因为长时间 未曾见到阳光 男子神色还有些苍白 但眼中的金光炙烈 嘴角的弧度 更是越来越大 最后狂笑出声 哈哈 贼老天 终于还是让我出来了 我与战天难面 地难葬 深吸一口气 方圆树里的天地灵气 都被它瞬间惊吞 身后一株苍蓝碧绿的 大树虚影微微闪烁 这是它的本命法香 花千术 随着海量灵气的灌注 羽战背后 本来有些暗淡的树枝 微微招摇 重新焕发了生机 羽战足足在此打坐 调戏了半个小时 终于长时而起 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思念 他15年前闯进吴靖海 想要为自己的子女 找到可以洗经伐水的保药 后来在这片无名海域中 遇到了一处上古遗迹 他本想进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造化 却被困在里面 足足15年 15年 沧海桑田 在那处遗迹之中 布满了各种危机 一旦行差踏错 就会遭遇生死之危 被困在其中 受了无尽磨难 在磨难背后 却也是珍贵的机遇 羽战在这片遗迹 得到了惊人的造化 修为一路飙升 从八品学者到现在 踏入了院士境界 终于达到了这片遗迹的 最低要求 可以走出遗迹 终于可以回家了 羽战张开双臂 拥抱着这个熟悉的世界 稍微感应了一下方向 朝着华国的方向 飞驰而去 不知道娟子 现在过得怎么样 没有我在 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一定过得很苦吧 不过留下了一份 还算温饱的家业 应该问题不大 早知道这一去 就是15年 我一定会多 做些准备的 小龙和小月 这两个小家伙 恐怕现在都不记得我了吧 本来为父是 想要为你们采摘神药 为你们脱胎换骨 却没想到 在无尽海遭劫 困住了悠悠岁月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现在应该已经知道 自己有没有修行资质了吧 身为我与战的子女 资质必然无比强大 应该可以威压同代人才对 不过也无碍 我在遗迹中得到的法 足以惊世 可以弥补一切缺陷 哪怕你们没有修行资质 我也可以逆天行 与战脸上 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笑意 为人父亲 可以让自己的子女 得到世间最好的造化 这份成就感 比他突破院士还要强烈 过去了十多年 我太想你们了 等我 马上就回来 无尽海上 闭波涌动 与战踏浪而行 速度极快 他对家的思念 已经强烈到无法抑制 哪里来的生灵 竟然敢在爷爷地盘上横行 海面轰然破开 一头巨大的金沙露出水面 浑身妖气滔天 身上已经开始长出灵甲 似乎在蜕变 脊背上有两个凸起的肉包 如同要生脚一般 血脉已经部分繁足 很是神意 此时人妖大战 看到一名人族路过 没有放过的道理 在他的感应之中 这名男子的气息波动不过如此 正好拿来塞牙缝 咦 运气不错 竟然遇到一头妖将 正好拿来逮捕了 看着扑杀而来的金沙 宇战哈哈大笑 这是难得一见的一种 实力在妖将中算得上巅峰 在海洋中的潜行速度很快 宇战呲牙一笑 露出森白的牙齿 小家伙 送我上岸 我不会吃你的 哄 宇战的气息一下子变了 腾跃而起 如一尊苏醒的神王一般 散发出强大绝伦的气息 一把抓向金沙 妖将金沙顿时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 自己随便遇到的一个人族 竟然会如此可怕 一身气息如微如玉 无数霞光从宇战大手中迸射而出 将金沙牢牢禁锢 无论如何挣扎 妖气涌动 都无法撼动这些霞光 送我回地面 我自然会放你自由 宇战神色威严 淡淡地开口 眼中有射人的神光 金沙终究还是屈服了 妖兽的生命无比悠长 能修行到妖将境界 他已经通灵无数岁月 智慧不下于人族 如今遇到这样一尊恐怖的人族修士 他自然知道惹不起 乖乖低下头 让羽战踏在他的背上前行 无尽还很大 五千里的海域 哪怕如金沙这样的一种 也是前行了整整一天 才来到漫长的海岸线附近 大人 我就不送你到岸边了 就到这里吧 金沙停在了距离海岸线数十里的地方 不愿意再前进 我担心岸边遇到其他人族强者要杀我 你也知道 人妖一直都不两立 金沙甘笑着 他打死 也不敢和羽战说 现在正在发生的人族大战 否则 一旦身上这个恐怖的强者知道了真相 自己恐怕瞬间就会被踩死 大人 我上有五百岁老母 下有一百多岁的幼子啊 请大人念在我修行不义 放了我 金沙苦苦哀求 却打死不往前走一步 以愿视强者的目力 在这样一望无尽的海平面 一旦接近十里 恐怕会被羽战察觉 好了好了 好歹你也是一头妖疆 羽战有些哭笑不得 看在你脉里 送我回来的份上 行了 你走吧 深吸一口气 不知怎得 羽战心里竟然有些静香情窃 手足无措 他身形一动 离开金沙背上 朝着前方急驰而去 我 回来了 第176章 加的方向 沙 你们这些畜生 给我死了 刚刚来到岸边 羽战就看到了 震撼人心的一幕 在漫长的海岸线上 无数人族和妖族精锐 在这里厮杀 每一刻 都有生灵在陨落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绞肉机 人妖两族的尸体 和残骸 都彻底混合在了一起 将这片天地 化作了血色炼狱 这是发生了什么 羽战神色震撼 他不过是被困了15年 但世间似乎已经大变 以往 虽然人妖两族 一直是对立 但是双方的高层 都很克制 这样大规模冲突 从来不曾发生过 难道新的人妖大战爆发了 羽战心思敏锐 瞬间洞察了真相 哄 他悍然出手 将附近遇到的一族 妖族翻手震杀 有妖将级别的大妖 发现了羽战 咆哮着冲过来 却被羽战直接震杀 哼 难怪那只小鲨鱼 死活不肯靠岸 羽战低声呢喃着 他是知道 一旦自己发现了 如今的天下态势 恐怕就不会放他 活着离开了 羽战有些好笑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一只小小的妖 将摆了一刀 混账 哪里来的人族 竟敢在本王面前行凶 一道刺耳的尖鸣声响起 一道紫云冲天而起 朝着羽战压落下来 这是一头上百丈的巨鸟 浑身半鳞半羽 腰躯上都是紫色的鳞片 双翅上又是紫色的神羽 双翅震动之间 浑身紫色的妖气滔天 看上去很尊贵 这是紫灵雀 很珍惜的一种 这一族天生强大 但是数量极少 一般只会出现在无尽海深处 如今却上岸 可见战况的激烈 紫灵雀朝着羽战扑杀而来 浑身妖气化作利刃 朝着羽战笼罩而来 一双利爪闪烁着骇人的神光 可以抓猎神经 在这头紫灵甲出现的刹那 周围的妖族就全部散开 他的实力在一种之中 都算得上很强大 是名副其实的妖王 在无尽海中称遵一方 此刻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 他同样是妖族的头领 专门处理出现的院士强者 厮杀到今天 他的利爪之上 已经有两名院士的鲜血 就是羽老大 这样的强者 面对这样的妖手扑杀 也要精神忌惮 严阵以待 然而 羽战看到这数百丈长的紫灵 却扑杀而来时 却笑了 哼 斩杀了这头妖王 这上千里的海岸线 恐怕妖族会 顷刻打乱吧 轰隆隆 羽战体内 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 他的气势一下子变了 似乎沉睡的精神 彻底苏醒 人腾跃而起 宛若一尊魔神一般 散发出恐怖绝伦的气息 冲天而起 灵气波动 直接击穿了空中的紫云 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声联 紫云之中 紫灵却神色大变 他很震惊 没想到面前 突然出现的人族 如此可怕 实力远超寻常院士 刷 羽战化出一只巨大的元气大手 冲入紫云之中 像是要抓一只鸡仔 啊 混账 紫灵却震惊 他双翅狂山 极力挣扎 想要正突而去 却被这只灵气大手 死死禁锢 无法逃离 挥手甩出一道神术 羽战从拿出海底遗迹中 得到了难以想象的造化 各种精妙的法 随手拈来 从羽战掌缝之间 无量光爆发 化作千丝万缕的神侠 笼罩了紫灵却 想要彻底练化他 紫灵却心神大害 仰天狂笑 头顶的紫灵羽 强行挣脱了羽战的灵气大手 浮游汗术 羽战目光化作两道电芒 伸手在腰间一抹 缠绕在腰间的腰带 瞬间化作一把长鞭 鞭子上弥漫着神秘的波动 朝着紫灵却一把甩出 啪叉 一声清脆的鞭打声音 如晴天霹雳 一般在虚空中传播了很远 紫灵却顿时发出一声 凄厉的惨叫声 羽战手中的神鞭 似乎有神秘的伟力 牢牢将它锁定 哪怕它挥斥穿梭了虚空 依旧被这把长鞭 从虚空另一端拽了回来 羽战手腕倾抖 长鞭席卷 恐怖的波动爆发 连续三鞭 将这头恐怖的妖王 直接抽得妖躯爆裂 啊 紫灵却发出一声 凄厉的哀鸣 一道紫色的幽光冲天而起 朝着天际顿去 紫光之中 是一道袖珍版本的紫灵却 这是它的妖灵 和院士强者的法香 是一个道理 到了妖王境界 体内的妖灵 已经可以独立 妖躯而存在 此时 紫灵却眼中惊恐万分 她没想到 羽战手中的 长鞭如此恐怖 在那条长鞭上 有一篇暗褐色的血字 看上去是在幽九岁月之前 沾染上去 但是其中散发出的气息 依旧让它心静肉条 这是不知名的 古老生物的精血 时隔无穷岁月 还能有这样害人的气息 这道鲜血的主人 该多么可怕 只是不知道 这根长鞭 只是沾染了这尊恐怖存在的血 还是斩杀的这尊存在 紫灵却不敢再想下去 她只想马上逃 通知无尽 海中真正的皇者 否则这根鞭子之下 恐怕没有妖兽 可以幸免 想走 羽战一声怒吓 眼中金光暴闪 给我死来 长鞭再度一回 瞬息之间 穿过了空间的壁垒 出现在紫灵却妖灵的背后 不 紫灵却神色惊骇欲绝 眼中流露出无比的绝望 下一刻 长鞭携带着莫名的规则之力 将紫灵却的妖灵倒卷而回 羽战催动秘法 长鞭神光璀璨 直接将紫灵却的妖灵崩碎 莫名的波动 将妖灵的意识碎片 都全部化为虚无 彻底抹去了这尊妖王 存在于是的一切痕迹 理论上 如果妖灵死去后 得以保全意识碎片 就有转世众生的希望 所以 羽战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海岸线上 看到突然出现的羽战 干脆利落地斩杀了 妖王紫灵却 一种人族都双目圆瞪 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众多妖族生灵 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紫灵却可是这片海岸线上的王 统一无穷妖族 却没想到 被羽战直接震杀 还等什么 人族修士 何惧一战 身影傲立在万丈虚空之上 羽战的声音 传遍方圆百里 点燃了无数修士心中的澎湃热血 啪 直接蔓延数千丈远 这条路上 所有的妖兽都被震杀 只有少数实力强悍的 妖疆级别大妖可以苟活 一时之间 妖族哀红遍野 无数断裂的妖区 漂浮在大海之上 将附近海域的海水 都为之染红 这样振奋人心的一幕 极大鼓舞了一众人族 众人嗷嗷叫地往上冲 杀 我被修士 何惧一战 失去了妖王的统领 又被羽战的惊士 一边夺去了胆气 这一段 一路上留下了无数尸体 终于逃回了海中 而羽战已经没有关心 后续的问题 他逆转了这一段 海岸线的战争局势 而后悄然消失 身形朝着更远处急驰而去 那是悟成的方向 家的方向 第177章 找到了 悟成 皇家祖地 自从羽龙将母亲周娟 托付给皇家之后 黄思海和黄远父子 为了万无一失 将其接到了皇家祖地之中 这里不仅有六品妖兽在守门 身为八品武者的黄思海 也长期再次闭关修行 这样的阵容 在悟成已经算得上豪华 完全可以保证周娟的安全无余 但是就在三个月前 在祖地中闭关的黄思海 突然感觉到 祖地周围出现了一些 强大的气息在徘徊 这些气息很隐晦 似乎并不打算强闯祖地 只是在方圆树里内徘徊 不时显露的气息波动 让黄思海神魂直颤 这些气息的主人 至少都是九品学者 在悟成 这些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这段时间却像是不要钱 一般在黄家祖地附近 出现一波又一波 父亲已经三个月了 宇先生难道真的 祖地内 黄远忧心忡忡地开口 他们身为悟成的顶层家族 对于帝都发生的事情 已经了解 听到儿子的问题 原本闭目盘息的黄思海 悠悠睁开双目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这个问题 为父也很想知道答案 那一战帝都宇家损失惨重 宗师强者 竟然折损了整整十八位 连院士强者与教授都身受重伤 回到了宇家身处 闭关疗伤 既然此时还有这么多的强者 在附近游异 那代表着 哪怕宇家同样不知道 宇先生的生死 黄思海低声嘀喃着 他脑海之中的奴硬印记 的确已经很淡 似乎随时要和宇龙断绝关联 所以 哪怕是他也不能确定宇龙的生死 而且宇先生在帝都公开宣称的 可以打破整个武者修行路的造化 是真的吗 这几个月时间 宇龙的话 已经传遍了整个华国修行界 黄元目光之中很憧憬 不光是他 任何武者听到这样的话 都不能平静 在整个修行界 武者作为下等修行者 已经遭遇无声的歧视太久了 一旦宇龙说的是真的 这代表着未来 可能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 这样的事情 牵动了太多人的心 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窥探的了 还是年老持重的黄思海 淡淡开口 如今我们周围都是群狼环似 各个势力都安插了眼线在这附近 你以为是 我们有这样的殊荣吗 是群先生的母亲 这里有他的牵挂 一旦群龙成功逃走 这里终究是无法舍弃之地 黄思海父子 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客房 那里是周娟正在安静地看报纸 身边还有专门的厨师 保姆负责她的生活 两个月前 于小月打电话给母亲报了平安 还谎称哥哥群龙也在帝都进修 周娟到现在 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两个子女身上发生的大事 帝都武学院 同样也很有默契地 没有将此事捅穿 却唯独母亲周娟一无所知 悟成 2021年1月15日 农历腊月13 矿物局家属小区上空 虚空悠然裂开 羽站雄壮的身影 从虚空中走出 哈哈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小区 中庭的绿化 经过十多年的光阴 生长得郁郁葱葱 羽站忍不住哈哈大笑 像是归乡的游子 忍不住热烈盈眶 这里有他最真爱的一切 娟子 我回来了 羽站心中激动大喊 神势扑散开来 蔓延向面朝中庭的六栋七楼 那是家的地址 永远不可能忘记 嗯 只是随着神石的蔓延 羽站发现 家中竟然空无一人 而且很多摆设 都已经变得 铺了薄薄一层灰尘 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 不曾住过人 难道搬家了 羽站嘀咕自语 心念一动 神石以他为中心 快速蔓延开来 大胆 何方修士 擅自在城中铺展神石 一道神光从远处飞掠而来 落地之后 神光散去 是一名劈头散发的长发老者 此时的老者目光如电 瑞丽的目光扫过 发现羽站的境界 自己根本看不清 心中不由一惊 怎么会有院士强者 出现在物长 老者大为惊异 这个时候 华国经过热武器的大范围清理 将大后方可能存在的 妖兽暴动隐患全部清除 只留下了一些中低阶舞者 学者在此围杀一些残存下来的妖兽 用来锤炼自己的战力 毕竟在正面战场 中低阶修饰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个时候 出现在物长的羽站就显得格外突兀 你是巡查使 羽站目光淡淡地扫过 看了一眼华卫国腰间的令牌 似乎回想起了什么 眼中露出一丝波动 你是华卫国 你怎么认识我 这名老者 正是在杨子江底 闭关修行的西南巡查使 华卫国 华卫国有些惊讶 自己竟然被一名院士知道名字 关键这个院士 自己从不曾有印象 他在脑海中反复回想 确认自己见过的 有限几个院士强者之中 不曾有这样一个人 嗯 十年前 你曾经出手救了一个 被人追杀的八品学者 你还有没有印象 羽站淡笑着开口 眼中露出追忆之色 他当年被驱逐出帝都羽家本族 但是在族中 以羽兵深厚的一脉为代表 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一个旁之之中 走出这样一位桀骜不驯的修行任天才 但是身为千年世家 脸面必须实时注意 不能有损体面 所以这些心中 对羽站充满恶意的羽家人 纷纷暗中出手 想要扼杀这个天才 一路卸杀 源源不断的九品学者在身后追杀 甚至还有宗师的影子 若隐若现 就在悟成之外 周娟任职的矿山外 羽站终于历劫 被一众黑衣之羞为主 关键时刻 是路过的巡查使化卫国出手 那时的他已经出入宗师境界 意气风发 见不得不平之事 将一众黑衣人镇压驱逐之后 他留下一瓶疗伤宝药 给羽龙就匆匆离去 吞服宝药伤众昏睡过去的羽站 则是被下班路过的周娟带回 所以 化卫国那一次的出手 不光是救了羽站姓名 也同样成就了他一生的姻缘 经过羽站的体型 化卫国也终于想了起来 身为宗师强者 记忆力超群 除非受到创伤 否则可以一直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只是经过吴靖海中 十多年的刻苦修行 羽站的气质大变 化卫国也没敢想 眼前这个院士 竟然和十几年前 自己顺手救下的一个青年是同一人 如今一经提醒 顿时恍然大悟 你是那个人 哈哈 化卫国大笑 看来这十多年 你是遇到了大纪元 修行之路 竟然静静如此迅猛 如今修行大成 又为我人族增添了一份抵运 到了院士这个境界 每一个都是弥族珍贵 可以左右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负 可以称得上是人族的抵运 不错 羽站也是神色凝重的点点头 他已经知道了 人妖两族大战的情况 等他见到自己家人 必然会上前线震杀群妖 我只是闭关太久 这次出关 想要先看看家人 十多年不曾见 等见一面之后 我就会去前线 但似乎 他们已经搬家了 不在这里 哦 化卫国笑了 他身为本地蛇 物城地面上很多的黑白势力 都可以为他所用 你的家人叫什么名字 也许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我的妻子叫周娟 一儿一女叫羽龙和余小月 什么 原本笑意盈盈的化卫国 瞬间神色大变 周娟 余小月 羽龙这三个人的名字 在三个月之前 都还只是修行界中 默默无闻的人 但是自从帝都一战 随着羽龙的逆天修为爆发 整个修行界 都被这三个人的名字刷屏 羽龙的父亲 化卫国心中念头百转 也就是当年 被逐出羽家的天才族人羽战 他不是死了吗 自从羽龙一世 羽龙一家人的底 几乎已经被查了一个底朝天 身为已经亡顾的父亲羽战 同样出现在各大势力的暗头上 失陷在吴靖海 十五年的羽战还没死 反而成为了院士强者 尽管只是宗师境界 但是因为植物之变 化卫国接触到了不少的院士强者 在他的感应之中 羽战的气息恐怖至极 哪怕只是自然流转的气息波动 竟然就有让他肉身 有种要裂开的感觉 无比的压抑 在院士强者中 同样极为可怖 嗯 羽战目光一凝 绽放出灿烂的笑意 我找到了娟子的气息 闲话后面再续 我先走了 羽战身形如电 直接消失在化卫国眼前 他现在归心似箭 只想马上见到自己的家人 直到看着羽战彻底消失在前方 化卫国的目光 依旧久久地定在了虚空之中 只是他的神色骤然变得苍白 低声嘻南 声音微不可闻 眼中罕见地流露出一丝恐惧 他竟然还活着 从无尽海中回归 恐怕这物都 帝都马上要彻底炸开了 第178章 到底是什么人 唉 皇家祖地之外 两人坐在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之中 监视着皇家祖地之中的一举一动 家主让我们在这里一直这么干等着 也不是办法呀 一人嘟嘟囔囔地抱怨着 羽龙又不是傻子 明知道这里眼线密布 怎么可能还回来 行了 不要抱怨了 另一人神色沉静 目光一直不曾离开皇家祖地方向 这既然是族中安排下来的任务 就不要再抱怨了 我们应该庆幸 否则 一旦羽龙真的出现在这里 就凭我们能留下他 帝都东城门外 使羽龙的成名之战 一战坑杀17名宗师修士 一名院士修士 同样受到重创 不得不闭关疗伤 哪怕底蕴身后如雨家 同样是遭受到了重创 族中三分之一的宗师修士 被屠戮 算得上是伤筋动骨 这样的战绩太惊人了 哪怕武王 燕晓晓 也不曾有这样恐怖的成就 也是这骇人听闻的战果 为羽龙说话的分量 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让无数势力趋之若鹜 想要得到羽龙口中的神秘传承 沉浸男子心中却更加清醒 以他们二人的实力 一旦遇上羽龙 根本不是义和之敌 能逃脱性命 就是胜利 So 陡然间 一道神光从二人头顶虚空一掠而过 速度极快 一黄眼就消失在皇家祖地深处 那是什么 二人惊讶无比 他们都是九品学者 却根本看不清拿到神光 不止他们 真个皇家祖地外 很多有心人都看到了这道神光 心中大为振奋 纷纷忍不住冒出一个念头 难道是羽龙回来了 有强者进皇家祖地 疑似羽龙出现 很多眼线都目光灼灼地 看向祖地之内 快速将这个消息上报 却不敢跨雷池一步 羽龙如今可是凶名赫赫 宗师杀手 皇家祖地内 神光静止落在了院中 周娟的身后 而周娟丝毫没有察觉 娟 娟子 与战双目含泪 声音颤抖 无尽海一记之中 蕴含惊人的机缘 而在这机缘的背后 是巨大的危机 各种考验稍有不慎 就会彻底沦陷 成为毫无意思的行尸走肉 在一记之中 有七具气息波动 骇人的行尸 在无意识地游荡 而每当羽战的意识 就要彻底陷落的时候 他就会想起 眼前这个人的背影 是他被困无尽海一记十五年 依旧能坚持下来 心智不曾迷乱的根本 啪 听到这个声音 坐在院子里 安静地看报纸的周娟 如遭雷击 他本来正准备喝茶 却手中茶杯滑落 落在地上摔成了八半 周娟猛然回头 看向身后的人 神色瞬间大变 尽管已经十五年不曾见 但他依旧第一眼 就认出了面前这个男人 周娟身形猛然一动 远超寻常人的矫健 直接扑到了这个男人的怀里 骤然间 周娟嚎啕大哭 声音淒厉 像是把憋在心中十多年的委屈 全部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 你怎么才回来 到底死哪里去了 他一个人这么多年来 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几乎耗费了他全部的心力 十五年了 在这十五年 无数个夜晚 这张脸都会趁着他熟睡 悄然潜入他的梦里 一觉醒来 却只有更加沉重的绝望 他曾经以为 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个男人 他从开始地爱他 想他 怨他到恨他 直到现在 他终于知道 自己还是深爱着这个男人 只要他活着回来了 比什么都好 对不起 都怪我 是我回来晚了 雨战目光柔和 抱着周娟的腰肢 心中前所未有的宁静 这种感觉 他已经十五年 不曾感受到了 终于 过了很久 周娟渐渐平静下来 却发现旁边的厨师 保姆 双眼都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忍不住老脸一红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我这里暂时没什么事情了 他现在不想任何人 打扰到自己 尽管他已经四十多岁 但是却如同恋爱的少女一般 死死拉着雨战的手 不肯放开 二人坐在桌边 十五年不见 有太多的话想说 需要好好谈一谈 周娟脸上红光满面 将这十几年的事情 纷纷讲述出来 知道了周娟一人带子女 还被自己的亲弟弟算计 雨战心中愧疚难当 再后来 听到自己的儿子雨龙和雨小月 纷纷检测出了修行天赋 更是哈哈大笑 心中老怀大胃 雨龙很不错 身为舞者 需要蒸蒸铁骨 一颗坚定的舞蹈之心 不畏强暴 才能有所成就 小月更是惊人 竟然有蓝色天赋 只要不中途陨落 未来的成就 自己的子女都很出色 要知道 他自己的修行天赋 也不过是青色天赋 但是天赋只是占比很重的一方面 却不是绝对 在他那一代 同样有蓝色天赋的雨家族人 但却始终被他牢牢压制 如今 我回来了 给他们带回来一场惊人的蜕变 他们未来的成就 必然更加的非凡 雨战心中畅想 他如今的实力不俗 足以护持住自己的两个子女 他身上还带着可怕的神药 可以为他们的修行路 打造无比坚实的根基 夫妻俩温情默默 说了许多提起话 就在此时 院子外有一道声音传来 周女士 老夫可以进来吗 是黄思海父子 他们同样看到了这道光 本来第一时间就朝着这边赶来 但是遇到了被周娟赶出来的 厨师保姆等人 知道了闯入的人 是传说中早已死去的雨战 心中惊讶 却也按捺住了心中的念头 没有去打扰二人 但黄思海始终不放心 这段时期太敏感了 他担心 是有势力假扮雨战来套取周娟的话 毕竟周娟不过是一个凡人 修行之道有很多手段可以欺骗过他 所以他还是来了 你就是黄思海吧 雨战挥了挥手 示意他进来 他也从周娟口中 知道了黄思海的身份和来历 对他心中颇有好感 毕竟这段时间 整个天下都不平静 将周娟从家属楼小区接到这里 显然更能保障他的安全 多谢你对我雨家所做的一切 我雨战必然铭记在心 雨战郑重地承诺 周娟告诉她 是因为自家儿子救了黄家 唯一的孙女 尽管如此 黄思海为雨家做的也够多了 不客气 雨先生 黄思海恭敬地行了一礼 修行界除了直系亲属 不以年纪论短长 只以修为论高低 他心中同样感觉难以置信 死去15年的雨战 竟然突然活了过来 一身修为无比强横 黄思海武父的直觉 在雨战身上 感觉到一股心惊肉跳的气息波动 嗯 雨战突然惊一声 他的神识强得可怕 他突然发现在黄思海的意识海中 有一处异常的气息波动 这是 雨战在无尽海遗迹之中 见识到很多上古秘文 似乎在一个 不曾被记载于古史的时间段 存在过无比璀璨的修行文明 但是却又因为不可知的原因 急速的消亡 雨战想起了其中一篇 残破的古籍 讲到的一种法 眼中金光四射 收敛的气息 忍不住泄露出一丝 这是上古奴业 雨战目光如见 黄思海只感觉自己的身躯 都要在这道目光下裂开一般 根本不敢直视 你到底是什么人 第179章 欲发狂 奴役 随着这二字出口 黄思海忍不住神色大变 心中掀起了一片惊涛海浪 他没想到 雨战如此恐怖 竟然一眼看透了 自己脑海中存在的奴役 你是什么人 雨战气息笼罩黄思海 巨大的压力将黄思海的脊柱 压得咔吱作响 由不得他不经意 按照遗迹中的古籍记载 上古奴役早已经随同那个 文明彻底陷落 如今却出现在自己妻子身边 他担心背后有惊人的因果 一旦被牵扯进上古密室之中 哪怕院士也很难独善其身 所以他不得不慎重 战哥 你不要冲动 黄总对我们一家人都很照顾 周娟虽然不懂修为 却看出了雨战凌厉的气息 对黄思海造成的巨大压力 急忙劝阻 雨先生 黄思海满头大汗 艰难开口 我对尊夫人没有恶意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一旦在这里暴露出根角 恐怕就再也瞒不住周娟 好 雨战深深看了黄思海一眼 安抚了一下周娟 你坐在这里等我 而后默然起身 朝着院子外走去 黄思海身上的压力 骤然一散而空 像是被压紧了的弹簧 骤然被松开 黄思海身形一个亮呛 险些摔倒在地 来到院外 雨战此时早已经等候在这里 目光平淡地看着自己 黄思海不敢拖大 自己和雨战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急忙开口 雨先生洞察秋毫 老夫意识海中 的确被种下了奴硬 黄思海缓缓道 这道奴硬是老夫自愿种下 只有这样 我才能突破 现在的八品五者境界 至于这道奴硬的主人 就是您的儿子 雨龙 什么 神色一直淡然的雨战 顿时不能淡定 你的奴硬是我的儿子 雨龙种下的 开什么玩笑 哪怕雨战如今修为金氏 依旧不敢相信 这样的上古秘法 就算他得到了 也无法施展 他现在 不过刚刚在五大 读大一啊 大一的五大学生 了不起三四平五者 已经是金氏骇俗的天才了 雨先生 您是今天才回来吧 黄思海悠悠开口 老夫猜测 你一定是从无尽海中 归来第一时间 就找到了这里 路上没有遇到其他人 至少没有和知道 你身份的人聊上五分钟 雨战目光一宁 他开始有了不妙的预感 心头莫名的沉重 继续说 黄思海深吸一口气 决定不再隐瞒雨战 就算他想要瞒 以雨战如今的的修为 很快就会从修行界 得知这个消息 您的一子一女 都是天赋 金氏骇俗的天才 女儿与小月 拥有百年难见的 天生法相 是天生的至尊 什么 天生法相 雨战忍不住哈哈大笑 发现自己在这短短时间内 震惊的次数 快要超过自己前半生 女儿的蓝色天赋 已经足够 让自己震惊 没想到 还有百年难遇的天生法相 那是通往无双国事的路 雨小月的天资极高 直接考入了帝都里学院 后来 当听到自己的女儿 被帝都与家人控制 生生挖出了本命法相 修行路被废实 雨战暴怒了 双目赤红 一声大吼 声音震动整个雾城 哄 雨战身上的气息一阵波动 脚下的大地瞬间变成了戒粉 黄丝还只感觉眼前的 世界天塌地陷 所有感知都瞬间被蒙蔽 只感觉到惊天动地的怒火 雨冰 雨冰 雨战浑身杀气萦绕 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强烈的杀意了 哪怕当初 自己被雨家逐出家谱 她心中 除了愤恨 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杀心 但是现在 雨家人竟然还不死心 对她最真爱的家人动手 她能够想象自己女儿 在当时遭受了多大的罪 她还只是一个 不安事事的少女啊 雨战刚强一生 神铁铸铸铸的汉子 不管遇到 何等苦难 都不曾哭泣 但是这一刻 她却心中剧痛 如刀脚般难受 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小院啊 父亲对不起你 她恨自己 恨自己 在女儿最需要自己的时候 却不在身边 作为一个父亲 自己太失职 她是谁 是以青涩天赋 匿压无数族人的雨家 第一天才 在无尽海上 古一季中感悟15年 一身修为 恐怖不见底的院士存在 自己的女儿 拥有本命法相 竟然有人敢如此 继续说 雨战咬牙切齿 她在竭力压制自己的怒火 她终于知道 为什么黄思海 非要避开周娟 和自己说了 一旦被周娟知道这个噩耗 恐怕会被气得昏死过去 从雨战的怒火 笼罩中清醒过来的黄思海 继续开口 后面发生的事 更是震惊了整个华国 黄思海眼中泛着光 将雨龙爆发 恐怖修为 一路杀进雨家祖宅 惊动青天间 最后更是直接斩杀了 十七位宗师 重伤雨兵的战绩 说给雨战听 最后 雨龙带着王素素 进入了虚空中神秘的门 生死不知 啊 雨战忍不住了 彻底发狂 痛苦地咆哮 浑身颤抖 气得虚发结账 自己的女儿 天生至强者的法香 被剥夺 儿子也是被雨家围杀 如今生死不知 她恨了 恨自己 为什么不早三个月回归 如果她在当场 必然要掀翻雨家庄园 血洗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 敢这样对我的子女 是当我雨战是死的吗 雨战发狂怒吼 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动 黄思海继续向雨战 讲述这三个月的种种 雨战的目光也渐渐平静 没有再怒吼狂笑 而是安静了下来 只是毛子中的凶光 越来越盛 恐怖的杀鸡 在瞳孔最深处酝酿 等待爆发 雨战默然转身 回到院子 看不出丝毫异常 脸上露出熟悉的笑意 怎么了 周娟好奇地问 雨战刚刚的怒吼 将这座小院隔绝了的 因此周娟没有听到任何异常 没什么 雨战笑了笑 我也好久没看到女儿他们了 我想要出发去帝都看看他们 去帝都 好啊 周娟目光一亮 我们一起去 那两个小家伙 太没良心了 离开我身边一点 也不想我 除了一个月打了一次电话 敷衍我两句 简直就像是忘了 我这个妈了 不 雨战急忙拒绝 她不可能让周娟同行 我修为强盛无比 一个人动身很快就可以到帝都 到时候把他们带回来 给你打板子 这次我从无尽海中 带回来了几株神药 有一种是 专门针对普通人的体质 可以让你气血强盛 恢复青春 这是雨战 专门在遗迹中挑选的宝药 你这几天 在家服用神药 等我带他们回来 他们 恐怕都认不出你 雨战的话 让周娟忍不住笑了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从来不分年龄 安抚好了周娟之后 雨战起身朝着院外走去 拿出一颗宝丹 递给黄思海 这枚宝丹 应该可以让你突破到 五到九重 我不在这几天 你要保护好我夫人 是 黄思海接过宝丹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澎湃能量 心中不由大喜 雨战已经一刻都等不及 要马上去帝都 她的目光穿透虚空 她在刚到的时候 就发现了阻地四周 遍布了八九品学者 只是没有想去追究其原因 如今知晓了情况 看到这些人 她心中怒火就在沸腾 杀气森然地开口 你这个祖地附近太乱了 一群小猫小狗 在附近游荡 我帮你清理一下 第180章 上门讨战 雨战深吸一口气 天地灵气呼啸而来 灌注在她手中 幻化成无量光 你们都给我 滚 无量光化 做恐怖的杀招 席卷四方 骇人的能量波动 直接将祖地四周监视的 修饰瞬间镇压 但是她还保持着理智 这些人 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棋子 杀之不足以解恨 无量光所过之地 所有高阶学者 都如遭雷击 大口可血 目光惊骇地望向虚空之中 那个人如神如魔 在她出现的瞬间 就成为了这片天地的焦点 雨战傲 立在虚空之中 声音传遍他们的双耳 我乃雨龙之父雨战 从今日起 谁敢窥探折入我雨架 死 她正式宣告了自己的回归 而后身形冲天而起 随手撕开空间 一道锁打的裂缝 出现在虚空之中 她抬脚迈入其中 消失不见 知道雨战的身形 消失在此地 祖地外众人 头顶沉重的压力 才终于消失不见 相顾骇然 雨战 什么 这就是雨战 当年雨家的第一天才 可是 传言她不是死了吗 雨战的话 让众人无比惊讶 这样一个强者回归 对这些大势力来说 是一种震慑 在皇家祖地附近监视的人 在来之前 都系统了解了 雨龙一家人的情报 自然知道雨战 这个已经死去十多年的父亲 可是没想到 竟然没死 反而一身修为通天彻地 让人恐惧 所有人都炸了锅 神色大变 完全不敢相信 这也太惊人了 她不是15年前 就陷落在无尽海之中了吗 一念即此 他们都头皮发麻 能在无尽海中 存活15年 安然走出 这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恐怖修为 这个时候 他们才想起 这个雨战年轻时候的事迹 以忠上之姿 匿压无数同代天才 一路横推 成为雨家年轻一代第一强者 神勇无匹 曾经震慑整个帝都 雨战虽然消失了15年 但是这些事迹 传说依旧在他那一代人心中 萦绕不去 快 马上将消息 传回家族 回过神来 一众人 顾不得伤众的身躯 急忙拿出电话 将这个惊人的消息 传回去 这样的强者出现 他们必须改变在 这件事情上的态度 在皇家祖地东北角 一名酒品学者 瞬间神色煞白 脸上 没有一丝血色 他是帝都雨家人 在三个月前侥幸留守家族 才躲过了 秩序之门的震杀 如今 他被派到了 这里监视周娟的刑迹 本来以为绝对安全无虐 却遇到了雨战的回归 他就是雨战的同辈族人 当年见到过雨战的雄兹 更是知晓他的可怕 心中无比恐惧 他一言不发 急忙拿出一块血白的玉佩 并指成剑 用特殊的秘法 将这里的消息 凝聚在玉佩之中 咔嚓 一把将玉佩捏碎 他松了一口气 这是珍贵的子母玉 当手中的子玉破碎 数千里外存 放在帝都雨家庄园中的母玉 会有所感应 显示出子玉上 捐客的信息 他实在是吓坏了 与小月的事 他太清楚了 如今雨战分明 是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的原委 如今撕裂虚空而去 分明就是要去帝都 以雨战暴烈的性格 整个帝都 恐怕都会被他搅动的天翻地覆 他已经感觉到了 雨家的一场大难 马上就要来临 帝都 虽然修行者众多 但普通人数量更多 虽然人妖大战如火如荼 但整个城市的大基调 依旧是祥和安乐的 对于普通人而言 那些不是他们应该操心的烦恼 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 到处都是逛街休闲的人群 他们人声鼎沸 磨肩擦肿 一名中年 缓步走在其中 是雨战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 这样喧闹的人气了 他现在需要这些生活气息 来平静自己的心 越是紧要关头 心越是不能乱 雨战走在人群中 看似身形极缓 实际速度极快 穿过繁华的闹市区 片刻时间 就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府邸面前 雨家庄园 来人止步 庄园门口 有人大声贺问 经过了三个月前 雨龙的硬闯之后 雨家在大门处 换上了实力更强的守卫 九品学者 哪怕是在十大家族 这也是十分奢侈的一件事情 雨战目光辟靡 看着眼前硕大的门头 流露出一丝惆怅之色 二十年前 他从这里走出来被彻底除名 他曾经发誓 永远不会再踏入这里一步 但是二十年后 他却又再度回到了这里 带着满枪的杀机 我雨战回来 何须止步 他身形丝毫没有停滞 大步走来 大门处的守卫 顿时神色大变 身形急退 雨战身上森然的气息太惊人了 一旦临近 他只感觉自己神魂颤抖 身躯马上都要归裂开 雨战 是谁 没听说过 其中一名守卫 低声开口 问另一名同伴 还是雨姓 难道也是雨家人 雨家势力庞大 虽然是宗族势力 以雪青族人为核心 但依旧招募了很多的 没有背景的修行天才 作为他们的外族实力 嫡系 树枝 外族一同构成了庞大的雨家 而这名守卫 就是五年前 才招募的外形修士 不知道雨战的名 与此同时 另一名却是神色煞白 他就是雨家树枝出身 当年的雨战 是树枝中的骄傲 最有希望的族人 战哥 你没死 族人热烈盈眶 心情无比澎湃 却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 急忙低声道 战哥 你来这里干什么 赶紧离开这里 快走 他担心雨战还不知道 自己子女的事情 洋入虎口 相比于整个雨家 雨战实在是太弱小了些 不用担心 等会你最好站远一些 雨战微微一笑 只是他的笑意 丝毫没有温度 只有令人全身冰冷的寒光 目光直接穿过了大门 望向了最深处 那里的气息正在快速觉醒 这儿 你回来了 雨家庄园深处 一道淡漠的声音 缓缓响起 时隔这么多年 当年的事 我们有太多的误会 我们诸多祖老 在一世大殿等你 雨战听出了这个声音 士族中那位 硕国仅存的老祖 当年就已经接近老朽 没想到二十年过去 还依旧健在 当年的事 误会不误会的 已经不再重要 本质上是理念的不同 对家族未来方向的分歧 不必多说 雨战视线 扫过整个庄园 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身形闪烁 大步迈入庄园深处 我这一次来 你们也应该知道是为何 你们对不起我雨战 没关系 但不应该对不起我的儿女 他们何其无辜 我不是来请客吃饭的 而是来上门讨债的 第181章 首刃仇敌 雨家庄园 真的很恢弘 在周围一片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外 雨家独树一帜 建立起传统气息 浓郁的古式建筑 殿与成片 宛若一片浩大的天宫 不是有人留在宫殿群之间穿梭 彰显着雨家的兴盛 雨战的身形极快 瞬息之间就出现在了雨战深处的 一座大殿之外 这是雨家重要意识 才会开启的大殿 一世大殿打造的极为古朴 两侧分布着十多尊青铜王座 此时整个大殿气氛凝滞 无尊王座上有巨拨落座 他们都是雨家的院士境界强者 身份古老 实力强横 浑身周围飘荡着各色光韵 似有迷雾 朦朦胧看不清面目 呼吸之间 有浪潮之声涌动 仿佛一尊尊活着的神之 小妾 雨战抬脚迈入殿中 如同进入了一片独立的小天地 在大殿之上 雨家老祖淡淡开口 看到雨战的身姿 眼中闪过浓浓的心上 却随即化作无尽的惋惜 老祖目光老辣 自然一眼就看出了 雨战已经踏入院士境界 这一家子 都是何等天资啊 老祖心中一声长叹 如果这样一家人 能够和雨家归心 恐怕雨家未来数百年 上千年的兴盛 都将成为定局 造化弄人啊 雨战冷笑着开口 弄人的不是造化 而是这个早已腐朽不堪的家族 在二十年前 我就曾经说过 如今的雨家看似枝繁叶茂 盘根错节 实则内部早已经腐朽 烂透了 一旦遭遇大难 会以极快的速度轰然倒塌 不下大决心 大毅力 根本不可能根治 哄 雨战一挥手 一座青铜王座 直接被他摄取过来 悬浮在虚空之中 雨战轰然坐上去 雄壮的身躯 散发着无比的霸气 如今雨家内的乱象已经显现 我相信在我 在你们不曾看到的角落 还有着很多 更加阴暗恶毒的算计在发生 整个雨家 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雨家了 雨龙居高临下 指点着雨家重祖楼 但是他们 却是心中一灵 这义士大殿之中 每一尊王座 都有特殊的禁止 将其固定在原地不能移动 雨战却是轻描淡写之间 就破开禁止 这份实力 让他们有些心惊 不过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雨战话风一转 我在二十年前 就被逐出了雨家 从祖谱中被除名 你们帝都 遇见爱的好坏 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无论你们是起高楼 还是楼塌了 我都毫不关心 但是 你们不该这样 对我的小月和小龙 他们不应该承受这样的恶难 雨战轰然从王座上站起身来 气息更加炙烈 眼中的杀气浓郁的 要化作实质 雨冰那个毒妇呢 躲着不敢见我吗 小七 你不要激动 冷静一下 听我们长辈慢慢给你解释 这其中有很多缘由 有一名院士缓缓开口 想要安抚雨战 在座的辈分都很高 是真真意义上的小辈 是你们彻底老朽了 还是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少年 可以蒙骗 雨战神色平静了下来 全身的威压却越发射人 激活族中古老流传下的沙阵 隐而不发 却又让我冷静 你是在说笑吗 雨战神色冷漠 一字一句地开口 每一个字都如同雷霆一般 重重轰在众人心头 他们是接到物成皇家祖地外的族人传信 才知道雨战回归这样的消息 在那族人的描述之中 雨战实力惊人 加之当年雨战的天资风采 的确冠绝整个帝都 雨家重脑不敢怠慢 在最短时间内 做出了最充足的准备 将族中古老的沙阵激活 以保万无一失 开口的院士 强者感受最为强烈 他神色再也不能平静 在雨战的气息波动之下 气机相引 他下意识爆发了自己的修为波动 明明雨战是晚辈 但这名宗师却觉得 自己反倒像是一个晚辈 同为院士 不知为何 他在雨战面前 却反而战战兢兢 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唉 雨家老祖一声长叹 这个时候 想要再用谎言来稳住雨战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到了院士强者这个境界 已经可以体悟到 一丝冥冥之中的天机 洞察了破绽之后 本心几乎不可动摇 这件事事情 已经没有什么好解释 现在 把雨冰这个毒妇交出来 由我亲自凌迟处死 雨战眼中 射出两道摧产的雷光 还有雨七叶 也必须交出来 不属于他的东西 注定不能拥有 就算强行夺取 也只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雨战的声音再度拔高 他的心中已经不能再平静 压抑到几点的杀气 瞬间就要爆发 不可以 七叶是我们雨家未来的擎天柱 其他要求都可以满足 这一点永远不可能做到 雨家院士们大怒 一尊九品玉莲的天生法香 未来再不济 也会成为院士巅峰 稍有机缘突破 就是一尊新的无双国士 一门双国士 哪怕在十大家族之中 有这样显赫的 也只有前四家 这是可以预见到的圣景 雨家不可能让他破灭 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情 果然 听到雨家众人的答复 雨战大怒 自己的子女 遭到那样非人的对待 自己这个父亲 却没能在最紧要关头出现 保护他们 这简直就是一件 无比痛哭悔恨的事 让他心痛欲裂 不能自持 我不是在和你们商量 而是在通知你们 我之所以愿意 走进这座大殿 不是因为不知道 你们在此不下的杀招 而是为了亲口告诉你们 这些你们引以为豪的家族底蕴 看似无解的千年沙阵 全部都可破 一味沉淀在往日的荣光之中 只会让你们腐朽 从此失去开拓进取的心 快开启沙阵 有祖老生死历劫的开口 五大院士纷纷出手 将自己的神光 轰在特定的位置 瞬间启动了整个沙阵 以雨战为中心 被雕刻在大殿四周的阵纹 全部被激活 闪烁其刺眼的光 一股古老的波动 开始在虚空弥漫 困住了中心的雨战 苍龙 鸾缝 饕贴各色传说中的神兽虚影 在浮现 镇压这片虚空 我雨战 早已不是当你 被你们逐出雨家 不能反抗的八品学者了 如今 你们还当我可欺吗 雨战一声大吼 声音震动天地 竟然浮现出一些神秘的符文 朝着四面八方撞击而去 整个大殿都在微微颤抖 哄 雨战出手了 身下的青铜王座瞬间炸裂 整个雨家庄园都在摇动 雨战浑身爆发璀璨的神光 神霞锐采在虚空中弥漫 爆发出浩荡的气息波动 在虚空一暗 一片秘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如蜘蛛网一般快速蔓延 这些裂缝之上 还有秘密麻麻的符文 彼此交织 其中蕴含无数的道理 朝着雨家 杀阵绞杀而去 这些符文 竟然在磨灭这座古老传承下来的大阵 碰碰碰 地裂天崩一般 这种大阵活生生被雨战磨灭 所有阵文都被抹平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畜生啊 有院士悲愤怒吼 这是他们雨家第一代祖先 创立雨家时布置下来的大阵 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代表着家族的荣耀和传承 却不曾想今天被雨战彻底抹除 哄 又是一声巨响 雨家这座一世大殿 直接被雨战磅礴的能量波动 炸得四分五裂 所有人都在倒退 像是一尊天神将士 雨战缓缓走出了这座 曾经杀阵的笼罩范围 身形冲天起 嗯 雨战目光一凝 看向庄园中的一角 雨冰 你躲得不管有多隐秘 终究还是被我找到了 雨战大吼 他的神石扫过整个雨家庄园 终于找到了 躲在暗处疗伤的雨冰 给我破 雨战挥手一道神光 将一座地宫轰然崩碎 那些断龙时铸就的大门 和特殊的禁止 全部被这一道神光崩成粉碎 啊 地宫破碎 地下传来雨冰幕后的声音 爆发出恐怖的神通 要逼退这道神光 雨战挥出的神光 似乎有灵性 崩碎了雨冰的护体之法 抓住其肉身 将其抓取了过来 毒妇 给我死了 雨战双目赤红 将雨冰直接射到了面前 恨不得生死活剥了他 看到雨战 雨冰双目惊骇 根本还没有回过神来 自从三个月前 他的法相被雨龙所伤 不祥被深深俯视全身 他回到雨家之后 一直在闭关疗伤 但是这不祥的气息异常顽固 和雨冰在体内展开了拉锯战 期间连雨老大也来看过几次 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根治办法 看到虽然驱除不祥的进度缓慢 还算在雨冰的掌控之中 就没有多管 三个月时间 雨冰已经将体内的不祥 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 只要再有几天时间 他就可以将其排出体外 所以这段时间 他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自然不知道雨战归来的消息 雨冰现在在疗伤的关键时刻 却不曾想被雨战瞬间破弓 压缩到极致的不祥瞬间 在体内蔓延开来 啊 雨冰发出凄厉的嘶吼 在被雨战镇压的瞬间 他就知道 面前这个雨战 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只能被他追杀的狼狈逃窜的小小学者了 如今的实力 他根本都看不到底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死吧 雨冰歇斯底里的嘶吼 雨战的灵力直接控制了他 切断了他和体内法相的练习 瞬间失去反抗能力 哼 雨冰面目猙獰 看着雨战双目之中恐怖的杀机 他知道自己落在雨战手里 必然没有好下场 他瞬间就做出了决断 彻底放弃 压制体内乱窜的不祥 实际上他也无法再压制 凝聚到极限之后的不祥爆发之下 威力更加猛烈 死 雨冰知道 体内这不祥的诡异和可怖 他放弃抵抗 直接交出了身体的控制权 整个人瞬间气息大变 浑身顿时长满了红色的长毛 随着这股不祥的全面滋长 雨冰双目赤红 瞬间失去了全部神志 只是死前 要让雨战陪葬的执念太过强烈 成为了红毛雨冰的第一个念头 吼 发出一声四人四受的怒吼 雨冰身上的红毛 似乎散发着神秘的光泽 竟然瞬间挣脱了雨战的束缚 朝着雨战扑杀而来 这是什么怪物 雨冰的一变 哪怕是雨战 同样很惊异 随着全身长满红毛 雨冰的气息大变 整个人变得狂暴凶利 实力暴涨 雨战在雨冰身上 感受到了淡淡的危机感 不 准确地说是雨冰身上的诡异气息 让他都心存忌惮 抽出了腰间的神鞭 啪 神鞭挥动 这道神鞭 是他从无尽海遗迹中得到的质保 有恐怖的威能 瞬间压制住了雨冰的凶念 给我灭 以他的眼力 自然知道眼前的雨冰 根本不是真的 那个剥夺 他女儿法相的罪魁祸首 已经被这股红色能量 抹去了神志 成为了一具被操控的行尸走肉 噼噼啪啪 雨战眼中凶光大盛 浑身爆发恐怖的能量波动 无量光汹涌 朝着雨冰冲刷而去 吼 雨冰在大吼 发出凄厉的嘶鸣 体内的血红色不祥 和雨战的灵气 再来回绝力 竟然逼得雨战必须出全力 打神鞭 雨战一声冷哼 第一次用出了无上的法 开启了手中神边的一部分威能 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想锁化洪光 瞬间被撕裂 红龙龙 破开了洪光 雨战一巴掌拍了过去 雨冰大声惨叫 骨断金蛇 全身的红毛都脱落了大半 口中大口咳血 跌入了尘埃之中 雨战一脚踏去 准备要将雨冰彻底猜死 住手 雨家一众院士 顿时神色大变 院士境界的强者 每一个都极度珍贵 是家族的底蕴 不能轻易陨落 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 心中互有默契地同时出手 神光漫天 符文倒卷 朝着雨战笼罩而来 但是 这一切挣扎都是无用 二十年过去 雨战身上的实力 根本远超他们想象 爆发出无量光 和四周雨家众人的神通纠缠 一脚踏出 直接将雨冰踩得爆碎 肉身直接在脚下炸开 剥夺了雨小月 本命法相的雨冰 在这一刻彻底死去 身死浑霄 这个场面太血腥了 很多远处默默围观着的雨家族人 都是心惊肉跳 好了 可以了 虚空之中 骤然传来一道弹幕的声音 其中不蕴含一丝感情 你已经杀了罪魁祸首 可以平息你的愤怒了 看向虚空之上 一尊不一老者 默默在虚空中悬浮 浑身散发着金黄色的万丈光芒 虽然无比年迈 双目之中却有刺目的神光 像一头黄金狮子一般 气势上比起雨战丝毫不弱 正是雨老大 雨仓 雨战恶狠狠地开口 他已经知道 面前这个人 就是深度参与了这件事 雨冰之所以可以成功 剥夺雨小月的天生法香 正是雨仓在背后保驾护航 怎么 连一句大伯都不叫了吗 虚空之中 雨仓淡默地开口 满头白发 显得格外老卖 哈哈 大伯 雨战狂笑 你配吗 这个雨家在你的带领下 成了什么样子 你心里没有一点二三数吗 老祖 你看到了吧 雨仓看了看远处的雨家老祖 你们还对慈子抱有希望 想要劝服他 我却是知道 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劝服 只有将他彻底镇压 一切才能平息 镇压我 看了一眼面前的雨仓 雨战不屑地笑了 你随他年纪比我大上数十岁 修行却是修到了狗肚子里 到现在 也不过是大成院士 是什么给了你底气 让你可以说出这样狂妄的话 除了闭关之中的雨十一 雨老大就是雨家最强横的存在 可是在雨战口中 却不值一提 雨家众人都忍不住惊疑 不知道是虚张声势 还是的确如此 刚刚你说够了 不 这不够 雨战目光看向雨仓 眼中有刺骨的杀鸡 还没有消散 雨七叶呢 把他交出来 不可能 雨仓的声音更加冷漠 似乎是这个要求触怒了他 七叶对我雨家太重要了 换一个要求吧 你们这么看重雨七叶 不过是因为他体内 有九品玉莲的本命法香罢了 那本就不是他之物 既然如此 我把本命法香 从他的汽海中挖出来 重新培植在一个新的孩童之中 你们雨家 不会有任何损失如何 雨战认真的提出了这个建议 雨仓却只是摇了摇头 真正的本命法香 怎么敢反复移植 一旦真的从雨七叶 汽海中挖出 重新种植在新的孩童身上 哪怕同样是遇见爱族人 成功率依旧低的可怕 不要说气话了 七叶已经被送走了 送走了 雨战眉头倒数 他的确没有在庄园之中 感受到雨七叶的踪迹 一切的起源 就是在雨七叶身上 我今天必须执行家法 不杀他 我心中一难平 你们不把他交出来 我就杀光他们这一脉的族人 我就不信 他可以一个人 无牵无挂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能这么做 雨家中修神色大变 此话一出 他们的心都凉了 他们没有想到 雨战行事会如此霸裂 以他如今的修为 真的放开手脚杀 恐怕整座雨家庄园 都会被屠戮一空 血流成河 雨战 你不能这样 家法不应该由你来实行 需要等老十一出关 雨十一 就是雨家最有希望 突破国事境界的人 雨十一 我看他也是老糊涂 闭关闭傻了 放肆 雨仓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 雨战竟然对雨十一如此不敬吗 雨十一就是目前雨家最重要的希望 带领家族走向蜕变 必然会落在雨十一身上 雨战暴躁如同雷霆 丝毫不把面前的雨仓放在眼里 甚至对马上就要 迈入国事境界的雨十一 都丝毫没有敬意可言 管理家族 和修行不同 修行只要自身勇猛精进就可以 管理家族 却必须要把握住整个家族的人心 雨战太霸气了 丝毫不怕触怒 国事强者 他直接再次开口 他如果糊涂了 就滚下来 不要坐在那个位置上 却不干事 第182章 必杀之 太凌冽 太嚣张 太霸气 雨战此话一出 整个雨家族人都惊呆了 雨仓更是虚发皆张 盘西在虚空中的身形 顿时站起来 眼中射出两道雷电 大逆不到 大逆不到 竟然一言 要废掉十大家族之一的当家人 这话 要是传出去 将会引发滔天的波澜 整个华国都会震动 但是雨战 却管不了这么多 为人夫 为人妇 他都太失败了 他必须要重整改变 现在想的一切 这样的雨家 如果不能重建 那就彻底摧毁 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你这是要逆天吗 其他几名院士强者 同样在大吼 雨战的话 对他们来说太震撼了 而雨战那强悍到可怕的实力 竟然又让他们下意识地觉得 雨战有可能做到 一念及此 他们忍不住心底发寒 扎儿 你真的要反吗 雨家老祖痛心疾首 声音都有些嘶哑 老祖 你醒醒吧 不是我要反 是你们在反 是你们将千年前 我们雨家仙祖 用热血和生命创立的 雨家荣光消耗殆尽 只剩下一个腐朽 阴暗 恶毒的门法 你们作画之后 有何颜面 去见我雨家仙祖 这些话如晴天霹雳一般 每一个字 都蕴含巨大的能量 如沉中木骨 轰击在雨家众人身上 让他们身形连连后退 这太可怕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们永远不懂我的道 我也不屑于你们的道 雨战冷笑道 不准备再和他们多言 终究是要做过一场 站着的才有资格说话 凡是涉及我儿女一世的族人 全部都不能放过 雨战大手一挥 他要斩杀这些 泯灭了人伦亲情的人 虚空之中 无量神光爆发 他的神识很强 几乎笼罩了整个雨家庄园 雨家钟秀 在义士大殿 为他准备了祖传杀阵 而他在踏入雨家庄园的同时 也出手封进了整个庄园 没有雨家人可以外逃 雨战神识笼罩 瞬间就感应 除了庄园中那些躲在暗中 不敢露面的心虚之人 很多人他都认识 大多是雨冰一脉 或者与雨冰一脉 交好之人 砰砰砰 雨家庄园内的宫殿大片破碎 地宫炸开 宫却横飞 这些人 全部被无形的伪力 射到雨战面前 看来我儿 在城外斩杀了 你们不少的宗师啊 如今躲起来的 也就只有大猫小猫三两只了 雨战有些欣慰 也有些自豪 自家儿子 实力远超他的预期 竟然凭借自己 就可以做到这一步 但是如今 却生死不知 这让雨战心中大痛 不 雨战 你这是屠杀 你不能杀我 救命 组长救命 这儿 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小时候 你还在我手上拉过屎呢 叔叔当年 是一时糊涂啊 放过叔叔吧 被射取来的一共 又是十多人 全部都是深度 参与了这一世的人 雨战来得太突然了 让他们没有机会逃出去 大胆 不得乱来 雨老大神色一沉 他不可能 让这些人 全部被雨战斩杀 那样的话 雨家的威严 将彻底扫地 雨仓大鹤 直接出手 大成院士的威能惊天动地 金黄色光满 普天盖地而去 却意外地如遭雷击 身形俱阵 眼中第一次流露出 难以置信之色 雨战昂首例 在虚空之中 浑身上下都在爆发无量光 让人无法直视 如同将士的神之 身后虚空 有一只 巨树虚影环绕 通天彻地 这法香花千术 已经快要顶天立地了吗 雨仓神色震惊 对理学修饰而言 宗师境界 就是发掘出了 自己的天地法香 形成了新的神力源泉 而当你的法香 可以从体内 彻底剥离 独立显化 在世间时 就迈入了院士境界 而当自己的法香 无比茁壮 顶天立地 上通下达 百年可以准备 将自身法香 融于天地大道 这一步一旦成功 就可以成就无双国事 你竟然已经大成院士了吗 雨仓目光如炬 看出来 这法香距离阵中通天彻地 还差了嘶吼 没有彻底迈入院士 圆满境界 但这已经足够害人了 他甚至无法相信 自己看到的 雨仓如今 也不过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的大成院士 这简直刷新了 有史以来的最快记录 哄 雨仓再度一拳轰出 将惊恶之中的 雨仓逼退 回过头来 雨仓的眼中 杀意森然 手掌在虚空中按压 砰的一声 像是熟透的西瓜 被拍炸 一名宗师老者的身躯 直接四分五裂 住手 住手 雨仓身形 掀起一阵旋风 再次上前 恐怖神通 笼罩到雨仓全身 你已经腐朽了 根本无法适应这个时代 雨仓大吼 身后的花千树虚影闪烁 千万条树枝画作 无尽神矛冲向雨仓 轰隆一声巨响 将雨仓身形 先飞数十丈 根本无法近身 砰 雨仓目光冰冷无情 这些人 根本不值得 他丝毫怜 他直接翻手之间震杀 这些人放出去 都是一方巨拨 跺一跺脚 可以让一座城震战 但是此时 却如同毫无反抗之力的猪仔 一般被屠杀 很快 这些被射来的人 全部被震杀 无人可挡 一旁的其他院士 都神色难看 却根本不敢出手 雨仓散发出的气息波动 远超他们几人 哪怕合力出手 恐怕多难敌 雨仓也瞥了他们一眼 我此次 只为诸手恶 只要你们不主动出手 我们就可以相安无事 说完他缓缓转身 看向了脸色难看的雨仓 就是 你为雨冰那个毒妇护法 剥夺了我幼女的天生法相 那么 现在 轮到你了 哄 雨仓身躯一阵 释放出无以伦比的可怕波动 腰间的神边轻舞 化作一条蛟龙 朝着雨仓攻杀而去 同为大成院士 雨仓的实力 却明显强于雨仓 无数神侠冲天而起 幻化出一个个的小世界 将雨仓的神通击碎 大口吐血 怎么可能 雨仓彻底震惊了 浑身汗毛直立 他同样是大成院士强者 面对雨仓 这个后起之秀 竟然难以匹敌 轰隆隆 雨仓眼中的杀气惊天 这次回雨家 他要杀的第一目标 是雨冰 而第二目标就是雨仓 这二人 他必杀之 刷刷刷 雨仓背后的花千树法香 闪耀着盈盈的光辉 一阵微风吹过 垂落的枝丫舞动 散发惊人的杀机 刺破空间 笼罩雨仓全身上下 大吼浑身修为全力爆发 将四周的杀机逼退 而雨仓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身形如电 一步迈出 直接来到了雨仓面前 哄 雨仓手掌在虚空横卧 一枚灵器大手遮天蔽日 手掌上有神秘晦色的符纹在缠绕 静止朝着雨仓笼罩而下 拖 雨仓双目赤红 身形笼罩金黄色神光 冲天而起 要打破这道遮天大手 却被大手上的符纹崩碎了护体神光 比冲天而起的速度更快 雨仓的身躯如陨石一般轰然坠地 砸碎无数宫殿之后 硬生生陷入了地底石杖 破 地底深处 雨仓大口渴血 巨大的冲击力 让他体内的筋骨大半碎裂 已经无力再战 早知道如此 我当年就应该彻底将你抹杀 雨仓无比后悔 当年的雨仓 只是一个小小的八品学者 他自视身份 没有亲自出手追杀 谁曾想 短短二十年 雨仓竟然已经成长到这样的地步 雨仓身形 缓缓来到雨仓上空 如神之俯视尘土中的蚂蚁一般 目光冰冷无情 他已经封禁了这一片虚空 防止雨仓的法相逃脱 现在 我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宣判你 死刑 哄 雨仓背后的蛟龙虚影 张开了大口 朝着雨仓扑杀而去 要彻底将雨仓撕碎 只是陡然间 虚空之中一股诡异的波动传来 朝雨仓张牙舞爪的蛟龙瞬息之间 被绞杀为最本源的灵气粒子 一道威严的声音 在虚空之中响起 低沉魂后 似乎有莫名的魔力 可以震慑人心 让人心底发展 小七 该出的气你也出了 就饶过雨仓一命吧 第183章 震动帝都 你终于来了 雨仓目光 看向雨家庄园的最深处 缓缓地开口 在雨仓注视的方向 一个身材干瘦的中年人 缓缓踏空而行 他浑身没有任何神意之像 走在路上 就如同一个最普通的中年人 但是他的眼睛太亮了 里面如同蕴含着星河 族长 你已经迈入那个境界了吗 雨仓目光凝重地看着来人 正是雨家 马上要踏入国事境界的雨十一 嗯 还差一点 但已经找到了门槛 所以肉身率先发生了蜕变 逆流时间长河 回到了中年时期 雨十一淡淡地开口 他已经迈出了那一步 从此定住岁月 肉身不会再衰老 他本来还在闭关地继续 打磨修为 争取可以 早日彻底踏入国事境界 但是雨战 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逼得他必须现身 族长 看到雨十一出现 所有遇见爱族人都在大叫 他们眼中露出了 强烈的希望之光 雨战可以张狂的时间过去了 族长可以反手镇压他 在雨家庄园外 也有很多双眼睛 都在注视着这里 这些人都想知道 雨十一到底 是不是已经迈入了国事境界 雨十一是上一个时代的天才 威势不比 雨战逊色 威压帝都同代 神勇不可挡 曾经和整个华国 最顶尖的天才争锋 虽然不曾摘得头筹 却将其汉勇之名传了出去 雨战小时候 就是听着雨十一的世纪长大的 一度以其为榜样 这样一尊绝世人物 出现在这里 哪怕强如雨战 心中都涌现了巨大的压力 小七 你该杀的都杀了 心中这一口恶气 也该出完了 雨十一声音平淡如水 却依旧让人感觉到 不容置疑的威严 还没有 雨战淡淡地开口 经过这一顿发泄 他的确稍微缓解了心中的愤怒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在千年大族雨家 竟然发生了这样灭绝人伦的事 这简直是巨大的耻辱 雨仓我必须杀 够了 雨仓是我雨家的重要战力 你二语龙本来就已经屠戮了 我族十七位宗师 你又屠杀了我族的院士强者 今天过后 我们雨家的实力大损 将无法震慑暗中一些人心 你就忍心看到我雨家一片枯泣 没有最够的强者 可以弹压局面吗 雨十一沉申开口 她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不希望雨战继续杀戮 否则雨家的实力将会大幅下降 影响很大 雨战却是大笑不止 不愧是我雨战的儿子 虽然我不曾参与他的成长 他凭借自身的优秀 同样成长到远超我相信的地步 让我这个父亲都为之汗颜 而且我相信 他必然不会死 他还活着 终究会归来 雨战笑得很肆意 而且我杀的 都是些早已经该死的人 他们霸占了雨家最优秀的资源 却没有做出相对应的贡献 只因为嫡系族人的身份 就心安理得地 做一个趴在家族背上吸血的寄生虫 杀了他们也好 把位置空出来 留给真正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再数知 外族之中 有很多心智坚韧的年轻人 只要给他们机会 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成就 这样简单的 道理我不相信你不懂 这个理念 他在二十年前就曾经提出来过 但是可惜不曾被认可 家族中的老顽固太多 小七 你想得太片面了 雨十一声音依旧平淡 我是雨家族长 我必须为整个家族而负责 不管他修为如何高深 华国数千年来的家族观念 就是一根无形的锁链 牢牢捆绑着他 看来我劝不了你 终究还是要强硬镇压你吗 雨十一的气息开始变得可怕 干涉的身躯中 竟然有惊人的神性物质在弥漫 整个人气息暴涨 似乎神灵已经觉醒 哪怕相隔很远 都让人瑟瑟发抖 镇压我 可以 这本就是修行界通用的法则 真理只在修为笼罩范围内 战吧 雨战目光锐利 哪怕面对雨十一这样 上个时代就成名的强者 依旧不变色 心中战意雄雄 这也让暗中注视这里的很多人吃惊 雨战太强势了 面对雨十一竟然还是依旧强势 要知道雨十一现在 关键的半步 开始了惊人的蜕变 难不成雨战真的认为自己 可以硬汉半步过世 你年少时 就已经在帝都搅弄风云 虽然天赋算不上绝佳 却凭借着顽强的心智 超越同辈 堪称少年人节 后来你失落 在吴靖海十五年 如今重新归来 想必实力已经突飞猛进 超越从前了 雨十一语气正重 并没有轻视雨战的意思 真让暗中那些人更加震惊 不知道雨十一只是为了 表现强者的风度 族长的自持还是因为察觉到了什么 对雨战的实力都有些忌惮 最后一次机会 雨十一浑身笼罩璀璨的光 只有双目中射出的电光 可以传透这一层电光 只要你收手 回归家族 下一任雨家族长 就是你 整个雨家的修行资源 都可以任你调动 他耗费唇舌 想要劝服雨战 也是为了家族的利益 他是族长 很多时候不能有自己的情感偏好 不可呀 族长三思啊 雨家众人听到雨十一这话 都惊呆了 连重伤的雨仓 都忍不住大叫 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 千年家族的族长位置 这样的承诺 简直惊人 像雨家这样的千年大族 族长的换代 都是要昭告天下 广邀各大豪门见证的 而这样的位置 仍然被雨十一 轻描淡写的 就定了下来 要知道 到了于是以这个境界 任何一句话 都不是随便可以说的 他说的话 就代表了整个雨家的声音 不可反悔 雨战却是哈哈大笑 雨家族长 还要中的位置 在我看来 却什么都不是 我真要是坐了 你这个什么狗屁族长的位置 我有何面目拒见 我受尽苦难的儿女 大胆 混账 听到雨战如此诋毁 他们心中的信仰 这些族牢忍不住 席兄顿族 大骂雨战 同时心中又松了一口气 他们刚刚真的担心 雨战答应了下来怎么办 其实我们都清楚 到了这样一个境界 我们的道心 都已经坚硬如神铁 早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做事准则 不可能这样 轻易被说服 雨战沉声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雨十一的声音变得悠悠然 目光顿时冰冷了起来 不能被劝服的雨战 对雨家的危害极大 而铲除这种威胁 就是他这个雨家族长 需要做的 你这一身修为来之不易 实在可惜了 话音一落 与十一目光一冷 浑身气息轰然爆发 声音如雷 通体神灰暴涨 充斥这片天地 如悬空的烈日一般 他已经起了杀心 那就来吧 我倒看看 你这个半步国事 有什么依仗 站着毛坑不拉屎 那干脆溺死在毛坑里吧 雨战气吞山河 张狂霸气的话语 传遍了整个帝都 此时此刻 无数在暗中关注着 这里的人都无比震惊 他们觉得雨战一定是疯了 不过是大成院士 竟敢如此狂傲 哄 雨十一脸色一沉 没有在说话 手臂一震 耀日一般的神灰铺天盖地 朝着雨战笼罩而来 神灰之中 有如海的符文在演化 甚至隐隐约约 有大道犯鹰在低营 整片虚空都在微微震动 似乎要承受不住 来得好 雨战袖袍一甩 腰间神鞭如蛟龙 气势磅礴 甩出一道油 浩荡天地灵气 凝聚而成的龙躯 粗壮如山月 散发的威势 恐怖滔天 与那如海的神灰相撞 轰然炸碎 形成漫天符文碎片 轰隆隆 恐怖的爆炸 直接将这片虚空都炸碎 显出了漆黑的空间黑洞 好在双方还保持着最基本的克制 神通碰撞之后 肆虐被压缩到了小范围 没有波及到雨家众人 否则整个雨家 恐怕都会变成一片废墟 雨家老祖等人 同样不敢靠近二人厮杀的范围 这样的波动 对于他们来说 同样无法承受 一不小心就会重伤甚至陨落 他们决定赶紧将附近 受伤的族人先转移走 以免局势失控 波及到这些未来的有生力量 哼 虚空之中 与十一目光一宁 雨战的实力有些超出他的预料 根本不是一个大成院士 应该拥有的战力 雷 与十一口中吐出一个字 虚空顿时一阵变幻 一道道雷霆出现在雨战头顶 就平年 还没有资格丢我雨战降下雷法 雨战大吼 声音震动天地 竟然蕴含了恐怖的符文之力 蕴含有深刻的道理 这是一门低阶学者 都可以掌握的阵笼发聩 单身自爱雨战手中 却爆发出了恐怖的威能 我要这雷鱼 给我散 随着雨战的大吼 恐怖的符文倒卷而上 冲进了雷云之中 与此同时 他的目光陡然看向了 地下重伤的雨仓 冰冷的眼神 让雨仓浑身发毛 神色大变 我说过 雨冰和你 我必杀之 不 不要 雨仓压痕中流露出无比的绝望 生死之间有大恐惧 哪怕强悍如雨仓 面对死亡 表现得比雨冰还要不堪 雨战身形一动 直接出现在雨仓头顶 恐怖的杀鸡 让人丝毫不怀疑他的决心 混账 住手 雨十一神色大变 他没想到雨战 竟然如此拖打 和自己厮杀 还敢分心他处 但是 雨战距离雨仓的距离缘 比雨十一更近 雨十一眼看着 根本来不及阻止 甚至本来在靠近雨仓 准备将其转移走的一名院士 看到雨战降临 神色大变 直接转身就逃 根本不敢停留 哈哈 雨战看了一眼逃走的族人 大笑不止 这个人他认识 按辈分来说 还是他的三叔 是跟正苗红的雨家嫡系一脉 碰 当着雨十一 和一众雨家族人的面 雨战一脚踩下去 恐怖的劲道 直接将雨仓踩得爆碎 无论肉身 还是法相全部爆碎 灵力果断 瞬间灭绝了雨仓的全部生机 混账 混账 雨十一怒了 内心很不平静 浑身的金色神光 都剧烈波动起来 你这是在找死 雨战回头冷冷一笑 我也不是施杀之人 不过是在作为人妇应该做的罢了 说完身形冲天而起 这要我们打得也不痛快 我在上面等你 雨战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万丈高空 这样他们才能毫无顾忌地释放自身修为 狂徒 雨十一目光冰冷 大手张开 顿时庄园深处一座孤峰轰然爆炸 一尊魂深刻满玄妙符文的黑色大顶 从山体中飞出 这是雨家底蕴之一 被历代族长计刃 威能无品 一把抓起这个大顶 雨十一冲上万丈高空之中 第184章 直歌 到了雨战和雨十一这样的境界 他们的厮杀每一招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哪怕只是最粗浅的学术 在他们手中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二人的实力都已经惊天动地 在万丈高空之上激烈厮杀 搅动方圆数百里的灵气 众人只能隐约看到 两道发光的人影再来回冲杀 彼此都祭出了今天的神术 发动最强的功法 轰隆隆 二人的厮杀 似乎要把这天都撕裂 入目竟是白茫茫一片 盛光耀眼 令人无法证实 一些实力稍微低一些的族人 面对万丈高空传下来的神威 都忍不住要在这种威势下朝拜 整个帝都 很多人都在目光战战地看向高空 那里爆发的可怕大战 惊天动地 震撼人心 甚至让他们的灵魂都在为之颤抖 但是一旦可以看清楚 对他们以后的修行路也有巨大的好处 可惜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实力 入目竟是光 竟是无尽神术 绚烂的灵气波动 席卷着惊人的杀鸡 整片天地都被这些神灰 渲染成了彩色 哈哈 痛快 痛快 高空中 羽站在酣畅淋漓的大笑 肆意搏杀 他在无尽海遗迹中得到了惊人的造化 回归之后 还是第一次全力出手 好 不愧是我羽家曾经的一代天骄 与十一怒吼 他愤怒咆哮 如九天雷霆乍响 周围的虚空 都被崩碎成一块块的黑金色碎片 他挥手拍出一张 掌心无尽符纹绽放 如千重浪 浩浩荡荡 连绵不绝 更惊人的是 掌心之中 竟然还有日月星河在环绕 如一个小型的银河 在掌心演化出一个世界 看上去无比恢红壮丽 很多暗中观察的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是一种大神通 涉及到了极为隐秘灰色的道理 只有国事境界 才可以明目施展 从这一点看来 与十一的确已经明目了 那一层隔膜 国事境界对他来说 只是时间问题 真是羡慕啊 暗中观察的人很多都在感叹 这层隔膜突破了 就是弹指一挥间 突破不了 就是无边的天倩 阻断修行路 将那些绝代天骄一生 都耗费在这里 无法寸进 羽家要彻底崛起了 这一刻 整个帝都的世家 都闪过了这个念头 对于他们这样顶级的家族 国事强者 就是他们的根基 轰隆隆 与十一反首一阵 这一掌中的日月星河 全部朝着羽战倾覆而去 如同一个宏大的世界 压向了羽战 羽战身形矩阵 想要脱离这片星河束缚 却发现自己周围的空间 似乎被无限拉大 想要逃出世界尽头 根本不可能 杀 羽战大鹤 浑身神侠璀璨 如一尊与天斗的神知 要开天辟地 他手中神鞭如龙 抽碎一颗又一颗 砸向自己的星沉 但星河之中 星沉似乎无穷无尽 神秘而可怕 羽十一纹丝不动 一手拿着黑色大顶 目光冰冷地看着前方的羽战 另一只手中星河虚影 不断变换 缓缓封闭 要彻底将羽战 磨灭在他的掌心 他的实力 终究还是没有彻底 踏入国事境界 虽然明误了其中的道理 但自身修为还不圆满 无法真正施展这门法 必须借助族中的气 这种景象很可怕 帝都之中其他存在 都在暗自将自己 带入羽战的角色 发现 就算是自己一旦陷入 这片掌心世界 恐怕也无法逃出 顷刻之间 就会被磨灭成尘埃 这就很可怕 羽十一的掌心世界 星河璀璨 似乎都掩盖了 帝都之上真正的星辰光辉 也惊动了越来越多的 不是出强者 他们看向羽家上空 心中无比吃惊 多年不曾出手的羽十一 再度出手 将他那个时代的众人 已经远远抛在了身后 啊 羽战在星河中左突右冲 却无法找到一条路 四面八方全部都是巨大的星辰在围堵 随着整个世界缓缓压缩 他的压力更加巨大 一股股浩荡的伪力 在冲刷他全身 羽十一想要彻底炼化他 就算如此 羽战眼中 依旧没有金句之色 反而战役越发雄浑 他目光如电 牢牢朝着一个方向冲击 手中的神鞭护持在他左右 将沿途的星辰 纷纷崩碎 他要击穿这条星河 杀出来 天真 羽十一大鹤 手中的黑色大顶 被他掀开顶盖 可怕的火焰化作一条长河 倾泻而出 这是在顶中燃烧千年的恐怖火焰 在虚空中崩膛而过 散发着炙热的温度 整个帝都上空的温度 瞬间被升高 很多人都变色 这大顶中的火焰 已经有上百年不曾被动用 上一次动用 还是130年前 有势力被衰落的羽家新村 寄予深夜硬闯羽家 却被上任组长催动大顶 焚烧虚空 留下了五居大城院士 化成焦炭的干尸 这就是顶级家族的抵御 只要不是国事亲自出手 不惧任何痴美亡凉 随着火焰永至 整个星河轰然一变 无数星辰流转画作 将羽战八方虚空封镜 形成一个巨大的炉顶 内部火焰升腾 要彻底炼化羽战 你以为只有你有气吗 羽战目光伶俐 伸手一抹 一件青瓷玉瓶出现在手中 催动玉瓶 竟然爆发出了可怖的犀利 直接将这片火海 全部吸入瓶中 给我开 他大吼一声 浑身爆发出无量光 彻底崩碎距离自己 最近的几颗星辰 从这个缺口冲了出来 还给你 羽战嘴角带着一抹血迹 冷笑一声 将手中玉瓶对着羽战 刚刚被吸进去的火海 再度奔涌而出 化作了一道可怕的火海 涌向羽十一 羽十一身形摇动 哪怕强悍如他 也不敢正面承受 这股火焰的炼花 轰然一声 他的掌心世界彻底消散 一把将大鼎一到身前 逆向催动大鼎 将这些火海吸收 你很不错 这个瓷瓶也很不错 虚空之中 又短暂恢复了平静 他很惊讶 这个大成院士 竟然可以和自己半步国事 来回厮杀这么久 简直不可想象 你也很不错 不过是占了 比我多数十年修行的便宜 再给我十年 我必当可以轻松镇压你 羽战抹去嘴角的血迹 依旧霸气嚣张 这一次的交锋他 还是弱了一筹 要不是因为从遗迹中 带出的神秘瓷瓶 恐怕他也不能这么轻松地 划去这一波杀招 你的进步的确很大 但是今天 恐怕不能这么轻易地离去了 羽十一轻描淡写地开口 话语背后 却藏着恐怖的杀机 羽战表现出的潜力 的确太恐怖了 偏偏他们之间 又有划不开的仇恨 一旦彻底成长起来 恐怕整个羽家 都会有一场灾难 天道何其不公 羽十一在心中怒吼 羽战 羽龙 羽小月 这一家三口人的天赋 都好到让人嫉妒 几乎让整个羽家 都黯然失色 那就来吧 轰隆一声巨响 羽战主动出击 一拳轰出 天地灵气在他手中 化作一头深海玄规 这是一种恐怖的深海巨兽 甚至拥有西伯的 玄武神兽血脉 是无尽海中 最恐怖的王族之一 他在一技之中 得到了一块 无尽岁月前 被斩杀的玄规内丹 从中领悟出了 其生前的一些神通 哼 这一拳惊天动地 在羽战手中 这头死在无尽岁月前的玄规 似乎附生一般 朝着羽十一咆哮着冲去 凶威滔天 哼 羽十一目光深沉 双手快速掐绝 在身前演化出一片神秘的符文 化作一把巨大的镰刀 刀锋烈烈 劈在玄规厚重的龟壳上 火花四箭 直接将其斩首 哄咙咙 二人在高空中 各种神通不断交织 彼此试探着对方的底线 羽战的真正实力 比起羽十一要弱上一筹 但是他却有古老的气 都是来自遗迹之中 一根神鞭 一只玉瓶 又拿出一把断剑 上面还沾染着 未知强横生物的血迹 哪怕过去无尽岁月 依旧有挥之不去的血腥气息 羽十一一时不察 险些被这把断剑腰斩 砰 战况无比激烈 二人都各有伤害 浑身浴血 又一次陨石撞地球的大碰撞 二人身形同时倒飞而出 半空之中有鲜血挥洒 已经分不清是谁的血 看清了情况的众人 都是沉默不语 有的神色煞白 相比于羽十一 羽战更加可怕 竟然以大乘院士之身 逆天功法 击伤了半步过世 二人的血迹从虚空中跌落 每一滴血都有数十斤重 都蕴含了他们的神性精华 每一滴血 都可以拿去炼制惊人的宝药 杀 羽十一无比震怒 他再也不负之前的淡定从容 他难以忍受 自己竟然落在了下风 体内神灰直冲消汗 黑色大顶在他头顶悬浮 降下迷蒙的神光护持全身 与十一咆哮着朝羽战扑杀而来 这一战 急分高下 也决生死 这一刻 他掌握的全部的法 都在体外显化 同时被催发而出 围绕在他四周 给他提供恐怖的战力 这是他的最强状态 羽战眼中 同样有熊熊烈火 他一不惧 爆发出自身的全部实力 三剑骨气悬浮左右 要和羽十一 进行最后的决战 杀 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不需要再思考 唯一的目的 就是斩杀对方 两人临近 如同两头毫无理智的凶兽 激烈搏杀在一起 厮杀诡计遍布整个帝都上空 打穿了云层 剧烈的轰鸣 震动整个帝都 羽战不断大口渴雪 双目赤红 神色无比猙獰 丝毫不服输 羽十一同样不好过 浑身五脏俱阵 腰间被神秘短剑撕裂的伤口 再不断流血 灵力超负荷运转 已经达到了极限 整个帝都都在这一瞬间失声 两尊强大的生灵 在帝都上空 进行生死厮杀 哪怕最睿智的强者 也不知道下一刻 谁会落败生死 好了 结束吧 漠然间 天地之间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瞬间盖过了羽十一 和羽战二人的搏杀声 传遍帝都 无以清天间之名 命令如等 纸歌 第185章 落幕 你们既然有此实力 死在这里 却也是浪费 二人的激烈厮杀 最终惊出了 清天间中真正的大人物 老牌国士强者 袁和平元老亲自出手 拦下了二人 命令他们 全部去人妖战场 最前线服役十年 一天之后 必须动身 哪怕羽十一 已经是半部国士 依旧不敢违抗 清天间的旨意 只能恨恨地看了羽战一眼 转身离去 身为上个时代的天才 自己的骄傲 他不相信自己未来 一定会弱于羽战 羽战则是浑身赤红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都在喷涌着鲜血 和羽十一一战 他受的伤很重 但此刻他也顾不上这些 转身朝着帝都里学院而去 此件事了 他要去找自己的女儿 汉勇如他 想到要去见 自己拿苦命的女儿 心中的悔恨愧疚涌现 比起和羽十一生死厮杀 还要难受 小月月 等爸来找你 必然会为你再续修行路 他在无尽海遗迹中 得到了一门惊世的法 可以弥补全部缺憾 让于小月重新圆满 清晨 米国 在其最偏僻的西北 遍布着印第安部落 这些印第安人 是千年前真正的米国原住民 只是因从日不落帝国之中 一些修为极强的罪人和冒险家 被流放到了这里 他们凭借着远超这些土著的修行境界 很快将这些人镇压 通过驱赶 奴役 屠杀 他们抢占了 本应该属于这些原住民的肥沃土地 和珍贵修行资源 而这些真正土生土长的人 却只能在整个米国最平级的土地上 世代繁衍生息 这些土著人 分布在米国西北 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活习惯 依旧以部落的方式存在 清晨时分 太阳跃出地平线 从最开始的橘红色 到后来金光灿烂 出生的紫气 渲染整个天际 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在一处密林之中 有一个小小的土人部落 部落里 几十个青壮年男人们 四仰八叉地倒在 早已熄灭的篝火边 显而易见 这里昨晚举行了一场 热烈的篝火晚会 旁边妇女们 就在旁边做今天的早饭 准备等男人们醒来之后 第一时间可以享用 还有一些孩童在嬉闹玩耍 嘿 龙 一个小孩笑嘻嘻地跑到了一个 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人影面前 这个人是篝火旁 唯一一个没有倒下的人 没想到你的酒量这么好 竟然将我们部落里 最强壮的勇士 都全部合趴下了 在你们那神秘的东方 每个人都和你一样吗 小男孩眼中闪烁着小星星 在他的世界里 自己爸爸他们就是 最强壮的战士 他们在凶险弥补的密林之中 扑杀凶猛的野兽 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 对饮醉烈的酒 他们就是小男孩认知之中 最厉害的人物 呵呵 小唐妮 这个问题 你可以以后自己去寻找答案 黑袍之中 伸出一只手 直接将小唐妮的头发 揉成一团杂草 该死的 龙 你又这样对我 等我父亲醒来 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小唐妮嘟囔着嘴 表示自己很愤怒 唐妮 快来 在小男孩身后 他的小伙伴 已经在呼喊他 龙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玩 七八岁的少年 最是无忧无虑 却又精力旺盛 根本发泄不完 不了 你们去吧 黑袍拒绝了唐妮的邀请 显然 唐妮也早已经知道了结果 根本没有等黑袍人的回答 就转身 朝自己的小伙伴跑去 这样的时光 真的很美妙啊 看着这些孩童活蹦乱跳的身影 黑袍缓缓抬起了头 阳光洒进黑袍之中 照射出了起舞观相貌 正是羽龙 三个月前 他背着王素素的尸身 毅然跃进了秩序之门 门中 密布着恐怖的空间之力 在撕裂他的身躯 他只能竭力用金属风暴 将背上的王素素 牢牢护持住 自己只能依靠肉身硬炕 在秩序之门里 甚至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 他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从秩序之门中跌落而出 整个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跌落在剩下的大山之中 被外出狩猎的小唐尼父亲捡回 那个时候的羽龙 在帝都本就遭受重创 又在秩序之门中 被空间之力撕扯 浑身鲜血淋漓 血肉翻涌 体内骨骼经脉一片狼藉 几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还好他的脑欲强度惊人 哪怕身躯激进崩溃 其精神依旧清醒 刻骨的仇恨 激发他的求生欲望 牢牢护住王素素的尸身 回到部落之中 这里只有一些低阶的草药 灵力低微 羽战的伤势恢复得很慢 后面稍微恢复一丝气血之力后 他自行疗伤 伤势好转的速度才快了起来 所以 小唐尼的父亲这段时间经常在嘀咕 为什么感觉每次出去狩猎都越来越难 就像丛林之中的凶兽 已经绝技了一样 凶兽不曾绝技 只不过被羽龙变成了 系统界面上的一串串林能点 用来恢复自身伤势 不过 这片密林之中 似乎并没有什么强横的生物 对我的伤势 修复意义已经不大 半个月前 这片密林中的兽王 一只八品妖兽 在半夜嘶吼声 响彻这片天地 附近几个部落都被惊动 差点就要连夜跑路 只是兽吼声持续的时间很短 片刻之后就戛然而止 而第二天 羽龙的脸上 就现出了一丝难得的红韵 他的目光看向身后的洞穴 里面存放着 一座黑色的关铸 是由365片刀片凝聚而成 只是这些刀片 很多都已经变形破损 在帝都一战和秩序之门中 大半刀锋都被崩坏 不能再用 在关铸之中 就是王素素的尸身 隐藏在黑袍之下的羽龙神色痛苦 他在山脉深处 找到了一些灵力充沛的宝物 用来布置了一个特殊的阵法 保证王素素的尸身不服 在华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都有死者为大 但是他却有其他的想法 他了解过 在这个世上 哪怕是无双国士 同样没有生死人肉白骨 让王人重生的本领 但是羽战本身就是 另一个世界的人 重生到了这个玄幻修行的世界 所以他抱有一丝奢望 他想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 强到可以挥手之间 逆流时间长河 让王素素死而复生 一年不行就十年 十年不行就百年 百年不行就一生 无双国士没有这个实力 那他就突破到更可怕的境界 修行之路无止境 连自己都可以从另一个世界来到这里 他相信自己有一天 也一样可以做到 不管前世还是今生 原来在不知不觉之间 他对这个善良的女孩 已经亏欠了太多太多 素素 你先睡会 我一定会把你叫醒的 羽龙呢喃自语 目光坚毅如神铁 不可撼动 第186章 善非 轰隆隆 就在此时 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打断了羽龙的思绪 让他目光忍不住 朝着声音传来之处望去 他在此第三个月 这里的部落生活 原始而纯粹 要不是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因果 他都想要再次了却一生 今天还是他第一次感受到 现代科技的轰鸣 五辆大型越野车 一路扬起沉沙 气势惊人地朝着部落开来 快到部落门口时 却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 朝着部落内横冲直撞 啊 小唐尼和小伙伴们 在部落的空地上玩耍 正好置身在轰鸣的车轮前方 几个小家伙 看到眼前的呼啸而来的钢铁怪兽 都忍不住惊恐大叫 唐面 结义 本来在做饭的妇女们 看到自家孩子 身处危险之中 惊恐的大叫 却无能为力 他们距离孩子们太远了 哼 黑袍之中 羽龙利色一闪 这些车辆根本没有减速的意思 就是故意朝着这几个孩子身上撞 他身形猛然消失在原地 将几名孩童一把抓起 避开了车轮的碾压 为首的越野车 没想到面前的孩子会突然消失 来不及再转向 直接撞在了一块巨石上 撞得车头凹陷了一个夸张的弧度 该死的 是谁拿走了本少爷的猎物 在越野车撞上山石前的一瞬 驾驶越野车的青年男子 瞬间打开车门 脱离了车厢 神色恼怒地看着羽龙 是修行者 羽龙眉头一挑 轻轻放下了手中的几个孩子 罗 谢谢你 谢谢 几个孩子的母亲都哭嚎着扑了过来 从羽龙手中结果孩子 千恩万谢 咦 你哪来的 以前没有见过你呢 你叫龙 那种古老传说中的神兽 青年男子听到了部落人对羽龙的称呼 有些嘲讽地开口 在米国 同样有龙的传说 不过和华国的吉祥瑞兽不同 米国的龙是凶恶狂暴 灭国催城一般的存在 少城主 你怎么来了 此时 有妇女去唤醒了原本还在昏睡的部落男子 醒来之后 为首的雄壮男人 大步来到羽龙身前 挡住青年的目光 今天还不是缴纳赴睡的日子 请你离开 雄壮男子神色沉着 一字一句地开口 他看了一眼周围的一片狼藉 顿时知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 神色顿时变得阴沉 却不敢责怪这个男子 好在孩子们没事 雄壮男子 回头看了羽龙一眼 目露感激 不用这么客气 我也是 你从外面就回来了 羽龙微微一笑 这个男子正是小唐尼的父亲 也是这个部落最强的战士 喂喂 你们要聊天后面 有的是时间 青年男子淡淡地开口 眼中有些冷意 我今天来有两件事 一个是通知你们缴税的时间提前 以后都会变成每个月的今天 而第二件事 就是从这个月开始 你们的赋税提高三成 什么 青年男子此言一出 老唐尼顿时神色大变 从千年前开始 他们的祖先 就被驱赶到了这片蛮荒之地 而这些来自日不落帝国的强盗 占据了他们的国家 就算要在这片不毛之地艰难求存 他们依旧要每月向政府缴税 而负责他们 这一片的 就是距离此地百里的修成 而这个青年男子 就是修成成主的独子 石珠玄接无品神药 这样的神药 只在这片密林深处才会生长 他们每次出去打猎 一是为了狩猎野兽带回来 让部落生存 更重要的是去山林深处寻找神药 石珠神药 对于他们来说压力很大 老唐尼的父亲 就是在采摘神药的过程中 被一只凶兽偷袭 吞入腹中 尸骨无存 他们也知道 母国政府 就是把他们这些土著 当作低贱的奴隶劳工 为他们免费去危险之地 采摘神药 但是他们没办法 米国政府的实力太强悍了 随便一个城主派出的修行队伍 就可以镇压 让他们这样的小部落 老唐尼作为部落中的最强者 肉身强横 气血沸腾 有四品武者修为 已经冠绝附近几个小部落 但面前这个年纪 轻轻的少城主 修为同样一击达到了四品 加上一身精妙的法 实力比起他 还要强横几分 为了生存 他们只能无奈接受 可是突然提价 我们现在 手里只有九株神药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现在每个月 必须要缴纳十三株神药 面读这样的巨大数字 老唐尼低下了熊壮的头颅 不够 可以 我很好说话的 青年男子咧嘴一笑 露出森白的牙齿 看上去格外争鸣 你的儿子小唐尼 已经不知不觉张开了呀 小时候还不曾发觉 现在一看 我的妈 深得我心啊 不要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把你儿子交给我 就当另外四周的差价了吧 青年男子哈哈大笑 眼中闪烁着让人胆寒的光 不可以 听到青年男子的话 老唐尼却是直接神色大变 立刻拒绝 虽然他常年居于深山 却也知道 面前这个男子的变态嗜好 自己的儿子 一旦被他带走 恐怕会遭受各种恐怖 对折磨而死去 这绝不可以 不行 青年男子的笑意顿时收敛 目光冷立地看着老唐尼 我要你缴睡 你说神药数量不够 我主动给你提出补救办法 你又果断拒绝 怎么 是当我 我父亲 我们政府可欺吗 随着青年男子气息波动 变得冰冷 身后几台车中 一直不曾打开的车门 轰然开启 走出了二十个身着 近身战衣的男子 他们面无表情 神色冷漠 却散发着惊人的气息波动 眼中嗜血的目光 让人不可直视 这是城主的禁卫军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随着这些人的出现 部落之中 众人那神色大变 忍不住骚乱起来 萧承城主是高阶舞者 高高在上 统治着这片城邦 而他身边有三百禁卫军 全部都是从刀山火海中 杀出的猛士 每一个至少都是四品修为 且绝对忠诚于他 永不会背叛 此时却一次性出现二十人 对于他们这样的小部落 轻松就可以图灭 面对这样的阵容 老唐尼同样是神色大变 不敢说话 哼 你们没资格 让我专门调用父亲的禁卫军 这是给更深处那些顽固不化的老东西准备的 青年男子冷哼了一声 无比的高傲 在这片密林中 大大小小的部落兴罗齐步 而在密林更深处 自然有更强大的部落 其中甚至有五六品的舞者存在 现在 你同意了吗 身后的禁卫军现身之后 部落众人的胆气顿时被夺 青年男子全部看在眼里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你们全族人的性命 都在你的手里 青年男子挪于道 他喜欢这种感觉 生杀与夺 接在他一念之间 把你的儿子 给我 我 我 老唐尼双拳紧握 浑身都在颤抖 低着的头颅双目赤红 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太艰难了 但就像青年男子说的 他没有别的选择 身为部落之主 他必须为了整个部落的延续负责 为此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牺牲的 终于 他紧悚的肩膀松弛了下来 整个人脊背都彻底弯曲了下去 好 他咬着牙 一字一句地开口 心中在滴血 我 愿 陡然间 一个声音打断了老唐尼 喂 那个谁 你很吵知不知道 啪 黑袍之中 羽龙默然抬头 身形一凸 来到青年男子面前 一巴掌将他扇飞了出去 第187章 出卖 啊 青年男子惨叫一声 身形直接离地而起 被先飞树杖 远之后才落地 人 生而为人 自然要有一些必须坚守的东西 羽龙看都没看青年男子一眼 抬头看着惊恶的老唐尼 底线这个东西 只要后退了一步 最终就会无路可退 你 我就知道 老唐尼目光惊讶中 夹杂着果然如此的惊喜 刚刚这一掌 看似轻描淡写 却将这个趾高气扬的少城主 毫无反抗力地扇飞 恐怕自己 顺手就回来的这个龙 不是普通人 这一点 他也是最近 才后知后觉 毕竟那么重的伤 普通人 就算侥幸捡回一条命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活蹦乱跳的 但是 你刚刚打的人 可是修成城主的儿子 修成主人 可是强大的高阶舞者 一拳可以轰碎一座矮山 实力惊人 他不知道羽龙的具体实力 毕竟看着太年轻了 他担心这个少年 是为了部落 强行出头 他说的不错 被羽龙一掌山飞的男子 亮腔地爬起身来 脸部肉眼可见地肿胀起来 他再也不负之前的淡定和风堵 神色猙獰无比 我的父亲 是风暴战俘奥德恋 你竟然敢打我 这是不可饶恕的罪念 必须以你的血肉和灵魂来救赎 禁卫君 青年男子恶毒的目光 扫过这片部落 他刚刚的模样 已经被这个部落的人看到 既然如此 这些人 一个都不能活下去 他作为修成的少城主 必须是伟岸的 光辉的 不败的 哗啦 背后二十名神色默然的男子 默然拔出了手中的长刀 他们嗜血而凶残 屠杀密林之中 这些弱小的部落 对他们来说 和吃饭喝水一样平常 不 不 不 二十名禁卫君的杀气汇聚 这片空气的温度都降低了些 老唐尼顿时 神色大变 仓皇的大喊 我们对城主 没有丝毫的不敬 请饶恕我们 饶恕我们 哪怕雄壮如老唐尼 面对少城主 他还能有反抗的心 但是面对二十名杀人如麻的禁卫君 他胆寒了 连反抗的念头都不曾有 现在求饶 迟了 青年男子 立笑一声 除了那个小男孩 其他人 全部杀无赦 伸手指了指小唐尼 直到现在 他还是不忘自己的特殊癖好 随着少城主的一声令下 二十名禁卫君 没有发出丝毫声音 只有三人默默出列 沉默地举起手中的长刀 阳光反射之下 刀锋映射出让人胆颤的寒光 沉默地举刀 沉默地冲锋 在他们眼里 面前这个部落的人 就是待宰的朱阳 只等他们刀锋一致 立马就会伸手一触 哈哈 青年男子 留在原地 放声大笑 他喜欢看这样的场景 手起刀落 鲜活的生命 因为自己的一个命令 被彻底终结 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自己像神 羽龙的目光 同样牢牢锁定在老唐尼身上 他想知道 敌人的屠刀已经加深 他们是不是会反抗 应该会吧 蝼蚁尚且偷生 没有人会引颈受禄 但是羽龙失望了 他不知道修成成主 和禁卫军 在这块土地上 造就了多大的凶名 竟然让老唐尼 脸色灰白 目光灰暗 完全丧失了反抗之心 唉 羽龙暗叹一声 算你 毕竟是你 把我救回来的 又在你这里住了三个月 看到你们糟纳我却不出手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啊 碰 碰 碰 陡然间 羽龙身形一动 朝着三名禁卫军扑杀而去 轻描淡写地挥出竖拳 每一拳看似轻飘飘 落在禁卫军身上 却如同重锤敲击在大鼓上 一般低沉浑厚 让听到的人都 忍不住心脏一抽一抽 冲出来的三名禁卫军 顿时被抛飞 半空之中 鲜血挥洒 甚至还有残破的内脏碎片 这三名禁卫军已经全部失去了生机 如果用最先进的医学仪器来监察 就会发现 这三人体内的脏腑 骨骼 经脉已经全部融成了一团 羽龙的劲道太大了 尽力传送之下 将他们体内的血肉全部震碎 唉 还是没有恢复好啊 羽龙停下来 下意识摇了摇头 他现在的伤势只恢复了一部分 对力道的控制都失去了精准性 否则这三人的死法断不会如此 而看到羽龙大发胸威的其他禁卫军 神色终于有了变化 纷纷停下来 冲刺的脚步 森寒的目光看向羽龙 杀气在虚空中激荡 禁卫军成军数十年 杀戮的人已经不知道反击 针对某个人爆发杀气时 很可能直接将其神智摧毁 至少站在羽龙旁边的老唐尼 就神色大变 登登登连退数十步 才稳住身形 波罗 你们敢散抗 想要彻底灭族吗 其中一名禁卫军默然开口 他是这支二十人小队的队长 是无品无者 当他知道自己被派来跟随少城主收税时 他本以为这次的任务会很轻松 却不曾想到神色愤怒 一双眼睛中的凶光 几乎要化作实质 不 不 不 我不是 我没有 听到禁卫军的质问 老唐尼夏的脸色发白 急忙摇头 下意识地就想撇清关系 这是我从林中就回来的一个外来人 不是我们部落的 我们的确不认识他 他做的事和我们部落无关啊 部落之中 很多人都在急忙身边 害怕城主府将木火降在他们身上 站在众人前面的羽龙 眉头微微一皱 他回头看了一眼众人 他没想到自己在帮他们 他们却反而要和自己撇清楚关系 生怕惹祸上身 老唐尼的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愧疚 眼神在暗示羽龙不要再出手 但是却根本不敢开口和羽龙说话 你们胡说 明明龙是在帮助我们 阿爸 昨晚你们还和龙喝酒喝得高兴吗 只有天真无邪的孩童小唐尼疑惑地开口 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身边的族人 突然转变了对羽龙的态度 他还想继续问 却被自己的母亲一把捂住了嘴巴 没办法再开口 外来人 禁卫军首领看向羽龙 目光冰冷无情 在这片土地上 所有人都沐浴在我们伟大的风暴 战俘奥德烈大人神光之下 还从来没有人敢对我禁卫军出手 你今天做了第一人 所以 你必须死 谁也救不了你 禁卫军首领高高在上 眼中有强烈的自信 这是很多年才能培养起来的 杀我禁卫军者 死 禁卫军首领双目顿时变得通红起来 他看不透羽龙的实力 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禁卫军只有战死 没有逃兵 一旦逃走 这将是他们一生的耻辱 他们的家人也将因此遭受恶难 而他们死了 家人却可以得到殊荣 也会有后来人为他们报仇 杀 剩下的17名禁卫军呼啸而来 手中的长刀上反射着冰冷的寒光 杀鸡汇聚在一起 随同这气血波动 如浪潮汹涌 龙 你这是何苦啊 老唐尼看着17名禁卫军将羽龙包围 神色无比痛苦 对他这样的汉子来说 这样出卖羽龙让他的心理无比煎熬 我对不起你啊 他紧紧地捏住拳头 想要冲出去帮助羽龙 但是身后部落之中的老人孩子 却如同一把无形的枷锁 牢牢拉扯着他 第188章 离去 粗糙的技巧 前方的羽龙没有管老唐尼的心理活动 他看着这些禁卫军 只是摇了摇头 这种将众人杀气合一的法门 他在华国也见过 就是在西南大地震时 成剑制的华国军部队伍出现在灾区 他们的精气神可以凝聚如一人 这样的法门 比起这些禁卫军施展的 要高明很多 他的精神力恐怖 这种程度的杀气 冲击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轰隆隆 羽龙没有运用过多的技巧 面对这些人 出手对他而言都是一种耻辱 随着羽龙再次出手 所有人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他一路横推过去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这些禁卫军 稍一靠近就会骨断经折 羽龙的身形穿梭速度极快 挥出的每一拳 这些四五品修为的禁卫军 根本不能抵挡 十六拳 十六名禁卫军 不过片刻就被他彻底斩杀 太快了 这不是战斗 完全就是一片道的屠杀 唯一幸存的禁卫军首领 终于反应过来 脸上再也没有了那种冷漠和自傲 取而代之的是绝望和惊恐 少城主 逃 他猛然转身 一把抓起双目圆凳 一脸无法置信模样的少城主 朝着远处逃去 战场上的禁卫军 绝不允许逃走 但是当身边有必须保护的重要人物时 禁卫军可以选择战略后退 想跑 经过我允许了吗 羽龙眼中寒光一闪 因为刚刚部落众人的表现 让他心中有一股无名之火 哼 手掌一挥 一只筷子粗细的血红色长矛 在虚空中凝聚 羽龙食指轻轻一弹 血红色长矛 顿时化作一道 红光朝着飞奔逃走的二人 呼啸而去 不 你不能杀我 我的父亲 是风暴战俘奥德烈 感受到身后的恐怖杀鸡 青年男子惊骇欲绝 放声大叫 他父亲的名字 在这片地狱 就是无所不能的神 哪怕只是歌颂他的名 就可以庇护他的平安 但这次却是不行了 羽龙发誓 只要有一点 詹青代顾他 就会考虑放过青年男子 但是天可怜见 男子爆出来的什么傲德烈 羽龙完全没听说过呀 破 毫无阻碍的 血红色长矛 直接洞穿了禁卫军首领 和青年男子 二人脸上的惊恐 彻底凝固 生机泯灭 尸体重重 跌落在地 至此 城主府来人 全部死在了这里 此时 羽龙身后的部落众人 同样是双目圆瞪 还没从这意料之外的场景中 回过神来 他们都用看天神的目光 看着羽龙 羽龙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可怕了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刚当那些是禁卫军吧 不会是假冒的吧 有人在喃喃自语 还无法相信 眼前的事实 可是 怎么可能呢 恐怖的禁卫军 竟然像假人一样 一拳一个被杀死 也太弱了吧 好像有几拳 根本没有碰到禁卫军 那些人 却如遭雷击 直接被先飞 吐血而亡 他们都惊呆了 他们从未看到 听到这样可怕的人物 不知道 是极挺修为 才可以达到的境界 龙 你不会真的是 一条龙变身的吧 小唐尼挣脱了母亲的束缚 一脸惊讶地跑了过来 抱住羽龙的手臂 捏了捏 似乎想知道 有什么区别 混账 唐尼 过来 不要对龙大人不敬 老唐尼呵斥了一声 面色有些愧疚地看着羽龙 面对羽龙 他再也不敢 像以前一样随意 龙 龙大人 刚刚我们和你撇清楚关系 必然是伤害了您 我们不敢 奢求您的原谅 只是希望可以知道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如果我们冒犯 违抗了修成主人 那么整个部落 都无法承受他的怒火 无数大军会开进 我们部落 屠杀所有的成年男子和老人 女人和孩子 则会被买作奴隶 这是千年来 米国新政府的强权统治 一路都伴随着刀枪和鲜血 所有敢于反抗的人 都已经死在了过去的漫长岁月 羽龙停了也是眉头一皱 他没想到 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米国不是一样 宣扬民主人权吗 曾经还出台了法案 要求普通民众和修行者 享受同样的权利 呵呵 老唐你冷笑了一声 这不过是这些新政府 想要对外传达的信息罢了 实际上 我们这些人 在他们眼里 根本就算不上市人 肆意买卖杀戮 不是人 自然就没有人权这一说了 而这些被打断了几粮谷的土人 全部都被编入了特殊的军队之中 军营相对封闭 一些骇人听闻的惨事 自然不会流露出来 而这些人一代一代 都会延续这个身份 除非有巨大的功劳或者贡献 否则 他们的后代依旧是奴隶 循环往复 永无休止 而这些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也让这些苟延残喘的部落 不敢反抗 毕竟 后果实在太严重 龙大人 你赶紧走吧 沉默片刻之后 老唐尼未然一探 如今禁卫军小队 全部死在了这里 连修成少城主都死了 虽然没有逃出去的人 但是这个消息 恐怕瞒不住多久 也好在没有逃出去的人 龙大人 你快走 只要你走了 我们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修成主人恐怕不会怀疑 毕竟 我们部落根本没有实力 做下这样的案子 老唐尼自嘲一声 有时候弱小 也是一种保护伞 你们不用担心我 羽龙摆了摆手 虽然他的伤势依旧沉重 但是面对这些人 依旧如砍瓜切菜一般容易 我走了之后 恐怕闻讯而来的 修成城主会 对你们言行审讯 甚至丧子悲痛 会让他们杀了你泄愤 你们最好 趁着这段空窗期举足 迁徙到其他地方去 羽龙的话 也不无可能 部落之中 拿主意的几个人 围在老唐尼旁边 泥南商量着 最后得出了结论 我们不迁徙 一旦迁徙 反而显得我们做贼心虚 恐怕反倒 会引来修成主人的目光 而且我们部落在这里 已经繁衍了数百年 对这片土地 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更何况 方圆百里内 土地肥沃 有水源的宝地 都已经被其他部落占据 我们没有机会 重重原因之下 他们做出了决定 不迁徙 那好吧 我尊重你们的决定 羽龙点了点头 大步走出了帐篷 心念一动 他这三个月的住所 轰然爆炸 一尊黑色的关救 从其中浮下出 背在羽龙背上 这是王素素的尸身 他现在最珍贵之物 挥手止住了 要出来送行的众人 不用松了 我们的缘分尽了 羽龙伸手摸了摸 旁边的小唐妮头顶 小唐妮 我走了 你以后要加油啊 你们部落的希望 就落在你头上了 他挥手度出了一道 精纯的气血之力 灌注到小唐妮体内 打开体内的九道枷锁 羽龙的身体 已经开发到了 极高的程度 对于普通人而言 他的每一滴气血 都是大补的保药 轰隆隆 随着羽龙这一道气血的灌入 小唐妮顿时 脸色胀红 体内传出霹雳巴拉的声响 整个人身高 都被硬生生拔高了一寸 这道气血 在小唐妮体内乱窜 将他的筋脉 扩宽到了恐怖的程度 而后化入五脏六腑 滋养全身各处 羽龙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小心地控制了量 应该可以最大限度地 开发小唐妮的潜力 却又不会 称爆他的身体 此件事情 彻底了解 羽龙毫不迟疑地 朝部落外走去 谢龙大人 看到自己儿子身上的异象 老唐妮 神色大喜 虽然他的修为不高 却能感觉到 自己儿子身上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羽龙这道气血 给小唐妮 打下了一个 无比坚实的修行基础 一旦未来有所成就 自己部落的命运 就可以被改变 谁能想到 原来自己当时 随手就回来的人 竟然是这样 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看着身形 快要消失在夕阳下的羽龙 老唐妮无比激动 我老唐妮 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就是能够和龙大人 有这样一段奇妙的缘分 对于这个小小的部落而言 这段和超级强者相遇的故事 恐怕会在部落里 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第189章 一亿敌万 米国西北的大哥壁 一望无际的黄沙和巨石 正是这样险恶的环境 才阻止了米国政府 想要彻底抹出土著的打算 不是什么悲天敏人的慈悲 纯粹就是成本太高 得不偿失罢了 清晨 大哥壁的天空朝霞密布 远处天边烈日 已经出生 在一座巨石上 一名身背黑官的人影盘西座 在巨石之上 面朝东方 闭目吐骂 浓郁的灵气 不断钻进羽龙鼻尖 将他整个人都映照得如梦如幻 轰隆隆 就在此时 远处传来了 发动机的轰鸣 十多辆车组成的车 堵在茫茫戈壇滩中狂奔 掀起一路黄沙 终于来了 盘西座 在巨石上的羽龙 默然睁开双眼 他目光如炬 已经看到了车内的人 身上穿的都是 昨天那些近卫军一样的紧身战衣 十辆车里 近乎五十人 全部都是四五品的中阶舞者 甚至后面车辆里 还有一名六品舞者 哄 羽龙纵身一跃 直接砸向了地面 拦在车队面前 而这些车队看到 突然出现的羽龙 却也没有丝毫避让的意思 第一辆车内的驾驶员 反而露出了猙獰的笑 脚下狂轰油门 车辆速度飙升 朝着羽龙撞过去 你们这些人 似乎平日里很猖狂啊 亏一般只全爆 羽龙双目微眯 眼中有寒光闪过 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们好好上一课 哄 羽龙身形不闪不闭 直接一拳轰出 恐怖的全径 肆虐而出 第一辆车 如同撞在了一堵无形的气墙上 巨大的冲击力之下 整个汽车车头 瞬间被压扁 四米多长的车身 直接变成了一张薄柄 啊 车内几人 脸上猙獰的表情 还没来得及散去 惨叫一声 就直接变成了 铁包肉的罐头 哪怕四五品舞者 依旧瞬间失去了生机 虽然后面跟着车 同样撞了上来 但明显 没有这么严重 有了片刻的缓冲 后面车中的众人 飞速下车 什么人 竟然敢来我修成禁卫君 第一时间 这些的那就爆出了 自己的名号 这是一种惯性思维 在这片地域 修成禁卫君 几个字有着 恐怖的威慑力 我知道 羽龙却是神色淡漠的 点了点头 让我猜猜 你们是不是要去找 你们家的少城主 叫什么来着 羽龙突然语色 露出一丝尴尬 他竟然一直不知道 这个少城主的名字 昨天那人太猖狂 根本不屑于和羽龙通明 要是被死去的少城主 等人知道了自己被杀 竟然连名字都没有 被羽龙记住 恐怕晦气地活过来 再被羽龙杀一次 你见过我们少城主 羽龙的话 却是在数十进卫君中 掀起滔天巨浪 为首的六平五者站了出来 目光凌厉地看着羽龙 从昨日晚上开始 他们本来去戈壁之地 收睡的少城主 就失去了联系 连他们的城主大人 亲自打电话 就没有接通 这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 他们星夜兼程 从修城出发 在凌晨时 终于赶到了这片戈壁滩 却不曾想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 深悲神秘黑观的人 一身修为 连他都看不透 我见过 羽龙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见过他 身后还有二十个 和你们穿着一样衣服的人 不错 近卫军首领大喜 他没想到少城主的消息 这么快就有了着落 终于不用担心 回去面对城主大人的怒火了 你可知道 他在哪里 他现在只想把这个小祖宗接回去 自己这趟差事 就算了账了 那你可能接不到他了 出乎近卫军首领意料的是 羽龙竟然摇了摇头 你非要见他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他和他的手下 在昨天就已经被我杀了 你确定 还想去见他吗 石破天惊 羽龙的话 让众人忍不住双目圆凳 直接愣在了原地 你说什么 还是首领最先反应过来 神色阴沉地要滴出水来 朋友 你如果是在开玩笑 我认为这个玩笑并不好笑 会死人的 我和朋友倒是经常开玩笑 不过 你们又有什么资格 做我的朋友 羽龙一本正经地说 语气之中却格外欺人 所以你们不用往前走了 过去这么久 恐怕他们连尸体 都已经被野兽吃光了 来人 来人 敬卫君首领 神色大变 大声嘶吼 虽然羽龙说的话 很难让人相信 但是首领 却莫名地有一个念头 这个人说的是真的 毕竟少城主 对于城主大人的恐惧 是人尽皆知 无论再做任何事情 接到城主大人的电话之后 都会马上接听 而他们在去戈壁的路上 又遇到了羽龙这样的强者挡路 以羽龙展现出来的实力 的确有杀死少城主一行人的可能 把此人的手脚打断 带回去交给城主发落 不管羽龙的话 是真是假 敬卫君首领 都不敢再放他离开 一声令下 五十多名敬卫君 朝着羽龙扑杀而来 不自量炼 羽龙眼中寒光一闪 他身形如电 只用最朴素的招式 全境 一力降十会 羽龙的全境尽力 可以穿透肺腑 加上下意识的一丝权益加持 威能更是可怕 这些中阶舞者 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片刻时间 羽龙就击杀了三十多人 其他人立马策马而逃 为了把羽龙的存在 和少城主的消息 告诉城主 战略性的撤退 是可以接受的 去吧 回去告诉你们的城主 杀他之人 明龙 看着剩下的十多人仓皇 逃离了这里 羽龙没有继续追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将少城主之死 彻底归结到自己身上 吸引住修城之主的目光 让他身后那个小小的部落 可以得到发展的时间和机会 羽龙没有在此地彻底停留 而是朝着最近的城市走去 他在地图上看过了 方圆数百里 最大的城池就是修城 他竟然是循着十多个 禁卫军逃走的方向走了下去 在走了二十公里之后 他看到了一对磅礴的队伍 呼啸之 在羽龙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同样发现了羽龙 车队骤然一分为二 沿着羽龙左右两边 分别包抄 还是那十多名禁卫军 除了为守武者 回到修城去 亲自面见城主大人 其他人都去各自附近最近的军队驻扎区 一同调出了共三万军队 这是被现代化战争机器 笼罩的三万军队 在古时可以搅弄天下 沙 必须处死这个龙 没有多余的言语 车子刚刚停稳 就有恐怖的火蛇 从每个车天窗上喷泻而出 他去澳门直接运用了热武器 只要还没突破九品 热武器就可以对其造成伤害 来吧 羽龙却也不惧 这些凶残的军队想要杀自己 自然就要有被杀的准备 一旦开始生死厮杀 羽龙绝对不会留守 他身形如电 在火蛇胶之中穿梭 却没有任何一颗子弹 可以挨到他的皮肤 杀戮 开始了 不过片刻 羽龙敏锐的身形 就将这个车队中的热武器破坏殆尽 现在他们站在了同样的气泡线 羽龙再度演练起了拳法 是大一最基础的粹体十八式 羽龙一拳又一拳 看似慢如推磨 其中却有惊人的道理 在蔓延 经过帝都大变 在部落之中三个月安静的修养 让他的大脑一片空鸣 对权益的理解更加深刻 权素看着不快 实际上却快如迅雷 几乎一眨眼之间就死掉了十数人 这一颗羽龙化身索命的死神 在人群中肆意收割着生命 砰砰砰 三万军人同样气血澎湃 当羽龙杀了第一个一千人的时候 这些战士依旧高高在上 坚信哪怕凭借人海战术 也可以堆死羽龙 的确 只要没有突破到宗师境界 自身没有和天地勾连 仅仅凭借着自身的气血供应 终有历节的一刻 只是可惜羽龙太可怕了 一声气血澎湃无比 霸道呼吸法 一呼一吸之间 补充的气血完全跟得上消耗 如一台涌动机 当羽龙杀了第五个一千人的时候 这些战士无比疯狂 他们双目赤红地嘶吼着 要给自己战死的战友报仇 当羽龙杀了第十个一千人的时候 这些战眼中的赤红开始消退 疯狂的意识开始恢复清醒 他们胆寒了 面前这个背着黑棺的男人 似乎不可战胜 不管他们多少人送过去 都是有去无回 啊 他不是人 不是人 终于 有人彻底崩溃了 一把丢下了手中的武器 朝着战场之外跑去 却脚下一滑 踩中一团粘稠之物 甩倒在地 经过恐怖的杀戮 这片大地已经被染成了赤红色 无数断壁残枝跌落在地 如同无间地狱一般 这是恶魔 是恶魔 上帝啊 是地狱的撒旦 来人间行走了吗 这种恐惧是会传染的 很快 幸存的军队 意志迅速崩溃 残存的近两万人 疯狂地朝外逃去 甚至彼此踩踏也顾不上 当一切尘埃落定 三万人的军队 死一万三千人 伤者四五千 羽龙的全境刚猛无比 根本不会有活口 这四五千的伤者 全是在逃跑时 彼此拥击踩踏造成的 从这一天起 戈壁滩上 恶魔撒旦 从地狱走出的消息 开始不进而走 第190章 教堂 大胆 大胆 修成城主府邸 一个中年男子大怒 一掌将面前的花岗岩 桌面轰碎 这个人是谁 是谁 竟然敢杀我奥德烈的独子 还斩杀我手下 数万二郎 奥德烈神色而暴怒 此刻他心如刀绞 自己早年时 最心于修行 一直不曾成家 人到中年才得一子 对他抱有很大期望 平日里非常严厉 想让他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但是事与愿违 自己这个儿子 天赋尚可 但是却从小养成了 对自己的惧怕 而作为这种心理的补充 在外面 自己的儿子 无比张狂 依仗着他的权势 做出了很多 违法乱纪的事情 但是 奥德烈不以为意 身为暴风战俘奥德烈的儿子 他有张狂的资本 只是没想到这一次 却出现了意外 自己儿子 不过是去偏僻戈壁滩中 收缴一些税收 结果竟然被一个 神秘的男子所杀 尸骨无存 恶魔撒旦 你到底是谁 奥德烈仰天长笑 脑海中 念头在不断生命 难道是大西北 最深处那几个部落里的 老怪物出来了吗 不可能 真要是这样 我们不可能 一点消息都没有 而且那种层次的人物 根本不会对我儿子出手 他此刻心如乱麻 仇恨的怒火 已经填满了他整个意识海 清静 陡然间 一声大喝从奥德烈身后的房间中传了出来 一名身穿白袍的神父 从房间内走出 浑身散发着白光 一脸的圣洁 让人心情顿时平静 老师 奥德烈的心情 在圣光照耀之下平静下来 对着神父恭敬的行礼 你知道 你为什么修为 一直卡在八品五者境界 不能进步吗 老者神色肃穆的开口 在东方 那个古老的国度之中 有一句话 叫做星园一马 人的心灵 无时无刻都在产生这想法和念头 就像是灵活的猿猴和不拘的野马 你必须将它们降服 而不是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 神父眼中有睿智的光芒 话语之中 似乎有神奇的魔力 虚空之中 隐隐有符文在生灭 几句话 就化去了奥德烈心中的怒火 老师 那您说 我应该怎么办 奥德烈神色谦卑 低头问神父 你刚刚说 那是从地狱中走出的恶魔撒旦 既然上帝在打盹 那就让我们这些 行走在人间的仆人 将撒旦杀死吧 神父脸上挂着祥和的笑意 就算是锁到杀人依旧 不带一丝烟火气 老师愿意亲自出手吗 谢谢老师 听到神父的话 奥德烈神色大喜 他知道 羽龙的战绩 在三万大军的围杀中 还能斩杀万余人 彻底吓破 另外两万人的胆气 这样的实力 哪怕是他也要拼尽全力 才有可能做到 所以 能不能拿得下羽龙 他根本没有把握 但是这几天 刚好自己的老师 来到修成办事 老师是米国教会的一位白衣主教 身份很惊人 已经是宗师境界强者 实力惊天动地 爆 此时 从门外有静卫军小跑了进来 低头在奥德烈耳边 低语了几句 奥德烈目光一凝 声音冰冷如寒冰 好 好的很 这是没把我风暴战俘奥德烈 放在眼里啊 静卫军给他禀报的 正是羽龙的行踪 造成了这么巨大的波澜 羽龙却丝毫没有隐藏行迹的意思 依旧按照既定的路线 前往距离自己最近的大城市 修成 当羽龙走进城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一天之后 在城门口宿位的 正是两名参与了 围杀羽龙的战役幸存下来的军事 他们看到羽龙的时候 神色大变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目光 啊 恶魔 恶魔撒旦来了 二人直接吓得腿脚发软 心中无比绝望 以为羽龙是来屠杀他们这些 侥幸逃走之人 结果羽龙却是目不斜视地 走进了城中 这样的人物根本不配被羽龙记住 尽管羽龙已经在他们身上 感觉到了极度的害怕和恐惧 但是羽龙却没忧对他们出手 莫必要 看着羽龙的身影消失在城中 二人神色苍白还没有缓过来 相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骇 这太可怕了 恶魔来到了修成 恐怕整个城池都要炸开吧 羽龙不知道身后二人的一轮 他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中 身上背着一个巨大的黑棺 走在路上 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 你好 羽龙拦住一名路人 轻声开口 请问 教堂怎么走 在部落中休养了三个月 他唯一了解 外界的途径 就是听部落中人闲暇时的谈论 涉及到外界的 只有两件事 一是修成主人风暴 战俘奥德烈 二 就是遍布米国的教会 教会是米国 唯一得到官方承认的组织 他们的信仰很坚定 一生只信奉上帝 他们自称是 代替上帝在人间行走的仆人 这个庞大的组织之中 身居高层的 都是异常强大的修行者 他们依靠实力 笼络了无数信众 在暗中隐隐操纵者 米国的局势变换 这些都不是羽龙关心的 但是他曾经听到 老唐尼提过一句 上任组长 在密林中 狩猎受了重伤 组中 花费巨大代价 去教会 接受了圣光普照 整个人伤势好了大半 非常神异 这句话 也让羽龙无比触动 这种生死人肉白骨的法门 在华国很多 但是以前不曾研究过 如今短时间内又不能回去 他只能先了解米国的法 看有没有可取之处 素素 我一定会为你 找遍世间所有的法 一定可以让你重新醒过来 羽龙低声呢喃着 目光无比坚定 只要有一丝机会 他都不会放弃 可惜这个修成还是不够大 如果这里的教会不行的话 我就去这个州的首府 那里有主教的存在 这个教会 有着严格森严的等级制度 宗师修为 可以成为白衣主教 院士修为 则是红衣大主教 而成为了无双国士 则可以才成为 整个教会的最高层 教皇 审判长 骑士长 这些教会最顶层人物 都是无双国士境界 这些教会高层修行的法 很特殊 似乎有惊人的神性能量 但是在修成这里的教堂之中 只有九品修士实力的执事 在米国 任何一座城市 除了城主府 教堂都是最明显的地标 羽龙问了几个人 就很顺利地找到了这里 嗯 来到教堂前 教堂大门紧闭 没有任何行人 在大门上贴着一个紧急告示 今日教堂有贵客 不对外开放 羽龙眉头微微皱起 目光闪烁 似乎看透了紧闭的教堂大门 陡然间 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 教堂大门轰然打开 真是麻烦啊 羽龙摇了摇头 眼中有凌厉的光芒闪过 脚下却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 教堂大门也再度关闭 第191章 大幕 你们等我很久了 走进教堂 羽龙淡漠的开口 此时整个教堂一片安静 只有一个人 站在教堂最深处的高台之上 这里平时就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带领着信徒做礼拜的地方 世间太苦 需要信仰来坚持 八品无者 羽龙低头呢喃着 他目光如炬 看透了面前这人的修为 在修成 只有一个人已有这样的修为 叫什么来着 风暴战俘 就是你吧 而听到羽龙的话 浑身气血勃发的奥德烈 神色更是阴沉地要滴出水来 你就是那个恶魔撒旦 杀了我的独子 还敢来我修成 如果你说的是 那个长得和你有几分相似 有恶心癖好的男子 那应该就没错了 羽龙淡淡地开口 那就是我杀的 大胆 大胆 奥德烈没想到 羽龙竟然如此张狂 丧子的悲痛 让他的杀气 几乎要化作实质 杀 今天 从得知羽龙到了修成城外 这个教堂就被紧急封禁 就算羽龙不来这里 他也会主动出手 将羽龙引到此处 奥德烈有着西方人 特有的壮硕骨架 气血澎湃一身横肉 行动起来 如同一只狂暴的巨熊 加上一把门板大的斧子 舞动起来杀气凌凌 让人不得不退避三射 这就是他风暴战斧外号的来历 看着朝自己扑杀而来的壮汉 羽龙目光微微一宁 这把斧头 算得上锋利 可惜 不是我见过最好的 在悟城 牛夜背上那把大斧中 蕴含着神秘的能量 可以让他发生很大的蜕变 空偶怕也有不凡的跟脚 喷喷喷 面对巨大的斧刃 羽龙双目微眯 脚下步伐一变 没有正面撼动他的锋芒 毕竟体内的伤势依旧沉重 面对这样蛮力的冲击 他不想牵动伤势 实在有些粗糙 羽龙目光如电 他虽然肉身伤势沉重 但对于舞蹈的理解 早已经超越绝大多数修行者 加上强悍的精神恼裕 奥德烈的每一招 在他眼里 都如同孩童一般笨拙 哼 羽龙身形如电 脚下踩着奇异的悬布 毫离之差 避开了奥德烈的战斧 身形猛然撞进了奥德烈的怀里 哄 一声巨响 羽龙一掌拍在了奥德烈胸口 巨大的力道汹涌而出 直接把奥德烈震飞数丈远 雄壮的身躯 像一颗炮弹一样 直接砸到了教堂的高墙上 发出沉闷的轰向 整个墙面都密布细密的裂缝 破 奥德烈大口渴血 浑身筋酸软 连手中的战斧都拿不住 两颗灯泡一样的巨眼中 更是闪出一抹难以置信的惊骇 怎么可能 差距太大了 自己身为八品舞者 才一个照面 就直接失去了反抗之力 修成所辖区域 什么时候出现这样一尊强者 唉 终究还是力道小了 羽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无奈地摇了摇头 如果用最精密的现代仪器来扫描 就会发现 羽龙体内的骨骼上 全是密密麻麻的细微裂缝 帝都一战他的伤势太严重了 想要彻底治好 需要海量的灵能 否则以羽龙全胜七的实力 恐怕奥德烈的肉身 都会被他直接打爆 之前斩杀的一万多名军士 修为太低了 除了那几十个禁卫军 其他大部分 都是气血术食的普通人 其中的军官也是低阶舞者 毕竟 修成只是一个普通的城池 除了少数精锐部队 如禁卫军 其他一般的素卫部队 都不是修行者 哪怕血流成河 羽龙真正累积起来的灵能 也不过寥寥八万 他预计过 要将自己体内的伤势全部修复 恐怕还需要三十万灵能不可 甚至有一瞬间 羽龙曾经有一瞬间的心动 如果自己可以 再杀五万米国军士 就可以瞬间得到三十万灵能 体内伤势直接恢复 但是这个念头 在他脑海中出现的瞬间 就被抹杀 如果真的这样做 他的心中将再也无法念头通达 之前是他遭遇到修成部队 成剑制的围杀 他自卫反击 自然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自己主动出手 去屠杀这些低阶舞者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修行 如果把自己修成一个 肆意杀戮的魔头 这样的修行路 不是他要的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奥德烈竭力站起身来 体内的气血 被羽龙一拳轰地抱走 根本不受他控制 你的儿子是被我所杀 所以我给了你刚刚出手的机会 一旦你再出手 我就不会留情了 羽龙沉声开口 哪怕他身上伤势沉重 也不是奥德烈这样的 小小八品修士 可以冒犯的 听了羽龙的话 奥德烈也是神色一白 心中的怒火 早已被羽龙这一拳轰碎 他是八品修士 修成的王 儿子没了可以再生 自己的命 没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看着被吓破了胆的奥德烈 羽龙摇了摇头 目光没有在他身上再停留 而是默然 看向了角落之中的黑暗处 你知不知道 你的白袍在黑暗之中很显眼 羽龙的目光无比森寒 恐怖的煞气 凝聚笼罩了那一片黑暗 哼哼 小友不要激动 我已经老了 躲在一片看看戏吧 黑暗中 传来一声轻笑 身着白袍的神父 从黑暗中走出 目光奇异地看着羽龙 他没想到自己的身形 竟然会被看破 这很不科学 要知道他可是白衣主教 宗师境界的强者 怎么可能被一名武者 看破身形 这个男人 不简单 这个念头下意识 在神父的脑海之中闪过 嗯 你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是白衣主教 羽龙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在小小的修城 遇到了一名主教 听说你们有可以让重伤者 恢复全盛时期的神通 那么 对于三个月前重伤的人 有没有作用 他快速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目光顿时变得柔和 嗯 羽龙的开场白 让神父无比惊讶 和他想象之中的完全不一样 在没有摸清楚他的虚实之前 神父决定先不出手 我们就是代替上帝 将圣光洒满人间 这话也不是虚假 教会中修行的法很奇特 必须抱有对上帝的虔诚信仰 才能真正有所成就 所以 每一个教会的高层人员 都是虔诚的信徒 羽龙肩膀一动 轻轻将背后的飞棺放下 轻轻一推 将棺盖推开 一股浓郁的药箱 顿时扑鼻而出 关中被羽龙放满了 从部落深处密林之中采摘上的宝药 虽然品阶不高 却也让关中的灵药气息无比浓郁 正是因为有灵药的滋养 哪怕过去了几个月 王素素的肉身依旧没有丝毫腐坏 如同刚刚睡着一般 羽龙伸手轻轻抚摸过他的脸颊 眼神极致温柔 别担心 我很快就会救你回来的 咦 这关就打磨得有些特点 神父目光在关就上停留了树息 羽龙没有暴露 这些关就是由他精神力操纵的事实 如今他的伤势没有修复 一旦和白衣主教 这样的宗师境界强者厮杀 精神欲误将是一招很大的底牌 感叹了一声 神父将目光看向了关中的家人 看羽龙的表现 很明显 在棺材里躺着的 恐怕就是他的挚爱 嗯 只是看了一眼 主教的神色就变了 这位小友 你是在消遣老夫吗 关中之人 分明已经回归上帝的怀抱多时 哪里还能复生 他很不高兴 认为上帝的荣耀遭到了亵渎 你说什么 说什么 他只是睡着了 主教的话 瞬间让羽龙神色大怒 身上的煞气 不由自主地喷布而出 恐怖的气势 笼罩教堂之中 让主教都是心中一灵 这股煞气 让他都有了危机感 浑身汗毛直立 心中无比惊骇 这个人 恐怕斩杀过宗师修士 一念至此 主教顿时将心中那点不快抛散 他觉得羽龙的脑子 可能有些问题 尊夫人的伤势 我恐怕无能为力 哼 实力不够就直说 羽龙重新将黑棺背在背上 转身准备离去 小友慢走 白衣主教似乎想起什么 虽然我没有这样的实力 但是在我们教会之中 教皇大人公参照话 已经可以倾听到上帝的声音 他或许可以想办法 将尊夫人从上帝身边带回来 嗯 羽龙猛然回头 眼中爆发出强烈的精芒 快带我去见你们教皇 教会之中 教皇是无上的领袖 恐怕在整个米国 都是最强者之列 教皇大人 哪里是说见就可以见到的 主教苦笑了一声 哪怕是红衣大主教 也不是说见教皇就可以见到的 这几年 教皇大人的修为越发精深 已经很少露面 常年沐浴在上帝的圣光之中 但是再有一年半 就是我们教会的千年庆典 这样的场合 教皇大人必然会出现 那时候 我可以亲自为你引荐 祈求教皇大人出手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保持联系 一年半时间 对羽龙来说太久了 但是身为国事强者 他根本没办法去强迫 结果白衣主教的名片 羽龙汁儿种植的保存好 好 那就一年半 到时候 我会去找你 还有一事 白衣主教继续说道 我本是此周府的负责人 此时出现在这里 就是因为我查阅教内典籍 多年苦心推算之后 发现千年前一位苦修士的墓 很可能就在这里 在教会之中 有一群特殊的人 苦修士 在广大信徒之中 有一些虔诚的信徒 不愿陷入世俗生活的烦扰 他们相信自己 此生受到的苦难 可以换来第二世的圆满 于是他们顿入沙漠 过隐世时的苦修生活 通过魔力肉体 达到精神修行 这样的苦修士 一般不会在意外界的烦扰 心中的念头非常纯粹 一旦真正爆发 实力强悍的可怕 远超其他同阶之修 这位苦修士 是七百年前 最传奇的苦修士本 本最后一次 在世人面前出手 直接一招斩杀了一名 堕落的红衣大主教 能成为红衣大主教的 都是院士巅峰的强者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羽龙皱了皱眉 他想不通 为什么白衣主教会 告诉自己这样的事情 按道理 这应该是密文才对 不能轻易泄露 我是被您对尊夫人的 身后感情所感动 所以才邀请您一起 距离教皇大人出现 还要一年半 这一年半时间 你这些宝药 恐怕早已经挥发殆尽 而本的寿命 活到了四百岁 远超同阶修士 原因就是 他在千年前人 妖大战的混乱时期 从不知名处 得到的一尊生命之官 传言可以延年益寿 有可以让死人复生的神效 他晚年就是在 关中延续了生命 有这样的事 羽龙大惊失色 修行时一条逆天之路 一到九品 都还只是实力的增长 而到了宗师境界 就开始有了质的蜕变 宗师境界寿命 可以达到两百岁 远是三百岁 而国室更是有五百岁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尊官救 对王素素的尸身 恐怕有大用处 他一定要得到 你已经找到位置了吗 死刑有多少人 位置大概确定了 就在城外的戈壁滩中 这个木太珍贵 我只邀请了信得过的 道友五六人 三日后 我们在城外 东行十里处会合 可以 羽龙看着白衣老者 他知道老者的话中 有很多不敬不识 但那又如何 就算他问 也得不到真相 只要那个生命之官是真的 也就足够了 确认白衣主教 没什么要说的之后 羽龙转身离去 教堂之中 只剩下了白衣主教 和身受重伤的 风暴战俘奥德烈 老师 您刚刚说的那个木 是真的吗 学生愿意为老师打头阵 奥德烈自然不敢质问 自己老师 为什么之前说好的 对羽龙出手 却改变了主意 听到二人的交谈内容 他此刻眼中同样有些兴奋 这样传奇强者的墓穴 随便流出一样东西 对他一个八品舞者而言 都是巨大的造化 嗯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白衣主教笑了 看着奥德烈的眼中 充满着慈爱 要进这个大幕 要求必须要有一名 气血澎湃的舞者 而你八品舞者修为 迟迟不能突破 让老师心中也是焦急啊 好在现在老师 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这座大幕 也是时候被打开了 白衣主教看着奥德烈 眼中突然闪过了 一丝莫名的光彩 口中的话语 开始变得幽深 这个大幕的跟角太惊人了 教会中的大人物 都一直在寻找不曾放弃 一旦被他们察觉 恐怕老师也只能靠边站了 看着自己老师笑眯眯的眼神 奥德烈突然冷不丁地 打了一个寒颤 心中闪过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 忍不住神色发白 急忙开口 老师您放心 学生一定帮您保守秘密 到时候 第一个冲进墓穴 为您探路 不用了 我的傻孩子 白衣主教笑着摇了摇头 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老师年轻时 曾经立下过誓言 要一生 侍奉我所信仰的主 但是老师的寿命还早 不如你先代替老师 去侍奉我主吧 碰 一道圣光 从他手中迸发而出 朝着奥德烈笼罩而去 依旧圣洁 祥和 但在奥德烈眼中 却如同末日降临 眼中的惊恐和绝望 几乎化作实质 不 奥德烈淒力嘶吼 下一秒 这道圣光从他驳梗掠过 大好头颅 顿时和身体分离 直接掉落在地 巨大的压叉之下 奥德烈体内的鲜血 从脖梗处一冲进脏膏 看起来非常恐怖 八品舞者的生命力很顽强 哪怕伸手分离 跌落在地的头颅 嘴巴依旧一张一合 似乎还在说些什么 眼神中的光熟悉之后 才彻底熄灭 白衣主教浑身的衣袍 依旧雪白 圣光笼罩之下 没有一滴血溅到他的身上 目光看向羽龙离开的方向 神色变得猙獰可怖 乖学生 原谅老师 谁让你不争气呢 没有早早修行到九品 那样的话 你还可以多活三天 第192章 伤势痊愈 哼哼 这就是生活啊 教堂门外 羽龙并没有离去 而是隐藏在一处 无人可见的角落 脑欲散发而出 掌控着教堂内的景象 帝都一战 闲死还生之后 羽龙本以为自己 可以找到一丝突破的契机 但是体内黄亭深处的 第十道架锁 依旧坚硬如神铁 丝毫不可撼动 让羽龙看不到希望 反而是他的脑欲强度 被秩序之门中的 神秘规则之力洗礼之后 发生一变 迷蒙状态的精神力 竟然开始 凝聚出一丝思绪状物质 无形的精神力 开始化作实质 尽管强度依旧 只有49万念头 但本质发生了蜕变 至少在以前 羽龙的精神力 感知无法瞒过宗师强者 但是此刻 却已经可以做到 羽龙的精神感知 覆盖了整个教堂 而白衣主教 却毫无察觉 既然你已经出手 把你的乖学生杀了 那我就去抄个家吧 夜深时分 整个城主府 都已经安静了下来 虽然今晚城主奥德烈大人 没有回归 众人却也没有丝毫担心 这太正常了 在这片地狱 风暴战斧 就是无敌的存在 加上有官方的城主身份 几乎不可能有生命危险 哄 就在众人进入梦乡时 羽龙出现在了大门口 诗诗然走了进去 如入无人之境 我把这叫作欲 代表 对意志的绝对掌控 羽龙目入满意之色 轻声开口 精神本质 发生了惊人蜕变之后 他将自身意志 笼罩全身 对于意志强度 远低于自己之人 只要看过来 瞬间便可掌控其心智 在这些人眼里看到的 将是羽龙想让他们看到的 比如现在 在大门守卫眼中 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 这就是欲 自身立足之地 由心掌控 奥德烈已死 在整个城主府 最强者也只有一名八品武者 其他更是小鱼小虾不值一体 羽龙神石铺天盖地 一般蔓延而出 瞬间找到了 城主府中灵气最浓厚之地 那里就是城主府的府库重点 羽龙如入无人之境 在这个城主府 根本没有人可以发现他的存在 他直接进入府库之中 作为一城之主 又管辖了部分戈壁滩中的土人部落 修成的税收很惊人 就算大部分 要继续上交国库 奥德烈自己截留下来的同样惊人 放眼望去 多是七八品的玄阶宝药 还有一株八九品宝药其中 这些都是奥德烈 专门截留下来 准备突破修为用的 可惜 人死如灯面 羽龙摇了摇头 这些东西 我来帮你废物利用吧 他大手一挥 召唤出了神秘系统 要将这些宝药 全部转化为 珍贵的灵能 爹 发现玄阶七品宝药二十三株 八品宝药五株 九品宝药一株 是否吸收 听见这熟悉声音 羽龙嘴角掀起一抹锋利的弧度 吸收 哄 脑海之中一声巨响 库房之中 琳琅满目的宝药 神性物质 瞬间流失一空 气血 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斗 脑欲 四十九万念 灵能 四十六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精通 熔炉全意 小程 秩序 三层圆满 不祥之眼 精通 恢复 刚到手的灵能 还没有被五热乎 就被羽龙用来治疗体内的伤势 顿时羽龙的体内 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伴随着澎湃灵能 灌入体内 骨骼 内脏 经脉都在以惊人的速度 在恢复 他是搜空了整个修成成竹府的珍藏 全部夹诸 在他一人之身 提殴内的新陈代谢 被加快了无数倍 无数受损的细胞被排出体外 新生的细胞组织 贪婪地吸收了天地灵气 壮大自身 羽龙的肉身 在这一刻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入一个干枯的海绵一般 疯狂地吸收 周围虚空中游离的天地灵气 好 随着伤势快速痊愈 身体伸出的虚弱感和疲惫感 顿时一扫而空 感受自己身体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 羽龙忍不住 发出一声畅快的长笑 这一声长笑 顿时将整个城主府的守卫全部惊醒 什么人 大胆 竟敢也闯城主府 围起来 围起来 闻讯而动的守卫动作很快 在府邸之中来回穿梭 朝着俯库所在快速包围过来 这时羽龙丝毫不为所动 整个人脸上神采飞扬 目光在库房中扫视了一圈 库房中的宝药已经被他全部消耗 剩下的都是各式兵刃 但都不被羽龙看在眼中 嗯 他神色一凝 目光顿时 凝聚到一处库房 一处偏僻的角落 大手一张 一杆长枪 从角落蹦射而出 落在他的手上 这杠长枪 通体金刚打造 寒光灵力 丰锐无匹 是一把千锤百炼的好兵刃 虽然比不上奥德烈手中的战斧 却也算得上不凡 不过 就连那把战斧 都不曾被羽龙看在眼中 更何况 这把长枪 羽龙的目光奇异 似乎要看透这把长枪 咔嚓 手腕轻轻一抖 尽力穿透枪杆 金刚锁住的枪身 在这股距离之下 瞬间折断 折断之后 枪杆竟然是中空 其中落出了 裹成一团的 半透明物质 羽龙眼神一亮 将其展开 赫然发现 是一双手套 这双手套是不知名的 半透明材质所铸造 羽龙哪怕全力撕扯 竟然都无法损坏 这很惊人 以羽龙如今的力道 哪怕百炼金刚 都不能承受他的劲道 轻轻将这双手套戴 在手上 分外柔软 贴合在手掌上 轻薄如无物 有点意思 羽龙手掌握了我 这双手套 丝毫不影响手指的灵活运用 不仔细看 都不能发觉 甚至可以 直接去空手接白刃 这对于舞者的近身 你已经被我们包围 马上投降 走出来 此时 城主府的守卫 已经对羽龙实现了包围 为首之人 走出来大声呵斥 立刻出来 呵呵 羽龙回过神来 不又摇了摇头 罢了 此行始终是我 占了你们城主府的便宜 自然也不好 再对你们出手 他身形轰然一动 冲天而起 神光划过天际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只剩下城主府众人 一脸惊骇地看着天空 刚刚刚那是一尊 主教级别的强者吗 众人很惊骇 他们一想到自己 竟然敢包围这样的强者 还出言冒犯 整个人都汗毛乍起 头皮发凉 一旦这样的强者恼怒 对他们出手 恐怕在座的众人 没有人可以幸免 羽龙没有关心 这些人在想什么 他此刻的伤势痊愈 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 整个人意气风发 只是如今的灵能 只剩下三万点不到了 他屹立在修城之上的 数千丈高空 神石铺天盖地而去 随着精神力发生的蜕变 羽龙的神石覆盖面积更加巨大 他在修城半空中游异 再度找出了几处有 七八品灵药所在之地 三天之后的大墓 恐怕有惊人的危险 现在必须尽可能 将自己的实力提高 羽龙低声嘻喃着 他决定做一次江阳大道 逢二抽一 他游走在各大家族之间 每两株宝药之中抽取一株 虽然对于当时家族 依旧残忍 但至少没有绝户 这一顿搜刮之下 羽龙的灵能 再度暴涨到了二十三万 而到了第二天清晨 整个修城都会发生一场大地震 无数家族都在痛苦哀嚎 他们家族之中 祭奠的宝药一夜之间 消失了一半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从此往后很多年 这个神秘盗贼的故事 都还在修城传播 甚至成为了很多 同道中人心中的偶像和传奇 羽龙搜刮一番之后 转身快速离开了这里 目的地直奔 城东十里所在 白衣主教说 三天之后在这里会合 但是羽龙信不过他 他要先去探一探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第193章 生死意境 修城的偏僻 是在整个米国的大西北 和大片西北 戈壁滩接壤 几乎已经是米国政府 延伸城市的最边缘 这里在米国帝都 那些贵人眼中 都是蛮荒之地 是被发配充军的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 奥德烈一个八品武者 能够成为这一城之主的原因 真正的强者 看不上 羽龙很快来到了 城东门外十里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 深入戈壁滩 放眼望去 一片黄沙 羽龙散开神石 四处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 什么陷阱和蹊跷 羽龙脚步不停 朝着东面 再走出了石里 目光一闪 似乎感应到什么 略一沉吟 左手一挥 一股庞大的洪击力 落在面前的黄沙之中 吼 痛苦的嘶吼 从黄沙中出船来 一道丈长的身躯 从黄沙中猛然冲出 浑身长满数十只触手 看上去有些猙獰可怖 这是沙吾弓 是这片黄沙之中的霸主 这只昔日的霸主 如今却被羽龙 瞬间镇压 心念一动间 奴硬就落在了他身上 子子 奴硬烙印 在灵魂之上 这只凶悍的妖兽 顿时发出一股 轻腻的呼唤 这是一种如沐的情感 仿佛羽龙 就是他的生身之父 乖 羽龙摸了摸 沙吾弓猙獰的头颅 环境下 隐藏得非常隐蔽 要不是羽龙的精神力 本质超凡 根本发现不了 沙吾弓 听从羽龙的命令 摇躯轰然一动 沉入地下 悄无声息地 隐藏到了羽龙的指定地点 因为有奴硬为影 羽龙可以通过 沙吾弓的视角 看到其头顶上的景象 收回目光 羽龙挥手 凿开一处洞府 只身步入其中 将洞口掩盖之后 开始闭关调整自己的状态 准备三天之后的大幕之行 气血 99999斗 脑欲 49万念 灵能 26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精通 熔炉权益 小成 秩序 三层圆满 不祥之眼 精通 羽龙如今的最强功法 毫无疑问 就是秩序神术 在耗尽全身修为的情况下 可以召唤出秩序之门 出其不意之下 甚至可以斩杀院士强者 如今 我还有26万灵能 进入院士巅峰强者的大幕之中 必须要再有一门保命的功法 霸道呼吸法 是随着实力的增加而越发精深 不需要灵能提升 熔炉权益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我的根基 是真正由我自己从无到有 一步步提炼 凝聚而出 寄托了我的五道意志 秩序之术 已经圆满 只是秩序之门 已经是触碰到了这片天地之间的禁忌 施展一次的代价太大 不是生死之计 根本不能催动 如此一来 就是不祥之眼 羽龙锁定了目标 他的左眼是由那颗神秘的黑色眼球所画 其中蕴含的黑色能量 和不祥之眼的波动 缓缓交融 在眼眶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眼睛 一个纯黑色瞳孔的眼睛 这道眼睛他很少使用 他始终感觉这只眼睛很不凡 似乎有惊人的跟角 现在展露的威能 恐怕只是表面 不祥之眼现在是精通 要提升到大成 需要二十五万灵能 羽龙闭眼感应了 一下详细信息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我去 这系统有毒吧 专门看着我的灵能余额的吗 一旦这二十五万消去 他就只有一万灵能了 这一万灵能能干啥 啥都干不了 罢了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羽龙咬了咬牙 灵能就是王八蛋 用完了再转 提升 心念一动 二十五万灵能瞬间消失 羽龙左眼之中的不祥之力 轰然爆发 虚空之中无数黑色的符文显化 似乎代表着一种惊人的大道 枯戒 破败 这就是不祥 羽龙双目紧闭 左眼直接流出一道血泪 片刻之后 这股异动终于平息 陡然间 羽龙左眼轰然睁开时 一股死亡的气息呼啸而出 如同死神的凝视 目光看向面前 一处在夹缝中生长的茎草 瞬间茎草就发生了一变 原本扎根在夹缝中 努力生存的草儿竟然开始快速枯萎 最后彻底凋零 这是什么 羽龙目光惊讶 似乎目之所及 这根生命力无比坚韧的茎草 破败的意境 羽龙心有所感 呢喃自语 他想起了前世 母亲周娟在自己面前去世 想起了今生妹妹重伤垂死 生命之花 马上就要凋零的景象 想起了王素素 因为自己被羽家乱剑射死的惨状 生命太脆弱了 一点点力量就可以将它彻底摧毁 哄 漠然间 羽龙身形动了起来 在这片洞府之中演练起了拳法 是熔炉权意 这股权意之中充斥着 家国天下的意味 只是此时 在这拳意之中 有一股新的已经在酝酿 哭戒 死亡 这是一股绝望的气息 羽龙心神 沉浸在刚刚感受到的不祥意境之中 每一拳都带着这样的意境 轰隆隆 羽龙不断地挥拳 他没有使用气血之力 只是单纯的挥拳 却有了巨大的威力 原本他随手开凿的洞府 都被他肆虐的拳径扩大了数倍 黄沙夹扎着碎石 被羽龙的拳径 轰成戒粉 不知不觉都堆到了羽龙膝盖高 整个洞府之中 都充斥着一股淡淡的黑色气息 这是不祥 不对 不对 羽龙双目威和不断地在挥拳 但是双目却不断紧皱 他心中的那一丝灵机始终差了一点 说不清到不明 不对 还是不对 久久不能感悟到心中那一抹灵机 羽龙有些焦躁 整个心神都全部陷入了这段感悟之中 整个人都开始变得魔症 竟然将自己全部的气血 能量调动起来 全力挥拳 每一拳都发出震耳御龙的巨响 全境肆虐 一拳轰出了一道可怕的隧道 所过之处 生机绝灭 但是 这不是长久之计 羽龙现在挥出的每一拳都在带走自己的精气神 而他却毫无所觉 若无法清醒过来 定然会被这股破败意境抽干精气而死去 随着一拳拳的挥出 无灵的精神越来越虚弱 整个人身形都搜了一圈 终于 在精神和气血都快要达到极限的时候 羽龙体内突然传出一道微不可闻的咔嚓声 似乎突破了某种神秘的屏障 哄 羽龙的气势一阵暴涨 手中一直没停的拳法 终于猛然窥到了一丝真意 他的思绪 好似又回到了前世今生 岁月在轮转 一切经历都重头经历了一遍 死亡如风 长半几身 但是在死亡的尽头 会是新生 只要心中有念头 有希望 破败到极致 就可能迎来新的复苏 好 羽龙放声长笑 他终于将自己心中那一点灵机 领悟透彻 手中的整个拳风 也猛然一变 那熟悉的枯迹 破败 死亡气息 再次出现 但与此相伴的 还有蓬勃的生机 生 死 如同太极阴阳图里 手尾相连的两条阴阳鱼 彼此交缠 界限似清晰又模糊 通过刚刚那一瞬间的体悟 羽龙扶置心灵 再度打出了一拳 枯迹和生机一黑一白二色能量 缠绕在全境之上 直接冲破了头顶的黄沙 直冲硝悍 计家国天下之后 羽龙领悟到了第二种意境 生死意境 第194章 大幕开 三天时间一画过 这三天 羽龙在洞府之中一步未出 全身心参悟着 刚刚修成的生死意境 配合着大成的不祥之眼 威力惊人 等到第三天深夜时 洞府之中 一直闭关参悟的羽龙 突然睁开双目 十里之外的杀无功 感应到了 有强人踏入他的领地 就在白衣主教 和羽龙约定的地点 此刻 有六个人 连被出现在这里 每一个人的气息 都很厚重 全部都是宗师境界强者 放在大西北 这是一股 可以绝对强横的力量 可以无所忌惮的横行 克莱夫 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吗 有人开口 对象 正是白衣主教 克莱夫此时 没有穿着那一身 标志性的神父白袍 而是一袭 紧身黑色战斗服 脸上的神色 同样很利 丝毫不像 传播上帝荣光的信徒 不错 我们苦心故意 研究了十数年 走遍整个大西北 终于找到了本的墓穴 克莱尔神色有些激动 这片大墓之中 有着这位苦修士 修行一生的积累 对我们来说 将是一场巨大的造化 只要完全消化 迈入院士境界 不是难事 到了宗师境界 每前静一小步 都无比艰难 那还等什么 有人安耐 不住内心的激动 只想快点进去 不急 克莱尔淡淡地笑道 我们还要等一个人 这座大墓有些协议 似乎是本晚年时 对生的渴望过于强烈 想要进入大墓之中 必须贡献出足够的生机 也就是足够澎湃的气血 足够澎湃的气血 你怎么没有早说 其他几人有些不满 他们这些人 虽然今天低调前来 但每一个人的真实身份 都是横行一方的大人物 如果要寻找 气血充足的修行者 对他们来说 也不是难事 论气血 谁更比得过五者 不 这不是一般的要求 克莱尔摇了摇头 试过捉了一些 独行的八九品武者 来此放血 却根本不能打开 他知道 是这些人的生机 过于薄弱 无法满足要求 有人对克莱尔说话 吞吞吐吐吐 更加不满 那怎么办 你是在消遣我们吗 自然不是 克莱热白了摆手 他眼神中 闪过一丝阴厉 我已经找到了 合适的人选 虽然身受重伤 羽龙体内 如海般的气血波动 在克莱尔看来 如同一尊烈日 在体内燃烧 恍恍然不可直视 这样澎湃的生机 必然可以打开 这座大幕 他看到羽龙的第一时间 克莱尔脑海中 就闪过了这个念头 我找到了一名气血 无比惊人的舞者 有趣的是 他还背着一幅棺材 里面是他早已经 死去多时的女人 可此人却是一直坚信 是睡着了 克莱尔将这个好笑的事 分享给自己的几位好友 哈哈 这个人怕是有病 则则则 不能堪破男女情爱 这样的低级情感 又如何能够真正 超脱自我呢 对于舞者 这样的二等修行者 几人心中 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 无妨 今天我们就送他 去和他的妻子团聚 哈哈 也算是做了一回善事 不让他一个人 留在人世间受苦 几人肆意笑着 全然不知 自己异行人的谈话 早就被羽龙听到 此时羽龙的神色 也是一片阴沉 白衣主教克莱尔 对他不怀好意这一点 他早已经知晓 但是他没想到 这几人竟然敢拿 王素素的死来 当作笑料 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这就是你们的取死之道 羽龙神色阴沉的可怕 目光之中的杀鸡 几乎要化作实质 呼 下意识运转了霸道呼吸法 随着灵气入体 羽龙整个脑海变得清明 虽然心中依旧狂怒 脑海之中 却是一片清明 可以高效率的思考 羽龙神色平复下来 轰然走出了地下洞府 脚步一步跨越很远 如同传说中的缩地成寸一般 看似闲听信步 实则速度极快 嗯 正在谈笑的克莱尔 最先感应到远处的异动 随后几人也陆续感知到 看来是他来了 克莱尔轻声一笑 几人相视一眼 都露出了莫名的笑意 呵呵 诸位来得很早啊 羽龙来到众人面前 目光扫过几人 和通过杀无功 感应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过六名宗师 也敢如此猖狂 羽龙心中冷笑 将炙热的杀鸡掩藏在心底最深处 道友 我一直都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白衣主教克莱尔笑着开口 他之前的确忘了问羽龙的姓名 不过想想也是 在他眼中 羽龙马上就是一个死人 这样的人需要知道什么姓名呢 你们可以叫我龙 羽龙声音淡漠 让人看不出任何情感波动 龙道友 我给你介绍一些这些朋友 克莱尔笑嘻嘻地开口 将双方介绍了一遍 看着这些一脸笑意 似乎格外热情的人 羽龙抱以了更加热烈的微笑 心中却是止不住的冷笑 要不是自己提前布置了后手 探听到了他们的话 恐怕现在心中已经放松了警惕 那就走吧 最终的大幕所在之地 必然不是在这里 众人跟着克莱尔 一路朝着戈壁滩身处前行 最后竟然来到了羽龙之前 走出部落石 和修成禁卫军厮杀所在之地 到了 克莱尔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淡淡开口 从怀中拿出了一枚古朴的玉珠 手掌一挥 万道圣光霞灰涌入玉珠之中 顿时玉珠开始发生一变 这是打开大幕的钥匙 数年前终于被我寻到 克莱尔甩出玉珠 整个玉珠在莫名治理下徐服 在虚空之中缓缓转动 撒下无数神秘字符 而后整个字符都在充斥在虚空之中 遵循着神秘的轨迹流转 勾动天地之力 与地面九块巨石摇相呼应 哄 这片戈壁滩顿时发出一声 天崩地裂的巨响 九块巨石发出耀眼的神光 羽龙无比惊讶 他曾经就是祖宗 爱其中一块巨石上 等到敬畏君之人 却不曾想看似普通的巨石 竟然有如此惊人的抵御 轰隆崩 戈壁滩像是 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向两边 露出了一条黑色石板扑就的小路 像是通向地狱深处 大漠 开了 这条小路必然不是 简单地存在于这片黄沙之下 否则戈壁滩上常年的风沙 早已经将它暴露出来 就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背后 已经牵涉到 极为深奥的空间的道理 对于现在的羽龙而言 还太过深奥 不能理解 走吧 克莱尔带头 朝着地底深处走去 众人依次跟上 羽龙走在最后 当几人全部踏上古路之后 被剥开的黄沙 缓缓复原 一切的异象都被掩埋 这一处黄沙 在茫茫戈壁滩之中 再无出奇之处 第195章 加油啊 和想象之中 红大巍峨的古墓建筑群不一样 走过古朴的黑石小路 众人视线之中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湖 在湖心之上 有一个树母大小的湖心岛 岛上一座小小的茅草屋 这就是本的洞府啊 克莱尔无比笃定地开口 不愧是苦修士 一心追求大道 哪怕自己死后的墓穴 都如此随意 众人都忍不住感慨 在东方有一句古话 山不在高 有仙则明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克莱尔目光如炬 死死盯着对面的茅草屋 虽然我们感应不到湖中的气息 但是这片茅草屋 能在这里 存在七百年 岁月依旧无一丝岁月痕迹 本身就极为不凡 哪怕它现在的样子 看上去无比简陋 依旧比咱们米国地 都那座巨大宫殿 还要珍贵 哈哈 那还不快走 是啊 院士巅峰强者的大幕 就在自己面前 一想到 里面有无数的造化机缘 就有一名中年男子 忍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想要直奔湖心岛 碰 一声沉闷的声响 莽撞上前的中年男子 像是撞在了一堵无形的墙上 巨大的力道 反正之下 他整个身躯都抖了三斗 哈哈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其他人看到男子的糗样 都忍不住大笑 龙道友 这是进入这片造化之地 唯一的难关 克莱尔转头看向羽龙 眼神坦率 声音无比真诚 这道无形屏障很神异 除非修为 能够超过本晚年的巅峰状态 否则理学修士的冲击 对着道屏障无效 只有气血澎湃的舞者 凭借自身的气血 冲击轰开屏障 某种程度上来说 克莱尔这句话 完全是对的 只是在这句话里 很多关键的信息 没有披露 比如说 一旦有舞者对屏障出手 屏障就会发出嗜血的协议 将出手的舞者 全身吸干 可惜 他们自以为隐蔽的谋划 早已经被羽龙洞悉 可以 羽龙成音片刻开口 他不想 在这个时候就发作 对于这个大幕 他了解的太少 克莱尔此人 看上去伟暗光明 实则心机深沉 恐怕对于其他人 此人话中同样有保留 羽龙决定暂时不抱起发难 哄 气血悄然掉动 轰然爆发之下 强悍的一拳轰在了 无形屏障之上 因为提前知道了 这个屏障的诡异 羽龙出手很谨慎 但是在接触的一瞬间 羽龙还是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犀利 从屏障中传出 如同有一只 吞噬巨兽隐藏在屏障的另一头 惊吞海溪 要将羽龙的气血全部吞噬 哼 羽龙眉头一皱 体内气血悠然逆转 顿入四肢百孩的毛细血管之中 这是在通脉境界 打通了全身毛细血管的好处 只要将气血藏入毛细血管之中 不管是谁都无法察觉 只是有史以来 达到这个成就的舞者太少了 毛细血管的妙用 根本没有在世间流传 哪怕是屏障内 这股恐怖的犀利 同样不能将羽龙的气血 从毛细血管中抽出 但是这样 虽然可以保全自身 却无法打开这个屏障 羽龙眉头紧皱 他必须想办法 打开这道屏障 才能找到传说中的生命之关 嗯 羽龙的思绪 在快速转动 每一个瞬间 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念头 在生命 之前克莱尔曾经说过 本晚年时 对生机有着独特的热衷 既然如此 不如用刚刚领悟的生死意境 看是否可以起到作用 这是他脑海中 突然闪过的一丝灵机 整个人浑身的气质 轰然一变 生死已经在手中流转 生之意境 从指尖流转而出 蔓延到无形屏障之中 顿时一变突生 面前的屏障 被羽龙的生机感染 显化出了形态 是由无数神秘字符构建而成 每一个字符 都透露出一种极度的渴望 对生的渴望 看来 哪怕是院士巅峰 以清心寡欲著称的苦修士 面对生死之劫 同样难以平静 羽龙摇了摇头 古人成不起我 生死之间 有大恐惧 羽龙的生之意境 起到了作用 片刻之后 整个屏障 剧烈闪烁了几下 便轰然破碎出一个 巨大的窝口 这道无形屏障 破了 众人神色大喜 与此同时 羽龙神色一变 马上转换了 自己身上的气息波动 死之意境 在浑身弥漫 枯戒 破败 腐朽 死亡 加上羽龙此刻 面无血色的苍白神色 这样的气息波动 活向羽龙 被这道无形屏障 吸干了气血的模样 连吐血都没有血了 羽龙神色痛苦地亮呛 后退了几步 一屁股跌坐在地 目光灰败地倒在地上 眼看着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龙道友 你怎么了 克莱尔等人 神色大变 一脸关切地靠过来 只是眼神深处 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冷意 想要看看 羽龙的伤势如何 最重要的是 补上一刀 让他彻底去见上帝 快 快进去 马上屏障 就要闭合了 羽龙气息虚弱 整个人大口喘气 声嘶力竭地吼道 他可不敢让这几人靠过来 否则自己必须出手 一旦将众人斩杀 整个目的 就没人替他探路了 他马上收回了 自己附着在屏障上的生殖意境 屏障开始快速复原 嗯 果然 羽龙的话一出 众人进阶变色 细意感应 果然屏障 再以惊人的速度恢复 一旦彻底闭合 他们可找不到第二个羽龙 来给他们轰开屏障 快走 克莱尔一声大吼 朝着屏障的窝口 狂冲而去 第一个冲了进去 后面几人 也顿时不敢时宜 纷纷趁着窝口 还没闭合 朝着其中冲去 至于羽龙 一个气血被吸干 冰死的武者 又能犯起什么浪 不过是早死几天 和晚死几天的区别罢了 随着最后一人 冲进屏障内 整个屏障 悄然闭合 其实整个闭合的速度 和进程 都是由羽龙在掌控 因为手中的生殖异境 这道无形屏障 对羽龙没有了 丝毫阻拦作用 呵呵 羽龙神色灰败地 躺在一旁 看着屏障内众人的身形 嘴角掀起了一抹 锋利无匹的弧度 你们可要加油啊 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带出来 我 在这里等你们 第196章 成功了 跨过无形的屏障 克莱尔六人 直接出现在了 小小的湖泊上空 只要跨过这个湖泊 他们就可以迈入 传奇苦修士本的大幕之中 接收他的遗则 壮大自身 这个湖泊不大 以他们宗师境界的修为 可以在树西之间跨过 哈哈 我来了 众人都是心中激情澎湃 不能自持 身形化作一道神光 朝着湖心岛冲去 哄 就在此时 一道巨大的水花 在湖中炸起 一颗硕大的头颅 从水花中探出 一口咬住了一名老玉 直接扯入水中 聂畜 老玉愤怒的嘶吼声 从水中传来 还伴随着恐怖的灵气波动 但随着一声 惊天动地的兽吼声响起 啊 老玉只来得及惨叫了一声 就彻底失去了声息 不用想就知道 此刻这位宗师强者 已经成为了这只妖兽的 腹中食物 克莱尔等人神色一变 身形立刻四散 刚刚这只兽头出水的瞬间 他们就看清楚了 是一只举大耳朵水蟒 但在其头顶 却生出了一个小小的肉包 这只水蟒的修为 已经到了极高的境界 随时可能化作传说中的胶 实现生命层次的跃迁 这只妖兽 这只妖兽 有人瞠目结舌 似乎看出了 这只妖兽的跟角 眼中露出无比的惊骇 这是古籍 记载之中本花费十年枯作 敖浮的一头妖王必有莽 七百年岁月过去 竟然依旧还存活 妖兽的寿命 比起人族来说 无比悠长 有的妖兽 哪怕没有修为能存活的岁月 也比无双国士还要悠久 这是造物主赋予他们的天赋 不光如此 明显这只必有莽的实力 更上了一层楼 一旦真正发生蜕变 恐怕会更惊人 他们没想到 这头恐怖的妖兽 竟然在这么悠久的岁月之后 竟然还在卫本守墓 有这样一尊恐怖的守墓妖兽 他们如何能突破到湖心岛 吞撤了这名宗师老狱之后 沉睡中的必有莽 似乎彻底被惊醒 庞大的身躯 缓缓从湖底之中浮出 数十丈长的身躯 将整个湖心岛 都牢牢围成了一圈 牢不可破 必有莽头颅高昂 居高临下俯视着众人 浑身上下没有泄露出一丝的妖气 看上去如普通野兽一般 但是众人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 你们这些虫子 也想要基于这里的重宝 必有莽的眼神深邃 做了存在了悠久岁月的妖王 他的智慧丝毫不低于 以灵智剑掌的人族 怎么办 此刻众人身后的无形屏障 已经完全被修复 就算他们想要后退 都没有了退路 克莱尔 你不是说 除了这道屏障之外 没有其他凶险了吗 在湖里怎么还有必有莽 这样的超级凶兽存在 另外几人的神色都很难看 让他们和必有莽硬刚 恐怕没有一丝的胜算 克莱尔神色沉重 我也没想到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手中的古籍 都是共享的 在古籍记载之中 不曾有关于这只莽的记载 事到如今 我们没有退路了 克莱尔神色一立 眼中流露出一抹金光 我观察他 虽然气质凶悍 围住了整个弧心岛 但是却没有靠近 弧心岛方圆树杖的范围 那里恐怕就是他的禁区 你很聪明 必有莽缓缓缓开口 语气之中 没有刚刚生吞宗师老玉的戾气 不过 你觉得 就凭你们 有机会跨过我吗 那要试试才知道 克莱尔一声嘶吼 各位 成败在此一举 现在大家不要再藏私 各斩神通 登上狐心岛 哄 话音刚落 克莱尔神行就化作了一道神光 朝着狐心岛奔去 其他几人对视一眼 也知道 此刻必须同时行动 否则最终都会成为 必有莽的副中参 五道神行 各自施展了惊人的神通 搅动湖水上空的天地灵气 六道神光在虚空之中 四面八方地 朝着狐心岛冲去 可笑的伎俩 必有莽冷笑了一声 眼中流露出来 极为人性化的不屑 轰隆一声 恐怖的妖气 从妖躯中爆发而出 遮天蔽日一般 浓郁的几乎要化作实质 这些妖气化作缩小版的必有莽 朝着五道身影轰击而去 直接将它们笼罩在妖气之中 要慢慢将它们磨灭 越往湖心岛靠近 妖气越是浓烈 五人如同风浪中摇摆的偏周 艰难应对妖气的袭杀 即将化交的莽 实力恐怕比巅峰时期的本 也差不了多少 哪怕只是随意的一次妖气爆发 对于这些宗师强者来说 依旧有恐怖的杀伤力 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四人终于先后冲去了妖气的封锁 冲了出来 每个人有些狼狈 浑身浴血 有一人最终也没能冲出妖气的围杀 破 哪怕实力最强的克莱尔 此刻也是嘴角带血 脸色有些苍白 实力弱的二人 甚至直接大口咳血 受到了很重的伤势 怎么办 根本没有希望 只是一次冲击 几人的胆气 就已经彻底被冲散 差距太大了 大到让人绝望 妖气又来了 几人绝望地嘶吼 他们看到了 碧有盲眼中的赤裸裸的嘲弄 还有那铺天盖地的妖气 朝着他们笼罩而来 啊 畜生 给我死 逃啊 生死之际 人性最本能的一面 被展现出来 四人之中 有人歇斯底里 有人亡命奔逃 都无济于事 碧有盲依旧不及不还 自从苦修士本死去之后 他就一直沉睡在这里 已经整整七百年时间 他太孤独 太寂寞了 几人的出现 让他漫长的妖声 终于多了几分乐趣 朝着碧有盲冲杀而去的那人 不过坚持了树西 就成为了碧有盲的副中餐 这位恐怖的妖王舔了舔舌头 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看向克莱尔几人的目光更是恐怖 令 陡然间 克莱尔从怀中取出一枚古朴的令牌 手中灵气宣泄其中 顿时整个令牌神光大放 悬浮在虚空之中 嗯 一直抱着猫戏老鼠 心态的必有盲 顿时神色一变 两只硕大的眼球 骤然紧缩 你怎么会有这个 必有盲第一次眼中出现了怒火 妖气汹涌澎湃 血盆大口 瞬间来到克莱尔面前 獠牙上锋利的的寒光 已经贴到了脸边 说 这是哪里来的 啊 此时 不远处刚刚亡命奔逃之人 也被必有盲的妖气所斩杀 此时 进入屏障的六人 只剩下了克莱尔和另外一人 然而 铺天带地的恐怖妖气 在虚空之中翻涌 却始终不能侵入克莱尔周身一丈 看到这一幕 另外一名幸存的宗师 神色大喜 紧紧贴着克莱尔站立 这从哪里来的不重要 克莱尔看到手中 祭出的令牌有作用 不由的神色大喜 重要的是 你还认这个牌子 他全力灌输灵气 这块古朴令牌神光暴涨 在虚空之中 隐隐显现出一个人的虚意 这是 本 在克莱尔身后的宗师神色惊骇 他也同样是教会之中的高层 曾经在先贤殿堂中 看到过传奇苦修士本的画像 不错 这就是本当年留下的一枚钥匙 打开狐心岛的钥匙 只要手持此物 你就没有资格阻拦 克莱尔沉声开口 默然踏出一步 竟然主动逼近碧尤莽 好 碧尤莽同样被面前 这个渺小的人族挑衅行为所激怒 连连怒吼 却始终压制着自己的怒火 没有出手 你这个家伙 都死了七百年了 还想控制我 碧尤莽愤怒地嘶吼 声音之中包含着无尽的怨毒 但身形却不由自主地缓缓后退 而后目光凶利地看了克莱尔一眼 转身潜入湖底 不见了踪影 苦修士本在碧尤莽心中 留下了巨大的烙印 却依旧让碧尤莽下意识地沉浮 哪怕是在他死后七百年 留下的一道气息残疑 哈哈 太好了 克莱尔 我们要成功了 身后的宗师神色大喜 整个人欣喜若狂 凭借此令牌 他们可以踏上狐心岛 那位传奇苦修士 本一生的遗则都将被他们所继承 嗯 纠正一下 克莱尔神色不变 不紧不慢地朝着狐心岛飘去 是我成功了 不是我们 轰隆一声 克莱尔身形突然暴走 整个人瞬间出现在了十丈晚 和身后宗师的距离 瞬间变成了十丈 而令牌的保护范围 只有周围一丈 好 湖底之中 骤然传来一声售吼 愤怒 狂暴的碧尤莽 猛然伸出头颅 巨大的眼珠 闪烁着冷漠的幽光 不 宗师绝望大叫 他终于明白 原来克莱尔压根 就没有打算让他们活 碧尤莽张开了血盆大口 直接将这名宗师 一口吞入口中 像是要发泄一般 没有直接生吞 而是在嘴中 用锋利的獠牙反复撕咬 这名宗师死得极其痛苦 凄厉的惨叫声 从牙缝之间传出 足足持续了数十息 第197章 真正的朋友 老库克 你不要怪我 虚空之中 克莱尔眼神漠然 他们六人都是 互相之间认识数十年的老友 传起苦修士本的大幕 最开始的信息 还是被老库克所找到 他迅速号召了六人来一起讨论 各自施展能量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 寻找零星的线索 却不曾想克莱尔 在一本残破的古籍之中 找到了关键的信息 古墓是有钥匙的 而这一点 在之后的数十次碰面中 他都没有说出来 在花费巨大代价之中 他找到了这枚钥匙 而另外几人 综合所有信息 也得出了大幕的位置 六人相约一同来探幕 想要找到突破院士境界的契机 知道他们几人 被比有莽为杀的时候 克莱尔都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终于 在他祭出这枚令牌的时候 心中也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这样惊人的造化机遇面前 哪怕是亲兄弟 也同样会反目 如果你们站在我的位置上 一定会做出 和我一样的选择 克莱尔呢喃着 不知道是在说给他们听 还是自己听 这就是你们人族 将老库克在嘴里嚼得粉碎之后 他的目光看向了克莱尔 眼中流露出一丝赤裸裸的嘲讽 在我看来 你们人族比任何妖兽都要危险 人心难测啊 呵呵 你们这些妖兽 还懂人心 克莱尔冷笑一声 现在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遗物我全部要带走 五名宗师的器语法 同样很珍贵 呵呵 有你这样的朋友 他们可真是惨啊 碧尤莽嘲讽了一句 你不会以为 凭借这枚令牌 就可以让我听你的号令了吧 嗯 听到这句话 克莱尔神色一变 他现在唯一的依仗 就是这枚令牌 下意识地全力催发这枚令牌 这些遗物很珍贵 他不想放弃 现在 给我 以令牌为枚 克莱尔的话 竟然那虚空之中 本的虚影重复 隐隐间 有大道之音在回响 哼 毕尤莽深深地 看了一眼虚空中的残影 你都死了七百年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控制我多久 妖王在狂吼 最终还是屈服了 妖气鼓荡之间 把死在这里的 五人遗物全部拿出 这些宝物之上 还沾染着 刚刚死去的主人气息 克莱尔大手一挥 将这些宝物全部收齐 没有再去管毕尤莽 转身就踏上了 湖心岛的土地 知道踩在这上面 克莱尔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面对这样恐怖的妖王 哪怕手中有令牌 心中同样慌的一批 在这片湖心岛上 只有一间小小的茅草屋 在茅草屋前 还被开辟出了 半亩剑方的菜地 里面种的都不是普通蔬菜 而是难得一见的神药 能被苦修是本晚年 亲手种植的神药 该是多么珍贵 一念即此 克莱尔心头滚烫 但是定睛一看 却忍不住失望了 这些神药在漫长的岁月之后 身形精华流失严重 全部都已经凋谢 可惜了 克莱尔心痛不已 转眼看向茅屋 这才是此次大幕之行 最大的机缘 传奇苦修是本的晚年居所 克莱尔神色激动 整个身躯都在微微颤抖 只要能修成本的法 假以时日 他必然可以成为红衣大主教 甚至更高的存在 嘎吱 带着朝圣的心情 克莱尔双手放在门上 轻轻一推草屋木门 缓缓被打开 哄 就在此时 克莱尔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 心神松懈之下 一道恐怖的全境 突然从一旁爆发而出 直指克莱尔面门要害 嗯 克莱尔神色大变 他已经在宗师境界静凝多年 已经是宗师巅峰的人物 在危险来临的瞬间就感应到 全身灵气瞬间凝聚在身侧 护住周身 瞳孔皱缩 看向这个方向 碰 太突然了 根本来不及完全反应 这股全境之中有诡异的波动 克莱尔的护身灵气 没有完全凝聚到位 与这股恐怖的全境结出的瞬间 原本蓬勃的灵气波动瞬息之间 就老化消散 失去了活力 被笑容出一个巨大的缺口 浩荡的气血劲道 涌入克莱尔全身 将它轰飞了数丈远 落在了湖心岛的最边缘 噼噼啪啪 宗师强者的肉身强度 连一般的九品舞者都比不上 硬生生承受了这样一击 体内的骨骼 经脉崩碎数十处 大口可血 来人却显然没有收手的意思 全境之后 是数十道黑光一闪而过 顺着刚刚全境轰开的灵气缺口 瞬间捅入了克莱尔体内 破 张口喷出大口鲜血 克莱尔瞬间遭受重创 挣扎着起身 看向缓缓走来的身影 眼中露出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 你竟然还没死 出手的正是鱼龙 狮子薄兔 意尽全力 更何况克莱尔 可不是一只人畜无害的小白兔 羽龙先后涌出了生死意境权益 气血成玄之后的两百万气血战力 而后精神欲误将数十枚刀片 捅进了克莱尔的肉身 不可能 不可能 克莱尔愤怒嘶吼 他不能接受 自己明明已经站在了茅屋门口 只要推开他 里面的一切都是自己的 可是现在 这一切转头成空 我没死 看来你有些失望啊 背着沉重的黑关 羽龙淡淡地开口 就算你没有被无形的屏障吸干气血 也不可能跨过必有莽的阻拉 难道你也有钥匙 不可能 这钥匙本就只做了一把 呵呵 羽龙只是冷笑了两声 他没有向敌人解释的习惯 克莱尔自然想不到 自己可以用生死意境 轻松打开屏障 而后将全身气血 收敛到毛细血管之中 用精神力包裹自身 趁着克莱尔等人 吸引了必有莽的注意力 悄然游到了湖心岛 妖兽的精神强度 和童街人族没有办法相比 从这方面来说 上仓也是公平的 给力你悠长的寿命 和强悍的体魄 精神强度却明显弱于人族 必有莽 快来救我 快来救我 克莱尔手中死死拿着这个令牌 大声呼喊着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但湖面却没有任何波动 就像必有莽从来不曾存在一样 你真的以为 凭借这枚令牌 就可以号令 一直巅峰时期的妖王吗 羽龙摇了摇头 克莱尔几人进入屏障之后 发生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这枚令牌 最多可以保你不死在必有莽的手中 羽龙淡默地开口 而后身形猛然一动 一脚踩在克莱尔的头颅上 克莱尔整个头颅瞬间爆裂 轻轻捡起令牌 看上去和普通令牌别无二致 只是上面 有一个神秘的符文 不是当今世间的任何一种文字 但只要看上一眼 就会发现 其中包含了无数深刻的道理 人死如灯面 既然你说你们是朋友 那自然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羽龙一脚将克莱尔的尸体 揣到湖中 早已等候在一旁的碧尤蟒 顿时张开大口 将其一口吞噬 第198章 关 湖水之中 碧尤蟒硕大的头颅 发出人性化的大笑声 目光之中的嘲讽 几乎化作实质 我就喜欢 看你们人族之间 彼此残杀 上一秒笑意盈盈 下一秒却是生死相向 可惜这老头子太老了 肉都柴了 碧尤蟒用舌头踢了踢牙 似乎很不满 克莱尔的口感 目光落在羽龙身上 嘴巴一脸露出了满嘴的獠牙 你看上去还不错 应该比刚刚这几个老东西 要可口很多 羽龙目光淡漠地 看了一眼碧尤蟒 没有说话 眼神停留在了门前这边 荒废了数百年的药田之中 曾经这里 被晚年的苦修士 本种满了各种神药 可惜都敌不过岁月的力量 神性精华 全部流失 有点意思 羽龙目光一闪 手中挥出一道气血之力 轰在了地面 精确控制之下 将药田一处轰出了 深不见底的孔洞 这个小小的弧心岛 几乎被羽龙这一拳轰穿 在这道空洞的最下方 一道紫色的血泥之气 猛然爆发 从孔洞内迸射而出 散发出惊人的异响 大胆 一直在咧嘴看笑话的 必有蟒顿时大怒 浑身妖气澎湃 在湖中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给我放下 这是我的神药 你怎么敢 羽龙却是没有理会 疯狂暴怒的必有蟒 以最快的速度 将洞底的神药 射取而出 是一颗巴掌大小的果实 其中似乎蕴含着 浓郁到极致的药力 这是地阶巅峰的宝药 哪怕国士 也不会视若无睹 羽龙更是神色大喜 这是惊人的收获 谁也不知道晚年的本 竟然得到了 这样一株惊世的神药 啊 混账 混账 湖水之中 必有蟒暴怒不已 他是本收服的妖兽 陪伴了他 整个晚年时代 自然很清楚 那个时代 本对死亡的恐惧 已经近乎蜂魔 用尽各种办法 去搜寻各种神药 续命的法 希望可以活出 新的仪式 而这珠宝药 就是本进入 吴敬海最深处 付出巨大代价 久死一生 才得到的神药 可惜不曾成熟 被本种在了药源最深处 借助整个药田之力 来滋养它 但是没想到 本终究没有等到 这珠神药成熟的一天 死前的本 似乎终于大彻大悟 半戏坐在药田之上 看着虚空之中 目光终于恢复了平静 只淡淡说了一句 天机难测 天意难改 非一珠药之功 只可惜 当时的听众 只有碧尤蟒 所以这七百年来 碧尤蟒对这珠神药 一直在觊觎 他如果可以 得到这珠神药 恐怕可以彻底 实现生命的蜕变 成为真正的妖黄 只有这样 他这七百年的苦 才不算白受 可是如今 这珠神药 竟然被羽龙截获 这让碧尤蟒 如何能不暴怒 拿到神药的羽龙 威免夜长梦多 心念一动 直接将这珠 惊天动地的神药 转化成了灵能点数 七千万灵能点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 天文数字 几乎冲击的羽龙头脑 嗡鸣作响 难以平复 气血 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斗 脑欲 四十九万念 灵能 七千零一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精通 熔炉权益 小成 秩序 三层圆满 不祥之眼 大成 在这里步步危机 羽龙第一时间 将自身实力再度提升 脑欲提升到极限 霸道呼吸法提升到极限 不祥之眼提升到极限 此刻的羽龙 如同一个人爆发护一般 挥舞着手中 要溢出来的灵能 四处砸 除了他要自我感悟的熔炉权益 其他全部提升到最极限 哪怕霸道呼吸法 本来只需要随着境界的提升 顺其自然即可 也被羽龙土豪 到极致地砸到最高境界 只可惜最根本的气血力量 因为境界的限制 已经不能再提升 在系统界面 气血那一栏都是灰白色 显示不可操作 轰隆隆 这一顿操作之下 整个虚空都在一变 虚空中 无数大道经文在显化 有莫名之处 传出若隐若现的吟唱声 似乎是直抵大道本源 狐心岛外 暴怒的碧油蟒 也感觉到了虚空之中 神秘的变化 神色有些惊疑不定 羽龙双目微合 浑身衣袍无风自动 体内传来 虎啸龙银之声 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虚空之中 各种神秘的能量 大道的道运 全部灌输到他的体内 这个过程 中天地之间的道理 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 触手可及 让羽龙对道理的领悟 更加深刻 而系统界面的属性板上 每一项属性 也都在蹭蹭蹭上涨 直到变成灰白色 不可操作 片刻之后 这一切一变 终于平息 羽龙赫然睁开双目 两道神光 射出数丈远 气血 999999斗 脑欲 999999念 灵能 6200万 功法 霸道呼吸法 圆满 熔炉全意 小成 秩序 三层圆满 不祥之眼 圆满 没想到霸道呼吸法 和不祥之眼提升到 圆满层次 竟然消耗了 我700多万的灵能点 羽龙有些惊叹 除此之外 他的脑欲 提升到极限 也不过花费了 50万灵能点 绝大多数都用在了 自身掌握的 几门玄妙功法提升上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羽龙握了握拳 感受着体内 充斥的力量感 虽然他的气血 没有丝毫提升 整个实力 确实发生了质的蜕变 之前他要对付克莱尔 这样的宗师巅峰 还需要出手偷袭 现如今羽龙感觉自己 随手一击 就可以将克莱尔震杀 面对羽冰那样的出入院室 哪怕全胜状态 羽龙也可以自信 一战而胜之 这很可怕 几乎算是 打破了自古以来 武者实力的天花板 他现在可以大胆宣称 自己是 世间五到第一人 狐行倒外 碧有莽也感觉到了 羽龙身上气息波动的变化 眼中闪过一丝 惊叹之色 而后便是 更加彻底的恼怒 这一切 本来应该是我的 小子 你除非永远不出来 否则 我一定吃了你 将你身上的药效 全部练花 在碧有莽眼里 现在的羽龙 就是一株行走的神药 羽龙却是没有说话 调息片刻 平复了体内的气息 而后转身推开门 进到了草屋之中 他在第一时间 就用神石扫过这间屋子 没有发现任何特异之处 和羽龙想象的不一样 这间草屋 只是最普通的草屋 之所以可以熬过数百年 岁月额度侵蚀 只是因为 其表面流传的一股盗蕴 这股盗蕴的源头 就在屋内的 一句关咎之中 这句关咎很神异 仿佛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 羽龙竟然无法 看清关咎的具体模样 在关咎之上 一颗手臂大小的黑钉 死死钉在棺盖上 半截黑钉没入了关体 这个场面 有些甚人 黑钉上 满是秀迹 似乎腐朽不堪 周身没有任何气息散发 在钉身上 还有一处干枯的血子 似乎曾经有一滴鲜血 落在上面 亘古不能消除 也只有黑钉周围 关咎周身的迷雾 无法靠近 透过这里可以看到 关咎的本体 关咎材质 非石非木 非金非玉 而是一种半透明的 不知名胶质 依稀可以看到 关内若隐若现的人形轮廓 又有玄妙的气息 在关盖上游动 像是缥缈大道的巨像演化 关盖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浮雕 没有任何刀劈腐躁的雕琢痕痕迹 就像是从黑关内 藏出来一般 从黑钉周围的缺口 只能看到浮雕的一角 一名少年寻着山道 踏山而上 周围老虎雄狮不知反几 獠牙壁路 潜伏在山道两旁 山顶之上 一座云宫若隐若现 而那黑钉正正 定在了浮雕上的少年身上 这关咎之中躺着的 恐怕就是苦修士本 羽龙眉头紧皱 左眼黑光流转 圆满境界的不祥之眼 瞬间看破了虚妄 直接看到了 这座关的本体 这句关中 有神秘的道理笼罩 似乎属于生死意境 但显然要更加深奥 我不能理解 羽龙尽管领悟了生死意境 却依旧不能掌握 这具关的运行机理 但他醉这座关 是势在必得 羽龙神色一宁 漠然挥出一道气血能量 掀开了关盖 一团血泥的圣光 从关内爆发而出 这是浓郁的生机之力 羽龙缓缓走近 大量关中 一具老者遗体 躺在关中 面色红润 丝毫不像是死去了七百年 羽龙神使笼罩 细细感受关中 尸身的变化 我明白了 关盖之上的黑钉 将关内的死气 全部抽出 转化为生机之力 反补关内 这也印证了那个道理 生之极致是死 而死之极致 可以转生 看着关中的尸身 羽龙默然 也许再让你躺在关中 悠久岁月 真的可以活出第二世 但是对不起 我同样需要这具关 羽龙虽不是魔 却也不是舍己为人的佛 他只为自己在乎的人负责 一念即此 羽龙挥出一道能量 要将关内的尸身移出来 哼 就在此时 一变突生 平静的关旧 猛然颤动了一息 躺在关中的尸身 默然一动 突然睁开了双眼 眼中一片赤红 如同最原始的野兽 朝着羽龙猛然扑杀过来 第199章 交易 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羽龙也是心中一惊 难道院士巅峰的苦修士 本真的没有死 太近了 根本来不及出手 羽龙身形飞退 左眼之中 轰然蹦射出一道黑色光柱 这是圆满之后的不祥之眼 才能施展的神通 凝聚成一整道光速的不祥 当初哪怕只是微弱的己司 不祥之力 就已经让羽冰必须全力压制 这道不祥红在本的身上 就像是阳光照在冰块上一般 顿时发出一股刺鼻的交互味 好 本从关旧中爬出 似乎对自己 被吵醒非常愤怒 发出一声四人四兽的怒吼声 震动整个大幕 不对 你不是本 羽龙目光如炬 神色阴沉地 看着面前的本 从他的眼中 根本没有看出 任何神智存在的迹象 双目赤红 毫无理智 攻击性强烈 这种情况 更像是华国传说之中的尸僵 苦修士本的尸体 在这关中躺了七百年 竟然变成了尸僵 这个信息 让羽龙神色很难看 如果速速放进去 成为了尸僵的话 恐怕羽龙 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这样的尸僵 不过是尸体通灵之后 生出的一缕暴力意识 和尸体的主人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第二事 不是羽龙要的 他相信也不是苦修士本要的 当务之急 是弄清楚原因 是关救的原因 还是有其他隐秘 羽龙目光如电 以他现在的实力 愿是巅峰强者 他只能退避三射 但是现在的本 不过是占据着这具尸身 如同医押学部的孩童 本晚年的实力 十分之一都无法使出 给我镇压 羽龙左眼不想流转 全境澎湃 搅动天地灵气 朝着本镇压而去 好 本显然也从打扰 自己沉眠的生灵身上 感受到了危机感 发出射人的咆哮 转身就想要逃走 但是却被已经有所准备的羽龙拦住 秩序长矛 铺天盖地地 涌现在虚空中的四面八方 轰在本身上 竟然发出金铁交击之声 成为尸僵的本肉身强度 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抹去了理学之修 肉身雷弱的这个缺点 以羽龙现在的攻击手段 竟然难以伤害到他半分 好 羽龙大喝一声 眼中金光暴闪 转换攻击方式 圆满境界的不祥之眼 再度被寄出 羽龙以恐怖的不祥之力 催动出秩序锁链 瞬间将行动 不灵活的本牢牢束缚 好 很明显 不祥对于尸僵这样的存在 有着巨大的克制作用 随着不祥锁链的收紧 刀枪不入的肉身 发出痴痴的消融声音 本也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倒在地上不停打滚 奴役 去 控制住了本 羽龙挥手 打出一道奴役 之所以现在的本行动不灵活 就是因为其刚刚诞生的 尸僵意识薄弱 如果一个小孩 再耍大刀 根本不能灵活掌控 而精神强度 恰恰就是羽龙的底牌之一 近百万的脑欲强度 让原本操控的 那只宗师境界重祖母皇 变得无比轻松 虽然现在 相隔了极远的距离 羽龙依旧掌握着 对他的控制权 哄 随着奴役入体 还在痛苦嘶吼的本 顿时变得安静起来 羽龙手指轻挥 不想锁链 悄然消散 尸僵本也默默站起身来 虽然双目依旧赤红 但看向羽龙的目光 却没有丝毫的狂暴凶力 而是沉浮 他已经彻底 被羽龙的奴役所掌控 从这一刻 这只尸僵从 意识诞生之日的全部记忆 都被羽龙所掌控 虽然尸僵的意识 简单纯粹 但毕竟岁月漫长 羽龙依旧耗费了很久 才将整个记忆 浏览了一遍 尸僵的意识 是在五十年前 才诞生 羽龙低声嘀喃着 苦修士 本在七百年前 就因为受缘枯极而亡 将自身 葬在了这座关中 隔了六百多年 这段时间 都是一片虚无 直到五十年前方 才有尸僵的第一次苏醒 羽龙目光 看向空置出来的关旧 神色阴沉 从尸僵的感官中 这五十年来 这座士官之中 似乎一直有一种神秘的能量 在滋养他的意识 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这也让羽龙 有些举棋不定 很明显 这句关旧中的蓬勃生机 对保护王素素的尸身 有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这关旧之中 催生出的尸僵 又有巨大的风险 罢了 既然强如院士巅峰的 本都在死后六百多年 才诞生出这股意识 那么素素在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发生一变 羽龙沉音片刻 终究决定 将王素素的尸身 移入其中 他对自己的修行有信心 他一定可以 将王素素重新唤醒 至于你 羽龙看向面前 沉默处理的本 毕竟这里的一切本质上 都是你的 我再次承诺 如果你有朝一日 可以恢复真正的意识 或者我有了那样的实力 必然会让你重新活出 真正的第二识 这座屋中 除了这座关 和本留下的法 被羽龙带走之外 其他几件宝器 全部都是本生前的重宝 暗和本的道 并不适合羽龙 正好留给诗江本使用 心念一动 一直背在身后的关旧 轰然一动 365片刀刃铺成一条路 将王素素的尸身 缓缓放入神秘关旧之中 嗯 这关旧竟然异常沉重 羽龙眉头一皱 他想要如往常一般 将关旧背在身后 却发现 这针小小的关旧 如同装着一个小世界 神秘气息流转 竟然沉重异常 至少有百万斤 以羽龙现在的实力 可以勉强背起 却会极大的影响自身的实力 在实力突破之前 关旧只能放在这里 但是羽龙不放心 一旦有另外的人 如他这般闯进来 将王素素的尸身 砌如碧履 那他可能会疯掉 哄 羽龙身形猛然一动 冲出草屋 来到了湖边 身形凌空而起 居高凌下 看向碧尤莽 碧尤莽 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 他的声音如雷霆 在虚空中嗡嗡作响 嗯 和我做交易 你有什么资格 一直在湖心岛 边缘关注岛上 动静的碧尤莽 咧嘴一笑 神情很不屑 二十年 你做奴仆二十年 羽龙沉身开口 丝毫不顾碧尤莽 瞬间大变的神色 作为代价 我帮你成为 妖皇境界妖兽 第二百章 造就妖皇 为奴二十年 此言一出 哪怕寿命 悠长如碧尤莽 也是双目圆瞪 一脸的不可置信 哈哈哈哈 愣了几秒之后 碧尤莽哈哈大笑 莫不成你得了本的传承之后 就失心疯了吗 哪怕是本最巅峰时期 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你怎么敢 妖皇强者 虽然他已经在妖王境界 停留了数百年 早已经是巅峰 想要突破妖王 依旧没有信心 羽龙浑身气息涌动 目光逼人 就凭那诛你心心念念 七百年的神药 被我所得 哼 那我可以直接把你吞了 这么短时间 神药的药力 大半都还在你体内 我把你吞了 和吃这株神药 没有什么区别 碧尤莽 显然不知道羽龙 还有神秘系统 这样的逆天作弊期 你觉得你一定可以胜我吗 羽龙神色淡漠 这也不奇怪 在修行界 强者为尊 要交易 从来只在同层次之间的人 才能开展 羽龙必须展现出自己的獠牙 才能让这头碧尤莽 把自己 从一个实物的地位 提升到同级之羞 我嗯 漠然间 虚空之中 灵气暴走 一道若隐若现的大门虚影 缓缓出现在世间 这道门不大 只有三丈高 通体爆发紫色的神光 通体如同紫金铸就 门柱之上 有玄傲符文流转 但却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 无法看清 那是秩序法则 虚空之中 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 在这道门的四周 出现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 哪怕只是淡淡的虚影 整个虚空 都已经不堪重负 这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一界的法 这是秩序之门 这是羽龙第二次催动 不同之处 是如今羽龙 实力再进一步 而且寒而不发 只是调动了 秩序之门的气息 以他的修为 已经可以承受 在这道门出现的瞬间 碧尤莽更是神色大变 浑身的鳞片都片片炸起 如灵大敌 他在这道门内 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 可以致命的危机 那是什么 碧尤莽神色有些惊慌 他知道 一旦那道门真的 朝自己砸落而下 恐怕那就是世界末日 现在 我们可以谈谈了吗 羽龙缓缓地开口 目光深邃不可测 碧尤莽的神智 缓缓恢复 目光深深地看了羽龙一眼 他知道 这样的神通 必然不是羽龙 可以随意施展的 但既然能调出这样 恐怖的气息 恐怕也是压箱底的杀招 付出巨大的代价 可以催动 这就够了 至少碧尤莽已经知道 自己想要吃掉面前 这个人族 恐怕已经不可能 那你说说 可以怎么让我成为 妖皇强者 实力是强者的通行证 现在双方 终于可以展开真正的谈话 我听闻 你和本当年 立下了 就是大道誓言 羽龙默然开口 他刚刚神石扫过了 本在草屋中留下的一些修行日记 其中说到了 和必有莽的事 大道誓言 只有修行达到了宗师境界 才可以立下 这是以大道为根基 一旦违背誓言 自身大道 立刻就会破碎 虽不会生死 却会立刻跌落九品境界 对这些强者而言 这样的惩罚 比死亡更加残酷 我和你立下大道誓言 二十年 你守护我期二十年 我就放你自由 而代价 就是为你提升到妖皇境界 现在就提升 羽龙的话 像是魔鬼的诱惑 让必有莽忍不住 呼吸粗重 难以自持 二十年 换来妖皇境界 这笔买卖怎么想都不吃亏 对他这样的生灵而言 二十年时间 睡一觉就过去了 好 几乎没有怎么犹豫 无论怎么想 必有莽都觉得值得 二人很快达成一致 爽快地立下了大道誓言 羽龙虽然是武者 但精神远超宗师 一样可以感应 天地大道立誓 我羽龙必有莽 今日在此以大道立誓 轰隆隆 虚空雷声轰鸣 誓言会引起天地灵机感应 一旦是成 谁也不能违背 好 现在我为你提升修为 羽龙目光一闪 现在 你需要全身心放开 不要抵抗 否则我的法 无法灌注 你想干什么 必有莽灯笼大的大眼珠 牢牢看着羽龙 心中莫名有些不安 放开身心那 无异于任由羽龙鱼肉 我们大道誓言 已经立下 我不可能为了杀你 而断掉修航路 那对我来说太不值得 羽龙的话 让必有莽很恼怒 却也放下了 心中的戒备 的确 羽龙太妖孽了 未来恐怕会成为 惊天动地的强者 这样看来 自己这个小小妖王 的确不值得他谋划 哄 百万脑欲强度 凝聚出无比纯粹的奴硬 瞬间冲入了 必有莽的意识海 在必有莽 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已经彻底凝聚在了灵魂深处 你 混账 竟然违背大盗誓言 羽龙出其不意 以强悍的神识 全力偷袭 瞬间就将奴硬种下 与此同时 必有莽神色大变 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神魂 竟然落入了 羽龙的掌控之中 这显然在他意料之外 啊 我要和你拼了 身为即将化交的存在 种族和血脉 马上就要蜕变 必有莽是骄傲的 大盗誓言 是他的底线 他无法接受 自己被羽龙奴硬 不自由 吴宁死 我说过 这是必要手段 我要为你提升到 妖皇修为 必须要以奴硬为美 你早说的话 我根本不可能答应你 毕有莽无比悲愤 你要是被我掌控了 现在根本不可能冲我吼叫 羽龙得到神色依旧平静 既然发下了大盗誓言 我就不可能去违背 你内谓我提升修为之后 就马上解开这道奴硬 毕有莽竭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这不可能 羽龙毫不犹豫地 直接拒绝 正是因为我知道 大盗誓言 虽然代价无比惨重 依然是可以违背的 而我要你守护我期二十年 在这期间 必须护住我期的平安 我之前已经犯过一次错 失去了它 如今 哪怕只是百万分之一的风险 我也不愿意承受 这二十年 你再次守护 二十年之后 必然还你自由 我也绝不会 奴役你去做其他事情 这就是羽龙的打算 他做事只凭本心 要自身念头通达 既然答应了毕有莽 羽龙就不会反悔 毕有莽神色 极其难看 终究还是妥协了 他不断在心里告诉自己 如今目已成舟 二十年罢了 忍忍就过去了 那还等什么 还不快点给我提升修为 成为了羽龙的奴仆 羽龙体内六千多万的灵能 就可以度给他了 哄 随着羽龙心念一动 毕有莽只感觉有一股 恐怖的精纯能量 从莫须有处澎湃而出 贯注到自己体内 这股能量的品质很高 竟然在缓缓推动他的境界 那倒困了 他数百年的稚骨 正在缓缓松动 这也是羽龙敢放眼 助毕有莽冲破 妖黄天倩的原因 毕有莽本身 已经到了妖王巅峰很多年岁月 差的就是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转眼之间 一千万灵能 被灌注到了七体内 毕有莽浑身开始 劈啪作响 筋骨血肉都在蜕变 巨大的腰躯 悬浮在半空之中 蜷缩成一团 两千万 三千万 此时 毕有莽浑身开始 绽放出绚烂的七彩神光 整个妖躯 都被包裹在漫天神霞之中 体内的蜕变 越来越激烈 四千万 五千万 五千三百万 五千五百万 五千七百万 终于 灵能的灌输 达到了极限 必有莽体内 再也承受不住 任何灵能的灌注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颗他寄予了七百年的神药 最终还是被他服下 而且比他自己 直接吞服效果好上数倍 好 神霞之中 传出一声四蟒四焦的长啸声 震动整个大幕 整个湖面无风自动 掀起了滔天的波浪 咔嚓 神霞之中 必有莽体内 传来破碎的声音 妖黄境界的稚骨 被轰然粉碎 他的气息 波动骤然一变 与天地大道 达到了惊人的契合程度 轰隆隆 虚空之中 有雷霆乌云 在悄然升起 这是一片黑色的结云 竟然和他当初 逃出帝都时 遇到的阻拦于老大 神秘气息时 虚空浮现的结云 有相似之处 只是今天这个结云 似乎要弱上一些 羽龙神色一喜 他知道 必有莽成功破镜了